女孩未改变炮贵命运 连夜跳槽新的宗门 很想找个新的宗门混吃等死 却才被收为亲传弟子 不过更让她头疼的是自己的师兄 二师兄总想将她头上的呆毛剪掉 二师兄却总带她杀人越火 温柔可爱的三师兄总想将世上所有好东西送给她 傻白甜的四师兄总准备带她浪迹天涯 只要在评论区发送加油 爱特一个好友 就会触发属于你们的特效 在他们眼中 什么万人迷女主 连自己小师妹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她就是我们的想念 一个因熬夜过度一觉醒来 发现穿越到一个 因为满修真戒的大佬疯狂迷恋我的小说中 女主名叫云雀 身带主角光环的女主 是一个被中大佬疯狂迷恋的万人迷 一般这种主角身边一定会有一个垫脚石 很不幸 那个人就是叶琪 小师妹被她 她要挡刀 小师妹零根受损 她要献上自己的零根 叶笑掏心掏肺的对她 最后却落得一个万剑穿心的下降 一个惨字都形容不了她 不过根据时间线来算 她的工具生涯就要开始了 为了自己能够多活一些日子 小叶连忙找到HR的头综 可她没料到的是 临走时还能在财务领到一百零尺 原本还在烦闷着心情 一下子开心了起来 正在哼着小曲的叶翘当场将在原地 说什么 看着叶翘想要吃人般的表情 前来的小师弟 一时雨色起来 不料叶翘立马换了一副笑容 对小师弟说 你说得对 我就是废物 最松门我这个废物高攀不起 然后便将腰牌丢了下去 看着叶翘洒脱的背影 小师弟只当叶翘风 山脚下云中成繁华的大街市 闻到包子的气味 叶翘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 寻着香味跑到了包子铺前 一个包子多少钱 看着口水都要流到衣服上的行 老板紧张地举起舌尺 三块中品零食 什么 三块一个包子 打扰了 忍着恶意的叶翘 找了个人少的角落蹲了下 看着自己跑路领来的一百零食 心中感慨万分 这里的物价真是高得离谱 难怪圆主会那么惨 都不肯下山 鲁迅先生曾说过 临时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不能总想着不劳而活 既然如此只能努力地搞钱了 至于搞钱的法子 他早已有了打算 修仙界最赚钱的职业 无非就是扶修和单行 虽然圆主是剑修 但他的临风不是 既然如此说干就干 凭借着自己剥目不忘的本能 以及圆主脑海中的鸡 他租了客栈的桌子 放在人少的地方开始画了起 拿着完成的扑送 叶翘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买 可这算是成功了吗 画幅有这么容易吗 话刚说完一滴滴血掉了下 看来是自己小瞧这画幅 这要是普通人画布的失血而亡啊 不过为了搞钱买包子 叶翘依然选择了坚持 半个时辰后 神识透支的叶翘趴在桌子上 伴随着肚子的鼓鼓声睡了起 虽然画的只是低级的疾风符与昏睡符 但也应该能大捞一笔 为了没有人来呢 卖之前还是得自己试验一些 说罢便将疾风符贴到自己身上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没有感受到丝毫变化的叶翘 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趴在地上 再重新画了 毕竟青团弟子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 叶翘这么安慰着自己 不料刚转身 一个猎切倒了下去 随着呼的一阵响声 叶翘居然瞬间移动了数百米距离 此时的兴奋完全将身体的疼痛感给压了下去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在云中城的夜市中 叶翘将耗资五块零食 买来的摊位上放满了服务 朝着人来人往的人群腰 耐服了 服了 便宜好使得疾风俗昏睡 十块中零食一张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我 忽然一个帅气的身影 一天而下 五总脚下静止拔剑 看着落在自己小摊上的男人 叶翘一脸生气地想着 碰瓷 绝对要碰瓷 从天上掉下来的钱袋 必须捞一波 看着还傻站在自己摊位上的男人 叶翘连忙开口道 这味道有麻烦你摸摸脚 踩到我的摊子 男人一脸歉意地朝着叶翘道歉 不好意思没伤到你吧 闻言叶翘一脸正气地说出 没有 但是你的行为让我的心灵 受到了很严重的创伤 话音未露 男人就从怀里拿出一块上品零食 挠着头对叶翘说 我陪你一块上品零食够吗 这辈子都没见过上品零食的叶翘 两眼放光 一下抢过男人手中的零食 我原谅你了 男人看着蹲下收拾小摊的叶翘 叶翘也跟着蹲了下来 看着地上的符咒不禁问道 你是否修 叶翘极其敷衍地回答 嗯啊 原本还在吃瓜的群众 见到会遇见的男人在叶翘那里看符咒 误以为他也在买 很快一传时时传百吸引来了很多人 没一会的功夫就将所有的符咒全部卖光 看着地上空空的摊位 叶翘美滋滋地想着 有大中门的闭库针手 自己以后也得抱个好的中门才行 说罢便开心地朝着客栈独去 蹲在一旁快要睡着的男人 一把拽住要走的夜景 你就这么走啊 我不会分给你钱 这都是我用笛血信心苦苦 看到你还误解自己的用意 他连忙解释着 你不需要我赔偿了吗 叶翘不解地问道 你不是已经赔了一个零食了 男人指了指叶翘的心脏数 可是你的心灵受伤了 诶 都说常明宗清传弟子都是傻白天 果然没有谣传 自己随口说的话他居然当真了 你叫什么名字 莫仲熙 莫仲熙 小说里那个为了女主 自毁道心的怨嘴 不就叫莫仲熙 叶翘不由地对他心生可怜 对了你们常明宗外门弟子待遇怎样 有没有无险一惊 啊 什么是无险一惊 不过说实话我们宗挺权的 自己刚入职 啊呸 刚入宗那会天天啃馒头 再怎么说 我在家里也是不愁吃穿的少爷 当时我就感觉自己上当受贫 然后私下带着二师兄和三师兄 一起逃出了常明宗 可逃跑的途中却被宗主看过 他一直在后面追着我 当时鞋都跑到了一只 听到他这么说 叶翘连忙问起 你的二师兄和三师兄叫什么 得知名字的叶翘不由地惊天 妙 真是妙 这个宗门把小说里的田狗胚胎都挤起了 就在刚刚在夜市摆摊的叶翘 遇到了修仙界的傻白田 在敲诈勒索一番后 叶翘便朝他打听起了几大宗门 你觉得天下第一宗 剑宗怎么样 还有成风宗 避水宗 他们能不能只睡觉吃饭 不练功 等等 你在剑宗还想睡觉 他们睡得比狗瘩 起得比几早 几大宗门里就他们宗门最绝 至于成风宗吗 里面都是人妖 而且他们的里面一直奉承 好东西不配入宗的规矩 对长相要求也极高 莫仲熙突然俯下腰靠近叶翘 眼睛朝着他上下的手感 你长得还挺不错 但是他们只收男弟子 哎 修仙界还搞性被启示 莫仲熙连忙摇头 那倒不是 只是他们宗的心法特殊 你弟子练不了 至于避水宗吗 他们宗主要玩练的 压根不吃饭 饿了吃点费单就饱了 这么说来 还是我们长明宗主持最好 每顿饭都有五个馒头 听到有每顿饭五个馒头 叶翘顿时小手一提 下定了决心 那我就去长明宗吧 当然令他下定决心的部署 是五个馒头 重要还能看到大型舔狗 真人连续去 这种宗门可遇不可求 对了 你们宗门什么时候能报名 需要交费吗 莫仲熙拖着脑袋思索 好像是今天晚上截止报名 宗门不收费了 听到不收费 以及快要截止的消息 叶翘简直体验了下冰火两周天 你难道不知道吗 叶翘挠了脑袋 表示自己确实不知道 还有半个小时就结束招手 再晚就来不及了 说话便拔出了自己的长剑 朝着叶翘说 上来 我送你过去 看着热心的男人 叶翘眯着眼爬了上去 谢了 还是你靠谱 说话还不忘翘起大拇指 对他表示着感谢 随着长空中的一声声惊哭声 有着轻微恐高症的叶翘 闭眼揪着莫仲熙的头发问 你有没有驾照啊 我都要被晃脱 随着莫仲熙的飞剑家 站在他身后的叶翘不由地拽了拽他的头 也许是赶到了赤头 逼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莫仲熙大叫 别再拽小爷的头发 随后飞剑便失去了控制潮的飞船中去 过槽 快躲 我赚的钱还没花你 就在即将相照时 莫仲熙紧紧紧紧地将叶翘固在怀中 而此时的长鸣宫 正紧锣密鼓地忙着招生工作 赵长老还有半个小时 到时候就要结束 我上哪找你要的通知 今天各大宗门的内卷程度你也知道 稍微有点资质的 都被重金诱惑到别的宗门 毕竟近百年的大比武中 咱们综艺只稳居倒数 一资源更是跟不上 老者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毫不在意地说出 总要来碰一碰运气 万一能找到天赋出众的呢 对 莫仲熙那个臭小子还没回来 名叫薛宇的大师兄摇了摇头 他又出去吃大餐了 老人听到后骂骂咧咧地说道 毕天到晚不务正夜 如果指望这几个吊耳郎当的青船地 还不如指望天上掉下的 好苗子来的石子 就在这时薛宇突然被天空的 一个亮点吸引 长老天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好像在喊着什么 让开都让开啊 救救我呀师兄 随着空的一声巨蜒 莫中细语夜窍成功地降落在了 赵长老身边 不知情与知情的人都惊呆了 带到阴雾散镜头 两人还不忘记摆出显眼的姿势 太刺激了 小夜你刚刚看到我落地的姿势了吗 我准备给他取名叫荆棘独立 显眼包夜窍马上竖起大路指 肯定着莫中细的想法 你们知道这是哪儿 谁让你们在广场降落了 你们知道修补这个地面多贵吗 夜窍为了能够加入这个 可以摆扬吃瓜的东西 静主动站了出来朝着老人说 要不 我帮您把坑填上怎么样 没等赵长老开口 莫中西直接将手搭在夜窍身上朝他说 没事的 一个坑而已 赵长老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哭 只见赵长老一口千年老血分出 莫中西这个糟心玩意 气死我了 居然把我抬那么高 自己也不能失了宗人的颜面 随后便借口朝着夜窍问你 你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只见夜窍双手抱拳一脸认真的朝着老人说 我叫夜窍 想要拜入贵宗 听到回答后 赵长老忙掐人中 你是想气死我了 没有啊 站在赵长老身后的薛宇 连忙替夜窍偷偷补掌加油 这个国宝有意思 最终在薛宇和莫中西的规券下 赵长老只好莫远了夜窍的加油 这是你的名牌拿好了夜窍 一个月后进行天赋测试 夜窍生怕对方疼 连忙把属于自己的名牌抢走 对 没做事情 未缓和尴尬的气氛 薛宇连忙做起 自我介绍 我叫薛宇 常名宗清传之一 原来他就是薛宇啊 小说中的暖男被猜 不过看上去确实像得好 借夜窍没回话 薛宇也没在意 瞥了一眼夜窍身旁的莫中西 你这是从哪捡来的弟子 直接莫中西挠了挠头 从黑市上遇到了 他说想来咱们总我就带他了 听到是黑市上捡来的 薛宇连忙拉起 莫中西在旁边响声的时候 你确定没有被人厉害 还有你穿着清传的衣服多显眼 捡来的这个女孩不是傻 听到师兄这么不相信自己 莫中西连忙回堵 你心里太阴暗了 但是不要把别人也看得和你一样阴暗了 这个傍主 看着两人不悦的表情 大聪明 叶翘满脸问了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 不惊讶了一声打破了原本 感谢你在我一路来到朝明宗 看到叶翘的动作 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不就是来攀关系了吗 叶翘确实是想感谢莫中西 但是因为太群厉 便厚着脸皮朝着他说 大恩不言习 那我就不谢了 说到脸头就要跑 等一下 莫中西一把抓住叶翘的手 一脸欢笑地贴近叶琴 你不是在黑市赚了点钱吗 看在你那么群不分身 赚来的零食我三点气 听到他说的话会 叶翘双眼未必将手指 摆托了二一八的意识 二八 就这么点零食你都不 莫中西在一旁唏嘘着 这不是零食的事 这是我的命根子 说罢叶翘将零食紧紧地 护在了胸前 莫中西嘴角狠狠地朝 随后朝着叶翘板白手 算了 我不要了 如果这是发生在别的修士身上 早就羞愧万分 可叶翘不要脸 直接将零食塞进袖口里 毕竟扶植也挺贵的 那我就不给了 这个发展方向薛宇是没有预料的 看来确实是自己误会的 就在刚刚拿到宗门名牌的叶浪浪 正拽拽地往宿舍走去 因为刚入门就把广场爬出个大坑 这也导致一路上被众多人议论 你看那个拽拽的你 就是他把广场砸了个坑 真厉害 一入宗门就被长老们给记住 当然羡慕的和嫉妒的个战义板 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 哗众取楚的小丑 叶翘何时受过这气 马上双手一被连忙冲着他们点 对 你们说的都对 说吧还不忘嘻嘻嘻地朝众人笑 当他准备实施下一步小计划时 背后被人戳了戳 哎你认识莫仲熙吗 叶翘连忙摇头 我们是在夜市碰到 男人恍然大悟 也是 那门弟子怎么会跟我们外门弟子一起 想通之后男人连忙向叶翘介绍着自己 我叫杜纯是一名剑修 你叫什么 叶翘 是个孤儿 看着叶浪浪那鄙夷的眼神对出心情 这小东西还挺费量的 那个明天有早课要一起去 叶浪浪短暂地思考一秒后 冲度纯比了都OK的手势 毕竟人生地不熟的有的路搭子也挺 次日常明宗广场内 老师正在讲述着外门剑口清风诀 所有弟子正在兢兢有神地听见 而叶翘则是靠着手臂呼呼大声 早知道昨晚就不话了 现在搞得那么快 不过这修仙界也是够绝的 刚报到第二天就上课 连个缓冲的时间都没 正当叶翘还在迷糊中 一阵剑鸣顿时引起了他的嘴 看着自己的同门师兄弟如此有激情 叶翘不禁下定了觉醒 全神贯注地看着手中的轻松剧 不过令他意想不到的事 书里的小人竟然在他的脑门周围挥舞着剑 这是什么情况 正当他出神时 一只手淘他肩膀牌 这一下直接将耍剑的小人拍子 叶翘你学会了没 我看你在这里站了一个小时 看着手中的剑 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好像是会了但是又没完全会 怎么会试试看 在得知叶翘还没学会剑法 变成他安慰的 没事的叶翘 就这么一会的功夫 不可能练成轻松绝的 而且据我所知 这次外门弟子中有很多 都是个大世家的旁系 咱们能低调就低调 听闻叶翘连忙点头表示胆谢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了 太出风头肯定会被孤立 这样平平无奇 还可以摸鱼本案就挺好 认真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 一转眼就到了下课时间 在听到执教老师说可以吃饭后 还没摸清食堂在哪 叶翘就乱跑着整食堂 叶翘 莫仲熙看着迷路的叶翘 飞快地朝他 听到有人喊自己叶翘连忙女 跑到叶翘身边的莫仲熙 一脸笑意地朝着他说 走小爷带你去逛 叶翘随意地冷了一声 但是注意力完全不在这身 他目光盯着莫仲熙要见得起 兴奋地问他这是你的本宫剑吗 他叫潮汐剑 是师父送给我的剑面 在灵气榜上排行第三 此时的莫仲熙竟然浮现出了一脸的幸福 我可以摸一摸你的剑吗 听伦要摸自己的剑莫仲熙连忙朝后打听 这是我老婆 而叶翘则是从善如流地继续说的 那我可以摸摸你老婆吗 莫仲熙面色阴冷地朝着叶翘说 你礼貌吗 此时严肃的表情甚至让人心生胆颤 不过下一秒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算了 只许碰一下 达到莫仲熙的老婆 嘿 见后 叶翘仿佛感觉到一股亲人心扉的喊 连忙把老婆交给了莫仲熙 随后对着自己的手轻轻地哈了口气 好了呀 莫仲熙拖着下的手 之所以粮食因为零剑的材质 我这把剑可是千年寒冰 不过 朝锡剑竟然没有攻击叶翘 这让他有些意味 毕竟之前触碰他的都被打飞了 叶翘也没多想朝着莫仲熙扮了的鬼脸手 说明我讨人喜欢没 长明宗的食堂通常都是外门弟子常来的地方 此时的叶翘领了几个包子后就开始大快躲 他不挑食只要有吃的能赶了 他就好有 只是这一幕让莫仲熙有些择饰 头一次见到这么能吃 随后一人边吃边和莫仲熙聊了情 再得知叶翘是剑修 莫仲熙不解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剑扶化 难道你是剑扶双修 叶翘连忙咬了一口包子对着莫仲熙 没 我只是随便化 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会化最基础 毕竟叶翘穿越前连服输都没见过 现在所画的都是根据脑海里的技术 压根谈不上扶修 莫仲熙听闻沉吟了片刻 随后满眼心情地朝着叶翘说 你要是想学画符 不如去请教一下明璇 他不仅是今年清传弟子中唯一一个扶修 是八大世家嫡妻一脉的传承女 听到明璇的名字后 叶翘不禁想起了书中情节 明璇是小说里的反派男 因无法突破制补而生出心目 最终堕入魔道成为了魔族的少主 入魔后的他更是对女主一见钟情 开启了和一群男人争抢女主的道路 叶翘不禁微微皱眉 明璇入魔末中 悉自毁道心轮为普通人 这么多天才怎么就没有一个落得善终了 就在刚刚 来到长明宗两个月的叶翘 还没起床就被杜淳的敲门伸给吵醒 叶翘你不会又在睡觉了 快起床吧 两位师兄要来我们外门挑选那门弟子 被气到吐血的长老让我们输到广场机会 还在睡梦中的叶翘双眼 未必反应了几分钟 懒懒的深恶的冷妖 曹杜淳回答知道了这就了 不知不觉已经在长明宗待了两个月 当然每天都要来练节 但也只是练节 除此之外就算成天睡觉改乱也不会被长老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炼方法 就比如叶翘 为了不应修为太差而被逐出师门 特地在房间里做了个简单的聚人阵 这样就算每天睡觉 灵气也会自动进入他的体 而如今的他已经达到了练琴 在宗门的广场中已经积极了外门弟子 毕竟只要是能够被选中成为恋人弟 那么将来在修仙之路可以说是平安心 当别人都在专心去这个动作 而杜淳则是拉着叶翘拼命的指导的前提 并热心的向他介绍起来 你看叶翘 那个穿白色衣服白色头发的是明璇师兄 穿黑色衣服黑色头发的是须宇师兄 因为之前就见过须宇 叶翘直接将暮光落在了白发少年身上 那个就是明璇嘛 杜淳一副脑残粉的架势朝着叶翘 对啊 帅吧 咱们总有很多女修想要嫁人 言语中不禁流露出一丝一样的情感 只不过原作者没写出来 叶翘叹了口气 唯硬肚子们 可能他们要失望 明璇师兄新进步 说不定哪天就走火路魔 虽说叶翘的声音不大 但听到你还说出新进步的事 顿时让他眉头紧皱朝叶翘看去 这时血雨蹭了蹭明璇的肩膀 小声地对他说 他就是我前不久和你说的那个沙刀女孩 是不是挺有意思 明璇侧身看向叶翘 就那个土豆地雷 我还不能说他是个小矮子 不可以 虚与面色认真的对着明璇解释 女孩子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 有见他紧闭双眼泄入幻想之中 我有一个小时妹 肯定会将这世界所有的好人解决 不过明璇显然没有那么温柔 转头问向身旁的赵长老 他说的是什么大 赵长老文言看了看叶翅 借一过平时一向寡廉少有的明璇 怎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不欺验的弟子 他修的是贱的 成绩在外门弟子中算是终归终矩 主要是这丫头每天练完剑吃完饭 就回院子里睡觉 也不知觉有什么可睡的 大到招招先入漫漫 如此懈怠又怎能取得一番成绩 这方法不禁让明璇陷入沉思 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不求上进的弟子 又是怎么得知自己心境不稳这件事 难道是潜伏吗 去和明璇二人在物色好这一届的内门弟子后 我一起回到了主风交差 只见两人略攻身形朝眼前人鞠躬 师父 我们二人已经挑选好了这一届的内门弟子 只见长明宗宗主在二人面前来回夺 我听说月清宗 最近忽悠到一个极品的水银跟弟子 极品灵根本身就屈之可恕 结果还被别人给抢现 得到极品灵根后月清宗可谓是出镜头 宗主秦范范盯着自己两个不争气的弟子 你们几个什么时候能给我长长脸 区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明璇有耳朵进左耳朵出 秦范范倒也没指望他这些弟子 能做出什么精天地气 但是作为清传弟子的他们 毕竟是宗门的天之骄子 所有的资源都在他们清晰 可他们没有一个事实 贵仲西与英璇平时就不足备 比赛还没开始他俩就开始命 如果到了赛场时的运气发生 大弟子都行民众叠体 作为修为最好的一个弟子 结果整天半死不活动了 生怕一眼没成见 下一秒就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秦范还算是这四人中比较正常一些 没说完一个声音便从门外转 呦 今天这么热闹 只见莫仲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 一脸开心地朝着秦范范问道 师傅找我有什么事吗 看到这个弟子秦范范就起 怒冲冲地指着莫仲西说 你个小偷崽子就不能少给我惹点事 天天和那个叫叶翘的外门弟子往山下 这山下是有你爹还是有你 莫仲西西经上身 一脸可怜巴巴的母样大喊委屈 师傅你也知道 宗门内除了叶翘愿意和我 其余人压根不离物 然后转身走向薛宇和明泉身边指着他们说 这两个狗男男一天到晚成双成队 周师兄整个日不见人影 内门和外门也都害怕我倾传弟子的身体 只有叶翘不嫌弃我陪我下身 说罢他的眼角竟流出了些许的眼泪 形犯犯干咳咳了一身 没想到自己一向傻呵呵的小弟子竟然有这么大的怨气 连忙转移了话题 所以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要为你们增加一个师弟或者师妹 不过你们是想要师弟还是想要师妹 那当然是要想师妹 其他宗都有可爱的小师妹 就咱们宗一群臭男 连问剑宗那种不解放情的剑修宗人都有小师妹 大刚说完就跟明璇撇了一眼 好笑 说的跟你不是剑修爷 随后两人就开始了剧烈的争扎 这一向师父关己的薛宇也站了出来 向师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师父不要小师弟 像莫仲熙这种 连咱们宗门的狗都嫌他反一点也不可能 我更喜欢女孩子 想到自己收的这四个大门 秦范范录了录自己的胡须 觉得他们说的有些许道 是时候收个母弟子 你们觉得收谁比较好 毕竟今年外门有几个天赋不错 内门也有几个圣体一根的小姑娘 只见莫仲熙与薛宇 静一口同声地对着秦范范说出 叶翘的名字 师父我觉得叶翘就好 不知道为什么 薛宇总有一种很好的预论 这个小师妹肯定会让这个封门任务起 薛宇正在极力地推荐叶翘做清传弟子 为了增加成功率 他直接朝明璇问道有没有意见 明璇错了错眉 将手上的扇子合上后撑的薛宇说 我都可以 你们决定 对就是他 反正咱们综长年倒数第一 今年估计也找不到什么天才 干脆就选叶翘了 多可爱的小沙雕啊 我感觉挺好 只见秦范范沉没了几秒后 竟被莫仲熙这小子的理由撼动 虽然说的与实际有那么点出入 但也不误到 至于宗门已经持续百年倒数第一了 清传是谁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毕竟你孩子也听不懂 随后秦范范作为一宗之主 马上就下定了主意 行吧 就好了 我们今后不争宗门才好了 你强人你强 我们长明宗算是百辣了 死心的外门弟子宿舍内 看了一天全情后的叶翘 刚脱了鞋子躺 往上准备睡觉 就被门外的敲门声给吓了 叶翘 宗主要见你 马上去主峰 那要去主峰叶翘开始琢磨起 我入宗俩越来认识的都是弟子 唯一混熟的也就一个赵整了 宗主这么大的人物怎么会找我 不会是嫌我吃的都要把我逐出宗门吧 即使再不情愿 也只能穿上衣服朝着主峰跑去 看着高耸鹿云的主峰 叶翘的双腿有些颤 不禁在心中吐槽着 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不会遇见吗 这么跑上去人不得废话 不过换种思路想想也就没有那么难受 毕竟的999层世界跑上去 就像皇帝登记一样神兽人庄严 停滚 在经历了三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大殿 此时的叶翘已经困得累了不行 看着宗主与三位失去 叶翘迷迷糊糊的朝他们问了句话 在主位的勤犯犯 也就无所谓了 随即一脸微笑地朝着叶翘 小姑娘你想不想做清楚 叶翘听王 去一阵夸套 我这是造了什么烈 要去做清楚 这叶翘沉默不语 秦范范便当他是太开心了向他介绍 这三位是你的师兄 之前应该都见过 叶翘抬头看向了莫仲熙 声音有些颤抖的说 当然见过 内心不禁吐槽 前几天还一起偷偷下山完树 今天就变成自己的师兄 这叶翘看向自己莫仲熙连忙朝他眨眼为一 心中暗自高兴 看样子叶翘已经开心的都说不出话了 看着沉默不语的叶翘 秦范范特意嘱咐 叶翘你先回去收拾收拾 明天就来我这报道 叶翘深吸一口气 露出着笔窟还难看的笑 回应着他 彗子遵命 看着叶翘累汪汪的眼神 秦范范不禁感慨不错 虽然天赋低爱偷懒能吃粉 但至少懂得感恩 他来以后要对他增加特训 提升他的食物 从宗主那里离开 叶翘躺在床上 再也没有睡 他三来复去的心 屁下颠倒的下 都没想明白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到这一 清传弟子 内门和外门 就属清传弟子的任务最重 除了为宗门争光参加比赛 还要上课训练 不但如此清雾重悉数 有一个长老亲自训练他的反应素 几乎每天都会挨打 那时候叶翘还虚伪地 平行的太子决 没想到抱怨来得这么快 现在就轮到自己 这一面他内容满 且夜无谋 一月凌晨 网场堂居 那一群人在捍入的叶翘 怎么听说了呢 叶翘昨天连夜被喊去 成为了清传弟子 一袭蓝衣的男子 马上复合了 他以前上课连我都不如 这层们谁给他走的后面 就算排队也轮不到他 忘记我们内门的宁师姐 不是比他更乱势 他可是我们宗的内门弟子上屏 就算在大宗门也是一个天子 没想到十拿九稳的清传弟子 就这么被截火了 此时叶翘房间内 杜淳正帮他收拾东西 两人坐了两月的路 搭死相处的 听说夜翘要走他还挺不舍 你小子可以啊 不声不响的就成了清传弟子 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计 而夜翘此时却垮着个脸 跟死了爹娘一样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步恨也不成刚地 捏着夜翘的脸 笑一笑 总垮着个脸算什么 夜翘留着泪敌着嘴笑得更吓 得 还是别强颜欢笑 随后便又收拾了几 夜翘商货很携取 平时的钱几乎都用在吃上 行李除了一板破解 喝几个零食之外也没什么 正当杜淳准备离开时夜翘 然后将手中的距离符交给他 并朝他解释 这个符咒的使用方法也就不行 听闻后杜淳有些服依的 看着面前的小主 真的假的 只是躺着就能修炼这种 东西真的假的 看着发呆的杜淳夜翘 他说了这 你事实就知道 随后便推门朝外走去 结果刚打开房门 一道灵力的见光直指夜翘 他内心平静地 看着眼前的少女 见没有丝毫胆怯的夜翘 明晴更怒 恶狠狠地看着夜翘 凭什么可以做清传弟子 凭你能吃饭 还是能睡觉 抑或者你和牧师兄的关系 不然你一个只会百万的嫌疑 为什么能进入主宫 与明璇师兄一起修炼 看着满脸怒意的事情 夜翘小心翼翼地 将指向自己的剑推开 随后对着眼前的女人 一脸忧郁地说 师姐 你根本不懂我有多羡慕 哎 看着胡言乱语的夜翘 明晴不惊疑 你羡慕我做什么 羡慕我没有成为清纯 要不是看夜翘那表情 不像是装的 明晴早就开骂了 只见夜翘沉默了天 她的口气 表情更加难受地朝着明晴说 我羡慕所有不用努力的人 听到这么不要脸的说辞 明晴不禁吐槽 这人有毛病 当我身后一道帅气的身影 出现在不远 只见男人手中拿着一束花 对着夜翘说了一声走 原本还在争论的二人 这才发现生活多了 大师兄 夜翘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毕竟须与明玄和慕重戏 他都见过 只剩下大师兄周行云 还没露过你 但小说里 这个大师兄是一个 幽育艳势大赛典 为事的时候 他就在想要怎么去死 总之就是每天都在 死亡的边缘反复横停 直到最后被温柔善良的 万人民女主姐姐 从此便堂而皇之地 成为了女主后宫中的一员 只见周行云慵懒的能力声 随后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思考中的夜翘 看着夜翘头顶上竖起来的呆毛 在风中左右摇曳甚是不熟 便伸出手 朝着他的呆毛压了下去 夜翘一脸疑惑地 看着眼前的大师兄 心想这人有头病 目我的头干什么 看着刚把手拿开 又竖起来的呆毛 周行云眉头微重 死死地盯着呆毛 又给按了回去 结果还是刚拿开又残了 夜翘若有所思地 看着眼前的大师兄 心想大概不会是有强迫症的 看着宁死不屈的呆毛 周行云暂时选择放弃 然后便将夜翘带回了主宫 直接做起了甩手掌柜 冲着薛宇说 那你的小师妹 然后像林小姬一样 把夜翘拎了起 丢给了薛宇 然后便毫无留恋的你 他怕自己在骨子 肯定会忍不住 将夜翘脑袋上的呆毛 被剪 看着快速离开的周行云 薛宇并没有理会 反倒是马上关心起了 怀中的小师妹 在原地稍作歇息后 就随薛宇进入了小竹林中 应不知成为青传弟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夜翘全程都跟在薛宇的身后 时不时地发出一些疑惑声 师兄 收青传弟子 不会举行什么典礼 薛宇顿了顿步子 没有 也许是他感觉这样显得冷 又连忙解释的 我们私人之前是没有 夜翘不经困恶 为什么其他的宗门友 他记得原助理女主 明确被收为青传时 八方贺喜 怎么到了长明宗就这么简末 薛宇文言 青生甘可以全底纯说道 可能是因为咱们的精罪不够 夜翘干巴巴地回了一句 心中不禁吐槽 说白了就是权美 毕竟在这个世界 最赚钱的是扶修和丹修 恰巧在这长明宗 最缺的还是扶修和丹修 果然穷是有道理 薛宇看着夜翘一副 鼓哗哗的指上武器 不禁完二 一边走一边向他解释 咱们只有两节课需要什么 分别是心法课和训练课 这点就比别的宗门强 而且两节课 都会有宗门的长老亲自来教导 不过你也不用怕跟不上镜 如果有不会的问题 可以找长老或者问我 听到宛如与学校一模一样的说辞 让原本就伤心的夜翘更伤心了 心想自己究竟是造神秘 首先成为清传弟子 再被师姐孤立 然后每天还要上两节课 夜翘越想越是委屈 就在这时 极其浓郁的灵气犹如红流浴 朝着夜翘孤天盖地的心 浅些将没有任何准备的夜翘压得转过气 看着如此浓郁的灵气 他总算知道了那门弟子修我 为什么能轻轻松松地甩外门这么一大截 一旁的薛宇看出了夜翘的故事 连忙在自己的袖带中 拖索了什么东西 这是顾灵丹 你吞下一颗可能会舒服一些 见状夜翘微微一乱 人后小心翼翼地接过了丹药 虽说他对修为体系没那么了解 但是顾灵丹他可是知道 连助中提到顾顾灵丹的用途 他不但能让灵气稳定下来 还能让一些境界不稳 迅速地打下基础 即便是薛宇这样的练单天 在长民宗三年时间里 也只练成了三分 而且全部都比了万人鸣 夜翘有些受苦若惊的坎虚 双手紧握白玉皮 一脸呆呆的表情冲着薛宇说的 你三师兄 你真好 看着夜翘那明亮亮的大眼睛 和乖巧听话的态 薛宇不禁感慨 小师妹不但可爱 还很有礼貌 完全和沐仲西那个张口闭口 只知道索取的棒指不动 正当两人即将走入训练场地时 天空一道人形流星滑 并伴随着一声声咱叫 夜翘见状马上用手 这眉头朝天空望去 好快的鸟人啊 这个鸟人就砸在了夜翘的身体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沐仲西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可恶 好疼啊 坠落在地的沐仲西 艰难地站起了身 指着远处的明雪 怒气冲冲的大喊 明雪你是不是想要打架 我怕你吗 只见他瞬间笑容收敛 从笑袋中拿出几张胡转 两人之间的气氛 瞬间变得剑马俩张起 夜翘看着两人一肆激发的状态 曹雪宇问道 他们私底下都是这么像 恨不得要把对方忘记 雪宇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 是啊 等他们打完就好了 不用担心他们了 夜翘平时最喜欢看热门 顿时双眼发光言语激动说 真的吗 真的吗 打起来打起 他还没见过别人打下 雪宇闻言有些疑惑地 看小师后的夜情 为什么感觉小师妹 有种很兴奋的感觉 夜翘也意识到了自己 马上用手遮影 换了一部悲痛万分的表情 真的吗 此时薛宇心情 别以为你换了表情 我就看不出你的小心思 最终他们两个也是在薛宇的条件下 暂时放下了对彼此的承接 毕竟一会断长老就要来 要是被发现打架的话 所有人都要被逮 如果任由他们这么发展下去 估计他俩今天起码要谈一个 此时的训练场内 一些内门的地理 都要能够偷学一些密集 也跑在这里去 和夜翘他们的长老 是一个身高九尺胡子拉叉的男人 看见如此刀大魁梧的男人 夜翘就仿佛是一个 毛绒娃娃般大型 也就是新来的青传弟子夜翘 说话便拍了拍夜翘的肩头 这一巴掌镜 直接将夜翘拍出了内省 趴在地上 男人微微一惊开着 从笛子吞起的夜翘形象 这个弟子怎么这么死 站在一旁的莫中心 微微皱了皱眉 不满地朝着段长老奥运起来 长老他又不是我 被你打了这么多年 他才第一天来你给他温柔 夜翘颤颤巍巍巍地 扶着自己的冷腰 朝莫重膝头 去了一个感激铁灵的眼神 见从地上爬起来的夜翘 段长老有些无奈地看见 既然你这么弱 那就先从最基础的 踏青风开始练习 说话便将力气丢给了夜翘 心有关心地朝着他 学会了这 即使遇到危险打不过赢 你的四个师兄 已经学会了龙会关门 这几日你也要勤加练习 只见夜翘乖巧地抱着 怀中的小等人爽快地答应 听说了夜翘的摆烂行径 段长老还是朝着夜翘危险 我三天后来抽查你的功课 到时候如果跑得慢 就等着被我踹 夜翘有些不明 所以的歪了歪 怎么个踹踏 段玉为了能让夜翘充分理解 偷懒摸鱼不修炼的下场 与飞躺着一旁看戏的沐重膝踹去 意识到不对劲的沐重膝 还没来得及跑 就被一脚踹倒 你站在这里干嘛 还不赶紧去训练 被踹倒在地的沐重膝 赶怒不赶延的朝着段长老 轻声地说了句 我是无辜的 你不要拿我做教材讲解 说吧还不忘揉了揉自己的屁 站在一旁的夜翘 看到这一幕脸都绿了 他虽然喜欢短暂 但是不喜欢被人踹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为了不被踹 夜翘努力地记下了段玉的出走方式 没错他记下来的不是唐青风 而是段玉的出角速度 快点 再跑快点 段玉在夜翘后面紧紧的认定 看着慢下来的夜翘 段玉也是毫不留情地朝着他踹 就在即将被踹上的一瞬间 夜翘立马使出了他心脏 以此走过了被踹的内面 这也是为什么夜翘毫不懈戴地去练 把青风的阴影 而沐重西显然是已经非常熟练 他甚至一边跑一边回头拉着夜翘一起 两人一前一后 只要谁的速度双半 就会被追上来的段玉体平 此时的段玉一直在两人的身后恐吓 而身为扶修的明雪 则是在一旁幸灾恶祸地嘲笑着 小土豆地雷 你怎么长得那么矮 是家里人不给你饭吃吗 谁知夜翘直接冲着明雪大喊 我没有家人 是个孤儿 就是这一句话让明雪妹救了两个月 甚至于深夜没人的时候 明雪都会给自己一个大粉拔子 我真该死了 对小师妹说出那样的话 时间飞逝 很快就已经过了两个月 此时的心脏课中 老赵头正在言传身教地讲述着心脏大声 而坐在台下听讲的夜翘则是在买单摸鱼 不过段长老的特讯确实给夜翘 仅仅使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从练习五层升到了练习角 当他还在放逃时 殊不知自己已经被老赵头给盯上 夜翘你来回答一下我刚刚的问题 回答不上来的 还是老规矩去打草藏书 全程心思都在神游的夜翘 完全不知道刚刚在讲 在支支吾吾了半天后 小声的走不跑了去 为什么赵长老每次都提问我 当吐槽完了 坐在身旁的明雪此时慵懒的大夫的哈欠 他秉承着死到有不死的道理 只是明雪对赵长老 明雪师兄说这题他会 啥 两人四目相对 夜翘此时也是松了一口气 拖着脑袋面露乖巧的 朝着明雪小声的说 已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作为我们朝明宗扶修一脉的希望 有道是能者多劳 你就多劳累劳累吧 夜翘此时面露坏想 毕竟师兄本就是为师弟师妹们遮风挡雨的 由于心法科确实无聊 加上近日赵长老一直盯着夜翘提问 这也让明雪钻了肤子没仔细听 谁知道就这么冷不丁的抽到了自己 他一脸猛逼的被坑了起 来训了一顿后再猛逼的坐下 七月的天气炎热而沉闷 一丝风吹来让人感受不到半点清凉 此时的夜翘趴在脚桌上 江叔立起眼睛撑不住的在打架 刚被夜翘吭过的明雪 见夜翘的脑袋一直在掉里 然后轻轻的凑到了夜翘的耳边说道 小师妹下课了 半睡半醒的夜翘 已经对下课了这三个字的记忆课进了DNA里 只见他条件反射蹭的一下跳了起 就连书桌都因他动作浮度过大而被水飞出去 此时的夜翘哪有心思去管这些 只见他蹦着跳着就朝着食堂跑去 结果刚跑离座位 就被强行憋笑的明雪拽住 当夜翘还在疑问为什么要拉着自己是 转头却发现薛宇和慕仲熙 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坐着 见状老罩头皱了皱眉看着夜翘 突然跳起来干嘛 是对我的授课方式本事 还是对我让你打扫藏书哥有利 以至于课堂上把桌子掀翻来等食堂 夜翘的ICU此时还没完全开机 一脸问号地看着老罩头 毕竟扰乱课堂秩序这是可大可惜 夜翘在被训斥一顿后坐了下来 身后的明雪以善言嘴 幸灾乐或地对着夜翘调整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师妹话音刚落就被老罩头盯上 你还有脸幸灾乐或别人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许不会 下课了你们俩一起滚去打扫藏书 见到明雪师兄的表情从呆住 再到笑容逐渐消失 原本还在垮着个闭脸的夜翘这回也笑 师兄天到好轮回苍天饶过水呀 来呀互相伤害呀 反正我脸皮破不破 对于这种无赖师妹 明雪一时也不知如何应用 生怕一不小心又被她坑 认真听讲的时候 时间往往总是过得很 在干完饭后的二人 毕钱以后的来到了藏书阁打扫卫生 坐在凳子上的网管是瞅了眼夜翘说的 小丫头又来扫地了 这个又自用的很有灵性 直接将刚吃过饭开心的夜翘 瞬间拉入谷底 自从她上了老赵头的心房 已经连续在这里打扫了半个月的卫生 本就因连续打扫了半个月而不爽的夜景 此时就半死不活地拿扫帚晃眼 就在这时 她猛然发现一旁偷懒看书的二师兄 连忙跑到她的身边 一脸露意地朝坐在凳子上的二师兄后 让一让 明雪自知里亏便也忍气吞声地挪了挪紧 随后盯着夜翘不满地朝她吐槽的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你现在在和长明宗清传弟子中 唯一的一个扶修说话 然后又重申了一下自己作为二师兄的身子 说完便收起了折身 一脸郑重地对夜翘说 你要尊重师兄明白吗 听到明雪一副老成的语气 夜翘用胳膊煮着扫帚 然后一边鼓掌一边阴阳怪气地朝着明雪说 哇 你好厉害 太厉害了 语气中透露着敷衍与嘲讽 作为大聪明的明雪 当然知道她这是在嘲讽自己 然后死死地盯着夜景 两人四路相对 甚至连空气中都出现了阵阵五花 毕竟在他们的心中都藏着自己的小酒精 然后两人就这么一指头 王管事件两人都开始打 不禁冷空一声朝着二人说 打扫不完不许不许 闻言夜翘更来劲了 索性将扫把一丢 拿着金书当做枕头躺在了地上就睡 这一幕直接将明雪给惊呆了 她也不管那么多 反正夜翘不扫自己也不扫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耗了一个小时 最终还是明雪顶不住率先开口 我又饿了 听明雪这么一说夜翘瞬间做起身 一脸迥样地附和着 我也饿了 看到情况有缓和的余地 明雪连忙清了清嗓子 心虚地朝着夜翘说 要不咱们扫快点 趁食堂还没关门 也许还能搞点剩饭事 夜翘捡起了丢在旁边的扫帚 连忙回应道 可以 原本还在争吵的二人 此时也因吃饭的问题 化解了对彼此的成见 然后组成了扫地小认队 各有分工地打扫着卫生 不为别的 只为能够赶在食堂关门之前 能吃上剩下来的包子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 两人不约而同地使出了她清风 仅仅是在一瞬间 整个藏书阁就以尘土飞影 正在看书的王管市 被扫起的灰尘枪的哮喘都犯了 还没来得及去支持她 就被二人丢来的扫帚给砸了 正当她准备发火时 夜翘二人一溜烟地就朝着门外跑去 然后朝着老人说道 王管市食堂快要关门 等我们吃完饭再回来继续打扫 看着跑得飞快的二人 王管市气了浑身发 就这样的懒败 哪里是什么好 我看他们就是饿死鬼头太转世 就在刚刚身为夜翘世尊的断育 为不浪费夜翘的天赋能力 于是找到赵长老私下商议 想靠惩罚打扫藏书阁 来让夜翘偷取秘书 结果这丫头到头 扫完就往餐厅里 从没正眼看过藏书阁的书 管市冷哼一声 似乎并不认可他到了 如果他真有你说的那样 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为什么外门口和城际 每次都那么平庸 一旁的断育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时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此时长明宗食堂内的夜翘二人 由于来的时间太过于晚 这也导致了所有的食物 就只剩下馒头 夜翘倒也不挑 端着盘子在领了五个馒头后 就开开心心地朝着饭桌走去 这一幕直接把明璇给弹淡 夜翘怎么那么能吃 别的小师妹吃两口就饱 而她却一口气吃了 在干完饭后 二人一前一后地朝着长书阁走去 一想到只需把剩下的两层扫完 就可以回去睡觉 夜翘连忙生了个懒腰 然后拿起扫帚纸的明璇喊 走我们去打扫第三个 藏书阁的第三层中 则是存放了长云宗内所有的福传书籍 看着摆放在书架上一尘不染的书籍 夜翘顺手就看了起 这是身为扶休的明璇 则是一脸自豪地讲述着这些书籍的历痕之数 相传每个宗门藏书阁里面的书 都是从祖师那一带流传下来的孤独 而且这里只有青传弟子能够经 就连内门的弟子想来这扫地都没机会 见他吹得这么牛 夜翘连忙拿起一本书对着明璇问 师兄这个浴火符是做什么的 看上去还挺值钱的 一旁正积极打扫卫生的明璇 扭头凑近看着书里面的内容 有些浮疑地问夜翘 你一个见修问这干什么 只见夜翘瞪大了明汪汪的双眼 用一脸崇拜和仰慕的眼神对着明璇吹去 虽然我是一个小小的剑训 但是我对福众有种天生的共鸣 尤其是在听说修真界有的像二师兄这般的天才 我就愈发地感觉对福传更感兴趣 夜翘这么一顿操作下来 明璇终究还是没底 一脸羞红的倾壳一声 那你看好吧 师兄就教你一遍 随后便拿出了纸和笔画的钱 他画得并不快 也可以夜翘记性好 不然真的很难在他那犹如狂跑般的符文中探出 在最后一笔完成了 明璇帅帅地拿起了福传这个月档 这就是预本 然而此时的夜翘 正死死地盯着明璇手中燃烧的福传 这是他第一次见福修法 不禁瞪大了双眼双手 一直在补整惊叹 好神奇啊 你真棒啊 师兄就靠这么几句话 就把明璇骗得苦茶子都不胜了 看小师妹那纯真无邪的眼神 明璇顿时有些飘飘然 然后几眉弄眼地朝着夜翘说 那是自然 你要是想学的话 围兄就教你 不收费的那种哦 说吧明璇便准备拿笔现场教训 不料被夜翘连忙制止 谢谢师兄 不过应该不用了 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你刚刚画的步骤 说吧就按照明璇方才的步骤 拿笔划了钱 仅仅是在收笔的一瞬间 灵火竟在纸上迅速升起 这番操作让身为福修的明璇不禁感叹 自己的憨皮小师妹 竟然在福转上有着如此大的噪音 还没感叹我 就见福转上的灵火竟在飞速地旋转 哇 这个灵火会 话音刚落原本还在福转上 竟直直地朝着明璇飞去 但是由于身体的本能反应 使得明璇连忙特身点击 虽然他躲过了攻击 但身后的书架就没那么红了 仅仅在接触到密集的一瞬子 灵火就如染天赤地般 驯服穿了起 火刺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出了火刺 正当夜翘还在呆呆地瞅着眼前 不断蔓延到火的事实 明璇已经双手结翼 直接在他头顶上方 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水球 朝着密集水去 夜翘 明璇 完蛋 这下巴饼平了 二人刚把火托灭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身后便传来王管事的怒口 怒意滔天的王管事 此时已全然不顾为人世尊的一瞳 直接踹开了存放密集的房门 每只手拎着一个朝他们大喊 你们俩崽子 为什么要在藏书阁王母 是不是疯了 还是说你们俩对老夫有什么意见 今天你们敢烧藏书阁 明天就敢灭了整个长明宗 这时明璇与罪魁破手 夜翘微微懦懦地说了句 不敢吗 王管事指着烧成渣的书籍风啸地说 不敢的话 你们两个崽子告诉我眼前是幻觉 看到这一幕的王管事心都在滴血 这次被损毁的至少有几十本书 前每一本都是孤独 夜翘不是傻子 这时候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走向王管事身边道歉 对不起王管事 都是我的错 你要怎么处罚我都认 请一定要带上明璇师兄 王管事哪有心情搭理这倒霉海 见到浑身都在发抖的王管事 夜翘良心不安地又问 长老 请问这些书有留影时吗 听到留影时后 王管事马上警惕起 你问留影时干什么 别想再打留影时的注意 见管事误会自己 夜翘连忙解释道 如果您信了过 并愿意给我一次将功赌过的机会 请你把留影时借给我 我给您完完整整的抄下来 看着怒气滔天的王管事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火 为了还能继续摆烂下去 他只好提出借用留影时重新抄袭 不过留影时一生只能开启一次 王管事有些狐疑地问夜翘 你只看一次就能把留影时的内容给抄下来 夜翘点了点头说 请你相信我 看着夜翘退去平日细皮笑脸的表情 闭脸认真的没有 加上方才断玉吹嘘的这丫头 有顾目不忘的本事 王管事最终还是将留影时交给他 刚好以此来测试他的能力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王管事担心夜翘被外界的因素打扰心境 直接让他去宗门禁地抄袭 并下命令没有抄完不许 听到去禁地一旁的鸣选马上开溜 毕竟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很无聊 再加上十几个留影时 不知道自己的小师妹能抄到活年满月 不料刚跑下台阶就被王管事喊 你小子往哪跑 一会和夜翘一起去进去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 帮夜翘多拿起个馒头 别饿着他 明白没 明璇悠悠地说了句明白 然后在心里自顾自地想着 自从跟这个倒霉孩子接触后 总是快事不断 看来以后要跟他保持些距离 对 必须保持一些距离 然而在宗门的另一层 段玉和明璇正在讲述着 刚刚藏书阁发生的事 行云你那个小师妹又作妖了 只见周行云放下手中的茶杯轻叹一声 夜翘吗 他咋了 只见段玉哈哈大笑着说 他把王管事的藏书阁给烧了 还是和明璇一起烧的 厉害吧 周行云面无表情地想着小师妹 进宗后发生了一幕 第一次刚入宗就将宗门广场砸了个大坑 紧接着稀里糊涂地又当上了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身份还没整明白 又带着明璇把藏书阁给烧了 这是收了个小师妹还是收了个挂 周行云又陷入了沉思中 此时的长明宗静地内 夜翘和明璇并行的走着 看着静地内的风景以及浓郁的灵气 夜翘不禁赶快 如果能在这里搞几张巨灵子 估计躺着就能成仙 见夜翘一脸开心的门 明璇接下来的一戏话 瞬间浇灭了他的积极性 虽说静地内灵气充沛 但也暗藏杀机 毕竟危险与机遇病毒 你可得小心点师妹 不要被妖怪吃掉 倒是我可不救你 话刚说完 夜翘猛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形 正靠着山地睡醒 走近一看 近视自己的三师兄薛宇 薛宇见识他们后 很热情地朝他俩打招 师兄师妹我在这 你们犯什么事进来的 夜翘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把藏书阁烧了 对于夜翘会做出这种事 薛宇并不意外 随即指了旨意旁的明璇问夜琴 那他是来送你的吗 不是 他和我一起烧的 薛宇一个猎切差点没摔到 果然自己的师兄妹们终于分离 他沉默片刻后 声音轻柔地对着夜翘说 你和王管事有仇 没啊 我就是在里面王火不小心 才把书给烧了 王火 哪个正常人会在大碗上 跑到满市书籍的藏书和王火 原来就在刚刚被管事 罚到禁地超书的二人 竟在这里遇到了睡觉的三师兄薛宇 为了弄清他为何深更半夜来到这里 明璇走向前问道 你怎么进来了 只见薛宇面色平静地 看着明璇二人一脸微笑地说 今天练了几个单想试试效果 然后找了几个师兄进行投喂 哪成想他们身体那么不精凿 全被毒倒了 在听到三师兄血雨的话后 夜翘不禁无语地看着他 这都是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清传弟子啊 一旁的明璇听到他们两人越闹越起劲 则是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 面色不悦地对着夜翘说 小师妹快抄吧 等你抄完我才能出去 看着坐在地上被连累进来的二师兄 夜翘心怀愧疚地拿出了留影识以及指纸 随着神识的探论 他竟凭空出现在了留影识的小世界中 看着漫天漂浮的书籍夜翘不由的有些发梦 随着一页页的书籍被翻开 夜翘认真的在脑海中刻画了 突然 他猛地睁眼拿起笔就开始写了写 只不过由于明璇一旁催促的原因 夜翘的字就犹如鬼话服一般写得甚是难看 而站在一旁的血雨看着埋头苦干的夜翘 有些好奇地挤到了明璇身边问 小师妹这是在干嘛 抄书吗 对 他玩火直接在藏书阁烧坏了十几本秘籍 为了将功不过 小师妹信誓旦旦地对着王管事说能把几十本书全部抄下 血雨文言微微一愣 全部抄下来 如果小师妹真这样牛的话 要是以后得罪了他那不得被记恨一辈子 随着夜晚的退去黎明的到来 只见夜翘身体颤颤巍巍的还在坚持着 虽说握笔的手在持续发动 但他的意志丝毫没有发动 刚睡醒的二人拿起夜翘抄下来的纸张看了前 则则 小师妹为了敢功 这次记恐怕他自己都认不出 话刚说完 夜翘就因过度用脑重重地倒了下去 小师妹你别死啊 血雨连忙冲着夜翘喊道 只见倒在地上的夜翘双眼空洞地躺在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明学二人的错觉 依稀能剑在夜翘的口中吐出一只小幽灵 呆愣了一会之后 他俩连忙将倒在地上的夜翘搀扶起 又是锤背又是加油地鼓励着 这时在宇宙超级无敌自私鬼的明学口中 竟然吐出几个大字 小师妹为凶什么时候出去就靠你 这充满自私且放荡不羁的话 完全没有在乎小师妹的感受 不过此时脑袋里萌萌的夜翘 似乎没有听到这些伤人的话 愣是直接摆脱了二人的搀扶 朝着纸和鼻走去 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 此时的夜翘双眼失神 鼻子止不住地流血 据夜翘后来的回忆 当时除了头晕还是头晕 感觉身体被掏空一半 这时血雨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担心 连忙取出了昨日炼的丹药 朝着夜翘喂了下去 不过可惜的是心是好的嘴是坏的 你说他喂就喂北 非得说了句 多吃点小师妹 吃饱了好上路 就连自私的明选此时都听不下去 为了能让夜翘继续抄写下去 他竟不惜走到夜翘身边 说出了违心的话 小师妹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违兄相信只要你足够努力 连老天爷都会帮你 夜翘他喵得竟然信 只见他一跃而起 拿起鸡蛋大的干药就吞了下去 他突破了 天天屁事不干只知道摆烂的他 竟然突破了 正当自己的师兄还在差一时 他连忙探查试海 没意会他便缓缓地说出 好像是真的突破了 目前的夜翘已经达到了练习巅峰 距离下一集只差一步之遥 怪不得刚刚抄输的时候 突然感觉小世界变大 原来是自己突破了 站在一旁的明选猛地一愣 然后吐槽起来 现在破镜都这么简单了吗 按照流程来走的话 在小师妹这个级别突破 起码要花半个月的时间才行 可他怎么那么快 薛宇撑着下巴仔细地思索了一会儿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小师妹 在超书的时候 靠着符转破镜的 明选马上凑到薛宇身边小声地说 小师妹不是剑修吗 剑修能靠画符破镜 薛宇若有所思想了想 随后碰了碰明选的手肘说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双修 作为宗门清残弟子的明选 则会不知道 这种符到双修的人 个个都是数一数二的天子 据说咱们常明宗祖师 就是剑修家单修 没等他说完叶修就跑到他们身后 将手搭在了他们的肩膀 别胡思乱想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里灵气太浓郁了 所以我才会这么容易突破 好了不和你们吹牛了 我要继续去超书了 在全身心投入到一件事中 时间往往都是过得很快 转眼就过了两天 在得知叶修超完书后 明璇飞快地去喊了王管师 看着堆在地上厚厚地宣指 王管师悠悠地问叶修 都超完了吗 因为马上就能离开这里 叶修此时的心情非常好 闭脸笑意地回答道 都超好了 王管师翻开来看了一眼 不禁嘴角抽搐 不得不说叶修的字 简直可以用堵脸风骚 惨不忍堵来行人 但也没得挑了 看样子只能改天 再找几个写字好看的弟子 再超一遍 他瞥了一眼叶修 然后就让薛宇和明璇先行回去 至于叶修你跟我来 再听到单独喊了自己名字后 叶修慌了 虽然很不情愿 但也没办法 只能跟了上去 看着已经被打扫干净的藏书骨 叶修不禁有些疑惑地问 王管师你喊我来 这里有事吗 只见王管师小心翼翼拿起卷证 声音沉沉地对叶修说 小姑娘帮个忙怎么样 叶修立马紧辟邪 看着王管师手中残破不堪的卷证 他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王管师被叶修那谨慎的态度给吓到 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这丫头根本就不按套路出口 其他弟子听到这种好事 早就答应了 哪里会问这么多为什么 不过毕竟是有求于人 态度不能那么强烈 随后便开始给叶修画笔 你听我讲小丫头 这些单方都是祖师爷留下来的 你在抄写的时候记下来 将来对你来说必定受益匪济 况且你都能把刘影师里面的内容搞下来 这点东西对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吗 你说的我都明白管师 可是我是人不是神 王管师是何等聪明的人 立马想出了对策 你不是神我把你捧成神不就懂 随后便开始郑重地对叶修说 像你这种天资聪慧的小姑娘不多见了 这样只要你肯抄 条件随便挑 听到可以提条件 叶修顿时两眼发光 只要你能把古籍一字不差地抄上 要隔离的灵丹随你挑 他已经深知了 如果不给叶修点之前的东西 这小兔崽子绝对不会帮自己抄数 听到随便挑叶修果断脚步一水 闭脸笑意地说成交 看着叶修的表情 王管师心中大骂不好 总感觉背着丫头给泡沫 由于上古残卷经历了数千年时光的洗脸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一旦打开不出一炷箱的时间 就会化为灰烬 而叶修则是完全没有这个步 在接过残卷后 他马上将神石探论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叶修的神石已经来到了小世界中 看着周遭的建筑以及摆设 净与当今的藏书阁完全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华丽的 他走近一看 只见身为常明宗的祖师爷 正在那里碎碎念 苦爱草 拧忧花 天仁祠 拍黄瓜 念叨完不禁叹了一口气 宗门里的狗都饿死 还想着练丹的 等老子有钱了 就回家开个养猪层 一旁的叶修听到后不禁的 这老头还挺有想法的 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倒也想去回家养猪 虽然老头的嘴里一直在多闹 可是手上的活却是一点没落下 名单控火雷洗都处理好 接下来就差最后一波 只见他双手飞快结印 直接朝着丹颅打去 再看完所有的步骤后 叶修的神石也回到了本体之中 随即马上提笔 在空白的宣纸上面飞快地写着 看着如此认真的叶修 就连刚刚被坑的王管事也不进头 虽说这丫头一身反骨 没想到还真有点本事 不出半个钟的时间 叶修就已经将方才在小世界中 看到的全部给写了下 看着自己的杰作 叶修的鼻血又不争气地流了下 他倒也没在意 直接用手一擦 便朝着王管事伸出手 逃他要钥匙 看着叶修那已经发白的脸 王管事连忙将钥匙给他 见叶修迈着慢悠悠的步伐朝外走去 王管事大概是担心 他会猝死还不忘提醒他 先回去睡觉睡醒了再去睡 只见叶修马上掏出 三师兄给的补神单一口 吞下后 便静止地朝着要阁走去 勒索完王管事的叶修 拿着钥匙就朝三师兄的房间跑去 随着敲门声的响起 原本还在睡觉中的血雨打开了房门 看着叶修苍白的脸上挂着丝丝血迹 血雨不禁吓了一跳 小师妹你这是怎么了 大半夜的这是要准备去吓人吗 叶修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血雨 眨了眨眼说师兄可以陪我去药阁吗 王管事为了感谢我帮他的忙 直接将药阁的钥匙给了我 让我随便挑随便拿 不过我对丹药不太熟悉 所以想找你帮我把关 见小师妹满脸开心的模样 血雨不禁眉头皱起 平时一毛不拔的管事 居然对小师妹这么宠爱 真是奇怪 不过既然是小师妹的邀请 他当然不会拒绝 连忙将手搭在叶俏肩膀上说 没问题 王管事那里肯定有很多好东西 走师兄陪着你去挑 这次一定要狠狠地宰他一顿 在两个人欢声笑语中 很快就来到了药阁 这个能补灵气 这个能增加修为 这个治疗伤口牛得很 还有这个 只见两人就像鬼子进村一样 在药阁中搜刮 没一会的功夫就装了两麻袋 师兄你可真厉害 不愧是咱们单宗的天才 叶俏一直在后面吹嘘着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 看着满载而归哼着小曲的二人 三宗的宗主颤抖地扶着墙 要不是王管事提前打过招呼 以及他们是清传弟子的身份 他恨不得现在就去抢回来 不过他也只能安慰安慰自己 不生气 不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气坏身体伤自己 然而此时另一面 血雨担心小师妹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 竟直接将小师妹给送到了宿舍内 就在血雨踏入夜窍房间的一瞬间 他就感觉到不对劲 师妹你房间的灵气好浓郁啊 不过那么浓郁的灵气小师妹 一定要勤于修炼 距离宗门大比武就剩下半年时间了 一定要给我们长脸 夜窍连忙拖着下巴点头 师兄说得对 不过鲁迅先生曾说过 早睡早睡身体好 说吧就掀起被子躺在了床上 晚安三师兄 看着一脸安详的夜窍 合着他压分没有听进去去 随后无奈地叹了口气 比他道别后就回到了自己房间恋伴 一日清晨 正在食堂干饭的夜窍 突然听到了两个单松的小师弟 要把练出来的单卖掉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到薄利多销 卖二百零食肯定卖到搓销 听到两个单要卖那么多零食 夜窍连忙凑了上来 朝他俩问的 单修都这么赚钱吗 由于夜窍刚来宗门没多久 很多人不认识他 那两人便对着他讲了起来 是啊 理论上所有派别中 就属单修最赚钱见修最穷 听到话后夜窍连忙点头 对对对 我就特别穷天天吃馒头 一个单炉大概需要多少钱 在得知一个差不多的单炉 都要一万上品零食后 夜窍吃惊的嘴巴都喝不上 一万还是上品零食 这把自己卖掉都不值一万了 只见夜窍一脸地铁老爷爷 看手机的表情 朝着食堂阿姨走去 毕竟大锅也是锅 用着应该差不多 随着内院随风而起的鸟鸟吹烟 夜窍已经拿来了 昨日后来的珍贵零食 再加上从祖师那里学来的单食 索性一股脑的倒了进去 然后便有模有样的 用起了昨日学来的步骤 先是淬炼然后打单硬 随着单硬的接触 面前的小锅竟然散发出 振振清香 看着散发着振振香气的大锅 夜窍已经很期待 单药成品的模样 随着盖子的掀开 一股浓烈的螺丝粉味道扑鼻而染 好香啊 不过这个卖相稍微有些不对 毕竟三师兄练出来的 单他可是健康 所有的都是精英剃泡 散发珠光宝气 而自己练出来的这枚单药 怎么看都有一些奇怪 不但个头大的离谱 就连丹药的周围 都弥漫着振振紫气 不过做人不能太攀比 要比就比激光宝 作为一个厨房杀手 如今能一次成功 这足以让他吹一年了 不过好东西得找懂得他的人 说吧就朝着血雨那里跑去 此时的血雨 完全没有意料到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依旧在内门教导着师弟师妹们 你们在专注炼丹时 一定要做到万物接口 屏蔽一切可能受外界打扰的因素 就像我这样 说吧他便从手掌汇聚出 灵力朝着丹卢进行脆误 正当吸引到一众谜地迷昧时 叶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三师兄我给你带好东西了 我新炼制的螺蛇粉 为的脆领带 你尝尝怎么样 说吧便将丹药送到了血雨面前 那对世界压根 没有螺蛇粉这个东西 在闻到味道后 血雨连忙掩住口鼻 对着叶翘说 小师妹你用脑袋练的吗 谁知叶翘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倒是更凑近 血雨的面前 非要他尝尝味道 血雨为了拒绝 甚至忘了控制灵气 朝丹卢疏索 在经过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 丹卢阴声而碎 看见眼前已经损坏的丹卢 血雨不禁感叹叶翘真牛逼 这是他这么多年 第一次被丹药熏得炸 叶翘已经敢在课堂上主使 原本就不受赵长老代见的叶翘 这次终于被他抓到 听到赵长老的声音后 叶翘连忙护住螺蛇粉味的丹药 然后一脸委屈地说 长老可以不爱但请不要伤害 这好歹是他练出来的第一枚丹药 怎么能用这种不雅之词来形容呢 此时老赵头已经被 螺蛇粉的味道熏得受不了 压根没听进去他的话 连忙摆出一个起飞的姿势 朝着叶翘说 滚出去 见老赵头生气的模样 像是来真的 叶翘连忙掰开手中的丹药 朝着血雨说 三师兄我要先走了 这个你记得吃 吃完记得反馈效果 说罢便朝着门外跑去 血雨看着手中的丹药 脸上像是直接多出了一个痛苦面具 就在这时 窗外的莫仲熙正在悠哉悠哉地走 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被这个平时温而如雅的三师兄给惦记 小师弟六弯啊 只见莫仲熙比了一个非常时髦的手势回应薛雨 快来快来小师弟 师妹练了几颗丹药五分点一天 听到小师妹会练丹 他连忙朝着血雨走去 说是时内事故 只见薛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把那半块丹药塞进了莫仲熙的嘴 刚吞下去的莫仲熙 像是吃了什么人类不能吃的东西一般 疯狂地呕吐起来 此时二师兄明璇的院子 叶翘迈着吊耳郎当的步伐走了进去 借叶翘拿的丹药后 明璇连忙捂住口鼻冲着叶翘说 这是什么玩意 叶翘一脸微笑着说这是丹药 在得知是丹药后明璇向后移了一身子 薛雨这么恨我 研究出来这种生化武器来害我 听到二师兄说生化武器后 叶翘一脸委屈地缓缓说出 这是我练的第一枚丹药 明璇尴尬了片刻努力的补救 这样啊 我就知道薛雨那个废物 肯定练不出来这么大的丹药 话刚说完 叶翘就将手中的丹药 直接塞进了明璇口中 一时间薛雨深深体会到了祖传的DNA 以及染色体都发生了一点 然后就扶着身边的柱子狂吐不止 对整支叶翘上课完时 常明宗内门长老连忙召开几集会议 对叶翘口诛笔法 叶翘那丫头太胡闹了 别人练的丹是清香扑鼻的 而他直接练出了把八位的 光是那味道就足以让人褪毙三世 他竟然还强迫自己的师兄吃掉 宗门一共就这么几个好名字 按照这么下去我看迟早完蛋 而且他现在已经躲在了练起巅峰很久 我看不如趁此机会 让他们几个准备准备 过几天去一趟秘境历练历练 刚好云中城中有一处秘境要开启 其他的几个宗门应该也会派清传弟子去 虽然我们宗门与其他几个宗门相比差得多 但是除了叶翘以外 其余人的天赋都还不错 该出去闯闯就出去闯闯 赵长老听到后眉宇微肿 想到方才叶翘在课堂上的事 连忙点头表示同意 赶快让这个兔崽子去护护别人吧 他要是再不走 恐怕顾不了几天 修仙界就会传出 震惊 长明宗长老痛扁 新传弟子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身为掌门的情犯犯件 几位长老的意见达成一致 连忙顺坡下驴道 既然都没有意见的话 那就让他们去吧 见宗主同意后 王管事连忙鞠躬大呼 宗主牛逼 至今他还在后爬 如果不是叶翘的天赋能力 恐怕那些书籍彻底没了 这次把那群祸害赶走 他甚至都想要放点鞭炮来庆祝 此时的宗门宿舍内 在得知要去秘境的薛宇连忙 跑来通知叶翘 小师妹快收拾收拾 明天我们三个带你出去历练历练 刚睡醒的叶翘还没清醒 又问了一遍 啥 掌门就让我们带着你去历练 听到云中城的小秘境 叶翘顿时想起小说中 可是写过里面的宝贝很多 就连女主云却不但在这里 得到很多珍惜的灵纸 甚至还收获了一大批田狗 其中就有自己的院主师兄 不过原著中 长明宗是没有几个人去的 不知道这次我去 会不会引起蝴蝶效应 正当他拖着脑袋思索时 血雨明悬目仲兮 就已经化好了清传弟子的装束 朝着他走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三个大男人要嫁给叶翘一本 那这个是你的小师妹 他们深知小师妹容易忘记 所以就顺手将属于叶翘的 那一身衣服给拿了 结果手中的清传衣服后 三位师兄开始与他们 讲解起来这件衣服的厉害之处 咱们长明宗的清传衣袍不但好 还能防水防火防电 虽然宗门是穷了点 但是对待清传弟子还是很大方 一件衣服只要十八万把 老铁值得带回家 站在一旁的目中西马上懂火道 小师妹快去穿穿看看合身部 不合身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卖掉 然后再问掌门药 听到他那艘主意 叶翘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便开始解释道 师兄我们别穿这么骚包的衣服 太显眼了 你们也去换一身便服 越不起眼的那种越好 目中西一脸疑惑地问叶翘 为什么小师妹 难道我们的清传衣服不好看吗 叶翘连忙摇头 那倒不是 主要是我们坑人的时候 穿清传弟子衣服 不是相当于自爆家门吗 听到小师妹如此吐槽 他们三人为了迎合小师妹的口味 连忙换了身衣服朝着叶翘走 看着一身素装的师兄们 叶翘满意地点点头 如此一来就算干坏事 也没人能认出我们 就这样叶翘左青龙右白虎中间 带着个二百五 一行四人坐着仙鹤 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当然作为二百五的目中西显的 极其兴奋 挥着手凹叫着 冲冲冲 因为有秘境开启的缘故 这几日云中城内的人 也逐渐多了情 一眼望去随处可见的散修 以及身穿个棕衣服的弟子 在街道上游走 瞅一瞅看一看 不买符咒的是傻蛋 听到远处贪犯的吆喝声 明轩打开折扇 就与众人讲解着 这几日听到的见面 听说市面上最近很流行 一种叫做聚灵符的福传 它的功能就是躺着也能修炼 要不咱们买一些试试 叶翘微微一愣 马上抓住了跃跃欲试的明轩说的 别买 那都是骗人的 看着小师妹一脸焦急的模样 明轩有些不理解说的 反正也不贵买几个试试 听到反正也不贵这几个字试 叶翘一口老血从口中喷出 他感觉貌似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己是个穷光蛋 为了阻止二师兄当怨主 他连忙拉着明轩就朝着客栈走去 目中西语血语 看着二人有些微微醋意 至于叶翘为什么会对小贩 售卖的聚灵符有那么大的敌意 都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聚灵符都是他画的 不过因为宗门的规定 售卖假的福转 还把价格给打了上去 看着叶翘坚定的眼神 明轩只好作罢 带到四人来到客栈时 下面已经围满了人似乎在观望着什么 喜欢凑热闹的目中西连忙 拉着叶翘的手朝着人群中央跑去 听到人群中的议论深厚 原本毫无兴趣的叶翘 此时也蹦蹦跳跳的朝着前方看去 原来是女主角云雀 怪不得那么受欢迎 只见他满头粉发站在师兄中间俯视着众人 这时叶翘急忙戳了戳看热闹的目中西 四师兄看到前面那个女孩子了吗 看到了怎么了吗 因为在小说离几个男配中 沦落最快的就是目中西 这个二傻子没一点心眼 完全被女主玩弄于鼓掌之中 被虐得惨兮兮的 当时看小说十叶翘就不止一次同情这个小奶狗 这次既然他成为了自己的师兄 那么自己也不能这么袖手皇冠 随即掏出了跨在腰间的剑对着目中西说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心中无女人把剑自然神 剑谱第一页先斩一中人 此时正在凑热闹的叶翘突然摆着老太太感人的手势 冲着云雀比划着 这一幕直接将目中西看呆了 看着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叶翅 目中西赶忙走到了她的身边 别跳大神了 再不去客栈订房间都要被请光了 而且这里的客栈听说还会坐地起家 来得越晚价格越贵 什么那你还愣着干嘛 赶快往里冲啊 此时叶翘也步步的看热闹 直接拉着目中西往外跑 此时的客栈内已经挤满了休闲者 叶翘那丫头唬了巴唧地直接冲到了前台 冲老板喊着 老板来四个软床房外加上等酒席一桌 话刚出口他就连忙撤回 先等一下我再和师兄商量一下 说完便拉着目中西在一旁商量起 师兄你说我们四个人睡哪一种客房比较便宜 站在一旁被众星捧月的云雀直勾勾地看向叶翘的方向 随后有些愣神地说出 叶翘师姐 不对 在他的印象里 叶翘永远是一副安静木讷不期眼 可是他们又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他抱着几分试探的心思走向前问 不知这位道友是哪宗的小师妹 在云雀直勾勾的目光下 叶翘面色毫无变化地摆了白手 小门小派不值一提 听到自己的问题被敷衍了 云雀的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憋屈感 平时被恃宠而教的他 哪受到过这种委屈 话刚出口就被一道声音给打断 小师妹走了 即使心中万般不熟 他也只能维持自己的表象离开 待到二人走后 鸣玄若有所思地拖着下个手 是谁啊 比你还能装逼 师弟你要是这么说 可是会伤了师兄的心啊 不过那个人确实有装逼的资本 他是月清宗的首席清传弟子 和咱们的大师兄一个级别 自然会高傲一些的 听到和大师兄一个级别 夜翘立马泄了起 他们宗的首席都来了 而我却忘记了叫大师兄 到时候抢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占优势了 真是失算 而另一边的月清宗那几人也在一门 刚才的那四个人 两个金单一个半部金单 剩下的一个小姑娘是练琴 云雀听到了师兄的话 不由得惊讶起来 这么多金单弟子 难道是哪个大宗门的清传也来的 那可是三个金单 毕竟都是宗门里的小师妹 云雀难免会有一些攀比的心理 正在他思索时 客栈的老板大声喊 诸位倒有其他的房间都已住 现在只剩下上等客房 目前的定价为100上品零食一天 先到先得 听到100上品零食一间后 沐仲西和夜翘同时跳了起 一间房就要100上品零食 你们想钱想疯了吗 虽说对他们来说不多 但是这种任人宰割的情况 放谁身上都会不说 毕竟他们四个人一天 就得花600零食租房主 一旁的血雨 见到沐仲西这个憨逼炸炸乎乎的 连忙用手掩面 就连与他经常打架的鸣血 此时也轻轻地碰了 碰沐仲西的手肘小生的手 闭嘴 也丢人了哪家的清传弟子 会是这副东西 而另一边云雀的师兄 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不免有些阴阳起来 都穷酸成这样子 还能是哪家的清传不止 是啊 哪家的清传弟子会这般丢人 看到对方没有自己过得好 云雀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在修仙界中卖口罩 能有多赚钱 就在刚刚 秘境开启的前一刻 叶翘一行人便前往了入口处 来时薛宇便与他们讲 秘境里有瘴气吸入鼻腔中 会引起晕眩感 为了避免出意外 好多人会提前购买隔绝雾霾的法器 叶翘闻言 那咱们有没有法器 薛宇摇了摇头 当然没有 不过成风中有 但是我们没有钱 叶翘有些猛的 那我们难道什么措施都不做 就这么直接走进去 在叶翘记忆里 女主每次下秘境 都是一堆天灵地宝 法器单样 怎么轮到他们就这么寒陈 这时明璇走向前悠悠地说 这个简单 你只需要再进去秘境前吸一口气 然后在里面不呼吸 不就不会中毒吗 如果坚持不了的话 就拿个袜子捂住口气 除了打架的时候 有些麻烦其余的时候 还是挺可惜 听完明璇的话 叶翘直接愣在原地 旋即开始思考起来 如果只是瘴气的话 或许前世的口罩可以解决 说吧便从戒子袋里 翻出来了一块麻木 随即用悬剑开始比划起 没意会的功夫 就裁剪成了口罩的梦 为了方便腾出手来打架 叶翘又急忙倒不起 没意会的功夫 一个微妙微笑的口罩 就坐了起来 完美 看着手中的口罩 叶翘不禁有去自豪起 然后马上将多余的口罩 送给了自己的三位师兄 你们看好了 跟着我学要这么戴 就可以防止瘴气入侵身体 虽然很不情愿 但在小师妹亮晶晶的目光下 他们也不好佛了她的面子 于是纷纷开始戴了起来 四人戴好口罩以后 一路上有不少感到好奇的人 朝他们头去打伤的目光 那四个人是傻子吗 怎么把肚都给遮在了嘴上 而在入口处凡是有点底蕴的宗门 这会儿已经拿出来了法器 撑起护盾将人笼罩在里面 月清宗五个清传 这次只来了三个 云雀和那位首席弟子宋寒生 以及一个不算陌生的苏卓 大概是戴着口罩的缘 对方并没有认出来叶晶 但是似乎察觉到了他探究的目光 苏卓出了醋眉 下意识挡住云雀 误以为又是一个极度失眉的女性 被他冰冷的眼神一扫 叶翘连忙扭头 心底轻轻择了一声 真是个可怜的小甜豆 就在刚刚为了防止进入秘境 被瘴气迷倒 叶翘当场做起了口罩 看着造型新颖的四人 一个年纪稍长的修士 朝着叶翘他们问道 小有你这嘴上为何要戴麻布 难不成这是成风中心炼制的法宝 文言叶翘心神微微一动 赚钱之法立刻显现在脑海 他马上从戒子袋里 将之前剩余的口罩取出 玄机对着男人说 这是我研制出来的口罩 虽比不得法气 但在秘境里能抵挡雾霾造成的危险 此话一出马上有人附和问道 此物当真可以抵御瘴气 话音当落叶翘找了一个距离 最近的小石头站了上去 随后将手中的口罩奋力地举高 然后大声吆喝了 走一走看一看 叶翘的口罩真好看 原价998现在只需9块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有道有要来试试呢 站在一旁的目中西目瞪口呆地 看着被围在其中的叶翘 不禁感叹小师妹真牛逼 要是她到我 肯定不好意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入 无其事的飞行 这时血液轻咳了一声 对着目中西说 小师妹只要涉及到 零食都挺热情 站在远处的苏卓望着 乌泱泱的一群人围着叶翘 不禁吃笑道 这点便宜都占可真是丢人 云雀难得认可的点点头 随后声音婉转道 明明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 结果她却要为了点零食 这般低声下气 真是可怜 随着石门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历境正式开启 这时走在前面的目中西 开心地冲叶翘 他们三人喊着 快走快走抢个好位置 听到抢位置后 叶翘也顾不得卖苦着 小师妹真牛逼 看来你脑子里装的 不只是馒头吗 随着目中西的夸赞 叶翘不免地开心起来 看着师弟师妹们 其乐融融的模样 薛云摸了摸口罩 脸颊微微放肥 然而此时的另一点 头顶白莲花的云雀 一行人正在谨慎地向前走 虽说护身伐气 能够抵挡瘴气的入侵 但是对灵气消耗是巨大的 不过为了能够将灵气 用到刀刃上 他们也是拉下了面子 将叶翘一行人拦了下 道友请留步 不知道有手中可 还有口罩出售 见到月经中的人 主动来买东西 叶翘还是有些惊讶的 愣了一会后 马上回复他 有啊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的价格 可不是之前的价格 听到叶翘准备 漫天要价 宋寒生皱了皱眉 心里想着 果然如此小门小派的 就会载人 纵视心中这般想 但嘴上还是朝叶翘问他 那道友的意思是 叶翘感觉这是能成 立马伸出一只手 你眼笑着说 一百上品临时一个口罩 卧槽 宋寒生顿时愣了下 心中不禁大骂 就这么个破玩意 敢要我一百临时 正当他还在心中暗骂时 地旁的苏卓走向前 朝着叶翘狗叫道 你怕不是在故意 针对我们才抬高的价格吧 这价格与之前 相比高了十倍都不止 叶翘一脸委屈 摆弄着手中的口罩 悠悠的说 没办法 谁让我们小门小派没钱呢 毕竟在月清宗时 就因苏卓将自己 拿命换来的浮游草 告诉云恒后 就被他们逼迫夺走 这是他可一直没窝 你们要不要 如果不要的话 我就走 毕竟各位月清宗的 清传弟子 也不缺这一点点零食吧 他着重咬住 清传弟子这四个字 这群大宗门的清传 一个比一个要脸面 反正我也翘不要脸 原本还在嗷嗷叫的苏卓 顿时安静下 他们月清宗是有钱 但不是有病 一百上品零食 都能买一瓶丹药 还要他就破完一干什么 但此事如果不要的话 周围这么多散修盯着 到时打得可是 他们月清宗自己的脸 只是想想就感觉压力好 宋寒生神色变幻片刻 最终看向苏卓 把零食给他 既然大师兄发化了 苏卓只能任栽掏钱 给你三百上品零食 你可得拿好 接到零食后 夜翘也将三只口罩交给了他们 再拿到单薄的口罩后 苏卓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总觉得周围的人 都在看自己笑 在踏入秘境后 人群逐渐分散开来 薛宇是四人中最有经验 也是最为稳重的那边 他朝着师弟师妹头 注意脚下 秘境中有许多会动的 灵芝有攻击性 特别是夜翘和沐仲西 不要乱跑 免得我们走散 听到薛宇的话后 夜翘连忙跟紧三位师兄 这种地方要是落单 肯定没什么好事情 这时正在东张西望的沐仲西 忽然被云雀一行人给吸引 连忙朝着薛宇 问到月清宗那几个倒霉孩子 在寻找什么 薛宇拖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他们应该是在找实力较强的伞群 然后跟在他们后面 坐收渔翁之力 那帮人最喜欢捡漏了 很早之前 我跟着大师兄去小秘境历练 那时与宋寒生打过照明 当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清清子 但是大师兄前脚刚斩杀了守护兽 结果就被宋寒生他们捡漏 不但如此他还美其名曰 是他们先看到的 沐仲西听到薛宇的解释后 有些担忧的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离他们远点 叶翘在得知三师兄被宋寒生偷袭后 立马准备实施报复 可听到报复这俩自虚语不由的疑愣 下意识拉住小师妹的披风纠正道 我们正道弟子做事应该坦坦荡荡 怎可做出报复人这种事 此时就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明雪 也难得认可的点点头说道 我们又不是魔修 看着他俩坚定的态度 叶翘思考了一会 玄机换了一套说辞 师兄你们难道不想理上网挨一下吗 说罢便搓了搓手 一脸乖乖的模样向雪宇凑去 三师兄你有能将修为暂时隐蔽掉的丹药吗 雪宇看着一脸乖巧的叶翘心里有些发出的说道 有啊你要吃吗 叶翘连忙摆了摆手道 我一个练气的菜鸟没什么可隐藏的 这丹药得你吃 雪宇听到从叶翘口里说出吃丹药 心里就不由的害怕起来 你想干嘛 说实在的 他做清传弟子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唯独叶翘的出现一直在不停刷新他的世界观 所以只要是从叶翘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都得慎重地考虑一下 只见叶翘此时的模样变得更可爱 一脸见兮兮地用着祈求的语气对着雪宇说 不干什么 就是想找他们友好的交流交流 此时秘境的另一边 宋寒生几人已经盯上了一个金丹修为的伞秀 由于他们是扶秀没有剑秀这么强的战斗力 所以每次入小秘境 都是盯着一些没有背景的伞秀来欺负简望 看着走在前面的云雪 宋寒生连忙走上前一副老田狗的模样冲着他说 小师妹放心 有我在这次一定让你筑记成功 说完还不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云雀 他对这个小师妹还是很满意的 不但脸蛋漂亮脾气差 说话家子又爱脸 让他的田狗心瞬间得到满足 此时云雀被他看得老脸一红再也没说话 而紧跟其后的二号田狗素卓 看着两人密切地互动 他心底不禁有些不熟 这时紧跟云雀的夜情 在与薛宇对完剧本后 故意将声音压低了说道 师兄没想到乌道树的叶子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真的呀小师妹我们要放 咱们一定要将乌道叶带出去 叶翘搂着盒子很是郑重的说 你放心师兄我一定会守护好它的 听到有乌道树的叶子后 宋寒生耳朵都竖起来 连忙带着云雀和苏卓 钻进了草丛准备偷袭 听着极其浮夸的语气 苏卓微微皱眉 不解的说到这几个散修运气 竟然这么好 你说会不会有诈啊师兄 宋寒生不以为意的将神石放了出去 确认周围没有危险货财开口 这两人修为最高的就是那个练习巅峰 他们这样做能有什么好 地旁的云雀听着他们的谈话 不由的用手指轻轻抓住苏卓的衣袖 细声细语的对着苏卓说 小师兄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见自己小师妹如此善良 苏卓不以为意的轻笑一声 修真戒本就是弱肉强食 我们只是提前给他们上一课而已 小师妹你赶快逃跑 别把宝贝给杀掉 就在刚刚云中沉迷境内 宋寒生几人嗅着味道就朝着叶翘他们等来 并对叶翘立声呵斥道 小只赶快将悟到叶交出来 一听着声音就知道是苏卓那丝喊出的 叶翘不慌不慢地扭头 对上苏卓满是冷漠的目光失神片刻 旋即指着苏卓神色惊恐地大叫 你们想做什么 小妹妹把悟到叶给我们吧 宋寒生慢条思理地阴着脸微笑 银刚落 宋寒生指尖的幅度就朝着薛宇飞去 刺眼的金光迸射而出 直直击中了薛宇的腹部 薛宇先是一脸不屑 随后连忙捂着胸口跪在地上 碗口吞血 歇斯底里地喊道 要死了要死了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小师妹 你快拿着悟到叶讨小师妹 快跑不用管我 叶翘见状眼睛睁大声音猛地提高 三师兄你先别死了 看到女孩的反应宋寒生满意挤了 在上地对着叶翘说 如果不想你师兄继续受苦的话 就将误导叶娇说 他倒是没想到自己只是起了个威慑作用的固执 竟然有这么大威力 一下子就将人给打吐血 最终他归咎于是这个散修修为太低 在僵持了片刻后 叶翘不得不将手里的盒子丢了过去 紧接着迅速跑到薛宇身旁 一脸警惕地对宋寒生说 盒子上步下了静止 你们放我们离开 我就告诉你怎么破开静止 宋寒生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先尝试着自己破解 随着一阵阵凌厉的注入 剑盒子并无任何动静 他也只好作罢 随后面无表情地对着叶翘二人说 好我答应放过你们 那破除静止的方式呢 叶翘不假思索的当场被出了静止秘密 小鸡屁股配大蒜 简简单单一顿饭 今晚吃点小生蚝 一天到晚乐逍遥 忙碌一天很疲惫 整俩豆包开开胃 生蚝不肥也不瘦 看着好像有点肉 岁月时光催人老 等七七四十九天 到时候只需要默念 我刚才背的口诀就能把盒子 见他念出来的法诀 格外流畅不像是线编出来 听上去莫名的押韵 他们便也当了真 临走时宋寒生还不忘立声威胁的 敢骗我们你们死定 叶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裤子 怎么会呢 我一个散修怎么敢骗大宗门的青春 宋寒生听到夸赞后很是买意 随即抱着盒子 三人开心快乐地离开了这里 带到云雀几人彻底走远后 原本倒地不起的薛宇 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终于走了 这时隐藏在远处随时准备增援的 明璇目仲兮二人也走 连忙对着薛宇夸赞道 牛逼啊三世帝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 学会这一招 明璇说着不禁惊叹三世帝那演技 简直惊天地气鬼神了 这些说喷就喷 半点都不带含糊 清冷冰山大师兄 未取悦绿茶小师妹 直接转行做起了劫匪 为了不让自己的绿茶小师妹等得着急 他在打劫完夜翘一行穷笛后 飞快地朝着小师妹跑去 见他们走远薛宇一跃而起 这波操作直接将明璇给看上 牛逼啊三世帝 这血不要钱的往外喷 你就不怕直接把自己喷死 薛宇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一副你不懂的模样 随后从戒子袋里 掏出红色浆果朝着众人说 没想到顺手带来的龙血果 还有这个作用 牛啊 目中吸数起大拇指 从心底佩服起了薛宇 被夸赞的薛宇顿时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玄机朝夜翘问道 小师妹你那盒子中装的什么东西 夜翘轻描淡写地说没装什么 就是往里面放了一个 砍了一半的大饼进去 薛宇再次被他的操作给骚到 明璇一脸吃惊地说 你带大饼干嘛 谁家镜蜜镜不带法器带大饼 哪只夜翘表现出 一脸无辜的模样说道 是啊 我现在还没住机会 你还别说咱们长明 中装东西的盒 保持期时间还挺长 一个月后应该不会缓 嘿嘿 就是不知道月轻宗 哪个信任能拿到 我肯一半的大饼 看到在那不自颠孝的夜翘 薛宇不禁感叹 小师妹是真的损 不过你那个口诀是什么心法 感觉还挺押韵的 夜翘语气顿了顿说道 那是我们家乡孩子 都会背诵的一个东西 没成想搬到修真界 也毫无为何可 秘境中的危险性不高 薛宇娴娴熟地带着夜翘 几人往里面走 毕竟灵气越浓郁的地方 好东西就越多 随着越来越靠近目的地 夜翘能感受到 狂暴的灵气在体内乱存 这个秘境里 恐怕好东西也不少 当然来这里的 不止他们一行人 吃过亏的薛宇 担心又会被人截足先登 直接带着几人 朝着秘境中央走去 只见在秘境最中央的位置 一大片灵直 占据了众人的视线 碧绿色的叶子 散发着亲人心脾的香气 只是闻味道 就让人感觉 灵台一阵输入 是清新草 薛宇之前有幸 蹲到过一株 后来被月清宗的那伙人给紧 为此他遗憾了 很长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个地方 竟然有这么一大片 他控制不住地兴奋了起来 而此时的夜翘 正在心中疯狂地计算 如果将这些灵直链制成丹药 一定能卖好多钱 快才 不然一会儿该来人了 薛宇吃了之前 被截胡的教训 语速飞快地嘱咐了 采摘的时候 尽量保留根部 回到宗门可以移植到丹丰 于是四人分开行动 夜翘刚蹲下身子 想伸手去摘 就见一道凛冽的符路 正破风朝他冲 眼看巴掌大的符传 就要盖在夜翘的脸上 凌玄眼疾手快地 甩出金刚符 将他的攻击打得下来 看着被拦截的符传 依旧燃烧着飘落 凌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好狠毒的男人 竟然想用爆炸符 给小师妹做面膜 如果不是刚刚他反应快 这符传落到 才练起巅峰的小师妹身上 不死也绝对能被炸飞 只见这时宋寒生手中 拿着一个符传 从树林悠悠走出 朝着明玄说 反应速度不错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明玄神色浮动 一脸紧惕地盯着他 然后伸出手 将夜翘护在身后 别怕小师妹躲在我身后 两人之间的对峙 成功吸引了附近的散修 原本没什么人注意到这 在听到爆炸声后 没意会的功夫 周围陆陆续续的围满 明玄脸色一黑 还没等攻击 宋寒生那边就已经寄出 防护服保护着同门师兄 见此情形夜翘感叹了一声 还挺不实的 明玄听到这个比喻 瞬间被逗逝 然后用扇子遮着腿 不合了 可不是吗 你看他那模样 像不像调谷 师兄妹你一言为一语 让宋寒生脸都黑得 能低出末子 见自己大师兄 被如此羞辱 云雀戴眉微醋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 我家大师兄 真没礼貌 听到他如此茬的语气 明玄瞥了他一眼 语气不禁阴阳起来 凑不要脸的 我和你说话了吗 你就上胆着往前凑 这句话彻底击碎了 云雀的玻璃心 硬生生地将他怼得牙口无言 见他的迥样夜翘 连忙拍手鼓掌 二师兄这张嘴是真的浅 如果不是对着自己人 听他怼人真挺爽的 可云雀从小到大 都是被千娇百丑 就算是入了仙门 也是一番通顺 从没被人这样下过面子 他面露难堪 死死咬住唇淡眼眶微红 没一会功夫便抽气起来 这一幕直接将明玄看待了 这就哭了 他不禁回想起自己 天天压着小师妹脑袋 说他是小土豆地雷师 叶翘也只是不声不响 反手给自己一巴掌 怎么到这个小废物面前 杀伤力如此之的 见到云雀轻声哭泣 苏卓心疼坏了 连忙帮他擦拭眼泪 同时还不忘警告明玄二人 我们乃月清中清传弟子 这是我们小师妹 你们现在立马跪下 朝我们道歉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原本还在一旁吃瓜的沐仲西 马上跳出来语气惊讶地说 哇靠是清传啊 厉害厉害 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人 在听到对方是月清中的清传弟子后 立马开始口诛笔伐起了夜翘一行 人家小师妹多么娇嘀嘀的一个人 那个白毛的嘴巴这么脏 地旁的路人连忙复合 就是就是 这下他们惨了 惹谁不好非要惹月清中的清传 薛宇听着众人的议论不禁有些无奈 合着就人却是人呗 他们小师妹刚才还被宋寒生偷袭了呢 怎么不见有人打抱不平 他马上压下心中的火气 不动声色地朝着宋寒生几人说道 原来是月清中的道友们久仰大名 随即话风一准 不过刚才你一上来 就对我们小师妹大得出声 恐怕不合适吧 如果不是二师兄反应快 我们小师妹就受伤了 宋寒生听到薛宇的话后 神色愈发不屑地嘲笑的 伤就伤了被况且又没有炸到那个土豆 就算是炸到了 难道你们还想要我赔礼道歉 周围的伞修听到他的话后 连忙点头复合 差不多得了 月清中都没和你们计较 你们怎么还得寸进尺 站在一旁的夜翘听到后有些无语 得了一群月清中的田狗 宋寒生听到周围伞修的支持后 更是不屑地潮穴于冷通道 这片清新草田是属于我们月清中的 实相的话赶快 站在旁边的穆仲熙 看到这一目气的杨牙切齿 刚想冲过去关爱他们 一番就被夜翘从身后抱着 似师兄你能打得过宋寒生吗 只见沐仲熙伸出手指 一脸得意地朝着夜翘开口 他这样的我能打三个 伏修的战斗力可弱 一旦被近身只能挨揍 不过身为见到天才的沐仲熙 说的话倒是毫不夸张 听到能打三个宋寒生 夜翘眼睛顿时亮了起 师兄那你赶快把他揍飞出去 沐仲熙文言一愣这这不好吧 毕竟他们长明宗一向以扶平文明 赶走别人自己独占药草 实在有为正道弟子的里面 夜翘双手掐腰说到有什么不好 我当年读书是为了和沈心平契合地说话 而现在学剑是为了让沈心平契合地跟我说话 随即他又拍了拍自己的配剑朝沐仲熙说的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师兄 有朝一月剑在什么 斩尽天下道理狗 剑修学的剑可不是用来讲道理 沐仲熙理智地觉得他的这番话不对 而内心却又诡异地被他说服 是啊 我们剑修都这么强了 为什么还要讲道理 师妹说的对 夜翘见他还有些动摇连忙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女众心肠的手 靠你们四师兄 我知道四师兄一定可以的对不对 见夜翘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望着自己 这让沐仲熙最后的犹豫也没有 你见他拔出腰间的剑运转周身灵气 朝西剑 请客见无论是结界外的散修 还是夜翘腰间的玄解 竟在同一时间发出阵阵战力 毕竟那可是生剑谷整个修仙界都屈之可数的剑膀天子 在剑气荡开的一瞬间 夜翘承认自己有被这个速日不着调的师兄给摔 在目冻戏拔剑的前一秒 宋寒生感知到危险 连手里的灵职都没来得及拿便朝货退去 虽然预判到了危险可还是晚了一遍 仅仅是在一刹那 固在他身上的金刚福就被剑气震死 地旁的众人看到后瞬间集体失声 就连苏卓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遍 碎了 大可是宋师兄练治了许久的狐转 据说能够抵御金丹修为的权力 一击结果就这么轻飘飘的碎 然而此时被他击退的宋寒生 低头看着已经被剑气撕裂的护身符 他忍着怒气死死地盯着几人 恨不得立马将目仲熹生吞活包 反观夜翘那边 他正像猴子一样围绕着目仲熹周围夸赞 四师兄太牛逼了 真他妈掉 二师兄三师兄也快来摘青青草 明璇看着小师妹和目仲熹 已经快速收割起了林职 他到底是良心不不去 小声地对着叶翘说 我们不给其他人留点了 叶翘恨铁不成当地白了他一眼 留个锤子 如今他总算明白 为什么常明宗这么多年比赛一直说 圣母新家傻白甜能赢才是见了鬼了 既然越青宗可以不要脸 我们常明宗还要个屁的脸面 叶翘一番洗脑下来 薛宇和明璇如醍醐灌顶般清醒灌 对啊 凭什么一定要他们忍让 说罢便弯下腰加入了薅草药的行列之中 见到他们桃儿皇之的独占这片药田 苏酌气得浑身发抖朝他们狗叫的 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 薛宇扭头不屑地朝他说出 我们凭实力强盗 你们凭什么骂我们不要脸 说完之后 薛宇发现这种行为虽然确实没素质一些 但是爽啊 以前他总是天天被各种规矩束缚 每次出门历练都过得跟狗一样 现在天天跟着小师妹撤火打击 压抑许久的内心终于得到了师傅 谈话之间大地开始颤抖 正在把草药的叶翘 此时也停下来朝声援看去 此时木仲兮眼神一灵 来了 什么来了 叶翘脑子没转过弯 朝木仲兮问他 狭兽 说罢便死死地挡在了叶翘面前 地旁的血雨声音温淡地说 好像数量挺多的 目测的有上百只 赶来的妖兽发出阵阵的嘶吼声 迅速狂飞而来 体型目测有两米高 长相跟现代的蝗虫有些相似 单薄的翅膀扇动 下一秒朝着云雀的方向飞扑而去 只见云雀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慌乱之际下意识地 朝着实力最高的木仲兮靠去 没错 他瞄准的人是木仲兮 云雀仓皇地躲在木仲兮身后 更是直接将被护着的叶翘印 生生地给紧出去 剑撞 木仲兮将手中长剑抛到半口 剑气如破竹般刺入蝗虫的脑袋中 一击毙命妖兽直直摔在地上 看着暂时安全之后 云雀红着脸轻轻吐了口气 然后对木仲兮道歇 木仲兮瞥了他一眼 懒懒说道不用歇 本来就不是想救你 你那力气大的跟牛一样 把我师妹都被你挤到后面 万一他受伤了你赔得起 听完木仲兮的话 云雀浑身颤抖地哭着说 我不是故意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对我那么许 看着眼前绿茶娇滴滴的女人 木仲兮吓得连忙后退 就连一旁的夜窍见了后都不禁赞叹 整挺好 还好四师兄没有像书中那样爱上女主 这是值得庆祝的好事 旋即碰了碰木仲兮的胳膊问道 四师兄你看到云雀哭有什么感受没有 木仲兮成色一鸣严肃地点了点头 感受到了 夜窍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急忙问道你感受到什么了 只见木仲兮一脸深沉地说出自己得出的结论 他想了我 明明我还没说什么呢 他的眼泪就跟水龙头一样花花的流 除了额浅 我暂且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会这样哭 听到他的话后夜窍满脸的 别人问号 随即便认认真真的回忆了遍原著剧情 原著李木仲兮会和女主一群追求者们大打出声 争风吃醋 然后制造了修罗场 如今两人不仅没有擦出任何火花 甚至木仲兮从心底里觉得这个女人就是想了她的气 夜窍轻轻拍了拍她肩膀欣慰地朝着木仲兮说的 四师兄请继续保持你的这个脑回路 只要她的脑回路够不正常 以后云雀的后宫修罗场就追不上她 就在两人昙花的时间 数百只魔兽已经悄然地将他们围成了一群 不过幸运的是一群灵智未开的低级魔兽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魔兽木仲兮刚想出手 就被薛宇团了小人 四师弟等等 你还记得这次宗主是让谁下山历练的吗 宗主安排这次历练就是让小师妹渐渐失眠锻炼一下胆量 木仲兮颇为不放心地抓紧又松开剑桥 可是小师妹才第一次下山了 杀一两只魔兽练练胆子就足够了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 薛宇看了看旁边的小师妹关切地问她 怕不怕 看着剑剑聚拢的巨型蝗虫 叶翘不由地抱起了自己的剑 说还好 实不相瞒虽然不害怕 由于考虑到小师妹目前为止还只是会一些基础剑 木仲兮直接拔出腰间的剑对着叶翘说 小师妹看好了师兄教你一招 这是轻松绝德第一式 风断斩 只见木仲兮身前瞬间出现一排排剑光朝着魔兽次去 随着剑气的呼啸声魔兽的脑袋被气气斩 站在后面的叶翘见到这一幕眼睛不由地微微睁大 准备暗暗记下以后装逼的时候再用 然而刚刚还在幸灾乐祸的苏卓此时都看待 宋寒生有些吃惊地说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像是长明东的剑影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宋寒生 怎么可能 你看错了吧宋师兄 宋寒生神色微寒说道 我倒是希望自己看错了 但那确实是长明东的剑影 现在的情况让他左右为难 如果只是群伞修就算打不过也能听资源 可谁会想到这几个土匪 竟然是长明东正尔八经的清传弟子 与此同时 叶翘也已经在那群魔兽中斩杀起 他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四师兄挥出那一剑石的姿势 旋即便摒弃名神 清风绝第一世 风断架 一剑剑名声掠步 所到之处无数魔兽被斩落在底 此时虽然达不到沐仲西一剑斩杀数十个妖兽的威力 但剑士却已经被他学了七八分响 一旁的薛宇看到这一幕不禁暗暗诧异 小师妹入宗时间也还不到半年能将清风绝第一世用的七八分响 看来在剑道上的天赋似乎不输于沐仲西 但是让薛宇想不通的是如果真能参透清风绝第一世 小师妹为什么每次在外门的成绩都是中道 而沐仲西此时则陷入了怀疑人生的沉思当中 许久之后他吐字尖色的开口说 小师妹还没来得及学习清风绝的第一世 这两个月的课程里段长老只让叶翘学了他清风打击 清风绝第一世见绝根本没来得及交 而站在一旁的宋寒生 看着魔兽中穿梭的俏丽身影魔色微微一致 这个和妖兽厮杀的女孩天赋绝对不大 既然他们是常明宗的清传弟子 那我们就不得不重视起来 毕竟这可是以后强有力的对手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宋寒生后这脸皮仿佛之前产生的摩擦并不存在一般 走到明璇面前拐弯墨脚想打探消息 告有你们常明宗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弟子 他是个剑修吧 明璇看着宋寒生一脸比一的模样 你这人真不要脸 刚刚还偷袭小师妹 现在竟然还凑上来主动搭话 站在一旁的薛宇看着两人微微一笑道 我家小师妹比不得你们小师妹天赋高 叶翘是我们从外面捡来的小师妹 和你们的极品零根比不得 他也就顶多记忆好一点 勉强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 宋寒生并不知道叶琴 他只是被薛宇凡尔赛的话给气了肚子 也就过目不忘了 至使人说出的话 站在远处的苏卓 听到谈话后不由得有些惊讶 叶翘是巧合同名吗 随即他又隐约察觉到不对 而此时的云雀同仁微微一尘 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打得有些猝不及分 真的是二师姐 可他明明处处都不如我 如今却被那么多帅哥保护 好气啊 就在刚刚 还没意识到师妹是如此廉价又百搭的宋寒生 依旧主动地跟在自己小师妹身后 曹明璇走去 由于他在别人口中得知曾经的丫鬟世界 竟成为了别人万般宠爱的清传小师妹时 心里极度的不平衡 于是不死心的曹明璇问道 叶翘师姐是你们常名宗的清传弟子吗 明璇仿佛在看一个沙雕一般回复道 不然啊 话音刚落 只见云雀眼中不甘极度的目光一闪过 明璇扑痴笑了出来 不会吧不会吧 你不会真觉得清传是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吧 当然云雀确实是这么认为 或者说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一个处处不如自己 受到的待遇和自己一样 不过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他便装作一脸委屈的模样朝着明璇说道 明璇师兄何必如此欺负我一个小女孩 况且我只是问一问而已 明璇听到后头痛的笑容 于是赶紧说道 别来祸祸我去找你们家师兄安慰去 地旁的伞修在得知他们是常名宗的清传弟子后 纷纷倒个夸赞道 这位常名宗的小师妹还挺厉害 话当一出就有一些挺狗反说不屑的感觉 如果是云雀师妹上肯定也行 当然同样抱着这个念头的不只是外面的伞修 就连宋涵生也是这样想的 毕竟这些妖兽修为不高很适合拿来练手 再加上被薛宇一顿反尔赛给刺激的母亲 谁还没个天赋异禀的小师妹 于是宋涵生拉住云雀声音冷沉地说 小师妹你也快去斩杀魔兽 这是个历练的好机会 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危险 可谁知云雀此时雀泪汪地否定了宋涵生的体 宋师兄我才不去那样会弄脏我的衣服 云雀死死抓住宋涵生的衣袖一个劲的撒娇卖 然而苏卓那个弱子还在跪舔为他说着好话 宋师兄小师妹还年幼就别为难他 什么玩意都16岁还年幼他是巨婴吗 宋涵生顿时对这个小师妹无感甚至有些许的厌 此时叶俏那边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城市 只见他瘫痘在地上全程喘着气不小动他 好累啊 不过在精疲力竞的同时也久违感觉到了浑身的舒适 让他舒服惬意的都有些昏昏欲睡 三个师兄知道他累坏了也没有打扰 反而是聚集在一起议论起了叶俏 明璇率先开口 你刚才说小师妹并没有学过清风 觉得第一是对的 目中西连忙点头 对啊对啊 难道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偷偷跟段阳老学习 不然也解释不通他怎么会 明璇眉头微挑再次开口 有没有一种可能小师妹是刚才你那一件模仿出来 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 一开始小师妹挥剑时还很深色 像是盘山学步的初学者 后来一遍遍的调整练习才逐渐学会怎么正确握紧 怎么更好的运用剑局上的剑势 这一幕就像是当初在藏书阁中 我只是跟他演示了一遍玉果符的话 他就能够照葫芦画瓢完完整整画出 目中西眼睛微微睁大不禁有些吃惊 可我当初学了两个月 当时还被段长老夸赞我天赋异比 可小师妹才看了一遍就会了连一天都没有 看着备受打击的目中西明璇难得的朝头安慰 虽然可能你在记忆上面比不上小师妹 但你在悟性上 话说到一半就被血雨打破 快看小师妹好像突破住机 原本还准备夸赞目中西的悟性好事 明璇马上改口说道 现在你连悟性上可能也比不上小师妹 听到这话的目中西咬牙切齿 你可真会安慰人 就在刚刚 注机后的夜翘清晰的感觉到 湿海又扩大的一杯不止 原来这就是注机的感觉 可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 湿海扩大后的好处 忽然一道粉色的大脸出现在自己面前 夜翘不禁被吓到大叫 哇靠 鬼啊 见到瑟瑟发抖的夜翘 血雨连忙挡在夜翘身前 满脸怒意的看着云雀说道 你想对我的小师妹做什么 言语中透露着警惕与威胁 云雀咬了咬唇 最终还是不甘心地朝夜翘哀求道 二世杰你知道的 我天生灵根残 却能不能将你收获的灵质送我一珠 站在他旁边的苏卓 在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此时尽轻声抽起 顿时不由地心疼起来 二世杰你都有这么多珠 送我小师妹一珠又能如何 听到她的话后夜翘还没来得及回 云雀连忙凑上前折扇一开 唇脚一翘就开始偏起了无意 谁是你们二世姐 这是我们的小师妹 送给你们 凭什么呀 凭你们小师妹脸大 还送一珠又能怎么了 那你长得这么丑去死 别在这里爱我的眼 见到明璇那咄咄逼人的态度 苏卓不由地连连后退 此时的血雨没有理会明璇苏卓二人 反倒是静止地走到夜翘身边 冲着夜翘说 恭喜小师妹助击 这是顾灵丹你先吃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临走时他还不忘提醒夜景 以后少跟月轻踪这些不正常的青船打交道 尤其是那个叫云雀的青船太古怪了 站在一旁的宋寒生 看着远去的几人不禁大叫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 我们大逼走着瞧 四人谁都没回头 林玄泽 目中西呸 薛鱼 夜翘你看谁立你啊 宋寒生脸逐渐扭曲不甘地发出一丝怒吼 待到大笔之日 我定要将今日的耻辱百倍奉管 看着渐行渐远的夜翘姐 愣在原地的云雀不禁忧谈 他和薛鱼师兄关系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薛鱼几人维护夜景 他就从心底里不舒服 好像冥冥之中 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夜翘抢走的一样 不过听传闻说 薛师兄会炼制 能让人快速突破的丹药 听到云雀的话后 苏卓迟疑了几秒说道 小师妹 你是说二师姐是靠丹药将修为提上去的 是啊 毕竟二师姐当初在炼器三层卡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才几个月时间就铸鸡了呢 原本那个木讷又没有存在感的二师姐 不仅现在比自己住击的走 而且还成了身份完全不低于自己的亲程 这不由得让他心口震动 远离月清宗几人的薛宇 在三犹豫下还是朝夜翘轻声问了出来 小师妹 你是不是认识月清宗的那几个亲程 云雀当时一口一个二师姐 也不像是认错人的样子 夜翘神色如常点点头回答道 嗯对 我是个孤儿 从小被月清宗的宗主捡回家 在那里当过几年的内门弟子 随即便又耸了耸肩笑了笑 后来天赋太差 就连宗门里的狗都嫌弃五十个废物 再加上辛辛苦苦摘到的草药 被师父夺走给了月清宗新收的那个小师妹 自己一气之下就下山了 薛宇听得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毕竟小师妹才十五岁 在月清宗不受重视也就罢了 辛辛苦苦拿来的草药还被抢走 虽然夜翘说的轻描淡写 但不难窥见里面的心酸 此时薛宇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多多练单头位小师妹 以后再有人敢欺负你报我名字 话刚说完明璇便又犹豫几秒改口道 算了 你还是报大师兄的名字把他比较厉害 就连牧仲西那个铁憨憨此时 也开始手舞足蹈的安慰起了夜翘 小师妹没事的 月清宗的那门狗都不打 你看我们常明宗多好 等到大笔的时候看我闪下他们的狗眼 见三个师兄对自己那么好夜翘 心里暖洋洋的 带他们回到常明宗后 马上找秦范范汇报的历练情况 听到夜翘助击后 宗主一个机灵跳了起 助击了 他糟心的用力拍了拍夜翘肩膀欣慰的说道 我就说你小智肯定行 怎么样老赵这个盲盒开的不亏吧 听到秦范范的话 赵长老连忙轻咳了两声 玄机故作镇定的问站在一旁的薛宇 夜翘是几日突破助击的 薛宇连忙伸出一根手指 赵长老开口道紧用时任 见长老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薛宇连忙解释的 小师妹紧用一天 随即他又成瘾片刻改口道 准确来讲当时突破 花了一天时间都不到 秦范范连忙控制住 一直抽出的表情 一天助击 玄机和赵长老对视了一眼 同时意识到了问题 赵长老脸色微塑淘 他们几个摆了白色 你们几个先出去 我和宗主有事要聊 等几人彻底离开店内后 秦范范直接蹦了起来 紧张兮兮的说道 一天就助击啊老赵 这几个小兔崽子没有过 赵长老眉头紧锁 虚于你还放心不过 并且夜翘吸收灵气的速度并不慢 甚至感觉有时候 比他几个师兄的速度都快 怎么可能 秦范范第一个势口否认 他那几个师兄可都是极品单灵根 所以才觉得他奇怪啊 按理说咱们的测试时不应该出错啊 赵长老背着手百思不得其解 见一时得不到答案 秦范范挥了挥手 罢了 等以后去问剑宗参加大笔 时让夜翘去剑枯测一测 那里的测试时绝对不可能出错 两天后的长明宗后山 一个急剧辨识性的声音 不断从山那边传出 加点这个 再加点这个 这样就应该差不多了 只见夜翘找了个空旷的地方 支起了大锅在那搅拌着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传进了夜翘的耳朵里 小师妹 沐仲西此时正风风火火地 吵夜翘跑 成风风长老来咱们踪了 师父让我们今天安分点 别给他添麻烦 夜翘连忙比了个OK的手势 说道放心吧 我超乖 在秘境突破的夜翘 先有的安静了两天后 就到了宗门的后山准备上天 只见活了两辈子的夜师父 正在不停地往锅里添个什么东西 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少年的呼喊声 小师妹 转头望去 只见沐仲西正大喊大叫的朝这边跑 成风风长老来咱们踪考察 说是准备收购咱们踪 师父让咱们今天都安分点 文言夜翘轻声应了一下 后边又开始忙了起来 沐仲西见状好奇地将脑袋凑了过去说道 小师妹 你这捣过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味道那么快 夜翘推了推 他说到这东西叫做炸弹 听到这个新奇的名字 沐仲西一脸猛逼 由于帮不上什么忙 他只能在一旁阿巴阿巴的像个傻子一样看着 没意会的功夫便耐不住 性子朝夜翘问道 你什么时候能做好啊小师妹 这次千万别出乱的 万一在别人参观的时候 损坏了宗门的形象 肯定要被罚去禁止 而且你这里面的东西 总感觉不像是正常人会抖出来 见沐仲西担心的模样 夜翘拍着胸脯抱着 放心吧师兄 这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 毕竟他可是在这上面 下足了心思 肯定万无一失 随后一脸笑意的对着沐仲西说 你就瞧好吧师兄 不知道为什么沐仲西看到他这么孝心 也不禁有些发麻 过了大概半个时辰的功夫 夜翘拍了拍沾满灰尘的衣袖 从地上猛的站了起 四师兄你瞧好了 说吧他便大喊一声 炸雷 随后便将手里的炸弹 往不远处直尺丢了出去 直接那东西在落下的一瞬间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爆炸开的威力 足以媲美金丹修为的全力一击 见此情形沐仲西不由地惊叹好 牛逼的炸弹 小师妹让我试试 我绝对扔得比你要远 说吧他便拿起了一个炸弹 抡起胳膊用力地丢了出去 只见夜翘抬起头 望着近乎完美的抛物线 不禁夸赞起了沐仲西 师兄你真牛逼 然而后山的另一边 秦范范此时正带着 成风宗的长老参观 这里是我们常明宗的后山 平时弟子们都来这里吃烧烤炼解 话音刚落 一个小东西就滚落在了 秦范范的狱卒旁边 他刚准备弯腰去捡 突然那个圆滚滚的东西 冒出了阵阵白烟 紧接着没意会的功夫 就在他的狱卒之下炸裂开来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传来的还有宗主那杀猪般的吼调 是谁偷袭老夫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叶翘和沐仲西双眼对视 不约而同地在脑子里 生起一个念头 快跑 作为清传弟子中的吊车尾 两人在逃跑这方面 可谓是达到了宗师级别 双双使出了踏青风头 也不回的就往远处跑去 这次要不是秦范范的修为够高 恐怕以后都得做轮椅了 这时乘风中 长老也逐渐回过神来 声音有些颤抖地指着地面上的坑 问秦范范这是什么法器 此时的秦范范也很冷逼 但是在看到孙长老震惊的模样后 他便开始反而赛起 只见他轻了轻嗓子轻咳一声 旋即高深莫测地俯了俯呼 虚道 这只是我们宗内几个不成器的 轻船倒不出来的一点小笔 不值钱 靠 谁家的小玩意能炸死 他的表情逐渐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 变得严肃 甚至隐约掺杂了几分敬畏 心中不由的暗想 长明宗惊脸恐怖如斯 然而在跑了许久的夜翘二人 见后面没人追上来不禁松了一口气 看来今天这可是没办法上了 于是夜翘把手搭在目中膝肩膀说道 师兄反正我们都已经跑到山门了 不如直接下山逛逛呢 刚好昨天我画出了个大宝贝 今天可以下山看看有没有人能做出来 这东西可比刚刚的炸弹牛逼多了 听到要下山目中戏愣了片刻 犹犹豫豫豫的 小师妹一会还有段长老的客人 谁知他话音刚落夜翘便脱口而出 翘掉 说爸还不忘露出招牌的微笑 看着夜翘的表情 目中戏思考了千分之一秒后 眼睛一亮连忙复合 好主意 其实他不想上课很久了 之前翘课后 只有他一个人被罚站可无聊了 现如今可不一样了 多了个小师妹陪自己 那还能叫罚站了那叫小子 说爸两人便手拉手一蹦一跳地 朝着山下跑去 林中城内 在目中戏的带领下 很快找到了一个铁 只见夜翘拿出图纸朝老板问他 这个能做吗 看着眼前拐了弯的剑饼铁铺 老板有些惊奇 这是什么东西 不像剑也不像其他武器 见老板不懂的模样 叶老师连忙开始讲解起 这叫手枪 现在给你看的是一个大体的结构 你能做出来吗 最好在做的时候能够把里面掏空 老板也是一个实在人 听到只要外形 以及里面掏空后连忙答应下 做事没问题 但是得加钱 三百上品临时不易解 在前是他深知砍价砍一半 老板还写赚的道理 于是对这个老板实施了降微信打击 怎么会这么贵啊 我看你对手枪也挺感兴趣的老板 不如给我便宜一些吧 终于在夜翘三寸不烂之蛇的坦价下 老板只好勉强答应收取夜翘一板临时 虽然整个过程漫长而又艰辛 但好在结果还是圆满 再看到夜翘那砍价的气势 沐仲熙都惊呆了 他每次都是老板说多少钱 他给多少钱 直到这次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嘴部只可以吃饭 还可以用来赶价 站在一旁的夜翘仿佛 看出了他的心 连忙拍了拍沐仲熙的肩膀说道 别瞎琢磨了师兄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了 话是这么说 可以想起来之前多给出去的临时 他的心就不由得阵阵凑凑 我们走吧别再乱想了 你还有要采购的吗师兄 我们先买完再回去 沐仲熙有些提不起兴趣的 算了吧今天先顾满了 看他那颓废的模样 夜翘只好做了 好吧 那我们先回踪 正好我画了几张符 需要有人试验一下 由于之前没有经验 夜翘都是拿自己试验 直到上次把客栈的墙撞了个窟窿后 夜翘开始害怕 于是他痛定思痛准备祸害其他人 沐仲熙挠了挠头 天真的问 那你画的符多吗 不多 夜翘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说 就几张而已 他还不忘着重地强调几张 何而一这样 于是秉着爱护师妹的想法 沐仲熙相信了他的鬼话 在接下来的时间 两人在后山待了三天 谁都没去上课 轮流试验夜翘画出来的 那些五花八门的符路 沐仲熙发现 师妹的嘴 骗人的鬼 神他妈的几张 刚吐槽完只见夜翘一脸 热情地朝着他说 来来来 四师兄就剩最后一张了 看着他倒在地上的沐仲熙 夜翘连忙安慰道 放心吧 师兄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难受 他叫哈哈 顶多会让你笑一笑 你看你现在都变成苦瓜粮 他脸色苍白一脸 被摧残了的可怜母艺 悠悠吐出一口气 好吧 说实话 小师妹俘路还都挺有意思的 当然如果不是拿自己实验的话 就更好 在争得沐仲熙的同意后 夜翘立马迫不及待 将哈哈胡丢到沐仲熙身上 有时候腹部一定要威力强 能把人笑尿 也不视为强力的干扰方式 沐仲熙一开始还没什么 没过一会 他便仰起头 画出了一阵阵反派 猖狂的笑声 哈哈哈哈 穆仲熙笑了好一会儿 把站在旁边的人都给吓了一声 不知情的险些 以为牧师兄走火入魔了 看着毫无停止之意的穆仲熙 夜翘赶紧将 粘在穆仲熙身上的符炉给撕了下 如果再任由他笑下去 他都会以为这笑声 出自于古那拉黑暗之神 停下来后 穆仲熙甩了甩脑 往地上一摊声音 和身体同时颤抖地对着夜翘说 你们扶修都这么会玩的吗 听到穆仲熙说自己是扶修 夜翘一个脑瓜绷朝着他弹曲 别污蔑我 我可是个正儿八经的剑袖 画符只是夜鱼 比起法师夜翘更喜欢 当引入黑夜之中的刺客 穆仲熙捂着脑袋一脸捆笑 夜鱼 特么的谁家夜鱼 能把自己玩得只剩下半条命 还没等他吐槽完夜翘 便又趴在地下开始画了几个 穆仲熙见状双手 拖着下巴蹲在夜翘旁嘟闹着 你的符还没画完 只见夜翘轻轻叹了一口气 是啊又废了一掌 穆仲熙见他哀声叹气的模样 生怕他心态爆炸 再拿自己测试 在慎重地思索片刻后 马上给出建议 不如你去问问明雪 只见夜翘嘟着嘴心里 不甘心地说他 我再试试吧 如果再失败就找二师兄问问 见夜翘那倔强的模样 穆仲熙连忙转移话题 小师妹你是在月清宗学的画符吗 夜翘伸了的懒腰回答道是 当初他确实是靠着 原主记忆中的画面学会 听到后沐仲熙眼嘴笑了起来 月清宗被修真戒的人 称为正统符修们的发言底 如果被月清宗人知道 你会画他们的符 他们肯定要气死 为了能早日气死 他们来师兄送你一件衬手的符 之前听林璇说画符 想要提高质量的话 必须要用好一点的狼豪符 这个虽说不是极品法器 但也算是种上品 一次都没用过送给你的小师妹 夜翘没有矫情当即就收下 在谢过目中息后 夜翘盯着手中泛着紫气的笔 便又开始专心地画了起来 事实证明东西贵有贵的好处 这支笔在画符时没有产生任何置听 繁复的符文刻在其中形成金色骤印 伴随着速度的加暖 很快浮成 看着符咒一次成功后 夜翘微悬着的心放下 然而就在下一秒 他手中的符路镜 泵射出耀眼的光芒直冲天气 哇靠好刺眼 感受到异常波动的情犯犯 朝着光源望去不由的激动情 同时吃惊的不止是情犯犯 就连附近的宗门在看到后也被惊动 天道祝福好像是从长明宗那边传来 一时间各大宗门众说纷纭 全都按捺不住地想去长明宗一探究竟 然而引起轰动的当事人却还在猛逼当中 只见夜翘指着符传上多出来的小字不解 朝目仲息问 这是什么玩意师兄 文言目仲息激动地说道 这是天道祝福很牛批的 这张符最少可以卖一万上品零食 你发了小师妹 说吧他便嘖嘖起来 没想到自己的小师妹竟然是福建双凶 真他们掉 什么是天道祝福师兄 被天道祝福后的福传会有什么好处吗 比起天道祝福的作用 夜翘此时更关心的是这个东西能带给他什么好处 目仲息若有所思的片刻才缓缓说出夜翘想听的话 被天道祝福过后代表受到了天道认可 不但福传的威力大增 且以后卖出去的福传价格起码要翻五倍不止 哇靠五倍不止 夜翘听到后顿时眼睛闪闪发光 不敢相信地说出世上竟有这种好事 见他那财迷的模样 目仲息又慢悠悠地说出 赚钱只是一方面 据我所知就连月轻踪那几个自诩正统扶修的清传 都没有一个人被天道祝福 要是被他们知道你得到了天道祝福 他们肯定全顾目的 目仲息越说越得意仿佛 已经看到了未来打他们脸的场面 为了小师妹你画的这是什么符 镇法符 防御符 还是攻击符 夜翘在四师兄期待的目光下捏紧了手中的符转 犹犹豫豫说出 爬行符 诶 这是什么东西 目仲息听到名字就觉得有些不妙了 光芒问道有什么具体作用吗 夜翘有些小声地说出了他的功效 被贴上的人会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一边 爬行一边一边 听到这么鸡肋的作用目仲息叹了一口气 此时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自己家这个小师妹 过了许久之后他才硬生生憋出一句话 不愧是你啊小师妹 连被天道祝福都这么不走寻常路 夜翘捧着自己的符他也很伤心 早知道会被天道祝福 他就画个正常点符了 那样价格肯定卖得更高 就在他俩谈话之间 薛宇和明璇也找到了这里 看着正在哭泣的夜翘连忙关切地问道 小师妹你没事吧 夜翘收好自己的符路后 连忙朝他俩热情挥了挥手 二师兄三师兄好 薛宇微笑点了点头 随后一把拉住目仲息朝夜翘说道 小师妹晚上好 我是来找小师弟的 听到是来找自己的目仲息 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论 还没等他找个借口开溜 只见薛宇就已经拿出了 一枚炼制好的丹药 朝着穆仲息说 师弟我这儿有刚炼好的一些丹药 正确认是要 来师弟张嘴 看着马上就要味到自己嘴里的丹药 穆仲息发出犹如杀猪般的惨叫 不要啊 你今天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能救你 认命吧师弟 此时的长明宗主封内 秦范范正在和周行云商议天道祝福的事 只见他面色庄重的曹宗主说道 天道祝福难道是那个新来的小师妹弄出来 秦范范嚎了嚎胡须说道 不清楚 等会儿把那几个兔崽子叫来问问就知道 说起来他们已经翘课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整日待在一起做什么 他不免有些担心 毕竟青传弟子就叶翘一个女孩子 现在几个人成天待在一块 万一发展点什么情愫可怎么办 在得知叶翘已经连续翘课几天后 有些不可置信的说道他们怎么敢的 怎么敢的 提到这秦范范猛的一拍桌子咬牙切齿的说道 他们不仅逃了 还是在叶翘那小兔崽子的带领下集体逃的 见秦范范被气得快要冒烟 周行云连忙安慰的 您老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体 我替你去看看他们去 说罢便转身走离了宗门 毕竟按照这个情景发展下去 自己的这些师弟师妹们真能上天 在叶翘没来之前 他们三人就喜欢在一起玩水 那时每个人都是快乐的 现在与之前不同了 快乐的只有明璇和薛宇二人了 此时的穆仲熙看到薛宇他们就牙疼 只见他踏轻松一运踩着剑就往天上飞 准备甩掉这两个人 然而紧跟其后的薛宇 此时就像是电视剧中不华好意的反派人 节节节的微笑 逃吧 尽情的逃吧 是逃不出去的 就连明璇同样不正常情 任命吧小师弟 你今天就是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叶翘此时也踩住脚下的玄剑在后面追着打剑 别跑啊 四师兄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们说的话是人话吗 瞅瞅你们自己的模样 哪个不像变态一样强迫士族少年 就这样他们上演了他逃 他追 他插翅南飞 这一幕恰巧被赶来的周行云看 自从小师妹来了后场民宗就没怎么消停 为了防止这群病毒 破大影响他连忙抬手一指 都下来吧 只见一阵刚风飞了过去打到夜翘的剑上 薛宇见状第一个潇洒单膝落地 他当把好帅气的姿势目中 稀静直地朝着他砸了下 毕竟是自己的小师弟该爱护还是得爱护 只见薛宇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接住他 不料两人却以公主抱的姿势来了个深情对望 场面很湿辣眼睛 仿佛在他们周围弥漫了一股荷尔蒙的气息 见状夜翘和明璇连忙不忍直视地相互捂着对方的眼睛 周行云见他们俩光天化日之下如此不知减点连忙何耻 你们在干嘛 薛宇平日里最怕大师兄 听到他这么说自己急忙放开了手 然后努力地解释着 大师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真的不是变态啊 我听说你们这几天都没去上课 明璇率先维护起了夜翘下意识的搓口而出 没按你听谁说的 一定有人想要污蔑纯洁又善良的我 站在一旁的目中西井跟着附和 没错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此时周行云冷冷一笑 原本还在嬉戏的几人请客间安静下来 这一刻夜翘才知道什么是压迫感 只是冷笑一下就让夜翘心里发出 看着眼前不对劲的氛围感 夜翘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 不然肯定会被左膛关进 于是经过了大脑短暂的快速运证 他冲着周行云大喊 师兄我有话要说 你觉得今年修仙界的第一宗会被哪个宫门取得 被夜翘突如其来的疑问 周行云挠了脑脑袋认真的解释起 几千年来都是成风宗和问剑宗 在第一宗的位置上轮流更换 今年两宗实力依旧是不相上限 第一宗的位置落到谁头上还不好说 夜翘露出狡猾的笑容 一脸期待的看着周行云说的 如果大师兄努力一点 我们能当上修仙界第一宗吗 看着夜翘跟自己来回 扯提周行云女力保持的心不切 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淡定 随后缓缓说出 不能 两个字像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一宗 谁知他话 当说出夜翘突然换了副嘴脸 指着周行云大喊 大师兄你太让我失望了 周行云满脸问号 竟然一时间接不上小师妹的脑位 目中西看着难得吃扁的大师兄 瞬间也明白了什么脚先发指 是啊大师兄 你连带领我们长明宗 成为修仙界区区第一宗都做不到 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 明璇见状也紧跟着覆盒 是啊简直太让我们失望了 看着陷入自我怀疑中的周行云 叶翘抓住明璇的手 对目中西使了个影子 然后四人撒腿就跑 周行云反应过来后 看着几人的背影不由的眉头一皱 这种娴熟且不要脸的逃跑路数 是被小师妹带坏了 不过最终几人还是被抓进了境地之中 薛宇和明璇倒也还好 两人的性格是能静下来 但叶翘和目中西两个剑修 就有些耐不住寂寞 他俩并列躺在草地上 仰天长望说着悄悄话 四师兄长老会一直盯着我 我们能脱脱出去吗 不知道 小师妹我好无聊啊 我也是 坐在一旁的明璇 看着生无可恋的二人 不管好意的说 可以 不过要想瞒着长老们 必须用传送符出去才行 正好我身上有传送符 说爸便将传送符 甩在了叶翘的脑门上 我就知道二师兄最厉害 听到夸赞后明璇得意的 扬了扬眉 毫不谦虚的硬道 那是当然 我们明家可是修仙界 首屈一指的扶修世家 此时正在一旁打坐的 薛宇也睁开眼 不放心在一旁叮嘱了 我跟明璇在这里 修炼你们俩出去别惹大事 情况不对的话 立马撕碎扶转跑路 如果遇到什么机缘 能抢就抢抢 不过就跑不要太低 以后参加大比有的是机缘 到时候我们五人一起 安全系数高一些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帮你们 薛宇像个妈一样叮嘱半天 叶翘跟小鸡着米式的 点头笑咪咪回应了 放心吧三师兄 我们都是老实人 这次下山绝对不惹事 对了师兄 这是我炼制的翠灵丹 可以帮助你们吸收灵气快一些 既然你们打算修炼 作为小师妹的 我则是能帮就忙 但是闻到久违的 螺丝粉为丹药二人的脸 当场就绿 纵使已经间隔了几个月 他们依旧忘不掉 这个丹药的奇怪味 叶翘并不知道 几个师兄对自己丹药的坑 他匆匆将翠灵丹交给薛宇 在与他俩告别后 毫不犹豫 撕碎了传送父离开的境地 目送小师妹小师弟离开后 薛宇晃了晃瓶子 仔仔细细闻了闻味道 他惊讶发现 小师妹说的好像都是真的 这个丹药储存的灵气很低 难不成自己的小师妹 还真的会炼蛋 当初夜撬给他吃丹药的时候 为了敷衍小师妹吃过之后 压根没吞下去 哪里知道里面的灵气 怎么这么纯粹 明璇听到后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再想到这俩不正常的人 要是凑到一起炼蛋 红拍以后和沐仲熙的日子 算是没法过 于是他便对薛宇洗脑起 说不定这丹药是从碧水宗买来的 我听师傅说碧水宗清传最近下山了 过几个月大秘境就要砍了 可能是师妹和师弟下山 正好碰到买了几颗丹药 薛宇眼睛一眨恍然大悟了 是这样吗 明璇疯狂点头 是啊是啊 两道双修的人 师妹一起研究丹方 毕竟一个人真的太无聊了 完了完了 叶俏对自己腰间的剑产生感情了 小师妹要不你再考虑一下我 原来刚逃出境地的二人身形 就在云中城逐渐显现出来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叶俏好奇地将头探了出去 而沐仲熙则是松了一口气 心有余计地说道 传送服这玩意儿是随机传送的 万一被传送到妖兽肚子里 又或者谁家的坟头多吓人了 见叶俏没回应自己 他又打起了叶俏腰间玄剑的注意 小师妹你也应该去剑枯 选个帅气的本命剑 剑枯就在问剑宗那 只要你在大笔时拿下剑修排行榜前时 就有资格进入问剑宗的剑枯 剑枯里连最牛逼的上古零剑都有 只要你能和他产生共鸣 就可以把他抱回家 听着要进前时 才能获得叶俏连忙白手拒绝 算了吧 我的玄剑挺好的坏了还能换新的 重点是不需要进总榜前时 就能轻轻松松拥有 说爸便抱起了玄剑小声的安慰了起来 小玄剑可听不得这种话 看着叶俏此时的模样 让他主动努力是不可能 慕仲熙刚想开口说什么 就被叶俏给打断 四师兄我饿了走 咱们先去吃饭吧 说爸二人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客栈 客栈楼上的包厢 此时已经坐满了人 叶俏在楼下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 看着老板送上来的面 他连忙用脚踢了踢慕仲熙 四师兄付钱 慕仲熙很爽快地把钱交给了老板 他似乎很享受为小师妹花钱 正当二人吃得正香时 身后传来一个极为难听的声音 悠喝 这不是常民宗的谩语气中 透露着嘲笑与轻视 叶俏愣了愣神转头看向男人 他以为是在说自己和慕仲熙 正当他满脸一问时 另一桌的人站了起来 送件怎么又是你 慕仲熙拖着下巴打量着那人缓缓说道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问剑宗的那门 问剑宗 传闻中金脸有望成为第一宗的问剑宗 目仲熙点了点头 周围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不远处的几人身上 马脸男人好像和另外两个常民宗弟子有什么恩怨 几人将常民宗的弟子给围了起 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剑拔弩张 宋剑 你别太过分 这可是云宗城静止麻剑 谁知那个叫宋剑的马脸男人笑了起来 慌什么我这不还没干什么呢 之前不是说过 你们常民宗的人在我这儿就是裙垃圾 以后看到我们要爬着走明白没 谁 我嫩爹 去死吧下头男 说罢叶翘直接将螺蛇粉盖在了下头男脸上 原来叶翘在吃饭时看到问剑宗的弟子在欺负他们的小师弟 是让目仲熙气的牙痒痒 拼命地控制着内心的躁动 毕竟云中城有规定禁止斗殴动手拔剑 他也只能拼命压制着心中的怒火让自己冷静下 叶翘见四师兄的模样连忙吸溜了一口面 冲他问他 问剑宗的人都这么狂的吗 目仲熙忧愿地闻了一声 他们宗是修真界第一宗瞧不起咱们好久了 而且咱们宗和他们有仇 每次出门碰到都会起冲突 听说上一次百年大比 问剑宗第一月清宗第二成风宗第三碧水宗第四 咱们第五 也就是说咱们常明宗最拉是吗 师兄 是这样一死没错 但小师妹不要这么耿直地说出来 确实丢人 那边的纷争还在继续 叶翘若无其事又喝了几口面 然后端起碗来问目仲熙 四师兄你吃饱没 吃饱了怎么了 小师妹 叶翘并没有回应他 反倒是端起剩下的傍晚面镜 只走到了宋剑面前 朝马脸难问到你就是宋剑 宋剑突然被打断扭头 恶狠狠地看着叶翘不耐烦地说 干嘛 只见叶翘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反手将网扣在他脸上 不孝子 怎么和嫩丁说话呢 全程动作一气呵成 半点不带犹豫的朝目众熙大喊 快跑 他俩已经在长明宗被追出惊艳了 两人同时运起 踏轻风 一会儿功夫就窜眉眼了 只留下宋剑独自在风中凌乱 只见他的下巴上滴滴答答落着面汤 头上还挂着几个没吃完的面 模样极其狼狈可笑 反观另一边 早大二人组在跑到一个小角落后 发了疯的大笑起来 回想着对方猛逼的状态 叶翘翘的眉眼弯弯心情好拨 从他进门的那一刻 我就想这么干了真手 目中嬉笑的眼泪都流下来的 玄机朝叶翘竖起 大拇指深深吸起 小师妹你这操作真的是小母牛下的 牛逼大 他早就看问剑宗的人不顺眼 大碍与长老们的教会一直忍气奔盛 今天小师妹干净利落的举动真的爽烦了 以后自己一定要试试 说罢便一把搂住叶翘缓缓地说道 师妹听闻最近妖兽林中有异受躁动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大宝贝显示 你想不想去看看 听到有大宝贝叶翘当然不会拒绝连忙回应好 来都来了总得带点小特产回去 兄好大的鸟 一起干他压的 赢了吃肉 输了吃息 妖兽林内由于太过无聊 叶翘和穆仲熙二人边走边关怀着可爱的小动物 只见他左手风断斩右脚踏轻风 没过一会的功夫便让失眠的小动物彻底安睡 看着昏昏欲睡的小动物 叶翘连忙用脚踩了踩 剑彻底噶掉后便将玄剑擦拭干净收了起来 地旁的好战分子穆仲熙则是提不起兴致的对叶翘说 感觉这个妖兽林没有什么难度好无聊啊 此时的他犹如泄了气的皮球般吐槽着 怎知话应当落 二人背后就传来一阵极为凄惨的哀嚎声 两人向后望去只见一个少年跌跌撞撞往前跑 在他后面还跟了只大鸟 是的一只大鸟 诺约三尺长火红色的赤鱼有些和凤凰类似的大鸟 少年虽然狼狈了些但好像没受什么伤 显然是有几分本事的 没意会的功夫男孩便跑过了他脸面前 冲着叶翘二人大叫道 快跑兄弟们 这玩意儿他会啄人 叶翘没想到他还挺热心肠的 都被追的鞋跑丢一只了还不忘提醒别人呢 然而经过的赤鸟又发现两只猎物明显兴奋了起 只见他仰天长啸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便俯 身朝两龙击来 见状沐仲西率先拔剑 弹光散发着冰冷的气息朝赤鸟戏去 刺耳的碰撞声响起他手臂麻了一瞬连忙后退半步 神色微移 金丹中期 修真戒一镜之差天壤之别 叶翘也不由的惊讶了下 沐仲西到现在也才金丹初期 毫不夸张的讲一个金丹中期能打两个金丹初期 也许是发现了沐仲西比较难枕 赤鸟则是转头继续对准了那个少年攻击起来 只见少年顿时欲酷无泪继续响起了那犹如杀猪般的声音 救命啊 救救救救救救我 现在的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两人撕碎传送付逃跑 但线下再不帮忙的话 那少年就要被那只鸟给啄个对穿了 就在这电光时火之际夜翘响也不想凝着灵力捡起个石头 朝他的头部狠狠置了过去 他力道很大赤鸟脑袋被砸出了的小樱桃 许是感觉到了吃痛请客间便将手要攻击目标转变为了夜翘 他转身就朝夜翘冲去 夜翘也不和他打把腿就跑 一个助击和金丹赛跑几乎不用想都知道结局是怎么样了 眼看就要被追上 沐仲西飞快拔剑朝着赤鸟后方斩出一拟剑气 你马的欺负我师妹 风断斩剃头 一个剑气就把赤鸟竖起来长长的那根飘逸的羽毛给削掉了一半 少年也被眼前的一幕给整崩了 这是想从心理上给大鸟造成伤害吗 还将大鸟做成了涌动机 直接改变修仙界的格局 连天才师兄都夸他很牛逼 就在刚刚调戏大鸟的夜翘被大鸟追着他 为保护小师妹沐仲西直接将大鸟的头羽给斩掉 被削掉羽毛的赤鸟转头就朝沐仲西冲去 可刚追了没几步夜翘就从他后面拿石头砸了 并冲他挑衅 大鸟看我 大鸟看我 赤鸟定了定身形眼神中充满怒意仿佛想要把夜翘吃掉一半 转身又朝夜翘追去 就这样两人一来一回把智商不高的大鸟手的团团子 他裂开了 这两个卑鄙的人类 一旁的少年看到这一幕不禁陷入怀疑人生中 是 还可以这样的吗 趁两人牵制住赤鸟的见细 他看准时机将手中金色绳索朝着夜翘方向抛了过去 兄弟接着 夜翘顺势接住那捆金色细绳 几乎在拿到手的瞬间他就知道怎么用 只见夜翘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将手中的绳子朝赤鸟砸了过去 要不说这鸟真是够笨 见到朝自己丢来的绳子 他下意识地将绳子有了 见此情形夜翘嘴角微扬 伴随着灵气的注入孔腰绳逐渐收紧 没意会的功夫便将他那长长的会给哭得起 但因为嘴巴被拴住 只能在原地疯狂蹦地陷入无能狂怒 见成功困住了赤鸟 少年努力装出一副冷静的高手模样 走到夜翘身边说道 这种妖兽基本上嘴废了他也废 夜翘看着他那颤抖的腿 来了他一眼说道 先把你的腿履直再说话了 少年尴尬地看着自己发颤的腿 依旧嘴硬 我就是个气修打架这种事 都是你们见修的 况且我以前在洞里可是被护着 就算出门也有一群人保护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堆废话 结果一扭头发现夜翘两人 已经蹲下来好奇打凉几世鸟 我听说他的毛可以做防御法系事须 目中西双手掐腰有些好奇地 问夜翘是怎么知道 夜翘一脸爱惜地摸了摸大鸟的羽毛缓缓说道 从书上看 目中西眼睛顿时亮 那我们卖给成风纵的人应该值不少钱吧 听到要卖了自己大鸟疯狂地挣扎起 夜翘抓紧大鸟摇了摇头 先不卖 我们可以先把他嚎吐 等他羽毛长出来以后我们再嚎 这样就可以一直循环地拔毛 把他当作一个涌动机来用 这叫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能坐视空山 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事情 目中西仿佛发现了新大陆班朝夜翘 竖起了大拇指 牛逼啊师妹 不愧是你 一鸟传三代人没鸟还在 夜翘这一番操作让资本家看了都流泪 犹太人听了都惭愧 这个惨绝人寰的涌动鸟忌 最终还是被有着修仙界活 阎王之称的夜翘实现了 就在刚刚成功捕捉到一只大鸟的夜翘 直接提出一个方案 把大鸟薅猪 等他羽毛长出来以后 接着在薅 一直循环的拔大鸟的毛 完全可以实现一鸟传三代人没鸟还在 一旁的断横刀 听完夜翘的涌动鸟技 目净暗自拍大头 他奶奶的我怎么没想到呢 毕竟他作为成风中 青蚕从来都是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存在 平时抓到什么用 什么从没想过养个妖兽 等他们羽毛鸡脚 长出来再继续收割 对于夜翘新奇的想法 他不仅在心里暗暗配 这时目仲西双手抱怀问夜翘 那我们先拴着他做个标记 只见夜翘面露难色 现在怎么将这只赤鸟带回宗 还是个问题 况且绳子也不是我们的 少年听到后走向夜翘大方的说道 那这个捆妖绳就送给你们 我是个气修不缺法器 本来到妖兽灵就是想找练气材料的人 可谁知道赶上这种事情 他不解的挠了挠后挠上 一般来讲 赤鸟这种级别的妖兽 只会出现在最内容 今天倒是奇怪竟然会跑出来 话音刚落 他好像想到什么 一般继续朝两人问的 你们也是听说 妖兽灵依四有秘宝 将是打算前去探查的 夜翘和沐仲西同时点了点头 他见状面色微红的 对夜翘二人说 一起嘛 我叫段恒刀 夜翘当即友好的朝他笑名一道 好啊 我叫夜翘 他是我师兄沐仲西 于是三人的小分队就这么组成了 这时沐仲西摸了摸下 咱们好歹也是头一次和人组队 可以取个响亮点的名字 要不就叫三剑客怎么样 夜翘听到这个名字后无力吐槽 反而是段恒刀 在听到后双眼发光激动到这名字号 说罢便走向沐仲西夸赞他文采过人 这顿小操作直接给夜翘干猛 三剑客就三剑客了 不出意外 他们这塑料队伍一会就得解散 说罢三人便朝着森林内围走去 越是靠近中心妖兽 越少一路上都没碰到什么危险 估计许多修士都在里面守着 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 等他们三人来到中心市 局势还有些许激烈 从远处观看现场分成了两拨人 一波是以一个金丹散修为首的队伍 另一波的话为首的竟然是 宋寒生 这他妈不是老熟人了吗 吃瓜了吃瓜了 宋寒生为了报复夜翘 竟然不要脸的朝着妖兽的屁股摸去 就在刚刚喜欢吃瓜的夜翘 带着两个二傻子来到了树林深处的 都现场做解说 目前战场上的人分成了两拨 一波是以散修为首的炮灰队 另一波的话为首的竟然是 宋寒生 这他妈不是老熟人了吗 宋寒生听到夜翘的声音后表情都变了 只见他嘴角上扬 眯了眯眼冲的三剑哥说道 你们是一起来送死的吗 正巧我现在正需要你们这群废物来铺路 因为一般有妖兽暴动的地方 都会有灵气闲事 但是灵气绝对会有最厉害的妖兽手 现如惊人来的越多 对他制造混乱越是有利 目前他只需在这些人 与妖兽厮杀时趁机去取灵气 这样就能做到损失最低 至于他们会不会死 又关他宋寒生什么事呢 修真戒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断横刀看着宋寒生 打了个冷战小心翼翼的凑到夜翘里边 他们是月轻松的轻船 哎 你怎么认识的呢 断横刀连忙躲到夜翘身后 声音有些颤抖 说了以前坑过他一次 他话音刚落地面就出现了 轻微的震动 随后一声嚎笑声 一只漆黑的妖兽 迈开蹄子冲了吐 强大的威压 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不适 沐仲西看着眼前的妖兽 蹙了蹙目 金刚后期 疯了吧 这还不到最里边了 怎么会有金刚后期的妖兽 出现在这 宋寒生看到那只妖兽嘴角一下 当即毫不犹豫 将手里的符朝着 西兽的屁股拍去 显然他选择激怒这只妖兽 以此来拦住夜翘机 宋寒生是个十足的老鹰逼 他朝妖兽屁股上贴的是一张魔画 一般来讲修为越高智商越高 这种俯禄可以让那些 有智商的妖兽陷入失去理智当中 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夜翘几人便成为第一个被妖兽盯上 由于差距太大 夜翘躲闪不及被西兽 常常带有道次的尾巴水飞出去 他缓了许久之后想要翻身站起 结果下一秒视线一黑 只见那只西兽张开深渊巨口 竟然朝他吞了 慕仲熙见状吓坏了 小师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死一万次都无法逼 于是他马上冲进去拽住夜翘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出意外 只见妖兽巴唧一下把两人吞了进去 他妈的也幸亏这玩意吃东西不足 不然可能他们俩再掉下去的瞬间就凉了 慕仲熙掉下来后被味道给熏涂 这么一对比 他突然就觉得夜翘那个屎一样的丹药 都不那么难吃 果然幸福都是比出来的 说吧夜翘就吃了一个螺丝粉味的丹药 进行运毒攻击 正当面对这种情况不知所措的事 又有一个人被吞了进来 他抬头看到是断横刀那二手 这下好了敢死队成员又进来 看着极其乐的三剑客 慕仲熙走向前朝他俩问 你们说下一个掉进来的会是谁 他妈吓唬谁呢 我现在可不怕你 夜翘一副大佬的装扮死死的盯着宋娇娇 时间回到刚刚 由于在妖怪肚子里太过无聊 于是夜翘开始做起妖来 只见他双手合十 一脸诚恳的向上天祈祷 希望妖怪也把宋寒生吃下来 慕仲熙学着他的模样双手合十 同样的开始诅咒起了宋寒生 希望人千万要有事 站在一旁的断横刀 听到后不由的后退 这两个人好生恶毒 但实不相瞒 他也希望是宋寒生那个倒霉蛋 可能是他们三个人的信念感 太强没一会的功夫天降祝福 宋寒生张牙舞爪嘶吼着落了下 看着他落的方位 几人率先给他腾出了空位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和妖兽的腹部 来了个亲密的接触 他此时已经被抽的脸开始扭曲 肤色白的与面粉般 一副掩掩依稀要打了的模样 还没等他缓过来 叶翘和慕仲熙就对着他扭起了央阁 宋寒生强忍突一看着他俩 叶翘你妈的 他咬牙吐出这几个字 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刀 谁知叶翘根本不怂止着宋寒生得意地说 你他妈吓唬谁呢 我现在可不怕 在外面你都打不过我师兄 现在在妖兽肚子里了 还敢跟我嚣张吗 他看了看旁边的两人 装作一副大佬的模样 你是不是看不清局势啊 我们三个一人 给你一拳都能把你打死 听到他的话后 宋寒生不知道是怕了 还是被吻醒的 真就老老实实地不说话了 就在众人刚安静没意会 慕仲熙突然发现 自己灵力竟然用不了 闻言夜段宋三人 也是叹性地催动丹田内的灵气 结果发现存在里面的灵气 现在不听使唤 断横刀胆子小不禁 有些害怕地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宋寒生一副 雕雕的模样 转过头向他们解释着 应许是这妖兽肚子里 有什么东西封住了我们灵力 不然无缘无故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听完他说的话 夜窍马上提一分头 找将那个东西整住了 于是四人散开寻找封印 他们灵力的罪魁祸首 过了半个小时后 宋寒生肉眼可见 变得狂躁起来 操 都找了半个小时了 什么都没找到 再这么拖延下去 我们都得死 说吧便指着 头顶上的夜窍大叫 要死你们去死 我不可能陪着你们一起的 毕竟我可是宋家的继承人 听到他的话 几人也没生气 反倒是断横刀 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虽然但是尊贵的继承人格下 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死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找到出去的办法 咱们谁都没办法活着出去 夜窍听到宋寒生装逼就烦 只见他嘴角一撇 声音不悦地说着 你说的对一想到以后 你们都会死 我就原谅了所有人 说吧夜窍便跳了下去 因为他在冥冥之中 总感觉有一个东西在召唤自己 一直吸引着他不停地靠近 小黑棍来了 此棍比为无限的要牛 张小凡的要调 甚至完全可以碾压巴拉拉魔线棒 为了得到夜窍的注意 心机棍不惜放出吸铁石来勾引夜窍 奈何夜窍心智不肩 被勾引得朝着前方走去 就这么一直走 直到眼前出现一个树立着的棍子 那种被吸引的感觉才逐渐消失 夜窍见到棍子后 并没有感到半点害怕 甚至直接将那玩意儿给揪了出来 难道这东西就是造成 妖兽灵中暴乱的罪魁祸首 正当他陷入神游时 目中西见夜窍许久没动连忙 拍了拍他的肩膀 将他的思绪换了回来 看着一旁的目中西 他喊了句师兄 这时段横刀也被他俩奇怪的举动所吸引 他指着夜窍手里拨出来的东西 哎 夜窍你在拿捡的烧火棍 他对着段横刀轻轻晃了晃手中的棍子 这不是烧火棍 这是我刚找到的法器 段横刀拖着下巴 盯着夜窍怀中的棍子有些吃惊 你对法器没要求吗 随便捡来个棍子就当法器 目中西对夜窍的这波操作倒是没觉得有趣 反倒是开始兴致勃勃提醒夜窍要给他取一个名字 夜窍轻点嘴唇思索了一会说道 俗话说君子好球但不夺人所好 然后兴致冲冲地举起手里的棍子 就叫他夺损吧 说完随手就给别在了腰间 听到这个毫无关联的名字 段横刀一脸问好 这名字和君子不夺人所好有毛的联系 名字不好吧师妹 人家什么朝夕剑剑主 明月剑剑主 结果夜窍的叫什么 博损剑剑主 这听起来像话马 喊出去都嫌丢人 对了这都不算剑 这他妈是个棍子 眼看这三人还聊起来吗 宋寒生急的嗷嗷叫 你们踏马的是疯了吧 一点都不着急的吗 难道活着不好吗 我们必须得抓紧从这里逃出去明白吗 不然第二天就会被胃酸轻视化为一滩血水 顾仲西听到他嘀嘀赖赖耸耸耸耸肩 慢悠悠地回应他 这里不能动用灵力 怎么从妖怪肚子里出去 难道要他们用手挖吗 断横刀听到后连忙捕刀的 即使用剑一点点剖开 那也好几天的时间 倒是我们早化成血水 宋寒生看着夜窍 那吊耳郎当哼着歌抖着腿 是紧模样做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宋寒生当即毫不客气地质问夜景 夜窍微微一笑 以旋转360度的唱歌方式说出了 你猜宋寒生气的高血压都快犯了 他愈发地赌定夜窍 绝对有办法出去 宋寒生并不是蠢人 立马就明白了夜窍 是想和自己谈体验 随后贴近夜窍指着他的脸问他 你想要什么 零食还是其他的 当然我们月轻宗的服饰 不可能送你的 目中西翻了的白眼 朝他竖了个友好的审视 谁稀罕你们的服务 毕竟他家小师妹 可是被天道祝福过的 会去服务吗 夜窍摇了摇手指 我不要你的服务 我只要一万上品零食 还有你们月轻宗 内门心脚和服务 怎么样够实惠了 小师妹倒贴修真版龙奥天 宋寒生当场被气吐血 这不是来救我的 这是来要我的命呢 就在刚刚还在 妖兽肚子里的宋寒生 为了出去不惜和夜窍 谈起了条件 见如此肥的小猪夜窍 玄疾狮子大开口 想要出去可以 一万上品零食外加 内门工法和上等酒席一桌 听到夜窍开出来的条件 宋寒生忍不住在心底 嘲笑他的愚蠢 要月轻宗内门的服务书 好心地提醒夜窍 当即便将戒子代理的灵食 和心法丢给了夜窍 那灵食与工法都交给你了 现在你可以带我出去吧 夜窍看到戒子代理 整整齐齐的灵食 心里乐开了花不禁暗叹 扶修真有钱 不过他可不相信宋寒生 随即便当着他的面 数起了灵食 宋寒生听到后脸都绿了 这人他妈是有毒吧 竟然还真悠哉悠哉 开始数灵食了 宋寒生就那么面无表情 看着夜窍 此时他内心都开始盘盛 等自己出去该怎么弄死 这个小可爱 然而夜窍并没有察觉到宋寒生的目标 在确认没有遗漏后 他才朝着宋寒生微微一笑说道 数量都对得上 多谢了 玄机夜窍摸了摸衣袖里的炸弹 摆出了一个投掷的姿势 朝着几人声音猛地提高 都让开 既然在灵力不能用的情况下 他选择了用物理打扮魔法 随着眼睛的瞄准 他用力移植 炸弹便在妖兽的肚子上炸裂开来 此时妖兽的肚子已经被炸开了一个口 快跑兄弟们 断横刀说完几人便迅速冲了出去 云雀看到宋寒生出来后顿时心喜极了 连忙跑到他旁边关切到 大师兄你没事把脸上充满了担忧 宋寒生皱了皱眉没有回应云雀的话 反倒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他身后的男人身上 这是问剑宗的人 看着宋寒生望向的方向 云雀连忙解释道 夜师兄看我孤身一个人为了保护我顺路一起来 夜师兄超级厉害的 宋寒生神色有些不予他朝对方微微汗手 多谢你照顾我们小师妹了 旋即便拉着云雀准备离开这里 谁知这个小绿茶竟然挣脱了宋寒生的神 他知道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跟着扶修跑 简直就是在送死 然后便疲癫癫癫地跑到了夜清涵身边 被搏了面子的宋寒生咬了咬牙 从没觉得这个师妹这么没眼力见 哪个宗亲传会胆小到主动跑 其他宗门队伍里寻求庇护的 他不要脸他们越轻踪还要 穆仲熙见到远处的三人后 当场叫出了神 卧槽是叶清涵 叶翘听到后有些吃惊到 他就是叶清涵吗 那个原著中的正宫男主 一路开挂的宛如修真版龙奥天的叶清涵 没错 穆仲熙笃定地对着叶翘说 我对叶清涵有所了解 他是见到维尔的天生见骨 15岁就结单18岁经单后期 看见叶翘一脸吃惊的模样 穆仲熙生怕自家师妹也成为叶清涵的迷妹 于是赶紧改口道 咱们大师兄也不差 当年可是能和他并称双绝的 听到双绝叶翘不禁更惊讶了 毕竟这可是原著未曾提过的 在叶翘印象中 那个强迫正版正又冷漠的大师兄 原来这么厉害 正当他俩在小声嘀咕时 站在旁边的宋剑突然注意到了叶清 他眼睛睁得老大指着叶翘喊道 是你们 然后就走到叶清涵身旁打起了小包告 大师兄就是这两个贼人 将105度的面扣在我38厘米的脸上 这时看得正高兴的叶翘 突然被宋剑一嗓子吸引了注意力 站在叶清涵身旁的云雀皱了皱眉 声音娇软的对叶翘喊 二世姐 叶翘听到后有些无语 毕竟自己都脱中这么久了 他还叫自己二世姐 这是想挑拨离间谁 还是在反反复复试图提醒自己 在叶清东时候两人之间的差距 这时宋剑见叶翘身旁就两人随即招负了一群小狐 围住他们别让那三个人跑 此时宋寒生同样想到了被叶翘吭走的临时 他也冲身后几个内门说道 你们也去一起帮忙 眼看两拨人围了过来断横刀下的后退 不大喊 我和他们不是一路的你们要打先打他们 沐仲熙看着光速变脸的断横刀 卧槽这么无情的吗 好歹我们还在一个肚子里待过 此时的沐仲熙看着追来的人他并不想走 只见他手落在腰间的剑上刚喊出我能一剑 就被叶翘拉住别一剑了快跑吧 要真打起来我们人数不占优势 何况叶青函还没出手 他要是出手我们很难全身而退 现在打架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沐仲熙被叶翘不由分说的使出 塔清风拉着就跑 此时他才明白长老们的良苦用心 原来让他们勤家苦练塔清风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出门在外被人打死 毕竟自己之前都是生死看但不服就赶 自打小师妹来了后不是逃跑 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这时段横刀也跟着跑了上来 在听到二人的对话后有些差 你们原来不是散修啊 我还以为你们是哪个散修出门历练的来着 看着后面的追兵叶翘冲二人喊着 别唠嗑了他们一群人快追上了 现在追杀他们的不止有剑修还有扶修 眼见问剑中那些人追个没完 叶笑扭头趁其不注意掏出袖子中的扶转 就往后撒了过去 他别的不多就是扶入骨 此时倒霉的宋剑被一张扶胡在脸上 他刚伸出手想撕下来 下一秒便察觉到自己四肢逐渐开始不听指挥了 很快他便不受控制地趴在地上 开始模仿蛇类歪歪扭扭的打断 同时还像是裤兜落电式的一抖一抖 断横刀扭头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邪神入侵修真戒了 邪神入侵修仙戒了 只见被叶翘贴了爬行服的人 此时正整整齐齐地在地上爬行 他们的样子一拢一拢 像是虫子似的越爬越快 没一会就吸引到了一批散修的注意 看到一排排趴在地上极限剧烈扭动的人 散修们不由地被眼前的场面吓得呆住 这这是问剑宗的 要不是他们都穿着问剑宗的衣袍 肯定让人以为这是哪只蛇妖进化成了人 剑被一群散修围观 并对他们指指点点宋剑脸上顿时挂不住 连忙惊慌地朝着草丛爬去 夜笑停下了逃跑的步伐 看着被嘲笑的宋剑几人一把 拽住目中西的衣袖 你看师兄 我就说不能天天穿着宗服招摇过世吧 现在他们丢脸都是实名制的 夜笑还没吐槽完 在他们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一阵花花的声音 就连地面也开始轻微地颤动起 断横刀脸色不由地一遍朝着他眼说道 有妖兽过来了 话音刚落 十几只妖兽就已经吐到了他们眼前 这些魔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冲夜笑 夜笑见状连忙踩在剑上开溜 虽然不清楚魔兽为什么追自己 但这种情况下跑就对了 这时还在发呆的目中西和断横刀 剑状也急忙追了很 过槽来 这些妖兽疯了吧 看来这群魔兽并不是在追我们 而是在追这根棍子 只见夜笑身形一转 朝着那群妖兽轻轻一晃 那群妖兽追得更疯狂了 断横刀注意到了夜笑的举动 盯着他手中的躲损 靠 你这啥东西这么小 灵气榜前时应该没有这个形状的灵气吧 夜笑闻眼点了点头 看着躲损他满眼星光地说这东西应该挺值钱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妖兽追的 断横刀见夜笑思考了半天 说出这么毫无营养 他有些无语 老半天夜笑的注意力丝毫没在魔兽 以及夺损上面 而是在能卖多少钱上 夜笑边飞边敢开掌这么大 从没被人这么坚定地追求过 虽然他们不是人 一个时辰后 三人终于将追他们的那群魔兽给甩掉 断横刀略略松了口气 心中暗想跟着这俩人不但要钱 甚至还会要命 于是为了活命 他连忙朝着夜笑鼓的拱手 露出热情的笑容 多谢你们帮忙兄弟们 我就先回去 师兄他们应该已经到云中等了 我得赶紧去找他们会访 穆仲熙挠了挠头看着他说 你们是为了几个月后大秘境的事情吗 他虽然不知道断横刀是什么身子 但肯定和大秘境的事情有关 南希绿茶 你个死俘修在逼逼赖赖就把你嘴堵上 这是躲在树上吃瓜的夜窍不禁惊讶的 高冷男主在线撕逼 就在刚刚逃脱了魔兽追捕的夜窍 三人便开始自我介绍起来 我是城中中的青传弟子 有时间来城中中找我玩了 断横刀八部的这两个活跃如跳骚的人 偏偏和自己待在一起蹦了蹦 穆仲熙早就猜到了他的身份并没有太过惊讶 随即便言简意该地说了句长民宗 内门不对 金丹的话只能是清纯 毕竟十几岁就达到金丹修为的散修根本不可能 穆仲熙点了点头一把将夜窍拉到身边说道 这是我小师妹我们俩一起出来历练的 断横刀听到他俩都是清传弟子后不禁有些惊讶两人的身份 他的神色多少有些许威命 月轻宗不要脸他是能理解的 毕竟千年以来阴损的手段月轻宗用的数不胜数 可长民宗那个以老好人闻名的宗门 今天可算是让他整件事 玄机对着二人抱拳说道 那我们就死别过吧 夜窍朝他热情地挥了挥手喊道 大笔剑 断横刀嘴角不由地抽了抽回应道 其实他并不太想碰到夜窍 因为他自从见到夜窍后总有种预感 今年大笔的局势可能会变得天翻地翻 结果刚走没几步的断横刀身形一顿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夜窍听他这么一说马上将神势扩大 然后缓慢地说出好像是有个看不见的屏障 难道我们闯进了大笔剑开启的地方 沐仲西抓狂了不是都说几个月后大笔剑才会开启吗 现在怎么提前开了 大笔剑和小笔剑是有差别的 小笔剑他们金蛋的修为可以随便了 而大笔剑都须有长老们的护送才敢进来 现在他们三人两个金蛋一个筑机 在大秘境里估计能否活着走出去都是个问题 夜窍看着丧尸斗志的两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安慰 没事气来之则安之 你们想啊不只是我们 还有月轻踪和问剑踪的陪着我们呢 我们好歹也不是唯一的倒霉蛋 断横刀撇了撇身子你是懂安慰人的 不过这么一说确实是让人心情好一点 说罢夜窍便迅速地朝着一旁的大树上爬去 同时还不忘朝下面的两人招呼 快上来我有预感又有瓜吃 断横刀看着已经找好位置的二人不禁有些无语 畏畏畏三个轻传猥琐地蹲在树上看戏这项话吗 剑没人回应自己他便自我安慰了起来 算了反正也没人看到 没意会的攻处月轻踪和问剑踪这两伙人就走了过来 只见宋寒生拉住云却胳膊语速很快地开口说道 师妹你跟着这个没有脑子的剑袖在大秘境中会有危险 说话间夜清寒已经拔出剑来眉眼全是冷衣 想死吗死服修 师妹你是狗吗 师兄还没死呢你就这么舔他 说罢宋寒生皮笑肉不笑地拿出服转对着夜清寒说 再多赢我家小师妹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秘境中两宗一起联手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可因为一个小绿茶塑料联盟当即就破裂了 此时云却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最终还是忍不住低声道 大师兄你误会夜师兄了 人家只是想要保护我而已 你不要对他这么凶 宋寒生当场喷血 他们脸都被按在地上来回摩擦了 这个小师妹的胳膊肘还在往外拐去填温剑踪 夜笑此时正趴在树枝上看 嘖嘖 云却的鱼塘好像被炸了 要知道身为万人迷肯定是有一群追求者 宋寒生也曾被他那青春独作作的性质给吸引过 但现在吗 他可能再也无法喜欢上云却了 小师妹之弱智又偏心的举动 估计能把他气得半死 云却此时也做出了选择 他拼命地挣脱宋寒生的手就朝着夜清寒跑去 大师兄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在他的认知里大秘境很危险 他当然是要跟着夜清寒这种剑修才有安全感 一群扶修关键时刻还得要人保护哪里有剑修力 看着躲在夜清寒身后的小师妹 夜清中的弟子心情别提多复杂了 自家师妹跑其他宗里 这种举动说好听点是不懂事实 说难听点就是没脑子还势力爬外 在这两拨人分到扬镳后 夜笑从树上跳了下来 兄弟们我们也走吧 去哪啊断横刀有些惊慌的问道 你笨嘛这里可是大秘境 当然是去寻宝啊 你不是想找寻宝兽吗 去碰碰运气呗 虽然寻宝兽和他们无缘 但大秘境又不只有寻宝兽一个零售 可是我们三个的修为在大秘境能活着 都是老天对我们的照顾 现在还要跑出去肯定会有危险 看出来了断横刀的犹豫夜翘搬出经典老话 反正来都来了就一起去玩玩呗 晚安 谁会到大秘境这么危险的地方去玩啊 这又不是去旅游 断横刀对上夜翘眼睛两久之后 深吸了一口气 那好吧 豁出去了 反正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也很危险 既然这样还不如进去碰碰运气 就这样三剑客大步地朝着秘境深处走去 怎知越往里面走越古怪 没意会的宫术天色变暗了下来 几人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后 三人便升起了篝火在此泄息 趁着休息的功夫夜翘将月清宗的心法和福禄书研究了一番 真不错呀真不错 月清宗的福传书不仅有正法福还有破正福 难怪福修稀少 就这些东西学完神识都得被透支的差不多 看着睡得如此猪般的二人夜翘也不好去叫醒他呀 于是便主动担当起了守夜人的责任 你还不应该被保护 要独立要狂野兄弟们 干他压的 让他们瞧瞧翘爷的能耐 就在刚刚 画了一宿符的夜师傅伸了的懒腰 看着地上摆放的一叠叠画好的符 转着一夜总算是没白毛 再缓了片刻后夜翘推了推还在睡觉的断横刀 行行有人过来了 断横刀迷迷糊糊睁开眼 谁来了 不清楚 刚才画幅的时候他就觉察到了 只不过因为距离远他没放在心上 现在他们正往这边走来 你隔着这么远就知道有人来了 显然他是有些不相信的 按理说神识最强的应该是扶修单修还有弃修才对吗 他精干气都没察觉到 可夜翘才助击还是个见修怎么探查的区域比自己还要宽 然而此时的夜翘正在疯狂地摇晃着睡得死死的慕仲熙 似师兄快醒醒来活了 刚坐起来的沐仲熙一脸猛逼加上一脸问号 什么人什么活 夜翘没理会他的画反倒是拿着一笔画好的符转开心的冲着他人说 你们要玩贴符游戏吗 听到玩游戏沐仲熙瞬间清醒 不要玩我要玩 之前小师妹都是拿自己做实验 这次终于可以和小师妹一个阵营折腾别人了 断横刀左看看又看看稀罕极了 这么多符 明璇应该画了很长时间吧 话说这些符有什么功效 夜翘见断横刀误会了自己也没解释就让他误回去吧 这些基本上都是阵爽符还有几张是有攻击性的符 随便用我还有很多 断横刀听到他有很多符极度坏了 他也想要个会画符的师兄 这样自己出门的时候打不过还能丢符路 咋都能把那些人砸死 三人正围在一起研究手里的符路 突然身后传来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们是哪宗的弟子 夜翘扭头被那伙人扑面而来 绿意盎然的宗符给清醒到了 好绿的一宗门 他死死的盯着眼前的猎物不知道倒有是哪宗的 对方态度狂妄得很悬云踪 这个宗门夜翘完全没听说过 倒是断横刀微微吃了一斤错到 他耳边小声道 我知道是个挺大的门派 虽然和咱们五宗没法比 但在修真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们宗门以杀仗到说是名门正派 但我觉得他们以后和摩修肯定有话题聊 低行商作风和摩修没什么区别 高行商和摩修肯定有话题聊 夜翘眉头一皱表示懂啊 你们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快把之前的宝物都交出来 不然就别怪我顺手 杀几个人来为一位我的剑 断横刀眉头一皱 刚想抱上自己门派的名字 去被夜翘制止 开玩笑这种时候 怎么能抱自己的名 拉仇恨肯定要拉仇人的宗门了 夜翘没有理会 他直接将手里的俘虏 往他脸上砸去 兄弟们 干他压的 夜翘犹如一个小恶魔般疯狂的 朝男人丢服转 爆炸时蓬蓬的声音接连响起 接二连三的爆炸 把男人的头发都炸得竖了起来 夜翘本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 打不死也能消耗他们一波 一旁的断横刀剑状不禁暗响 常明宗怎么什么服都有 爬行扶婚睡服臭气服 怎么邪门怎么来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好可怕的常明宗啊 明轩不好好当个正经扶修 怎么还往歪门邪道上面发展啊 接连不断的扶路砸下去 饶势绿衣男人修为 已经达到金刚也有些顶不住 不惊望的吐了一口血 旁边同款绿色棕服的弟子 赶紧将男人搀扶住 眼中闪过几分狠义 这么多服 他们是月清宗的吧 大宗门扶修基本上都在月清宗 而月清宗又是出了名的不要脸 不过常明宗道也有一名扶修 可那个宗门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正直又愚蠢 所以不可能是常明宗的 夜翘用扶路拖延了一会儿 时间很快就等到了月清宗 三拨人猝不及防狭路相逢 宋寒生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夜翘 心仇旧恨夹起来 宋寒生立马准备找他算账 夜翘 听到有人喊自己夜翘眼睛骤然一亮 热情朝他挥了挥手大喊 宋师兄快来救我们 他指着玄云宗的人一脸狗仗人士的模样 这几个野鸡宗门的 竟然还妄想挑衅我们月清宗 简直不知死活 宋寒生听到后满脸问候 什么 什么叫我们月清宗 谁和你是我们呢 还没等他想明白 玄云宗弟子就拎起剑朝着宋寒生砍去 月清宗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我跟你们拼了 淑修并不擅长打进深战 宋寒生迅速撤开一段安全的距离 他立马就明白了夜翘是想或水冬影朝自己甩过 你别听他们胡说 他们分明是长明宗和成宗宗的弟子 我和他根本不熟 不熟 你胡弄鬼呢 刚才不还一上来就叫他名字吗 站在一旁的小喽喽也大喊起来 师兄别听他啰嗦 我们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剑修脾气普遍火爆很容易被煽动情绪 夜翘也在一旁疯狂拱火 是啊宋师兄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可是月清宗的内门 那你这样让我们太伤心了 闭嘴 宋寒生快气疯了 你们是瞎了吗 看不出来他们两个剑修一个气修吗 我们月清宗可没有气修 清传也只有一个剑修 什么 你竟敢骂他们瞎了 大师兄就算你是月清宗首席大弟子 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赤云宗的人一听更加窝火 他们最恨那些武宗的人 一个个自命不烦牛得很 师兄弟们别让他们跑了 我倒要看看区区一群扶修到底有什么可嚣张的 废了废了 宋寒生被叶翘完废了 他一个辅助被坑的和同等境界的打野硬钢 跪了宗门的脸面 即使被打死他也不后退一步 开架那兄弟们 瞬间场面爆发 叶翘在旁边浑水沫浴完的不亦乐乎 他谁都不打就在周围来回跑 时不时踹距地一脚踢那个一下 被暗算的两宗都以为是彼此动的手 双方顿时战役滔天隐约都有急眼的架势 等水彻底搅浑后 叶翘心满意足地朝着两人招了招手 三人走了没多久便发现 前方湿漉漉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排排的洞眼 叶翘好奇地走进去看了看 突然从洞里钻出来了几只红白相间的老鼠 比起普通老鼠这只足足有一只狗的大小 牙齿尖热衣化的模样怪恶心人的 叶翘摸了摸胳膊从小到大 他最讨厌的就是老鼠 断横刀神色严肃对着叶翘提到 小心那是白毛活鼠 他们牙齿有毒虽然修为不高 但数量很多 话音刚落几只白毛活鼠 便刺牙朝他们扑了过来 牧仲西剑撞连忙拔剑将其斩落 结果一眨眼又扑过来几只 纵使接二连三的斩杀 依旧抵不过他们爬出来的速度 牧仲西有些恼火 这玩意有完没完啊 跟俄罗斯套娃一样无限处 叶翘一边躲闪一边注意到 每只洞口似乎只能容那一只老鼠出来 而且每个洞口出来的顺序都是有规律的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往外爬 完全能防止被修士们开大招团命 这群小畜生还挺聪明 旋即叶翘扭头就朝着断横刀问 有锤子吗 有 我作为气球什么武器都有 他迅速翻出来了三个锤子 给两人分去 拿到锤子的叶翘冲二人喊着 兄弟们来跟着我打地鼠 你俩听我指挥 我来教你们怎么快速地解决这些小畜生 这么可爱的老鼠 不如锤死他吧 说吧叶翘拎起锤就安排起了任务 似师兄你去那三个洞口守着 断横刀你去另一边守着 我已经记下了这些老鼠的规律 保证一锤一个准 断横刀有些害怕的看着叶翘 真的吗 你可别骗我万一记错顺序 被那玩意咬到肯定很痛 穆仲熙拍了拍他的肩膀 把心放肚子里 我小师妹可是能过目不忘的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 断横刀胆子向来都小 但是看到穆仲熙笃定的眼神 他也只好回到了自己的站位 见人都就为后叶翘举起锤子 对他俩喊着 预备开打 随后三人便开始了愉快的打地鼠游戏 就这么过了半个小时 终于将所有的老鼠消灭干净 此时被打晕了的老鼠 已经堆得比一座小山还要高 这时坐在地上的断横刀 对叶翘他们讲解着 这些东西可以拿来练器卖出去 也挺值钱的 听到能卖钱能练器 叶翘拿起袋子就开始往里装老鼠 虽然他讨厌老鼠 但是能赚钱就得另说了 在修真戒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断横刀想着他方才的注意力 忍不住想往自家宗能挖人 叶翘我真觉得你适合当个起修 这记忆力不坐手一人可惜了 目中西听到后一下闪现在叶翘身前 喂喂喂 那可是我们宗的小师妹 谁要去做个臭恋器的呀 断横刀一听说自己是臭恋器的 顿时不满意了 什么叫臭恋器的 你知道我们一件法器是多少钱吗 眼看两人吵着吵着快打起来了 叶翘打了个安静的手势 噓 你们听到动静了吗 他把神石放了出去 仔仔细细扫射着周围 很快就从一个树桩下 发现窝在那里的红色的小鸡 他眼睛一亮是火鸡有肉吃了 随后便喊上目中西和断横刀 捏手捏脚地朝着草丛中走去 看着蹲在草丛里傻愣着的小鸡仔 叶翘一把就牢牢将它抓住 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好小哦 他吞了吞口水 不过烤来吃应该没问题 谁家妖兽长这熊样啊 叶翘有些惊讶 用手戳了戳小家伙的脑袋 听到说自己熊样 小火鸡气得伸长脖子 趁其不备用力 啄了一下叶翘的手指 他眉头猝了下 对着断横刀说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鸡吗 话音刚落一道 红光围绕叶翘周遭一时而过 契约达成了 这猝不及防的速度 让两个当事人都裂开了 小鸡大脚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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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开始可没打算 找叶翘递结契约 虽然这次他是来找主人 可他看上的主人 应该是个穿着浅蓝色衣服 拥有极瓶水灵 跟天赋极佳 而且还生出大气韵的女孩 结果一时没注意 就被这个狡猾的人类摆着 这就算了还莫名其妙地 被他契约了 简直就是欺齿大怒 他气得扑到地上 一直啄叶翘的脚 叶翘心态也崩了 啊呀放开我呀炒东西 显然一人一兽 对彼此都挺嫌弃的 或者说目前谁都瞧不起谁 断横刀被这个诡异的一幕惊到了 他伸出手将那只鸡拿入手中 你们俩已经契约了 除非其中一人死亡 不然是没办法解除的 不过每个修士选契约兽 都是很谨慎的 哪里有他这般更安一样 叶翘深吸一口气 似乎也是认了命斑 样样捶着脑袋 他能飞吗 怕是不能 叶翘不怀好意窜多着 他胖成这样 咱们不如把他红烧了吧 你们说是红烧鸡是好吃 还是叫花鸡好吃 断横刀听着他的描述 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红烧吧 我喜欢咸的 随后又摇了摇头 不行啊叶翘 我感觉他应该不是 继而是一个魔兽幼崽 只是现在还没长大 起码等他长多点肉 才够我们三个吃 况且你们俩现在算是一体 如果他死了 你也要遭到反噬 听到反噬后叶翘就打消了 吃他的念头 暂时先痒痒看吧 他可记得女主 骑得可是青鸾青色凤鸟 掀气飘飘 如今他只能骑一只 肯定会长得很漂亮的 听到需要天灵地宝 来喂养叶翘 更不愿意要支持小鸟 看来还是需要想想办法 怎么与他解除契约 断横刀听到后有些无语 随即从戒子带 取出来了一小盒精士 准备喂他 国言望顾在地上 喂小鸡吃石头 叶翘看着他手中的石头 拖着下巴表示 他知道这玩意在哪能搞的 因为原著中云 却在寻宝兽的带领下 找到了火系金脉 并将里面的矿石 与问剑宗的人平分 而在叶青涵的纵容和授意下 他几乎拿了将近一半还要多 想完他便将小鸡 从地上粗鲁地揪了起来 从而上说道 我大概知道 哪里有这种精士 一会带着你去 说完便低头 和这只小鸡开始大眼瞪小眼 我给你取个名吧 火鸡这个名字 你觉得怎么样 小鸡听到后 立马发了松的疯狂 啄叶翘 看来他对这个名字 不怎么满意 叶翘只能换个名字 再打量了半天后 突发奇想的冲的小鸡说 既然你是只鸡 那不如就叫肯德基吧 这个名字在我们那里 都是极其霸气的人 才配拥有的 一般人可是连取这个名字的资格都没有 叶翘说话时的语气很认真 小鸡听后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脑 但算是接受肯德基这个名字 毕竟他可要做最霸气的鸡 将此事解决后 叶翘拿出他腰间的剑队目 重细喊道 走吧兄弟们跟着我去挖矿 然后三人一击遇见 朝着金石矿飞去 在大秘境中环境永远是个名 前一秒还晴空万里 下一秒就下起了人 这语居然有一定的腐蚀性 落在肌肤上有种被灼热的疼痛 断横刀想了想对着叶翘二人说着 我有防御法器 不过需要消耗些灵力支撑 你们要一起来用吗 得知要耗费灵气叶翘果断拒绝了 毕竟他凭借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人 万一在灵力耗尽后遇到仇人怎么办 断横刀拖着下巴想着要不要先避雨 结果下一秒就看见叶翘不紧不慢地 从戒子空间里拿出来了两个大锅 兄弟们别担心我有锅 咱们顶在头上飞 雨在后面追 断横刀忍不住思考起来 继鸣玄风魔以后 薛鱼也开始不走寻常路用大锅炼丹了吗 现在的朝明宗清传精神状态真的还好吗 听到吐槽叶翘摆了白手叹了口气 我们终解决温饱都是个问题 这两口锅还是我从食堂顺来的 就先将就着用吧 听完叶翘的话 断横刀开始在心中祈祷起来 他可不想在大笔的时候遇上常明宗的人 虽说常明宗一直不怎么被外界看好 现在看来并不是如外界说的那么不堪 起码他见到的这俩清传就足以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震撼 再坚持一下师兄 我们马上到了 此时断横刀和穆仲熙已经累得气喘叙叙叙 突然一条巨蛇出现在穆仲熙他们面前 哎 你们怎么不动了师兄 断横刀和穆仲熙有些颤抖的指着出现在面前的巨蛇 害怕的说不出话 秘境里常常出现这种能迷惑人心智的幻想 心性不坚定的很容易在里面迷失自己 叶翘貌似猜到了他们进入了幻想 于是从戒子袋里掏了半天随后打开瓷瓶里的丹药 一股螺蛇粉的气息从瓶口传出让人一阵酸爽 很快便将他们俩从环境中拉了出来 清心丹 是啊 快你们都吃点别再说幻觉了 看着他手里的丹药断横刀有些羡慕 你怎么这么多丹药 三师兄塞给他一堆 现在他别的不多就是清心单独 这种丹药能够避免人陷入幻境中 简直就是出门历练必备的丹药 在叶翘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们很快找到了原著中提到过的火系金狂 看着面前闪闪发光的旷迈肯德基顿时来劲 扑腾着翅膀叽叽叽的就往金石上飞 叶翘见肯德基都冲上去了 连忙撸起了袖子冲两个哼哼喊道 快快快把这里的金石全部采光 说罢人就蹲在地上挖起了金石 只剩下断横刀还沉浸在深深的震撼中 另一面的小鸡看着如此多的食物 一边吃一边叽叽叽地叫着 没一会的功夫便将这里沉睡着的守护兽给吵起 察觉到了有人靠近他下意识的刺牙 刚准备窜出去给不速之客一个教训室 忽然发现一只羽毛都没长出来的幼鸟 此时正抱着快金石疯狂的啃食 花豹呲牙咧嘴刚准备将猎物吞入宿中 肯德基歪头看了他一眼 只是一眼花豹就乖乖地趴在地上装起了猫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三人 还沉浸在采矿的状态中 没一会的功夫便已经将这一地带的火锡 金石一扫而空 半点都不带给其他人留的 叶翘看了看身旁的小袋子满意的伸了的懒腰 这时是饱了的肯德基也爬到了叶翘的肩膀上 看着圆滚滚的小鸡 叶翘神色复杂地望着他 这小东西是不是太能吃了些 目中西则是满不在乎地拍了拍叶翘的肩膀安慰 能吃是福 叶翘想想也是 但是按照他这种吃法谁能养得起啊 三人一边说一边朝着洞外走去 师兄这里好奇怪啊 像这么大的框麦居然连一只守护兽都没有 我们还真是幸运啊 蹲在洞穴顶端的花豹 此时轻轻地擦了擦眼角的泪住 正乌乌地哭着 师妹接下来去哪海 叶翘也不知道去哪海 毕竟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结果还没走两步就被一伙人给盯上了 就是他们拿走了我的金石 他的态度笃定显然已经看到了全过程 叶翘双手掐腰 你的金石写你名字了吗 那是我们先发现的 由于打不过那个金丹的豹子 我跑去叫人了 哪成想回来以后扎都不胜了 看到叶翘这么漫不经心的态度后 路人瞬间怒从心头起 赤手空拳就想给叶翘的教训 叶翘顺势低头躲过直接拧住他胳膊 什么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开玩笑 同等境界下他要是再打不过路人 那对得起段玉长老美杰克 对他无情衰打的训练吗 对上叶翘笑咪咪的目光路人愣了很久 你嘛 不是说扶修最不擅长打精神战了吗 叶翘一脚将他踹了回去唇角微翘 我可是月清宗清传弟子 你们不服的话有本事去找我们大师兄理论了 难道说你是月清宗新收的那个云雀 叶翘差点笑出声 大胆你竟敢侮辱我的宗门 说着他拿起个禁锢符丢了过去 禁锢符没什么杀伤力 顶多将他们在原地困几分钟 在丢出符路后 散修们立刻炸开锅了 好啊果然是月清宗的 除了他们谁还会这么卑鄙 我可是看到了那分明就是月清宗的符 断横刀剑状算是发现了 跟着叶翘全程只有喊666的粉 遇事不决 嫁祸仇人 这套流程可算是让叶翘给完明白了 自此一个小道消息在这里传开 月清宗的人不要脸了连散修的东西都抢 聚众在一起的散修纷纷声淘起了月清宗 兄弟们怕个锤子 月清宗的人也只是群俯修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几个俯修吗 到时候把金氏抢过来我们平分 所有人都被不约而同说动了 反正出了秘境 谁认识谁呀大宗们又能怎么样 另一边刚摆脱玄云宗那群人的宋寒生张嘴忍不住唾骂了一声 那群疯狗可真难缠 身后的师弟们连连点头 要不是大师兄手段多还真一时半会出不来 还有那个夜翘简直有毛病我们又没得罪他 说起夜翘宋寒生就烦 不过他隐约听说过这女人之前是他们月清宗那门弟子 后来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连夜逃出了宗门 月清宗那对夜翘离开的说法不一 宋寒生始终认为夜翘离开月清宗是因为长民宗朝他泡了胆染汁 承诺他的清传弟子的位置 所以这个女人才会忘恩负义 罔顾师父的养育之恩选择叛宗 你们是什么人 想要对我做什么 不远处一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散修将宋寒生的去路封死 并将他团团为主 你们是月清宗的 听着这熟悉的话语宋寒生没反应过来 反倒是自豪地扬了扬下巴对这些散修语气不耐烦地说道 是又怎么样 是就行 我们找的就是月清宗 兄弟们给我打 宋寒生大喊一声 你妈 随后招呼身后的师弟们原地结证 就这么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景 散修在外面砍宋寒生在里面躲 两久之后以散修为首的男人不耐烦地喊了起来 快把金石交出来 云雀有本事拿金石没本事打开结界吗 快让云雀把金石交出来 宋寒生额头冒着冷汗心底都要骂脏话 云雀到底拿了他们什么 就不能聪明点吗 非得闹得人尽皆知 此时莫名其妙背了黑锅的云雀证和问剑宗的弟子们一起前往墓地底 原本走得好好的突然就打了一个喷嚏 结果刚坐下来就又被一只可爱的小兽缠上了 他是个严控看着可爱至极的小家伙 当即不顾叶清涵的阻拦 与这只右手签订了契约 在经过一阵红色光芒之后一事达成 叶清涵多少有些无奈 云师妹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妖狩 那你这契约相当于签了只废物 没关系的叶师兄我签的是主仆契约 到时候如果没用的话杀掉就好了 小兽听到后眼睛都快要惊掉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世界上竟有如此恶毒的人类 叶清涵无奈地揉了揉他脑袋好吧 听云师妹的 小兽躲在怀里委屈地哭着 他就知道人类没一个好东西 不过为了不被宰掉小家伙倒也是有眼力解 马上从他怀中挥舞着小爪子孤寡孤寡地叫着 看着他一边蹦带一边回头 云雀眼眸微微一动当即跟了过去 一路上在这只小兽的带领下 在秘境中以外找到不少罕见的灵质灵母 签订契约以后主仆间意识是相通的 寻宝兽扬的脑袋表示 他知道一处地方藏着火稀金狂 云雀闻眼睛一亮毫不犹豫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后问剑宗的众人 原本问剑宗对于大师兄 要带这么一个雷坠也颇有意见 直到云雀的灵兽一路上找到不少好东西后 他们也就渐渐接纳了对方 听到有火系金石所有人来精神了 那还等什么云师妹快让你的灵兽带路吧 半个时辰后 一行人紧打慢赶总算到达了寻宝兽带领的目的地 然而他们来晚了一步 等到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云雀看着空荡荡的一幕 不自觉掐住手里的寻宝兽 因为太过震惊导致没能控制住手中力道 冲着寻宝兽大喊惊慌呢 少女尖锐的指甲刺入小兽皮肉里让他咋出尖叫 于是小兽彻底忍无可忍张嘴咬住云雀的手跑 深夜夜窍正在呼呼大睡 突然云雀的小兽朝他被窝钻去 突如其来的动静直接将他下行 什么什么东西钻进我被窝里了 看着被子中得小家伙可怜巴巴得看着自己 夜窍将他抱起来 别说这小家伙还挺可爱的 断横刀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只灵兽的身份 这是寻宝兽 好像还被人契约了 夜窍文言挑眉那绝必是被女主给契约了 毕竟小说里寻宝兽就是为了云雀准备的 夜窍将他拎起来百无聊赖的看着他 小家伙你是迷路了还是自己挺不出来的 谁知寻宝兽盯着夜窍腰间的夺损想要扑过去 夜窍一把抓住他一正言辞的看着他 快走吧 我可没有帮人养灵兽的爱好 说罢便把他放到了草地上 下一秒他又扑进了夜窍的怀中 孤寡孤寡的叫着 任凭夜窍怎么说都不肯离开 他才不要回去 刚期约的主人是个神经病 这让未经世事的小兽害怕极了 夜窍看到他的反应不经沉思 啊这怎么办 我是人不是你妈呀 别赖着我呀皮卡丘 看着趴在肩膀上流泪的小家伙 夜窍不经猜想起来 难道是云雀和寻宝兽闹掰了 目中吸脱塞若有所思的沉思片刻 看来他应该不想走 等找到他主人是谁再送回去吧 而且他可是寻宝兽 跟着他岂不是就能全程在后面捡宝屋了 这么一想他马上精神啊 一把捧起寻宝兽 睡什么睡我们寻宝群 看着目中吸跃跃欲试的模样 夜窍双手抱怀坡的行为 四师兄以前挺根正苗红的一个正道弟子 现在对这些都已经毫无心理负担了 真是如此可教 就这么三人跟着寻宝兽一路上开始了捡宝之旅 没一会的功夫夜窍三人 每个人都抱满了珍稀的药草野兽妖 难怪作者要把他送给云雀 这小家伙简直就是个大宝贝 目中吸看起来还挺喜欢他的 连续为了好几颗金石给寻宝兽 寻宝兽立马高高兴兴露出不劈给他的摸 而另一边的云雀已经快找疯了 他在夜清涵的怀中四处张望着 作为寻宝兽的主人是能顿寻气息找到他的 可前脚刚找到气息下一秒就又出现在其他地方 突然树林中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 找到了夜师兄 云雀立马让夜清寒落了下去 可映入眼帘的则是寻宝兽一直往夜翘身上蹭的情景 二是姐请你将我的寻宝兽还给我 夜翘懒洋洋一笑醒了 说罢就晃动身子想要将他摇晃下去 快放开我小东西 这个态度是要多欠有多欠 肯德基早就受不了这个小家伙分摊主人的爱 于是连忙开始跳到寻宝兽身上抓闹起来 云雀看着自己的寻宝兽抱着其他人不放手的模样 表情也渐渐扭曲起来 寻宝兽快回来 寻宝兽妆没听到依旧抱着夺损不松手 夜翘叹了口气 你看不是我不想让他回去的事 他自己不肯走 云雀脸色沉了下来 但眼前的情况谁也不能指责夜翘半句 毕竟确实是寻宝兽自己主动连上去的 跟个舔狗一样简直没眼看 哦对了 夜翘像是突然想到点什么 在一群人警惕的目光下从腰间拿出账单 我师兄刚才为了寻宝兽五颗精士 就按照市场嫁给你们算吧 五万上品零食不多吧 云雀是如雷鸡一般身形猛的一枕 你也太胆要嫁了吧 云雀你装什么装 快点钱 不给的话寻宝兽我们就先扣下了 云雀瞬间想起那个被挖空了的精士矿 他将两者不约而同联系到一块后咬牙 切齿质问出声 精士矿是你们挖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 云雀被掖住片刻目光灼灼地看向夜青寒 现在怎么办夜师兄 他此时的模样楚楚可怜 看着他那饭满泪花的脸颊 夜清寒直接将零食丢了过去 问剑中人见状全炸了 这是云雀的寻宝兽 吃得凭什么要我们大师兄来还呀 毕竟五万上品零食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夜翘丝毫没有顾忌旁人的目光 当即咽起了零食 你们常民宗是穷封了吗 这么看重钱 你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穷得睡不着 要不你们再给我们施舍点零食 宋剑被气得晕绝 这都是群什么人呢 穷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夜清寒都忍不住醋眉声音轻了 你们常民宗的人有点过了吧 怎么会呢 我还要感谢来自问剑中的馈赠呢 在数完零食后 夜翘诚恳地对问剑中几人脸唇微笑 这是你们的寻宝受还给你们 目中西看着夜清寒黑下来的脸 生怕自家师妹被打 赶紧将夜翘护在身后 分摊他们对夜翘的敌意说的 我们的确要感谢问剑中的馈赠 让夜翘一个人吸引全场仇恨之夜太过火了些 他是真的怕夜清寒当场打剑 断横刀是不敢惹这群剑修的 但夜翘怎么也算是他朋友了 最终还是古族勇气附和了举 感谢问剑中的馈赠 得了 这是真的有气没出撒了 成宗宗的清传也参与进来了 要是只有一个夜翘 他们指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可他身边的目中西实力从来都不弱 既是天生剑谷 又是整个修真界屈之可数的剑道天才 当初问剑中宗主也曾想挖过对方 只是不知道长明宗给他灌了什么迷魂堂 宗门都这么穷了 目中西还死活不走 我看你们也就成成口舌之快 你的助击就敢口出狂言是谁给你的自信 自信 你们问我们为什么这么自信 目中西拔剑出鞘的一瞬间满地双汗 除了夜心汗手里的剑没动以外 问剑宗弟子腰间长剑全部发出阵阵战力 目中西声音轻朗 都是天生剑谷 你说我们为什么自信 16岁金丹 有什么可拽变 可16岁金丹的实力在整个修真界都屈之可数 方才只是他拔剑的功夫 就已经让他们的本命剑发出阵阵战力 看着被唬住的众人目中西由衷地感 跟小师妹在一起就是爽 不但在与别人争斗是不会吃亏 而且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比较自信了 就算是见到第一人夜心汗跟我比他还差点实力 夜心汗见他那自我陶醉的模样眉眼为主 大笔剑 期待各位在比赛上的表现 从他的言语中还是不难听出话语里的傲慢和挑衅 大笔剑 夜翘语气中没带半点怕的 注意到夜心汗目光落到了夜翘身上云雀乎的有些不是滋味 二师姐我和师父都很想你 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回宗啊 二师姐 你们认识 你不是月清宗的吗 怎么会认识他 云雀查脸天真 师姐是师父从小捡回来养大的 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是二师姐赌气离宗了 当即所有人都在用一种看人渣的表情谴责夜心 逼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话放修真戒也是管用的 背弃从小养大的师父 反而跑去其他宗门这种行为不是白眼狼吗 结果下一秒一道剑鸣赏过直奔云雀 即被夜清寒已经泄掉了绝大部分剑气 可云雀还是被剑气的余微震倒在了地上 沐重熙大大咧咧盯着他露出某灿烂的笑容 我小师妹今天没打你是因为他有素质 而我今天打你是因为我没素质 不服气的话就让你们月清宗和我打一架 谁家师妹不是个宝啊 沐重熙是个直男不太能听懂所谓的茶言茶语 他只听出来的云雀暗戳戳想挖走自己小师妹 让他回月清宗 想挖宝贝小师妹那怎么行 然而此时夜笑双眼发光似师兄不杀雕的时候还挺帅的 叶清涵将云雀输起来关切地问道 林师妹你没大碍吧 云雀见有人安慰自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叶师兄我都受欺负了你怎么不帮我教训一下他们 叶清涵到底是有脑子的现在 他和云雀也不过出于有好感的阶段 这点朦胧的好感还不值得他与长明宗拔剑相想 站在远处的墓中吸五招耳朵 该死有完没完啊 天天就知道哭 小绿茶药刚认识的男人帮他打负二代 见男人没理会便开始大哭起来 你是男人吗 我被欺负了你还不帮我 叶翘几人见到如此狗血的剧情火速逃离了这里 在稍作歇息后 断横刀看了看叶翘腰间的夺损道 我猜云雀的寻宝兽是被夺损的气息吸引来的 这样吧我先帮你刻上个封印就防止气息外散 万一真的招来什么大妖兽喜欢上夺损就此 叶翘道也没天让直接真诚地对断横刀道了一声喜 玄机问道秘境最长是多少天来着 大秘境的话时间短点五天吧 那岂不是明天就要结束了 是啊怎么了 挺可惜的我还没完够呢 断横刀无力吐槽 叶翘确实是挺快乐的 月清中的人这次是遭了老罪了 都是来寻宝 结果宋寒生一群人啥也没干就被拉了一堆仇恨者 关键他还不知道是谁干的 真惨 不过跟着叶翘确实是 只需要在后面全程简陋就好 想完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总怎么就没有个这样的师妹子 身为清传的断横刀动手能力很强 没一会的功夫便将封印作文了上去 时间太紧了 这是临时的封印作文 要是想解开用灵力的刀就行 好的 不过你们为什么下山啊 叶翘叹了口气 因为禁地里面太无聊了 我们跟二师兄要的传送符流下山 希望大师兄没发现我们俩偷跑出来 不然他可能会当场猎人 次日清晨 逆境即将关闭的消息迅速传开 这时所有修士汇集到了一起寻找出口 以送寒生为首的月清宗弟子们 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宗符变得破破烂烂的 全然不如刚进来时的光纤亮灵 叶翘猜测他们想必是遭遇了一群散修的追杀 才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宋寒生见到云雀一个剑步挡在了他前面 小师妹你拿到火系金石了 云雀一乱 火系金石 没有呀 宋寒生却以为他在装傻想要私吞金石 于是心底更起了 正当他还想接着质问时 叶清晨对着云雀喊道 云师妹秘境出口开了 我们快走吧 好 云雀转头拉着叶清晨的手 那我们走吧 我这里有秘境的地图知道哪条路最安全 叶翘看着一行远去的身形拖着下马思索了一会儿 云雀手握地图不紧 可他自己则是拿着剧本的人 原著里他指的路确实没错 可死伤也挺惨重 浩浩荡荡一行人最后出去的只剩下一半不到 不过那条路虽然死了不少伞行 但云雀收获也挺大 于一群人合力斩杀原因 吸妖兽后拿到不少的灵力 但也因为如此他触发周围结局 导致所有人被困在里面 叶翘眼看这群伞修就要跟着云雀他们走了 还是多嘴的句 有没有人跟着我们走 一群修士盯着叶翘眼神 仿佛在说你一个小小助击跟着你干嘛 云雀同样深吸了一口气 世界你不要闹了我是有地图的 叶翘沉默了骗头 我劝告你们真的别去 但是你们坚持选择跟着云雀走那就当我没说 跟着男女逐走一条路 或许他们死不了 但一些无足轻重的路人甲肯定得累 叶翘你还没死 你才死了呢 被困结界中的宋寒生看着三人有些发呆 叶翘三人是气韵之子吗 怎么会毫发无伤 此时距离逆境关闭还剩下四个小时 看着云雀手中的地图一群伞修陷入了选择之中 云雀有地图还有问剑宗的保护安全的满满 可是听叶翘说话声也挺有底气 最终大部分伞修跟随云雀的脚步 只有极少部分的选择了跟叶翘他们走 反正阻止不了想要找死的人 既然如此那就不阻止了 兄弟们我们走吧 再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后 叶翘指着前面出现的阶梯冲身后的众人喊道 看前面就是出口了 几名伞修在抱拳谢过他们后便离开了秘境 看着远离的伞修断横刀拍了拍他的肩膀 叶翘你不会是那种学命里的修士吧 这一路走来居然这么顺一只妖兽都没有碰到我 当然不是我就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他想了想不能告诉他们自己是手拿剧本的女人 断横刀再次拍了拍叶翘的肩膀笑秘秘的 那你这运气是真的好 秘境还有俩小时就关闭了我们也快走吧 说罢便朝秘境外走去 我等会再走一会我准备去抓几只妖兽 少年身形一论你是认真的吗 大秘境的妖兽修为最低也是助击中期 你一个助击出气的抓妖兽确定不是被妖兽给抓到吗 叶翘再次点头开口我很认真的 乱横刀都不知道这人哪里来的自信 在咬了咬牙许久之后做出了妥协 算了我陪你一起 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天总不能真的不管叶翘 沐仲熙看着要去做死的小师妹捂着脑袋 头疼 但自家小师妹还能怎么办成的呗 三剑客再次远路返回 走兄弟们我带你们先去探个热闹 谁的热闹 很快俩人就解惑了 此时秘境中的另一侧被困在结界中的一行人开始急得团团转 他们可不想被困死在秘境里面纷纷对着云雀指责起来 这个云雀怎么乱带路 不仅让我们损失一大半同袍 现在还触发了结界大家现在都出不去了 都怪你 此时云却被重伞修下地躲在叶清寒的身后慌忙地道歉 突然一个传音符飘向了宋寒生 这是谁的传音符 话音刚落手中的传音符就开始响了起来 往结界外面疼 回头望去只见叶翘木重西断横刀三人正一脸开心地朝他打招呼 叶翘你没死 你才死了吗 我自尊心太强了听不得别人吗 木重西都有点担心宋寒生会不会被气出脑溢血了 就在刚刚被困在结界中的宋寒生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嗨你妈呢 回头望去只见叶翘木重西断横刀三人正一脸开心地朝他把招呼 叶翘你还没死 你才死了吗 怎么又是他们三个 眼看宋寒生张嘴就要骂人 叶翘压根不给他这个机会马上用法力切断了传音符 切断传音符后宋寒生骂得更激烈了 可惜格这个结界谁也听不出来他骂的什么 只能看见结界中的宋寒生一会指着自己 一会指着身后的二人表情极心预屈 木重西倒是有些好奇问叶翘你不听听吗 不听 我的自尊心太强了听不得他接下来骂我的话 不愧是你啊师妹 木重西现在都开始隐隐有点担心宋寒生会不会被气出脑溢血了 等到宋寒生差不多没力气骂人后 叶翘朝宋寒生露出一副以母校准备和他好好沟通 然后又不仅不漫用一种极其欠揍的态度给他丢了个传音符过去 这次宋寒生并没去接传音符 结果这枚传音符直接落到了宋健的身上 宋健之前被叶翘队还厉厉赞美了 他仿佛像拿到什么炕手的山芋端立刻将服丢给了叶青符 大师兄给你 凌为受命的叶青涵只能接过传音符 嗨叶青涵你们想出去吗 你有法子出去 当然有叶翘笑眯眯的盯着他们 要不这样你们叶青宗和问剑宗的都叫价吧 临时给的满意我就想办法放你们出来 刚被坑了临时的宋寒生和叶青涵脸都不约而同黑了下来 断横刀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就真不怕大笔的时候这两综合伙针对你 谁知叶翘说的可理智气壮 得罪都得罪了肯定是要得罪死啊 正所谓债多不发愁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 对于叶翘的建议没有一个人领会 叶青涵甚至当场选择抽剑披向结界 结果反噬而来的两倍剑气不但将他震弹 还让他嘴角泛着血 叶师兄你没事吧 云雀搀扶住叶青涵 慌乱无措的他唇半明景 眼里泪巴达巴达的落了下来 你们的命值多少钱 如果价格合适我就救你们出来 叶青涵压根没理会叶翘转身拔剑披向结界 结果结界反弹的能量直接将他击退 云雀健壮马上给叶青涵擦拭嘴角的血迹 两人含情默默的对视气氛都变得暧昧起来 只能说人的悲喜并不相同 有人在结界中谈恋爱 有人在结界中为了小命着急 优雅 太优雅了 叶翘一边鼓掌一边叹叹 不愧是修真板龙傲天 吐血都不忘维持着逼格 援助剧情里叶青涵凌厉耗尽被反噬的狂吐血 最后才勉强带着云雀走出秘境 这正是两人感情深温的关键 原本还在冷静的宋寒生此时再也冷静不下来 冲着结界外看热闹的叶翘大喊 叶翘我知道你有办法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你不可能做到见死不救吧 况且长民宗长老们一定教你们了 要乐于助人的对不对 都到这个时候了 宋寒生还想着用道德绑架叶翘 不过叶翘秉承的一直都是 只要他没有道德谁都绑架不了他 只见他盘腿坐在结界外 悠哉悠哉的队里面说 你们出不去我能有什么办法 大不了等你们死了后 我被扣一个见死不救的帽子 宋寒生被气得指着叶翘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话 毕竟任谁都拿叶翘摆烂 是发言没有任何办法 说吧你想要多少零食 叶翘不动声色抓着手里缩成一团的肯德基 你觉得你们的命值多少钱 宋寒生眉头紧皱十万上品零食 原来尊贵的清传只值十万上品零食 宋寒生脸色阴沉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是可而止之四个字 叶翘不知道怎么写吗 显然叶翘并不知道 甚至开始搞起来了拍卖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叶翘等半天没人回答不由的阴阳起来 原来清传也不值十万零食 眼看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宋寒生最终按捺不住 张口交价十五万上品零食 再多我也没有了 叶翘知道羊毛好多了就会脱 于是从戒子袋里不慌不忙 拿出来了空白的纸张 来立个字句 那麻烦你们二位立个字句 在上面按下手印 宋寒生与叶青寒 逼着一口气一起按下了手印 在成功拿到了字句后 叶翘冲着目中西二人狠道 走吧兄弟们 干嘛去 断横刀差点以为 他是在耍那些人玩的了 没想到叶翘理直气壮 抓妖兽啊 顺便把这些人救出来 我一开始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还天生怪癖 特别喜欢在大白天偷看妖兽睡觉 然后拿起石头朝他们砸去 被砸醒了的妖兽瞬间清醒 非常生气的朝着四周 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见他们没注意到自己 叶翘连忙冲着他们 做了个鬼脸嘲讽道 来呀来打我呀 这下他们发现了叶翘 并冲着叶翘发出声波进行攻击 原本还在挑衅的叶翘 瞬间一愣急忙使出 他轻松就开始玩命的跑 他觉得这样还不够 于是在逃跑过程中 不停的招惹路边妖兽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快跑 站在原地等候的断横刀 看到狂奔而来的叶翘 心底伸出几分不好的预本 为什么要跑 我身后跟了两只金丹 六只助击的妖兽 断横刀听后大脑一片空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妖兽追你 你他妈带了什么呀叶翘 要不是实际不对 他高低的和叶翘说道说道 就这样三人一路火花 带闪电的往结界的方向跑 就在一只金丹七妖兽 扑上来的瞬间 叶翘指着结界大喊 兄弟们快冲进去 结界外是允许活人进入的 但妖兽就不再被允许的范围内了 一群被拦在外面的妖兽 开始无能狂怒 疯狂往结界的屏障上面砸 宋寒生看到冲进来的叶翘 他头都要砸了 你们干了什么 怎么把那群妖兽都引过来了 叶翘耸耸了耸肩没干什么 我们等他们将结界消耗得 差不多再出手吧 他坚信只要仇恨直拉的构组 即使是妖兽都会忍不住 来拍死自己的 当然他做到了 此时结界外的那些妖兽 都已经在发狂边缘横跳 叶青涵看着外面围着的妖兽 猜到了他的意图 你是想利用这些妖兽来打破结界 这般投机取巧日后会栽跟头的 我可不信什么是亏是福 要吃你们去吃 反正我们不吃 能投机取巧为什么非要努力 叶青涵不说话了 只觉得他明完不灵 没有云雀半点的政治 叶翘却也懒得和他们继续聊下去 于是扭头问断横刀 你有捕捉妖兽的那种网吗 准头怎么样 有啊 我准头挺好的 毕竟作为合格的气修 他们时刻都需要将法器 丢给作战士有需要的修饰 所以准头这一方面 他绝对属一属二 说吧他便将金色补兽 网从戒子袋中拿了出来 那我就放心了 等于会你按照我说的来做 我带你玩一场紧张刺激的补育达人 怎么样 可不信什么吃亏是福 要吃你们去吃反正我不吃 这时结界外的妖兽 正死死地盯着叶青 疯狂往结界上面扑 原本厚重的结界 此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变单独 慕仲熙低声提醒结界要碎了 身负任务的断横刀 距离叶翘最远 他拿着困兽网神色有些紧张 在屏障碎开的瞬间 所有修饰几乎是以离弦剑般的速度 往外面冲 毕竟还有一个时辰不到秘境就关闭 如果跑不出去的话 就只能被关在里面与妖兽为伴 看着妖兽按照既定路线 进入了断横刀的攻击范围 叶翘连忙打 快撒我 断横刀马上将往朝着妖兽丢去 看着困住了的金丹妖兽 他瞬间明白了叶翘的意义 因为得罪妖兽的是叶翘 断横刀只要不和他在一起就很安全 然后少年便开始跟在后面 勤勤恳恳开始撒网捉妖兽 而且妖兽在攻击结界时 消耗掉了大部分力气 此时又被叶翘跟遛狗狮的到处溜 断横刀不费吹灰之力 以抓一个主 难道这些都是叶翘算好的吗 不但故意惹怒妖兽 还坑了其他两宗的零食 就连跑路的时候 还能顺道将精疲力竭的妖兽一网打击 不过他是怎么知道这里会有结界的 不对 不能用正常人的角度去理解叶翘 三人配合得极好 在密境关闭前将全部妖兽给带了住 给叶翘 刚刚抓到的妖兽我都装进戒子带领来 考虑到断横刀需要练气 叶翘主动开口妖兽骨给你留着 他挠了挠头 那那单你们收着吧 毕竟这一趟收获光是练气的材料 都足够他用很久的 三人在分赃结束后 叶翘总觉得他似乎忘了点什么 对了 我的鸡呢 毕竟结界内不允许妖兽进你 那么肯德基跑哪去了 二人盯着窝在叶翘头上的鸡指了指 他正在你头上好像准备安家 叶翘裂开了一把将肯德基拽了下来 不许窝在我头上 肯德基装没听到 看着手中的鸡难道他听得懂人话 叶翘平息了下心情这时才想到 之前捉到的那只赤鸟还被拴在树上 嗯对 你不是打算把他带回封门吗 叶翘搓了搓手 我们来体验体验骑着鸟飞的感觉吧 虎有圣诞老人骑迷路 后有哈利波特骑扫帚 今有叶翘做鸟飞 人故有一死但不能射死 骑着大鸟头朝地砸进土里没脾气 就在刚刚逃出秘境的叶翘三人 在树林里找起了大鸟 许久之后一道清脆的响声传来 四师兄找到了赤鸟在这里 大鸟如今被拴得已经生无可恋了 拖着这两个可恶的人类 再也生不起任何反抗的情绪 断横刀对叶翘抱了抱拳 那就此别过 大笔剑 叶翘正在研究要怎么做鸟飞 这会儿头也不抬朝他回了去 大笔剑 他们两人一连失踪了五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秦范范和大师兄已经知道 他们脱脱下山的事情 驾快飞 四鸟气疯了 这人类竟然将他荡成拉车的 他已经被身上的两个人类 欺压得非常崩溃 在飞上天的瞬间 他开始故意左摇右火 果然骑鸟还是太难了 叶翘在天上只能死死抓住他不松手 然而在即将到达长明宗地界时 赤鸟晃得更猛了 他想抓都抓不住 正当强行将赤鸟杀停后 谁知他一个翻身 二人就被摔了下来 在掉下来的那一刻 叶翘唯一的念头就是 骑鸟果然不行了 就这样两人一兽从天上摔了下去 此时的地面上 赵长老正在与其他宗门的亲传进行友好交谈 就在这时从天上忽然掉下来了 黑漆漆的东西 砰的一声溅起了一大片灰尘 随后在一群人茫然的目光下 叶翘和牧虫熙的身形显现出了 叶翘若无其事从地上爬了起来 二师兄三师兄 人固有一死但不能射死 牧中熙久违地感受到了射死的尴尬 他垂低着脑袋全程不敢吱声 此时叫长老鹰侧侧一笑 小兔崽子你俩还知道回来 这时坐在一旁的女孩小声哔哔的 师姐我感觉这个宗的亲传都不太正常 思妙言难得认可地点了点头 饶式悦人无数的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清传 好好的见修不欲见飞行 竟然骑得大鸟在天上飞 赵长老面容扭曲了一阵 不用看都知道其他宗那古怪的眼神是在想什么 他忍着滔天的怒火 努力挤出一抹和哀可亲的笑容 你们来得正好 这两个是碧水宗的清传 你们就一起陪他们转一转 咱们长明宗吧 幸好来了碧水宗的清传 要不然叶翘二人狠定又要挨糟 比起能考第一的天才 遇上不吃饭就会饿死得废肠 会擦出什么样的核弹 叶翘看着远处悠哉看书的明璇不禁吐槽 此生最恨天赋狗 更恨的是我竟然不是天赋狗 在赵长老离开后 叶翘终于是松了口气 站在一旁的寺庙岩不动声色地打量叶翘好几眼 武宗挑选清传弟子找的都是姿质最好的 可眼前这个女孩姿质平平 看上去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也不知道朝明宗是彻底摆烂 还是准备伴猪吃户 明璇双手抱头 叼着个狗尾巴草充叶翘好道 你们可算回来了 再不回来师父都要急得亲自下山抓你们了 薛宇也认可地点了点头 五天时间离你们这个模样 难道是去流浪了 毕竟他俩的衣服都有些磨损 尤其是叶翘看上去像是粘了的小白菜 三师兄你格局大一点 我们是去捡垃圾回来了 说着还特意踢了踢一旁的赤鸣 薛宇沉默片刻没有说话 这时淼淼突然钻了出来朝薛宇问道 薛师兄可以问你们的问题吗 云中城最近是不是流行一种丹药 他将手里奇奇怪怪的丹药递给薛宇 就是这种的 薛宇接过来盯着他手心里的丹药 看了片刻没有说话 这时明璇连忙凑了上来 我感觉哪里见了 毕竟这么丑的丹药也就小师妹能练出来 淼淼眼睛一亮小师妹在哪里 他还真挺想知道 是什么神人能把丹药练这么丑 却还能完整保留药效的 叶翘扭头注意到了 淼淼手里拿着的丹药不禁以火 没做死前这些丹药 因为长得丑可是死活卖不出去 没想到这才几天时间 竟然变成了市面上主流的丹药 他 淼淼微微一愣 没想到他一个见羞 竟然有做丹羞的梦想 叶翘落落大方地任由他看 领了朝薛宇道了一声 三师兄我先去藏书阁了 早就不想陪人聊天的名选 也赶紧追加了据我也去 随之师兄妹两人 当即携手一起逃之夭夭 血雨无奈笑了下 淼淼看到这一幕 心里不由的一阵羡慕 你们宗亲传之间气氛还挺好的 毕竟别的宗门亲传可不像这样 身为天之骄子的亲传 在天赋这一块就没少 明正暗动互相比较 简单来说就是 谁都瞧不上谁 目中心摸了摸脸 那倒也没有 我们之前相处的其实也没有多好 在叶翘没来之前 他们几个都很少交流 偶尔一起也都是结伴下山历练 现在的团结完全得益于叶翘 那惊人的社交能力 此时藏书阁内叶翘 还没坐下来 喘口气就被长老发现 叶翘你来得正好过来帮我抄书 一回来就被压榨叶翘忍不住叹气 他来藏书阁的目的 其实是想将宋寒生给的心法 和福禄书仔细研究一下 顺道对比下长民宗的福禄 试试看能不能改良 结果却被御长老歹个正着 他气得直接将手中的毛笔给丢了下去 当然这只是他自己幻想的 长老福休第一次画符会流鼻血吗 会 遇长老掀起眼皮 瞥了明璇一眼又不了句 当然极个别就不会 就比如你二师兄 他七岁就会画符十岁被送到咱们宗 神识透支这种事在他身上就不存在 你可以将这种能力理解为天赋 明璇在福道上的天赋确实没得说 叶翘一字一句悲愤的抄着书 此生我最恨天赋狗了 更恨的是我竟然不是天赋狗 师父你是想让我早点投胎吗 说吧叶翘直接躺在地上开始摆烂 我就是一个住机器无爹无娘的小丫头 你让我大笔拿低你的心不会痛吗 可秦泛泛谈话前 叶翘正在藏书阁做客 听到二师兄绝佳的天赋后 叶翘不由的醋了醋眉 此生最恨天赋狗 欲管是听后沉默了片刻 这兔崽子真是半点没把我当外人了 换做其他人就算在极度都不会说出来 结果这丫头倒好说的还挺理智气壮 被冠上天赋狗称呼的名神哭笑不得 于是连忙转移话题催促的 快抄吧一会食堂要开饭了 一听说要开饭 叶翘立马手里的动作加快了几分 深夜赵长老马不停蹄找到了 在墨鱼睡觉的情犯粉 别睡了 你那个新收的小徒弟和沐仲熙回来了 问出来是谁窜夺着他们下山了吗 这还用问 除了叶翘那小兔崽子还有谁 在叶翘没来之前 沐仲熙即使在叛逆 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偷溜出踪 情犯犯对此已经是掀不起任何波澜了 摆了摆手格外大度 人不惊狂望少年 那群孩子这回正是闹他们的年纪 你和孩子吃什么气 赵长老扶了扶额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两个人天天胡闹 叶翘又是个不思进去的孩子 要是在带坏木虫戚可怎么办 现在他整天不误 正叶翘没少翘还喜欢下山胡闹 你说的没错 那群孩子是该管一管了 等会我就喊叶翘来谈谈心 此时叶翘正在床上和肯德基呼呼大睡 突然传讯预解的响声将他惊醒 叶翘收到消息后 顺手将肯德基往头上一丢就去了祖风 师傅你大半夜找我有什么事吗 行赞犯清了清嗓子 打算装模作样 训斥这个小徒弟两句让他安分些 谁料在叶翘进来的前一秒 他就差点没当场破坊 只见叶翘穿着素色衣衫 看上去有些吊锅铛 头上还顶着个火鸡 行赞犯预言又指小翘 你头上那个是和我 叶翘挖了一声 这是我的七月少 师傅你知道这是什么妖兽吗 行赞犯闻言 陈寅片刻起身翻了翻译寿路 结果也并未发现 有相似的妖兽狐幼崽 他沉默片刻目光 不自觉落到小鸡身上 语气有些复杂 小翘啊 你不会争契约了个火鸡吧 鸡 叶翘在听说这确实是只鸡后 也接受现实了 他甚至有心情伸出手晃了晃他 师傅他可不是一般的鸡 他是肯德鸡 行赞犯怕被叶翘看出来 自己不知道肯德鸡是什么鸡 干脆选择转移话题 小翘啊 今年大笔剑修榜 有没有信心进钱时 叶翘抱着肯德鸡沉默了许久 直接往地上一躺 没信心 你让我进钱时 跟让我去死有什么区别呢 秦范范文言扶了扶额头 他现在完全猛了 不知道该怎么和叶翘再继续聊下去 见状躺在地上的叶翘看着秦范范 师傅大笔是只有武宗的清传了吗 总听到有人说大笔 可我现在连规则都不太清楚怎么办呀 师傅你别一直踹我的肚子 好疼啊 叶翘此时正蜷缩在地上来回翻滚 然而段玉并没有因为叶翘是女孩而停止特训 反而继续朝着叶翘走去 就在刚刚被秦范范喊去挨骂的叶翘 有些不解的朝秦范范问到师傅参加大笔的 只有武宗的清传们吗 秦范范屡了屡胡子 是的 到时候会将你们一同送入同一个大秘境 每个清传都要揣着观影师 负责让场外的长老和修士们看到里面的场景 叶翘眼睛略微争大惊讶地说了句 那岂不是和现代直播没什么区别 是啊 到时候你们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所有修士的目光下 望着第二郎当的叶翘 秦范范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翘呀 到时候你可千万别给我搞什么事情 叶翘眉眼清澈一股清晨的模样 放心吧师傅 我可是老实人怎么会导事情呢 看着叶翘水汪汪的大眼睛秦范范就不由得烦躁 行了为师知道了 你赶快滚去睡觉吧 说吧他便将叶翘打了出去 次日清晨 早起的虫儿刚被鸟吃 叶翘和慕重心二人就被段玉喊了起来 毕竟他们二人作为不成熟的剑修 理所当然被段玉来回殴打指点他们打都时的技巧 大比在即任何人不可以松懈 叶翘你看好我是怎么出手一招置底的 说吧段玉直接走到了慕重心的身后 然后猛的一用力直接将他丢飞出去 随着胖的一声巨响慕重心狠狠地坠落了心 长老不愧是长老 我都没看清楚是怎么出手的四师兄就被端飞了 正当叶翘还在吹段长老的彩虹屁事 段玉突然将头一扭看向叶翘 叶翘原本还在笑嘻嘻的面容瞬间僵硬了几分 现在轮到你了叶翘 说吧他便满脸爱意地朝着叶翘走去 此时不跑更该何时 要是挨段长老那一顿揍不说小命不跑 那起码也得三五天下不了床 于是他抱着打不过就跑得侥幸心理脚下他轻松一晕 头也不回就朝情泛泛的方向抵去 小兔崽子给我回来 叶翘大声嚷着不回头 再爱也不可能回头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回去肯定会被抱走 段玉一条没 速度快没用 只见一个顺意段玉在他下一步的落脚点提前截住叶翘 然后毫不留情踹在他小腹处 叶翘躲闪不及直接被踹了出去 他捂着抽筒的腹部一时间竟无法站立起来 这时段玉凛冽的拳风紧跟而至 身体的本能让他迅速做出反应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 同时后车试图拉开距离 可可躲得不错 不过看为师的这招 小兔崽子给我回来 叶翘大声嚷着不回头 再爱也不可能回头 不回头是吗 我踹 叶翘刚迈开腿就被段玉一脚踹在了膝盖处 膝盖被踹得骤然一弯 叶翘冷不丁地摔了个大马爬 站起来继续再来 被摔得浑身疼的叶翘此时正趴在地上特地放弃挣扎 这就放弃了 你的极限就是这 段玉试图用语言激起叶翘的斗志 反观叶翘则是直接躺平 长老你打我吧 我是不跑 跑又跑不过 打又打不赢还能咋办 不知为何叶翘总觉得段玉今天就是特地来做自己的 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僵持了那么几分钟 这时一旁的沐仲熙突然喊了一句开饭了 然后朝着食堂跑去 叶翘听闻眼睛一亮到饭点了呀 我都快饿死了 不料他刚站起身段玉冷冰冰的声音就在他耳边响起 你什么时候能成功攻击到我才能去吃饭 闻言叶翘马上来的精神 趴了这么一会我又觉得我行了 长老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段玉上下扫了一眼这个害群之马 这是想去吃东西了 叶翘害羞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段玉一个拳头朝叶翘没清楚打开 紧撞叶翘连忙向右侧一闪 然后拉抬了一定的距离 被打飞两次后的叶翘已经清楚断长老的出招方式 然后接二连三地躲过了段玉的攻击 就在这时叶翘一个剑步配合着他轻松拳头握紧 旋即闪身出现在了段玉身后一拳朝他后脑勺洗去 不错板子很大 男人转头一手握住他的拳头用力往下一折 同时空出来的手狠狠挥向他腹骨 却不成想叶翘就跟滑步溜秋的迷秋一样 身子用力一拥悬身从他臂弯下窜了过去 踏青锋拉开距离急忙绕到身后 然后顺手摸到腰间的躲损 直接使出了青锋绝第一失踪断斩 剑法如影如刀朝段玉稳稳斩出 青色剑锋速度太快 段玉反应不及时还真被叶翘给打到 青锋绝第一事 段玉认出来了他用的什么剑绝眼神里 带着一丝丝差异 我好像还没教过你青锋绝的第一事吧 叶翘有些心虚的挠了挠脸颊 一脸害羞的盯着段玉 师父你别踹我肚子 好疼啊 叶翘趴在地上滚来滚去 段玉则是走到他身前直接一掌锤下 他一个礼于打挺就一到了段玉身后 然后瞬间将腰间的夺损拔出 使出了青锋绝第一失踪断斩 段玉见状眼里带着差异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青锋绝 叶翘摆了摆手 看似师兄用的时候学会的呀 不过长老我算通关了嘛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冲去食堂了 段玉神色复杂点了点头 去吧 叶翘兴奋地朝着食堂跑去 馒头我来了 带他走后段玉摸了摸胡子 叶翘的模仿能力是真的强啊 只要是件事他看一遍过后 都能模仿个七七八八 就是平日里不上镜百万的态度简直觉了 只可惜现在时间太紧了 要是再给我俩约时间就好了 勤犯犯品的一口茶潮段玉安慰 罢了罢了 反正也没指望拿什么名次 只要他们平安就好 但也是段玉握了握拳头 那我这些天只能继续用力训练他们 争取让他们在大比试不被欺负的太惨 数日后 被虐惨了的叶翘终于想起了消失的二师兄 按照明璇的尿性 他绝对会来看他们俩被打的热闹 但这几天明璇却安静的就有些过分 后来叶翘问完薛宇后才知道 明璇连续在屋里画了三天的符 叶翘被打的时候明璇在画符 叶翘睡觉的时候明璇在画符 叶翘吃饭的时候明璇还在画 好家伙卷王静在自己身边 叶翘站在明璇院子门口犹豫了片刻掐了敲门 小师妹 快进来吧 叶翘紧跟其后走了进去 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地散落的符路 他有些惊讶这么多符得画了多久啊 明璇笑了下子吗 你也是来劝我谢谢的 不是的 但是二师兄现在离大笔 还有一个多月没必要这么胆吧 你已经三天三夜不睡觉 受得住吗 明璇沉默了片刻 我想突破金丹 啊 叶翘猛了片刻这么急着突破吗 爱你可以理解为天才的压力 天赋狗确实让人羡慕 但压力也挺大的 叶翘表示不理解 明璇神色一阵我家是八大家俗修一脉嫡系 而且在你没来之前 我是修炼最快的那个 但是自从15岁住击巅峰后 就再也没突破过 现在家族嫌我不努力 就连父亲也经常传信时哀声叹气 不但如此 还有其他四宗的嘲讽 这让明璇无时无刻 不再受着刺激和煎熬 叶翘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懂了二师兄 原来援助明璇之所以会入魔 合着全是被那些流言蜚语刺激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叶翘就有法子解决了 手枪 紧一点慌 快点 来和我一起摆烂 只要我们彻底摆烂 谁敢对我们只是点点 正所谓大到至简无欲则高 知错就改 不行就摆 明璇看着叶翘一脸猛逼 摆烂 怎么摆烂 他朝明璇神秘一笑 等大笔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明璇轻叹了一口气 见叶翘自信的模样无奈笑了一声 好吧 安慰完明璇后叶翘画风一转 继续问道 二师兄你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吧 人是铁饭是刚一顿不吃饿的黄 走跟我一起霍霍餐厅去 明璇擅自一折 好吧走去吃饭吧 毕竟自己都已经卡在住机那么多年了 现在也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 一个月后 常明宗的广场内 叶翘和牧虫戏二人正躺在地上大喘粗气 我不行了 四师兄要累死了 连续被段长老揍了一个多月太难熟 他感觉现在浑身没一处是正常的 段玉朝他们走了过来 这一个月辛苦你们的小翘牧虫戏 你们明天就要启程去问剑宗参加比赛了 今晚就放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吧 二人一听可以休息立马双眼发光 终于可以去睡觉了 我要睡到天昏地暗 他们俩一溜烟的朝着自己的房间跑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照长老不由地想起了云雀 我听说月星中新收的那个小弟子突破金丹了 勤犯犯摸了摸胡子 是啊那丫头十六岁金丹 这天赋比起其他清传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不知道云横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能从凡间带回来这种资质上加的弟子 深夜 睡醒了的两个夜猫子又聚到了一起 小师妹你上次在云中乘坐的手枪搞好了吗 做好了 我昨晚才留下山去拿回来的 说吧他便举起自己的得意之作对着牧虫戏炫耀起来 话音刚落夜翘就举起手枪对着前方进行瞄准 随着砰砰砰的几声枪响三张福禄被射了出来 你看师兄他发射出来的射速不仅快 而且还可以进行连法 这可比扶修们丢付快多了 现在只要瞄准对方压根来不及躲避 目中西沉默片刻发自内心的吐槽 小师妹做剑修真是委屈你了 有阵脑子去做气修多赚钱啊 夜翘耸了耸肩 这和我可没关系只能说借鉴了前辈们的智慧 试完了手里的暗器夜翘将他收好放到戒子袋里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凉亭里传来的几个师兄的声音 快看快看 这个好牛啊 真离谱 见几个师兄都聚集到了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夜翘二人急忙跑了过去凑热闹 你们在干什么 薛瑜手里拿着个玉剪晃晃晃 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看八卦 师兄和我们一起穿龙虾服吧 面对小师妹的跃跃欲试周行云诞生拒绝 不了满足一下我们吧 明轩也跟着点头就差你了 看着四人可怜巴巴的模样 周行云神色复杂 不过迫于无奈只能拿着衣服准备去换 红色这种张扬的颜色一般人压不住 可长眠中的颜值都挺高 五人换好衣服后站在那里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周行云却低头扯了扯袖子悠悠吐出两个字 难看 宗服上面有道纹路没有对齐 这让强迫症患者周行云想拔剑把这个衣服给他了 牧虫西立马狗腿地冒出朝周行云拍马屁 再难看的宗服都无法掩盖大师兄的帅气 叶乔加一 薛于同上 明玄加一 周行云差点被师弟师妹们这整齐的话术逗笑 这群家伙们要不要这么搞笑 五人一大早就被叫到了后山 前来围观凑热闹的弟子有不少都是想一堵青传们的风子 哇 不愧是咱们宗的青传好帅呀 乌鸦鸦一群弟子叽叽喳喳地在议论 就这样勤范范带领着五只小龙虾朝非洲走去 这时叶翘在人群中看到了熟人 那是他第一天入宗时遇到的杜纯 他见叶翘看自己当极热情朝他挥了挥手 叶翘好久不见 他打了个哈欣勉强让自己看上去有精神一点 好久不见 做清传的滋味怎么样 爽吗 叶翘神色比较淡定 还行 要说起来的话还是当外门好 他是真情实义这么认为的 那样起码没人会时时刻刻盯着自己训练啊 而现在他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 其他外门内门弟子一阵无语 这是凡尔赛吧 绝对是在凡尔赛 然后叶翘在一群内外门羡慕极度的目光下跑上了非洲 他来修真界这么久连非洲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他在栏杆上不由的发出感慨 这就是非洲啊真酷 这非洲倒是挺有飞机内味的 勤范范将每个人的玉牌注入了林立 并嘱咐道 这个腰牌代表了你们的身份 问剑宗管师来安排住宿的时候将这个给他们看一下就好 叶翘接过了属于自己的玉牌随手挂在了腰间 修真界大笔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要求五大宗要在第一名的地盘先会合 而百年前获得第一的就是问剑宗 他轻看一口气看向远方 不知道此行又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 我们长明宗就是群废物啊怎么办 不行你就把我们抓起来呗 一行人在周行云的带领下掉了锅铛的朝大门走去 此时目中西正在旋转着自己手中的牌子 听说月清宗被安排到了咱们隔壁 也不知道管是怎么想的 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糊 然后掉积分吗 结果话音刚落 就被三个不认识的沙雕喊住 哎呀 这不是长明宗的清传明玄骂 这么多年没见还在金丹徘徊呢 长明宗有你这样的清传 简直就是属辱啊 真不知道连金丹都没突破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参加大笔 好歹也是五宗之一 现在竟然沦落到不行来我们问剑宗 真可怜啊 明玄听到后脸色一遍没有说话 叶孝算是明白二师兄当初 为什么会对大笔产生焦虑 以至于后面直接走火入魔了 沐仲熹虽然与明玄整天喊打喊杀的 但是现在见有人欺负二师兄 直接拔剑准备要干楚行之 周行云连忙挡住了他拔剑的手势 大笔没开始前禁止斗殴 周行云一改往日的沉默先别动手等精密精在说 叶孝瞬间读懂了大师兄的言下之意 但是楚行之确实是故意的 他在故意激怒这群人 反正长明宗都是全美脑子的蠢货 在大笔前激怒他们让沐仲熹动手 违反规定可以提前扣除他们的比赛积分 眼看着朝明宗几人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楚行之刚想继续嘲讽他们 可下一秒就顿住了 叶孝友好的朝他们笑了下 嗨 剧目重新对叶孝的了解 他这个嗨意出来准备好事情 呦 这不是那个助击初期新收的小师妹吗 一个助击初期一个助击巅峰两个废物 还想来参加大笔 真是可笑 叶孝一脸诚恳和真挚的点头 你说的对 楚行之莫名一梗你在嘲讽我 叶孝一脸无辜没有呀 我在赞同你呀 你说的都对有什么问题吗 楚行之不知为何 总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 轻飘飘的能捏死个人 你们知道自己是废物就好 明璇你都三年没破 惊丹了我都替你脸红 他原本还挺生气 在注意到了小师妹的反应后 倒嘴的反驳直接咽了下去 然后话风一准 是我 是我 我就是个废物 我们常明宗就是群废物啊怎么办 不行你就把我们抓起来呗 楚行之一格 被明璇这突如其来的话打了个措手不及 叶孝当场给二师兄表演个鼓掌 好样的二师兄就得这样 吃错就改 不行就把 看着楚行之被噎得说不上来话的憋屈 表情明璇唇角微勾 这下他彻底get到小师妹摆烂时的快乐 楚行之被气得当即撸起袖子想要和明璇担架 结果他这边刚摸到剑 叶孝便与气浮夸的率先惊输了起 快来看 问剑宗打人了 问剑宗清传弟子开始欺输人了 是不是和叶孝有纠缠 段红刀联邦解释 不是啊师兄 我和叶孝目重新组成了一个作词小分队 叫三剑客 所以我才跟他这么数 情怀一副我懂我懂的表情 看向段红刀 楚行之文言被气得当吉卢起袖子 想要干假 结果他这边刚摸到剑 叶孝便与气浮夸的率先惊辅了起 快来看问剑宗打人了 问剑宗清传弟子开始欺辅人了 楚行之被叶孝这一招 先发制人弄得拔也不是不拔也不是 就那么尴尬的僵在那里 他当想开口骂几人 就被剑宇和穆仲西列抢先了 强大的问剑宗 想殴打我们这些弱者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事的三师兄 他们只是平均看不起我们每个人而已 这么多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你们长明宗的这群人要点脸型了 而且剑宇和穆仲西这番茶言 茶语谁能受得了 能动手就少逼逼来 穆重新你有本事和我干一讲 看老子不弄死你 啊 不行我害怕 穆仲西当即摆出一副若鸡的门脸 干 穆仲西以前不是脾气最暴躁的那个吗 现在怎么骚成这个秒样 说吧他就准备提起腰间的大宝剑 朝目重启这骚人打去 旁边的师弟师妹见状急忙拉住他 二师兄冷静冷静 大比没开始前不允许拔剑斗路 而且被长老知道 到时候不但会被关禁地 还会透出比赛积分 楚行之想了想也是 不生气不生气 气术并来无人替 他抿了敏纯看了长明宗的几眼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呢 叶翘连忙点头 嗯嗯你说的对 好狗不挡路 让一下我们要去睡觉 听到后楚行之差点一口气 没上来当场隔屁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等到叶翘回到住处后 立刻花零食 让人将楚行之侮辱 其余四宗的消息放出去 有时候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 谣言传多了假的 自然就能传成真的 一晚上时间事情便开始发酵 就这样楚行之 扬言要在大比试脚踩 其他四宗的消息就这么传了出去 本来只是两宗之间的摩擦 结果被这么一传 瞬间变成了五宗之间的问题 问见宗都这么狂妄了吗 虽然今年他们希望确实很大 可这并不代表 其他四宗是世宿的 他是怎么敢的呀 这大比都没开始就飘成这样 得到消息的楚行之一脸猛逼 是谁 是谁在污蔑他 还没等他弄清楚来龙去脉 就被长老喊过去 你这么疯了 还没比赛就瞧不起 其他宗亲传谁教别你的这些 这不是比赛前常规的互相嘲讽吗 而且自己并没有嘲讽其他宗门 那你也不能将其他四宗 脸面往脚下踩 不说其他宗门 就长明宗的那个 要死不活的周行云 叶欣寒也只能和他算是五五开 大比还没开始就传出 这种树敌的话 你是没有脑子吗 在比赛开始之前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书爸这位姓汪的长老 便离开了这里 此时城中中的住处 一个男人坐在茶桌前笑了些 关于问见宗扬言脚踩 其他四宗的消息 他已经查清楚 这个消息是长明宗 那个叫叶翘的散播出去的 感觉今年大比会很有意思 听到叶翘的名字 断横刀画图的动作 一顿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秦怀眯了眯眼 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 我跟他和穆仲熙 组成一个小分队 叫三剑客 怎么样了不了师兄 秦怀敲了敲断横刀的脑 一个中品零根材 助击出气的小鬼 你离开园顶 别被带傻了 是我们中心形的施法首饰 送给你们整个宗门 此数鸣叫 发客 拿走不屑 就在刚刚秦怀在嘲笑 断横刀的脑袋摔坏了后 他不满地拍开秦怀的手 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叶翘真的很厉害 至今他现在都忘不了 叶翘的骚操作 总之我们到时候 进入秘境后得小心他 秦怀听到他的话后 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小师弟是有病 以他们精丹气的修为 完全不需要提防一个助击出气的 四日 在经历了一晚上的鸡飞狗跳后 剩下的就是个大宗门机体会合 此时的浮生城内喧嚣的街道 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 每个人都在悠哉悠哉地逛着 然而就在这些人群中 身穿龙虾服的长民宗几人 正在浩浩荡荡地逛街 看着人潮汹涌的人们 叶翘不由的感慨 这里就是问剑东脚下的地盘浮生城啊 真不错 旁边摆满的店铺叶翘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但是唯独就是一个美满 太贵了他买不起 正当叶翘看着手中的小玩意发呆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叶翘 少女文言转头朝一旁看去 只见苏卓和云雀正朝自己走来 你们干嘛 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呢 你们就想要跟我套近乎 说吧叶翘警觉地向后退了几步 苏卓无语 谁想和你套近乎啊 你也太自恋了吧 师妹 翟晨看到真的是叶翘心情不由地复杂了起 叶翘看到这个与原主一起长大的师兄 心中不由的遗产 说起来翟晨过去还挺疼原主的 不过抢夺原主扶芒草的事也有他的一份 正当叶翘不知如何应对之时 明轩猛地拦在了叶翘面前 喂喂喂 你们自己没有师妹吗 干嘛用这么恶心的眼神看我们师妹 翟晨文言脸色异冷 明轩别以为你是明家人我就怕 他有事无恐地牵着叶翘的手 拿扇子抵住男人的胸腾 那就秘境里走着瞧呗 现在麻烦离我师妹远点谢谢 正当走过他们身前的时候 苏卓开口了叶翘 希望你不会后悔这个决定 经历境以后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叶翘文言嘴角一撇 他这话说得好像他之前有多在乎原主一样 但凡有一点心疼过原主 也不会将对方费尽心思拿来的草药 用来讨好冤犬 叶翘对苏卓的话里纯笑起来 然后伸出拳头回应了他一根坚定而有力的宗旨 站在一旁的众人不懂他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这时沐仲西开口道 疏人不疏阵 做师兄的也要给小师妹撑起这个场子 于是长明宗的五人就这么朝他们 栖起了一根宗旨 月星宗众人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被羞辱 苏卓见过叶翘对着师父这样做过 他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运 你们什么意思 侮辱我们 怎么会呢 这是我们长明宗新型的事法手势 在几人对峙的过程中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长明宗对这个师妹的威武 云雀之前还一直在安慰自己 或许他们只是关系一单半 沐仲西他们几个只是在照顾叶翘面子而已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他记忆中无聊又木讷的叶翘 可以和身边的人相处这么好 如果师父知道的话 会不会后悔当初将浮游草给自己 不对 他和叶翘是不一样的 明明自己才是那个天重奇才不是吗 而他叶翘则是什么都不是 毕竟在大都不怕 拿条内裤打天下 就在刚刚叶翘正在和四个师兄一起吃瓜 看着小师妹跃跃于世的模样 血鱼直接将预检塞给叶翘让他自己 再拿到预检了一瞬间 叶翘微微疑了 这里面竟然有个类似于论坛的地方 点开可以看到许多修饰的留言 太智能了 简直跟苹果十八一样只能 看着预检的内容 叶翘瞳瞳孔瞬间地震 挖靠叶青涵的内裤这么值钱吗 居然要一百零十 要不我们买下来 薛宇有点想不通 我们买叶青涵内裤干什么 叶翘善善一笑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 我们等到比赛的时候 挑着叶青涵的内裤开路 这样不但可以给叶青涵造成精神打击 还能将他的仇家们仇恨拉高 简直就是一尸二鸟 穆仲熙默默给叶翘竖起大拇指 绝 小师妹真敢想啊 周行云原本不打算参与他们之间的对话 但还是被叶翘离谱的发言给呛倒 他现在总算知道 当初穆仲熙为什么力排中 让叶翘这种资质一般的人当这个清长 也就只有这种性格 才能和小师弟他们混熟了吧 就这样五人聚在一起 气氛非常想和 次日清晨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叶翘 此时也醒过了 在趴时桌上思考了一会后 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见叶翘醒来 明璇连忙招呼叶翘 来来来师妹快一起换上 不然等会出发就来不及了 说吧明璇便将一套红色宗服塞到了他怀里 大比的时候整个修真界都在看我们 所以这是硬性规定 必须要穿着自己宗的衣服才算有气势 叶翘战术性厚仰诚恳地朝他们三人发出灵魂的拷问 所以这就是你们穿得像只小龙虾的理由 这叫英俊 穆仲熙高高兴兴拉着叶翘 相信我叶翘 比起其他宗会器的颜色 咱们的宗服绝对能独领风骚亮下他们的眼 这次叶翘倒是没有否认 红色衣服确实显眼 这颜色绝对能在一群素色宗服里面脱颖而出 他抱着衣服看向五人里面唯一一个没换宗服的周行云 大师兄怎么不换 明璇愣了愣望像假妹的周行云有些许失忆 试问他们几个谁敢让周行云跟着他们一起换 他平日里又丧又冷漠地搞得很多弟子看到他都是绕道走 连续于这种好脾气的都不敢往前凑的那种 叶翘对周行云没什么敬畏感 毕竟他连夜清寒都敢正面坑呢 换上吧换上 大师兄和我们一起穿吧 面对小师妹的跃跃欲试他诞生拒绝 不了 大师兄满足一下我们吧 明璇也跟着点头 就看你的师兄 看着四人可怜巴巴的模样周行云神色复杂 不过过于无奈只能拿着衣服准备去换 这时四人马上荒夫跳跃起来 他们很期待大师兄穿青传衣服是什么模样 我们猥琐也得猥琐个第一回来 师兄接下来是我制定的计划你们听一下 第一就是脚踩问剑中全打月清宗 第二拿下大笔 第一咱们赢了天天吃羊肉泡馍 输了就去工地干活 就在刚刚夜翘几人对着宋寒生他们友好的比划了一个手势后 月清宗的人便也觉得无趣于是扭头离去 看着渐行渐远的人 目中兮有些优越 这群凡人的家伙总算走了真是冤家路振 玄机他双手一拍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然后拉着夜翘就朝浮生城内走去 修饰下主 赌哪个门派会在宗门大比胜处 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压我们宗 地下城赌场人来人往有许多修饰来下主的 甚至有很多人想以这些形式一夜包袱 更有甚至他们会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准备压主 明玄向夜翘解释起来 为了保险起见小师妹咱们还是压问剑宗吧 目中兮无力吐槽你们能不能有点志气 身为清传总得压一压自己宗吧 就在这时夜翘大大咧咧的直接将自己的小金库全部放到了桌面上 老板这些零食全部压长明宗银 掌柜的在数了许久之后冲着库房的人喊道 长明宗剩五万零食 薛宇有些汗言 你最近发达了师妹 他被夜翘这豪迈的动作精的眼睛微睁 毕竟小师妹之前可是穷到几块零食都不放过的 夜翘含蓄的微笑 没有啦这是宋寒生给的 之前和宋寒生在妖兽附中的时候做的交易 说起来现在他还欠自己十几万的零食没还呢 薛宇有些被惊到 小师妹你到底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迫害了多少人呢 话音刚落 穆仲熙直接将自己的钱袋放了上去 我这里有二十万上品零食全压长明宗 明璇健壮他了口气 得了 师弟师妹都这么果断 他也没在犹豫将三十万上品零食丢给赌场老板 诺 全压长明宗 血雨健壮也压了三十万 还有这是大师兄的十五万零食也压上 今年的宗门大笔赢了咱们高高兴兴回宗过年 输了就顶风相见吧 大笔输了以后 他们五个干脆都别活了一起从主峰集体跳下去吧 师兄们为了这一百万 我们猥琐也得猥琐个第一回来 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聊聊我们未来的计划 第一脚踩问剑宗全打月清宗 第二拿下大笔第一 因为问剑宗都是群剑修解决起来不太容易 打起来的时候可以先干夜清和 月清宗也比较麻烦 他们会时不时的跳出来给一个高药委心集 在场的几个压住的散兄们猛逼了 打起来的时候先干问剑宗 这是何等的自信呢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仿佛已经脚踩问剑宗拿下大笔 第一了 回到问剑宗住宿的地方 周行云正懒洋洋靠在门框 王够了回来了 叶翘恩了一声 明天我们要前往秘境开启的地方 第一场比赛是虚无秘境 他简单讲了一下规则 听到虚无秘境后叶翘不禁想到三师兄 他记得圆住大笔时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三师兄 看来得想着法子让他苟到秘境结束才行 修仙界爱豆演唱会现场 坐在观众席上的修士声音愈发疯狂 薛鱼加油你是最棒的 看看妈妈看看妈妈 叶青涵我爱你 宋寒生姐姐要包养你 勤怀答应我成风中拿下今年第一宗给我们看的好吗 站在一旁的男人看着这些无脑粉不禁嗤之以鼻 修仙界第一宗还得看我们问剑宗 你们喊再大声也没有 观赛区的另一角 勤犯犯几人正在东张西望 叶翘那群小兔崽子们怎么还没到不会是睡过头了吧 大笔在即他们竟然如此呼来 看来以后得好好地教训一下他们 此时观赛区的声音一波比一波大 简直就是大型粉丝们的蹦迪现场 但这些都和叶翘解认无关 因为他们睡过头了 这时突然一个修士指着天空大号 快看 长明中的到了 只见天空中五只红色的小龙虾正在赛场上空盘旋 总算赶到了 谁会想到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居然会睡过头了 因为时间太急 叶翘没杀住脚下的剑 直接一个飘逸将明玄给甩了出去 目中西也差一点就撞上了前面的叶翘二人 就这样四只火红的龙虾静直地朝地上栽了下去 目中西嗷嗷大叫 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呀 叶翘 随着脚尖接触地面四人总算是成功的降落 本来就迟到了 这会儿全场观众目光都集中在还没到的长明宗青传身上 结果又因为这一手搔操作姗姗来迟的四人可谓是万众瞩目 看着灼灼的目光叶翘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盯着他们看 目中西不要脸开口到或许是看我们长得帅 周行云听到这番言论深吸了口气用死于眼默默注视着他们 笨蛋你们走错到了那边是月清宗的座位 秦钻范捂着脸都不敢看其他宗内群老头子的目光 叶翘和目重西双手抱怀无所畏惧 反正只要他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不就是走错地方了吗 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大不了默默位置 坐在观众席的修饰都看愣着 那几个走错到的二傻子是长明宗的 笑死我了这一届长明宗这么有意思的吗 在他们普遍印象中长明宗可谓是五宗里面最没有存在的 哪怕是聊天基本上都不会聊这个宗门 而且听说今年他们那个小师妹是个财忠品林登的主机 看来他们是疏疯了 楚行之在他们路过时刚想嘲讽两声 结果叶翘看都不看他一眼就这么路过 他嘴角弧度一冷扭头看到明璇再次想开口说点什么 却不料明璇同样目不斜是走 楚行之彻底笑不出来了 哎呀呀 等进了秘境他一定要长明宗这群人好看 师兄我们装坏老人吧 让攻击我们的人良心受到谴责 说罢叶翘就拄着夺损晃晃悠悠的走了起来 以此时的情况来看 不管是长明宗脑子被驴踢了还是另有安排 无论是哪个都代表今年长明宗对倒数第一名的预定 可这样丝毫不妨碍他们宗的清传都长得好看 五人红色宗服显得明艳极了 尤其在叶翘的带领下 原本还感到不自在甚至有些设恐的其他三人 也逐渐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叶翘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回头望去只见断横刀正朝他脸唇挥了挥手打招 好子 紫悠悠的踪幅差点闪下叶翘的眼 秦怀狠狠拍了一下断横刀的脑壳 老实点 他想不通这小师弟出去历练一趟是怎么和长明宗脊人混这么熟的 一个助击器可以说是整个大笔最不起眼的存在 可偏偏自家小师弟热情的模样像急了舔狗 断横刀捂着脑袋郁闷嘟闹了三个字 你不懂 你根本不懂夜翘 这时主持人的声音响起 雷迪森街头们 百年一度的大笔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会由刘影师为大家实时播放秘镜内的情况 伴随着虚无秘镜的开启夜翘一行人也进入了秘镜 参赛的青传弟子们都已经被随机投放到了虚无秘镜内 就此第一场大笔正式拉开帷幕 夜翘运气还算可以 他和血雨一起落到同一个地 进来后的感觉就是冷直接将夜翘洞的瑟瑟发抖 血雨文言向前关切道 小师妹你还好吧 没事 没想到这秘境还挺冷啊 不过我们运气还算不错 居然落在了同一个地方 是啊 我刚刚探出神识查看周围这附近并没有什么危险 即便如此我们也得尽快找到大师兄他们会合为一 夜翘掏出夺损拨弄的草丛 幽哉幽哉走在前面开刀 我在前面开刀 你在我身后放出神识找大师兄他们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赛师兄 能讲一下具体规则吗 这个很简单的夜翘 主要就是猎杀妖兽数目最多的宗获胜 身份牌代表了我们每个人 如果不慎被捏碎就会被淘汰出局 你手里的预检上面有记录每个宗的个人排名 现在第一名是叶清涵 第二名是成风宗的秦淮 第三名是宋寒生 这几人速度确实够快的才刚进秘境就开始行动 这样啊 夜翘微微拉长语调表示明白 他将身份牌往戒子带离丢 反正还有五天时间那就让他们先猎杀着吧 血雨难得赞同那我们就先在这里狗着吧 观众席上的路人们没忍住笑了 问剑中那边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的 怎么到了长明宗这里画风衣变成了两个老大爷六弯了 通过大屏幕看到这两个没志气弟子的对话照长老服了 他就说果然不能老和夜翘一起玩吧 混酒以后都被传染 明明薛雨以前挺根正苗红的一个正道孩子 现在怎么变得如此没有志气 段宇倒是看得开 狗着也好 夜翘那丫头才助击出妻 怎么看都保护不了薛雨 丹羞比扶羞还要柔弱不能自理 他们只能提供给队友担药 打架什么的完全就是废物 大屏幕画面一转来到了处刑制这边 难道他这是要去找长明宗的人算账了吗 长明宗那边只有薛雨和一个助击的师妹 看来他们第一天就要被淘汰了 虽然可惜不过也在意料之中 夜翘在原地沉吟片刻之后呼的一拍手 对了三师兄你的丹炉能让我摸摸布 薛雨欣然应允 然后从戒子袋中掏出一个拿给夜翘看 巴掌大小的丹炉在催动着灵气后很快变大 这个东西应该很沉吧 这么大的丹炉不缩小的话起码有一百斤重 感觉可以试试看 试试 他更猛逼了 是什么 没什么夜翘微微一笑 等一会儿就来听我指挥吧师兄 夜翘暗下决心 无论如何都得让三师兄狗刀秘境结束 不能让他像圆柱一样第一个被淘汰 用你的丹炉狠狠的 砸他 我看好你三师兄 就在刚刚正在溜达的若鸡二人组很快就被楚行之找到 之前他被夜翘言语羞辱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他没有留守冲的薛雨便是一箭诊 血鱼和夜翘在他击中的一瞬间 二人同时后退了两步成功的躲开那一劫 凛冽的剑气落下重重的将地面上的尘土掀起 楚行之露出一抹冷笑 周行云和穆仲熹都不在吧 你这不是废话吗 他们要是在轮得到你在这里凹叫 楚行之没有生气反倒是瞇了瞇眼 都要第一个出绝了还成口舌之快 不过那你不用担心 有你的三师兄陪着你你也不会寂寞 说吧他便搓出了一个乒乓球朝血鱼的令牌打去 就在接触到的一刹那薛雨靠着他轻风闪躲开他的一击 当扭头在想躲时发现楚行之一脚已经朝他腹部踹了过来 见状薛雨迅速后撤 但根本躲不开他连番的追击 就在这时 夜翘突然朝他大喊三师兄你的丹炉呢 拿出来砸他 丹炉砸他 薛雨愣了片刻但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直接将丹炉祭出 顶炉便大随后毫不犹豫朝楚行之头上砸去 一个丹修会突然动手 这是谁都没料到 只听喷的一声楚行之脑瓜子请客间嗡嗡作响 都是金丹初七 薛雨这出气不易的一击直接把楚行之干的趴在地上 楚行之一口老血喷出 两眼发直的开始怀疑人生 你妈的 不是说丹修都是柔弱不能自理的吗 此时观赛的众人都惊了 就连问见宗的长老都没忍住直勾勾看向赵长老 你们长明宗丹修路子都这么狂言吗 赵长老尴尬得以全底纯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刚才分明就是夜翘那丫头喊了一句 砸他薛雨才会动手 这丫头谁教他这么干的呀 此时观众席上的人见状不经发生 虽然出发点不道德 但理论上可信 夜翘并不知外籍的热闹 他看着倒地不起的楚行之 立马不将伍德的站在了他身边 刚才你说谁会被第一个淘汰来着 来大声点告诉我们 他刚想怒骂夜翘就被薛雨眼击手 快喂了一个风铃丹到他嘴里 楚行之这下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你们居然为我风铃丹要点脸吗 有种和我单挑 他是真的被撞猛了 单炉这玩意可大可小 毕竟从来也没单休用过这么骚的操作 突然便大砸过来 是个人都反应不过来好吗 夜翘看着躺地不起的楚行之一脸坏笑 我们不仅要为你风铃丹还要利用你 废物利用这样你也能够展现一下你的剩余价值 多环保啊小废物 吼海生爸爸来了 看着楚行之被砸痴呆的表情 夜翘当即拖着他就往秘境内围走 是的拖着 完全不把楚行之当人 一路跟耕地一样拉着走 楚行之被磨得屁股差点冒火星子 他从痴呆中渐渐回过神来 夜翘你还不如直接捏碎我身份牌呢 这么做侮辱谁呢 楚行之神色复杂 我是绝对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你不要想利用我 夜翘有一下没一下 抛着他身份牌露出某灿烂的笑容 别这样嘛 我们一起去找宋寒生王安吧 你到时候只需要拖住他 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 你负责拖袭就行 楚行之一阵冷笑 你做梦 我就是死也不可能听你的话 你以为你是谁 血鱼这么说就算了 但夜翘区区一个助击谁给他的勇气 夜翘也不生气 而是漫不经心晃了下手里属于楚行之的身份牌 你不论意 好吧 那你出去以后就是今年大比刚开剧武宗第一个轮游的弟子 夜翘笑得灿烂那可是第一哟 虽然你在见到天赋上不是第一 但起码你在一轮游上是第一啊对不对 一轮游太耻辱了 像问剑宗这种天之骄子哪里受得住 楚行之头皮发麻片刻 他几乎能想象的到出去后 修真界论坛上那群墙头草怎么嘲讽自己 在想了想后果后 他立马选择背叛了自己为数不多的解操 我刚才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你知道宋寒生在哪里吗 就算自己被淘汰骑马也要拉个宋寒生下水 这样怎么都不会显得丢人吧 他当然知道宋寒生在哪 原剧情里男女主风花雪月的时候 宋寒生这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人在秘境里面猎杀妖兽 有时候夜翘都挺同情他的 他在那里为了宗能荣耀出生落死 师妹跑去谈恋爱了 秘境深处 宋寒生看着倒在地上的妖兽略微喘气 这时楚行之从草丛里缓缓地走了出来 嗨宋寒生 宋寒生在看到楚行之靠近时下意识后退一步 你来这里干嘛 楚行之举起手表示无辜 按照夜翘说的他缓缓到不干什么 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我们可以联手他镇定地探向宋寒生 反正他已经被夜翘狠狠拿捏了 如果淘汰钱能拖个月轻松的下谁也不算亏 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他楚行之会被一个住击给拿捏了 既然这样大家一起丢脸吧 宋寒生不及不虚和他对视 理由 他不认为问剑宗这样眼高于鼎的宗门 和他们联手完全没必要 问剑宗现在排名一起 绝成如果没有太大疑问 第一是吻了吧 这个时候来找自己宋寒生很难不怀疑对方有诈 我们合作可以一起找夜翘报仇 原本还对联手这个没什么兴趣的宋寒生文言台谋 缓缓开口 详细说说 他显然是已经动摇了 此时的大笔现场观众们对此指指点点 笑死了 这个长民中的师妹到底得罪了多少清传了 没提夜翘之前的宋寒生没兴趣误评 提起夜翘后的宋寒生详细说说 所以说这个夜翘到底多招人恨了 头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大笔 不要停多来点我们爱看 以往大笔都是打打杀杀哪里有今年热闹 两人这会儿含着隐蔽单躲在树上 看着下面讨论的二人 眼见时机成熟夜翘双腿蓄力 直接朝地面跳了下去 宋寒生爸爸来了 夜翘借着树枝遮挡猛地冲了下去 一脚块很准踢向宋寒生 宋寒生怀里的金刚斧挡下夜翘的攻击 可恶居然被夜翘这个老六头洗了 打是肯定打不过他的 看来得用传送副逃了 说吧他指尖运转服路准备逃离 眼看宋寒生马上逃跑时 夜翘当即大喊 楚行之你愣着干嘛 干他呀 宋寒生听到这话刚冷笑 想嘲讽夜翘几句时 下一秒就被楚行之扑倒在地 惨遭被刺的宋寒生 同人猛地一掺望着楚行之 那眼神爽覆在说 我把你当兄弟 你他妈和夜翘一起暗算 楚行之这会儿已经彻底不要脸了 他见宋寒生还想挣扎 立马大声嚷嚷道 再挣扎我就把你裤子了 宋寒生闻言愣了片刻 夜翘趁着这个空档毫不犹豫 扯出他腰间的身份 还狠狠地捏嘴 真好 终于拉到一个垫背的 楚行之觉得自己也算是死得起锁 即使大师兄问起来 自己为什么会第一天就被淘汰 他也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师兄 自己出局前还拉月清宗首席大弟子陪葬 在两人出局的那一刻 密集里所有清传们的步子全顿住 宋寒生和楚行之一起出局了 这怎么可能 谁干的 刚和大师兄碰面的明璇震惊极了 按照以往来说出局的 往往都是单修最为迅速才对 难道是问剑宗和月清宗狗咬狗 然后大打出手 刚见面就捏碎了彼此的身份牌 这时明璇开始阴谋论起来 反观夜翘这边 宋寒生直接躺在地面 仿佛身体被掏空一般身无可恋 他从没见过完这么脏的人 他死死盯着夜翘 是你 是你指使的楚行之 这会宋寒生被打击的一度 有些许怀疑人生 夜翘贪手 别怨了我们是合伙作案 互惠互利这种事怎么能说是指使呢 望着宋寒生愤怒中 透着几份茫然的神色 夜翘很善良地告诉他 宋师兄难道没人告诉过 你大秘境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吗 他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 谁他妈团队合作会找自己仇人合作的 当初他是看到楚行之和夜翘针锋相对的一幕 才放下戒心全然相信了楚行之 是来找自己合作的 现在想弄死夜翘的心都有 在抓狂了几秒后便面无表情 问夜翘 楚行之为什么会听你的话 夜翘蹲在他头上双手拖着脑袋 可能是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出局太孤独 所以想拉个人一起去淘汰席上作伴 正所谓两只亲传手牵手淘汰路上不孤 在他话音落下后伴随着传送阵的消失 宋寒生首次成为了第一个被偷袭惨遭出局的清传 由于结束的过于猝不及防 他脸当场就绿了 宋寒生作为第一个被出局 你可以接受一下采访吗 他脸都黑了 站在原地紧握双拳 然后猛地回头死死地盯着楚行之 要不是被你被辞 我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地被淘汰出局 你还我青睐 还我名声 看着朝自己攻来的拳头 楚行之心飘飘仰头躲过去 然后一副哥俩好的模样 你打我干嘛 是叶翘指使的 我也是被他威胁的 不如这样等下次秘境 咱们合作先干叶翘怎么样 滚 我要再相信你我就是狗 此时他对叶翘的怨念又多了几分 光天化日行如此苟且之事 没想到你挺重口啊 被传送出去的宋寒生猛地交起回头 悠悠地盯着楚行之意 是不知道如何破绝 反观此时秘境内的叶翘 他正拿着身份排观察局势 现在第一名毫无疑问是问靳宗 由于宋寒生的出局 第二名则被成宗宗抢走 而千年老二的月清宗 还是卡在第三 看来云雀这会儿 还在忙着和叶青涵谈恋爱 根本没空追赶排名 小师妹我总觉得 那个月清宗的云雀 破镜速度不太正常 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惊当了 这速度生产队的驴都赶不上了 而且按照他这种情况 我觉得他要么可以 要么碰上了什么大的机缘 叶翘拖着下巴厮索了一遍 他以前零根受损 后来应该是被治好 不过他有什么机缘都不奇怪 毕竟他可是主角 说他是天道的亲闺女 一针遇到叶青涵 他们就全完 就这样二人连夜赶了一天的路 也才只找到了明璇一 二师兄我们总算找到 不过大师兄和四师兄那 明璇耸了耸肩 目仲稀我同镜丽镜就没遇到过 至于大师兄他去斩杀妖兽 周行云虽然觉得 前三名没什么希望 可五十三这个数量 让强迫症有些受不了 他拎着剑一定要去 给宗文凑合吧 对了师弟师妹 宋寒生和楚行之 第一天就被淘汰了 你知道吗 知道 叶翘指了指自己我干的 他呆呆眨了下眼睛 还没回过神 血雨马上提醒他 别啊了 有人过来吗 明璇冷汗直流他声音微俗 这两个人如果是剑修就糟了 明璇之前跟着大师兄 倒是无所畏惧 可现在小师妹是个助击 三师弟是个单修 唯一一个有点战斗力的 大概就是自己 秦怀大老远地看到 红色宗府后便知道 是长明宗的人 看着三只小龙虾 他立马拔出腰间的剑唇脚勾了勾 没想到是你们真巧 看他已经将剑拔出 是个人都能察觉得到来这 秦怀是金丹剑修 他们三个加起来 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叶翘文言朝他们二人说 你们把身份牌给我 等一会儿我就回来救命 话音刚落 他们二人便将身份牌 交给了叶翘 秦怀看着他们三人的举动 不惊一想 让一个助击保管身份牌 是无知还是他这个叶翘 真有什么想事 叶翘望向秦怀 我应该没得罪过你们了 他和段恒道之前 在命运里面相处得还挺好 当然没有 但是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你还是出局好意 说着秦怀手里的剑 已经直指叶翘念了 叶翘瞥了一眼 明璇悄悄结印的手势 他当即选择拖延时间 然后果断认罪 对不起大佬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 人在天上飞魂在后面追 少年抬头看着飞上天的叶翘 撕索了片刻 玄机从戒子袋里 拿出了一张弓 就在弓箭马上射出的一场 明璇大喊个药 然后使出了他 清风直接将断横刀缝抖 哎哎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灵璇就已经把他死死按在地上摩擦 靠 你们可真不要脸 断横刀被压得差点喘不过气 硬生生挤出这么一句指责的 以前你们可不是这样的 灵璇朝他微微一笑 现在叶翘拿着我们身份牌逃出去 就算我们被捉到也不会被逃的 就在叶翘马上就要飞过大起层时 他才敢拿出一柄监狱声 灵了时还不忘对大鸟到了声音 目送大鸟离开后 他当即抛出了腰间的躲损 然后毫不犹豫抹掉之前断横刀 我自证悟 在打开手里的地图 当即踩着脚下悬剑 往妖兽最多的地方飞了过去 有了躲损夜桥根本不需要下去拉仇 路过妖兽的时候 用躲损在他们面前 一群妖兽气息都颠簧了起来 然后循着气息纷纷朝夜桥跑去 他的速度很快 他清风一运谁都不安 一边跑一边还送着场外的观众们 骚了手 不要迷恋你 说就是个传说 观众们知道他骚 没想到骚成这样 修真借谁领风骚当属夜桥第一 我就想问一下他想干嘛呀 看驾驶明显不是去干什么好事那样 由于制造出来的动静过于难 正在秘境里面闲逛的沐仲熙 看到半空中似乎有人 挺像自己的小师妹 然后瞇了眯眼扭头朝着周星云 大师兄那是小师妹 我们快去找小师妹吧 周星云轻咬了一声遍野朝夜桥飞去 小师妹小师妹 沐仲熙高声喊了一声 夜桥也注意到了两个师兄 四师兄你来得正好 说吧他直接将手中的夺损丢给了沐仲熙 接着四师兄 沐仲熙愣了几秒 然后立马接住 地面上的妖兽当即又朝着沐仲熙追去 在快要被妖兽追上之际 他又反手丢给了夜桥 两人将那棍子踢得有来有回 在地下狂奔的妖兽也跑得有来有回 周星云看着两人流畅的船球动作 向来百无聊赖的神色难得染上几分好奇 他也想玩 就在这时夜桥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碎了二师兄和三师兄被乘风中的人抓住 周星云和目中西面色异 我们小师妹一会儿就回来打死牛 薛宇 打死牛 秦怀吃笑双手抱拳微微一笑 你们还挺自信 指望一个助击出气的小卡拉米能有什么用 明璇抬头微微一笑并没有做出回应 看着如此从容的二人断横刀 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朝秦怀说的 大师兄我们要不走吧 反正身份牌不在他们身上 在这里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而且我总有种不好预感 秦怀很果断地拒绝了他的提议 走什么 他师兄在我手中我就不信他不回来 但很快他就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 这时天空上方一道轻快的声音扬起 只见夜桥拿着夺损 朝明悬喊道 二师兄三师兄我来救你们了 两人抬头发现来的人正是小师妹 不过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他的烧火棍 秦怀看到夜桥回来后 竟然还敢往自己的方向飞 不禁吃醒 主动送上门不杀白不杀 还没等他的剑出窍 就看到夜桥身后追了几千只妖兽 怎么那么多妖兽在追他 此时就连地面都开始颤抖了情 不知道什么情况天上飞的地上跑 都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往他的方向奔来 情怀眸光威宁拽着断横刀就跑 毕竟出现这么多妖兽 仅凭他和断横刀二人跟本打 喂喂喂 你们跑什么呀 不要耸啊来干架 夜桥前面跑木重溪在后面打野 休想伤我小师妹 偶尔遇到试图扑去攻击的妖兽 他反手一个清风绝甩过去 周行云剑没自己什么事 干脆去帮两个师弟解开了什么 谢谢大师兄 就这样三个清传你来我 往佩合之下简直天衣无缝 头一次看到佩合这么好的青传 碧水宗长老吹了吹茶斩服夜等 你们长明宗训练的倒是挺不错 按理说一个才筑击的夜桥 应该是唯一的破绽才 可是事实上似乎并不是这样 而且我发现那丫头 似乎神识和普通剑修不太一样 成风宗长老隐约看出来了点猫头 然后望向赵长老 你们确定他是剑修吧 赵长老粗了粗眉 靠你们什么意思 他手里拿的不是剑吗 用的不是长明宗剑法吗 老赵头顿时不高兴 居然还怀疑他们踪藏桌 成宗宗长老看他反应这么大 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虽然怀疑但见赵长老 似乎并不知情符明 只能暂时将一斗压在心底 断横刀跑夜桥追 秦怀不会遇见飞 夜桥拿着夺损在后面 像年狗一样追着秦怀和断横刀 吓得秦怀一边跑一边扭头 冲得夜桥大喉 你别过来 不然等下场秘境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虽然有防御型法器 可面对如潮水般的受潮 根本抵御不了 再加上夜桥这个出气不易的骚操作 不敢赌压跟不敢赌 夜桥此时飞得一会快一会闷 不放过我没关系 等你出局以后 可以和宋寒生处刑之 一起来报复 你们倒是组成个小队 就叫复仇者联盟 怎么样好听不 好听你妹啊 已经被淘汰的宋寒生处行之文言一阵沉默 逆境那段横刀跑夜桥追 秦怀不会遇见飞 就这样三人几百头 受在整个秘境中乱寸 站在远处的云雀 看向升起的滚滚烟尘中 二师姐正在朝自己这边奔袭而来 要是换作平时 他肯定不敢挑衅夜清狠 可现在大师兄在还怕个锤子 没有丝毫犹豫 夜桥拿着脱损就往人堆里面冲 顷刻间他身后跟着的妖兽如风了 搬朝夜清涵冲了过去 来要互相伤害啊 今天谁都别想独善其身 夜清涵微愣一醒 然后本能地拔剑逼推一波发疯的妖兽 大声地朝着身后的师弟师妹冷声道 先散开 夜清涵完全想不明白 夜桥是怎么招惹到这么多的妖兽 前扑后继根本消灭不完 云雀看向天空中转圈的夜桥同仁微诚 夜师兄是他干的事他引来的妖兽 除了夜桥也没人能干出这种缺的事 夜清涵此时也意识到 但他并不是死板的人 剑消灭不完妖兽当即选择撤退 然而夜桥就像是狗皮高药师的 依旧对他们穷追不舍 妖兽追着夜翘跑 夜翘在后面追着一群青船们跑 喂喂喂 跑什么呀不是说要淘汰我们吗 来来来我身上有三个青船的身份排来打我吧 剑太这么剑了 这个时候谁敢往他跟前凑啊 断横刀边跑边流出了无助的泪水 看着他们两宗已经被妖兽围住 夜翘急忙将左损朝周行云丢去 大师兄接着 他不确定大师兄要不要一起玩 没想到周行云一脸娇羞的乖乖接住 夜翘微微一愣看着大师兄使出的塔清风 快如光行如电不经感叹 真快呀这是把塔清风运用到极致了呀 目中西用剑替他挡下身后搞偷袭的妖兽 发什么带那小师妹来跟我一起切妖兽 他现在玩得正兴奋 以往在大秘境和这些青船狭路相逢 都是他们被追的灰溜溜跑 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如今整个宗门总算是翻身奴仆把歌唱 毕竟大混战开始 明轩抬头看到一堆剑袖在天上飞来飞去 你追我感觉 再次被夜翘刷新了认知 这大概是大笔开启千年营 第一次有人凭一己之力让两宗青船抱头数字 当他正看得入神吃耳边传来了夜翘的声音 二师兄三师兄你们愣着做什么 快跟在夜青涵的后面剪貌 明轩和薛宇一连忙 什么是剪貌 怎么剪 夜翘立马开始指指点底 有刀啊 有刀会吗 咱们猎杀次数行 明轩薛宇微愣恍然大了 室内我误了 在经过夜翘的提点后 薛宇和明轩火速朝对方身上一人贴了一张隐蔽 然后敲咪咪的跟在问剑宗后面 等到夜青涵打上一个他们赶紧不要脸的皮肤卷 明轩用符咒炸薛宇用甘武咒 薛宇和明轩在夜翘没来长明宗前关系最后 两人经常一起玩配合起来也有默契 简陋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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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熟 此时的秘境另一边 苏卓正看到预检上面的三宗猎杀数量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上掌 不禁面露疑惑他们从哪里找来的这么多妖兽 就连一直稳居到手的长明宫竟然领隐约越远超过他们的家世 他此时正带着师兄弟们乱秘境一种妖兽 结果所有的妖兽都跟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此时的观赛去上观众们也跟着干着急 奔那去找夜翘而妖兽都被他打死了 这样下去得月青中经年会电影 就这样秘境中一众轻传鸡飞狗跳的波罗三体 此时传送阵闪烁了一阵烂火 为期五天的试炼就此结束 所有轻传弟子已经传送了手 长明宗的小龙虾五人组双手抱群站在一起 目前五大宗门的排名积分出现在了大屏幕 这个排名让血运和明玄都松了一起 靠着简绕拿下第三的他们队是一眼明快击着 夜翘路过月青宗时脚不顿的顿 然后对着他们吹了一声悠长的口声 夜青寒的脸色立马变 你在嘲讽我们 没有啊 夜翘若无其事眼头 我们第三我高兴的吹一声口声 庆祝庆祝不行 要不让我贿赂贿赂你 秦淮面色冰冷欲见而非 夜翘今天你们死定了 作为宗门内唯一的剑修 秦淮有骄傲的资本 随着剑影的攻出 明玄在同一时间也朝秦淮寄出了福传 四方困阵 一时间两个黄色的扮演将秦淮牢牢的困在其中 秦淮都忘了这里还有个碍事的副修 看到被困在其中的秦淮 夜翘立马改口一副嘲讽的模样 我错什么了我才没错 秦淮此时被欺的脸都红了 断横刀说的对眼前这人果然够讨厌 看着夜翘意犹未尽的模样 明玄严谨一该道 快走别疲了 这个阵法困不住他多久 夜翘一把抓起两个师兄的身份牌就跑 断横刀看着被锁在原地的大师兄 挣扎了片刻后一捆树仙 绳子落在手心直接朝着夜翘的方向袭去 夜翘休想跑 大笔期间不管敌方是谁都不能手下留情 但是京丹队助击即使是个气休 速度也是夜翘比不上的 他之前能偷袭到宋寒生完全就是靠趁其不备的法子 细长的绳子鬼觉得宛如灵蛇穿过明雪 眼看小师妹就要被抓 血雨咬牙掏出来了丹卢骤然变大 挡住了断横刀的一击 如果没有夜翘的指点他这辈子都想不到 丹卢还可以这么用 技能功又能手简直不要太好用 看着被缠住的丹卢断横刀一脸猛逼 谁教他这么用单颅啊 趁着少年发呆的片刻 夜翘把腿就跑一点犹豫都没有 他逃他追他插翅南飞 这种被围堵的情况下想要遇见是遇不成了 情急之下夜翘紧紧咬唇迅速打扬起周围 看来靠自己是不行了 还是得找点外界能借力的东西 抬头看着飞在半空中的几只妖兽 他眼睛骤然一亮 有了 少女没有犹豫从戒子带找出了前不久断横刀送的捆腰绳 下一秒便将细软的绳子抛出缠住鸟爪 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丝拖拉 他飞了 他被大鸟带着飞了 再见了各位我今晚就是远横了 断横刀抬头望着飞在天空中的夜翘脸不禁一黑 因为他拿的正是自己当初送给夜翘的捆腰伤 这玩意儿确实对妖兽有自动锁定的功能 可不代表就能这么玩啊 看着渐行渐远的夜翘 情怀想去帮忙 但被爱于四方正困住了脚步 此时的观众席上的人看到这一幕不由的一阵唏嘘 就连问贱宗的长老也不由的连连称赞 明玄不亏称之为天才 能将成中中的情怀困住了这么久 成中中长老眼角跳了跳皮 笑肉不笑 我们总可没有第一天出局的弟子 问贱宗长老脸黑了片刻随后笑秘秘道 没关系 虽然处行之出局了 那不是还有月清宗的首席弟子陪着吗 好吗 那俩舍半天怎么最后受伤的却是我们月清宗 没有啊 我高兴地吹一声口哨庆祝庆祝不行了 他冷冷看着夜翘半天没有说话 见夜翘比了个蹦迪的手势 他将头扭过去朝着师弟师妹们等 我们走 这次虽然是他们拿的第一 但风头却早已被夜翘他们碾咽了 只是让众人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长明宗得了第三还那么开心呢 可能是夜清寒自闭了吧 这么多年问贱宗因为清传实力强 那外门的弟子都狂得爹妈不认识了 头一次踢到铁板不自闭才怪 不过同袍那你们压住都压了谁 我压了成峰宗 我压的月清宗复修还是挺强的 既然你们都压了其他宗 那我就去压长明宗了 本来五宗里面是没什么人压长明宗的 但经过刚才秘境的洗礼 他们也忍不住思考 是不是也该跟着压长明宗点零食 随着周围的议论声断不绝耳 云恒心头涌上几分微韵 考虑到这个徒弟在大笔上的表现 云恒觉得只要他乖乖回宗 自己也不是不能原谅他的过从 他甚至还准备等没人的时候 找叶翘聊一聊 情犯犯看到第三的排名笑容 就没停下来过 刚想找几个徒弟们聊聊 结果发现最大的功臣早就跑没印 叶翘那丫头呢 沐仲西比较了解叶琴 他现在应该睡觉去了 折腾了这么久 他也挺累的 傍晚餐在门派的住处内 叶翘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突然被闯进来的段玉 从床上拎了起来 叶翘醒醒咱们覆盘下秘境里的事情 他坐在床上揉了揉眼镜迷迷糊糊的 你手里棍子什么情况 在妖兽肚子里捡来的 我叫他夺损 不知道为什么对妖兽吸引力挺大的 应该是个好东西 他仔仔细细打量这一番后 看不出什么段玉旋即说的 我一会儿找几个气秀 让他们看看认不认识 不过啊 段玉 拍了拍叶翘肩膀 干得好 不错不错就这么 保持下去咱们尽量不做倒数第一 此时叶翘的骨头都快被拍散架了 他急忙点了点头 看着段玉的背影 叶翘扶着尖头由衷的感慨 段长老可真有劲 小师妹走我们下酒楼庆祝庆祝吧 不过扶生成的东西都好贵 吃一顿起码要一百上品零食 其实在场的人除了叶翘外都还挺有钱的 从他们随随便便掏出来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零食就能看准 但是一想到零食要给问剑宗地界的酒楼 他们就不太高兴 叶翘揉了揉被拍腾的肩膀 既然这样的话不如去找隔壁宗吧 宋寒生还欠我钱呢 到时候我们拿他给的零食去酒 这样心底就不会难受了 欠全不还钱打AP 桑尽天良的月清宗还我血汗起 就这样叶翘五人拿着铜锣 站在月清宗门口打扮叶翘起来 他欠你多少钱 有利息吗 叶翘想了想当即数起了手指 片刻之后才缓缓说出 大概十几万上品零食吧 好家伙这么多零食 你居然没收取利息小师妹 明显马上牵着叶翘的手 走走走我们去要债 这么多零食可不能便宜了 而且如果直接找上门 会被判定挑衅 拖出比赛积分 那还不简单 沐仲西翻出来了 锣鼓敲了几下 用这个东西肯定能行 到时我们就堵在他们门口 我就不信月清宗丢得起这个脸 可是这样不太好 薛宇有些犹豫 总觉得他们四个又要集体IP 这是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 周行云也曼吞腾开口 没事我们是第三 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刚拿下第三 师父不会因为这种事罚他们 大师兄都发话了 那就彻底没什么可顾及 林璇从戒子袋拿出来两张 会 到时候就加上这个韩子丁红酒 顾重悉心愤解 我我我 交给我 我来 此时月清宗内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在美美地睡觉 而宋寒生则是还在训斥着林璇 你是不是疯了 竟然在虚无秘境跟着问剑宗的人 我们是敌对宗门懂不懂 但凡夜清寒吓得去手 你第一个就被套了 对不起大师兄我错了 顿时女主角光环刺散开来 瞬间把宋寒生的内心防线机 算了算了 下一场是远古战场 不许再跟着问剑宗的人了 听到林璇乖乖大意 对了夜竅以前 在咱们月清宗有这么不要脸 可不应该呀 如果真有这好人物 他肯定会知道 林璇回想起之前的一幕幕说道 二师姐以前总是沉默寡言的 不知道为什么下个山就完全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疯的一声巨息 月清宗欠钱不管 睡你麻布 起来还钱 欠钱不还天打雷批 欠钱不管之子不如 欠钱不 周行云吃笑一声没有说出声音 月清宗的弟子们都睡得挺响 忽然冷不丁被 怦怦怦的声音吓得做了解 什么情况 难道是魔尊入侵修真剑了 这声音就连别的宗门的弟子 也被吵醒太热了 就连垂死并中 金坐起了情犯 在听到外面 锣鼓喧天的动静 以及几个徒弟熟悉的叫声 不禁抹了把脸深吸一口气 完了 好不容易套着第三名 撞回来的脸面 在冰冰的城堆干净 这群兔赶紫就不能低调点 月清宗欠钱不还王八蛋 无赖宋寒生快还钱 他一直都知道常明宗变了 但没想到 这一伙人他妈的都不要脸的 敲到家门口 宋寒生气得鼻子都歪了 无奈只能赶紧先找师兄妹 借钱让他们闭嘴 别傲叫了现在就还给你们 就当他准备开门时 云恒出来了 师父 云恒神色复杂的 听着外面的响声叹了口气 把零食给我 把我去找叶翘谈谈 宋寒生当然是毫不犹豫 将零食交给了师父 以常明宗那几人的性格 他出去指不定又要被嘲讽一顿 就这样五只小龙虾 静止地面对一只鸡尾虾 待叶翘再看到来人 是谁后语气拉长了半分 云宗主怎么出来了 是宋寒生不敢出来 和我们正面对抗 所以叫你出面处理了吗 云恒醋了醋眉没有说话 反而是冷着脸 将戒子带地了过去 明璇急忙伸出手 接了过来拿走后 还不忘到了生鸡 果然不要脸 就连催债都快了很多 就这样血鱼招呼着他们几人 走走走我们去酒楼吃饭 沐仲西喊了一嗓子 我要吃烤鸡 长明宗日子过得太惨了 天天馒头馒头吃的人都要吐 现在好不容易有空有钱了 肯定是要吃顿好 就在这时云恒冷不丁地开口 叶翘无视尊长长明宗 就是这样教你的 他的步子瞬间顿着 云恒徐徐道来 只要你愿意认错 离开长明宗等大笔结束 我会考虑给你留一个位置 沐仲西护着夜窍潮 男人冷冰冰地说道 留个位置 清传 云恒差点被气笑 清传 怎么可能 清传可都是上品林根起步的天子 即使夜窍表现在好 他都不考虑这种事 血欲微笑贵宗 不如去睡一觉来的现实 沐仲西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唉唉老头我们长明宗 虽然穷了点 但我们可是清传 你懂不懂什么是清传 我们可是未来修真界的希望 明玄神色也变得似笑非笑起来 有时候我都羡慕你们宗的自信 几个师兄轮流 发言完毕夜窍来收个尾 他不要脸的开口 我可是你们月清宗 永远得不到的弟子 在后面跟着偷听的 秦范范差点上去 给这几个兔崽子 竖个大拇指 说得好啊 不要脸的老皮肤 竟敢翘他们踪的墙角 无耻 云恒脸被气成了猪干色 在对方快控制不住 脾气当场要动手时 秦范范努力调整了一下 快要笑出来的表情 然后换上一副悲伤的模样 快步冲了过去 云道友 别生气别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体 我这几个不成器的弟子 给你添麻烦了 可能是他们今晚 拿了第三太高兴 你稍微理解一下 云恒心又被扎了一刀 合着这老皮肤 变相的来挖苦自己来了 现在谁不知道 就他们宗道数第一 云恒紧紧绷着脸扯触摸冷笑 是吗 厌世大师兄遇到憨憨小师弟 师兄你别停 我们先溜了 说大名玄关上门 拉着血雨往牧虫西院子窜 不料他们两人赶来的 实际不太轻 亲爱的小师弟 这会儿正被段长老暴揍 这种画面很常见 长明宗的剑修 都是这样过来的 慕虫西捂着屁股 长老你能慢点不 好歹给个反应的机会 你速度太慢打架的时候 谁会等你剑招好了再动手 这一点你要跟叶翘多学习 要么打得出气 不易要么为所发育 别逼逼赖赖了起来继续 往常慕虫西挨揍 叶翘肯定会跟着一起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是 小师妹消失的无影无踪 血鱼和明璇见状虚伪 同情了小师弟两秒 溜了溜了 他们只是两个柔弱 不能自理的扶修和担修吧 此时叶翘正盯着 画出来的福禄看 突然一声喷的响声 从背后传来 回头望去看见 二师兄和三师兄淡淡的说道 一天到晚 风中火火的 就不能好好敲门吗 看着他手中的扶转 明璇和血鱼对视一眼 接在彼此眼中看到了恶人 之前宗门内的 被添到祝福的信任 是你吗小师妹 是我怎么了吗 看他承认的这么果断 两师兄再次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发出一声 意味深长的声音 哦哗 这就是传闻中的 剑斧双修吗 他们还是头一次看到火的 明璇请客间来精神了 一把勾肩搭背 将他牢牢按住 来来来小师妹 快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剑斧双修 叶翘看着两个师兄 一副摩拳擦掌的模样 调了调背 如果按照你们说的标准 那我确实是剑斧双修 血鱼脱了脱下恶 小师妹你 就是那个被所有人 低估了的天才吧 不过我觉得你的灵根有问题 测试时很少会出问题 可能做到剑斧双修 怎么想都不能是中品灵根啊 明璇倒是无所谓的说道 想这么多干吗 我宣布下一场比赛 就是我们长明宗的天下 今年他们加上叶翘 可是两个扶修 要知道以前宗里面 就他一个扶修 天天卷的跟狗一样 不仅要和本家那群嫡系比较 还要和月清宗的清传们比较 不过云恒知道你会画幅吗 他要是知道 自己亲自赶跑一个扶修 不得后悔死 叶翘盯着满脸坏笑的明璇回忆 当然不知道 那你一定是在月清宗 学习画幅十几年 学会后再来造福 咱们长明宗来了对不对 明璇一副真相 只有一个我找到了的表情 二师兄的话 直接给他整不会了 毕竟他来长明宗 纯粹是为了一顿五个馒头 和消极的态度 很适合不想努力的选手 新冷冰山大师兄 在沙滩上跳草群舞 叶翘想着这个情景不由的傻笑 他很期待 明璇也摸着叶翘的脑袋 飞飞飞的傻笑 站在一旁的薛鱼嫌弃吐槽 明璇你的这个表情好愚蠢 像个二傻子一样 那是你不懂我 作为唯一辅袖的压力 下一场比赛 全宗门将希望都压我身上 我觉得压力好大呀 这样的期待 只会逼得我窒息 这下好了 有小师妹在我就轻松多了 叶翘一把推开明璇紧张的说道 刚刚动静闹得太大 本会肯定会有人来反反消息 我们要统一口径骗过他们 现在就放出消息 就说天道祝福是大师兄的 到时候他们就会对我们 自然而然放松警惕 血鱼到底有点良心 那大师兄接下来不会被针对吗 无所谓啊 他们又打不过大师兄 对了我们现在为下场比赛准备一下 我这里有将灵服困地服引身子 和一些辅助类的 明璇眼睛轻轻眨了眨 看向叶翘 你呢 叶翘文言也沉默了下 将服务摊胎给他看 这个是爬行服 如果能贴到他们身上 你或许有幸能欣赏到 一群青传就地爬行的母亲 到时候我们可以多拿几颗留影 石鹿下来天天观看 还有这个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群魔乱 贴上它或许你会看到 一群青传在斗 看到明璇沉默了 叶翘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务正义 这不起是我托福兄们的后终 明璇见过放飞自我的 但没见过比叶翘还会摆满的 既然连四大服务中的四方服 都能轻易画出来 没事瞎琢磨这些不正常的玩意干嘛 不过如果真能贴上的话 我就能欣赏到叶青涵和大师凶手 牵手一起跳草群落 叶翘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也有点期待了起来 明璇平日里算是个正经人 跟他在一起画服 起码能感受一下眷王的氛围 他还不忘给叶翘定了个目标 三天三夜画完我们就睡觉 看着叶翘垂头丧气的模样 他一把搂过叶翘 你想想我们压在赌场的一百万 只要我们能拿到第一 到手就不止一百万了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一起努力 叶翘无神的眼眸渐渐聚光 好 明璇作为一个专业的服饰 当即拿出了一堆好谱 你觉得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就要这个简约而不简单的 上品灵气和中品灵气的差距 这个时候就写出来 他之前画几张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上品灵气就没这个步虑 拿起来就能画 而且过程很顺畅 你这个画服速度 要是被我们本家那群老头子 或者云恒看到都是要共起来 浮羞速度越快 就代表着天赋越高 神识越强大 叶翘速度简直太快了 神识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几乎是一分钟一个 明璇不由地感叹着小师妹速度快 结果下一秒叶翘就流鼻血了 他愣了愣 格外娴熟地低头擦了擦 然后栽在了桌子上 懒洋洋地对着明璇解释 我不能画得过多 画多了就会流鼻血 不晕的话 他早就靠着卖服录发家致富 明璇见状有些好奇戳了戳的 那你这样画完就流鼻血不会胜血了 你才虚呢 我负责喊你负责卖 我们两人合作得很愉快 听我的准没错 走吧 二师兄陪我去卖服 话了三天三夜不卖点出去可惜了 明璇愣了愣双手抱怀 咱们宗门有规定不让私下倒卖呢 叶翘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没关系的我们偷偷去 实在不行被抓到就关我们禁地呗 就是不知道问剑宗的禁地 有没有咱们宗门的书 明璇闻言便也答应了下来 随后二人制定了计划 我们先这样 这样 然后把钱通通挣光 虽然不能变强但很舒服 下午 山脚下复生成钟 叶翘找了个显眼的地方 插了个牌子 我们就在这摆摊吧 就这样二人便开始摆摊卖复生物 叶翘负责喊明璇负责卖 两人一起等了好半天 见周围的修饰没有半点停留 这让明璇多少有些郁闷 服录不应该是一张难求的吗 现在怎么都没人往我们这里 因为骗子太多了 叶翘拖着下把摆摊 以前我有幸摆摊卖过一次 那时候隔壁小黄叔生意都别人 当时羡慕的我差点赶 明璇思索了片刻拿出一个符符 不如我们当街给他们表演个爆炸符的威力 叶翘冷漠地提醒 那我下一次见你可能就是问剑宗大了 云中城不许拔剑 浮生城自然也有不许破坏公物的规定 就这样两个二流子和他们的小潭孤零零的在风中凌乱 正当两人在寒风中感受着寒风的刺骨时 不远处的一间商铺突然开了门 月轻踪的符路开瘦了 快快快 要被抢没了 月轻踪的符 明璇立马摸了摸头发将脑袋凑了过去 我去看看 就这样他很没素质的强势挤了进去 这画的也不怎么样 月轻踪的符什么时候这么垃圾了 人群里立马就有人暴怒 你牛你去画啊 叶翘戳了戳二师兄小声滴逼 你以前出门真的没被人套麻袋打过吗 怎么会 我可是清传 当说完他呼的一下开窍了 然后飞快地跑到了自己的摊位上书写起 我们这个才是正宫月轻踪出品的符路 定价五十上品临时一张 先到先得 真会装 五十上品临时不如干脆去抢劫 叶翘听着围观群众的吐槽 不禁呆愣在原地轻叹一口气 快来我家买 明璇忍不住开口 这个符就是清传练出来的 不过不是月轻踪的清传 他们是长明宗的清传 当然他们没说出来 反观叶翘则是拿起了一张符传大声吆喝 我们两个都是月轻踪的清传 这样不仅不用被罚遇到锅还能甩月轻踪头上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他们也是月轻踪的弟子 有个散修搭拉着脸嘲讽 你说是就是 证据呢 明璇当即将符传贴在了那个人的脑门上 只是一瞬间他就窜了出去很远 看那道友们 你们买回来的符效果没这个好吧 我们这里看得见的效果 在场散修的脸色都变了 明显是被戳中了心窝 我们买的符传确实没这个效果好 叶翘文言蹲在桌子上乘胜追击 除了刚才那个符以外 还有一张是暴灵符可以瞬间将灵气调到巅峰 效果能维持半盏差 还有这个这个 叶翘滔滔不绝开始带货厅的周围园一愣一愣 毕竟都是裙半调子哪里见过真正的俘虏 这时有个散修拖着下巴质疑了起 我记得前几天大笔上的月轻中 青船似乎不长这样了 叶翘转头朝他靠近 怎么就不长这样了 你们再仔细看看那群青船是不是都长得很好看 散修回忆了一遍好像是的都挺好看的 长得好看的人都是千篇一律 说不定是你记婚了 叶翘说得太过于笃定 那修士文言也将信将疑 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没到一炷香的时间服转就被一扫而空 师兄妹默契击掌 欧乎舒服 明璇不禁赶快赚钱的快乐 难怪小师妹总是想着赚钱 半个月后的秘境观赛区 他们一到场原本还有些安静的气氛 顿时被推向了巅峰 哎呀 长明中的来了 明璇加油呀 明璇是属于那种风流多情的模样 小姑娘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有人看到他出来立马兴奋的拿花往他身上砸 他接着扔过来的花找别人比了一个爱心 叶翘和牧虫细文言吐槽好骚包 血雨眨了眨眼 没办法这是扶修竹场可不就让他装起来了吗 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一声强有力的声音 叶浪浪 看这里 朝远处看去只见一群人举着牌子正在大喊 叶翘叶翘你最溜 叶翘叶翘最优秀 叶翘叶翘拿逼 叶翘叶翘最牛逼 就这样叶翘出世为洁身先死 叶翘叶翘你看什么看 你就这么小 怎么低来打我了 这时突然有个无名帅哥曹叶翘大喊 叶浪浪今年朝明宗拿个第一给我们子 叶翘回过头立马挥了挥手露出一抹笑容 好的兄弟们 站在隔壁清传席位上的宋涵叶翘跳了跳 当即便忍不住 是什么让你这么自信的 毕竟远古战场是他们扶修的天下 看叶翘一个小小的剑修凭什么还敢口出狂言 叶翘望了他一眼 其实他不怎么想搭理宋涵生呢 剑葬朝他竖起了一个小手指 然后祖出一句狗屁不踪的话懂得都懂 宋涵生头顶三个问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明璇看着对方猛逼的敌情 突然就盖到了小师妹胡说八道文学的妙人 他和明璇不屑地看了一眼 宋涵生扬起下巴又说了这 懂得都懂 我们师妹可是自打武宗的大能们飞升后 修真戒中第一个能做到剑俎双修的 什么问剑宗成风宗都不在话下 咱们常明宗才是最牛的内容 很显然他们都决定放飞自我 穆仲熙看着远处牛起来的夜窍打 忍不住戳了戳周行云 大师兄他们几个在打什么样的牛 别问了 周行云也被师妹师弟们的话洗脑 沉默了下回的一句问 就是总和人都懂 好啊 穆仲熙当即炸了 你们四个都孤立我是吧 一个个都懂什么意思就是不告诉他是吧 宋涵生看着他们几个很是不理解 他们到底在嚣张什么呀 宗门大比的第二场秘境远古战场马上就要开始 各宗门的清船手上都已经拿到了秘境的地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经过长老们的商议 这一场比赛禁止借助外来道具 瓜靠你们是针对我们的 问剑宗那群人可真不要脸 还好我也没指望每场都能借助夺松岛事情 真这样玩估计一出秘境就得被其他几宗的粉丝闷闷了 现在有请各宗清船从入口进入秘境 随着人员的进入传送阵秘境也正是开始 远古战场危险幅度比上一场强多了 剑宇看着一个个清船都踏入了秘境 他插了剧组 你和明璇最好分开来 你们两人都是扶修到时候一人带一个视线 这样在秘境里面存活率就大大提升 叶翘双手抱怀前程的气力 希望上天对我们长明宗好一些让我们愿有所得 就这样他们也踏入了传送阵阵 此时的远古战场那叶翘揉了揉眼睛 突然看到了被传送到一旁的明璇不由的惊讶 二师兄怎么是你 我可是前程的祈祷过的 真倒霉 都怪削宇那个乌鸦 两个扶修凑一块 新冷冰山大师兄每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想上调 师弟们看了直呼 卧槽 就在刚刚 勤赞赞嘲笑云恒 眼看就要把人刺激遍体 于是连忙踹了目中西一脚 得亏人家云宗主不和你们斤斤计较还不快滚 五人文言连忙朝外面跑去 添了一肚子的火气的云恒 只能眼睁睁看着五人的背影 他严重怀疑这个老头子是故意等叶翘几人说得差不多 在自己忍无可忍想动手时才不紧不慢地走出来 数日后的长明宗内 叶翘正在咬着笔思索接下来的考验 下一场是远古战场时时刻刻都有踩中阵法的威胁 这个时候扶修的作用就来了 长明宗就明璇一个扶修为了不做倒数第一 明璇再次开启了没日没夜画符的模式 叶翘见他可怜想分担一下明璇压力 他坐直了身子回忆了遍符书上记载的符文 刚一落笔就察觉到四方符笔一往画过的都负责 每一下都惊细到可怕 真的好难啊 不过二师兄说过这种符赚难画得很 他也失败了很多次才画出来三张 反正自己又不是专业符身一直不成功也没人嘲笑 在连续废掉无数张符之后 叶翘才在冥冥之中抓到了点四方符的手感 指尖狼好比流畅勾连柱神识繁复古朴的符文跃然而上 期间他手稳稳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笔落符成 突然一道金光将叶翘围绕其中 是天道祝福 终于成功了 正化浮化的昏天黑地的明玄看到这么大的动静被吓一跳 靠 牛逼了呀又是天道祝福 是谁难道是薛鱼 正恋丹的薛鱼举起手以正清白 别污蔑我 他上一次见到天道祝福还是在上一次 明玄站起身用手指比了个枪放在下巴出一副沉思的模样 你不好奇到底是谁搞出来的动静吗 薛鱼还真挺好奇的 于是明玄拽着他就往大师兄房间跑 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周行云正准备上吊了 男人甚至歪了歪头对两个师弟抽风的行为表示疑惑 干什么 还叫人做陷阱 小朋友急忙举手喊道 等等 我们是这儿八经的气修不是天天没事做陷阱的老英明 而且你知道气修是干什么的吗 练气 锻造法器 添加骤印的气修啊 纵观修真戒数万年 谁家正经的气修会去琢磨着怎么做陷阱暗算别人啊 不过为了第一你们也可以成为老英明 叶俏决定家把劲给他洗脑 你们可是气修这点陷阱肯定没问题的对不对 是没问题可是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为了第一你可以的 断横刀可耻的动摇了 最终点了点头好 说完他抬手喊道成风宗必须第一 现场的观众文言一阵哗然 哎呀呀 断横刀你堕落了呀 谁家好人会跟着叶俏一起干这种书啊 这个叶俏以前在传销干过吧 打死他们都想不到 正儿八经的气修作为成风宗未来的希望 竟然真被叶俏这个害群之马给窜夺着去搞陷阱了 段玉觉得这样挺好的 让叶俏锻炼锻炼这群孩子们的警惕性 那群兔崽子添骄当习惯了 但凡出门历练遇到些诡计多端的邪修根本不够晚了 而且什么叫歪门邪道 这明明是智取 月清宗一对人顺利的在秘境中可谓是如鱼得水 一路上高跟猛进排名甩了问剑宗一大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直到秘境结束他们都会这么顺利下去 小师弟苏卓跟在宋寒生身后拍马屁 不愧是大师兄 这一路我们都轻松避开了阵法 还猎杀了不少妖兽 问剑宗那群剑修估计现在还被困在阵法里出不去 这算神 还没说完人就掉坑里了 这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坑里面竟然还藏着我 宋寒生反应迅速在被往束缚住的前一秒用浮路跑出来 谁这么缺德居然在这里搞了个陷阱 苏卓小心地朝远处丢了一个石头探路 大师兄这边没有陷阱我们走这边吧 就这样他们两个手牵手往右走 怎料二人还在沉浸在刚刚的陷阱之中 一不留神没注意踩住了树仙绳上面 树仙绳猝不及防收紧牢牢将他们脚紧紧捆住 顷刻见两人齐齐一头朝下的姿势被吊到了树上 宋寒生在脑子缺氧的情况下 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吐吃 叶孝轻快又欠揍的声音响起 有多吊着呢 那语气像是领导下乡慰问人民一样 被叶孝讲出来见嗖嗖的 宋寒生瞳孔地震看到他身后的两个乘风中弟子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又是你们 叶孝掏啊掏啊掏啊掏 直到掏出了一条鲜红的苦茶子 一时间四人盯着苦茶子发呆 宋寒生这人多少沾点变态了 看着远处的四人 宋寒生可算明白从天而降的大王是哪里来的 断横刀低头不太敢看宋寒生那不可置信的目光 要知道他曾经也是个体面人 直到他遇到了叶孝 明璇也忍不住嘚死地用手戳了戳宋寒生发出嘲笑 哈哈哈哈你也有今天那宋寒生 月清宗是最瞧不起其他服饰的一个宗门了 明璇以前没少被他人身攻击 这会儿他得意极了 叶翘也跟着凑热闹 于是两人就好像那个变态反派 纷纷朝着宋寒生几人发出猖狂的响 别说宋寒生了就连断横刀听得都心慌 沈子薇是来干正事的 他第一时间翻了两人戒子袋 结果找半天都没找到 身份牌呢 当然是藏起来了 你不会以为我还像第一场比赛时那么天真吗 的确 宋寒生有了第一场被淘汰的教训后便聪明了不少 叶翘伸出手毫不客气扯下来了两人的戒子袋 既然没有身份牌把他戒子袋抢了吧 毕竟里面装了不少服录和零食 就这么叶翘掏啊掏掏啊掏 直到掏出了一条鲜红的苦茶子 一时间四人盯着苦茶子发呆 宋寒生这人多少沾点变态了 竟然将内副往戒子袋里装 今年是你本命年吗 明璇连忙抢过叶翘手中的戒子袋 小师妹我们不要他们服赚了 这群男人太肮脏了 宋寒生脸瞬间红得跟只大虾一样怒吼 你看什么看你们俩给我等着 都是来比赛的 谁会想到有人没事去打劫戒子袋啊 他装点私人物品怎么了 爱着他们长明宗什么事了 有观众沉默两久憋出一句 这群青传都玩得挺变态 在所有人眼里能担得上青传的弟子 都是些高端大气上档次清清冷冷 不入室的天之骄子 他们严重产生了怀疑 这群不靠谱的青传 真的是他们修真戒的未来吗 断横刀看着两个被吊着的月轻松弟子 不知所措的敏了敏唇 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他们 叶翘指了指他俩 先捆着吧 不行的话找个人守着 我看大师兄挺适合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能找到周行云 断横刀犹豫了一秒也跟着溜了 两队人一开两散 徒流被吊着的宋寒生和苏卓 一起感受秘境中的戚风苦雨 上次被宋寒生一阵敲打过后 云雀在秘境里老实了不少 他修为不弱天赋也高 再加上扶修的身份才刚进 逆境没一会儿就有宗门抛出橄榄枝 要与他合作 寺庙言是第一个遇到云雀的 两人都是女孩子 再加上云雀一副智商不高的样子 合作可以但你想要怎么做 寺庙言到你们月轻松要拿第一 这一场我们要求也不高 第三就行 问剑宗一群莽夫不足为据 他们大概率会找常明宗的扶修合作 我们先淘汰常明宗的明雪 只要把明雪淘汰掉 他看问剑宗还能找谁合作 听到要先解决常明宗的云雪当即答应了 观众都忍不住默哀可怜的明雪 除了问剑宗 现在其他宗都想让他死 别死不死的只是淘汰而已 明雪不死 问剑宗不就起飞了吗 他死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成风宗长老眼睛睁大看着大屏幕 这两个孩子前进的速度 比其他人快要明显不对劲 明雪是怎么做到避开所有遗留阵法 一个阵法都不裁 连宋寒生都做不到 但如果是两个扶修就另说了 成宗宗长老一直都怀疑秦范范 这个老皮肤暗地里藏了意识 而让秦范范欣慰的是 这几个清传弟子男的没有摆 而是还真开始寻找起来的夭兽超学 就在刚刚 夜窍不出意外的和死对头云雀碰着 场外的观众纷纷表示 这下有好戏看了 寺妙延看着迎面的两人 唇角勾了勾 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 如果明雪是和穆仲熙在一起的话 他还要掂量掂量自己打不打得过 可见到夜窍这个小趴菜就没这个顾虑了 一个助击书七的还能翻得天不成 看到明雪的那一刻 寺庙岩不给他们半点反应的机会 他直接拿出笛子吹出悠长的笛声 调子轻快伴随着起伏有些诡诀 夜窍忽然觉得脑海中的神势 仿佛被人扯住搬拉出一条鞋 疼得他捂住脑袋这声音让我头疼二师兄 明雪扶了扶额头这是阴公 碧水宗门靠着几个丹修平安走到这里 显然都会别的烦气 说吧他拿出了一张隔音符 然后迅速地念出了口诀 与此同时云雀也没闲着 就这么刚升起的隔音阵就被云雀给破解掉 好可恶的云雀 他一直用法震破我的隔音阵 两人脸色一个比一个差 寺庙岩声音微冷不好意思 你威胁性太大 云雀更是丝毫不给两人配合的机会 直接将几张符寄出 夜窍看着飞来的符传冷笑一声 好啊这是你们逼我的 随着一剑斩出将所有飞来的符传割倒在外 然后面色焦急地冲着鸣玄喊 二师兄你的罗呢 拿出来对着他们敲 夜窍也没想到上回讨债的罗骨在秘境中又排上用场 就这样夜窍吹索奈鸣玄玄敲锣 整个秘境瞬间热闹起来 蓝牙互相伤害呀 索奈一响黄金万两 铜锣一阵马上翻身 目中西听到远处热闹的罗骨声气怪长的眨眼 这秘境里有谁在澄清吗好热闹 薛鱼醋了醋眉 我们还是早点找到师妹他们两个吧 嘴角抽了抽 他就是怕夜窍在搞点什么事啊 铜锣一小黄金万两 铜锣一阵马上翻身 夜窍所那的响声萦绕在周围布局于耳 直击灵魂的冲击感让寺庙言同仁微臣 好奇你们到底会不会乐器啊烦死了 夜窍看到破绽找准机会 清风掘灌满悬剑朝着阵法最薄弱的位置砍过去 阵法顷刻间在脚下寸寸断裂化为灰烬 坐在场外的乘风中长老醋了醋眉 这么快的破阵速度难道他懂阵法 秦泛泛摸了摸胡子 你可别碰死我们 说不定是月清宗那破阵法太脆了 不过夜窍这孩子行了 但凡今天和明璇在一起的不是夜窍 那明璇绝对只有被淘汰的份 月清宗长老听到后气得咬牙 什么叫破阵法太脆了人身攻击就有点过分了吧 成宗宗长老神色复杂 他其实一直都在怀疑长明宗或许藏了点什么 在破阵而出后的夜窍二人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 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 然后夜窍大了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竟然 下一秒他话语急转直下拉着明璇就跑 长明宗的清传都是群跑路高手 一眨眼的功夫两人窜出去了二里底 四秒言见状都傻眼 明璇被夜窍拽着跑得飞快 他愣了愣小师妹 我们就这么不站而退逃跑 什么叫逃跑 我们这叫撤退 路上明璇时不时地掏出身份排查看排名 没想到他们长明宗的排名都快第一了 哈哈我跟你说小师妹 现在这群人一个个都觉得我天赋一柄仇恨全拉我身上 谁都不知道我们宗其实有两个副兄 夜窍轻叹一口气辛苦你了二师兄 等你被淘汰我会带领咱们宗总上胜利的 我谢谢你哦 话音刚落一道蛮横的剑气横空披露过来 两人快速躲闪开 谁这么不讲武德突然来这么一下 秦怀和翟臣迈着步子走了过来 夜窍鸣玄遇上我们算你们倒霉 是你们呀 看来乘风中跟月轻中合作了呀 废话少说受死吧 秦怀领起剑朝着他们飞升而去 夜窍反应远没有他快 直接将弦剑抛了出去 请客坚与剑气相撞在空中断裂 好凶的剑招 夜窍用了这么久的剑都有感情 冷不丁被人弄断 他若同半天回去让师父再给我一个 好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现在马上回去 一百万师妹加油干 哦 夜窍跟个狗一样冲了上去 为了发财为了报复 为了能挺胸走路 我要跟你拼了 说完他拿着根棍子就朝秦怀打去 就在一分钟前 秦怀还在追着夜窍打 哎呀呀你别那么暴力 都已经弄坏了我的剑了 还要继续欺负一个没剑的剑凶吗 场外的段宇看到这一幕 不禁叹了一口气 秦范范也不由地摸了摸胡子 只要夜窍撑住 别让秦怀疼出手对付明璇 这种情况下明璇可以一换一 可是夜窍现在只是一位躲审 根本没有用 这孩子永远都是一副 学不会就逃跑的模样 真是让人恨铁不称刀 明璇看着夜窍 节节败退的模样 也急得要命 但他也疼不出手 一旦想赶去帮忙 立马就被宅臣给截住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还担心夜窍呢 凌旋扭头和宅臣对上目光 突然他想到什么 对着夜窍大声喊道 小师妹 一百万 一百万 为了我们的一百万 观众们全猛了一百万是什么 很快他们发现 原本还有些不敌的夜窍 听到这番话眼神变了 他两眼发光 大声一鹤猛地朝着秦怀冲去 先是一脚后是无限抓闹 饶视秦怀也没想到 他突然变了露术 就在这时夜窍顺手摸起腰间 夺鼠 一个黑曲曲普普通通的棍子 带着催扣拉朽之时 朝秦怀手身上砸去 没错是砸 过影击中身体秦怀 差点站稳倒了下去 但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 朝着夜窍攻去 而另一边的战斗 也陷入了白热化 两人阵法互换 几乎是同时出手勾住 对方借子弹 摸到了彼此的身份牌 只要捏碎 那就是同归于尽的结局 明璇保持着漫不经心的笑容 要不你把我的身份牌给我 我也给你 好啊你先给我 话音刚落 两人不约而同捏碎 彼此身份吧 长明宗明璇 月轻宗宅臣出局 明璇叹了口气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你太让我伤心了 说的跟你没捏影 尘埃落定后 端着口气的众人 纷纷摊坐下来 情犯犯到夜窍 那孩子也尽力了 能拖住情怀 这么久挺厉害的 赵长老缓缓 吐口啄气的 完了彻底完了 唯一的扶修都没了 还玩什么呢 被传送出来的明璇 摇头晃脑的 朝着自己棕门观赛去走去 刚出场就被无数小迷妹打 明璇宝宝 请问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心情 如果非要说的话 那就是虽然我的身体 不能陪着他们在秘境里 战斗了大我的灵魂和他们童子 明璇宝宝太可爱 我要给你生猴子 明璇其实现在一点都不难过 反而是感到非常轻松 淘汰好啊 淘汰了 轻蔑一笑 是啊我们确实是低估了你的脸皮 真没想到会这么红 在秘境的另一边 收到明璇和翟晨同时出局的消息时 叶清涵猝了猝眉 第一天就出局两个扶修 这群人都挺能闹腾 不像他们问剑宗安静如鸡 到现在还被困阵法里面出不冷 大师兄看来我们得找个扶修合作 不然这样下去别说第一 前三都保不住 那些扶修也是瞎了眼 全往月清中凑 其他宗的清传资源差哪了呢 叶清涵抿了闽唇声音微冷 明璇都出局了 还有谁能合作呢 叶清涵情绪也消沉了下来 但不知为何 在他脑海中模糊地闪过了 之前在大秘境时叶俏甩扶路的目的 或许他们还真有一次机会 反观另一边的叶俏 情罚二人就这么僵持着 我承认低估你了叶俏 他在收到翟晨出局的消息时 就意识到自己被叶俏缠住的时间太久了 明明一个注迹在他的计划中 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了 可现在却打成了五五派 确实 叶俏没有半点被夸奖的受宠落惊 他一脸泰然自若 大笔上的天才 一个是我大师兄 一个是叶清涵 还有一个被低估的天才 那就是我 秦淮嘴角一冷清灭一笑 是啊我们确实是低估了你的脸皮 真没想到会这么红 叶俏是沾点什么倒霉运气在身上的 似乎觉得他被秦淮追着打还不够惨厌 就连断横刀和沈子薇也在同一时间赶不过 他数了数一二三 一共三个人 好麻成踪踪三的清传全道 你们三个唯有我一个不觉得不道德吗 情怀文言觉得不可思议跟你还需要讲道德 你才是整个秘境中最没有道德的那一个吧 好吧好吧 既然你们不讲道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话落叶俏从戒子袋中掏出了之前定做的手枪 一开始他没打算用这些东西了 怕到时候场面不受控会影响到二师兄 但现在二师兄都走了 叶俏自然没什么可顾虑的 此时观赛区上的长老们一脸猛逼看向秦泛粉 这是什么 这我哪知道啊 他一直都是放养的对叶俏了解没多少 只知道几个清传都喜欢和他鬼混 没事就撬个下山 至于私底下他们在鼓刀些什么侵犯犯是真的一脸猛逼 还看这里 叶俏露出一抹迷之微笑拿起手里的枪 慢悠悠对准的乘风中重 来看看是你们的剑快还是我发射服录的速度快 他对准三人就是一顿扫射全程无差别攻击 他一顿扫射下情怀第一个中招了 他出了醋眉没感觉到什么杀伤力 可下一秒便不受控制笑了起来 他笑了叶俏也笑了 然后叶俏头也不回的把腿就跑 别跑 秦怀一边疯狂大笑一边气疯了拎着剑 势必要淘汰叶俏这个变数 他的笑声像急了一个变态在强迫失足上 惹得场外修士看得不忍之势 咱能别笑了吗 淘汰其的翟臣终于忍不住了你没事画这么变态的速度 风平被害的鸣玄沉默了解 我说那不是我画的你信吗 承认我打不过你们三个 但是我跑得过呀 叶俏天上飞秦怀地上追 断横刀抱大腿 还一边围飞 这灵气好大好惹 秦怀猛的一惊 你清醒点了小师弟 别这儿我裤子要掉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想给你两巴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贴在脑袋上的扶转也失去了功效 二人席地而坐谁也不敢看谁 丢人太丢人了 沈子薇摇了摇脑袋 你们两个总算是恢复正常了 大师兄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现在的排名第一是月清宗 第二常明宗 我们第三 问剑宗估计还不知道在哪个阵法里困着 不过这一趟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起马明选淘汰 至于那个叶俏抓不住就先不管他 他拍了拍脑 但努力地让自己清醒 常明宗的人都像是滑不留守的一丘 可他们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 我们这次的重点是月清宗 就这样叶俏飞呀飞飞呀飞 一直飞到了晚上 就在他准备要放弃寻找几个师兄的时候 吼晕倒了 他看到了他的三个师兄 他们现在都在阵法里面 两个躺着睡觉 一个趴着鼠麻蚁 他们吹了起 被血雨吓到踹醒的沐仲西一脸惊讶 小师妹你活着回来了 说完他的目光又盯上了夜窍手中的索纳 合着在逆境里敲锣打鼓 还一边吹索纳的变态是你和明玄 什么叫变态 我这叫合理运用英勇资源 对了那个寺庙延晖乐器我们要小心点 不用怕 我戒子带也还有锣鼓子 明玄给的扩音符也有 到时候我们五个对着他敲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呀下次一定要试试 不过你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 二师兄尽力尽钱给你们的破阵符全用完了吗 沐仲西悠悠指着周行云 你问大师兄啊 他运气太差了一直把我们往阵法里面 这是我们踩到的第三十个阵法 破阵符也用完了 眼看出不去我们就直接摆了 叶翘厅的嘴角抽了抽 这要是放在游戏里面 周行云绝对属于倒霉到离谱的飞球 叶翘从戒子袋中拿出了一张破阵符将反阵给破了 然后手掌向前一指阵法破了走 沐仲西在后面吹起了叶翘的彩虹屁 哇不愧是小师妹真厉害 叶翘听得整个人都开心了几分 二师兄救我 不救你去安息吧 三师兄救我 你别扯我再扯我我可就拿丹炉砸你 你们现在玩大难临头各自飞逝 叶翘解救了三个怨种师兄后 一锤敲定由自己来带路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小蛇叶翘头皮发麻了一瞬 随后就像坎藤蔓一般拿着夺笋打了起来 这种妖兽好杀就是难缠了点 在将全部的小蛇打跑后 薛宇把炼好的丹药送给了叶翘 沐仲西看了看身份牌 现在月清宗还是第一 我们第二 看来很快就要跟他们对上了 我们走吧 去下一个地方继续猎杀妖兽吧 宗门里就叶翘和沐仲西年纪最小 一个十五 一个十六 结果就他们俩跟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天天累死累活的 现在又由沐仲西开始带路 不巧的是他刚踏出一脚 就被困到了个不知名的阵法当中 他整个人被拖拽着往里面沉 于是他下意识抓住薛宇 薛宇已经被这些层出不穷的阵法弄烦了 小师弟这是你自己踩到的 别拉我你安息吧 说完薛宇已经跃跃欲试 从戒子带拿出来了的丹药 想将沐仲西给放倒在地上 沐仲西立马去扯周行云衣服 大师兄 谁知周行云更无情 他拿了个剑割断衣袍 随后看着整整齐齐的缺口满一几了 叶翘惊呆了 他的三个师兄这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之前是自己误会名选了 明明二师兄才是正常的人了 叶翘蹲在阵法旁边拖着下个四口 这阵法和月清宗的有点像 应该是某个月清宗弟子一留下来 周行云倒是很简洁地说了句 那我去把宋寒生绑了带过 不用了大师兄我已经找到阵眼了 不过这还得多亏宋寒生的大务 月清宗的那门福禄书 说给他看就给他看 半点不带犹豫的 话音刚落叶翘举起棍子就朝阵眼砸去 一圈金色光芒阴生而散 破了破了 沐仲熙终于出来了 你太厉害了 小师妹 此时的观赛区 月清宗长老当场精地站了起来 他竟敢偷学我们月清宗政法 秦散范眼睛也真大 你说的啥玩意 什么叫你们月清宗的 政法造出来不就是让人学的吗 成宗宗宗主咪了咪 不是你们两别叫好 重点是这个吗 重点是这他妈竟然是个扶宵 原来这就是你们长明宗的底牌 秦散范立马腰杆挺直嘴角飞扬 允许你们藏一手 还不允许我们终多个天才吗 我们这叫战略 他一瞬间把叶翘喜欢翘克 天天睡觉掉了锅当 这些小毛病给忘了一干二几 老段你们早就知道 叶翘是剑服双修了吗 他挠了挠腮 要是知道叶翘是个双修天才 他肯定不会天天吊打叶器 毕竟扶修在修真界可都是宝贝啊 你赚的钱至少要分我一半 凭什么要分给你哦 叶翘双手掐腰 宋寒生是我让断横刀绑的 没有我你能拍到吗 目中西勉为其难开口 好吧好吧那到时候你四我六 在他们分赃的同时 血鱼凑过来和他分享得到的消息 碧水宗和月清宗合作 成宗宗目前没有要和任何宗门合作的意想 现在能合作的只剩下问剑宗了 问剑宗排第四 这可能是他们大笔以来第一次排名这么低 那我们就和问剑宗合作 正好我借子带还有点服务 可以用来和他们谈谈联手的问题 另一边的小可怜叶青寒 经历了两天的艰苦奋战 终于将阵法给打破 从阵法中出来后 看到第四的排名 他脸都黑成了锅底 恰巧这时叶翘几人也赶了过来 楚行之推了推叶青寒 大师兄是朝明中的人 看他们一脸警惕叶翘 赶忙拿出服务的 别激动我这次来 是要跟你们谈合作的 我有二师兄给的服务 你们挺确破阵服的吧 叶青寒瞇了瞇眼 按耐住内心想抢的冲动 你想做什么 我有破阵服 你们被控我能帮你们 我们来合作吧 他沉默了片刻 想说什么 最终也没说出口 倒是楚行之提前站了出来 你们又在打什么主意 我们才不会与你们 话还没说完 就被叶青寒拦了下来 可以合作 我们第二 你们第一 可是大师兄 你怎么可以答应他们 这话当然是骗他的 他们问剑宗 从来只当第一 但先稳住叶翘 毕竟他有明显给的服务 现在不一起冲 不过很巧的是 叶翘也是这样想的 就这样两对人 各怀鬼胎的在秘境中晃了 该说不说的 二师兄的名头 还挺好用的 在避开了无数法阵后 叶青寒都不经嘀咕 明玄都死了 实力竟然还这么恐怖如斯 难不成这就是 八大家出身的 服务不同之处 听着叶翘一路吹嘘 说能走到现在平安无事 全靠自己的服务 明玄彻底罢了 我可谢谢你们这么看得起我 红顶一口锅 秘境我醉呢 大秘境中谁醉菜 叶翘摆摊把锅卖 叶翘与问剑宗的几人 吹嘘明玄的力量 不料被楚行之疯狂吐槽 要是真有你说的 那么厉害的话 他能出局 三师兄你别拦我 我要一剑劈死这个装逼的 你冷静点目中锡 狗咬你一口 你难道还要咬回去吗 楚行之撇了一眼 二人悠悠的嘴见的 愣着干嘛 你们两个废物在嘀咕什么呢 小师弟你不要拦我 我这就去堵死他 你冷静点那师兄 堵死他浪费你的丹药了 就在这时天空中下起了雨 叶翘将手伸出 发现这雨落在手上 还有灼热感 这不就是川叔前 偶尔会遇到的酸雨吗 叶青涵也意识到了 雨水的不对劲 于是朝几个湿地问道 你们谁有防御型的法器 没有 乘风中那群黑心气袖 开出的价格太贵了 傻子才会吗 这时叶翘从戒子袋中 掏出了一口锅 对着叶青涵他们说 不如你们也顶个盆盒锅试试 血雨敲了敲锅问叶翘 你从哪里弄出来的 食堂阿姨那里接来的 我还有三个你们要吗 要啊 随即他又掏出几口锅 这一幕引得场外的观众 轰然大笑 叶翘这次进秘境 除了正经的东西 没带其他的还真都带了 你们看在旁边的 问剑宗的表情都惊呆了 叶青涵看着黑布溜秋的大锅 他觉得很整 但不得不说好像挺好用的 叶翘你还有锅吗 我有钱 女孩直接开口拒绝 没了我又不是搞批发的 秦范范见状里了 驴胡子反而塞了起来 问剑宗和叶青宗 只能靠灵力抵御与水侵蚀 这一路消耗灵力 还不如学习叶翘头上顶个锅呢 其他宗门的长老宗主 看到秦范范的表情 恨不得当场揍他 当然如果能打得过的话 风情了雨 停了叶翘觉得又行了 到了丰寿巢 朝学叶翘取下了头顶上的锅 可几人琢磨着 现在叶青宗肯定也正往这边赶吧 叶青涵轻恩一生 叶青宗的人快到 一会我去解决他们中的剑袖 不过他们有三个扶袖 一个金单七剑袖 周行云和我一起的话 速度更快一点 毕竟他还从未见过周行云初始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看看他的剑法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周行云 结果对方沉默了片刻 装起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去这么玩事吧 好歹我们都已经达成共识 合作了你们总要拿出点诚意来 周行云将叶翘往前推了推 剑袖双修 现在就是长明宗最大的诚意 眼看叶青涵就要爆发叶翘 急忙打圆斩 别生气我们帮还不成吗 我们长明宗的人品 你还信不过吗 都是群老实人 说完叶翘不由的思考起来 现在的剧情似乎已经崩了 小说里第二场云雀一直陪着男主 有他这个扶修在问剑宗一路上顺水顺风 现在或许是月清宗第一场被我搅合的倒数 气得宋寒生教育了云雀一顿 导致云雀没有像原著中那样跟叶青涵待在一起 薛宇往叶翘身边凑了凑 开始摇起了耳朵 小师妹我们真帮问剑宫 你信不信等解决完月清宗 叶青涵下一个对付的就是我 没事的反正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薛宇沉默 远处刚赶来的宋寒生几人 看着聚集在一起的两宗不由的促美 问剑宗不是从来不屑和弱宗联手吗 苏卓在后面开始疯狂输出 叶青涵是想靠明玄留下来的福转在秘境里顺利点 一群没脑子的剑宗不知道一天到晚狂个什么劲 秘境外的观众听到后不禁唏嘘了一声 苏卓说这话不过脑子吗 不久前才把他们吊起来 不对不对 叶翘是两道双修严格意义上和没脑子的剑宗确实不一样 其实如果当初叶翘留在月清宗 那月清宗就有两个剑宗五个扶修了 毕竟叶翘一个顶俩呢 云恒听着他们的话很想发火但又不能 只不过是中品林根而已 就算是两道双修最后也只是个半吊子 赵长老听到后不乐意了 你们那几个全员极品林根的上场过还是倒数第一 林根再高也不影响你们倒数 想要第一做梦 叶青涵提起这二话不说就开赶 双方上来直接掏出自己的压箱底绝火 想要快速解决掉对方 随着战斗的白热化 两道金丹的威压叶翘感觉气都有点喘不上 这时周行云靠近叶翘默不作声的散发灵力帮他抵御 谢谢大师兄 有大师兄的威压保护我舒服多了 说吧叶翘将三人拉拢到一排然后钻到了他们身后 你们帮我挡一下师兄 随即叶翘在送寒生夜清寒看不到的地方双手掐绝 没一会一个完整的禁锢阵将他们给困了几个 如果我没看错这阵法是叶翘自己不作 你没看错他从一到场就开始敲咪咪不振 这叫什么 我困我自己 看着远处突然升起的阵法宋寒生疑获了凭 难不成是苏卓丢的禁锢阵 此时始作俑者开始飙起了眼睛 哎呀我们出不去了怎么办 有没有好心人来救救我们 正打得火热的二人互相瞥了一眼并没有理他 反而是朝着对方再次攻去 叶翘在阵内让三个师兄和自己一起坐了下来并准备了 等他们消耗的差不多 我再打破阵局收人头 好了咱们让他们先打一会儿吧 看着阵法外部分伯仲的二人叶翘有些失望 叶青函不太行啊 竟然被宋寒生打得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薛宇也有些赞同 服修还是厉害点 看来我决定以后对明璇态度好一点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叶翘站起了身拍了拍摄 阵法马上就要自行消失了 师兄们我们准备准备出去帮叶青函吧 几人早已经在阵内制定好了目标 周行云去对付宋寒生 他们三个对付其他人 不要忘记我们的一百万灵石 我们必须拿第一 明确就剩你自己了 是你自己嘎还是我们把你嘎 能不能不嘎 你说呢 宋寒生我认真了 面对如此强的压迫感 宋寒生不由的后背发凉 怎料这时周行云又将拔出的剑收了回去 然后一脸欠揍的对着宋寒生说 刚刚说的话骗你的 说把他撒腿就跑 本来还想试探一下周行云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不这样退 周行云有种别跑啊 战场的另一边 叶翘此时已经被苏卓逼到了死角 抱歉了二师姐我不会再念旧情了 说把苏卓将定身符朝着叶翘丢去 在成功地躲避掉第一个定身符后 叶翘没躲过第二个 此时的他站在原地动弹不断 苏卓慢悠悠地走到叶翘身边 二师姐不要怪我 说把他便将手伸向叶翘的身份排 此时叶翘嘴角微微一笑 直接一脚踹向苏卓 没有一丝丝防备 苏卓直接被踹倒在地 为什么 明明中了我的定身符 为什么你还能动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说把叶翘便开始翻找起来 他的身份本 飞飞找到了 二师姐你不要捏不要捏好不好 抱歉了我也不会再念旧情了 叶翘寒看着嬉戏打闹的周行云 和宋寒生不禁有些烦躁 你们两人到底有完没完 他不准备再拖下去了 随机拔出剑走向了宋寒生 你是自己捏还是我帮你捏 按照现在的排名 就算淘汰了叶翘宗 也能稳在前三 这场比赛已经足够证明 叶翘宗我也无憾 说把他毫不犹豫地捏碎了身份牌 不光如此 沐仲熹也成功地解决掉一个 现在全部都解决了吧 不对四师兄 现在叶翘宗还剩下一个人 那就是云雀 原本还在一旁看戏的云雀 突然被点名不由的身体一脚 师兄们趁现在捏爆他们 说着叶翘拿起夺损就朝云雀咋去 奈何叶翘寒挡在了前面 以休想伤他 毕竟我们终需要留一个扶修带路 云雀性格温柔 不需要担心会半路返水 是最合适的人选 至于朝明宗这些人已经没用了 云雀看着叶青寒 已经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此时沐仲熹也赶了过来 未未未利用完我们就返水 不太好吧 你们蠢怪得了谁 叶翘见情况不对 今立马掏出福磋 将四方阵寄出 在众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都困在阵寸之中 什么情况 朝明宗那群小垃圾玩不起搞偷袭 可是朝明宗扶修不就一个了吗 现在的阵法是怎么回事 在众人没有注意到的角落 叶青寒看着亨哥是法的叶翘猛的意境 叶翘你竟然是扶修 难怪明宣走后 他们一点不及 还有底气和我谈合作 叶翘文言露出小虎羊笑了解 你们蠢怪得了谁 话锋一转叶翘将夺损指向云雀 接下来就是对付你了云雀 你还先是一惊 然后立刻转变态度 二世间你处处针对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说吧 他双手结印就开始寄出 随着阵法的成形 云雀的周遭散发着阵阵金光 来了来了 云雀的法阵要来 那我也来 叶翘见状同样的结印手法 开始快速的演变 在阵法结成的那一刻 他对着云雀笑了笑 云雀你是过两个阵法叠加起来的威力吗 两个阵法叠加 那灵气挤压碰撞带来的结果只有爆炸 话音刚落一个超级大阵 就将他们困在其中 随着砰的一声 巨响问剑宗的几人 全部被炸晕在原地 叶翘犹如一个军士一般 朝着三个师兄挥手 快趁现在捏爆他们 师兄快趁现在捏爆他们 话音刚落两宗全员被炸出局 听到播报的寺庙言不可置信 这才是第三天最被看好的两个宗门 先后被集体淘汰 难道他们同归于尽了 大笔观赛区内 观众见到这一幕后都惊呆了 我去两个阵法还能叠加的 这和单炉会炸炉一个道理 两个阵法挤压下肯定会爆炸 他是用这个法子炸死问剑宗的清传了 好骚 我愿称之为最秀的一介清传 不过大师兄你有没有发现 夜翘不下的是月清宗的阵 难道他离开咱们宗门前就偷偷学会了 也不对 之前在秘境遇到夜翘 他还是半吊子 难道是跟我讨要内门心法和服输后开始学 但这才半年时间 就已经超过别人修行几年的修为了 等比是结束后 得跟师父商量商量夜翘的事情 远古战场内云却在被传送出去的一瞬 还不忘吐槽夜景 你竟然偷学我们宗门的阵法 我以前也是月清宗内门弟子 学几个阵法怎么办 毕竟现在打死他都不可能承认 是半路跟着服传书学会的 不然这就是光明正大的偷师了 在云雀传送出去后 一个大坑显现出来 爱吃瓜的几人纷纷凑了上去 这个坑这么大感觉不是阵法炸出来 而是有人提前挖好的 而且修真界有个不靠谱的传言说是 网洞里丢自己讨厌的人名字能诅咒人 不知道真的假的 咱们要不丢师父的名字试试 薛宇急忙想将赵长老丢下去 叶翘则是选择了云横 在外面看到实时直播的三人 不禁脸色黑了下来 这一群棒锤等出来就收拾你们 此时沐仲西向急了一只好奇的躲 师兄师妹们不如我们下去看看吧 好啊好啊 听到这几人要去作妖周行云 漠不作声的就想逃 结果还是被心思缜密的薛宇发现 大师兄我们也走吧 这里好黑啊哎呀 我去 叶翘听到动静连忙拿出一张浴火符罩你 只见沐仲西头先落了地 你没事吧沐仲西 没事吴啊呀 喂啊你现在才比较像鬼吧 周行云一脸当然是妖兽 没想到这种鬼地方也有妖兽我来解决 几人纷纷规劝你先把番茄酱擦掉 然后打的时候记得留下几个母的妖兽 啊要留活口吗 可是什么只留母的呀 三师兄你有催情丹吗 听到叶翘口出狂言薛语不惊小脸一红 小师妹你是变态吗 你才是变态 我只是觉得母妖兽发情后 雄性妖兽会闻着味道过来配的 这样就能引来很多妖兽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埋服就可以刷排名 好像确实可行 但是不过我可是个正经的丹修 要是被我家老头子知道我练崔秦丹 估计会气疯的 三师兄那你想想我们的一百万 话音刚落薛宇就掏出了丹卢开始练了几次 你们都安静点 我得多练点有备无话 此时的大笔观赛区 一群蒙底的观众纷纷讨论起来 有人知道他们的一百万是什么狗呢 不知道估计涉及什么长明宗的机密 说起来八大家薛家嫡系一脉以封建文明 薛家嫡主要是知道薛巧练崔秦丹得气的骂戒了吧 好期待他们打妖兽的模样啊 一注相吼 看着满地的妖兽尸体叶俏不禁感叹 三师兄恋制的崔秦丹效果可真好 一下子吸引来了这么多雄性妖兽 薛宇掏出身份牌 还差三百个妖兽就能超过月轻松成为第一了 如果我们现在原路返回寻找妖兽这场的名次会更保险点 为了第一冲啊 沐仲熙欢呼雀跃表示 既然来都来了继续往前走走看 叶翘目重启表示向前走周行云的意见不重要 就这么四人敲定后就开始探索起来 薛宇敲了敲墙壁 这个地窟应该不是武宗修士打造的材料 有点像魔族那边地界的石头 小师妹这里有门 叶翘一个铁山靠将门给撞开 卡按着墙壁上复杂的图文叶翘就想去摸 别乱碰小师妹 这种东西一看就很危险 怎知一眼没看见周行云就开始擦拭起来 他觉得这些字写的不对称真正 这一幕直接将场外的观众看笑 放弃吧薛宇 反正他们不正常也不是一两天了 我发现跟着常明宗清传的视角看大笔真的很快 常明宗的几位长老听到议论声不禁面红耳式的 坐在淘太席的明璇咬着手绢 他也好想和他们一起进去玩 宋寒生看着他们的操作淡淡地说了句真能做死 明璇听到后立马不乐意了 你他娘的在说什么屁话 阿呸 明璇咬着手绢 他也好想和叶翘一起进去玩 宋寒生看着他们的操作淡淡地说了句 真能做死 明璇听到后立马不乐意了 你在说什么屁话 阿呸 我还以为猪在叫呢 原来是月清中的大天才 你们如今都和问剑宗一起在淘太戏做吃果果 还有心思关怀我们呢 宋寒生听到嘲讽有些难受 明璇你别太过分 楚行之拔起剑就准备冲向明璇 奈何被人拦下 你冷静点会被扣几分 此时秘境内叶翘几人正盯着一幅画开始打凉起 这是什么东西师兄 有点像维持秘境开启的一种载体 沐仲熙听到是用来开启起秘境的灵气双眼 直接冒光 这肯定是好东西啊 如果我们拿了会怎么样 不知道没人试过 那我们等会儿就试试 正当几人还在研究画师 在他们身后传来一阵空灵的声音 小丫头 我去游拐 薛宇和沐仲熙气息回应不信 你们俩竟然抄袭我的话 好可恶 这时周行云开口 你们严肃点给人家老头一点尊重 叶笑耸了耸肩 大师兄 你那所谓的尊重就是一口一个老头吗 几人对着一款闪闪发光的石头围了上去 小丫头 我已经被困在这里好几十年了 没想到终于让我等到了 你是伏修对不对 按照我说的方法 坐等我出去后一定报答你的 薛宇文言警惕地挡在了叶笑身前 这老头恐怕是魔祖的 躲在后面的叶笑探出的脑袋 老头可是我只有助击初期啊 现在修真界的清传门槛这么低了吗 还是说他是属于那种天赋高到能让武宗魄力的天才 你是助击器 没关系我可以手把手教你很简单的 小姑娘你看好了说吧 她便开始操作了起来 叶笑死死地盯着她的手绝 毕竟现在外面这么多修饰看着 如果她现在学这种一看就邪门的东西出去免不了会被捣 但是记下了回去学她们又不知道 果然机智如叶笑 小姑娘怎么样学会了吗 她已经被困了一百多年太想出去 她很着急很想很想 老头你教的太难了我没学会 要不您找换几个简单的教育 老头强忍的怒意再次施展了起来 场外的宋寒生见状有些开心 那个老头笔划的破阵方式很简单 叶笑居然学不会 看来他根本不可能半年学会月清中正 你们这样欺负一个老头良心会痛吗 我不能为了良心丢掉钱啊 你们别跑啊 求你了姑奶奶 被困在石头中的老头一脸假意的关心叶笑 有缘人学会了吗 论学的差不多了 不过老头你真的出不来吗 是啊小丫头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好既然你出不来那我就放心了 说吧叶笑拿起那副卷轴撒腿就跑 师兄们我们快走 回来你们给我回来 你们这样良心不会痛吗 可恶 活了几百年竟然被这个小丫头骗子忽悠了 看来我真的要命绝于此了 此时秘境外的另一边断横刀 看着地动山摇的秘境不禁得死 难道秘境要提前结束了 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 竟然能让秘境提前结束 现在月清宗还是稳居第一击杀4300的妖兽 长明宗第二击杀4000成封宗第三击杀2200 如今月清宗出局案里说长明宗只要多待几天拿到第一 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可惜了 恐怕他们都没料到秘境会提前关闭吧 真是期待他们的表情 我们捏碎身份排出局 把在这里太危险了 在跑了半个小时后 夜翘累的停了下来 没想到拿走了卷轴秘境真的要看了呀 现在我们还差多少妖兽才能低啊 师兄 还差300个 现在成风中和避水中都已经离开了秘境 秘境现在只剩下我们4个 和第一就差300了呀 那我们就凑够第一吧 正好我想试试青宗绝第20 看着远处奔袭而来的妖兽 周行云拿出手中的剑 小师妹想学青宗绝第20就看好了 说吧 他一跃而起冲入了妖兽之中 随着凌冽的剑气挥出 莫一会的功夫就将妖兽清理干净 怎么样你们学会了吗 夜翘目重熄顿时齐刷刷地鼓起了掌 大师兄好厉害 秘境外的段玉看着他们的操作 只觉得他们这是疯了 现在秘境都快要塌了 他们却要在里面领悟剑招 情算饭被夜翘折磨得想哭 问剑宗宗主拦着就是一顿输出 怎么能够赔钱 千连的秘境一天被你完美了 快赔钱 就在刚刚学习完周行云的剑法后 夜翘紧闭双眼在脑海中回忆 之前的剑爵画出来太过抽象 这次有大师兄的亲自教学 感觉就是不一样 他的脑海中渐渐地闪现周行云 挥舞剑气的身形 他误了 说吧夜翘犹如一个石像一般 在妖兽面前依然不动 心中觉第二是 招式祭出夜翘领着夺笋 就朝妖兽冲去 接触到妖兽的一瞬间猛地砸出 这一击直接震荡周围的妖兽匍匐在地 随着一个干净利落的落地 血雨冲着夜翘呼喊 小师妹够了够了我们第一了 好嘞师兄那我们快走 说吧 四人同时捏碎了身份牌 场外的秦泛泛三人终于是吐了一口气 这几个棒锤总算啃出来了 这要是万一嘎在里面 他们总当场倒闭 一旁的女人端起茶杯说了句 很久没看到这么永的清长啊 逆境这么大的地方没这么快碰的 其他清传就是缺点胆 另一边传送阵依次闪现了几个身形 是夜翘出来了 夜翘 久仰大名啊夜翘 夜翘女就是剑俗双修的事吧 很高兴认识你介意和我结婚吗 夜翘我宣你 大家好热情啊 还没沉浸在第一的喜悦中 后面就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声音 是谁 是谁把秘境弄他的 四只小龙虾文言想要捏手捏脚地离开 不料还是问剑宗宗主发现 夜翘 雪翘 沐仲西 还有周行云 你们四个小王八蛋都给我滚过来 赔钱 要不是这个夜翘 他们问剑宗也不至于沦落到第二场大比倒数第一 这是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 秦散范见人被扣下急忙跑了过来 秘境早晚都要关闭谈赔钱多伤合起啊 打住我和你们长明宗没有合起 秘境提前关闭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 赔钱吧 你真口 给你钱就是了 哼 这还差不多 就在这时送寒生朝他们走了过来 夜翘你什么时候学会的阵法 几人纷纷扭过头几个月前学会的 以后请教我低调的天才谢谢 还有 记得对大比第一说话客气点 夜翘从修仙界回到现实世界 刚睁开眼就被领导骂 你怎么更新的这个漫画 一天就这么几张 这么做下去迟早倒闭 在第二场秘境结束后 夜翘早早地回到了长明宗的住处 跑累啊 他猛地倒在了床上 这下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 怎料还没睡着 就被肯德基一脚踹在了肚子上 叽叽叽叽 夜翘迷迷瞪瞪的看着红色小鸟 有肯德基几天不见你变漂亮了 看来没给你白味惊识 说把他又躺了下去 这时肯德基好奇地对着枕头边上的卷轴 啄了起来 哎小鸡小鸡你不啄我还注意不到 这个从秘境拿出来的卷轴 我还没好好研究过 不如现在去找师兄他们问我好 一住香后夜翘来到了薛宇的住处 这灵器我以前在书里看到过 如果没猜错 应该是排行第三的换器山河图 据说打开后卷轴里铺展开的画面 可以将敌人困入记忆当中 是个相当炸裂的宝具 夜翘双手脱塞要不我进去试试三师兄 如果我要是在里面迷失了 你就踹我一脚 没问题 说罢薛宇便开始明念口诀 催动山河图 一时间夜翘脑袋一阵眩晕 就进入了无限的记忆之中 在睁开眼的瞬间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有点熟悉的门 打开门一看正是穿越近这里 之前每天熬夜感设计的自己 他瞬间从记忆的漩涡中清醒过来 太可怕了 小师妹你都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一只摄书的卑微日常生活 你正在说什么小师妹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 不过他也不是第一次听不懂 话说你刚进去一瞬间就清醒过来 难道灵气榜前三的法器 已经这么废了吗 三师兄我再试试 可能是刚刚的场景打造的 不太好导致的 好如果你醒不来 就别怪师兄下手狠了 那放心吧 一阵眩晕再次袭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肥瘦的中年男子 正在埋怨着他 你画的都是什么要主题没主题 要重点没重点重画 夜翘再次惊醒 薛鱼此时也大概的明白了 这灵气怕是已经废了 带着师兄吃烧烤 先坑点钱再管保 宋寒生以为自己买到了良心的食物 却不知这是他们刚准备当做垃圾丢的 食物等于垃圾等于宋寒生 等于宋寒生吃垃圾 就在刚刚 在经过两次的尝试后 夜翘最终也是放弃了 这山河图还是有多远离他多远 这破图老是让他回忆起现代的事 而且还都是天天熬夜感设计稿的日子 这谁受得了啊 就在这时木重西推门而入 小师妹三师兄我和二师兄在院子里 搭了篝火烧烤你们快来 就这样长明中的五个小龙虾齐聚 一躺在空库的院子里 做起了烧烤 好吃好吃真是太好吃了师兄 薛鱼看着手中黑如焦炭的烤腿不禁纳闷 这怎么都黑了 周行云站在后面静静的等待着 还没好门为凶饿了 烧烤的香味逐渐弥漫整个宗门 好香啊 师弟隔壁院子在干什么 听说是在庆祝 那我们去隔壁宗看看吧 闻着这香气脑子里 全是吃的根本静不下心来 叶翘看着宋寒生和苏卓有些吃惊 想吃的话先交钱说吧 叶翘就将头转了过去 那三块零食来都来了 总不可能因为点零食而放弃那太丢人 叶翘急忙抢走他的零食 你吃吧送老板管购 这十几人正发愁做的太多 吃不完怎么办 现在不但赚了钱 还能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 沐仲熙看着宋寒生 我不行了吃不动了 这些都给你了 薛宇看向苏卓我的给你吧 就这样刚来到这里的宋寒生 立马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大鱼过了半个小时后 宋寒生摸着大肚子打了个宝格 吃饱了好开心啊 叶翘文言好不客气 都吃完了你还不走啊 催什么催你没看到我盘子里还有吗 那你准备在这里吃完 再说了你吃得完吗 吃不完我带走不行吗 没想到吧我变聪明了 以后常民宗的人休想再坑我一块零食 我发现这些时间 宋寒生真的变了很多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以前可是非常防不住的首席弟子 沐仲熙有些不解难道变善良了 是变得有点脑残了 正当五人还在打哈哈式 勤犯犯来到了这里 师父 现在有个好消息 还有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你们想听哪个 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秘境 还有两个月才会开启 你们可以放心摆烂了 不好不坏的呢 有人委托任务给五宗完成的实现 刚好两个月 你们可能摆烂不了了 我们不缺那撒瓜俩走 这种垃圾任务谁爱做谁做 反正我们五个不做大愿主 秦范范微笑开口 这次的奖励是混沌猪 听到混沌猪血雨和鸣玄不禁一愣 那可是天地启蒙的造化之猪 上面据说带着天道留下的某种机缘 没想到竟然拿出混沌猪做奖励 秦范范拍了拍木崇西的肩膀 这是云水城的成猪委托的任务 最近魔族动静闹得有些大 谁能解决魔族珠子就归谁 努力吧少年们 你们一会收拾收拾可以走了 不过叶翘得留下 木仲西当场表示抗议为什么 凭什么小师妹可以留下来 他助击你们也助击 明显此时弱弱的举手师父看我看我 我助击巅峰 你别找借口跟着一起去正好去历练历历 叶翘一副小人得知的母亲 没关系师兄们你们安息吧 我会记得你们 虽然我的身体去不了 但我的灵魂和你们同在 此时秦范范一盆冷水浇到了叶翘头上 大英刚落一个面容清秀的白发少年 打着哈欠走不惯 你们好啊小朋友摸我了吗 我呢就是你们的小师叔 谢初雪多多观照 说吧他一把走到木虫西面前 你就是那个叶翘 妈妈妈 看上去很笨的样子 竟然能拿下大笔第一不错 我就喜欢教蠢不这样更有成就感 叶翘站在一旁都猛了 话说这个小师叔是瞎了吗 自己这个名字怎么听都不能是个男的吗 明玄拍了怕叶翘肩膀 别担心叶翘 小师叔他智障多年了 就这样咱们师父还不离不弃地理解一下 目中西再挨了两个耳光后指着叶翘 小师叔他才是你要找的人 谢初雪有些嘴 哎呀我知道刚才是逗你们了 见他们没个正行 擒犯犯轻咳一声 闹够了你们就赶紧出发 行与你们四个去云水城 有危险就捏碎欲解通知消息 明玄凑到叶翘耳边轻声道 小师叔这个人坏得很你离他远点 薛宇也表示师妹你安息吧 这时谢初雪走到叶翘面前 然后轻打一个响指 一个巨大的扶阵出现在他们脚下 来吧早点弄完早回尊睡觉 你准备好了吗小肯 你准备好了吗小师叔 没话还没说出口 就有无数剑气从天空落了下来 他怎么会凭空出现剑气 哎哎这火球又是怎么回事 你别追着我呀 他看着阵法中的叶翘在外面说道 我看过你之前的流影时 你不是挺喜欢打敌人的猝不及防吗 虽然这样很管用 但万一遇到比你反应快的 你全程只有被压着打 所以能小师叔 所以我们来继续吧 话音刚落泄出血 拿出手中的俘虏又开始攻击了起 一时间金木水火土各种属性纷纷袭了 再经历了半天的摸爬滚打 叶翘总算勉强找到阵眼出来 还好小师叔有点良心一波之后 再也没划攻击型的阵法 不然他可能撑不过多久就挂 叶翘直接躺在了地上像急了一个起 你终于出来了叶翘 没想到还挺快的 既然这样来我们就再继续 别了别了 小师叔我不能再来了 这样我不死了 说吧叶翘一把抱住谢出雪的手 泪眼头缩的看着 小师叔明玄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是的而且不止明玄 看着叶翘栽到了下去 谢出雪一脸猛 不愧把这么不惊折通 我记得明玄和血雨以前生命力都挺完整的 我那时还兴致勃勃地研究出来了探讨小屁肺的部分 想想那可真是宝贵的回忆 秦范范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锤朝他头上踏了上去 谢出雪你又把我徒弟子里 他没事的我的手法稳得一批 叶翘躺在地上续脚 见没有任何的动静便爬了起来 小师叔你有传送服吗 我要去找大师兄他 我这辈子都不想和阵法打交道 传送服没有哦 不过你可以试试传送阵 传送阵虽然浪费时间 但一次性能传好多人 想学吗我教你 说完他丝毫不给叶翘反应的时间 直接一套阵法守绝技术 顿时从叶翘脚下生出一套阵 哎不要啊小师 话还没说完 叶翘就没了 秦范范原本还想看看叶翘的学习能力 谁知直接把它弄没了 这时谢出雪还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快看那师兄我的失智不见了 小兄弟我叫叶大大 你吃过修士没 我从小吃修士长大的一天不吃浑身难受 正在和魔族少年吹牛逼的叶翘 一个小时前还在被小师叔折磨 就当叶翘想学传送阵时 他直接把叶翘送到了魔族 出雪一笑生死难料 秦范范一拳打在白毛头上 谢出雪我家叶翘呢 他好像是被传送阵送走 具体我也不知道会被传到哪去 只能助他好运 不过问题不大 你放心好了 死了我去收拾 几千公里外的某地叶翘刷的一下 凭空出现 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他好奇的四处打凉起 果然传送阵和传送符一样 什么都好就是位置不固定 不过高险起见线贴个隐身子 顺便找个安全的地方 躲起来观察周围的情况 他一把将肯德基捏的半死 你红彤彤太亮眼了躲袖子底下 说吧边将他丢进了口袋 少女眉头一皱伤心了不舍 小师叔真的太不靠谱了 他只是想要传送符 他直接就把他传送走了 以后一定要离他远远 此时阵狗在草丛里睡觉的夜翘 突然听到了一队人的脚步声 这里居然有士兵巡逻 他现在的衣服太惹眼了 给换一口 决定好后夜翘悄悄地跟了上去 凭借着隐身扶他 偷偷将一个倒霉蛋挪脖子 这个鬼地方怎么看都很危险 得赶紧想大发跑 这时突然有个人偷袭了 叽叽叽清传叽叽叽 他在说什么鸟语 难道是把我当成了巡逻士兵 觉得我在偷了 叽叽云水城 叽叽叽无回击 时事物者为俊杰 现在跑路恐怕会死的狠子 还是先装一装 另找实际开溜吧 莫非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魔祖 他们的鸟语有的词能听懂 有的听不懂 不过他学习能力还行 多听听献学应该问题不大 夜晚魔祖营地中夜翘 坐在篝火旁 正在和一个魔祖小帅哥搭讪 区区魔祖语果然难不倒他 小帅哥咱们什么时候才到云水城 还有两天 那我们不抓紧时间赶路吗 反正那些青船已经到云水城了 抓住他们是迟早的事 但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要先等圣女过来 圣女也要来 师傅完全没提过魔祖领 还有圣女这号人物 我还以为这次给五大宗的任务很简单 毕竟如果太危险 其他几宗也放不下心来让青船进去 该不会是五宗的情报哪里出问题 说好的一气百万 你跑去和魔祖的小帅哥聊天去 这么做你的良心不会痛骂小师妹 放心吧 等我一会把他打了 先不聊了我去混个联手 叶翘坐在篝火旁搭讪 小帅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咱们等着就好 带到圣女来了 一定能将五宗那群不知死活的青船一网打尽 更好期待小帅哥我去方便一下 叶翘接着上厕所的功夫琢磨起来 他现在所掌握的信息 得赶紧用预检告诉师傅他们 叶翘在走到一个大树后面 偷瞄了一眼魔族的修士后 赶忙在修仙机上灌入灵力 谢天谢地悄悄我终于联系上你 你被传送阵弄哪去了 有没有危险为师好担心你 师傅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我现在到魔族大北 秦范范一听立马拎起谢出雪的衣领 瞧瞧你干的好事 怎么又怪我了 不是他要传送服的吗 我还大方给了他个传送阵 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找我算账 秦范范没和他纠缠 反而是对着夜窍嘱咐 笑笑你悠着点别乱来 魔族可不是你能放开浪的地方 有机会脱身吗 到时候我安排人去接应你 我暂时应该是跑不了师傅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我已经入侵了魔族地盘 那这个任务我也参加吧 到时候要记得给我奖励 此时的云水城内 目中西躺在了床榻上开始摆了 我们要从哪找魔族啊 一点线索都没有 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明璇拖着下巴 如果小师妹在的话 她会怎么做呢 这时放在桌面上的修仙机震动了起来 喂喂喂 我去是小师妹 嗨四位师兄好久不见 你们能查一查魔族圣女那边的消息吗 很需要如果查到尽快给我 魔族圣女也要过来骂 不是说这次任务没危险的 这次任务挺危险的 你们优着点 魔族那边目测有七八个金单 你怎么知道有七八个的 我正在魔族老巢 你们快去查 关于魔族的具体情况越详细越好 明璇听到后惊掉了下巴 我们一群人毫无头绪的时候 小师妹竟然都跑魔族去了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吗 好的小师妹一会我们就去调查 不过我们在城里找了好多人 打探消息都查不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 你们难道就没人想到 从城主府入手吗 有没有可能有问题的是城主府 你们常明宗的懂得屁 一群缩头乌龟 走生生陪我去魔族大本营 此时两个见面分外眼红的人 像在动蜜月 一前一后的朝外走去 两分钟前常明宗卧室内 他们正在讨论刚刚夜窍了 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我觉得城主确实很奇怪 暂且先不说一个小城池 哪里来的混沌主 但他请我们来帮忙 却完全不提供线索 每每问起来都是支支吾吾的分明 就是心理忧 周行云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我们跟其他几宗的青船 开个会讨论一下 就这么武宗的青船 大家齐聚一堂开启了大会 首先根据我们家小师妹提供的线索 来看魔族有个原因期的圣语 他会趁我们放松警惕后 把我们挪走 目中西将头砸在了桌子上 现在一个原因期能打三个金单后期 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接的任务 难道说武宗那边的消息有问题 他们情报网这么废物的吗 林玄倒是看得开 说不定是历练呢 就是为了考验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 眼看讨论不出什么结果 宋寒生直接先捉 这样下去只会在原地打撞 我打算去魔界那边看看打探打探情况 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 叶青寒紧跟着发声他也去 明玄有些不理解朝他们问道 你们真打算去 据他所知魔族那边有七八的金单七 你们去了恐怕会被抓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长明东之所以刺刺倒数 就是因为你们胆小无数 干 目中西忍不了一点 你是不是想打架 怕你吗 见状薛宇和明玄马上拉住目中西 算了算了打架多伤和气 既然你们愿意去那就去 是啊毕竟有人想找死我们也不拦着 跟他们多说无意 生生我们走 三日后魔族大本宁的都火出 兄弟们你们听说了吗 咱们大人刚才抓回来了两个青传 抓到的谁 可千万别是我那几个师兄啊 好像是问剑宗和月清宗的 是问剑宗和月清宗的呀 那就不急了他们应得 说起来魔族阶级划分还挺严重的 之前在秘境关着的魔族老头 应该起码是长老级别的人 所以他不说鸟鱼 也不穿这种灰扑扑的衣服 这是一个大胆而又惊险刺激的 伟大想法出现在叶翘的脑海 有了 晚上我就去会议会被抓的两个青传 叶翘穿上衣服翻脸不认人 他对着魔修上去就是意见 你看你满了 赶快给我带路 不然再给你一个大逼斗 叶翘得知青传被活捉了 他担心泄密想要提前弄死他们 于是晚上跑到魔族大本营外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吃下隐藏修为的丹药 还换上了其他魔族不一样颜色的衣服 就这么浪浪大摇大摆的 当着一众魔修的面朝大佬走去 小黑你认识这是谁吗 不认识 难道是上面派下来监督我们的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 小魔修窃窃的走到叶翘面前 你好你是 圣女派我来查看你们抓到的两个青传 对于她的说辞 魔修自然有些怀疑 谁知叶翘上去就是意见 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我带路 不然给你一个大逼斗 地旁的魔修见此情景顿时性 原来是上面派来的大人 那两个青传就在地牢 不知道圣女是怎么说的 您又是哪位大人 你想知道我是谁是吗 叶翘满脸阴沉仿佛要生吞活泼了 不不不 不敢 小的这就给您带路 对于抓到的那两个青传 你们准备怎么安排 先关着 这些修士都重情义的 其他青传知道他们被抓 肯定会来救人 到时候我们再一网打击 区区修真界的青传不足为惧 假以时日我们魔族 必定一组修真界 节节节节 听了他的话 叶翘有些污辱 这些魔族真的好喜欢这样大象 走到了大牢最深处 他终于看到了被绑的两个青传 就说是谁这么会做死 顶着被抓的风险也打进来 原来是这两卧龙凤处 叶青涵见来的人 是个官立马纷纷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待到日后 我一定踏平你们摩羯 好嘛 叶青涵不愧是修真版龙奥天 都进大牢了 还不忘放狠话 他也不看看现在是谁的弟弟 还没回身 小兵就打开门 朝叶青涵踹了一脚 你个死玩意竟敢对大人无礼 要杀要寡随你 便我们正道弟子 绝不可能像你弟弟 泽泽还怪有骨气的 坐在一旁的宋寒生小声嗶嗶 大哥你自己吹牛逼 不要带上我呀 我还不想死 看着要舞扬威的小兵 叶翘冷冷地朝他说道 还愣着干嘛滚出去 试试我这就滚出去 叶翘平时恶趣味比较大于 是他开始糊弄起了二人 你们来我们魔族是想干什么 叶青涵依旧是我行我素道 自然是有朝一日踏平 你们这小小魔族 不是大哥你少说两句吧 宋寒生想来心思缜密 他现在隐约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总感觉 这个魔族的声音有点熟悉 惊不惊喜 不意外刺不刺激 想我了没 过草是叶翘 快说你们来我们魔族 是想干什么 自然是有朝一日踏平 你们这小小魔族 不是大哥你少说两句吧 我还不想一年早逝 不过宋寒生想来心思缜密 他现在隐约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总感觉这个魔族的声音有点熟悉 不过二人的警惕心丝毫没有放松 毕竟三更半夜过来肯定不干人事 看着面具下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二人又开始挠不起 为什么他那眼神那么奇怪 到底想怎样 看着二人的表情 叶翘最终还是没忍住笑了起 哈哈哈哈 你们表情真精彩 是把我挠补成了什么红水猛兽了吗 看着笑得捂着肚子的女孩 二人心中总感觉有点奇怪 难道这个魔族疯掉了吗 叶翘也没打算再捉弄 他们直接摘下了面具 嗨 心不惊喜一不意外 刺不刺激 想我了没 卧草是叶翘 此时的五宗同盟处一众宗主 正在急得团团转 现在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叶青寒进魔族地牢了 此时云横也沉默了下来没有说话 倒是秦范范毫不担心地炫耀起 我家那徒弟还行 他刚和你们的亲传打了个招 你们想听听动静吗 说罢他就拿出了修仙机 随着法力的注入 映入耳中的便是叶翘的声音 心不惊喜 意不意外 自不刺激 沉默无尽的沉默 画面回到魔族大牢 叶翘猛地凑到了二人身边 戏牲嘲讽 呦呦呦 让我看看这不是叶青寒和宋寒生吗 怎么几天不见这么拉 你们一个寒生 一个清寒名字都挺文快的 你们俩干脆别叫什么清传了以后 就叫破心两组的吧 叶青寒有些不理解问他 叶翘你是怎么进来的 被捆在一旁的宋寒生 不禁在心里吐槽 合着我俩走的是纯玉峰路 限制叶翘是混入敌音当老大 怎么同样是完成任务 叶翘的模式和我们不一样的 叶翘在给他们松绑后解释道 你别管我怎么进来 有我在没意外一会 我带你们出去就行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们开始逃亡吧 为什么要跑 那些魔族不是听你的话吗 但是我骗他们的 我随便找了个颜色不一样的衣服 往身上一跑 说了几句话 给暂时糊弄过去 总之别问了快跑 定时巡逻的士兵 看着空空的大牢心兜脸了吗 地牢的两个青船逃了快去着 看着慌忙的魔兵 几人找了个狗洞钻了进去 叶翘你不是说带我们出去的吗 我是说带你们出去 又没说现在 你个骗子 不料上演的这一幕 被实时直播到了情犯法 两个金兰后期 指望一个助击 带你们逃出生天 这件事不要太荒谬 天国公主皮肤登场 叶翘把从浴室 请注意和圣女说话的勇气 若这两件小兵衣服穿上跟着我走 记住全程服从命令厅指挥 两分钟前 作为全村的希望 叶翘将他俩带到了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 宋寒生率先开口 我还有几张传送服 但魔族金丹太多 用传送服会暴露气息 而且魔族发现我们逃跑以后 已经用阵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所以成功逃跑的概率不大 不用怕兄弟们我有遁地服 传送服都没用 你的遁地服也同样出不去 谁说我要出去的 你们自己藏好别回头又要我来捞人 等会见了 叶翘到底想要干什么 谁知道他的想法 正在巡逻的士兵感受到 叶翘的灵气波动立刻警惕起 他们用服了气息 好像是在女浴室 快去看看 此时的女浴室内叶翘缓缓 从地下升起 抱歉了 小姐姐 我是迫不得已才拿走一套衣服 这十几块钱上品临时就当做是赔偿 帐篷外的宋寒生 直接将叶青寒锁 你放开我让我冲出去 跟他们决意死战 你想死别戴上我的 宋寒生后悔 他会当初到底多想不开 他会和叶青寒一起 这么还没叶翘靠 我回来了兄弟们 我去你哪来的衣服 刚从女浴室偷的 你是变态吗 你才变态 你们换上魔族士兵的衣服 一会儿等我 你想干嘛 我打探过圣女的具体消息 本来他这两天应该会帮你 但听说是嫌弃这边的饭太难吃 暂时不惯 如果我们速度快一点 完全能在他们之前来的瓶中捉鞭 要假扮圣女你确定 什么你啊 注意和圣女说话的语气 注意和圣女说话的语气 不是叶翘你适应身份这么快吗 再等了一刻钟后 叶青寒他俩终于换好了衣服 一会儿你俩见好了 魔族问话就按照 我刚教你们的魔族语应对 记住了吗 快回话 记住了不过来人了 来得正好叶翘 直接双手起誓在周围布下了 反正他俩不明白叶翘在干什么 总之现在是跟着他混的 全部都听叶翘的就对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三人就被魔族士兵团存为主 但要能隐蔽修为 莫非他们就是我们在找的清传 没等叶翘说话叶青寒站了出来 罪物 连你们圣女都不认识了 这一句话直接将刚才的小头 怒喝得连连后头 叶翘站在后面感叹 男主不愧是男主 叶青寒这位拿捏的痕子 一瞬间档次都上来了 圣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即使这样依旧没能打消他们的故事 这两个男的似乎都是金丹后期 所以这女的真的是 咱们深不可测的原因 是圣女吗 算算时间 圣女好像确实是这几天要的 老大 可是我分明记得 昨天咱们抓回来的两个青传 也是金丹后期 等过你以为那几个人傻了 他们都跑了还会大摇大摆回来 此时叶翘的内心 我们跑了 嘿嘿 骗你们的 不过圣女您来到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出发去雨水 叶翘并没有对他们多言 而是冷冷地回了一句出发 便朝前方走去 对了 出魔界的路怎么走 您难道忘了该怎么走吗 圣女 我知道啊 刚才是骗你的 叶青寒看着叶翘这么做 似乎是在故意引起对方怀疑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理解 怎知魔族的小兵 在听到叶翘不认识路的时候 顿时拔起武器就要打 就在他的斧头披下来的瞬间 叶翘嘴唇微微一笑 是的他笑了 头顶着巨斧笑了 星寒二人组此时都猛了 他们修的都是灵气 现在一旦出手就会暴露 如果不出手 叶翘就会被打 到底该怎么办 三人行 无愧是我们的圣女 真会玩 就在他的斧头披下来的瞬间 叶翘嘴唇微微一笑 星寒二人组此时都猛了 他们修的都是灵气 现在一旦出手就会暴露 如果不出手 叶翘就会被打 到底该怎么办 千军一发之际 突如其来的攻击居然消失了 叶翘早就知道魔族这群老六一心中 所以提前不好证 而且这阵法是之前在秘境跟魔族老头学 确确实实是魔族阵法 叶青寒和宋寒生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虚心一场还以为要翻车了 刚刚攻击的魔族士兵还沉浸在震惊之中 刚刚的攻击怎么消失了 莫非是圣女修为太过高深 一动不动便能让攻击消灭 无愧是我们的圣女 我们魔族一统修真戒指日可待 说吧 他向叶翘行了个礼举了个弓 失礼了圣女大人 叶翘倒也没生气他语气平淡 你知道吗 伟大的魔尊大人曾说过挨打可以让人变年轻 真的吗 圣女大人 那当然 比如说现在 你不就被我打得像个孙子一样 我特么让你怀疑我 打死你这个孙子 宋寒生看着叶翘的背影有些不明白 他不知道为什么叶翘会使用魔族阵 等有时间一定好好问我 对了你们都叫什么 圣女大人我叫阿大 哦 我们出去见见其他人 刚好趁此机会要去好好了解一下 魔族这边的具体实力 看看都有多少金丹七 俗话说的好不打无准备的账 这时叶翘手臂一挥大呼等我出去 就让那些不知死活的青传们知道 谁才是修真戒的主 圣女大人威武 圣女大人威武 深夜仗同外夜翘走了出来 阿大 你把藏在暗处的那些人都给叫走 圣女怎么了吗 他们打扰到我们三个 我去三人行 不愧是我们的圣女 真会玩 小三去把藏在暗处的那些人都给叫走 圣女怎么了 他们打扰到我们三个 我去 三人行 不愧是我们的圣女真会玩 在将所有魔族的人打发走后 叶翘拿起桌子上的包子吃了紧 紧紧是一口 他吐了 好难吃的包子啊 说爸便将手中的包子丢了 突然能理解圣女为什么不会 要是天天吃这玩意换做事我也不会嫁 哎 早知道多带点馒头了好胃 叶翘揉了揉 已经陷进去的肚子有些腿势 不过 魔族虽然东西难吃 但应该挺有钱的 察觉到叶翘行为不对 叶青涵和宋寒生一伏同声 你想干嘛叶翘 老实人能干什么 怎么你们要来一场刺激的冒险呢 哎 那是什么 说爸叶翘就带着二人来到了魔族的地下室 既然追求刺激 那当然要贯彻到底 这里居然有魔族那边的禁止 难怪这魔族内部没人看守 宋寒生摸了摸阵法开口 我对这个禁止有点印象 你记得吗叶青 逆境那个魔族老头 嗯 我见他推演过一个类似的禁止 我可以试试能不能打开 那你来 你修为在金丹后期 能有灵力支撑起来 嗯 我推演可能需要点时间 那个老头掩饰的阵法太多 在经过漫长的事件后他放弃了 叶翘兴兴地走向前 照你这样说我上我也行 我只是灵气不够而已 但灵气不够可以丹药来操 宋寒生憋得老脸通俗 叶翘你一天不说话会死是吗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那你来 好啊我来就我来 说吧叶翘从戒子袋中取出一大瓶丹药吞了进去 然后他闭目养神 专心地回忆着那个老头传授的阵律 随着灵力的注入 原本坚不可摧的法阵逐渐消散起 完事之后叶翘拍了拍手 你看吧都说了我上我也行 叶翘你能做到过目不忘 怎知叶翘并没有回应他 反而是快不朝前方奔去 别逼逼 快进去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 叶翘深夜偷家 别傻愣着快拿呀 看着闪闪发光的宝物 他有点目不暇接 哇这里东西好多呀 法器丹药功法心法什么都有 为什么我们宗门没有这么多法器 你们没有气修 你可以去乘风宗买 就是贵你们买不起 话音刚落宋寒生找到一个罗盘 这个罗盘我收下了 布阵用的 阵法需要提前布阵罗列 有罗盘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 叶青寒叶不再扭扭捏捏地坐在龙傲天 他也准备选机把衬手的剑 叶翘对他俩的操作表示不理解 还选什么呀 看着顺眼就全部带走得了 到底他们是魔族 还是你是魔族啊 拿起别人的东西来真不客气 叶翘 如果当初师傅留下你 你会来当我的师妹吗 不会 而且那只是你的假设 云恒不会留下一个中品云根 练气的弟子 你也不会在乎一个天赋平平的那门师妹 他说的没错 直到现在 他才把叶翘真正放在眼里 可修真戒不就是这样吗 只有够特殊才会被记住 你的记性很好 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话 不至于这么多年在月清宗默默无名吧 如果你早一点显露出天赋 别别别 你们只是得不到的更不甘心而已 干嘛 突然发现我比你那个天赛师妹要厉害 后悔啊 别想了 我可是你们月清宗这辈子得不到的弟子 果然还是好想揍他 搜刮完次日清晨叶翘坐在王座上听小兵的会报 圣女大人 云水城那边传来消息 那几个青春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跟城主里应外了 没想到他们还有点智慎 可惜他们没想到 我们圣女已经突破原因了 哈哈哈哈 很好 兄弟们为了家园 为了钱 我们今天势必要踏平武宗 我们走 有本圣女带领你们光复魔族 光复魔族 光复魔族 叶翘嘴角微微一笑 圣女的男宠居然是金刚后期 魔族的实力都这么可怕了吗 此时魔族的非洲上 叶翘躲在厢房拿起休闲机拨通了明玄的电话 师兄师兄 你们那边能通话吗 小师妹 终于又联系上你了 你那边情况还好吗 有没有威胁 方便回来吗 要不让大师兄去找你 别 你们不用来找我 我有脱身之法 万一大师兄还没靠近就被抓了 就更麻烦了 我这次联系你是要告诉你 魔族那边的金丹在二十人左右 不过云水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提前做好准备 这次不是他们死就是你们死 什么 二十个金丹七 沐仲熙得知消息后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要不我们赶紧跑吧 这根本打不过呀 反正混沌珠拿到也不一定是我们的何谱 一旁沉默无言的薛宇拿着药瓶站了出来 再等等 长老既然有把握让我们接这个任务 那肯定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这里有隐蔽气息的担忧 要不大师兄和秦淮去远远的探一下他们实力 如何 周行云一把结果回应了就好 就这样周行云带着秦淮飞去了前线反弹消息 那就是魔族的非洲了吧 确实能感觉到十几道金丹七 以及两个金丹后七的实力 不过非洲中的那个少女 感受不到她的实力修为 她就是那个圆阴七的圣女了 说吧周行云就已经拔出妖间的解 让我试探一下她的实力 我看看她有几斤脊梁 此时毫不知情的叶翘突然心情焦躁起 为什么感觉后脊有点冷 秦淮一把瞒住跃跃欲试的周行云 先别出手 如果武宗消息没错的话 那个圣女可是突破圆阴七了 你别做死 回去将消息告诉师弟们吧 得知消息的目中西一脸震惊 圆阴七这么好的吗 竟然还能随身带两个男的 男宠都是金丹后期的修为 好可怕 非洲上的韩星二人组同时打了一个喷嚏 究竟是谁在背后议论我们 离水城的客栈那一群青传正在讨论 对面连圣女的男宠都那么强 打不过根本打不过呀 如果送韩生在的话有她的阵法 我们不至于这么被动 但现在她和叶青涵集体失踪了 怎么办啊 血雨此时站了出来手拿山河图对着众人说 不如这样我去试试那个圣女的实力 就这样血雨直接将山河图丢出 随着山河图变带一丝神魂飞入叶翘的脑袋 不是吧又来 叶翘有些无语 他对在现代真的没什么美好回忆 三师兄想拿山河图试探我真的不行啊 此时的客栈内一众青传看到山河图静止地摔了下来 众人不禁无语 你们这拿回来的灵气是有多垃圾 这真的是山河图吗 从开始到结束三秒没了 血雨有些生气 你怎么不说是那个圣女实力太强 山河图在她手里走不过一招 当血雨捡起山河图时总感觉这一幕好熟悉 可上回经历过小师妹一秒出幻境后 他又找其他人是山河图都没问题 三师兄如果照你这么说 他应该不止原因前期吧 思想想就害怕 要不咱们赶快跑吧 看着不争气的师弟 周行云此时站了出来对这二位师弟说 你们真的不觉得哪里不对吗 被他这么一提醒云玄瞬间明白过来 对啊 云雀那个小绿茶呢 好像一直没怎么看到他 呀 他又不见了 我之前看到他在和一个男人走得很近 对方修为在我之上 穆仲熙直接跑到苏卓身边善善的说道 你师妹身边的男人好多 那是我们小师妹年纪小贪婪罢了 啊对对对 我们一群扶袖累死累活不振迎敌 他跑去花钱跃下了我们活该呗 忙活半天要是奖励还给了月轻宗那边我能哦 圣女 我刚才感觉到有灵气的波动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一旁的小兵担心浅 刚才有人用山河图试图困住 被我打破了 刚刚破掉山河图幻境时 叶翘特意泄露了一丝灵气 竟然瞬间破掉了幻境 圣女果然无所不能了 对了圣女 云水城传来消息说有个碧水宗的青船自投罗网 他们的城主恰好也想见一见你 你要见见他吗 好我见他 本魔族小兵走后叶翘朝宋寒生和叶青涵招了招手 随后三人开始密谋起来 本会我们要去见云水城城 你进去后就不格阴证我们正好可以来个瓮中桌边 要见云水城城主 虽然我和叶青涵现在都戴着面具 但难保不会被发现身份 此时的城主府内叶翘正坐在主位 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的人 已抓到了碧水宗的青船 是的圣女大人 那些青船应该意识到了什么 已经暗自警惕起我们了 我的建议是趁着他们外援没有过来 立马打他们个猝不及 建议的真好真想一见 劈了这个老公子 他面前男人面色不对程度我最迟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呢 看着眼熟声音听着更熟悉 我想起来了 你是问剑中的青船 话音刚落叶青涵 直接将剑抵在他的脖子上 活腻了 他看了看所谓的圣女有些疑惑 难道你又是武宗青船 可是他没见过这人 难道他们缤分两目 一边用那些愚蠢的青船来迷惑我 另一边派青船去魔族当剑底 还混成了圣女 你觉得武宗不清楚你们的计划 我能混进来自然是因为武宗给了足够的信息 你们所有计划都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行 不过你现在后悔想弃暗投明还来得及 魔尊大人说是成后会给我想要的 你们修真借五大宗八大家加大业大 所有好处都被你们占了 我会在意你们的生死 但你如果听我的把碧水宗的青船放了 我会保证不牵连无补的人 勾结魔族大逆不当 如果计划成功也就罢了 但如果失败 你一家老小绝对逃不过报道 如果他不同意配合非药和魔族同流合物 那我只能将他打晕捆起来 反正我已经让宋寒生提前布下隔音阵 他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听得见 被牛谁不会 我封你为牛马大将军 好 我答应配合你 我得发 叶翘不禁心中暗性 这么爽快的吗 很好 那你先去把碧水宗的青船放了 然后去找其他青船 并坦白与魔族勾结的所有事情 知道了 喵喵你怎么算回来 发生什么事了 我本来想去调查云水城城主 结果被抓起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被放了头 而且城主说他有事要跟大家说 云水城城主你来做什么 我是来对你们坦白我跟魔族勾结的事 魔族那边对你们很感兴趣 城主语速沧桑 或许是看这一届青船实力都不容想去 才派人与我们做交易 想将你们扼杀在摇篮里 我当时真是被利益冲昏桶 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 武宗青船哪里是这么好抓的 这么多年 魔族就没有成功 虽然城主也觉得这群青船 都是一副不太聪明的 可凡是总有例外 那个叫叶翘的就好 好啊 楚行之文言一脚飞踹过去 果然是你竟然一直在欺贫善良无辜的 寺庙言明了敏存小声问苗 他失心疯了吧 竟然这个时候选择待人头动 很有可能 成功策反一位 云水城重挤的夜窍一块钱 他死能狠张门挑半夜照进魔族 打了两身毫无意义的热血鼓鼓 踏平五层 一种天下 不止他期待魔族能更期待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看到那些青藏们惊慌失措的员 来了来了楚行之紧张了 明玄将俘禄抛开先启动阵 冲了打倒他们 夜色如墨少女站在后面 全程只是观察着 神色空洞在刀光剑影的影射下 眉眼变得有些因子 卧槽 好可怕 这圣女的脸白得跟鬼样头 特别大影子一样 明玄不由得白了眼 你说的还是人类吗 不过很奇怪啊 她为什么不出手 没看到她的小弟都快没了吗 听说画本里的反派都是最后出手 所以她是想将我们消耗的差不多 后再动手 果然魔族的人都好恶毒了 夜清涵和宋寒生现在生死了 恐怕早已有那个女人的魔爪 真替他们感到悲哀 周行云一把捏住夜窍圆嘟嘟的脸 果然是你小东西 这么久没见都当上官了 不错 反观城楼上的明玄 几人看着远处的圣女 一脸警惕 夜窍有些无语 这几个人的表情 他们到底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怪物 就在这时安静了一路的宋寒生 朝着夜清涵喊话 喂喂喂 夜清涵 你不觉得看咱们师弟们 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很好玩吗 他强忍着笑语 他现在突然就理解 夜窍当初为什么要在秘境里 追着一群人跑 不觉得 夜清涵有些搞不懂宋寒生 为什么变成这个人 此时城楼上的剑 疯狂地朝着下面的魔族进攻 一时间哀嚎一片 一个小队长见状急忙跑到夜窍身边 圣女不好的云水城城主反水 如今魔族已溃不成军 慌的锤子现在轮到我出头 说吧夜窍就带着新寒二人组逃城市走去 这时身后的小队长 还不忘给他们加油助威 圣女威武 就这样夜窍一行人和沐仲熙 他们对上 安静死一般的安静 直到夜窍节节的笑声传出 打破了这场沉默 这就是小说反派的笑容吗 沐仲熙下的脸都要变醒了 他笑了啊要怎么办 他来了他要动手了咱们小心点 怎料这时夜窍一把扯下 遮在脸上的面纱 嗨嗨嗨兄弟们都是自己 稳住稳住 好久不见你们想我了吗 夜窍小师妹 周行云上前一把捏住夜窍圆嘟嘟的脸 真的是小师妹 听到他们的谈话 一众魔族陷入昏迷 哎我们的圣女 怎么成了武宗的小师妹 这是怎么回事 明玄眉头一鸣少说 让人听不懂的苗语 继续打他们不要停 顿时无数之剑 又齐刷刷的朝着魔兵宫去 卑鄙的人类 撤 在魔族撤退后 夜清涵和宋寒生也拿下了名句 楚行之看着夜清涵一脸难受 大师兄你堕落了 你怎么跟夜窍搅合到一起了 还沦落成了夜窍的左右互乎 夜清涵也不想 这不是情势所逼 就在这时血雨拿着修仙机朝着夜窍走 小师妹宗主让我们赶紧打道回府 说是要商议关于这次任务奖励的事情 至于剩下的残局 交给武宗其他人清理就好 听到奖励夜窍的心情又上了一层名 那事不宜迟赶紧回去吧 淼淼我好喜欢你 你好可爱啊 以后你叫我大佬我带你起飞 从魔族赶回去的清传 还没到家就被五个宗门长老迎接 大家辛苦了 特别是夜桥 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 经过我们五宗宗主和长老商议 任务的奖励混沌珠给到长明宗夜清 你们都没什么意见吧 话音刚落就有一个抗议声传来 苏卓举起手我不服 沐仲熙和血雨有些惊讶 他们惊讶的是 第一个出来抗议的竟然不是宋寒生 估计可能是被折服了吧 就在这时 其余的清传也纷纷站了出来 他凭什么第一 夜桥好像什么都没做 勤算饭也不想过多的解释 既然你们对奖励分配感到不满 那夜桥你把你怀里的刘影师 丢出来播放给他们看 哦好 宋寒生和夜清寒身体猛的一讲 我去夜桥 你还带了刘影师 这样咱们入狱后 被夜桥指挥的团团阵的画面 岂不是大家都要看到 刘影师播放结束后 寺庙言不由的觉得夜桥好 就算是他有这个胆子去魔族 但也无法记住魔族 就连带头起哄的苏卓 此时也沉默了下来 明轩打开了他的折扇 善善善的说道逃着 原来他们真的进大牢里 都说了让你们不要去了 不听劝怪神的 夜清寒和宋寒生 此时心里乱作一团麻 楚行之也没了之前的傲气 啊对对对 行行行 全场醒目担当夜桥行了 看到夜桥拿到混沌珠 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 站在一旁的小团子 苗苗立刻抱起了夜桥的大堂 这就是能一带二的大佬吗 下场秘境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两宗可以联手 谁说大佬都带不动醉菜的妹妹 真正的大佬完全能一带两个的吗 夜桥回答的倒也爽快 好如果有机会的话 毕竟女孩子什么的 就是个多虫虫 站在边缘处的苏卓 看向宋寒生问 大师兄我们走吧 走吧 下场一定要他们好看 就这样三人离开了镇 周行云看着离开的云雀 错了覆眉 那个月轻踪的小师妹 身上有妖族的气息 妖王 这么快的吗 云雀攻略男人的速度 这么快就跨几道妖王了 妙妙抱起了夜桥的大嘴 大佬你以后可以带我飞吗 你这么可爱当然可以 以后天天叫我大佬就带你飞 好的大佬 再几人交谈的功夫 周行云发觉了云雀身上有妖族的气息 夜桥有些惊讶 妖王 这么快的吗 云雀攻略男人的速度 这么快就跨几道妖王了 应该不是 或许是收服了个妖兽吧 慕仲熙直接将胳膊搭在夜桥肩膀上 我听说之前寺庙岩 还看到他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 云雀换男人的速度好快 毕竟长得漂亮 又是个小海王很正常 血雨看着一起八卦的三人不禁感慨 这几个人凑在一起 真的很像村口说人闲话的老大妈呀 没想到小师妹也加入指指点点行列 他难道忘记了他是女孩子了吗 说吧 血雨走到了夜桥身边开口 小师妹你这样是找不到道理 此深入见到单身才是命 人可能会绿你 但是见永远不 夜桥文言连忙拍手叫好 没想到一向愚蠢的四世兄 竟然能有这种觉悟 真棒 就在几人还在争论时 情犯犯拿着混沌珠走过来 来 夜桥这是你的奖励给你 看着手中的珠子夜桥有些不懂 于是不止下问他 师父这个珠子 到底要怎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 哎 那怎么办 或许你可以拿着这个珠子 去问问谢出去 看来只能这样了 于是夜桥就拿着混沌珠 跑到了他的房间 小师叔别睡了 快醒醒 你知道混沌珠要怎么用吗 小师叔 他揉了揉眼睛 毫无感情地说 你要不吞下去试试它 看着快要比自己脑袋 都要大的混沌珠 这要是吞下去会被淹死的 不过谢叔雪的注意力 很快被夜桥腰间的奪笋 给吸引过去 哎 这是你的本命剑 不不不他不是剑 他是根棍子 话落谢叔雪一把 将奪笋拿在手中 虽然长得有点奇怪 但他确实是一把剑 什么剑啊 好剑 此剑名为不剑决 你看有客的名字 夜桥拿着奪笋研究起来 哇去是真的呀 谢叔雪不禁有些无语 他还是头一次看到 比自己心还大的 形犯犯放养的可真够彻底 夜桥装备被雷劈 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说吧 谢叔雪一把拎着二人 朝雷击处跑去 就在刚才夜桥说出奪笋的名字后 他就有些无语 看着夜桥手中的剑 谢叔雪不由的拖起了下巴 至于他为什么长得一副棍子的脑 可能是因为你太弱 灵气是要跟着主人成长 而不是被你拿去溜人丸 但是我已经给他取名叫博锁 谁叫你这么起名字的 灵剑都是有灵的 他要是生出灵智 等着追着你锤吧 现在灵剑都有脾气了 当然了你师兄的剑叫断成 他平日里就极度瞧不起 你师兄那半死不活的态度 所以你师兄也很少不用他 也不愿意用他 发音刚落天空 各种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 是雷杰 还是金丹七的雷杰 夜桥仰伯朝天上看去 看方向应该是二师兄的助手 天赋越高雷劈的越大 明玄的雷杰似乎并不小看来天赋不足 夜桥站在后面有点发抖和小惊心 还好他天赋一般 不然这么被劈会死人 不过去看看也不是不行 毕竟不是自己雷杰 说不定还能画点福帮二师兄的忙 修为越低在雷杰下的影响就越小 我的修为这么低 过去凑个热闹应该没什么危险 说吧他一溜烟地朝着雷杰处跑去 宗门后山明玄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坐下 现在这里距离问剑宗这么低 就算劈出来的大坑应该也不用赔钱了 怎知思绪刚下就听到一个清脆女孩的声音 二师兄 二师兄我给你画符了 看看能不能替你挡掉一些落下来的鱼雷吧 说吧夜翘坐在了距离明玄很远的地方 这个位置应该相对安全一起 在这里画符吧应该不会挨劈 小师妹你这么玩真力 头一次看到有人渡雷杰感在旁边画符 站在院子里玩的血雨和目中西 看着远处乌泱的雷云不禁有些惊讶 这是明玄的雷杰吗 好大的乌云那有点吓人 是啊不过这没什么大惊小怪 当初周行云的雷比这还大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泄出血就走到了他俩身份 对了 夜翘过去给明玄画符挡泪了 你们不想看看夜翘的画符水平吗 虽然夜翘是浮羞 但浮羞和浮羞之间是不一样的 画符速度越快 成功率越高的才能撑得上天赋一笔 思考完他一把拉住二人的衣领拽着就朝雷杰出奔去 走走走 我们去看看他怎么画的 你还好吗夜翘 还好挺神清气爽 就是觉得裤兜子有点漏电 明玄站在空地上 一时间无数雷电朝他劈下 少年被电的尖叫声四起 夜翘一边画符咒一边吐槽 这天雷一共多少刀 卸出血拎着目仲熙和薛宇走过来回 不知道 据以往的经验来说 天赋越高雷越多 你大师兄当时被追着劈了一天一夜 这次的雷杰希望明玄不死就行 目仲熙和薛宇也开始双手合适祈祷起来 这是被劈的炸毛的明玄 趁着剑系朝夜翘 小师妹 说好的给我画符挡鱼雷呢 符呢 来了来了师兄 说爸他便开始奋笔集书起 一边画一边拿给明玄 站在一旁的卸出血拖着下巴撕死 夜翘画符不紧快 准确率也很惊人 都说剑符双修只能兼顾一准 所以夜翘见到天赋应该挺差劲的 那以后他就是扶修的人了 过了一刻钟后夜翘摊坐在地上 这天雷到底有完没完呢 怎么还没结束 他手都酸了 说爸便冲着天空比了个友好的手势 真辣机 谢初雪见状抱起目中 吸根薛宇就跑 快走快走 话因为落一道超级大的雷静直地 披在了夜翘身上 看着浑身漏电的夜翘 谢初雪走上前假装关切道 你还好吗夜翘 还好吧 甚至挺神清气爽 就是觉得裤兜子有点漏电 你们怎么不跟我说雷姐能看得懂您的手势 这一下挨得真亏 不过小师叔 我的零根长大了 突然长了一小结 什么 零根还能长大的吗 他又开始琢磨起来 我记得你入宗室测试的零根属是雷零根吧 难道雷零根还会吸收天雷 修真界雷零根很少 几乎到了罕见的地步 谁也没开发过这种零根的用途 毕竟雷零根天赋比较低 根本不会受到重视 血雨和沐仲熙还在浑身打量着夜翘 甚至直接揪起了他的那撮呆萌 要不以后谁杜劫你就往他们旁边一盏 蹭点为劈劈看 零根居然还能长大好稀奇 逐渐被搞得不耐烦的夜翘 直接一遍炮打在了血雨脸上 然后又朝着牧虫西攻去 血雨揉着脸颊走到谢初雪面前 小师叔雷杰是想渡就能渡的吗 这个吗 他还没回答就听到明玄在远处避避起 喂喂喂 你们没人在意我的死活吗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们没人在意我的死活吗 这日子没法过了 明玄被劈了三天后雷杰才停下 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尽躺在草地上 谢初雪见他没被劈死也松了口气 既然没死那么我就会长明中一趟 到藏书阁找找雷灵根的资料 毕竟灵根变异不是闹着玩的 临走之际他还不忘提醒夜翘 小翘你可以试试用灵火炼化混沌珠 让他流入甘甜内 看看有没有效果 人要敢想敢做 如果死了我给你挑一块最好的木头 哎灵火炼化 那我试试小师叔 说吧夜翘将魂珠放在地上 开始用玉果服烧了起 在大火中烧了半个小时后 看着完好无所的珠子 他不禁有些惊讶 这小玩意还挺厉害 烧了这么久 竟然完全没有粉 对了三师兄 你是极品火灵根吗 给我接个火 好 说吧薛宇便开始对着珠子一通乱烧 好像也不行啊小师妹 现在还是完好无所 竟然连极品火灵根都炼化不了 那要什么火才行 就在夜翘还在思索时 肯德基从袖子里跳出 他飞到混沌珠子前 推了一口唾沫 夜翘有些无语这么小 有个屁用 话音刚落夜翘发现肯德基的火 居然真的有 哎 没想到这火碎小用处却这么大 牧仲西跪在地上 看着小鸟有些惊艳 混沌珠竟然被他那口火烧的化了 极品灵根的火焰都不行 他一只鸡却可以 醒来后的鸣玄闪闪闪开口 或许我知道肯德基是什么东西 要不我们也回长明洞一趟 去藏书阁找资料 二师兄你终于缓过来了 论对了小师妹 被炼化后的混沌珠 流入丹田后有什么感受 感觉丹田很热 好像有一传火在燃烧 而且好像能这么有 说罢叶翘将手落在一个枯朽的树桩前 没一会树桩竟然长出了新的枝雅 对天地初开的造化珠 竟然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只量化了一点就足够让干枯的草木复苏 难怪武宗会拿他当奖励 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趁着还在放假赶紧回长明宗 先查查肯德基到底是什么东西 老师小分队集结 叶翘五人轰轰烈烈的回到长明宗做妖 此时的长明宗藏书阁内 赵老头看着五人猛的站了起 你们五个要来干什么 必来还是全来 当我这里是旅游度假村呢 沐仲熙连忙白省 别生气别生气赵长老 我们今天不搞事情就是单纯来查点资料 呵呵你猜我姓吗 哎算了赶紧翻 翻完马上滚 今天真是见了鬼 刚刚泄出血才跟有毛病一样往藏书隔钻 嘴里念叨着什么会长大的林根 还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 现在叶翘他们又组传来真是不让人安生 叶翘拖着下巴思索起来 就在这时鸣玄缓缓开头 小师妹你说我们出发点是不是错了 比如不应该在一兽路上找肯德基的原型 而是神兽路 叶翘拿着厚厚的书本那我早找看 对 上面记载了修真界千万年来许多销声灭迹的神兽 嗯 薛宇和沐仲熙凑了上来 朱雀 但朱雀尾巴不长这样了 比起朱雀肯德基更像是凤凰 简直越看越像 非梧桐不欺非竹石不石的凤凰 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既然身为凤凰 那他干嘛天天往我头上窝 这可能想吸收你的聪明吧 不过我听说青鸾 红雀 金凤 都是凤凰后代 如果是凤凰他的成长速度就能理解 说不定等你死了他 还这么大 照你这么说要他有个屁用 一直长不大的神兽对叶翘来说就是废物 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带他非得绑一大 沐仲熙一脸坏笑 小师妹听说凤凰可以灭盘 不如我们把他丢火里面试试 看看他会不会重生 比起沐仲熙的坏点子 薛宇摸了摸肯服机 不行的话 我们凑一凑临时去开卖会拍点金饰养他吧 可以啊 等长明宗放假回家 我去明家宝库偷零食养他 说起来咱们宗什么时候过年 话音刚落情泛泛的声音传 过什么年 赶紧去准备准备要出发去下一场秘境 啊 为什么假期怎么这么快就结束 好不容易在现代毕业了 没想到来了修真界还要大 这是凌玄推了推暴躁中的叶翘 小师妹什么事过年 啊 你们不过年的吗 我们要修炼从不过年 说起来除了穆仲熙是从人间来的以外 其他三个师兄好像都是修仙师家长大的 穆仲熙若有所思开跑 我以前家里是过节的 我们那边有宴席大讽无聊还是修炼有意思 宴席 你什么身份啊 家里有皇位继承吗 哎 你怎么知道 我家就住皇宫啊 确实有皇位要继承 我得发 家里什么条件还想过年 难道有皇位继承吗 哎 你怎么知道我家住皇宫 还确实有皇位要继承 我得发 叶翘马上双手抱拳 冒犯了原来是殿下 以后封我一个官职作祖 说完叶翘陷入了深思 合着在座各位除了我 都是有身份的人啊 明璇一把捏住穆仲熙的脸 小师弟下次去你家玩玩可得好好招待我 二师兄别乱捏皇子的脸 情犯犯看着嬉戏打闹的众人怒火中烧 别闹了 赶紧去收拾准备走了 现在大赛开赛在即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大闹 说吧 帮帮帮帮四拳四肢不安分的小龙虾顿时安静了下来 周行云站在一旁默默的没有说话 问见宗的大笔关赛区早已人山人海 雷德门解头们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 终于迎来了第三场宗门大笔失恋 现在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五大宗清传弟子登场 翘翘翘翘 浪就一个字我就说一次 叶翘叶翘你最名 宗门大笔显身手 叶青涵啊 韩申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 傅明璇和穆仲熙快要笑哭了 师兄你怎么能歧视人家男粉丝呢 小师妹 这不是奇不歧视的问题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宋寒生看着常明宗的几人默默无语 他们在笑什么 别管他们 虽然没有证据 但总感觉常明宗的人是在笑他 不过他们不正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场秘境需要很多清新单 等会进秘境后 我们先找到避水宗的人跟他们合作 毕竟那个叫淼淼的清传之前 还热情地邀请过夜翘 他们不一定愿意和我们一起 夜翘真的这么有魅力吗 为什么在月清宗的时候 我半点没感受到 大师兄我有寻宝 收到时可以去找点清新子 虽然我们没有担心 但是可以和避水宗交易 他们应该很需要这种凝职 好 云雀虽然喘了点 但运气方面确实没话说 这一场秘境火焰山的入口出现了 比试马上开始 请各位选手陆续进入秘境 随着秘境的开启 众人接连传送了进去 火焰山好特么热 夜翘刚进去就被炙热的火焰烤得粘了八几 这次跟实力超强的大师兄组队 心里踏实多了 师兄球带飞 来大师兄吃药 轻热驱火 夜翘嚼着丹药跟嚼糖豆一样 嘎嘣嘎嘣的 这种环境很容易让人心情浮躁 周行云刚想去拿 就出现两只魔兽 随着剑气的展出 周行云紧紧将夜翘扑在身后 待到剑气落下两只魔兽也凭空消失 夜翘顿时变成小明媚的名 哇大师兄不会是你 帅呆了 毕竟前几场都是夜翘动手 又要保护丹修又要保护腐修了 现在逐渐发现和剑修一起的好处 所以说珍贵有什么用 关键时刻还得靠剑修 此时夜翘还在一脸开心的盯着周行云 大师兄我能摸摸你的剑吗 当初夜翘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沐仲熹不情不愿意 那个表情就像是自己的老婆 被其他臭男人摸了眼 怎料大师兄直接将自己的剑丢了出去 哎 大师兄你就这样丢给我 他不会不高兴吗 没事 我的剑极度瞧不起我 正好我也瞧不起他 看来以后我要对多损好点 不能轻易把他当球踢来踢去 万一他也升出灵之后瞧不起我怎么 就当夜翘还在泼自己时 周行云开口我们去找找其他人吧 好 就这样二人一前一后漫无目的地奔跑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夜翘总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他 怎知刚一转头夜翘急忙拽住周行云的衣袖 大师兄你看那是什么 说吧夜翘已经实话在原地 周行云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奇丑无比的小可爱在朝着他们跟来 他微微一笑原因七夭兽 怎料下一秒就被夜翘一把扒着 快跑师兄 本来以为什么蛇类鼠类已经够奇怪 没想到原音七夭兽直接不做人了 被拉着跑的周行云看着夭兽头顶上的紧 真丑 滑落他提起腰间的剑就朝着夭兽的脚砍去 灵力的剑光直接将夭兽变成了平头 这下总算舒服了 夜翘已经被吓坏了 大师兄你别挑衅他了 完了他要追上来 就在这时周行云一把将夜翘抱起 旋即使出了踏青风 大师兄秘境也会有原音七夭兽吗 对大秘境都有原音七 只是之前运气好没碰上 此时坐在观众席上的宗主们开始谈问起 刚进入秘境的第一天就这么热闹 那后面肯定很精彩 这时红毛宗主指了指大屏幕惊讶的 那是什么 屏幕中赫然显示着云雀正在抱着他的寻宝兽 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待着 好多青星草呀 寻宝兽干得不错 略青中的云雀竟然利用寻宝兽寻找青星草 这种灵兽也会和人契约 真是不可思议 那孩子运气一直都极好 但作弊了吧 毕竟开启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有人用寻宝兽找灵芝 云恒一脸不爽地看着秦散犯 怎么 就允许夜校搞事情 不允许我们用寻宝兽 不是常明宗说的这叫策略吗 秦散犯有些心虚的窃窃回应 这和我们常明宗有什么关系 之前秘境没出过这种情况 但这场清星单作用挺大的云雀 如果有灵芝 拿出来找灵芝也无可厚非 我们看看其他孩子的情况吧 画面切到常明宗目仲熙和明玄这里 此时二人正在商量着毫无用处的策略 这一场单休是关键我们要尽快找到薛宇 没问题师兄 你负责用神识找 我负责拎剑开路 这么分工明却不愧是我 说着说着他不仅得意气 就在这时对面传来一声嘲讽 呦呦呦这不是明玄吗 明玄手拿符转死死地盯着处行之 好巧啊 别以为你突破金丹我就会看得起你的名 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渣渣 呦呦呦呦 这么关心我兔没突破金丹 怎么楚行之你是不是暗恋我 你真乐心 这时祝优将手放在剑上 二师兄打不打你说话我来干他们 泽泽 你好爱养吧新娘 穆仲熙搂楚行之看着祝优 才第一天不要打打杀杀的吗 我们可以谈谈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谈的 说吧他一把推开穆仲熙直直地朝明玄打去 看招 就在这电光或是之间明玄直接祭出金刚符 就算你突破金丹了 也不过辱 白白的宁内 小师妹在怕个锤子 兄弟们走回去干他们 四大二我们尾名 叶翘一把将穆仲熙拎起 师兄别打了追我们的可不是人 就在刚刚 楚行之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一个金丹中期和金丹初期的打 还有脸嘲讽 明玄阴沉下脸死死地盯着楚行之 这可是你逼我们的 既然这样穆仲熙我数三生 看看是你的剑块还是我的副块 楚行之被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看着明玄往自己身上贴副咒后 直接数到山 跑 然后抓起穆仲熙 直接运起他 清风撒嘴就跑 等等 不是数三生吗 一二呢 后知后觉的楚行之气的不行 明玄你竟然敢耍我 有种你们别跑 你说不跑我就不跑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就这样他跑他追他叉翅南飞 过了半个小时 穆仲熙和明玄成功的和叶翘相遇 小师妹大师兄下午好啊 遇到你们真好说吧 穆仲熙直接掉头拔出了他的剑 别跑了兄弟们 现在我们四大二 走回去唯有问剑宗的人 让他们知道 别在我们面前装逼 这次非得给他们一个教训 怎知叶翘一把 拖起穆仲熙继续向前跑 别回头啊 四师兄 跟在我们身后 有个圆英七妖兽 明玄有些惊讶 好巧啊 我们身后有个楚行之 还有他的小师妹 真好 正好不知道 拿那圆英七妖兽怎么办 这不是帮手就来了吗 说吧叶翘一个急刹车 然后冲着天空 直接甩出一张禁锢 在成功的地 将妖兽禁锢住之后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被恶龙给挣脱开了 叶翘他们吓得暴投 楚行之他们被吓得暴投 就在此时明玄双手 结印隔音正成 楚行之现在这情况不如 我们先合作吧 谁要和你们合作 妖兽是你们引来的 师妹我们走 说吧他便准备 拉着朱优朝外走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明玄早就预料到 他会这么做提前 给他贴上了禁锢笔 你们什么时候 贴到我们身上了 走什么 刚才不是还跟狗狗一样 追着我们不放 表现得很亲热吗 小垃圾走什么 刚才不是还跟狗狗一样 追着我们不放 表现得很亲热吗 明玄你的这张嘴出门 真的不会被打 别说这些没用的 就说你们帮不帮我们 如果不帮我们 我们就追着你们跑 大不了同归于尽 如果合作的话 解决完这只妖兽 妖兽补和内单给我们 明玄文言连忙摆手 不不不 你是没看清楚局面吗 我们现在没有和你们谈判的比喻 我们四个人 而你们只有两个 而且现在是我们 只要一步开心 就追着你们跑 就算是天涯海角 我们也不会分开 正当几人谈话至极 魔兽看了看下面的六个人 里面有五个都是 金丹只有一个小垃圾 就你们 说吧便朝夜翘攻去 好在夜翘留了个心眼 在即将攻击到的 一瞬间夜翘瞬间的躲开 然后丢出一个爆炸 看着丝毫没有动静的妖手 打不动完全打不动原音器 那就只能换一种方法 师兄弟们动手 夜翘再次丢出迷雾符咒 目中西提起剑就开始干 紧接着周星云 楚行之柱又一并冲上 不行小师妹 这家伙眼睛太多 我们的攻击路径都被他看过 既然这样我去吸引火力 你们从侧面攻击 就凭你竟然自告奋勇 去吸引火力 他才助击凭什么赶 正当夜翘准备冲上去时 周星云一把拉住夜翘 我可以去 相信我我没问题 一颗炸弹不亚于金丹气攻击 大不了多丢几颗 我就不信伤害不够 夜翘才助击中期灵气不够耗 该死的人类 我要弄死你 太莽撞了应该让周星云去 夜翘哪里来的胆子 夜翘这个兔崽子 从来不会主动去找死 他要是没有把握早就跑 可他到底哪里来的保 居然靠客回灵丹打消耗战 你们长明宗中奖了吗 你们宗门中彩票了吗 夜翘拿着丹药就是惯 秦范范文言陷入深思 新传们进密境前 每个宗门都会给他们分发丹药 但他们穷啊 总共给了夜翘两名 就在这时夜翘还在嗷嗷炫着 就这样还不忘挑衅 你打不着我畜生 我躲我躲我再躲 长明宗丹药阁 一节更比六节强 是内伤不含糖 欢迎广大道有致电 炼丹玄我我超甜 楚行之站在魔兽头上大骂 你特么看准时机在说话行吗 现在不是你死就是你死的场地 严肃点 就在这时穆仲熙口面清风剧 一剑劈去腰兽硬生落地 我比你快渣渣 气没有我你能行 此时得观仲熙 楚行之很强真要打起来 与天生剑谷的穆仲熙也不分伯仲 他经单中期好久 穆仲熙好像才十六岁了 我们孩子还小 我倒是想看他们打一架 不过目前是打不起来 众人无语 反观逆境内穆仲熙抹了把汗 总算把这只猿鹰七大妖兽拔死 叶翘直接丢给楚行之一个袋子 妖兽的骨头跟你平分 那当我们要了 你气人太甚 他刚想发火就被猪幽拦住 师兄你看看 他们人比我们多 这次就算了 这时穆仲熙直接凑近叶翘 敲咪咪咪地说了起 小师妹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丹药 我自己练练 你还记得我之前练的 那个特别难吃的丹药吗 穆仲熙直接陷入了那段痛苦的 当时宗主还轻口说出了 主使这一句字 以后你们请称呼我为低调的天才 谢谢 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我尽量让他们味道正常 我还以为你只是冒着闻闻 没想到你真的坚持练下去 不过这里真的好热 小师妹你有没有那种 吃了让人凉快的丹药吗 二师兄和三师兄都是火灵根 在这个秘境里真是要命 并没有什么让人凉快的 丹药女人忍了 这个秘境不适合你 倒是很适合肯德基 自己去密室找火系精十八肯德基 雇中西发火爆打绿城 谁都别拦我 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缺德的傻子 三分钟前肯德基 嗷嗷地朝着远处飞去 肯德基就这么走了 我有些不放心 还是跟去看看吧 毕竟秘境中妖兽这么多 我们总好不容易才有个神兽 万一被别的妖兽 吞了找谁哭去 秘境另一边云雀抱着寻宝兽 肩膀上还踩着神兽青鸾 思妙言和渺渺不惊羡慕起来 云雀这是一个人契约了两只兽 还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情况 而且这两个兽来历都很不一般 一个是灵兽 另一个有点像传说中的青鸾鸟 云雀就这么笔直地站在那里享受着 被所有人注视羡慕的感觉真好 这一场失恋我一定要将风头抢回来 就在这时神兽青鸾直接朝天空飞去 青鸾你要去哪里啊 只见没意会 他就飞到了肯德基的身边 肆意拨弄着羽毛 然而一心只有干饭的肯德基 丝毫没有理会 他依旧自顾自地吃着 那是夜翘的七月兽 长民宗的人在附近 大家小心没准这又是夜翘的陷阱 这时云雀也跟了上来 青鸾回来 之前寻宝兽一直粘着夜翘 现在怎么连青鸾也粘着夜翘的七月兽 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说吧他一把抓起肯德基朝着熔江丢去 三人看到这一幕不禁惊讶 他在干什么 云雀 你怎么能把夜翘的七月兽扔到岩浆里 渺渺愤恨不平 这是一个极其大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什么 云雀你把我师妹七月兽丢岩浆里了 云雀你故意的吧 丢哪里不好丢岩浆里 但凡肯德基不是熄火的凤凰 这会儿早死透了 七月兽一旦死亡 对七月者的伤害也格外大 云雀要么是故意的 要么他就是个纯正的傻子 看着夜翘阴沉下来的连云雀瑟瑟瑟发抖 二师姐对不起 我没想到他会掉下去 而且他应该也没事吧 如果有事情夜翘就不会好端端还站在那里了 怎知沐仲熙丝毫不理会他 直接拔出妖间的剑巢着云雀大喊 谁都别拦我 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傻子 云雀我想揍你很久了 天天在我面前做绿茶我早就反映 就在这时沐仲熙开口 能动手就别避避 今天谁都别拦我 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傻子 说吧沐仲熙拔出妖间的剑巢云雀整去 就在即将刺中的一瞬间被一个法宝给抵挡住 居然有护心镜这种法谱 雀雀你好东西不守 不过你的护心镜已经碎了 看你接下来怎么做 就在这时夜翘也运起了他清风 直接顺移到雀雀身边 然后重重的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击用尽了全力 雀雀直接被打倒在地 夜翘 呦呦呦呦这个时候不叫二师姐 原来你也会正常的说话 吃一口一个二师姐叫的我恶心 就在这时一个剑气从夜翘背后攻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周行云成功将剑气化解 别怕小师妹 这时远处的身影才缓缓显现 你们长明宗过分了吧 大笔不是让你们群殴别人的名 我不是故意的刚才的事情只是意外 而且那只七月兽不也没出什么 你们就是在针对我 雀雀一脸委屈地躲在夜青寒身后 好不委屈 目中戏有些脑 没办法我们长明宗就是这个样子 不服就来打 就在这时周行云挡在夜翘身前 你去复仇 交给我 夜翘开心的不行 大师兄关键时候还是挺靠谱的 他也想揍零雀很久 话落夜翘提着玄剑 就开始朝着零雀追去 就这样他跑他追 他插翅南飞 零雀一边跑一边洒着手中的符咒 什么玄冰符 玄风符 水雾符 金刚符 一股脑的全丢了出去 夜翘则是将这些符咒砍了吸碎 时不时的还露出节节节的笑声 甚是恐怖 原本平静的火焰山顿时乱作一锅中 长老们看着屏幕不禁感 零雀是金丹七吧 怎么才筑基中气的夜翘能压着他 你们月清宗怎么教的弟子 这得是什么力量 能将极平水灵根的天才教成的废物 我们扶修又不像剑修那样打打杀杀 这个孩子是到底怎么结单的 天雷落了吗 他不会吃丹药忍上去的吗 这一切都怪夜翘 零雀恶狠狠的在心里记起 结果下一秒就被夜翘踹倒在地 零雀到底怎么结单的 该不会吃丹药上去的吧 确实 这段日子好像都没看到月清宗有过结云 试丹药破镜简直是名门正派的耻辱 零横一脸不服 那个夜翘破镜不也快吗 你们怎么不怀疑他 剑修双修破镜快有什么可质疑 剑修要在打斗中摸索 修修要在画幅中参悟 而两道双修的好处就在一 只要抓住其中一个就能破镜 他画幅再快能快到哪里去 不正速度快淡和画幅是两码事 秦范范表示比你们快就对了 虽然没见过夜翘画幅水平多 但不妨碍他催眠 此时的秘境中周行云和夜青涵正在僵持 让开休想 这是远处赶来的的朱幽一脸不解事情 为什么不解 大师兄 为什么突然要和长明宗的把 目中西把剑挡在他们面前 怎么你们也要窗户进来 朱幽连忙摆手 开什么玩笑关我什么事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事 迁怒过分了 你们是在追杀云雀吗 他怎么得罪你们了 他把我师妹七月兽丢岩浆了 诶 楚行之和朱幽呆在原地 二师兄这是我们别窗户 月青宗那个师妹挺不作死的 现在就连咱们问剑宗都不太敢 和长明宗开战 结果云雀一上来就把人顶得罪死 有这个师妹难为你 说罢便朝宋寒生帝去一个同情的目光 云雀四处惹失的本事到底是哪里学来的 夜翘也惹失但他惹了能摆平 大师兄 我们快去帮帮小师妹吧 苏卓此事已经急坏了 他应该不知道那是夜翘的契约事 才会不小心丢开的 去救他吧 总不能睁睁看着他被淘汰 慢着 我们可不会让你们打扰到小师妹 哼想逃 夜翘飞踢 夜师兄救我 谁是你夜师兄啊 别和我们问剑宗套进你 不然我今天就算没有尿也要自行 从没有人能让我丢这么大的脸 这一切都怪夜翘 今天谁都保不了你 我夜翘说的 云雀高举手臂 手上的铃铛钉钉钉作响 夜翘看见后不由的后背发凉 新欢灵 云雀好东西是真的多 这可是灵气榜上第十的法器 随着铃声传出所有人的动作停滞 新欢灵可以对尸海造成干扰 就算你们在墙只要被干扰 那就是我的主场 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反击夜翘 还没等他得意起来 就被夜翘一脚插在脸上 随后将他手上的铃铛取出 他挣扎着要起来 夜翘怎么会给他机会 别白费力气 新欢灵居然对夜翘毫无作用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还没等他想明白 新欢灵就被夜翘捏碎了 本命法器损坏 导致云雀大肚烦起降 场外的观众也有些意外 新欢灵被回好可惜 云雀人不行好东西倒是挺多的 真是又猜又爱玩 此时明璇这边正和苏卓打得有来有回 浴火服 五雷服 看着倒在地上的云雀被夜翘踩在脚下 苏卓无能狂怒 你们不要太过分 他好想去救小师妹 可明璇确实太难成了 明璇丝毫不惯着他 谁过分不是你们先动手 说吧偷偷解印 然后将一个传音符递给了目中西 困在笼子中的小梗子 还在拿件四处戳 宋寒生这阵法真结实啊 怎么砍都砍 就在这时传音符来到了他的身边 四世帝西南方向 那里是阵法最薄弱的地方 那就再试一次吧 说吧他使出了全力一击 屏障应声而碎目中西也得以跑步 宋寒生那叫一个气 废物看个人都看不住 还让明璇丢过来了传音 苏卓也不服气 你也就只能欺负欺负境界比你低的 你怎么不说是自己的问题 连个目中西都对付不了 还要不振 我都嫌丢人 你什么你 哟哟哟 他们这是起内哄了 叶翘一脚踩在云雀身上 服不服 天天吓蹦打 今天我叶翘就替天行道 此时周行云还在和叶青函打得有来有 周行云你的剑好像有点不听使 如你所见他有点叛逆 话音刚落两人又扭打在一起 此时观赛区长老不由的有些吃惊 段臣竟然不愿意承认他 难怪一人一剑配合起来毫无默契 范范那周行云这种情况维持多久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这样 不过不用担心 现在不愿意承认 但迟早也会承认不及 这段臣剑是他们周家的祖传剑 只有周家未来家主有资格拥有 虽然段臣不愿意配合 但除了周行云谁也没法 看着打得越来越猛烈的二人 祝忧急忙冲进战场 等等周行云师兄 我去给他开个会儿 说罢就拽着夜心寒朝无人的角落跑去 大师兄你傻不舍 他们打云却是因为 叶翘的七约兽被云却丢下岩浆 常明宗生气很正常 这不是群殴指示符 可是云雀是女孩 被一群人围着打合室 可叶翘也是女孩 你不能因为他天天吊儿郎当的 就忽略他的姓名 说罢他拿出了身份牌 你看咱们问剑宗现在都排名第四 到底宗门荣誉重名 还是当护花使者重名 这时楚行之也凑了过 对啊对啊 大师兄云雀只是被打一顿 可我们问剑宗要是再输下去 可能今年第一宗的名号真的要换人 我们还是快走吧 说罢便拉着夜清寒就跑 此时叶翘已经将云雀踩在脚下 怒重西蹲在地上叫唆着叶翘 快快快捏血他身份吧 请他去淘汰西喝茶 就在这时宋寒生大声喝止了叶翘 别扭我让他点你们道歉 我们的肯德基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他道歉有什么用 要不这样吧宋寒生 你出个假赎回你的小师妹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宋寒生有些愤恨 他们越清宗是有钱 可不代表经得住常明宗这些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敲诈 叶翘一把将明玄抱入怀中 二师兄不生气 他们想做老大就让他们作为 咱们只要能蹭吃蹭喝就行 此时另一边薛宇已经被堵了起来 清心丹有吗 没有我们宗比较穷 当然薛宇是骗他的 他手中的丹药还得省着点给自己宗的人用 成宗宗这群人想都不要想 我不信你你让我看看你戒子戴 不可能 我警告你 你要是逼我我就撕给你看 我们都是金丹 你可以看看是你们速度快 还是我捏的速度快 他怎么都没想到薛宇挽起了自爆 看着他停下的动作薛宇喜出望外 没想到跟大师兄学的自杀警告居然管用 随后便也有了底气 我要是淘汰了别说清心丹 你们是吗丹都拿不到 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 我这的戒子袋里有各种各样的法器 我们交换交换总行了吧 是这样的 我们没想过要抢你的戒子袋 咱们也可以等价交换不是吗 本来还想空手套白棱 没想到薛宇竟然玩这一手 与此同时夜窍那边 我们真的要和碧水宗结盟吗 别了吧还要保护他们 他们是丹修 和他们结盟路上我们就可以蹭丹药 丹药挺贵的 我和三师兄练出来的丹药 可能撑不到秘境结束 但如果和碧水宗合作就不一样了 路上完全能跟着蹭吃蹭喝 可以我们合作吧 合作愉快 秒秒听到后开心的跳了起来 欧夜合作愉快 两宗合作得有人带队 所以让谁带队呢 叶乔八 众人纷纷将手指向了他 这时碧水宗的一个师弟走了出来 我叫柳爵我来带队吧 叶乔我承认你很出名 但你毕竟不是丹修 我对这个秘境很了解 跟着我走就好 你确定吗 你要来带队 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丹修带队 还能是你们扶修 明璇被他的话气死了 叶翘急忙抱着明璇安慰 就这样吧 二师兄 反正碧水宗有丹药给我们吃 既然他想带队那就让他带 二师兄别跟金主爸爸生气 他们提供丹药我们跟着就行 就在这时消失的肯德基飞了滚 沐仲西有些好奇 小师妹快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他变胖了 等他醒了境界应该会提升不少 妖兽和神兽应该差不多 兽类破镜比人容易多了 睡一觉就能轻轻松松突破 修士却不仅需要抗雷结还有瓶颈漆 斯妙岩看着几人围着鸡讨论 他有种直觉那不是鸡而是凤凰 明璇听到后仿佛要蹦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 这是鸡 鸡 我们长明宗的鸡 况且修真界的神兽几乎已经裂举 一旦发现要上到五宗 最后由宗门和八大家一起开会商量去除 只要他们一口咬定这时机 谁敢说我们长明宗私藏了的凤凰 斯妙岩试图说服自己 那你们的鸡听好看的 那作为合作伙伴 给你们每人一瓶丹药 里面有清新当回灵丹 还有一些受伤后用于修复的丹药 叶翘摇晃了摇晃不愧是大宗门 这丹药有种淡淡的清香 小师妹看看人家的味道学着点 这才是正经丹修能练出来的丹药吗 周行云不理解 他没有体验过叶翘丹药的杀伤力 也会炸炉 记得上次三师兄炸炉 还是被我的罗氏粉口味丹药给熏的 是的 他以前刚来宗门的时候天天炸丹炉 弄得宗里跟地震一样 那时候他的头发像是挖煤被煤给崩了 叶翘想了想自己 他貌似一次都没炸过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用的食堂大锅比较耐用 等这次秘境结束 他要去夜市买个丹炉试试 想想叶翘不禁自信了起来 就在这时寺庙言呼的惊呼 快看那边好多火风 柳爵拿起笛子就开始吹了起来 你们快上去杀掉他们 叶翘善善开口 其实我们可以用点别的手段 管好你自己就行 其余的我心里有数 他对叶翘很不服气 叶翘这段时间风头很盛 连原本讨论度最高的叶清涵都被他取而代之 他现在肯定又想表现自己抢风头了 叶翘要独领风骚 却被别人坑惨了腰 他算是看出来了 五宗清传的脾气多少都沾点烦 不喜欢别人质疑他们的绝点 但是就按照你这个效率 猴子进化成人 我们都还在倒数徘徊着 急什么 这才第二天 我们有丹药 你们有实力 第一和第二迟早是我们的 我们只是想蹭点丹药 并不想被拖累成倒数第四 要不是吃人嘴短 真想立马结束这个合作 一天后火焰山秘境猛处 长明宗那边发生了什么 他们居然排到了第四名 长明宗现在应该跟碧水宗再合作吧 有一群丹修爱手爱脚 长明宗那边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又要保护丹修 又要杀妖兽 第四道也正常 独领风骚 但叶修不像是会被人影响了吧 他一个人当然不在乎什么 但团队合作 他总要不全大局 两宗合作 总要有一个带队的人 都是青传 肯定谁都不服谁 指不定现在内部出了什么矛盾呢 火焰山历经另一处 我们这样下去 迟早会输 实在不行 让我来带队 都第三天了 我还想赢呢 你一个助击 怎么敢来带队的 赢了后我的一百万就到手了 从此能脱贫发财了 三师兄 叶俏很厉害的 真的 三师兄之前没和我们出过任务 估计是不知道叶俏 是怎么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的 是火矣 他们对气味很明淡 靠位到识别人的位置 我们分散开战 别被他们为主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么多妖兽 该怎么对付 完全就是一场灾难 问你失地去 我们区区筑击 哪敢说话 明璇和叶俏先不正 其他人找找戒子 带有什么能干扰火矣气味的担忧 剑修出去将他们解决掉 并没有能干扰火矣气味的担忧 他们会吃阵法的 快一点 一会儿阵法就碎了 叶俏 这个时候想起来我了 你们五个 一人喊一个 不准兔 大师兄叶俏带着寺庙盐一起吃食 我没开玩笑 断横刀马上开头表示立场 太可恶了竟然不带我 秦怀看着自己的小师弟一脸猛逼 你啥时候挨这口了 断横刀黑黑一笑 此时叶俏那边寺庙盐 捏着鼻子拿着榴莲味的担忧 我不吃拿着可以吗 这叫封印符 只要用封印符贴你们丹炉盖子上面 就可以防止火矣钻进去 丹炉很抗躁 抵挡火矣的啃势肯定不在话下 你要我们一群人往丹炉里面钻着合适吗 你要脸还是要命 我也想钻进去吸引火力 能躺着为什么要站起来打呢 他们最后还是听取了叶俏的提议 一注相后 看着一地的蚂蚁尸体叶俏呼了一口气 总算解决了 丹炉里的都出来吧 打开丹炉的时候 寺庙盐转变了之前的看法 这么丑的丹药说好吃 这些丹修都松了是不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柳爵一口对着榴莲味的丹药吃了下去 味道确实挺不错的灵气很浓郁 只要效果好 对丹修而言那就是好丹药 那当然 我们家乡的人都挺喜欢吃 在一旁偷听的沈子薇不禁惊讶 我去这么刺激 大师兄碧水宗和常明宗竟然组团一起吃吃 断横刀下意识开口 太可恶了竟然不带我 秦淮看着小师弟一阵心塞 你也疯了 不好意思嘴调了你们继续 三个清传最近总挖着断横刀一起抨击叶巧 他每次都跟风痛斥两句 这次不小心就顺嘴 这时苏卓开口了 那我们要去和碧水宗谈谈合作的事情 如今三宗排名基本上全稳了 但想继续在秘境生存下去 还要靠丹修给丹药 还合作什么 沈子薇提供下位置 我们一会儿直接去抢他们的戒子袋 切记今天不打架就截戒子袋 抢完就跑到时候里面丹药评分 我们给你们打掩护 可以 场外的观众见到这一幕纷纷惊讶 啊变坏了他们变了 再也不是以前纯真善良的他们了 三宗结盟的场面还挺少见的 叶翘这直接和全世界为敌了 这三宗的首席每次都被叶翘坑害得最惨 完了完了 碧水宗这下更惨了 画面一转来到叶翘这边 司庙爷满脸警惕 有人过来了人有点多小心点 话音刚落明璇一脚踩进阵法里 在法阵运行的一瞬间他急忙开口 是扶阵分开战友埋伏 幸好明璇提前提醒 不然他们肯定要被一锅端 好可恶啊 叶翘拉起渺渺就跑 据他分析 长明宗献如今在第四 不值得其他三宗埋伏 那么他们的目标就只能是单修了 还没想好应对之侧 叶翘寒就挡在了他们面前 然后就是一脚朝着叶翘和渺渺的手踹去 这样成功把他们分开后 叶翘寒挑起渺渺的戒子的 满脸得意的看着叶翘一眼 可恶啊 还真被他那虚谎一招给骗到 这些傻金船竟然长进了 此时的其他人的处境纷纷如此 在所有戒子袋被抢走后 寺庙岩开头吐槽 你们有些过分了吧 兵不厌诈而已 戒子袋都到手了 他们的丹药肯定都在里面 我们走吧 就在这时叶翘对着叶青涵 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怎么了 不干什么 就是想叫你两声 哎哎哎 高手见面打声招呼而已 我掐指一算你脾气这么差以后 绝对会被你 原剧情里面云雀的桃花这么多 叶青涵头顶上的草原 都能跑满了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了 这人真是莫名其妙 突然拍一下我肩膀 就是为了打声招呼 我和他又不说 看着离去的劫匪 寺庙岩有些恍惚 我们的丹药和丹炉 都在戒子袋里面 现在都被他们抢走了 那完了呀 如果有丹炉在 还能现场炼丹 丹炉都没了拿什么玩 嗨嗨嗨朋友们别沮散 我问你们逆风翻盘都打过吗 明天我们兵分两路 听我指挥 小师妹 薛宇颤颤巍微微 拄着拐杖走了过来 流浪了三天 终于找到你们了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暗语 明玄和薛宇 来了个双向奔赴 明玄薛宇 你不是想我是想我的戒子袋吧 这时叶俏开口 三师兄练丹的灵芝还有吗 有的 话若看向寺庙岩 几人的戒子袋 统一消失无影无踪 你们这是给洗劫了吗 那我们遇到其他三宗了 他们现在都学会抢劫了 哀哀真是侍风日下 大佬没有丹芝拿什么练 我们的丹芝都在戒子袋里面 这有什么夜翘开始 从袖子里掏了起来 没一会就举起几口大锅 你们有人会用大锅练丹吗 什么 夜翘我们是丹修 不是池塘阿姨 你见过哪个神人 用过练丹啊 我就用 不过修真戒的丹修 都这么有钱的吗 人手一个丹芝 我们清传一人好几个丹芝 就连那门弟子都有丹芝的 一个人好几 怎么都这么有钱 原来穷的只有我一个 夜翘冷静啊冷静 不就是丹芝吗 等毕竟结束 我们带你去买 夜翘冷静冷静啊 不就是丹芝吗 等毕竟结束 我们带你去买 他猛的扑进了鸣玄怀中 哭了起来 二师兄不知你听 没听说过一句话 自己的穷不足挂齿 队友的腹让我恨得想死 柳爵这时走到夜翘面前开口 夜翘你刚刚的意思是 你会炼丹 还是用锅炼丹 是啊炼丹怎么不能用锅了 人不行别怪路不平 你可真能吹 有本事当着所有人的面 练个丹试试 是就是 夜翘直接将大锅甩了出去 那就随随便便练个清新丹吧 没有香料 只能做没有味道的版本 大锅起 这一幕直接给场外的 秦范范都整紧张了 翘翘能成吗 一旁的四宗长老纷纷祈求 失败失败 一定要失败 如果能成 那修真戒就出现了 第一个能三修的 日后长明宗肯定得爱色上天 不好说呀 看夜翘手法似乎很熟练 但挑选药材控火 只是第一阶段 后面还有丹印提纯 容丹一旦 有一点失误 结果就是炸炉 打多少个丹印好呢 他一次性可以打出十个 但打完后就要趴着缓好久 算了就打五个吧 站在一旁的苗苗 看到夜翘手势不禁惊呼 哎呀呀 师姐是五个丹印 无如他自己一次性 才只有三个 四妙岩连忙捂住 苗苗的嘴 净声 丹修炼丹时有动静 干预是大吉 尤其夜翘用的 还不是常规 丹炉而是大补 炸炉的几率很大 碧水宗炼丹 最好的就是四妙岩了 据说他曾收到过天道祝福 四妙岩能打几个丹印 八个如果勉强一下 应该能打出十个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翘翘也是天才 他可是打出来了五个呢 确实看夜翘节丹印的速度 这么娴熟 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真让他成功 修真戒指 怕都要掀起一番风浪 随着过炉的缓缓落下 明选比夜翘还急 成功了吗 成功了吗 应该是成功了 没想到小师妹竟然是三修 哇好丑哦 虽然他丑但他心灵美啊 你们为什么要嫌弃我的丹药 夜翘你练的丹药好丑 虽然是丑但他心灵美啊 你们为什么要嫌弃我的丹药 四妙岩拿起夜翘练制好的丹药 放在鼻尖闻了闻 好浓的灵气啊 就连孤傲的柳爵都有些气氛 你们谁传的谣言说 夜翘的灵根是中品了 这也太不地道了 要是中品灵根能三修的话 这个极品不要也罢 请上天让我也变成中品吧 血雨见状文言走向前摇了摇头解释 那可不是谣言 小师妹灵根确实测不出来 柳爵看着正在吃干药的夜翘心生疑惑 那夜翘到底是什么水准 上品吗 渺渺举手示意 我们不妨大胆一点 说不定大佬和我们一样是极品灵根 血雨紧跟着张口 那么我们不妨再大胆一点 极品以上还有吗 有极品之上还有天品 想到这寺庙岩冷汗直流 此时的长老席上一群长老们也在八卦 所以夜翘真的会是那个万中无一的天品吗 不过秦泛泛你这从哪里捡来的外门弟子 赶快告诉我地址 改天我们也去溜达溜达看看能不能捡回来 秦泛泛抬头看了一眼云恒善善开口 在月清宗捡的 嗯 等大笔结束后有人和我一起去月清宗赚着吗 说不定还能捡到这种三修天才呢 捡到就是赚到啊 云恒此时早已欲哭无泪 以前夜翘在月清宗的时候 他怎么没看出来他在画幅炼丹上有天赋 爱都怪云却不懂事 他如果省心一点 夜翘从小就听话也不至于去为了一株灵质和我翻脸 反观秘境中夜翘盯着大锅开口 现在你们相信大锅也可以炼丹了吧 谁想来试一试 柳绝率先开口我来吧 站在身后的三人也紧跟着开口 我也想试试 之后的时间就是永无止境的炸锅声 夜翘见状连忙制止 你们疯了吗 谁都不可以再碰我的锅了 怎知柳绝趴在地上扯着夜翘的衣服恳求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夜翘 我已经捕捉到灵感了 相信我不会在这儿 见他一脸纯真和对知识 渴望夜翘也不好拒绝 那好吧 不过出了秘境 记得把用到的灵芝还有榨掉的锅都还给我们 知道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 用夜翘的锅练过丹的几人纷纷躺在地上 丹药总算练完了累死 这时夜翘刚睡醒拍了拍手掌 好了好了 兄弟们趁着天还没亮 我们去找其他三宗玩吧 趁着天还没亮我们打鬼子去 现在由我来布置任务 薛与牧虫西四妙岩你们一起去找妖兽 剩下的人都跟我走 看大笔第一怎么带你们逆风翻盘 说吧夜翘拿出两个炸弹节节节的笑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游击战和打鬼子 淼淼和四妙岩同时开口 那是什么 那是我家乡的决胜首府 等会你们就知道 对了三师兄 你那里有没有毒药 有啊 不过有些有毒有些没有 但许多灵职都是香客人 你需要什么毒可以自己拿去调配 看着这俩活颜望彼此谈论着心 站在一旁的柳爵有些惊讶 你们俩真的是救死扶伤的担羞吗 夜翘一听不乐意 畏畏畏畏畏你可别污蔑我 我可是正经的剑修 你三修你任性 想当什么修当什么修 夜翘也不愿和他争执 随后拿出了从魔族顺出来的弓箭牌 有人会用弓箭牌 秒秒弱弱的举手 我会用一点弓箭打 那就心里拿着弓箭牌 抹抹到剑势上看到人就是 用弓箭的还我 好我们会努力的 夜翘想着自己的计谋 就觉得自己很 他之前在夜清寒身上放了个法器 一行人的行踪 完全在他的掌握当中 现在的情况就是夜翘在暗 他们在明搞埋伏在何事不过 看着东倒西歪德三宗清传们 夜翘和秒秒站在树梢上 三宗在那边睡觉 你拉弓射过去 好 随着一根箭矢瓶破空 而入静止地扎在宋寒生身边 顿时将他吓得猛的一跳 然后猛地朝着楚行之踹去 有人来了别睡了 夜翘更是直接抓着秒秒 就开始逃跑 快走别让他们抓住 游击站讲究的就是 敌进五退敌退五进 情况不对就快点跑 夜清寒看着跟兔子一样的 二人不禁心生厌恶 应该是常明宗的那些人在搞事情 今天晚上派个人去守着吧 楚行之先去下半夜换我 是 半个时辰后 楚行之已经被折磨封掉 夜翘他们是不是有病了 半个时辰搞十几次动静 每次跑去查看人就跑光了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小山坡上 响起了敲锣打鼓的声音 又来了 合着他们不搞人心态的 开始折磨人精神了 夜翘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既不捏咱们的身份牌 也不抢戒子袋 就这样一惊一乍的是 准备吓死我们了 情怀倒是密之自信的开口 让他们也不敢和我们正面对抗 算了算了别管他们了 我们继续睡觉 多在远处的夜翘 看他们的警惕性下降了不少 于是招呼上大师兄二师兄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这时楚行之他们刚开始睡了起来 就见两个钢球朝他飞来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刚睡着的他们全被炸的灰头土脸 我要杀了夜翘 要不是常明宗的人跑得跟兔子一样快 老子一定要把他们吊起来独打一顿 第二天清晨 被这么的不成人样的三宗毫无状态 常明宗是狗急跳墙了 明知赢不了我们 也要来恶心我们一下吗 这时夜清寒精神为你的开口 今天先不找妖兽的原地休息 第五天再出去也不迟 昨晚被夜翔折腾得够呛 反正我们名次已经稳了 先休息休息吧 再不休息神识都要崩溃了 此时大笔观赛的观众跑步大笑 这就是游击战吗 爱了爱了 真搞不明白 这三宗的人怎么敢跟夜翘比见脸 你爹永远是你爹 你浪浪还是你浪浪 其实在爱某种意义上 夜翘目的也算达成了 用这种阴损的法子拖住了其他三宗一天时间 这一天里面他们能杀不少妖兽 现在距离秘境结束还有两天 月清宗2000 妖兽问剑宗16 成宗1300 长明宗900 碧水宗700 这种情况想反超 得看夜翘能拖住其他三宗多久 此时秘境中的夜翘也在思索 如果把这些单修的戒子袋拿回来的话 胜算肯定会大一些 要拖住三个宗门 还是让一群单修感觉难度有点太大 你们来感应一下你们单楼的位置 我们今天晚上去敌方大本营将戒子袋取回来 林选打开扇子扇了扇 偷戒子袋吗 我觉得经历夜戏后 晚上他们应该会警惕我们吧 所以今天白天我们需要先演一出戏 晚上再去偷 走二师兄陪我一起去演戏吧 其他三个师兄不适合搞偷袭 只有二师兄这个扶修剑兮兮的 最合适不过了 一住相后 现在三宗的清传都在休息 是楚行之在看守巡逻 等会应该就能看到他们 此时楚行之毫无察觉地走了过来 二师兄来了小声点 然后拿着符就抄他丢去 亨雕虫小记搞偷袭 二师兄跑啊 还想跑 两人瞬间倒闭 哎呦呦我受伤了 好霸道的剑气 怎么感觉我的剑气还没碰到那俩人呢 难道我已经厉害到能蓄空所敌的程度了 现在清传要求这么高的吗 不仅要天赋异离 还要会演戏 可能只有常明宗这么特殊 受不了了楚行之你个笨蛋啊 哎我跟你们说 我刚才遇到常明宗的 吁吁叶乔 可笑可笑 他们刚才已经被我打伤狼狈逃跑 我一见下去 叶乔和明璇全倒在地上 要不是他们跑得快 这两个人今晚就得全都出局 你确定他们受伤了 似曾相识 这操作怎么那么熟悉 很像之前在秘境里遇到的 那两个戴着口罩的图粉 那时候其中一个女的把盒子交给了我 我信了她的鬼话 以为里面是天灵地宝 结果按照她的说法破开镜之后 里面只有被啃的只剩下一小块的大 突然炸毛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格 但不能质疑我的实力 行确实是你实力很强 叶乔和明璇一个境界低 一个是扶修都属于不能打的那种 会被楚行之打伤也说得过去 这还差不多 叶乔和明璇受伤的情况下 他们今天晚上还会过来吗 应该不会了 叶乔和明璇都受伤了 剩下的丹修成不了气候 我们今天继续休息一晚上 明天再出去猎杀妖兽也来得及 这红色果子的果浆 真是妙娃装吐血一举 刚刚楚行之都傻了 还真以为自己有多牛逼呢 等他们今晚放松警惕 我们就开始行动 小师妹太变态了 竟然暗恋叶清涵 叶乔有些生气你才暗恋他们 谁让他睡觉的时候 把衣服丢旁边了呢 月黑风高杀人叶 此时素酌叶清涵 他们正在呼呼大睡 叶翘像只苍蝇般 捏手捏脚地朝他们走去 没一会的功夫 就将被抢走的戒子 带给偷了出来 明璇开心地拿起一个戒子 带颠了颠中娘 更不错分量 祖我们走吧小师妹 临走之际 叶翘又看到了叶清涵的衣服 然后面容一笑黑黑地拿了起来 这一幕给明璇看傻了 小师妹这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 过了许久后 渺渺看着二人拎着大包小包的 开心极了 是叶翘他们回来了 憋了一路的明璇 对着几个师兄弟就开始吐槽 小师妹太变态了 竟然偷叶清涵的衣服 沐仲熙听到后被震惊到了 我去叶翘你暗恋他 连这种人的衣服都要拿 你才暗恋他呢 谁让他睡觉的时候 把衣服丢旁边了呢 衣服乱丢 我肯定要顺手牵羊给拿走 说不定还能挂论坛上卖点钱 名字就叫问剑宗 首席四人衣物 对了 朋友们戒子戴到手了 你们的丹炉和灵质 应该也都还在吧 在的 就是练好的丹药都没了 应该是被他们拿去吃了 既然有灵质 那今晚你们都来一起练点催情丹吧 催情丹 那是什么 顾名思义 你们不懂吗 就是那种能让妖兽发情发狂的丹药 我们没时间了 不用点特殊手段只能垫底 好的明白了 今晚就开始行动 薛宇用催情丹引妖兽过来 我不正困住 沐仲熙在后面猎杀 喵喵补捕刀 剩下的人明早跟我去拖住三宗 只要拖到秘境结束 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 你们都有丹炉吧 明天有人靠近你们 你们就把丹炉丢出去 怎么丢 谁砸谁 丹炉之下 众生平等 你强认你强夜翘作业王 三宗的人一觉醒来 发现家被拖了 碧水宗的戒子袋全都不见了 苏卓有些不相信的走上前 哇靠真的没有了 说着他又拿起了身份牌 看了下排名 完了 长明宗和碧水宗的排名 都窜到第三和第四 夜翘到底是干了啥 一个晚上他们从哪里找到的妖兽 宋寒生思考了一会后 缓缓开口 看来他们昨晚趁我们防御松懈 将戒子带偷回去 不过夜翘的骚操作太多了 现在距离秘境结束还有一天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处情之难得的赞同宋寒生的想法 于是开口 兄弟们得出去找妖兽 稳住排名 好 就这样三宗的人开始朝着秘境深处探索 大约过了半个钟 他们停了下来 秦桓率先提出自己观点 对了夜翘很可能会在路上设下埋伏 大家小心点 千万别中了他的埋伏 话因为落一发箭矢朝他们飞了过来 有人偷袭小心 眼看就要命中人之际 箭矢被斩断 处情之有些不屑瞧不起谁 躲在树后的夜翘眼嘴而笑 对对对你厉害坏了 大好戏才刚开始呢 果然没一会的功夫 宋寒生就踩上了夜翘的炸弹 随着砰的一声爆炸响起 一行人倒地不起 幸好我怀里有金刚服 不然要被炸出去了 但情怀可就遭殃了 被炸得迷迷糊糊的 可还含着什么鬼东西 好像是夜翘的东西 这玩意儿会爆炸 而且炸开的速度很快猝不及防 我记得夜翘当初 就是用这个炸开了妖兽的肚子 文言夜清寒马上冷静分析 所有人全部分散开战 苏卓你去确定他们偷袭的位置 今天我们就解决掉他们 好 说吧他便开始聚精会神的茶找起来 找到了 原来你在这样 寺庙烟有些害怕的开口 你别过来啊 说吧便将自己的丹炉给丢了过去 丝毫没有防备的苏卓 直接被砸在了脸上 然后倒地不起 这一幕直接将宋寒生一行人看得无语 这些丹修到底跟夜翘学了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夜翘也没闲着 去把迷雾符 化落无数符传如天女散花般散开 没一会他们便被浓浓的黑烟所笼罩 这一团烟雾又是什么呀 夜翘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种东西 夜翘疯狂丢符传 四妙岩再丢炸弹 还有渺渺的小弓箭 此时敌对阵营的断横刀 看着铺天盖地的攻击 呆棱在了原地 就在马上被击中时 他不知道从哪掏出了一个金钟罩 将自己护在里面 看着秦怀双手掐腰在哪 结结结的大笑 断横刀冲他吼道 大师兄躲在我的法器里面 不要出去外面太危险 就连一旁的宋寒生都有些招架不住 纷纷往自己身上贴金刚服 倒是苦了楚行之 拿着一把剑来回的挥舞着 甚是可怜 叶翘有兵吧 怎么连石头都扔过来 可恶他这是要消耗我们的灵气和体力 就在这时叶翘高举手臂 兄弟们现在复仇的时候来了 跟我一起打他们 话落叶翘直接将一个定身符 朝着楚行之贴取 糟了 动不了怎么办了 话因为落一道剑气直冲他的脑门 哎呀我操 这下楚行之变得更可怜了 临死前他还不忘吼了句 我平均恨你们所有人 祝忧听到后身体猛然一正 等等 是谁把楚行之干出局了 似乎是我的剑气击败了楚行之 大师兄楚行之虽然蠢了点 但你不至于在大笔的时候把他给杀了吗 他最不至此啊 场面太乱 我不知道背后的是楚行之 而且他竟然也不躲 此时观众席上的楚行之彻底愤怒 是那我不想躲吗 不知道是哪个老鹰笔 丢了的定身符贴我身上了呀 观众席上不明真相吃瓜的人开始议论起来 手起刀落痛击同门 这就是你们问剑宗的传统吗 笑死了 长明宗和碧水宗现在为了能赢彻底不择手段 我还是那句话修真戒谁领风骚 当属叶桥第一 哇你们快看看排名 长明宗现在反超了 这叶桥的主意是真的多 兄弟们姐妹们继续拖 别怕身份排被捏 捏了大不了就出局 我们死了没关系 其他人还在 总有人会成为我们 冲啊 好 小师弟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话落他开始指着叶桥大骂起来 就在刚刚众人混乱之际 秦怀意识到了想要翻身指门狗 于是他准备趁着烟雾偷溜出去找妖兽 死到有不死平道 再怎么这也不能让宗门的排名掉下去 柳爵发现了秦怀后扯着嗓子大喊 想跑没门 与此同时的宋寒生也在偷偷布阵 叶桥上去就是几个炸弹 今天谁也别想走 被打断施法的宋寒生恨得咬牙切齿 叶桥你可真烦人 此时的观众席上也开始纷纷讨论起来 比面迷雾缭绕的都看不清他们怎么出手 但听声音打得好激烈啊 月清宗苏卓出局 碧水宗寺庙岩出局 成宗宗断横刀出局 长明宗叶桥出局 什么叶桥也被淘汰了 笑死意料之中 叶桥被打很正常好吧 你看看这一桩桩确的事情 哪桩冤枉叶桥 我好奇他出去不会被打的 毕竟淘汰席上除了寺庙岩是盟友以外 其他的可都是他仇人了 叶桥被传送出来时不禁感的 原来被淘汰出来是这种感觉啊 没一会他的后背 就感受到了无比刺眼的恨意 好巧啊 你们也来淘汰戏了呀 没关系 我和你们同在大家一起做淘汰戏 楚行之苏卓断横刀 听到后马上阴沉着脸 似乎想要将叶桥生吞活泼一般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所有人都被传送出来 第二场秘境结束了 看着一同走出来的几位师兄 叶桥急忙朝着他们跑去 小师妹结果出来了吗 沐仲西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宗门排名 为了一百万他们格外的伤心 出来了我们第一月青宗 第二碧水宗第三 苗苗这时也拍了拍柳爵的肩膀 刺激不失凶 我就说跟着叶桥走 我们完全可以被带肥 碧水宗还是头一次拿到第三的名字 而且全程不需要做什么 真开心啊 秦淮站在一旁很是气愤 你舔过了吧 好歹是丹修这么不要脸 气死了本来我们成风宗是第三 结果叶桥居然带着一群丹修翻盘了 这时段横刀靠近秦淮开口 大师兄问题是谁不想和第一组队呢 跟着叶桥走 喂叶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叶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可能是因为我便赢了 宋寒生连忙补刀 叶桥你卑鄙无耻下流老鹰批 我们正到弟子谁会像你一样耍手段 啊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赢了吹牛批输了讲道理 你们月青宗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叶桥边说边点头 把宋寒生气得够呛 就在这时主持人走了出来 本次比试完结束 在这三轮团队赛中 长明宗分别获得了两次第一名 和一次第二名的好成绩总积分最高 恭喜长明宗获得了团队赛低 长明宗低 长明宗最牛批 修真借水领风骚为我叶桥低 朱军安静 接下来有请长明宗的五位青传 上台谈一谈心得 在众人目光的聚集下叶桥缓缓开口 感谢师父感谢师兄 感谢敌对宗门让我成长 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 楚行之对这一套官方的发言甚是不满 切真虚伪 话音刚落又传来叶桥的声音 最后路很长别太狂 叶桥让你不彷徨 大家个人赛见了 好狂的叶桥 个人赛一定要针对他 这是所有敌对清传的想法 在感谢完天感谢完地之后 老赵头朝着叶桥走了过来 他语重心长地拍了拍叶桥的肩膀 辛苦了叶桥 没想到你竟然会练单 既然你会练单 那让薛宇带着你去挑丹炉吧 先去夜市逛逛看看有没有新意吧 今晚一切费用由秦公子买单 谢谢赵长老 我们今晚就去挑选丹炉 夜晚的俘身成热闹非凡 即使换了衣服后 还是被不少人认出 快看是长明宗清传 阿木崇熙我爱你 叶朗朗我们喜欢你十年了 明璇明璇跟我结婚吧 沐仲熙拉着叶桥撒腿就跑 妈呀怎么会这么多人 大家都太热情了 明明已经换了宗服 结果还被认出了 看来还是得再伪装一下 说吧叶桥不知道从哪岗来的死瓦 分给了四个师兄 就这么无人鬼鬼祟祟的走了出去 实不相瞒小师妹 我觉得我们像是变态出门了 这打扮看着就不像是好人 快看那边有卖单颅的 几位朋友这是要买单颅吗 需要什么样的款式 你们这里最好的是哪种 最好的莫过于这个上品单颅 我卖单颅这么多年 为此一件上品 十五万上品零食朋友觉得如何 十五万上品零食 幸好这次不是我自己的零食 要不然把自己卖了都买不起 店家话落叶桥盯着薛宇一脸求助 这个不错 小师妹就选她吧 好的 在另一边的月轻松中 宋寒生正在训斥着云雀 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 平时好端端的你说 你惹谁不行非得惹叶桥 到底是你飘了 还是那些剑修们抬不起刀了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除了问剑宗 最惹不起的就是长明宗那些剑修 原本一手好牌 现在打得稀巴烂 实在是让人烦 云雀此时善善开口 可是他们是在针对我呀 你以为你是谁 能让他们针对你 没看出来长明宗那群人 是平等针对所有宗吗 不过接下来的个人赛 看着云雀那颤颤巍巍的毛笔 宋寒生无脸 算了 你跟我回去一趟宋家 我会给你找一个适合你的功夫 在个人赛上我们月清宗 绝不能再输给他 他的画幅速度代表了他的天赋 看着云雀在画幅时 一会休息一会 亏他还是得极品灵根呢 大师兄你放心 我会尽力击败叶桥的 叶桥估计都不稀罕领你 四日中午 叶桥还在床上睡觉 就被秦范范给吵到 起来了都快中午了 怎么还在睡 好困难 再给我些时间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师傅 反正今天不用比赛 秦川范一把抓起叶桥 往外丢了出去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个人赛的事情 个人赛以积分为主 参赛的不仅有清传弟子 还有散修和五宗八大家的 其他弟子 总共分为三轮 第一轮散修的比例最高 被第一轮淘汰的弟子 都回踪面壁四国 个人赛分为四道福到 单道见到七宝 多修的清传弟子 不能同时参加 所以叶桥 你只能选择一个参加 想好参加哪个了吗 叶桥你想好 要去哪条的混了吗 我选好了准备去见到混 不错 见到前十可以去剑枯选剑 其他道的前十奖励还没放出 不过你们五个能进前十 都尽量全部进去 这次的奖励 可比下山历练有用 师傅刚刚你说 个人赛有三轮 那第一轮和第二轮 是要进多少名才能竞技 今年各道都有一万修士参赛 第一轮会筛选出前一千名竞技 第二轮则在一千人里 晋级一百个 第三轮选出前十 第一轮有一个月时间 你们要积极抽签和其他修士对战 尽快把积分刷上去 那五空名额的话没问题的吧 毕竟第一轮进前一千名就可以了 沐仲熙听到后顿时长了脑子 对啊 如果碰到实力强大 然后把他吊打 其他修士见到这么残忍的人 就会失去认输 这样就不用累死累活地刷积分了 勤犯犯有些无奈 虽然这个办法有点投机取巧 但确实可以一事 尤其是叶乔 你必须争取一个月将修为提升到金丹 否则后面的比赛会很难打 一个月到金丹期 我做不到啊师傅 一个月后 个人第二轮名单出来了 看着长明宗的剑修排名这么靠后 难道他们是卡名次晋级 不愧是长明宗 只有强者才敢这么做吧 像叶星函都不需要拔剑 碰到的人都会主动认输 不过叶乔有什么底气卡名次 不怕第二轮进不去前百倍淘汰吗 除非他能找个差不多境界的打一架 证明自己很强 不然那些榜上的剑修不会主动认输的 对了听说叶翘前几天突破金丹了 看来有好戏看了 此时的朝明宗那叶翘攀软在桌子上 救命啊天要往我啊 血雨见状缓缓开口 小师妹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他最近手气好的有些过头了 抽到的全是些八九百名的助击修士 根本没办法证明自己 难道自己真要从一千名开始打上去吗 早知道不摆了 没事的叶翘 你只要不眠不休单挑就能进第三轮了 对了小师妹 不如让大师兄来帮你抽签他手气贼城 叶翘猛然做起有道理啊 然后一脸期待的跑到周行云身边 我试试看吧 结果还真让明璇说对了 周行云随便一抽 就抽到了一百九十号还是个金丹初七 欧夜谢谢大师兄给你个爱的抱抱 我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 让所有人知道我的实力 叶翘可算抽到金丹七的对手了 现在他们两人都是金丹七 估计要打很久吧 话音刚落身边的修士就开始喊了起来 叶翘叶翘第一驾到 叶翘叶翘独领风骚 喂喂喂这还没打呢 你们口号都喊上了 万一输了怎么办 你想什么那叶翘怎么可能会输 这话说的连叶翘本人都听不下去 明选走向前安慰叶翘 小师妹快去吧 我们相信你 评论区又出新特效了 只要在评论区输入 加油2024 就会收获属于你自己的2024标志语 站在擂台上后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炼钢宗宋钢请赐教 常明宗叶翘请赐教 随着裁判的声音响起 男人手握背后的巨剑 然后一个剑步朝着叶翘刺去 好快的剑 不过跟我比差远了 这是叶翘第一次和外宗的人对战 叶翘准备先试探一下他的实力 顺便认清差距 看着叶翘圆滑的步伐 男人直接祭出大招朝着叶翘打去 有种你别跑啊叶翘 那你有种把剑丢掉赶吗 就这样他跑他追 他想飞就飞 这操作属实给观众看迷惑 叶翘躲什么呢 你傻呀 他的身法快自然要跑路 真没想到一个青船 竟然沦落到要打消耗战的地步 话音刚落叶翘停了下来 道友我也玩够了 来给我堂堂正正的决斗了 说吧叶翘拿出夺损 然后将他掰开 然后一个冲锋闪现到男人身边 只是一击就将男人打出比赛场地 这一场叶翘胜 场外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叶浪浪太帅了碾压局 不过叶翘的武器怎么回事 居然还会变形 有人欢呼有人忧 没想到散修和青船一个境界下 差距也太大了 这些青船真是很骚的 月清中的云雀也挺有想法的 他拿了把玄剑一连挑了好几个扶修 现在已经快无敌了 哎哎哎 还可以这样吗 是啊 听说他前段时间悟出了剑道 他现在是剑服双修 扶修比赛又没有明确规定不让他用剑 你要是能双修你也可以用 听到讨论叶翘遗正 看来云雀是跟原著描述的一样 去了趟宋家 得到了剑道传承了 在打完比赛刚回到宿舍 就听到一声惊呼 天哪这次轮到我倒霉了 我居然抽到了78名云雀 他用弦剑打扶修 已经到让扶修们闻风丧胆的地步 我该怎么办啊 薛宇凑了上来安慰 二师兄要不你嗑药 那也得有时间嗑药啊 这么大的差距 明轩可能刚站在台上就被打飞了 如果真打不过那就认输 毕竟被剑修打推赛不丢人 站在一旁的周行云双手抱怀 既然他能钻漏洞 那么我们也钻嘛 听到这叶翘站了出来缓缓开口 有规则表吗 整理一下我想想明天该怎么钻 薛宇无语 没想到比赛的镜头是钻漏洞 次日比赛是云雀和明轩站上了擂台 接下来比赛开始 话音刚落云雀提起剑就朝着明轩刺取 我去 这小妮子专挑同的地方刺 多大仇多大恨啊 周行云看着赛场上的二人立刻下了结论 明轩打不过云雀 场地太小和剑修打没有施展开的机会 叶翘走上前附和 我一直觉得法师不靠谱 和刺客单挑的情况下完全就是被吊打 还好自己是个剑修 这时明轩大喊四方阵 顿时将云雀给拴了起来 说罢他又丢了几张迷雾符 云雀毕竟是个扶修 他也懂阵法 破阵的速度很快 明轩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拖延 然后加快速度不攻击阵 结果过下一秒阵法就被云雀打散 没用的明轩 你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输 说罢直接一箭朝着明轩刺取 卧曹云雀是真打算杀了自己啊 既然你这么心狠就别怪我 薛宇你丹炉呢 来了来了 终于还是要用研究出来的规则漏洞 对我的丹炉下手了吗 薛宇你丹炉给我狠狠的砸 来了来了 终于还是要用研究出来的规则漏洞 对我的丹炉下手了吗 场外的观众纷纷不解 要丹炉干嘛 变单 这应该对云雀无效吧 话若薛宇的两个丹炉挡在了明轩面前 这是在搞什么 裁判快把这丹炉弄开 此时明轩躲在丹炉后对着云雀一顿嘲讽 打不到我你打不到我 裁判他们这是在作弊 常明宗的禁止帮忙作弊听到没有 哎哎哎小心我们告你诽谤了 什么叫帮忙作弊 我们只是丢个丹炉怎么了 裁判背对的说不出话 这时夜校缓缓开口 裁判我有个问题丹炉是谁的 薛宇的 那么薛宇是什么 丹修啊 丹修是不是不允许参加扶修赛 没错丹修不允许参赛 你这属于外来援助 这个丹炉没有攻击人 更没有对云雀造成任何伤害 就是裁判你这是歧视 你看看你都把我的丹炉歧视成什么样 反正不管有什么理由赶紧把丹炉收回去 好吧 看着拖了这么久 明轩应该已经不好防御阵 此时擂台上的明轩双手赢 离火震出 云雀这事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刚刚到那一出是在拖延时间 话若他就使出流水绝抵御 奈何自己学艺不禁直接被灼伤 啊好痛 不快停下来了 黑黑黑云雀这一场是我赢了 比完赛后一群观众纷纷探讨起来 你们听说了没个人赛的主办方改规则了 现在禁止任何外来物品进入扶修比赛 尤其是单独 而且扶修前时的比赛 也要求扶修们先化服 在比赛用扶修自己的服转 看来福道比赛有好戏看了 小说里对云雀双修水平没有过多的赘述 几乎都在描绘了他那让人神魂颠倒的容貌 不知道他水平怎么样了 前时的扶修要集体参赛画服 那不等于公开处情了吗 所有扶修都得连夜画服锻炼水平了吧 完了我们名家的服地多半是防御服 平时攻击服都是直接买的 那我岂不是也得练习画攻击服了 放心吧二师兄传到桥头自然指 此时月清宗内云却一行人围坐在桌边上映 为什么会突然改规则 你如果不用剑条扶修 我们也不至于晚上练习 你如果不用剑条扶修 我们也不至于晚上练习 小师妹这样做确实不太好 可是为什么突然因为我而改规则 这分明是在针对我 苏卓此时清醒片刻 他们只用了一场 而且也有针对他们改的规则 禁止了丹卢进入辅导比赛 不过这样不也挺好吗 小师妹你正好可以向大家证明你的实力 宋寒生有些无语 就云却的水平用打剑扶修还能遮掩一下 要是和其他前时的扶修比划服 他只有丢人的则 次日比赛场地内 十个人正在奋力地画着扶转 这时小师叔指着明玄缓缓开口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玄应该第二 不过其他扶修都差不多画完了 云雀还在磨蹭什么呢 别慌云雀你可以的 这次一定不会失败 说吧他便开始画了起来 终于成功了吗 哎那是天道祝福吗 难道云雀要被天道祝福了 天道祝福 不愧是天道的亲闺女 这么随便一画 居然都能得天道祝福 天道果然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这场比赛我要一鸣精人 哎哎哎不对啊 天上的异样消失了 怎么回事 这天道怕不是有毛病吧 泽泽云雀岂不是要空欢喜一场的 在夜翘的衬托下 显得云雀格外垃圾 身为清传连最基础的画幅都不会 现在的清传这么水的吗 月清宗就这水平 畏畏畏畏话不要乱说 这跟月清宗的水平有什么关系 失败很正常 谁没失败过 胜败乃兵家常事 夜翘你也失败过吧 失败过 你看这很正常不是吗 我那时候用的毛笔都是分叉的 那你一定画了很久吧 东顶不亮西边 亮宋寒生啥样我啥样 那个幸运儿该不会是你的 是我呀 当时我在画符传 没想到就得到了天道祝福 居然真的是你 嗯 那这张受到祝福的符 我到现在都没舍得用 可以给你们看看 浪浪这个符可以卖给我吗 只要你开金口 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我还没看过天道祝福过的符传涨什么呢 站在一旁的云雀心中暗暗发痕 又是夜翘又是他 又被他抢进了风头 宋寒生站在不远处缓缓开口 云雀你冷静点小心走火入魔 夜翘你怎么还在这里 轮到你前世明抽签了 赶紧走 都要差点忘了 完了我抽到了夜清涵 怎么进钱时候 第一个要对战的就是 原因气的夜清涵了 我是小师妹女人要坚强 就在这世明玄他们也赶了回来 小师妹我们回来了 你抽签结果怎么样了 他下场和夜清涵打 既然事已至此 大家还是洗洗睡吧 不是吧你们 你们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好歹我也是个天才 主要是那是夜清涵了 嗨各位亲爱的师侄们 我来靠牢你们了 都快来尝尝我的爱心鸡汤 你奖励夜翘把奖励他就够了 他的比赛比较靠前 这样那小翘翘来喝汤 难怪师兄们都往后撤 这汤真是太难喝了 问剑宗扛把子对战长明东小天才 跨境界压制希望浪浪不要输的太子 毕竟夜清涵都已经原因修为了 夜翘才刚踏入金单 看来又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战场上两人相对而战 问剑宗扛把子夜清涵请多多指教 长明东小天才夜翘请多多指教 话落夜清涵拔剑禁止刺向夜翘 没想到啊夜清涵 你可真不手下留情 上来就直逼要害 不过我不会正面跟你刚的 话落夜翘朝后退去 然后单手掐掘 困阵气 亨想打消耗战士吗 对啊 打又打不过不为所点怎么行 话音刚落幻阵又寄出 夜清涵看着夜翘变换的美人有点异乎 不过很快就又清醒过来 你以为这就能难得到我 领域展开 站在远处的目中西 看到后弱弱的开口 卧草是领域 夜清涵真牛批 哎哎哎你看小事说人不见了 他们被传送到夜清涵领域中了 这下夜翘多半是废了 在他的领域里 夜清涵可以制定各种规则限制夜翘 如他所说夜翘此时正被困在领域中动弹不得 看了看对面的夜清涵 他果断地将防护服贴在了自己身上 然后召唤出肯德基冲他大 肯德基对着我口 话音为落一股足以汉天阵地的火焰朝着夜翘喷去 呜呼总算暖和一些了 就在他大意支持夜清涵的剑气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扑夜翘顿时喷出了一大口番茄酱 然后赶紧拿出一瓶丹药汇血 夜清涵你的领域要结束了吧 现在可要到我了 你一个金丹也有领域 恭喜你答对了 前几天跟师兄们出了个任务 意外中契约了一只带领域的小鬼 他的领域很牛的 你可得小心了 我只有一个咒音 但可诈原因 认输出局办夜清涵 就在刚刚夜清涵的领域内 夜翘微微一笑双手结印 领域出 欢迎来到小七的领域 娇贵的夜公主 在这个领域内除了我之外 时间动作空间全被放慢 也就是说我夜翘很快 下一秒夜翘山陷在夜清涵身边 一棍批出 死好疼啊 既然这样那么我只能比之前更快了 小心了浪浪 就在刺中的一瞬间被夜翘躲开了 我的肚子怎么这么痛 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昨晚小师叔的那碗汤 好可恶啊 看来只能速战速决了 夜翘瞬间像是开了挂 尝尝我的无影脚 猴子偷偷 太深压底 卧槽好凶啊 夜翘怎么突然跟疯狗一样 下一秒空间炸裂领域结束 快看他们回来了 刚刚他们在领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这谁知道啊 场内的两人依旧是谁都不服输 夜清涵手指没心万见诀 夜翘掏出一大把符钻 刚好来试试我新研究的符钻 哎哎哎那是我们夜清宗的符啊 不对不对不完全是夜清宗的 还融合了常明宗 但他就不怕被常明宗的祖师也知道 梦里劈死他这个不孝子弟 嘖嘖夜翘真是离京叛道啊 不过天赋确实高一般人也做不到 夜清涵微微皱眉 夜翘我承认低估你了 但你的灵气要耗尽了吧 是啊 要能磕得全磕没了 可你打确实是困难极了 尤其是肚子疼 不过我看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既然如此我们都放大招吧 别急啊 你敲低这不是来了吗 下一秒夜翘周边灵气凝聚 双手搓了一个咒语 然后冲着夜清涵大 不才 我只有一个咒印 但可诈原因 不愧是夜浪了 一个咒印诈翻全场 修仙界第一都被夜翘炸倒在地 牛蛙牛蛙 别吹也巧了这不算赢 是属于同归于尽 对此夜翘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想现在就去厕所 肚子疼得厉害 明璇看了看一旁的小师叔有些无语 夜翘这样绝对是昨晚汤的问题 幸好昨晚没有喝小师叔的汤 真是造年 过了半个月一群散修围着排行榜看了起来 最近的比赛真是太精彩了 特别是沐仲西 一路战无不胜还打赢了秦淮 估计再长个两三年能再修真界横得走了 不亏是我看中的孩子 只是夜清涵就有点可惜了 要不是之前跟夜翘打了个平手 现在第一应该是他 你们快看福到决赛结果出来了 宋寒生第一名悬第二 云雀是倒数第一 夜翘盯着面前的排行榜有些不解 不对啊 原助理云雀应该是剑修榜第一啊 现在怎么就沦落成福修榜最后一名 难道是因为他没能挖到我的灵根 天赋受到了影响 就在这时夜翘身后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夜翘 我刚抽签抽到了你 等会我们畅快的来打一场 不不不我一会准备直接认输 毕竟都知道秦淮打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他才不想跟这种狠人交手 怎知秦淮面色严肃 语气略带不少 什么意思夜翘你瞧不起我 我现在排名已经稳在第三了 打赢秦淮也还是在第三名 打个锤子啊 这时沐仲西也赶了上来急忙摆手 冷静冷静秦淮 夜翘是瞧得起你才直接认输了呀 既然小师妹不跟秦淮打 明选此时在血雨身边嗶嗶叨叨 其他比赛的排名已经出来了 不大比的最终结果也快出了吧 走我们去站个好位置去吃瓜 此时的比赛现场主持人正在即将演讲 经历了整整四个月的比赛 综门大比即将结束 相信大家对最终的结果都有了预期 恭喜常明宗夺得大比第一名 常明宗第一 夜浪浪牛批 耶耶耶我们赢了一百瓦有卓落 秦泛泛戳了戳赵长老的肩膀 老赵头我们赢了 赢了赢了 我们是第一 修仙界的未来看这里 加下来我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扶修前时可入月清宗境地挑选服输 单修前时可以到碧水宗随意选摘灵指 气修前时则可以在城宗中挑选材料 而剑修前时 可以进入咱们问剑宗的剑窟三日 只能这期间被灵剑选中就可以带走灵剑 但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灵剑肯认可 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连助叶清涵在剑窟得到了断水剑 云雀得到了落水剑 但现在云雀参加了福道进不了剑窟 落水剑会花落谁家呢 叶俏深深沉思 他竟然也有领域 元英七有领域就被称为天才 那金丹七的他是鬼才 还是爵士天才 叶俏和叶清涵的这场对决 引来了无数人关注的目光 一个向来是青传中的翘楚 一个是刚刚斩露头角的黑马 一个修为刚突破了元英七 一个修为刚突破了金丹七 观众们虽然觉得这场是叶俏被碾压的局 可是他创造的奇迹太多了 不免对他还是抱有一丝期待 希望他再创奇迹 两个当事人在擂台上 客气地相互建立 叶清涵一直是个干净利落的武力派 寒暄过后他就抽出宝剑 不客气地直接一个大招朝叶俏批来 他知道对手是个诡计多端的人 那他就直接用实力告诉对方 在真正的力量面前 其他的一切都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叶俏可是属泥丘的 整个人滑不溜秋地到处窜 见人家来势汹汹的样子 他又不傻 才不会正面和人家去钢 他可是三修啊 他可是会不振的 他一边躲避对方的攻击 一边给对方不振 叶清涵找叶俏的位置倒是轻松 但刚找到位置 一不留神下一秒就会陷入困阵 这使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这样来来回回反复 消耗了他不少的灵气 见他猜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叶俏倒也不惊慌 他直接一个换阵扔给对方 这招他可是跟着小师叔学的 当年小师叔训练他的时候 就是这么损的 破阵对扶修来讲 只需要浪费点时间就好了 但对剑修这种武力派选手 就极其考验智商了 恰好叶清涵就是 懒得动脑子的一类 看着眼前乱七八糟的扶阵 他猝了猝眉 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就选择了一件破阵 这么做对他而言 消耗其实也很大的 极其浪费灵气 观众感叹叶俏就是牛啊 骚操作不断了 叶清涵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见叶俏游刃有余地 和自己对战着 他决定使用自己的底牌 直到他修为提升到 原因七后 他才悟出的领域空间 当他的领域展开时 叶俏突然觉得人骤然一清 眼前发生变化 周围环境全部禁数被封闭 而对于观战的人而言 就只看到两人凭空消失了 董行的谢初雪 告诉一旁的沐仲西 那是领域 叶清涵悟性真的很高 才原因七领域救出来 每个人的领域都不同 叶清涵的领域以冰封为主 看来小翘这次悬浪 进入了人家的领域里 人家就是领域中的王 可以制定各种规则限制小翘的 在叶清涵的领域中 叶翘觉得刺骨的冷 他整个人被定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他剑状立马先给自己贴了一张防御符 然后召唤出肯德基 让他对着自己喷 紧接着就见烈火燎原在领域当中窜开 被肯德基考过后 他终于觉得身上暖和了些 至少整个人可以动 他如今的神势很是强大 感应叶清涵的位置倒是固难 难得是躲开对方的剑 他清晰地看到了 对方朝他袭来的那一剑 可是他的修为太低了 完全躲不过去 只能硬生生地受了那剑 憋屈啊 实在是太憋屈了 剑气击中他腹部 他瞬间感觉到了尖锐的疼痛 下一秒疼到了麻木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 他没去擦嘴角边的血迹 直接先往嘴里灌丹药 等疼痛稍微缓解了下 他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墙一样 精神奕奕地看向叶清涵问 领域时间要到了吧 你的绝招结束了吧 那就轮到他了 随后就见漆黑色领域 在叶清涵脚底下蔓延 像是有无数只手伸出针线孔后 将人往地下拖拽 他心猛地一跳 不敢置信地问他竟然也有领域 叶翘也不卖关子 恭喜他答对了 他现在觉得自己运气真不错 前几天和师兄们做任务 意外契约了一只带领域的小鬼 现在刚好可以用来对付叶清涵 他竟用了可诈原音的咒印 只因在他的领域里 用他最新研制出的俘虏都干不掉对方 观众都懵了 叶清涵有领域他们还能接受 毕竟人家一向优秀修为还到了原音期 叶翘只是个金丹啊 他凭啥也有领域 真的是不让人活了呀 人比人气死人了 正被人羡慕极度恨的某人 在他的领域中对叶清涵道 欢迎来到他的领域 在他的领域中 所有的动作都会被放满 也就是说 相对而言他变得更快 话音刚落 他就带上夺笋朝叶清涵飞快的靠近 他直接把夺笋当棍石 直接重重地朝对方面门打去 叶清涵意识到在这个领域中 他虽然实力不变 但行动上却受到了极其大的限制 他不得不用手臂应接了一棍 绝大数的剑修本就是好战分子 叶清涵更是其中翘楚 更何况他又被打了一棍 手臂上的疼痛更刺激得他战意盎然 他没有废话 直接提着剑用更快的速度刺向叶翘 没想到竟被对方轻松地避开了 叶翘这边一口气还没松下来 突然感到腹部一阵脚痛 他脸色发白 暗想糟了 肚子好痛啊 他忍不住忧愿地看向泄出血的位置 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小师叔 昨天那碗爱心鸡汤 肚子疼得愈发剧烈 他知道这比赛只能速战速决了 这一刻他彻底发狠了 没有趁机躲闪 而是踩在叶清涵的剑肩上 用力朝他胸口猛的一踢 嘴里还说着尝尝他的无影脚 要不是叶清涵战斗意识强烈 躲逼得及时 看看地面上裂开的缝隙 叶清涵不禁害怕起来 如果他没躲开 这一脚下去不死也残 好凶残 叶翘怎么突然跟疯狗一样了 他也不想这样 可是肚子太疼了 他咬着牙把能用的招式全部用了出来 他现在只想快点结束比赛 领域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观众们再次看到他们时 都好奇他们刚刚在领域里发生了什么 随着叶翘的领域散去 叶清涵发现身上的肢固消失了 行动也不再被限制 他终于恢复自如了 紧接着他就使用了万剑绝 然后就剑无数的剑朝叶翘袭去 在同一时间 叶翘手上拿出一大把符露 他把手中的符露朝叶清涵的方向砸去 符露形成一道防线 和剑碰撞间相互抵消 有人一脸震惊的大喊 叶翘用的是他们叶清宗的符露 一旁董行的人文言立马纠正的 不对 他那个符露不完全是叶清宗的 还柔和了长明宗的 谢初雪笑着表示 这个小失职真的是离经叛道了 但天赋确实是高 就是不知道祖师爷 会不会在梦中劈死这个不孝子弟 不过 自己就喜欢他这种的 叶清涵没想到他这么难缠 不得不承认低估他 但他的灵气快耗尽了 叶翘露出某灿烂的笑容 坦然地承认这个事实 他也没办法呀 能磕得要全磕没了 和叶清涵打确实是困难极了 尤其是现在他肚子还疼 叶清涵已经是胜券在握 他冷淡提醒 还有什么本事 可以都用出来了 这是他给予对方最后的尊重 却见叶翘打出来的金色咒印道 别急 你爹这不是来了吗 金色咒印在他手里翻转 猛地放大 在掺金色咒印放大的一瞬间 叶清涵同人剧烈猛缩 他竟感受到了威胁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就见叶翘急步地后撤 然后就听他嘴里说道 不财 修榜第一的 金色没换上他的灵根 就沦落成扶修榜倒数第一了 巨大的爆炸声后 整个比赛场再次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偌大的比赛台成功地被移为平地 尘土到处飞扬 直到尘土散去 当观众们看到了狼狈地躺在地上 无断咳嗽的叶清涵 捂着肚子勉强站起身的叶翘 大伙瞬间不淡定了 他们再次见证了奇迹的诞生 虽然叶翘这局比赛没有赢 但金丹能和原因站成平手 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观众们见他捂着肚子 就要匆匆忙忙地离场 八卦的人见状就好奇地大声问他 对这结果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时的叶翘真的快憋不住了 他不耐烦地回答那人 他要去厕所 现在谁再敢阻碍他去厕所 那就是他的生死大敌 他绝不轻饶了对方 明璇见小师妹那个样子 他瞬间就猜到了原委 一定都是身边这个不靠谱的小师叔惹的祸 绝对是昨晚那趟的问题 万幸自己没有喝 躲过了一截 经过半个月的比赛 人们看着榜上的排名 都觉得这届大笔真的是很精彩 长明宗的穆仲熙这一路战无不胜 刚打赢了秦淮 现在已经是剑修榜的第一了 叶青涵因为之前和叶翘那场比赛是平局 现在积分排名位列第二 福道决赛的结果也出来了 第一名无庸置疑是宋寒生 明璇位居第二名 叶翘看着福道排名榜上 最后一名写着云雀两字 他沉默了 他记得在原著中 云雀应该是剑修榜第一的 现在怎么就沦落成福修榜倒数第一名了 难道是因为他没能得到自己的灵根 天赋受到了影响 他想得太过入神了 就没发现有人在靠近 直到秦淮来到他身后道 自己刚抽签抽到了他 等会他们两人就可以打一场 他文言便立马表示他准备直接认输 开什么玩笑 他才不想和秦淮这样的狠人交手 打人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 何必呢 秦淮听他这么说顿时就不爽了 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他肯定是瞧不起自己 他是瞧得起你才直接认输的 叶笑心想既然不管怎么 自己的排名都稳在第三了 那还打啥打 吃饱了撑着没事蛋了 明璇和血雨此刻都很开心 因为今天就要公布大笔的最终结果 大赛主持人情绪饱满到 经历了整整四个月的比赛 综门大笔即将结束 相信大家对最终的结果 也都有了预判 个人赛积分排名 加上团队赛积分 此次大笔的第一名就是长明宗 让我们一起来恭喜长明宗 夺得大笔的第一名 观众们瞬间激动了 纷纷欢呼出声 长明宗第一 夜浪了 太秀了 我爱你 明璇恭喜你 长明宗的长老们也都喜极而弃 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一回了 他们赢了 他们是第一名了 这些年他们实在是太憋屈了 大赛主持人继续宣布道 扶修前时可入月清宗境地挑选服输 单修前时可以去碧水宗随意选摘灵职 细修前时则可以在成风宗挑选炼器材料 而剑修的前十名 可以进入问剑宗的剑窟三日 只要在这期间被剑窟中的灵剑选中 就可以带走灵剑 但如果没有被灵剑认主 那就不能怪问剑宗吝啬 夜翘想起在原著中 男主叶清涵在剑窟中得到了断水剑 女主云雀得到了落水剑 但现在云雀参加了福道 进不了剑窟 那这次落水剑会花落谁家呢 他竟只要一个老婆 那么的专一 只因面对灵剑们不矜持的倒追 他果断地跑路拒绝 见到比赛结束后 前世明的奖励是 得到一次进入问剑宗剑窟的机会 至于能得到什么 全凭个人机缘 夜翘给大师兄和四师兄一人一张聚灵符 因为他听说剑窟里灵气充裕 他们三人本来就是去打酱油的 大师兄有断尘剑 四师兄有朝夕剑 他也有脱损了 虽然他的剑现在看上去像棍子 但本质上也是剑 本质有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的信条 他们师兄妹三人抱着参观掌剑使的心态 顺便抓紧时间多吸收点灵气 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了剑窟 问剑宗的掌门看着这代剑道的天之骄子 一个个排队进入了剑窟 带到十人都进入道里面 问剑宗沉寂百年的剑窟正式开启 他忍不住喃喃低语道 断水剑 金红剑 寒霜剑 不知道这些赫赫有名的灵剑会选谁为剑主呢 剑窟再次开启 所有的灵剑都在等待有缘人 他们感应到了这次来的人中 竟然有两个天生剑 还有一个天灵根 他们都太激动了 这次来了三个核心意的 叶翘觉得那些剑有点不对劲 怎么都是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 没有半点身为灵剑的高傲和自觉 和他想象中需要剑修们 费尽千方万苦的寻找一点也不一样 目中西一副很懂的样子向小师妹解释 这些灵剑就像是多年守寡的寡妇 看到一群鲜活的男人 激动也很正常的 理解一下吗 楚行之转回头问大师兄 前面有两条岔路 他们要走哪边 然后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方向 等大师兄做最后的决定 叶青涵觉得去右边可以 就点头同意了 叶翘本也不想和他们同路 于是师兄妹三人就选择了去左边 他记得原著当中写道 叶青涵的断水剑就在右边 而左边也有不少的好剑 只能说每条路所遇到的剑都各有不同 三人越往里面走 剑窟里面的灵剑等级变越高 有些甚至生了灵质 在感应到木虫稀有本命剑后 他们剑身都颤了颤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天生剑 竟然英年早婚 这些灵剑在剑窟中 有些甚至等待了上千年 早就有些鸡不择屎了 更何况进来的一个是天生剑 就算人已经有了本命剑 他们也要认对方为主 还有一个居然是万年难得一剑的天灵根 这次来的竟然全都是天才 这么好的机会 灵剑们怎么愿意放弃 然后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灵剑们一点也不矜持 开始了他们的倒追之路 师兄妹两人都惊呆了 看着剑窟里弥漫着无数的剑影 朝着两人的方向追来 两人拔腿就跑 沐仲熙一边跑一边大喊道 他已经有本命剑了 他只要朝夕见这一个老婆 别再追他了 叶翘大声质问灵剑们 他可什么都不是 追他做什么呀 见灵剑们还是狂追着他们不放 叶翘提议他们两人还是分开跑吧 然后他就让一旁的大师兄 护好四师兄 他有法子甩开这些剑 他准备转移火力 开玩笑论对剑的诱惑力 谁能比得过叶清涵呢 人家天赋其高 且又没有本命剑 沐仲熙见小师妹说完这句话 就朝着问剑踪走的那条路跑去 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猛然发现灵剑们也分为两波 一波去追小师妹 一波还在追着他 他实在是太难了 天赋高也成了原罪了吗 谁来救救他呀 余光瞥见气定神闲站在一旁的大师兄 他便喊道快来救命啊大师兄 他一边飞快地跑着 一边将小师妹给的聚灵服 贴到朝夕剑上 因为忙着逃跑 他也没留意到腰间的灵气 像是漩涡一样源源不断地挥入箭中 等他注意到不对劲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少年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 竟然还不穿鞋子 光着双脚 慕仲熙差点没杀住脚 便不客气地问对方 靠 你谁啊 长得竟然这么帅 不可饶恕啊 周行云好心地给四师弟解惑 那是他的老婆 朝夕剑吸收了大量的灵气化形了 看来小师妹的这个俘虏 效果很不错嘛 慕仲熙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伙 不会吧 这伙是他的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朝夕剑的这个剑灵 怎么说呢 性格和慕仲熙如出一辙的欢托 甚至还有点重二病 正东张希望寻找叶翘 慕仲熙一言难尽地看着这个剑灵 听到对方竟称呼叶翘为师妹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宣示主权告诉剑灵 叶翘可是他的师妹 虽然朝夕剑的剑主是慕仲熙 但剑灵却更喜欢叶翘一点 当初他就尤为喜欢被叶翘摸 现在拖他的俘虏化形 他就更喜欢叶翘了 慕仲熙看着眼前的剑灵 内心是崩溃的 他理解每个剑灵的性格都不同 但为何他的这个是戏精啊 周行云也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看来以后他将永无宁日了 老婆一个不嫌多 五个不嫌少 说好的唯一呢 他竟是渣女啊 周行云和慕仲熙师兄弟两人 都被朝夕剑剑灵吵的一个头两个大 他们决定去找小师妹会合 被师兄们惦念的叶翘 此时正带领着飞剑大军朝叶青涵跑去 当他终于看到叶青涵的身影时 那叫一个激动啊 热情的和对方打着招呼 不知道的人见状定会以为两人关系好 不得了 叶青涵看到他那过分灿烂的笑容直觉不妙 还没等拒绝的话说出口 就发现腰上已经被他用捆腰绳拴住 就知道遇见他总没好事 还没来得及说他两句 就听到他小嘴巴巴的 开始抱怨起问剑宗兰 怪他们把零剑看得太紧了 但凡早一点让他们出来 也不至于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叶青涵见了一眼后面 即将要追上他们的零剑大军 见他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满嘴跑火车 让他闭嘴后 就带上他往剑窟内部跑去 两人奋力地跑了半个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剑窟内部 叶青涵取出一颗叶明珠来照明 他知道叶翘已经有本命剑 两人就不会是竞争对手了 他也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警惕对方了 叶翘听他语气笃定地说 外面的剑不会追进来的 而这里面的剑级别比较高 都是有骨气的 不会追着人跑的 就指着身后的剑不解问 那他是怎么回事 他可是从外面一路跟到了这里的 他是一把彻彻底底的灵剑 剑气逼人 像是纤细的折柳 灵动多变 他的话音刚落 那把剑就直接飞到了他的手上 他看着手中的那把飞剑欠一刀 真的不好意思 他已经有本命剑了 心想夺损长得虽然不咋地 但总为是他的大宝贝 他可不能剑一丝千了 谁知手中的飞剑这时竟然开口了 让叶翘选他 跟他契约 把黑不溜秋的夺损丢掉 他叫飞仙 是灵剑之手 比那黑棍子厉害多了 叶翘剑那飞仙剑竟然会说话 就眼冒金光地看着手中的灵剑 他的心静可耻的心动 虽说再次契约其他灵剑 有点对不起哆嗦 但这不是人家主动送上门来了吗 叶青涵剑他那样子 还是好心地提醒他考虑清楚 飞仙剑是一把很极端的剑 以前有人靠着他成为了剑到第一 但这把剑很奇怪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很不稳定 叶翘文言诚恳地对叶青涵道了一声谢 欲强则强 不错 还是一把挺叛逆的剑 怎么越发喜欢他了呢 估计这和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性子有关吧 这种问题不亚于有了大宝以后 又来了个二宝 他需要先和大宝商量一下生二胎的问题 他就开门剑山道 夺损永远是他的大宝贝 但他现在还想契约个二宝 可以吗 他的行为看似很民主 看似很尊重他的大宝贝 但他有考虑过他的大宝根本就不会说话 听到天灵根竟然同意契约飞仙剑 寒霜 惊鸿和略影三把最顶端的灵剑立马不淡定 开玩笑在灵剑界也是有鄙视链的 剑属于最刺一列的飞仙剑都被选中 他们顾不得矜持与骄傲了 纷纷表示也要跟着天灵根 叶翘剑他们都围绕着自己 发现太受欢迎也很令人烦恼啊 真是甜蜜的负担啊 叶青涵想看看他怎么办 这么多灵剑同时则主 选择谁都够头疼的 哪成想他竟然说 既然都这么喜欢他 那就都过来吧 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当然是选择都要 谁知下一秒 夺损突然冲了出来 拍飞了他手中的飞仙剑 大声吼道滚开 在夜窍的震惊中 夺损剑林飘渺的身影逐渐凝视在半空 他的夺损竟然就这么化形了 剑林在黑色雾气当中化形 眼睛缓缓睁开 看模样竟然是个少年 大概是刚苏醒 剑林的身影还很飘渺 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吹散看 剑林看到这么多剑过来 抢自己的剑主不屑道 一群连自己模样都无法维持的废物 竟也妄想和他来抢着 说话间口吻傲慢 嘲讽效果一瞬间拉满 然后他就来到夜窍面前 绅士地自我介绍 他叫不剑军 以后请多多指教 夜窍惊叹他的变脸速度 暴躁到游里只需一秒 赶来找夜窍的朝夕剑林 见到那么多的剑 激动坏了 连声感叹好多剑 沐仲西抬头愣愣 望着半空中的剑林 被这一幕惊呆了 他记得剑林 都是跟着主人的性别画形的呀 怎么小师妹的剑林 是个男的呀 朝夕朝不剑军靠近 热情的像是舔狗一样 赞美的话不要钱的说着 你真好看啊 美丽的剑林 你就是翘翘的剑林吗 果然美丽的人 剑林都是如此的漂亮 不剑军的高冷维持不下去 这谁啊 这么的呱躁 但这话说的还挺能入耳的 他睁开了眼 瞥了对方一下 然后道 是一样的剑人哦 叶翘靠近四师兄道 你这剑林 也太不正经了吧 他年纪轻轻喜当妈 竟还告诉大宝 他即将会多几个弟弟妹妹 不剑军见叶翘的目光 一直黏在那四把废物身上 他不再理会一旁锅躁的朝夕 直接来到剑主身旁 用委屈忧怨的语气问 真的要收下他们吗 叶翘文言反思了一下 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过了 伤害了不剑军幼小的心灵 但转念一想魅力太大 也不是他的错 小心翼翼的试探地告诉不剑军 他即将会多几个弟弟妹妹 不剑军立马细经上身 眼泪是说掉就掉 哀怨十足地反问 既然都已经有他了 为何还要有其他的剑 难道是他不够好吗 还记得当初的约定吗 那可不是这样的呀 听他一通抱怨下来 叶翘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挺渣的 他把不剑军搂入怀中 摸了摸他的头安抚道 好了 别气了 就收这四把剑 保证就这四把 他觉得夺损这次气得不轻 看来他要好好哄哄 哎 没想到年少有为的他 竟有了喜当妈的错觉 不剑军没想到 这次的剑主这么好拿捏 他正暗自开心地 在叶翘怀中满足地蹭蹭 他猛地睁开双眼 不懈地撇了飞仙 寒霜金红和略影一下 对他们无声地 说了废物两个字 飞仙见他那个样子 整个剑都要气爆了 但他劝自己一定要冷静 一切等他话行了再说 今日这是他记下了 待他有能力那一天 定要让该死的 不见军跪地求饶 叶翘觉得已经和夺损沟通好 就拿出储物带把飞仙 寒霜 惊鸿和略影四把零剑 一起装了进去 当一行人准备离开时 心情愉悦的叶翘无意间看到 在一旁喃喃低语的祝优 看来水灵根还是更合适 修丹道或者浮道这些柔和的道 叶翘见状不由好奇地问他 还没找到契约的剑吗 他是不是水系灵根呢 祝优自爱自怜道 事实证明剑道并不适合他 灵剑们对他都绕道而行 但却直接对他的师兄们青睐有加 真可谓是汗得汗死 落得落死 连半点证明的机会都不给他 叶翘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 记起来他也是水灵根 那不适合云雀一个样吗 既然落水剑当初会选云雀 祝优也是极品水灵根 说不定这次就选祝优了 就算落水剑不肯选 自己这边剑多势众 有的是法子让他妥协 有了主意的叶翘 就起了逗弄祝优的心思 告诉他如果愿意尊称自己一句第一的话 就带他去契约一把合十他的剑 谁知祝优毫不犹豫遇到 尊贵的第一 请带他去拿剑吧 祝优说得毫无心理负担 他觉得虽然个人赛第一不是叶翘 但修真界都已经默认其为大比第一了 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叶翘就等着他拒绝了 有些意外他竟然真的称呼自己第一了 叶翘也不是墨迹的人 掀起他的手就带他去找落水剑 未必利诱 时间飞逝 三天转眼就过去了 十人依次从剑窟中出来了 问剑宗宗主剑叶青寒和楚行之 分别契约了断水剑和寸雪剑 夸了他们一生干得好 这倒和他原本猜测的八九不离十 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落水剑 竟然和祝优契约了 要知道落水性格可是很高傲的呀 真没想到 他还没来得及感叹出声 就惊恐地发现叶翘手中抱着四把零剑 他觉得一定是他老眼昏花了看错 怎么可能是那四把零剑 他闭了闭眼再定睛一看 竟然真的是飞仙 寒霜 惊鸿和掠影 他看着四把零剑痛心疾首道 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他见现在这么多宝贝 都要跟着长明宗的夜窍 他宁愿舍下脸皮 被其他宗嘲笑一番 也要强行要回来几把零剑 突然传来了楚行之 咋咋呼呼的声音 落水和断水不是情侣剑吗 大师兄小妹你们怎么想的呀 好端端一对情侣剑 被他们问剑宗的师兄妹给拿了 搞毛线了 祝幽不知道这事 他摸了摸落水道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本来是没剑选他的 他是跟着夜窍 才蹭到了这把落水剑的 问剑宗宗主闻言就纠结了 夜窍帮的 人家都帮他们宗的清传拿了剑了 还能怎么办 再去问人家要回剑 那他们问剑宗 不就等同于恩将仇报了吗 长明宗的宗主秦范范 看到跟在目仲熙和夜窍身后的两个剑里 他指了指招熙和不见君 眼睛都笑眯成了一条缝 这次宗门大笔 他们宗真的是出尽了风头啊 他摸了摸胡子笑着道 不错不错 既然大笔已经结束了 你们都回去收拾收拾吧 明天启程回长明宗 薛宇和明璇都拿到奖励了 已经在休息了 夜窍他们一行人 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宗门 宗主秦范范这次很是大方 给了他们五人一个假期 除了穆仲熙和夜窍留在了宗里 其他三个则是回了各自的家族 谁知明璇和薛宇只在家里待了两天 便火速回踪了 原来自打他们回家后 家族里的老头就像吃了兴奋祭式的 天天督促他们努力上井 希望他们日后好回来回报家族的培养 他们觉得再在家里待下去 他们会被逼疯的 想他们好歹也是少年英才 还有大把的好日子等着他们 可不能被老头们祸祸 明璇向小师妹倒着苦水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这次他从月清宗带回来不少的服输 虽然他不喜欢月清宗 但他们的服输确实多 甚至还有几本是孤本 他决定把新得到的服输 分享给小师妹 说不定两人还能研究出什么新的服录 想想就期待 摆烂两天的夜窍眼睛一亮 发现自家二师兄的这提议也不错 这两天他除了吃就是睡 偶尔动动脑子画画符 再去集市里售卖也不错 毕竟钱越多越好 他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 翻着二师兄带回来的服输 和师兄们倒 在问剑宗那里 他隐隐感应到了魔器 他问师兄们是否还记得 之前碰到的那个魔族长老 对方至今还下落不明 还有那个和云雀暧昧的魔族 在魔族的地位也不低 可惜当初没抓到他 他总感觉那个魔族 肯定是另有图谋的 剑小师妹眉头紧锁 明玄提议大家出去逛逛嘛 反正他们现在都有钱了 有钱了就该去购物消费 一花钱夜窍才发现 钱还是不够用 伏笔和符纸的钱他可以省了 但肯德基还有五把剑 都需要他赚钱养活 修真界的物价又高得离谱 他的零食还没五热乎就这么美啊 他们刚回宗门就得知宗主召唤 秦范范见他们来了也不磨叽 神色凝重地开口道 收拾一下八大家那边出事 而且牵扯进去的清传很多 你们大师兄周行云 问剑宗的叶清涵 还有叶清宗的宋寒生 现在都被留了下来 一听被留下的清传们 都是出生于八大家的 叶翘抬眼看向师父问 这是和魔族有关 秦范范点了点头 要不然也不会扣留下这么多的清传 一行人在前往八大家的路上 秦范范范陆续续失踪 巧的是那段时间 刚好是个宗清传们回家的日子 虽然明玄和血于回宗的早躲过了一劫 但他们的嫌疑也还没洗干净 八大家的高层们怀疑清传中混进来了叛徒 秦范范此行就是去谈判的 不管魔不魔族 先把他家大弟子捞出来再说 他们来得较晚一些 月清宗宗主见他们来了 目光放到叶翘三人身上问他们 听宋寒生说 你们四个一起撞破过云雀和魔族思通 虽说思通这个词用得不那么准确 但叶翘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顺道给了宋寒生一个赞赏的眼神 知道他嘴 没想到用词都这么心了 明玄立马接话道 在他和魔族思通时 我们恰好看到 就代表正义打断了他俩 照此推测魔族应该是他带进来的 那凭什么要关我师兄 目仲西看向云雀给力的补刀 他和魔族的牵扯 还要我们说的更详细点吗 叶翘想到在原书中 云雀从小就是个万人迷 什么魔族 妖族之类的都被他迷住 但这对正道们而言 不亚于是叛变 云恒不想自己的宗门有污点 他表示叶翘这几人都和云雀有过节 他们的话不可信 叶翘可不惯着他 立马出声反驳 那宋寒生总不能和他也有过节了吧 云恒文言瞬间坐不住了 宋寒生可是他们月经宗的首席弟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宋寒生承认与否 惨的都是他们月经宗 怎么看都是死局啊 云恒还在纠结时 就听宋寒生道 他确实也看到 他们四个当时都在场 但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拿出来 可能需要大家去调查 他也愿意配合大家的调查 宋寒生觉得他都快被云雀烦透了 一而再再而三 已经不是三了 四五六都有了 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次不把云雀从月经宗清传的队伍踢出 他就不信送 月经寒能成为问剑宗的首席大弟子 说明他的智商肯定是在线的 他虽然想不明白 云雀为何会和魔族四通 但这并不妨碍他表明 愿意被关押配合调查的立场 月经宗宗主云恒 见他们一个两个都说着愿意配合调查 就知道云雀这次的下场不会好 他叹了一口气 深知这个小徒弟他是保不下来 对这个小徒弟他也算是彻底失望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蠢事了 上次念在对方年幼 且说是年幼吧 也已经十七岁了 这次竟敢与魔族勾结在一起了 看来这种孽徒还是早点逐出师门的好 省得到时候拖累师门 他目光复杂地看向夜窍 悔不当初啊 他竟为了眼前云雀这个不省心的玩意 失去了一个绝世天才徒弟 现在修真界不知有多少人在暗自笑话他 周行云也不傻 在师弟师妹们关心的目光下 终于开了尊口 表示他也愿意配合调查 问剑宗宗主见他们三人 都愿意配合调查 他对此很是满意道 希望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没做出过任何对不起宗门的事情 当云雀听到问剑宗宗主说 尽敢放魔族尽大笔 不管是谁已经查实 废除修为 赶出宗门这话后 他的脸刷得一下白了 自己辛辛苦苦才到金丹七 怎么可以被废掉修为 他这明显心虚的反应 怎么可能瞒过在场众人的眼睛 一看便知道他心里有鬼 问剑宗宗主见状 目光如刀透着几分冷力的扫向云恒 他一直觉得云雀浑身上下透着不怪 但也没想到过对方尽敢带魔族尽大笔 当云雀听到自己要被关入水牢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尖叫着逃离这 自家宗门的首席大弟子 叶青涵被牵连进这室里 本就让问剑宗宗主心情很糟糕 剑罪魁祸首还敢逃 他直接一道威压狠狠对齐压了下去 让气动弹不得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冷眼看着云雀淡淡开口道 青丸和寻宝兽也得要留下来 叶翘从没接触过这玩意 好奇地问小师叔 还能解除契约的吗 不是说强行解除会反噬的吗 谢叔雪唇角微翘 热心长地表示 他没办法无伤害地解除契约 但可以强行地帮人解除契约 云雀下意识寻求师父云恒的帮助 没想到向来纵容他的师父 这次却垂着眼 选择了装死 他眼里的光渐渐熄灭 嘴里不住地低语道 不 不可以 那是他的灵兽 他说着说着已经泪流满面了 脸色苍白像是破碎的花瓣 眼尾泛红哭得很好看 可惜现场没人会去欣赏 谢叔雪下手果断 嫌他声音刺耳 还先给他贴了张静言符 强行撕开灵兽与主人之间的契约 像是活生生抽骨之痛 云雀最后痛晕了过去 周家主率先开口道 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 那他就先把叶清涵 周行云和宋清涵 三个带走关押了 明轩文言第一个不服道 其他两人他没什么意见 但凭什么要关押他家大师兄了 这么屌 谁给他们扒大家的勇气啊 苏卓也紧接着开口道 他也有意见 凭啥关押他家大师兄了 祝优也连忙表示自己的观点 拜托 他们三人那可都是三个宗的首席啊 为什么还要去杀人 楚行之赞同小师妹的观点 也揭话道 没错 他们不可能杀人的 一个不屑杀人 一个懒得杀人 还有若基一个杀不了人 周家主没理睬这些小辈的话 继续声音冷漠道 周家嫡系死了一个 现场只有周行云在场 这是一定要调查清楚 给周家嫡系一个交代 周行云作为一个血脉不纯的旁戏 他原本看都不会多看对方一眼 可就是这个他看不上的人 却夺走了他儿子下一任家主的位置 刑犯犯见周家主态度强硬 眉头都快打成死结了 他知道周家主的险恶用心 不就是想让行云当不成周家少主吗 这样对方的儿子就能借机上位了 叶翘一开始还没弄明白 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正疑惑着这周家主怎么脑袋抽了 竟针对自家人呢 后来经过二师兄和三师兄的一番解释 他立马明白了周老头的险恶用心 他可不管对方是什么周家主 还是什么八大家的 反正欺负他的大师兄就是不行 他直接不客气地出声打断周家主的话道 这种低级的栽赃谁不会啊 如果有人偷了周家主的内裤放在现场 那是不是说罪人就是周家主 周家主是真没想到啊 在这么严肃的场合里 叶翘竟敢说出如此欠扁和恶劣的话 他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自打他坐上家主之位后 从未被人这么下面子 但一想到叶翘那三修的天赋 他又不得不按耐住心中喷勃的怒 脸色难看的没再说话 问见宗宗主见这场面闹得有些尴尬 便出面打圆场道 最后他们三人还是被关押了起来 常明宗的人脸色都很难看 其他两个倒还好 毕竟还有家族护着 周行云那个破世家 不趁机搞点事情就不错了 叶翘努力地去想 在原著中大师兄的结局是什么来着 他好不容易才想起来 大师兄最终是入魔了 好像还是自意的 他从不会自命不凡地认为 他能改变什么 但让他什么都不做 干看着自家的大师兄一步步走向肖王 他也做不到那么的绝情和狠心 当他正在脑中思索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拯救自家大师兄时 就听到师父秦范范宣布了一件事 让他们一起去人间历练 他们现在都是金丹七修士了 各自都有自己的道路 是时候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了 人间的魔族也不少 每年都有修士下山绸缪 秦范范一想到了 之前那些折在魔族手上的青传们 忍不住再三叮嘱他们 万事一定要以小心为上 见小徒弟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 他特意对其提醒道 说的就是你叶翘 这次去人间老实点 听到了没有 叶翘不情不愿地呕了一声 表示他尽量吧 前提是没有人来招惹他 等到了小徒弟的保证 秦范范这才稍稍放心了一下 将去人间的通行令给了他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沐仲熙见状都愣住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没弄明白啊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好的要求大师兄出来的吗 现在是要放弃大师兄了吗 血雨无奈地看着他叹了口气 这智商实在是让人着急啊 不得不明白地告诉他 师父刚刚给了小师妹五个通行令 那就代表是让他们五个一起去人间了 沐仲熙立马反驳道 可是现在大师兄还被关着呢 师父光给五个通行令有什么用啊 一身反骨的叶翘 此时觉得八大家的人就是没事找事 他决定先去救出大师兄 然后五人一起去人间历练 谁管他们洪水滔天的 他猛地一拍桌子 然后对着其他三位有些黏黏的师兄们大声宣布 他决定好了 他们四人一起去劫狱 把大师兄救出来 凌玄三人面面相去 感叹还是他们家小师妹牛啊 都敢想在八大家的眼皮子底下去劫狱了 不过他们转念一醒 这是说不定能成 毕竟他们家小师妹本就是个神人 他干成的原不被人看好的事 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叶翘没去关注三位师兄的神情 自顾自地继续道 到时候他们已救出大师兄为首要目的 另外两个人看情况再说 能救的话顺便一起救了 叶翘觉得劫狱这种事 一个人做那是胆大妄为 但一群人做那就只能是孩子们的调皮了 毕竟法不择重嘛 沐仲熙听了小师妹的这番话 整个人的眼睛都亮了 真不愧是他家小师妹 脑子就是好使 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好的主意呢 明轩文言顿时也兴奋了起来 他蹭得来到叶翘身旁道 不愧是你啊小师妹 好主意就是多 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什么时候去救大师兄了 血雨顿时无言了 他想正常人只会想办法把人捞出来 谁会去劫狱啊 但看着面前三人的样子 他肯定是劝不了他们的 那他还是索性加入他们的 血雨最后还是不死心的 试着提醒了三人一下 劫狱这事肯定是违反规矩 到时候回来估计又要关禁定 明轩最讨厌规矩这两个字 听到就嫌烦 没人知道人人艳羡的八大家族 对他而言是拼命想要逃脱的求论 夜翘见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提议 他就在一张纸上 大致地将月清宗布局图勾勒了出来 他决定先去夜探月清宗禁地 想办法拿到明月姐 明轩不解地问自家小师妹 怎么会有月清宗布局图的 夜翘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和师兄们解释这事 他打着哈哈道 别太在意这么多细节了 他以前就是在月清宗长大的 当然会记得 他将月清宗的内外大致化了下来 剩下的就交给三师兄处理了 他只负责提供想法 关于怎么潜入才最安全 那就要靠他亲爱的三师兄去安排 血鱼接过笔 撕衬片刻后才到 首先他们要避开阵法 还要摸清楚月清宗守夜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 他可不想劫狱还没成功 就被抓去坐牢了 一想到那个场面 简直太让人羞耻了 不忍直视 深夜的月清宗满宗上下 都是一片漆黑 夜翘一行人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明月剑 但他们却遇到了 另一伙鬼鬼碎碎 两个队伍狭路相逢 看到彼此的第一个念头 都觉得对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刚准备抄起武器干一仗时 楚行之眼尖地认出了 夜翘手中的飞仙剑 立马表示都是自己人 血鱼看着他们 就知道他们的打算了 肯定和自己这边一样 也是打算去劫狱的 祝优也不藏着掖着 他表示准备先去 把大师兄救出来再说 等那些老童们查出结果 谁知道他们要查到猴年满月 既然都是同道中人 目标也相似 双方的合作就这么愉快地达成了 他们经过一番交流 最后一致觉得 明月剑应该被藏在了禁地之中 但他们谁也不知道 月清宗的禁地在哪里 剑大家都稀奇地看向自己 夜翘连忙表示他也不知道 开什么玩笑 犯错被关禁地 那是清传才有的待遇 他以前只是一个 不受重视的那门弟子 但他让大家稍安勿躁 等下他们就应该能进禁地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见一声怒吓传来 大胆小贼 竟敢擅闯月清宗 月清宗宗主云恒 本来就因为云雀和宋寒生的事情 心烦地睡不着 见现在竟然有人敢敢上门 来挑衅他们月清宗的威严 他刚好把一肚子动 撒在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们身上 夜翘不等他动手 就扯下面纱 露出笑脸道 云宗主 晚上好啊 我们就是想进来玩玩的 不好意思啊云宗主 我们这就走 他说完拿出来了几张破阵符 就准备这样带着一群人离开月清宗了 把云恒气得差点扬岛怒吼道 放肆 当月清宗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然后这群人都得偿所愿的 被关进了月清宗的境地 云恒越想越气 本来是准备明早再通知 问贱宗和常明宗这事的 可是转念一想 凭啥就他一人背弃睡不着啊 大家一起睡不着才对呢 他掏出遇见 先通知了秦范范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 常明宗的四个清传弟子 被他关在月清宗境地里 秦范范还没睡醒 脑子有些猛问 谁被关了 云恒美好气地再次说了一遍 夜翘他们四个 还有问贱宗那边的四个 都被他一起关在境地 秦范范瞬间脑袋清醒了 他对着云恒就是一顿吼 你把我们常明宗那群搞是惊的 和问贱宗的拆迁队一起关起来 等月清宗的境地里 只剩下他们这群人时 常明宗的四人立刻放飞了自我 一看那样子就知道 他们肯定没守被关境地 夜翘见问贱宗那几人 一副很是拘谨的样子 他对此表示理解 毕竟人家是第一次进境地 不像他们师兄妹被关境地 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他热情地招呼问贱宗的清传们 让他们坐过来 大家一起来商量 如何把明月见到到手 朱优神奇地发现 他只要和夜翘待在一起 他竟不再害怕 关境地这种事情 如果说一个人被关 可能会感到害怕和羞耻 但一群人被关 那就只剩下快乐 夜翘率先说了他的想法 他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境地拆了 服录都惨 怎么缺德怎么来 他相信作为一宗之宝的明月见 肯定是有剑灵的 他也不信剑灵会坐以待避 明月见当然是有剑灵的 他一开始就知道 境地里来了一群人 但他并没太在意这事 直到这群祸害 把境地弄得乌烟瘴气后 他才决定要给他们点叫去吃吃 夜翘见这个剑灵 还挺沉得住气的 就拿出来的几颗炸弹 朝着里面丢了进去 剑灵都要疯了 这群小兔崽子竟敢炸进地 伴随着破坏的加深 这群人都get到了为所欲为的快 夜翘突然神色一变 轻声提醒大家到 做好准备 剑灵来了 明月见的剑灵显了出来 朦胧的影子快速凝食 剑灵拉弓直直闯进来的 这群不速之客 他冷笑道 只有躲过了他的剑 才有资格见他的本体 伴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几十道剑矢破风穿过 原本站着的位置 留下一道道深深的裂痕 虽然剑灵看起来很虚弱 但实力不容小觑 朱优侧身躲过了射来的一剑后刀 明月剑放的位置太刁钻了 得上去拿 夜翘的躲闪能力最好 大家合力把他甩上去 夜翘靠着灵活的身法 才看看躲过了好几剑 他不停地尝试着靠近明月剑 直到在不见军和另外四把明剑的帮忙下 他才好不容易地拿到了明月剑 见他终于拿到了明月剑 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他们立马准备离开禁地 去扒大家救各自的大师兄 但现在又出现了个新问题 他们该如何安全地离开禁地 他们只知道禁地通常只有高层才能打开 具体用的什么法子就不清楚 这时夜翘表示他能带领大家出去 就是代价有点大 大家需要赔的钱更多了 众人看了看满目疮痍的禁地 心想随便吧 反正债都不愁了 最后一致同意让他放心大胆地干吧 夜翘闻言手里打出一道皱印 大喊了一声让开 当即皱印翻转 往下一拍 对准禁地薄弱的地方狠狠砸下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禁地被炸开了的大窟窿 夜翘和沐仲西立马一人 带着一个师兄就溜了 他们还不忘提醒了一声 呆若目击地问剑宗几人快跑 炸完就跑真刺激 连夜从月清宗禁地跑了出去 还要再前往八大家 朱优原本打算掏钱做非洲的 被夜翘拦下 他听说八大家上空不让御剑 遇见就会被抓去坐牢 现在他们正好要去劫狱 还做什么非洲浪费钱 钱要用在刀刃上 月清宗那里都不知道要赔多少钱呢 大家能省一分是一分吧 夜翘本就不爽八大家都很久了 他也喜欢在规则边缘反复横跳 他让剑修们都拿出来剑来踩上去 对着八大家上空飞去 沐仲西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浑身热血沸腾 他第一个响应道 啊对对对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飞起来 快快快 薛鱼实在是没忍住 伸出手晃了晃小师妹的肩膀 问说好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呢 这就要招告天下了 现在是真不怕被八大家通缉追杀了吗 夜翘没空搭理快崩溃的薛鱼 他继续有条不紊地坐着各项安排 他和明璇去监狱 其他人尽量多引走点巡逻队的人 夜翘见大部分的巡逻队被支走后 就贴了引身符 和明璇趁机溜进了地牢 两人一个破阵 一个打人 两人配合默契地进到了地牢内部 与此同时 孤傲的宋寒生 高冷的夜青涵 还有淡漠的周行云 在监狱作伴的三人组 此时正相对无言 他们都是各自宗门的首席大弟子 性子本来就相对沉稳 宋寒生在心中不停地抱怨着 哪个傻叉把他们三人关在一起呢 真是的 他们三人又没有任何革命有益的 搞什么搞 让他们成为育友 真是晦气啊 很快他的耳间轻轻动了动 他听到了有脚步声 像是有人在靠近 他看向两人胡一道 难道八大家良心发现了 知道他们是无辜的 来放他们出去了 叶青涵表示应该没这么快 八大家连比命都重要 一下子损失这么多嫡系 不可能这么快放他们出去的 周行云伸了个懒腰 语气频频地问 那他们现在该做什么 还能干嘛 老实待着呗 不是放他们出去的话 那么外面肯定是出事了 三人几乎头脑风暴 将所有可能性拆了一遍 刺客 魔族 还是八大家高层想对他们下手啊 地牢深处就只关押了宋寒生 叶青涵还有周行云三人 当他们听到踹门的声音 寻声望去时 就看到了洋溢着满脸笑容的叶翘 他身后的铭悬问周行云 大师兄看到我们你意不意外 激不激动 开不开心 他见不靠谱的二师兄还在耍宝 大师兄三人仍在状态之外 就急声催促他们快跑快跑 他说完就带头跑了 众人一见他跑了 也下意识地跟着一起跑 虽然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 但还是知道跟着跑就对了 宋寒生感到自己的眼皮子在狂跳 再联想到外面的动静 突然有了种不妙的预感 捏了张疾风符在他身上 扯住他就跑 一边跑还不忘一边提醒他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别忘了把这疾风符的钱给一下 他们五人一路不停地朝人间 与修真界交接点跑去 等到达目的地后 宋寒生整个人摊在地上 脑子嗡嗡作响 好不容易能喘口气说句话 忙问叶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需要通过劫狱把他们三个救出来 就在这时 沐仲熙带着薛鱼 还有问剑宗的四人也赶来会 朱优看到叶青寒时 眼睛都亮了 激动地打着招呼 大师兄你被救出来了 宋寒生见其他两宗的人都其乐融融的 唯独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他瞬间明白过来了 他们竟是在劫狱啊 还是一场有组织的劫狱 他感到不可置信 他们是疯了吗 将八大家连往脚底下撒 不怕到时候被通缉吗 他们合伙救出各自的大师兄 对此宋寒生表示理解 但顺便带上他干什么呀 他们要找死烧上他做什么 他又不想越狱 还有结完狱后 留下的一地烂摊子谁来收拾 他想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最后决定还是赶快回去认错 争取对他能从轻处罚 明玄见他真的准备回去 立马伸出手拦住了他 然后和他道 他们闯进地牢有多么的不容易 先是费了一大番功夫 才借到了明月剑 又是溜了一圈八大家的走狗 明月剑 宋寒生心想那不是他们宗的镇宗之宝吗 师父怎么可能会借给眼前这群人 他立马打断明玄的话 质问对方到底是怎么拿到明月剑的 明玄一时间没想到该怎么和他说 其他人也不好意思之声 总不能直接告诉他 他们是把月经宗的禁地炸了后 才拿到的吧 看着这些人谁都不说话 一副心虚的表情 他瞬间瞄懂了 他咬牙切齿地表示他现在就要回去 他宁愿受罚 也不会跟着他们一起疯的 目中戏文言 就过来劝他这是何必呢 回去做什么呀 难道还想回那阴侧侧的地方当小蘑菇吗 宋寒生连拒绝的话都来不及说出口 就被这群人强制性带走了 叶翘突然想到了什么 并没有伸手去见 他的内心在流泪啊 给他他也拉不开啊 让他们知道了这事 他得多丢人啊 周行云一路上看着几个 嬉闹着的师弟师妹们 他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 浓浓的同门之情 为了自己他们不惜与八大家为敌 他紧紧握住腰间的段臣 他默约找到要守护的道 他似是无奈 又带了几分释怀的笑容 段臣见在这一刻发出轻悦的响声 这也是他第一次给出了明确的回忆 他们突然发现除了宋寒生 其他的人个个都有通行令 见他们竟为这种小事担忧 宋寒生便靠着超能力 轻轻松松地拿到了通行令 果然贫穷限制了两宗清传的想象力 薛瑜提前给大家说了一下 入人间后的规则 第一点 不能对普通人出手 想接着说第二点时 他发现脑袋里一片空白 朱优见他说不出来了就接话道 第二点 下了人间后去找修士登记拿身份牌 管你是不是清传 没有身份牌证明 在人间相当于黑户 第三 尽量别被普通人看到 你踩着个剑在天上乱飞 拳打妖兽脚踩魔族的场面 叶翘摸了摸鼻尖 心想这要求还挺多的 宋寒生突然开口问他们 是不是去人间有任务要做 不然他们这群人 不可能忍守一个通行令 这一看就是有备而来的 叶翘倒也没有隐瞒 爽快地点头承认 他们要去人间降妖除魔 正聊着 一道剑气而至 剑指封停 白色剑影落下深深的裂痕 来人正是老熟人成风中的秦怀 诞生道 周行云 叶青涵和宋寒生三人留下 其他的人请自便 他也不打算对其他人出手 楚行之抬手指指他 不客气地问 你脑子没病吧 一个人就想拦下我们这么多人 秦怀看着楚行之 拳头都硬了 怎么这个人说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经大脑 他当然是有待人的呀 只是那些人的速度实在太慢 叶翘打断他们的话 再次问秦怀真的不打算 和我们一起去人间吗 不等他说出拒绝的话 就让人生拉硬拽地带走他 还每期明曰 大家一起走 一路不孤单 秦怀本也不想来拦截他们的 劫住了 其他三宗肯定是要记恨他们成风宗的 劫不住 回去要被八大家那些老东西冷眼相待 他就半推半就地跟着走了 得知这些清传们的壮举后 修真界的世家和宗门头一次聚在一起开会 云恒第一个发难 偷明越界 乍境地 劫地牢 他们这些清传 好大的胆子 秦泛泛第一反应是我靠 我徒弟这么出行 干了这么多大事 他还没高兴多久 当看到账单上惊人的赔款数额 他掩饰性地清了清嗓 不敢接话了 云恒见没人接话 继续开口问 我们家韩生呢 周家主告诉他 宋韩生和问贱宗的叶清函都跟着去人间了 云恒不死心地继续问 那秦怀呢 不是提前派他赶去拦截了吗 怎么到现在没个动静 周家主看了他一眼才到 他也跟着一起去人间了 此时的云恒恨透了叶翘 不仅偷了他们的镇宗之宝 还炸了他们宗的禁地 现在居然还顺带劫走了他家首席 秦范范压下狂笑出声的冲动问 那现在该如何是好 不如把他们都抓回来 问贱宗宗主知道此事不给个交代 八大家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就表示下通缉令吧 但不能伤到他们 周家主当即声音沉了下来反驳道 他们都是各种的清传 就算下了通缉令不也等同于白下吗 他们本就是同龄一辈中的天骄 谁敢去抓他们 秦范范听后就不乐意了 振振有词地反问 怎么会白下呢 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 虽然他们肉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 但他们心灵上一定无时无刻不保受着煎熬 五宗的人和八大家的人在那里继续扯着皮 叶翘他们一群人却已经来到了两界交接处 祝优出声提醒大家腰间配件收好别被人看到 毕竟都是些赫赫有名的零件 实在是太惹眼了 叶翘用玉剑和赵长老取得联系后 表示他们即将要去人间了 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赵长老也听说了他们的壮举 心想这些死孩子胆子真大 本想说叫他们一番的 但一想到他们搞事情的能力 就泄了那心色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才到 你们的任务就是除掉在人间作乱的模组 若嫌麻烦 可以跟着那些已经在人间的修士们一起执行任务 若不嫌麻烦 就自己去查 他顿了顿接着道 还有一事 那就是八大家已经下了通缉令 你们都有份 这次去人间都低调了 听明白没 叶翘并不惊讶这个结果 他爽快地应了一声好嘞 长老真是的 他最怕麻烦 他一向低调的 他最喜欢闷声发大惨 在赵长老身上套了点有用的消息后 他立马去和小伙伴们分享 他表示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他被八大家通缉了 叶翘寒问他 那好消息呢 他满脸笑容地告诉大家 好消息就是他们一起被八大家通缉了 大家开心吗 情怀听后想骂人 开心个屁 但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因此除了脸色难看点还算正常 叶翘继续道 等到了人间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自己调查魔族动向 另一个是和修士们组队去 为了保险起见 叶青寒开口道 自己查 就是浪费些时间而已 在被通缉的情况下 暴露就麻烦了 听到问剑宗的人要自己前去调查 叶翘摸了摸下巴 表示他们准备和修士组队 见他打定了主意 祝优就放弃了劝说他 转而问起别的话来 有人是从人间来的吗 到时候带个路吧 穆仲熙表示他应该算是吧 如果大家没地方住的话 到时候可以让他爹给大家提供住处 他爹好歹是个皇帝 安排个住处还是不成问题的 楚行之觉得世界实在是太玄幻了 眼前这个货竟是个皇子 简直是让人无法相信 最后问剑宗的人打算自己去调查 常明宗则选择找个队伍去蹭消息 叶翘给四个师兄建议道 你们两人一嘴 放得下面子 就易容成女孩 如果放不下面子 那就说是结伴去人间历练的同伴 薛瑜和周行云听到小师妹的话对视一眼 立马表示他们要做同伴 易容成女孩 那是什么鬼 他们才不要呢 明璇和穆仲熙都是不要面子的活 而且都很喜欢凑润 他们都想看对方穿女装 就开始疯狂怂恿对方 安排好四个师兄 叶翘就准备享受独自浪的快乐 他等大部队全部走后 挑了个全是年轻人的队伍 叫了一声小七 小七就是和他契约的那个自带领域的小鬼 叶翘并没有掩饰修为 带着小七朝他选中的目标人物靠近 他刚才偷听了几句 知道了这群人都是世家子弟 他们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原来他们想要围剿被八大家通缉的清传 借此和八大家搭上线 这些人是真的很敢想啊 叶翘也想好了 他要当这些人的奶奶 叶翘面不改色地胡编了一个故事 说他已经有六十多岁 儿子夭折了后 丈夫就变心娶了别的世家女修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 他将儿子变成了小鬼 他说话断断续续 完美塑造了个孤儿寡母 惨遭渣男抛弃的形象 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世家子弟哄得一愣一愣 叶翘眸光放在刚才和自己聊天的少年身上 语气诚恳道 小伙子 你愿意叫我一声奶奶吗 对方迟疑了几秒 还是叫了他一声奶奶 他露出一抹微笑 开心地应了一声哀 肯德基差点尖叫出声 靠 这人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呀 肯德基问叶翘为什么要去欺骗人家 得到的回答就是 那样做可以让他获得短暂的快乐 别说是人无语 鸡都无语了 叶翘见修真界的这些天骄们 被他忽悠得团团转 就放下心来 这时不知是谁起的话头 提起了叶翘的名字 有人觉得他还挺厉害 算是默认的综合实力第一 有个少年记得他的赏金还挺高的 他嘟囔了一句 叶翘的实力都是吹出来的吧 这话刚好被正主听到 偏偏正主还是个小心眼的人 叶翘先是问他叫什么名字 知道他叫周秀后 然后就表示自己看他 就像看到自家孙子一样兴起 接下来的一路上 叶翘就是使劲地坐腰 一会儿腿疼想歇一歇 一会儿口渴了要喝水 他就逮着周秀一个人可敬地折磨 肯德基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问他干嘛老是逗周秀啊 得到的回答竟是 谁叫他是一个没有素质的人了 没有素质还有理了 还说的这样理直气壮的 叶翘看着这群人为他忙前忙后的 他浑身都觉得舒坦 不是想围剿他们吗 他只是提前帮他们演习一下 叶翘在那些人眼里 就是个好吃懒做无赖的老太太 因为没人防备他 他轻易就套到了消息 人间和修真界交界点处于最中心 到了晚上会有邪碎 这种东西由阴气汇集而成 没办法处理干净 叶翘在赶路时已经捕捉了几只 他的神识强大 相当于原阴气 看着那些正在义愤填膺讨伐他的少年少女们 他那些小绵羊出事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表示他累了 明月在赶路了 周秀看着眼前这个不停作妖的老奶 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总觉得人家拿他们当孙子使唤了 他也是无语了 竟有同伴觉得那个不停找事的老太婆 像是一个有故事的大脑 60岁金丹七的大脑 他提议大家趁机甩掉那个烦人的老太太 再次遭到了同伴们的否决 他用看傻子的目光看了同伴们一眼 有种众人接罪他独醒的孤独感 最后他寡不敌众 大家还是决定在原地休息一夜 叶翘往地上一躺后 用神识探查着周围的情况 邪碎也很是警惕 似乎察觉到被人盯上了 他突然看向周秀几人所在的位置 害得叶翘不得不将神识急忙抽了回来 周秀问同伴们 有没有感觉到有东西在靠近 同伴们都是一脸疑惑地看向他 都说没有 叶翘也有些意外 这个周秀看上去脑子不好使 竟然还挺敏锐的 他继续躺在那里洋装睡着了 顺道探查情况 邪碎很少见 他们没有形状 能分裂出无数个来 比鬼气还让人恶心 他眉头猛地一跳 看到了邪碎试图朝旁边的周秀靠近 在邪碎靠近的一瞬间 周秀后背骤然绷紧 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意 他下意识握紧手里的护心镜 但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原本睡着的叶翘突然翻了个身 打了个哈欠 撞落不经意地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然后翻了个身继续睡 邪碎见叶翘尽敢坏他好事 就朝叶翘冲了过去 这时小气骤然睁开眼 领域巧声无息蔓延 想将这个闯入领域的家伙狠狠捏死 似乎察觉到了威胁 邪碎黑色影子猛的一顿 宛如潮水般迅速催散开 消失不见 没能抓到邪碎 叶翘对此表示有些遗憾 还以为能借此抓过来一个研究研究呢 周秀现在的心情极其复杂 他刚被叶翘踹一脚时 心中大怒 但被老婆踹过一脚后 危险的感觉就没了 他是很相信自己的直觉的 因为他就是靠着直觉 躲过了很多次的危险 可是看着熟睡中的叶翘 他又觉得刚才危险消失 可能和他关系不大 第二日 一群人中除了叶翘外 其他人的精神状态 多少有些违离 有人忍不住问 奶奶啊 昨天夜里没感觉到 有什么危险的东西靠近吗 叶翘文言继续装聋道 啊 你说什么呀 他心想昨天要不是有奶奶在 你们的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 你们叫的那些奶奶没有白叫 还是很值得的 周秀见叶翘这个反应 也是大松了口气 这说明昨晚老太太 只是凑巧踢了他一脚 并不是他有眼不识泰山 他神识是队伍中最强的 所以这次出门历练 才让他带队 斜碎这种东西 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粘着人不放 大家一致决定立马启程 叶翘稍稍落后几 看着那几个根在后面的斜碎 瞇了瞇眼 思索该怎么解决掉他 斜碎许是知道叶翘不好惹 挑了个修为 在助击器的少女冲了过去 猙獰的化作一团黑影 宛如恶狼扑时 叶翘一个亮枪 朝少女所在的位置摔了过去 然后让在袖中的肯德基喷出一口 斜碎瞬间烧成了灰烬 总不能说次次是巧合吧 伴随着他连番的骚操作 周秀也有些怀疑人生了 难不成老太太 还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化神器大脑 为了收徒故意来考察他们的 他们能遇上这种大脑 是何其有幸了 见叶翘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周秀语气恭敬地问 奶奶您听说过邪神吗 他换了个说法道 就是邪碎汇集而来的一种 像那些最危险的存在 被统称为邪神 有些修士会选择 用献祭之类的阵法召唤邪神 借助这种力量提升修为 叶翘见人家主动提供消息 当然是选择收下 他没有开口 而是继续收集消息 他知道了邪修和摩修 大部分聚集在皇宫中 其余的一般 也都在王侯将相的府邸中 这和他原本猜测的结果差不多 但准确的位置 还需要这些修士们提供 他准备继续坐享其成 等他们调查清楚后 再带着他的青传大队去围剿 周秀说了一大堆 嘴巴都快说冒烟了 他想听听这位大能的高见 便问道 奶奶不知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和见解了吗 请赐教 叶翘目录欣慰地看向他 然后就来了一句 人老了不中用了 走了一天也累了 先去躺会儿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见四下无人 笑得眼泪都差点出来了 肯德基算是看出来了 迫害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绵羊 是真的能让他快了 笑完过后 叶翘则在思索另一种可能性 邪碎不容易消灭 但能不能捕捉呢 他想试试 但邪碎躲得实在太快了 下次等他划行了再尝试捕捉 这边叶翘在打邪碎的主意 那边邪碎也在打叶翘的主意 他虽见识到了叶翘的古怪 但对方身上的气味好香啊 实在是太诱人了 叶翘一直关注着那个跟了他一路的邪碎 他确认了一点 这个东西虽有意识但不高 他抽空查看了一眼狱简的消息 师兄们全去皇宫集合了 让他也赶紧过去 他让师兄们注意安全 大部分邪修聚集在皇宫 他将御简关掉后 壮似无意地瞥了一眼 藏在角落似机而动的邪碎 邪碎在意识到叶翘很强后 试图汇聚成一个人形 晚上再进行吞噬 叶翘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邪碎和叶翘一个比一个能源 最后还是邪碎急躁了 待他聚集成人形后 叶翘终于露出了笑容 邪碎速度很快 一下子掠上了楼 冲着那几个修士去 他不敢招惹叶翘 但吞噬几个修士是没问题的 这妥妥的就是柿子减软的捏啊 见他上去叶翘紧跟其后 他旁观了邪碎和修士们的打斗 知道邪碎再次聚集成团 他才不仅不慢地闪亮出场 他把飞仙剑当拐杖用 和邪碎语重心长道 小小年纪 这般不讲武德以后 是要走不少弯路的 邪碎恶意横生 猛地冲向叶翘 他现在只想让眼前的人去死 叶翘把剑当拐杖用 快很准地敲了下去 只见发疯的邪碎 被他一剑抽了下来 然后他叹气道 年纪轻轻却不知尊老爱幼 下场就是这样 叶翘手上的飞仙剑是光属性零剑 对邪物来讲是天生的克星 他把剑当拐杖使得虎虎生风 像在打狗一样 不停地抽打着邪碎 邪碎一次又一次地 靠着顽强的意志拢在了一起 众人见李奶奶拿着剑 左一具不孝子孙 右一具乖孙 将那邪碎抽得不成人形 不由感叹一句 卧槽 牛逼了李奶奶 叶翘先将邪碎抽得不成人形 再一把将他握住 然后冷哼了一声 表示要好好地教导一下 这个不孝子孙 说完他就走了 给人留下一副试了服役曲 深藏功与名的高深感 众人见状更加肯定他是高人了 会入队伍里面 只是想考验他们吧 身为大能 性格古怪一点 是很正常的事 他们是何其有幸 能得大能青睐 叶翘本想契约邪碎的 但他不是个体 而是个无处不在的生物 没法约束 也没法弃约 最后他也只能恶狠狠地威胁邪碎 不想被烧得灰飞烟灭的话 那就乖乖地听话 邪碎看了看他 唯唯诺诺地点头 叶翘见他还算实相 直接让小气把他收进领域里 周秀得到消息 现在许多修士都聚集在皇宫里 他们一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 先去别的地方找邪修 而且最近失踪了许多名修士 他们打算瞒着叶翘 连夜潜入一处一寺养了 许多邪修的王府 毕竟李奶奶行动不方便 孙老阿佑他们还是懂的 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跟过去的叶翘 惊眼见了周秀 他们被邪修带走关了起来 他摸了摸下巴沉吟了片刻 将戒子袋里的东西 全丢进小气的领域里面 找了几块沉甸甸的石头 放入戒子袋 挂在腰间 然后就见他踏青风一运 青桥踩在瓦砖上 落在半空中 环顾四周 仔细记下了王府大致的布局 肯德基不解他的行为 问又在搞什么呀 叶翘表示他是在为逃跑做准备 许是被追杀的次数太多了 肯德基听到接下来 他又要跟着叶翘逃亡了 他很淡定地接受了这件事情 叶翘做好准备工作后 就大大咧咧地去敲王府的门 见门打开他就要往里面闯 嘴里大声喊道 他是来找孙子的 刚刚亲眼看到孙子们进来 开门的人脸色阴沉了下来 先把他身上的戒子带拽了下来 然后吩咐人把他关起来 周秀几人看到叶翘时都傻眼了 没想到奶奶会跟着一起进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说上话 就有邪秀让他们一个个开始滴血 像是在完成一个邪门的献祭仪式 刚才在滴血的过程中 叶翘顺手将一个小法器 放在了那个邪秀的身上 没别的意思 他就是想听听他们是怎么祷告的 看清楚他做了什么 肯德基有点抓狂 心想说他不靠谱吧 关键时刻他能就是 说他靠谱吧 简直在做死边缘疯狂的蹦的 周秀立马一副狗腿道 年纪轻轻就这么不遵老爱用 奶奶啊 您待会一定要给他的教训 叶翘敷衍的压了一声 看了一眼便宜大孙子 他现在是一点也不怕被发现 邪秀们在召唤那个所谓的邪神将领 需要修饰的血 还是品级越高越好的那种 他这个天品 简直就是完美的献祭品 果然不出他所料 邪神迫切地想要他的血 让人立马把他带过去献祭 叶翘没有反抗 跟着那名邪秀来到指定地点 见他神圣叨叨低声念了半天 手里做出好几个手势变换 估计在召唤所谓的邪神 在他马上要完成祷告时 叶翘掐着时间 让小七释放领域把那名邪秀关起来 邪秀刚消失 一道格外扭曲的虚影就降临了 然后就听到刺耳又尖锐的声音问 是你在呼唤吴吗 光听这声音就是精神污染啊 叶翘是谁啊 脸皮超厚能屈能伸 立马表示无主 是奴在前心祈祷您的到来 邪神没去管他 而是问他祭品在何处 叶翘垂下头 他怕控制不住脸上的嫌弃表情 嘴上却唯唯唯诺诺道 奴该死让他们跑了 但请无主放心 再过几日一定将他献祭给你 邪神闻言只能不甘心地消失 等待下一个信徒给他送上食物 叶翘记下来了祷告的首饰 以及咒语 顺道还在邪神面前刷了个眼熟 他觉得这就够了 他准备到时候 要给皇宫那群邪修们一个惊喜 领域里面那个原因 七的男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眼前一黑便被关起来 但那名邪修被放出来后 叶翘伸出手从领域掏出来了修真板手枪 唇角微勾道 知道为什么我叫李奶奶吗 因为你奶奶永远都是你奶奶呀 十几张符露眨眼之间射了出去 爬行符 爆炸符 哈哈符 这么多符露撒出去 比丢要快多了 周秀得救后 不忘要去带着李奶奶一起跑路 叶翘见周秀来就自己 忙一把抓起他 他清风一运快速逃跑 一边逃跑一边挑衅身后的邪修们 哎呀 有本事追上我呀 整个府邸陷入一片混乱 刚刚被他关起来的男人狼狈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发誓一定要将那个李奶奶千刀万符 一解心头之恨 他话音刚落 就被人一拳打飞了出去 领头人看到混乱的王府 气得大骂倒 一个锤子的奶奶 一个大傻子 踏青风 腰间别着个黑色棍子 那他妈不就是常明宗的叶翘吗 叶翘在这边把王府折腾得鸡飞狗跳 一身女装的明璇在皇宫里盯着那些江湖骗子 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明璇竟穿上了女装 别惊讶 这事情要从当初师兄妹五人分别后说起 明璇和穆仲熙都想看对方穿女装的样子 决定猜拳定胜负 最终明璇输了 明璇眉眼本来就偏风流 穿上女装后也没那么违和 他一开始还蛮羞耻的 但慢慢地竟然诡异地习惯 穆仲熙的亲爹给了这些骗子们最高规格的待遇 见儿子对仙长们的态度很是不尽 他将这个儿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皇帝现在头疼极了 觉得儿子自从被那个神棍拐走后 越来越不着调了 皇位继承肯定指望不了这小子 但皇室也不能出个神棍呢 他神色不明地看向儿子的那群同门和同伴 没看出有哪个像正经人的 反正他看这帮人 不管横看树看都和正经不沾边 穆仲熙实在没法理解他老爹的脑回路 宁愿相信一群跳大神的装神弄鬼 也不愿相信自己这个亲儿子的话 他不想和老爹再争了 还是等小师妹来皇宫后再说吧 正常情况下 小师妹还是一个很靠谱的存在 别说现在想念叶翘的人还挺多的 连宋寒生都在问叶翘怎么还没来 宋寒生怕他再不来 自己会忍不住一张福禄炸了那群跳大神的 那些人不仅嘴里念念有词 竟还拿糯米往他身上撒 明璇还是很了解自家小师妹的 他表示叶翘静悄悄 肯定在作妖 他让宋寒生稍安勿躁了 就算小师妹不在 相信他们也一样能解决那些邪物 他们可都是个宗的清传 都是少年天才 宋寒生不想理他 说心里话指望这些奇葩 他宁愿相信叶翘 被人牵挂着的叶翘正在不停地搞着事情 他顺理成章地在邪神面前取替了那个邪秀的位置 更是将人家的功劳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玄幻的事情就是邪神竟被他忽悠地定下了天道约束 由于双方实力相距甚大 天道一下子下了三条约束 虽然叶翘吐了一口血 但他还是心满意足的笑 天道约束只能是由正道弟子下 一旦承认违背誓言 就会遭到为批 还是那种不死不休的批 他见目的已经达成 望着似乎察觉到不对劲的邪神 他把腿就往外面跑 他将肯德基放了出来 带上周秀那一伙人就开始了逃命之路 肯德基迅速变大 带着一群人朝皇宫飞去 火红色的凤凰在半空中惹眼又瞩目 皇宫里都是修士 叶翘笃定那个邪神不敢乱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 达到皇宫后 身后狂追不舍的影子仿佛在忌惮着什么 猛得停了下来 不甘心地退去 肯德基见大家安全了 利落地甩下身上的几个人 连同叶翘一起被甩了下去 叶翘对上几个师兄欲言又止的样子 笑着打招呼道 竟然有这么多人来迎接我的吗 目中西见来人是小师妹 也松了口气连忙道 小师妹你终于来了呀 神色恍惚的皇帝 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 语气不知道是金还是叹道 小西 这就是你那位最震惊不过的师妹吗 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的周秀 诚恳地向叶翘请教道 奶奶刚才追着我们不放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叶翘并没有打算隐瞒他 直接告诉他那是邪神的一道虚意 当周秀听到邪神两个字后 他就已经听不进去其他的 满脑子就晃荡着邪神两个字 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李奶奶 很想问问老人家到底是怎么招惹到邪神 他也越来越好奇李奶奶的来历了 这种搞完事情还能全身而退的人 修真戒应该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吧 穆仲熙一把拉过小师妹 把他往老爹面前移转 热情地介绍道 父皇这就是我那乖巧懂事 还特别能干聪明的小师妹 皇帝都无力吐槽自家的傻儿子 聪明能干他暂时看不出来 但这都能算是乖巧懂事的话 可想而知儿子所谓的宗门 是有多么的不靠谱 神经大条的穆仲熙 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自家老爹神情有益 他不等皇帝客套地说上几句 就屁颠屁颠地拉着小师妹 去他母妃那里炫耀 叶翘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被四师兄拉着到处显摆 饶食他脸皮够厚 也扛不住自家师兄这样拿他献宝啊 好不容易等到四师兄的母妃找他酗酒 叶翘麻溜地退下 找其他三位师兄去了 贵妃见自家儿子话里话外都是小师妹 他觉得自家儿子应该是情窦初开开窍 他满脸欣慰地问儿子 希儿你是不是轻慕你家小师妹啊 那你就要和他好好相处 平时你要多多照顾他 穆仲熙一脸莫名其妙地看向母妃 叶翘可是他小师妹 他的朋友 他的兄弟 他的家人 他们怎么可能成为情侣 贵妃见儿子都这么说了 那看来真的是他想多了 他就继续问儿子 那你们修真戒 可有其他性格温柔内敛的女修士 温柔内敛的 月轻踪的云雀 一想到那个人 穆仲熙就忍不住地打了个机灵 他觉得自己还是和见过一辈子 穆仲熙在母妃那里惨遭催婚 叶翘却饶有兴致地 听着两个师兄的八卦 明玄第一个给小师妹爆料 薛玉不做人了 竟然在大家出生入死的时候 他居然偷偷和人谈情说爱 叶翘文言不敢置信地看向三师兄 这消息真是够劲爆的 实在是太让他震惊了 薛玉先瞪了胡说八道的明玄一眼 然后开口解释道 和他们多聊两句是为了打探消息 多找点线索 不像你二师兄现在穿女装成衣 天天招摇过世 叶翘听完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他耳朵出问题了 怎么他原本好好的师兄 现在一个比一个放飞自我 周行云直接上手 给了两个师弟一人一拳 天降正义的两拳头 让两个发疯的师弟冷静了下来 等沐仲熹过来后 他们五人先开了个小会 最后决定今晚行动 他们深知想一网打尽邪修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多消灭一些事一些 他们五个人商量好后 马上召集武宗清传们聚在一起开会 商讨具体的作战事宜 宋寒生第一个说了他的想法 让叶清涵带着剑修们 去将协修的老巢给掀了 剩下的修士就留在皇宫里 注意别被那些协修给钻空子就行了 秦怀表示皇宫外 也要安排修士去盯着 思妙颜点头表示赞同两人的看法 淼淼看到明玄和楚行之镜 都穿着一身女装 他轻声问大师姐 他们来人见一趟后 怎么都疯了 思妙颜看着辣眼的两人直摇头 他是真的不懂那两人在搞什么鬼 清传们一起想计划 希望能尽量多地消灭邪修们 叶翘突然出声问其他人 最近有没有接到宗门的消息 他不提起的时候 众人还没觉得有什么 他一提起这事 大家瞬间都觉得 武宗这次确实有些反常了 断横刀语气不确定地说道 难道长老们是想考验 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 所以才不联系我们的 叶翘思索半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他索性不想了 准备等事情解决后 回修真界看看再说 他们能做到的也就是尽可能地救人 保护好那些普通人 修士们都是有各自的组织和领头人的 寺庙岩尝试过和他们沟通 结果没人肯搭话 一个个不屑一顾 最后还是叶翘出马 靠着给自己立的那个李奶奶人设 用不要脸打败了那些人 靠着完美的年龄压制与道德绑架 让那些修士们勉强同意听他说两句话 一半清传去外面疏散人群 剩下的一半留在皇宫里面 和那些邪修刚正面 清传们配合得还算不错 扶修们开始加固阵法 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人都在等待夜幕降临 邪修们希望献祭成功等 召唤出他们伟大的邪神 清传们也严阵以待 叶翘觉得邪神不出来最好 但邪神如果赶出来 他也不介意给他一个惊喜 叶翘看了一眼周围的清传们 他感受到了他们的紧张 为了给他们解压 他不得不带头找话题聊 让他们一直紧绷的神经放轻松 他转头问寺庙岩 你们来人间时长老们 没让你们带消息吗 寺庙岩先是一愣 然后才回道 大家的面子被踩在了地上 现在肯定是生气的 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楚行之盲问 云雀那边是怎么处罚的 都是他 害得无辜的我们沦落至此 一定不能放过他 寺庙岩决定无视楚行之 他继续开口道 云雀会被废除修为 但有一点很奇怪 云雀好像有恃无恐一点也不怕 估计有什么底牌在手 叶翘对此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只是轻轻地呜了一声 叶青涵却开口问他 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本不想多说什么 毕竟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嘛 但为了能继续这个话题 他表示云雀人缘那么好 说不定就有什么魔族少主 或是妖界妖王来英雄救美 寺庙岩突然想到了 很早之前的一件事 那是一次关于魔族的任务 云雀当时身边跟了的男人 就是个魔族 想到这里寺庙岩立马试图 用玉检联系宗门长老 他想提醒长老们 严加看守住云雀的水流 可惜他最终也没能联系上 宗里的长老 叶翘怕他多想出言安慰道 可能长老们被什么事情办住 不然没道理不联系我们的 既然指望不上长老们了 那还是靠我们自己吧 扶修嫩不乐的结界 导致许多皇族不满 质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寺庙岩性格偏柔 本想好好解释的 谁知刚出生就被人打断 叶青涵见他们吵着要出皇宫 直接用剑底在那个蹦打的 最欢的老头搏梗上 问他们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 瞬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可是这个气氛却很紧张诡异 就在这时 门猛地被人踹开了 来人正是叶翘 就见他一副 未来武宗领导人的模样 大言不惭道 大家不信他们的话可以理解 但一定要信我 因为信我只得永生 有时候 自信有自信的好处 性格太柔撑不住的场面 没脸没皮的叶翘 却能完美地控场 宋寒生立马配合地帮腔道 就算不信我们 起码可以相信他吧 他可是我们修真界的第一 天才中的天才 相信他总没问题了吧 叶翘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心想这小子很有前途嘛 然后露出自信的笑容道 有我在 没意外 大家放心好了 也不知道穆仲熙 怎么和他老爹说的 皇帝也终于出来安抚众人了 天色越来越暗了 邪修们也开始行动了 他们是冲着修士们来的 嘴里不停地喊着为了无主 锁定几个修为高的修士的位置后 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 叶翘一行人 下意识地只是将邪修们打伤 并没有直接将人杀了 看着这些优柔寡断的清传们 修士们都有翻白眼的冲动 他们大声喊道 这不是大笔 那些邪修死有余辜 直接杀了 有几个看过他们比赛的伞修 忍不住给叶翘呐喊助威 浪浪啊 就当是杀妖兽了 你追着妖兽霍霍的那股劲呢 快杀了他们 浪浪啊你是可以一打九呀 叶翘文言差点一个亮枪在地上 这个时候提着羞耻的称号何事呢 周行云最先回过神 手腕一转冲得对方致命处落下 当血腥气慢开 他轻而易举躲开 没让衣服弄脏 周秀看着李奶奶手里拿着剑 剑法几乎止于下残影 剑影过剩 都晃到他眼睛了 他有强烈的预感自己被骗了 他抱着侥幸心里靠近叶翘问 奶奶你到底是谁啊 叶翘看了一眼他的便宜大孙子 不再逗他直接回答道 我是长明宗内的 你猜猜呗 这时就见明璇从裙子底下 掏出来了一大打符路 朝邪修们身上砸去 然后楚行之也从裙子底下 掏出来了一把剑 朝邪修们砍去 叶翘总觉得哪里隐隐不对劲 他一边杀邪修一边思索的事情 此时另一边的周秀 也在思索着李奶奶的真实身份 同伴见他还没猜出李奶奶的身份 也真的是服了 不得不提醒他 在长明宗用棍子和踏青锋的人 还能是谁 周秀动作猛的一顿 他声音颤抖道 奶奶竟是长明宗的叶翘 叶翘并不清楚周秀此刻的心情有多崩溃 就算他知道了也没空理会 他正忙着处理掉那群邪修呢 一旁的沐仲熙小声提醒小师妹 注意点不见君的状态 但凡靠近不见君的邪修 都被剑林念无表情的拟断了脖子 还真是凶残 叶翘早就发现了不见君的异样 也有些担忧到 他以前没这么浮躁的 自打到了人间后 愈发凶残了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沐仲熙还没来得及和小师妹多聊上几句 就看到不见君气鼓鼓地冲了过来问 翘翘 到底什么时候大家才能离开这里 叶翘看了一眼不见君关心地问 躲损 你怎么了 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需要帮助吗 这次不见君听到叶翘叫他躲损 都难得地没有生气 他表示闻到了一个令人恶心的家伙的气息 就是那股气息导致他很烦躁 叶翘闻眼打皱印的动作微顿连忙问他 谁 你的前见主吗 味道很恶心 难道你的前见主不洗澡 不见君也想不起来前程往事 他只是本能地抗拒那气息 那味道实在太让他恶心了 他催促着叶翘早点带着他离开这里 叶翘一边杀邪秀一边和不见君对话 他总觉得忽略了什么 当知道不见君的前见主是魔族人时 才意识到他忽略了魔族 听到魔族两字 慕仲熙也急了忙问 你的前见主在附近吗 看到不见君摇头 他当想松口气 就听小师妹问道 你的前见主是魔尊吗 魔尊 这玩笑开大发了 不见君虽然不确定对方的身份 但叶翘基本上能确定下来 反正八九不离始了 杀戮道 这应该就是魔族部的局 想让他们和邪秀们先两败俱伤 最后魔族渔翁得利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叶翘 在第一时间发了求救信息出去 其他人也赶紧效仿 将求救消息发了出去 明玄见大家脸色凝重 他劝大家还是先努力杀邪秀吧 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想了也是白想 等想明白 估计坟头草都有三米高了 血玉觉得这话虽然不吉利 但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算了不想了 反正传道桥头自然指 武宗那边确实是遇到了事情 但真正出事的只有岳青宗 万万没想到 又有人去劫狱了 魔族少主带了一大批魔修去 就被关押起来的云雀 以阵法出名的岳青宗 哪里是那么好闯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所有人 由于云雀的出卖 岳青宗竟被人偷家了 秦范范知道这事后都被气笑了 还真是出去后不忘来回馈宗门了 岳青宗遇难 他们四宗也不能抽手旁观 只能赶紧去支援 导致都没时间去管载人间的清传门了 谢初雪知道岳青宗这事后幸灾乐祸道 俗话说肥水不留外人田 这不云雀就来造福岳青宗了 他的话音刚落 腰间的玉碱突然亮起白光微微发烫 他看了一下玉碱的内容后 就把玉碱递给了师兄 他表示要立马去一趟人间 秦范范看过玉碱内容后 同意了小师弟的决定 小师弟虽然有时候不靠谱 但他的实力向来莫测 目前派他去最合适不过 叶翘从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他尝试着祷告召唤出邪神 他想借用邪神的力量对抗魔祖 在第三次尝试得不到回应后 他确定了一点 怂恿这些邪修出动的是魔祖 听到他的推测出幽道 刚刚我已经给长老们发去求救信息了 断横道望着天色 他莫名的有些心慌 收回目光 提出了最安全的建议道 我们跑不行吗 明璇反问他 他们跑了后 谁去管那些凡人还有其他修士 他们就算跑了也不会有人怪罪的 但问题是能过得去良心的关吗 宋寒生却出声表示他要跑路了 叶翘立马附和出声带他一个 两人达成默契 忍不住击个掌 击掌结束后 各自嫌弃地甩了甩手 薛日忍不住出声提醒两人 这个时候不需要俩人有那种逃跑的默契 叶翘耸了耸肩 表示他是开玩笑的 师兄们都在呢 他跑哪去啊 宋寒生当机立断将传送阵开启 这是他为逃跑做的准备 提前布下了 谁知他才当开启 下一秒就被强行掐断了所有的联系 叶翘健如双打茄子般奄奄道 有修为高深的人强行切断了阵法 出不去了 起码在这一片区域里面 大家都出不去了 大家听了宋寒生的话都沉默了 叶翘健都这样了索性把他的猜测也说了出来 大家听后就更加绝望了 他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封锁 魔尊居然还有可能会降临 叶翘健大伙都烟头巴脑的 他提议把五宗清船里战斗力相对弱的丹修们 想办法送出去 或者每宗送走一名清船出去报信 最终大家集中火力攻击了阵法的一个薄弱子 宋寒生趁机启动了传送阵 思妙言 妙妙 祝忧 因为是女孩被各自宗门选了出来 断横刀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宗没有小师妹 只有他这个小师弟 叶翘都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推了进去 他整个人都猛了 不是说好让三师兄出去的吗 怎么最后出去的人变成他了呢 为何他心里有种酸酸涩涩的感觉 被人爱的感觉真好 他发誓一定会回来救出师兄们的 顺便就一下其他的清船们 还有他的那些便宜孙子孙女 宋寒生路的传送阵 说到底只能在小范围内传送 他们五人一落地就立马朝宫外逃去 叶翘讨厌这种被人拿捏的滋味 他偷偷拉上朱幽问 要来一场刺激的冒险吗 朱幽闻言愣了愣道 去哪儿 这还能怎么刺激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叶翘将飞仙剑往半空一抛 踩了上去问 来吗 我们去邪修大本营召唤邪神 朱幽第一反应就是遇见什么的 太显眼了吧 会被人看到的 什么 召唤邪神 他看着叶翘的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便也拿出了落水剑 他的心砰砰直跳 说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 他有预感如果这次不跟着叶翘一起搞事的话 他会后悔终生的 与此同时 留下来的清船们开始商量对此 宋寒生第一个开口道 看到魔尊后 我们可以先一步投降 这个剑一被血雨否决了 他觉得魔尊不可能会信他们的鬼话 沐仲熙表示 如果小师妹在的话就好了 听他那忽悠人的本事 说不定魔尊还有可能会信 宋寒生冷笑一声开始泼凉水道 既然投降不行 那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早点联系宗门和家族 提前准备好一块风水好点的目的 沐仲熙一听不干了忙道 不要这样灭自己人之气啊 宋寒生 我们这有扶修 有剑修 还有单修和弃修 简直就是完美的组合呀 宋寒生嫌弃地看了他一眼纠正道 等会儿 谁和你们是自己人了 这时周秀弱弱地开口问 我奶奶 哦不 叶翘已经离开了吗 明璇头也不抬得达到 小师妹被送出去 但我觉得他应该会有法子的 他现在对叶翘有一种迷之自信 周秀一想到他搞事的能力同情地看向明璇问 和他做同门 每天应该都很刺激吧 明璇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让他好好坐着休息吧 如果连他家小师妹都没办法的话 那他们还是躺下等死吧 周行云对这个建议喜闻乐见 还表示可以找个好看的树吊死 真是上吊成瘾了 此起彼伏的笑声传入众人的耳里 叶青涵猛地想起来摩修都喜欢那样笑 他不理解笑得那么猖狂 难道是他们魔族的什么传统吗 他转头问明璇 叶翘离开前还说了什么吗 明璇没有隐瞒直接道 看到魔尊第一眼就跪下 别的话都不要说 楚行之听完立马表示 谁要跪下呀 他的话音刚落 一股强大的威压向他们袭来 楚行之还是不肯跪 沐仲熙直接压着他跪下 心里吐槽他真的没眼色 不懂得什么叫能屈能伸 周行云看着叶青涵一副铁骨铮铮的模样 直接踹了他一脚 顺利让他跪下 周秀懵了 都这么果决的吗 他发现 这些青船和他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谁家青船跪这么果断的呀 骨气呢 看到一群青船自觉跪下 魔尊对这一幕感到很满意 他缓缓开口问 叶翘呢 第一句话便让所有人变了脸色 叶翘又是叶翘 楚行之忍不住想他是多招人恨的 明璇谨慎抬头小心翼一回话 小师妹不在 魔尊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本就是冲着那个叶翘来的 没想到竟然让他跑吗 既然叶翘不在 那么沐仲熙和叶青涵呢 魔尊心想两个天生剑骨也还算不错 沐仲熙和叶青涵听到各自的名字 没带犹豫地立刻站起身出来 他们怕连累人 魔尊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吩咐了句 带走 周行云看着被带走的师弟 他面无表情地抬起了头 手已经放在了断尘上 他的师弟由他来守护 还不等他付诸行动 阵法位置出现了改变 金色浮光一闪而过 熟悉的声音传来 想带走我们宗的弟子 起码也要问问我们长明宗的意见吧 邪神 魔尊 到底谁才是他的信仰 周行云明玄和薛鱼都一脸激动地看向小师叔 谢叔雪用眼神示意他们伤暗物躁 他眸光异常地冷到 武宗脚下作乱 趁机悄悄前往人间 是谁给你们出的主意 明确吗 修真界这么多大门不去找 偏生来找青船 说真的没成长起来的青船 根本入不了魔尊的眼 除非有能吸引他的青船 譬如叶巧 谢叔雪瞬间感到有些苦恼 天才果然还是带有一定麻烦属性的 一个魔族声音冷了下来呵斥道 常明宗的 看到我们陛下 为何不贵 谢叔雪仿佛这才注意到魔尊一般 露出抹明媚的笑容道 哈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魔尊大人啊 不好意思哈 你太黑了 刚才夜色正浓 没注意到你 在场的修真者都用一种奇妙的眼神望着谢叔雪 带着几分敬佩 常明宗这个小诗书牛啊 静敢和魔尊这样讲话 魔尊邪逼了谢叔雪一眼道 将你们宗的夜俏献给吴 你刚刚的吴里吴便不追究了 他对夜俏的天灵根特别感兴趣 如果能多制造些天灵根出来 那么魔族一统三界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谢叔雪一直在思索着 怎么才能将叶清涵和慕仲熙两人毫发无伤的就像 他听到魔尊的提议后 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他虽然打不过魔尊 但还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魔尊被拒绝后 神色立马一变 毁天灭地的魔气瞬间朝众修士轻压 谢叔雪一来就开始布阵了 防护大阵开启把众人护在其中 抵挡住了来自魔尊的威压 魔尊最讨厌的就是复修了 只因复修滑不留守地让他捉摸不透 他直接伸出手碰到谢叔雪的瞬间 骤然收紧力道 紧接着传来骨骼断裂的声音 谢叔雪却笑得灿烂无比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身下阵法被他引爆 周围魔族包括魔尊在内全部被波及到 血雨立马将丹药塞进小师叔的嘴里 这是他炼制出来的第一颗天品丹药 只要不是死了都能被救回来 被谢叔雪摆了一道的魔尊勃然大怒 他刚准备大开杀戒 就在这时谢叔雪腰间的玉剑突然传来动静 他饶有兴致地将玉剑抓在手里 这个时候传消息给谢叔雪 不是叶翘就是武宗那群老头 不管对方是谁他都很感兴趣 魔尊听到一个女孩让谢叔雪等他一盏茶的时间 他这就过来找大家 魔尊文言大笑了两声 不再出手 反正时间也不长他等得起 朱幽不明白叶翘为何要和谢叔雪玉剑联系 他们现在不是应该苟着吗 叶翘也是没办法 谁让他摊上一个不靠谱的小师叔呢 他怕不吊着魔尊的兴趣 等他赶过去看到的可能就是小师叔的一具尸体 苏卓与思妙言 苗苗和段横刀三人会合后 没看到叶翘的人盲问 叶翘吗 也被抓了吗 思妙言告诉他 叶翘带着朱幽不知道去做什么了 邪修的大本营 他准备干票大的 召唤出邪神来对付魔尊 他先划破手心 将血涂抹在那个诡异的图案上 随后取代了 僵硬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的邪修的位置 跪在地上开始祷告 祝忧见状也有模有样地跟着跪了下来 划破手心 和他一起祷告 两个正道弟子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跪在邪修大本营宫请邪神 邪修们看着他们一副娴熟的祷告模样 感觉整个世界都玄幻了 然后令他们感到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 邪神竟然给出来了回忆 就听到邪神用一如既往难听的声音问 召唤无来 所求为何 不知为何 祝忧应声声从这个邪物声音里面听出来了咬牙切齿的感觉 叶修扬起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道 希望无主能帮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 邪神许是顾忌天道约束 思量了半想才到了个好字 叶修面不改色地吹捧着邪神 无主千秋万子 无主就是奴在修真界唯一的信仰 叶修转身吩咐一旁的邪修 在一盏茶的时间内集合所有的邪修们 为无主讨回他该有的荣誉 他打着灭魔族 踩清传的口号 拉着一大帮的邪修往皇宫赶去 他急啊他赶着去救人啊 他也怕没有他在当中搞事 魔尊和邪神斗不起来 他需要去添麻火啊 叶修急冲冲地进了皇宫 看到那些熟人安然无事后 他这才放下心来 立马调整好表情 望着高高在上的魔尊主动地跪了下去 他语气诚恳道 魔尊陛下您是三界内我唯一的信仰 祝优偷偷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上一个的信仰还是邪神吧 他的信仰还真多 没底线没原则的叶修心想快点打起来吧 打得两败俱伤最好 反正只有打赢的那个人才是他唯一的信仰 他表示刚当所言句句都是发自肺腑 甚至还立誓道 如有违背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众修是听到他在那里一本正经的立誓 心里都在暗自吐槽叶修 做个人吧 现在谁不知道他根本不怕被雷劈啊 他可是天品雷灵根啊 魔尊见他竟敢当着面地忽悠自己 气得直接一掌拍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道比他还要邪恶的气息出现了 原来是叶修的另一个信仰邪神降临啊 邪神和魔尊敬畏了他大打出手 只因一个个爱他爱的生辰 谢出雪剑降临的竟然是邪神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问武宗清传们 邪修不是被解决大半了吗 怎么邪神还会降临人间呢 祝悠嫩嫩的开口道 邪神之前确实是被大家合力阻止降临了 但在刚才又被叶修和他俩人祈祷来了 众人听到他的解释后都呆愣住 什么叫被他们俩祈祷回来了 两人身为武宗的清传竟然去请邪神 他们没听错吧 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玄化了吗 叶修看邪神这个驾驶是狄飞有了 他忙向小师叔确认 等下是不是能带着他逃跑 他摸了摸下巴表示他好像玩脱了 但又好像没有 毕竟他手里握着三道针对邪神的天道约束 摩尊看着不断汇集的邪气 没有多想 只以为是那些邪修最终祈祷成功了 他觉得不可思议 信徒都基本上被杀光了 邪神竟然还能降临成功 邪神降临后便直奔夜翘而来 他现在就要先吃了眼前这个可恶的小鬼 都是这个该死的修士 竟敢戏耍他 没想到夜翘退都没退一步 只是传了一句话给对方 规则之内 你不能伤害我 邪神忌惮于规则 更忌惮于天道 他的步子骤然停住 脸色几经变幻 还是不敢伤害夜翘 落在其他人眼里 那就是他都能操控邪神了 连处形之健壮 都不得不佩服其他的牛逼 祝忧健壮也是一脸的猛逼 他并不觉得邪神会对信徒这么的友好 可那个邪神偏偏在夜翘的面前 就宛如收起力找的野兽一样 我尊生性多疑 上位者本来就会脑不响的也多 他觉得邪神和夜翘联手 要喝起火来对付自己 他朝着邪神冷笑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那是朕的信徒 邪神闻言下意识地回道 你算什么东西 那是无的信徒 在他眼里信徒都是他的盘中餐 用来吃的 邪神与魔尊彼此的眼里 都染上了恐怖的杀意 就这样两个魔物干了起来 他们应都顾忌着天道 便干脆跑到半空去打 瞬间日月无光 昏天暗地 人间显然承受不住 这种超乎常理的打斗 天道准备拨乱反正 一人给了一道天雷 轰隆一声巨响 硬生生把他们给分开了 谢叔雪只抬头瞥了一眼 然后对叶翘道 让他们打吧 谁打赢了 也就是谁的信徒 叶翘趁着两个魔物 互相牵制缠斗时 就下了被劫持的 叶清涵和目中西两人 然后就见他拿出了一张地图纸 看了好一回才对谢叔雪道 小师叔 现在我们跑路吧 谢叔雪见他不像在开玩笑 知道他一向鬼主意多就同意了 他就问叶翘准备跑去哪 叶翘直接让小师叔 带着他往修真界跑 谢叔雪没多问原因 下一秒拎着他消失在了原地 魔尊见他们是往修真界跑的 顿时就不急了 他追了上去 邪神看着魔尊追着叶翘 消失不见了 也回过未来了 他跟着追了上去 最大的两个威胁 跟着叶翘走了 朱优看着那群跪地的邪修 若有所思 他巧声问其他青传们 该如何处理这些邪修 反正不能留他们在人间 众人一致赞成他的观点 最后让明玄出面 去鼓动邪修们离开人间 去跟随他们的主人 邪修们得到了提醒和鼓励 当即也追了上去 一时间原本混乱的人间 在这一刻安静了 没有邪神牵制 魔尊追得很顺利 谢初雪连续带着叶翘 转了好几个地点 都快累虚脱了 叶翘却不慌不忙地对谢初雪道 小师叔带我去幽灵秘境吧 谢初雪听到这话时还微愣了下 但下一秒就朝秘境的位置赶去 被叶翘惦记着的幽灵秘境 是受天道偏爱的 自从被叶翘劈散一次后 他不断地吞噬灵物 用以休养生息 这个秘境猥琐得很 时不时出现下 吃完就走 叶翘找到幽灵秘境后 当即甩掉了谢初雪 直奔秘境而去 没了谢初雪带他逃跑 魔尊追上他 不过短短眨眼间的功夫 魔尊爆发出剧烈的魔气 用威压将他强行拴住 但很快魔尊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幽灵秘境正在疯狂的秘食 看到什么灵物都想吞一下 他竟一口把魔尊吞了下去 幽灵秘境可以巧声无息地 将所有人关在秘境里面 只要进去 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就别想出去 而且进入秘境后 最高修为将压制到原因期 叶翘见魔尊进来了 彻底松了口气 当即毫不犹豫地划破 手心再次召唤了邪神 邪神音约术再次被迫降临 然后他就被恶疯了的 幽灵秘境吞入了腹中 他不仅得罪人 竟还得罪不是人的东西 只因他太会搞事了 此时的幽灵秘境特别地高兴 因为他一口气吞了三个人 其中有两个实力很恐怖 但那又怎么样 在秘境之内 他就是主宰 他与幻境狼狈为奸 一个负责吞人 一个负责布下幻境 把人留下 做他们的养分 等两个大佬发现 修为被压制到了原因期后 他们这才明白了 叶翘的真实目的 手里一直捏着 俘虏的叶翘时刻保持着警惕 魔尊的修为 即使被压制到了原因期 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 在魔尊面前停留了几秒后道 原来真的是你啊 五百年都不洗澡的家伙 怪不得味道那么重 魔尊文言气息一瞬间变得骇人 他认出来了不建军 如同不建军厌恶他这个前建筑 他对不建军也是讨厌至极 叶翘赶紧一把报警夺损盲表示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童言无计童言无计 明大人不计小人过 邪神没有管魔尊 他直接朝叶翘袭去 他并不是真的想马上杀掉对方 而是想逼着对方用掉最后一道约束 叶翘察觉到心底的阴暗面在不断地扩大 他撞思想了很久到 他的愿望啊太多了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邪神做他的口供 他驱使 赶在邪神暴怒之前 他又迅速改口道 他的愿望是能再多一百个愿望 他说完这句话就往后跃去 手里骤印成形 对准邪神的方向快很准地拍了下去 他一路往深处跑 找到幻境的位置后 他才停下脚步 娴熟地许愿 幻境幻境请回应 幻境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他简直不敢相信 是他回来了 叶翘那个魔头来了 他来干嘛 幻境一个机灵 有些惊悚问他身后跟着的东西是什么 叶翘没打算欺瞒幻境 实事求是道 那是邪神 幻境都傻了 他活了这么久 都没和邪神这种生物打过交道 这个叶翘是魔鬼吧 竟能让邪神亲自追杀他 关键是现在竟然引着邪神到他那里来 叶翘哪里管幻境的死活 就想直接踏进幻境里面去 想到昔日被他支配的恐惧 幻境咬着牙大喊道 别动他这就去会一会那个邪神 在经历了他的荼毒之后 幻境甚至诡异的觉得 邪神比叶翘要好对付 因为邪神有野心有欲望 周行云一行人 紧敢慢赶地回了修真界 却被告知叶翘带着邪神 还有魔尊一起被幽灵秘境给吞了 薛宇语气奇怪地问 幽灵秘境 他把小师妹吞了 明璇一直都忘不了 足以把秘境给劈开的雷杰 他郑重地表示 幽灵秘境一定很痛恨小师妹 沐仲熙突然惊呼出声 邪神 魔尊还有一大批邪修们都进去 再加上被小师妹雷杰劈开的秘境 这不是属于受害者联盟首次会诗吗 周行云也不由再思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小师妹还能活着出来吗 叶翘刚把邪神丢给幻境 扭头便看到 秘境里面又进来了一大批的邪秀 他顿时就乐了 他告诉邪修们邪神被魔尊打伤了 然后他就带领着这批邪修们 胖揍了魔尊一顿 魔尊气得怒吓了一声放肆 此时的叶翘在他眼里 已经是一个必死之人了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叶翘是有领域的 虽然不是他的 但可以拉他进去避难 叶翘安心地躲在领域里面 不是外面狂怒的魔尊 心想的魔尊将那些邪修们都解决掉后 如果邪神也算人的话 秘境当中就只剩下他们三人了 邪神好不容易摆脱开幻境 给他构造的纸醉精迷的场景 当准备找叶翘复仇 便看到一个由幽灵秘境化形成的团子 幽灵秘境心满意足地吞了好多个邪修 他感受到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他正准备一鼓作气地吞噬最后三个人 等他看到其中一人竟然是叶翘时 他头多大 幽灵秘境抓住叶翘 试图把他从秘境里面驱赶出去 叶翘面不改色地朝他打着招呼 好巧啊 我们真是缘分不浅 幽灵秘境内心是崩溃的 他好想仰头大哭 谁他妈想和这个女魔头有缘分呢 如果可以他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对方 他看了一下叶翘的修为 忍不住又算计了起来 他忍不住洋洋得意倒 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你现在还是金丹七 那两个 一个魔族的 一个气息很邪恶 我也不会放出去的 叶翘一听他的话 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无非是想见那两个家伙的手除掉自己 知道自己得罪的人和东西有些多的叶翘 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他微微一笑道 好啊 那你等着 他突然扭头冲着身后的邪神和魔尊开口 你们想出去吗 那就和我合作吧 好似看不到魔尊和邪神看他时 眼神里的不善 他脸上的笑容不变 像是传销头子一样问他们 来吗 大家一起合作 先出秘境再说 从人间回来后的青传们忙得脚步着地 但实战也让他们成长得格外快 比如明璇的修为就到了金丹后期 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也提升了一个境界 目中西几人白天忙着清理魔族 晚上经常结伴去寻找幽灵秘境 他们期盼着秘境能开启 一直没有小师妹的消息 让他们很是忧心 他着急地问师兄们 可不可以让成风宗帮忙打开幽灵秘境 薛宇想了一会 最后还是摇头道 那里面现在不仅有魔尊还有邪神 成风宗不会愿意帮忙的 明璇也赞同薛宇的话 两个恐怖的存在冷不丁 被小师妹拐入了秘境当中 成风宗怎么感冒这么大的风险将秘境打开 万一让他们逃了出去 遭殃的自然是修真剑 宋寒生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画面 长明宗四人都搭了个脑袋 垂头丧气的 他看着毫无形象可言的四人一脸嫌弃道 幽灵历境出现的位置本来就不确定 你们这样守着毫无用处 魔族来人了 长老们让你们回去 他顿了顿接着诱导 魔尊消失的时间够长了 魔界那边急了 他们放话出来 再见不到魔尊的话 他们就要踏平武宗 周行云听后连个表情都懒得给敷衍道 我们好怕哦 血雨文言扶而问 所以说长老们是要让我们去撑场面吗 最后四人还是跟着宋寒生赶去月清宗帮忙了 等他们赶到时 其他几宗的清传们早就到起了 意识听中月清宗宗主脸色阴沉道 云雀那个孽障为了明月渐进带领着魔族闯境地 秦范范一直觉得月清宗带云雀不错呀 实在想不明白他有什么理由叛宗的 既然想不明白就直接问云恒道 云雀为什么会叛免 云恒被问起这个顿时感到很烦躁 他一向偏宠这个小徒弟 要不是因为偏宠他 叶翘还会成为长明东的清传吗 他语气不善道 他怎么会清楚这事 宋寒生突然想起来了云雀画幅时的场面 他似乎捕捉到了点不寻常爱 他看向云恒问 师父当初云雀灵根受过损 云恒点点头道 他的灵根一直有伤 但找不到原因 所以无法治愈 只能靠单要控制 后来他从外面历练一趟回来 灵根上的伤变好吗 云恒当时就觉得他是得到了机缘 且云雀又对此不想多谈 他便顺着小徒弟的意思 伏羞聚集地 禁地里面敢说没有禁术 云恒同人猛的一颤 精力不定忘得泄出去 月清宗确实有调换灵根这种禁术 可是如果这禁术一旦成功 被换的那个人 只怕也活不下去了 清传们听到两人的话都愣住 渺渺惊呼出声道 所以说他是怕事情败露 会被杀 才跑掉的吗 现如今武宗领头人的话语权在秦范范手里 虽然他遇到事情 还总喜欢找问剑宗宗主商量 但现在这是没什么可商量的 他直接下令道 魔族云雀 一旦发现 就地诛杀 与此同时 魔族打着要武宗给个交代的旗号 像是要与武宗直接叫板开战 开战肯定是不至于的 魔族来此的目的 无非是找个借口来错一错武宗的锐气 头一次被魔族找上门来 叶清涵的眼里满是冷一道 竟敢在武宗脚下作乱 真是够胆 明璇也接话道 不是该夸你们一句勇气可嘉呢 还是该说你们愚蠢呢 一位金丹后期的魔族男人笑着开口解释 他们并不是来作乱的 只是想问问武宗 将他们的魔尊带到哪里去了 魔族可从未挟持过武宗的任何一位长老了 穆仲熙毫不客气地对了句 那是你们废物 对方文言笑容都凝固在脸上了 冷冷地盯着穆仲熙看 云雀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动着手里的配件 他脸上情绪不明道 少主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 一旁的魔族少主耸了耸肩道 阿雀说的也是 两人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嬉笑打闹 将武宗无视个彻底 像是在示威 就在情怀没控制住情绪拔剑时 魔族少主仿佛才回过神来眨眨眼道 把你们忘了 真是太失礼了 祝优眯了眯眼看向他 心想这人还真是嚣张 苏卓看着云雀和魔族少主打闹的场景 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他忍不住问为什么呀小师妹 云雀扭头看了一眼苏卓冷笑道 武宗从始至终都容不下我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弃暗投明 他的这句话都把苏卓问猛了 到底谁是暗 谁是明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才是根正苗红的正道弟子吧 刚刚那个金丹后期的魔族男人再次开口道 我们魔尊下落不明 你们武宗不给个交代吗 只要将叶俏交出来 我们可以不予计较这个问题 一个清传话我们魔尊核算得很 宋寒生站了出来回怼道 交出叶俏 你在叫我们武宗做事吗 凭什么 就凭你们比一般人要脑残 他的话音刚落 月清宗这边的俘虏与阵法已经悄然成形 云雀见状率先踏入阵法当中 几张破阵符捏在手里 甩了出去 宋寒生不懈地看向他道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坏 没想到你是又蠢又坏 云雀饶事知道宋寒生此人将宗门利益排在最前面 他也还是被他毫不留情的杀意给伤到了 他大声试问宋寒生 没想到你这么不顾及同门情谊 腾出手的处刑之好奇的问云雀 你都背叛中门了 你们两人之间还能有什么情谊的 叶青涵直接打开领域 将两个实力最强大的魔族带入领域当中去打 穆仲熙有剑林昭熙的帮忙 再加上明玄和他一子 一时间倒也没有魔修敢去招惹他们两人 秦怀与周行云两人被另外两个实力不弱的原因期给绊住了脚 剩下的清传面临的是一打 甚至一打三的局面 楚行之悬身下劈 寸雪剑一点白霜 散开打在魔修肩头 一剑差点将人劈成两半 双方都没有留守 对彼此也不爽许久了 叶青涵多次试图用暴力打破这种局面 均以失败告终 主要是这些魔族根本不把命当命 金丹七的魔族也太多了点 一个个前扑后继的来送死 这个时候想控制住局面站上风 只能靠服修呢 宋寒生果断下令道 杀了云雀 我来帮你们控制住 叶青涵也点头表示同意了 他一剑冷冷贯穿云雀的心口处 当他还想补第二剑时 被一股强大的魔器弹开了 他勉强杀住步子 看向云雀被魔族的那个少主护在怀里 醋了醋眉 宋寒生问他云雀死了没 叶青涵摇头表示不确定 宋寒生实在没时间去纠结 能不能当场杀了云雀这个问题 他手里结印 看了一眼明璇和月青东的几个扶修 将战场分割开来 明璇问众人 魔族数目实在是太多了 要全杀光他们吗 周行云语气平静 严谨一该道 大家先控制住场面再说 楚行之撕了一声 杨奇手里剑 反手从死的魔族后抱怨道 问题是控制不住啊 他们跟疯狗一样 楚行之问明璇道 用定身符把他们定住 这个主意怎么样 明璇直接告诉他 定身符没用 定身符只能小范围控制 他们人太多了 哪里是想控制就控制得住的 他觉得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很累人 魔族倒是还好 金丹多如狗 完全可以打一波消耗战 但他们青传零零总总就那么几个人 根本吃不消 在青传们和魔族打的白日化时 叶翘也在秘境里搞事情搞得飞起 对两人道 做个交易呗 大家先一起出了秘境再说 幽灵秘境文言下意识想嘲讽他 一个小小的金丹七 还想和魔尊携神做交易 他也配 但想到之前被他批得摇摇欲坠的本体 他就闭上了嘴不敢直声了 叶翘拍了拍手道 我们三个再加上秘境和幻境 如果都算做人的话 我们五个齐聚一堂 这是多大的缘分啊 为什么不能好好聊一聊呢 幽灵秘境和幻境差点裂开 谁要和他有这种孽缘 谁要和他好好聊一聊啊 魔尊也听说过幽灵秘境是只进不出的 只是他也没想到竟然会被引到这种鬼地方 他看向叶翘问 那你有什么办法 叶翘没有隐瞒直言道 他上次出去就是靠雷杰强行劈开秘境出去的 魔尊和邪神在听说雷杰可以劈开秘境后 两人齐齐看向画形的秘境 眼里不约而同染上了威胁和冷意 秘境都猛逼了 这三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 就这么达成了共识了吗 叶翘再次出言提醒道 当初他是突破金丹七才有的雷杰 现在他距离原因七还差三个境界 这次要靠他的雷杰肯定是眉心 一直默不作声的邪神此时却慢慢开枪了 那你的办法到底是什么 叶翘看向秘境 露出了个让秘境心慌的笑后道 也是借助雷杰 但前提是他俩要合作 邪神目光阴森森地看向叶翘 和他合作 和他合作的上一个恐怕坟头草都三尺高了吧 剑魔尊和邪神都不愿意配合 他也无所谓地躺下摆烂 那就耗着好了 反正秘境也不想放他们出去 等他们能出去的时候 估计一个的江山都亡了 一个的信徒们都换信仰了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急 武宗这么多青传在呢 少他一个不会出问题 着急的应该是眼前这两个祸吧 幽灵秘境经常换位置 救援都来不及救援 除非他愿意打开秘境出口 不然他们三人就这样耗到地老天荒吧 邪神频频看向叶翘 见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这才真的是急了 他可是有雄心壮志的人 怎能被困在这小小的秘境里面 秘境很不放心 三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聚在一起 他一直默不作声地盯着三人 怕他们在他眼皮子底下出幺蛾子 一开始三人都能坐得住 没想到才几天邪神就顶不住了 他本来就被封印了许久 还没有出去大杀四方 便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 他最终还是同意了叶翘之前的提议 他觉得魔尊的威胁性太强了 在秘境里面还是赶紧解决掉的好 至于叶翘 他修为太低 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叶翘和邪神对视了一眼 无声地指了指魔尊的方向 示意他先一起干掉魔尊 刚和邪神做完交易 叶翘便布下了个隔音阵子 敲了敲阵法周围的屏障道 秘境我知道你在偷听 等解决掉魔尊 你帮我对付那个邪物 这样我就不破坏你的秘境了 被威胁的秘境很是不爽的问 凭什么 不过一个小小的金丹七竞 也敢威胁他这个天道的宠 叶翘闻言一点也不生气 反倒是笑着开口问 听说过天道约束吗 违背的一方是会被天雷劈的 如果一直不达成 会被一直追着劈 你猜猜 这个约束在谁手上 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的秘境 听他这么一说 立马失去的闭嘴了 他最终妥协地表示 可以帮忙困住邪神 秘境垂头丧气 与叶翘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 达成了合作 和他合作的果然没什么好下场 详情可见一无所知的邪神 还有正被叶翘与邪神联手 打得半死的魔尊 叶翘拎着被他和邪神联手 给打得半死的魔尊 摇摇晃晃地踩着飞剑回踪了 赶到长明宗的时候 找了几个内门打听才知道 现在长老们和清传们 都去支援月清宗了 等他拖着魔尊来到月清宗的时候 双方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他观察片刻发现就局势而言 武宗暂时是战上风的 但再不停止 等到后面 遭殃的就该是那些清传了 消耗战不管放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树木多的获胜 他从戒子袋中掏出来了个阔音符 是一飞仙剑飞高一点 摆了得自信且嚣张的模样道 下面的魔族 你们被包围了 魔族少主看向半空 剑只是一个金丹中期的少女 拎着个不知名的东西 竟然赶一个人过来挑衅 看清来人是谁后 他反问叶翘 难道不应该是他被包围了吗 叶翘笑容一收到 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 这多伤何且啊 他先让魔尊露了个全脸 然后才道 你们的魔尊在我手里 现在 全部的魔族都抱头蹲下来 见他们不动 叶翘大声赤问道 还不放下手里的武器 你们是想篡位吗 搞得他是魔尊代言人士的 他就这样拎着魔尊 强制性终止了这场双方 打到白热化的战斗 魔族确实是被包围了 被叶翘一个人包围了 当魔族少主看清楚 叶翘手里拎着的人是谁时 他的脸色几经变化后 最后怒斥出声道 大胆 你是想和我们整个魔族为敌吗 叶翘将魔尊挡在他的前面 踩着飞剑落到清传队伍里面 那猥琐的样子真的让人眉眼看 看到小师妹平安归来 手里还拎着个重要人质 目中西立马回怼道 我看大胆的是你 怎么和我们第一说话的 你们的魔尊还在我们手上 我劝你们开口前 最好先思量一份 听到他话里明晃晃地威胁 魔族那边齐齐将住 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魔族少主 等待着对方的命令 长老们看到这一幕 下意识就想出去主持大局 谢初雪提醒他们道 事情还没完呢 那应该不是魔尊的本体 不然一开始他们也不会 这么轻易说出 让魔尊换清传这种话 在谢初雪看来 这群小兔崽子们 早该历练历练了 大比什么的 哪里有在这种实战中 成长速度快呀 他让长老们先别急 让他们打一架也挺好的 明玄好奇地问小师妹 这就是魔尊 他是晕过去了 还是被你杀了 叶翘文言不满地 看了二师兄一眼后表示 自己怎么可能会杀人 魔尊当然是晕过去了 血鱼用手戳了戳魔尊 打量着对方凄惨的模样 不由心生感叛道 小师妹你拖着他遇见的时候 掉下去不止一次吧 可怜的魔尊啊 周行云提醒师弟师妹们 都安分点 没看到对面魔族的理智 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吗 魔族少主见那群 青传们旁入无人地聊起了天 竟敢把他们无视地干干净净 他生气地下令道 动手 先解决掉叶翘 他们不敢直接杀了尊上 叶翘听他这么说 立马拿起手中的飞仙剑准备战斗 魔族少主一直以为 飞仙剑还在问剑宗的剑窟内 倒是没想到会在叶翘手中 叶翘一只手握剑 一只手抓起魔尊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应该不是魔尊的本体吧 魔族少主瞥了他一眼冷笑道 抓你们哪里需要出动尊上的本体 他不过就是一句分身而已 宁玄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之前魔族那么淡定 还以为他们对这个魔尊 是真的半点不在意 叶翘漫不经心道 原来只是分身了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杀了他也没什么关系了 话音刚落他就提起飞仙剑 冲着魔尊的脖子扎了下去 两个原因期的魔族 看到这一幕彻底坐不住 直接朝叶翘出手了 叶翘一把扯过魔尊 替他挡住攻击 一副了然道 原来还是在意的呀 那刚才还装什么逼呢 既然在意 那就好办了 他俐落地将魔尊 塞在明玄的手里道 谁来砸谁 躲不过就闪他后面 反正不是本体 死了就死了 明玄觉得能想出 用魔尊去砸魔族 这个损招的 普天之下估计 也就自家小师妹了 当他拎着魔尊 一个甩圆出去 就见砰的一声落地 砸死了五六个魔族 他先是呆愣了片刻 然后就爽翻天了 果然还是小师妹会玩啊 穆仲熙都无力吐槽 二师兄那糟糕的出招动作 干架就应该是干净利用 他拎着招锡剑 剑影重叠 蓄力落下横扫出一片空底 善良的穆仲熙 还是决定不去打击 二师兄的热情了 让他开心就好 被鼓舞到的明玄 立马一边用俘虏防身 一边动手砸人 老实说这一幕 辣眼睛得很 魔族的人拼命 想去抢回魔尊 却被穆仲熙提前一步捞走 开玩笑 跟他们长明宗比速度 穆仲熙看着几道魔器 追在屁股后面 他利落地将魔尊 甩给叶清函 明玄打了个响指 启动阵法 结界毫无征兆地住起 刚才有魔尊身体当掩护 谁也没注意到 他什么时候布的阵啊 宋寒生见一群沉迷于 追回他们陛下的魔族人 哼的一声撞在了结界上 他冷笑出声 好玩吗 魔族的蠢货们 铺天盖地的金色罗网落了下来 两个剑修不知何时 站在半空中 手里拎着法器在布袄 原本密密麻麻的魔修 被扫荡的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赵长老见状惊叹道 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默契 这群孩子不都挺不对付的吗 魔族少主的脸色 已经非常的难看 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一点 这么多青船 竟然都是在围着 那个叫叶翘的青船打转的 捂着胸口伤的云雀 建议魔族少主 先把叶翘解决掉 然后整场战斗就会轻松很多 云雀现在是满腔的恨意 他本就脆弱的灵根 刚刚差点被叶青寒 刺来那一件脚碎 还有那个宋寒生 竟然对他下了死手 都没有一点同门之意 都是一群很心人 魔族少主很高兴 自己的想法 能和心爱的人不谋而合 他吩咐魔族的下属们 好好照顾云雀后 就一跃而起 准备偷袭叶翘 还没等他开始动手 他就听到身后 传来一道小男孩的声音 哥哥 陪小七做个游戏吧 然后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刚才所有的场景都消失不见了 只愈下一片漆黑 和眼前笑眯眯的小男孩 他瞬间觉得后背发寒 叶青寒和小七一人一轨之前 就通过领域 已经拽走了 好几个实力强大的魔族了 朱优冲叶翘眨了眨眼道 你家小七这个领域 看上去好厉害的样子 叶翘手起剑落杀了一个魔族 他抽空回答了一句 小七的领域是时间属性的 你们大师兄的领域是什么属性的 朱优思索片刻道 好像名字叫冰封 叶翘好奇地问 每个人的领域属性都各有不同 那领域到底是根据什么决定里面属性的 朱优实话实说道 这个他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但凡能让修饰领悟出来的领域 就从没有弱的一说 叶翘文言默默伸出手 看着手里涌动的淡绿色的光影 问他这个领域应该属于什么属性吗 叶翘摊开手心 就见里面出现了一抹淡绿色的光运 和叶青涵当初领悟出来领域时的模样极其相似 只是模样略显不同而已 朱优盯着那抹淡绿色的光团 心想叶翘就算有领域 那不也该是紫色雷电吗 他家大师兄是冰灵根 领域名为冰封 他那时就猜测领域 或许与灵根自带的属性有关 难道是他太孤陋寡闻了 导致他之前的猜测成错了 穆仲熙一脚将一个魔族从半空踩落 他抬头刚好看到闲聊二人组 就问他们俩在搞什么 拜托他们认真一点好不好 魔族布置表面上这些 暗地里也藏了不少 叶翘朝四师兄招了招手 让他快过来 有好玩的给他看 穆仲熙闻言立马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然后闲聊二人组就变成了三人组 穆仲熙将脑袋凑了过去沉硬片刻后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岛 绿色的光 小师妹你难道是穆灵根 叶翘听他这么说 就不客气地拍开他的脑袋 示意他快闭嘴了 看来他家四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 祝优建议叶翘翘先把光团收起来 他觉得这个光也许与灵根无关 可以等打完后再问问他家大师兄 迄今为止修真界的青传们 也就叶青涵一人对此有所了解 秦怀扭头就看到明璇有离开的架势 便问他干嘛去 明璇摸了摸下巴表示 想去看看他们在那边聊些什么 秦怀文言不敢置信地打量了他一番 见他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直接没理会他的意愿 硬生生地把他扯了回来加入战场 叶翘对那抹丹绿色的光运 其实是有些猜测 那或许和苍生道有关 但他一直不太明白 所谓的苍生道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在三人闲聊过程中 两个魔族不知何时悄然摸了上来 拎着刀砍向实力相对较弱的祝忧 就在此时 叶青涵面无表情地挥着剑 剑光如刀 剑气所到之处 魔族纷纷退避三射 同等境界下 原因七的魔族进去他领域一段时间再出来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叶翘剑状也不有感叹出声 无情道 真是恐怖如斯啊 另一边的领域当中 小七望着跟剑鬼一样 试图往外逃出去的魔族少主 与七悠悠道 哥哥 不陪我玩了吗 小七的杀伤力是不高 可是在他的领域里面 他才是定下规则的人 魔族少主最后是用了亲爹给的保命法器 才从领域当中死里逃生出来的 他捂住胸口鼓鼓涌出来的血 用丹药将伤口包扎好后 他脸色一寒眼里闪过狠衣下令道 把他们全杀了 这时身旁的一魔族出声提醒他 少主别太过 不然武宗那些老不死的不可能做事不管的 魔族少主经过手下的提醒 李治终于回笼了 他此时恨死了那群该死的正道修士 他表示他知道了 让人暗地里下手 先派个三个人去处理掉叶翘 叶翘扫了一眼拦住他去路的三个魔族 他轻轻一晃手里就出现了掠影剑 浅紫色剑光滑出一道流光 出剑速度那叫一个快 魔族三人猛逼了片刻 被他中途换剑的骚操作给弄得措手不及 只能狼狈闪抖 主速度的零剑 他刚才用的不是飞仙剑吗 他们的修为都在精当后期 按理说用来拖住叶翘绰绰有余 到这时他们才明白 少主为何会一次性派三人去对付人家 在他们权力的围剿下 人家还显得游刃有余 明选比其他人这种一言不合 就是被围着打的处境好多了 估计魔族忌惮着他手里拎着的魔尊 惯会得寸进尺的他察觉到魔尊的妙用 拎着魔尊逮着魔族就是一顿锤 一边的血域抛出手中的山河图后 就让师弟目中西动手杀敌 就见朝夕见泛着红光 以燎原知识覆灭魔族 师兄弟两人配合的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叶翘刚打退了三个魔族后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被好久不见的云雀给拦了下来 他注意到了云雀眼里不加掩饰的恨意 他真的是愈发不懂这人到底在想什么 看着眼前气息都变了的云雀 明明之前还是个天真明媚的女子 现在整个人显得阴沉沉的 难道这是入魔的后遗症 叶翘直接问他有什么事 要打上一架吗 云雀眸光冷冷地凝视着叶翘道 我会堂堂正正地打败你 然后再取走你的灵敦 叶翘没空听他在那里放狠话 上下打量着他一方后诧异地问他 那么多天灵地宝往他身上堆 他还在不干谢什么 叶翘实在想不明白 对方如今的怨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至少云恨待他从始至终都是挺不错的 给他提供了各种修炼的资源 听到叶翘的话后 云雀整个人显得更加阴郁了 不管是他的青蛮鸟还是寻宝兽 现在都被贪得无厌的武宗抢走了 云雀手里拿着一把 上面落着古怪暗闻的匕首 一边大喊着去死吧 一边就朝叶翘袭去 叶翘都无力吐槽他的愚蠢了 是个人都应该知道 匕首只适合用于暗杀 他竟然想用匕首和自己的剑来打 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叶翘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受过伤 当即想要用剑将他的零根绞碎 剑情况不妙 一直护在云雀左右的两个原音七高手动了 出手就回了云雀 饶是如此他的腹部也被掠影剑击中 云雀一连吞了好几瓶丹药 才勉强能说话 他怨恨地看了一眼叶翘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后 将手里的匕首递给眼前的原音七魔族道 我要他的零根 魔族高手直接接过了匕首 他们是奉命前来的 目标就是武宗的清传们 他们本就没打算放过叶翘 叶翘就这样一个人 对上了两个原音七魔族 见他神色不变 其中一个魔族办事试探 办事嘲讽地问 你要一个人打我们两个吗 这时耳边响起了一个少年轻快的声音 当然不可能啊 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 从剑中划行的不剑军 直接掠过魔族望向云雀问 你拿那匕首挖过人的零根 云雀一愣竟然是剑灵划行 他迅速反应过来问 你就是那根棍子 不剑军笑容灿烂道 我是你祖宗 话音刚落 就见一条漆黑色锁链 朝云雀脆弱的脖梗缠绕而去 云雀赶紧从戒子袋里抓出一把剑 下一秒就见他手里的剑迸射出点点星光 将不剑军霸道的剑气全部溶解开 夜翘剑状微盾 看来云雀那把剑也有灵了 那个家伙手里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 他招了招手示意不剑军回去 战局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 周行云手握长剑在虚空处一点 青棕破以他自身为影 青棕觉第六式卷席进去的魔族 全部被封刀搅碎 入目满是血雾 在他一旁的断横刀剑装 赶紧用起了防护罩 他忍不住提议道 周师兄您能不能温柔点 我们身上也不想沾血啊 周行云文言只是呕了一声表示他知道了 断横刀严重怀疑对方是在敷衍自己 沈紫薇觉得他们太悲催了 自家大师兄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丢下他们几人 拿着青棕剑一马当先杀在最前面 他们只能躲在周行云后面 谁知那也是个没有半点宗门情义的主 踏青棕一运 消失得比谁都快 不剑军正和那把匕首的灵纠缠着 正在不剑军思索着是要踩碎他 还是夺过来给叶翘时 周行云看到这一幕果断地将断尘甩了过去 叶翘抬头就见一把雪白色的零件直直抛制而来 在战场上划过明亮的弧度 半空中还传来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 周行云 我恨你 叶翘刚想伸出手去接断尘 剑就自己飘了起来 一个银色少年缓缓地睁开了眼 他站在半空 气息有些丧 叶翘试探性地开口喊了对方一声 断尘 对方像乌龟一样慢吞吞地应了一声 确定了 这就是断尘的剑灵 他都不知道是感慨多一点还是欣慰多一点 大师兄的剑灵终于砍出来了 真是可喜可贺啊 不剑军想也不想 便自来熟地开始发号施令 断尘 踩断他 断尘看了不剑军一眼道 这样不好吧 不剑军想想也是 他现在的剑主修炼的可是苍生道 他收敛了杀气道 那你就去把他抢过来吧 抢过来就是我们的了 你的实力一定比朝夕那废物强 对吗 断尘慢吞吞地N了一声 这时剑灵朝夕飘了过来 围在不剑军的身边委屈巴巴道 军军你为什么又攻击我呀 下一秒三道划行的剑灵同时掠了出去 战局一瞬间变得不可控制 云雀神色一凝 他竟被三个剑灵包围住了 他们似乎还想抢走他的零件 这怎么可以 两个魔族元英七高手健壮 为了解救云雀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与那三个剑灵对上 没过多久 踩断了好几根 然后就听到他语气淡淡地说出好弱两个字 碧水宗的丹修们又开始放剑了 换句话说 魔族不但要防备扶修和剑修时不时地偷袭 还要躲闪开丹修们放的冷剑 有成风宗提供的法器 丹修们只管一顿乱射 射中了就是他们牛逼 没射中的话 那他们只是群丹修而已 打打杀杀本就与他们无关 丹修们不仅放剑还时不时地砸丹炉 周行云偏头看了一眼战况 看到是小师妹在吊打别人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顺势提醒道 小师妹武宗已经下令了 云雀那边生死不论 不用留守 叶修没想到云雀竟能让向来 秉着做人刘一线的武宗下打这种命令 他道了一声知道了 但却对杀了云雀这是不抱任何希望 毕竟人家可是有着女主光环的 叶青函是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之前他就看不上叶修那些不入流的手段 当他知道他心里那个善良的云雀 竟然干出挖人灵根这种事 他在那时就恨上云雀 云雀把他当什么了 可以随意哄天的白痴吗 他恨自己的天真 但更厌恶云雀的欺骗 他看向叶修一本正经道 自己之前已经捅了云雀一剑 他可以试试能不能搅碎对方的灵根 听到他这杀气横生的话 叶修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云雀不是他的白月光吗 他不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论起无情来 叶青函当然不让啊 既然武宗都下令了 趁着两个元英七魔族被剑林们缠住 叶俏果断地拿起掠影剑 朝着云雀方向飞了过去 云雀感受到了云雀强烈的杀意 情急之下他尖叫出声道 你不能杀我 叶俏刚想动手 就奇怪地发现 原本和清传们打斗的魔族们 在这一刻全部开始违向他 仿佛只要他一剑落下 所有魔族就会不管不顾地 将他给剿灭了一样 明明看上去 魔族对云雀也没什么感情 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能让一群魔族 对他如此的言听计从 这倒是真有意思 云雀见状有恃无恐地对叶俏道 你只要对我下手 他们也会动手 你猜猜是你杀我的速度快 还是那些原因期动手的速度快 二师姐 你要好好想明白啊 肯德基文言赶紧用翅膀捂住眼睛 心想活着不好吗 但凡云雀不说二师姐这三个字 向来擅长能屈能伸的叶俏 也不会冒着风险去杀他 叶俏在意识到所有魔族 将他包抄后便也打算收手了 他不喜欢和人硬碰硬 特别还是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 直到云雀的一句二师姐 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伸出手 就见他掌心中浮现出盈盈绿意 然后就见他露出某灿烂的笑 他对云雀道 连青蓝鸟和寻宝兽都护不住 还怪武宗不仁不义 所谓废物 不就是云雀女吗 他擦拭去鼻尖不断嘀嘀嘀落下的血迹 但绿色的领域滑开 下一秒 云雀整个人被拽入他的领域当中 奋战中的众人虎屈一阵 又是领域 不是吧 领域现在都这么容易得到的吗 在场的众人 除了知道点内情的祝优和沐仲熙两人 其他人都实话 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 除却领域不做他行 只是谁也没想到叶翘竟然会有领域 楚行之心里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啊 大笔钱还一直垫底的长明宗 现在都让人高攀不起了 他手里的寸血被他挥得虎虎生风 战斗力瞬间飙升到一个极致 杀掉一大群魔族后他大喊道 你们长明宗别太离谱 金丹就有领域 三把化形的零件 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在叶翘领域滑开的瞬间 谢叔雪就传音给他 让他尽量杀了云雀 虽然叶翘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掌控领域 但不要紧 现在不是有现成的小白鼠给他做实验吗 他当即咧嘴一笑 便毫不犹豫地朝云雀扑了过去 云雀不敢置信地看着叶翘连练大声尖叫 你别过来 叶翘还没碰到云雀 竟然就遭受到了自己领域展开的无差别攻击 他领域中原本生机勃勃的花草 碧绿的藤蔓都化为利刃刺向他和云雀 叶翘暗自庆幸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闪躲及时 所以没有被伤的 不然他的下场就会和云雀一样惨 一开始无害的藤蔓准确无误地穿过人家的胸口 水灵根被生生捏碎 地上鲜血淋漓 真是惨不忍睹啊 领域察觉到云雀没有威胁性后 果断开始攻击起 看上去威胁性最大的叶翘 伴随着叶翘一起进入领域的不见军 见到这一幕都傻眼了 他立马将剑主护在身后 有些不解地问 翘翘 领域怎么乱攻击人 叶翘也是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见过叶青涵的领域 完全就是和本人融为一体 但他的这个怎么就胡乱攻击不受控了 害得他现在也不敢乱动了 不见军挥出一道剑锋后 大声提醒到 便颜色了翘翘 就见领域当中原本盈盈的绿色变成了红色 绿色就已经很危险 红色给他的感觉更为不妙 不见军猜测难道是因为有外人的进入 领域才会无差别攻击的 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掐住云雀脖子 捏碎他脆弱的喉骨 确定他彻底没有生息后 才一把丢开他 云雀就这么死了 叶翘不幸 女主就是打不死的小乔 他还来不及多做纠结 由于他的实力不足 他的领域消失了 他和云雀再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两人刚一出现 双方迅速被各自阵营的人扒拉过去 看着被拖出来胸口处有个大窟窿的云雀 渺渺一瞬间有些头皮发麻 不确定地问大师姐 死 死了 思妙妍觉得云雀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总能绝处逢生 他觉得云雀没那么容易死 断横刀语气激动地问 叶翘你的领域好厉害 但绿色的光 是主什么的领域啊 明璇直接挤开众人大喊道 卧槽卧槽太帅了小师妹 快快快再掩饰一遍 让我们看看你的领域 目中吸野鬼哭狼嚎道 小师妹你挖了他的灵根了 厉害了我的小师妹 楚行之也不甘落后地问 叶翘你那领域叫什么名字啊 绿色的领域 和我家大师兄不太一样啊 叶翘听着他们热情的讨论声 扫视了他们一眼问 不是 你们能不能在意一下我的死亡呀 重点是领域吗 没看到他这七七惨惨七七的模样吗 都没有一点同门之爱了吗 血鱼赶紧挤开鸣悬 疯狂给小师妹喂药 他暗叹这群人没一个靠谱的 可怜的小师妹身边幸好有他 叶翘精神有些违靡 扫了一眼那些魔族 混战还没打完 和周围的青传们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魔族少主眼神狂热地盯着叶翘 原来这就是天灵根的魅力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魔尊这么执着于要得到他 领域 修真界第二个领域 一个就足够他们头疼许久了 竟然还有第二个 魔族少主再次深深看了一眼夜窍后 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见魔族竟然果断撤退 全部用提前准备好的法器逃离 寺庙言垂眼若有所思 云雀就这么被丢下 宋寒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上前一步伸出手去捶雀的身体 上下仔细观察 楚行之问他干嘛 难道还想鞭尸吗 宋寒生文言白了他一眼道 他又不是变态 他也没恨云雀到那种地理 他嫌弃地踢了踢地上毫无生气的尸体 语气艰难地开口道 他没死 用了转生术 那是一种禁术 可以替换双方命格 乃至生命 坏消息就是他只能感受到疼痛 就算死亡也是被他替换了的人死亡 但好消息是 他灵根被叶翘彻底捏碎了 这辈子只能当个废物 宁玄文言连连则生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歪门邪道路数啊 众人虽然都想探究一下叶翘的领域 但也知道长明宗不会给他们机会的 待到其他几宗清传陆陆续续走开后 叶翘捂着鼻子仰头 此时的他更晕了 脸上抑制不住笑容的秦范范 快顾背着手走了过来 当看到自家宝贝弟子苍白的脸色后 他忙压下心中的惊喜 火速带领大家回踪 等小徒弟休息得差不多后 他才开口问 如果没看错的话 小翘那个就是领域吗 叶翘先擦掉嘴边的血后才回到 师父那确实是领域 但我掌控不住他 男主就是牛逼啊 当初看人家那领域乖乖听话的程度 叶翘以为自己也大差不差 和这领域开启后 完全就是六亲不认了 一旁的谢初雪伸了个懒腰语气频频道 这和他的天赋无关 只是他修为不够而已 等到原因期他就能弄清楚 经单期就能开启领域已经很厉害 叶翘莫名觉得小师叔的语气 像是那欣慰的老父亲 他这么高兴的吗 叶翘继续往嘴里倒着丹药 等勉强再次止住血后才说到 等原因期还要很久吧 下次绝对不轻易开领域了 大家暂停了讨论领域这个话题 谢初雪问叶翘怎么杀死云雀的 叶翘表示不是自己动的手 是不见军动手的 他知道云雀作为天道的金闺女 绝对不会那么容易下险的 但他真没想到对方的脱身法子 会这么的阴损 不是说好的单纯万人迷吗 怎么竟往邪门歪道上一去不复返啊 沐仲熙拍了拍脑袋问小师妹 对了那邪神呢 说到邪神叶翘就提起精神来了 告诉大家邪神被秘境关起来 他觉得大家可以组团去探望探望幽灵秘境 秘境看到他们去应该会很开心的 血鱼嘴角一抽 总算明白小师妹一开始打了什么主意了 他觉得说到惨还是幽灵秘境最惨 被自家小师妹惦记上了 能有好日子过 目中心忙激动地问小师妹 邪神被关幽灵秘境了 我们找了他好几次没找到 宋寒生还和我们说好了 等解决完魔族 他要和我们一起去找你的 谁知道你提前出来了 得益于三师兄的丹药 叶翘恢复了点精神 他诧异地问宋寒生 他不是说过幽灵秘境那种鬼地方 他绝对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吗 明璇哼哼了两声道 谁知道呢 他绝对不安好心 说不定想挖墙角 目中心做出沉思撞道 那倒不至于 难道他暗恋小师妹 看着一群阴谋论的同门 周行云淡淡开口 或许人家只是想和小师妹做朋友呢 他还是勉强能懂宋寒生那犹犹豫豫的心情 秦范范听着徒弟们叽叽喳喳喳地又开始议论了起来 他都有些无奈了 他让叶翘等会儿去煮风一趟 给大家看看他的领域 叶翘双手一板无奈地表示 他没能力弄出第二次 第二次什么的 真是高估他了 秦范范摸了摸胡子开始头脑风暴 琢磨领域之间的区别和问题所在 谢叔雪拍了拍手笑道 大家今晚去食堂庆祝庆祝 听到有吃的 叶翘立马来了精神 当即转头提醒 小师叔今晚大家就不要吃馒头了 薛瑜想了想后表示那就做饭吧 明璇好奇地问那谁会做饭呢 这一问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时谢叔雪热情洋溢的举手表示 他知道他知道 先让秦范范烧火 再让秦范范洗菜 然后等待秦范范把饭煮熟后 大家就可以吃饭了 他的话音刚落 谢叔雪就被秦范范一脚踹飞出去 看着话为流星飞出去的谢叔雪 长明宗清传五人组都觉得 真不愧是小师叔 永远在挨打的边缘反复试探 叶翘向四个师兄们说出了他的疑惑 他觉得有一点很奇怪 他知道自己的领域并不主杀 但用起来的时候 每一下都要人命 明璇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你的领域不主杀 要知道看过云雀那凄惨的模样 说不主杀应该没人会信吧 叶翘沉默许久慢吞吞道 因为他名字叫万物生 怎么听都不可能主杀道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薛瑜摸着下巴沉吟一番才表示 万物生怎么听都好像是慕林根的领域 多少会有点关联的 但小师妹这个半点都与梅林根不沾边 小师妹问问你儿子小七 是什么属性的林根 叶翘将小七叫了出来 最后得知小七是慕林根 柔和毫无杀伤力的慕林根 破案了领域大概率和林根无关 叶翘若有所思道 我猜测或许和自身修的道有关 苍生道 与万物生之间绝对有关联 编道祝福竟变成了交易的东西 都不怕被天道批死 叶翘觉得他的领域一时半刻 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 还找到正在大肆吞噬周围天灵地宝的秘境 秘境一看到叶翘拔腿就想跑 赶在他猥琐跑路前 叶翘连忙出声威胁他 你最好别跑路 不然我就让天雷劈你 幽灵秘境闻言不情不愿地停住了跑路的动作 一脸警惕地看向叶翘问 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他 他现在真的好纠结 他可以选择将邪神吐出来 这样女魔头就不能威胁他 可是他真的很饿很饿 急需有东西补充能量 邪神可是他的大补之物 叶翘知道邪神这种东西不死不灭 只要有邪修肯花费时间 打造第二个邪神只是时间问题 把他关起来只是治标不治本 不然武宗也不会一直对他束手无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始终不放心这个秘境 现在秘境想吞了邪神 但万一哪天秘境脑子不好使 想给他添点乱子 将邪神放出去 那么遭殃的就是整个修真界了 他准确无误地做了个祈祷的手势 语气虔诚道 吴主只要您再和我定个约束 我可以把您从秘境里面救出来 直接和他开门见山道 说出你的请求 叶翘不加思索地开口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请邪神回到封印里面去 邪神觉得回封印里面 也比被这个秘境给吞噬了要强 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叶翘的这个请求 他答应后 天道约束就此落下 在两人之间形成契约 常名宗师兄弟四人 看着自家小师妹准确无误地祷告手势 都陷入了沉思 合着小师妹之前带着祝优真的去召唤邪神了 他家小师妹真是骚操作不断了 叶翘告诉师兄们邪神他已经搞定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怎么说服秘境将邪神放出来 血鱼沉银片刻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 他和秘境道 天道祝福应该比你花个几百年时间吞了邪神要管用吧 明璇立马明白了三师弟的意思 他跟着接话道 秘境只要你把邪神放出来 我们可以给你天道祝福做交易 幽灵秘境闻言审视其眼前这五人来 正常修士们都不敢提起天道 这群人道好天道祝福到头来还沦落成被交易的东西 天道知道了怕不是要劈死他们 秘境一脸怀疑地问他们 你们有天道祝福 明璇摊了下手表示他虽然没有 可是他家小师妹友啊 秘境听他这么说立马嘲笑出声 叶翘他这种不被天道所待见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天道祝福 叶翘看了幽灵秘境一眼 一脚慢悠悠踩到秘境入口 秘境差点被他这个举动吓得魂飞魄散 他连忙大喊道 你别进来 如果不是天道大人不喜欢你 我才懒得去吃只是金丹七的你 薛瑜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 笑着问秘境 天道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还给他祝福 秘连好几道 秘境也傻了他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武宗之前大笔好几道祝福都是给他的 不对吧 该给也是给那个小师妹 怎么会给到他呢 叶翘眯眼看着他 觉得他指的小师妹应该是云雀 为了印证猜测他问秘境 哪个小师妹啊 秘境又不是什么人都能记住的 他表示忘了对方叫什么了 然后他犹犹豫豫问叶翘 这些祝福真的是给他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他就干了件蠢事了 叶翘也开始思索其中问题所在 所以当初秘境作死的针对自己 是天道的意思 他直接问出心中的疑惑 天道在针对他 秘境现在也糊涂了 他也不敢乱说 他很可能从始至终都搞错人了 他小声捏如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能弄错人了 但天道针对的如果不是你 那么又是谁呢 沐仲熙听秘境这么说 整个人都暴走 你这个杀笔搞半天还搞错人了 害得我们被一群原因气的妖兽追着你 他就说呢 小师妹怎么看也罪不至此啊 见秘境思维都陷入了混乱当中 叶翘最终决定先处理眼前的事情 让他先把邪神放出来 秘境如今也不太敢捂蜜叶翘的意思 稍稍挣扎片刻 还是把邪神放了出来 见他那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叶翘让他放心会给他天道祝福的 随之幽灵秘境却道 有那个邪神在的话 他就会安慰自己 修真剑还有比他更智诚 更无能的人 这样他心里会好受很多 叶翘他们不懂他的想法 文言沉默了几秒后 相识一言忍不住都笑了 难道这就是受害者联盟之间的互相敌恋吗 叶翘他们解决完邪神的事情就回常民宗了 他刚准备回他的小院好好休息休息 段玉长老就迫不及待地来找他了 一见面就到 叶翘听说你有领域了 来来来 快给我瞧瞧 是什么样的领域 叶翘看着走路带风 其喜悦之情异于眼表的段长老 神色微妙地问 您确定 段玉理所当然地表示确定 他起码要亲身体验一番才行 等我清楚叶翘的领域属于什么体系 才能给他制定更合适他的训练 叶翘看着段长老那兴奋的表情 谨慎地回了句 他真的很危险 听到危险两个字 段玉终于理智回笼 找了个对照组询问 那你的领域 和叶青涵相比较实力如何 叶青涵的领域进去后便会被冻结 从领域出来的全是被冻僵的尸体 叶翘想了片刻 语气平淡道 那要比过才知道 只是他的领域完全不受控 开启后风险很大 不见君从剑中飘了出来 难得好心地提醒段玉 我劝你不要让翘翘打开 里面真的很危险的 看到眼前这个黑色剑铃 段玉没忍住跃跃欲试想摸一摸 剑铃啊 他们长名宗为数不多的剑铃 看着段长老那渴望的目光 不见君盲道 他的领域会变色 绿色和红色 我当时只看到这两种形态 段玉瞬间捕捉到了重点 只看到这三字 不见君表示 当时感觉再待下去会很不妙 就当激励断把云雀掐死了 没有外来者的入侵 领域便也归于了瓶颈 段玉想了想后 问叶翘的领域叫什么 叶翘乖巧回答 自己的领域叫万物声 段玉副手 背对着一人一见 开始念念有词 万物声啊 听上去很强 这个名字怎么听都是主声的道 怎么会这么凶 难道和他现在修炼的苍生道有关 怎么还会有切换形态的领域 段玉也实在弄不懂了 他看向叶翘问 领域开启是谁教你的 还不等叶翘回答 段玉就已经完成了自我推理 语气恶狠狠道 都怪那个谢初雪 带坏了我们家叶翘 找个机会一定要打死他 段玉迅速确定罪魁祸首后 他让叶翘把领域打开 他先来会会领域 对于一个听名字 像是治愈系的领域 他还是不带一点怕的 叶翘没想到段长老 能对自己领域产生 这么大的好奇心 他也没磨叽 但绿色领域展开 段玉见领域 不管是从气息 还是颜色 就是像治愈系 提起的心微微放了放 起码不至于 一进去就被贴脸杀 但绿色领域将两人 同时拖拽入内 两人所踏之地 都是生机勃勃的花 看上去很无害 段玉想不明白 怎么会让不见君 说出危险这两个字的 如果那两个小鬼 没有和起火来 编谎话戏弄他的话 那么叶翘这个领域的情况 可能比他想象中的 要复杂许多 段玉打算探探 他到底是什么体系 看准时机朝他刺了过去 果然攻击性很强烈 段玉收招以为这就结束了 结果内部开始变颜色的 领域内部温度 也在这一刻升高 骤然提升的温度 让两人鸡皮疙瘩慢了上来 不见君这时飘了出来 捕着脸道 当时让他感觉到 很危险的就是这个红色 但他总觉得的危险 并不止这一个 领域当中滚滚热浪袭来 伴随着温度的提升 叶翘本人倒是没什么感觉 毕竟是他的领域 只看到段玉长老 靠着体树硬生生给撑了过去 在经历了第二个颜色后 段玉松了口气 如果不是他修为足够高 还真解决不掉 这温度几乎能将人融化在里面 段玉刚想说 他大概弄明白 这是什么体系时 结果领域颜色又变了 这次是暗黄色的 搞什么呀 叶翘看到这次的颜色 一瞬间想到什么 四季轮回 难怪不见君会 反反复复说不止一个 因为准确来讲 确实不是一个 而是有四个呀 可惜这次无缘看清楚 第四个长什么样了 因为第三个之后 叶翘的灵力 已经不足以支撑领域 再继续下去了 溃散的一瞬间 脚下领域慢开 隐隐点点 消散在周围 段玉刚接受了领域 无情的探考 回归正常后 他忍不住摸了摸胳膊 心有余悸道 领域名字叫万物生的话 那么四个季节变换也在其中吧 但为什么不叫轮回 而叫万物生呢 只听名字的话 不止段玉以为是治愈系 其他宗也是这么认为的 万物生 这个名字 忽悠人的吧 说好的奋发图强呢 两人竟在抨击天赋狗 只因他们都是臭不要脸的 叶翘也觉得 他的这个领域 从始至终都透着不不对劲 他还是觉得 他的领域应该是治愈系的 只是不知道 其中出现了什么差错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 他觉得他应该多试试 努力把它变正常 他也很好奇 四个颜色全部 在领域变换完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 在他沉思的时候 谢初雪不知 从哪里冒了出来提醒到 或许可以试着 把领域名字拆开来听 万物或许指的是 你领域内四个颜色的变化 生指的是治愈 赶过来的秦范范 听到不靠谱的小师弟 在误导他们宗的天才 气得直接就给了他 一击无情大铁锤 大声质问小师弟 谁家领域名字 能拆开听的呀 叶翘却觉得领域名字 拆开听 好像还真能勉强解释得通 他抬手给小师叔 看自己指尖的淡绿色光点 他现在只能将领域打开 后把人拖进去 这个淡绿色的光 如果是治愈的 那要怎么使用呢 谢初雪打量了淡绿色的光 好一会后 一脸深沉的开口 这个问题他怎么会知道 然后他摸着叶翘的脑袋笑道 快来跟着你小师叔训练吧 我相信到时候 你一定会将自己领域 融会贯通的 常明宗就小师叔 这一个扶修大师 明璇作为清传中的正宗扶修 叶翘作为半个扶修 师兄妹两人就一起加入了 由谢初雪主持的特训队伍 谢初雪在锻炼叶翘 和明璇的神识和反应速度 他们经常会被 宛如鬼魅的小师叔踹飞 明璇觉得他被小师叔针对了 一边踢他 还一边骂他反应速度慢 没有警戒心 要不是他心大 常明宗下一代扶修大师 就毁在小师叔手上了 在小师叔的步步紧逼下 明璇那掀气飘飘的 贵公子形象也维持不住三秒 他最终也选择 加入小师妹 暴力破阵的行列中 只因这儿八经破阵的话 他在里面一天都出过来 对于两人这种 同款不过脑子的破阵方式 谢初雪笑而不语 训练期间下手更狠了 暴力破阵的法子被否决后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 花时间研究怎么破阵 好不容易破阵而出 两人都瘫倒在地上 谢初雪对谁都没有手下留情 一边踹他们 一边不忘用语言 不断刺激着两人 爬起来继续 常明宗的两个天才 就这种水平吗 在小师叔无情的鞭策之下 两个金丹中期的人 终于将境界突破到了金丹后期 谢初雪难得地夸了他们一句 还不错呀 你们俩连破镜都这么有默契 看着两人放松下来的表情 谢初雪立马提醒他们 现在武宗的清传们 基本上都是金丹巅峰 十几个原因期的雷结 需要给他们 找个合适的地方去杜劫 谢初雪直白地告诉他们 金丹后期的清传 因为修为不够会被留下来 他觉得但凡有点自尊心的 今后肯定会加倍努力修炼的 他是不是应该考虑 再加点训练难度啊 他幻听了吗 明璇和叶翘两个臭不要脸的 竟然在抨击那群金丹巅峰的天赋狗 明璇拍地而起愤怒道 小师妹等他们回来后 我们两个一起孤立他们所有人 叶翘文言紧跟着也拍地而起道 二师兄好主意啊 以为两人会被刺激 然后奋发图强地谢初雪 见他们决定凭借一己之力 准备孤立所有的清传们 他突然觉得他果然还是老了 竟完全跟不上两人的脑回路 当得知大师兄要带着薛瑜和穆仲熙 去高手如云的鬼剑 明璇和叶翘立马加班加点地 将他们三人要用到的符路画好 叶翘还研究出了几个好玩的符路 贴上后据说会集体热物 他把新符路全塞进了大师兄的戒子袋里 见修丢符都不太准 大师兄的风铃更能完美控制好符路的位置 剩下几个没有符修的宗门 对长明宗师兄弟三人都是一脸的羡慕 段恒道没忍住极度的心情 一把拉住叶翘疯狂民事 只要他加入成风宗 师兄们定会视他如珍宝 见他们还是这么有活力 五宗宗主们都表示很欣慰 他们宣布此去鬼界青传们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突破原因期 再听到还真不打算带上其他青传 沐仲熙立马哀嚎出声 你们了不起 你们清高 你们把修为最高的 和脑子好使得都叫走了 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呀 既然不是安分的主 拦不住就不拦了 那就去祸害鬼界吧 送走一大批金丹巅峰的青传们 秦范范看了一眼 被留下来的叶翘明 玄苗苗苗和苏卓四人 告诉他们谁先突破金丹巅峰 谁才能去鬼界 在另一边整装待发 准备离开的青传里 周行云表示他不想去鬼界 目中西也立马愤愤不平道 为什么不带我家小师妹玩呢 这是赤裸裸的骑士 叶青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后道 他要是去了 你觉得能太平吗 宋寒生虽语气淡淡 但却说出了个扎心的事实道 鬼界一行没有他的话 真的会很无聊的 毕竟如果全城只靠你们 这些不动脑子的剑修 还不如找个地方上吊得好 月清中青传们 齐齐震惊地回望他 心想大师兄怎么了 难道被周行云传染了吗 动不动地就想要上吊了 被他们惦念着的叶翘 哪能是个安分的主 他和鸣玄凑一起 准备带领着苗苗和苏卓 神不知鬼不觉的钻狗洞逃出去 可惜行动失败 被赵长老当场抓包了 赵长老知道他们心思活络 便语重心长地和他们道 你们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为什么留下来的四人里面 扶修竟有三个 叶翘听后立马举手诚恳地表示 他和诡计多端的扶修不同 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剑修啊 就让他出去吧 明璇眼睛微睁震惊地看向小师妹 为了能出去 他已经把自己开除扶修学籍了吗 还是小师妹牛啊 为了出去都这么拼啊 继钻狗洞行动失败后 叶翘觉得他们如果跑出去的话 需要做非洲去鬼界 那就需要去做气修世家齐家的非洲 明璇觉得小师妹考虑得很有道理 但他觉得非洲价格挺贵的 再说以八大家傲慢的性格 齐家也不会来理会他 传信什么的 那更加看都不会看上眼 叶翘没管二师兄 他觉得事一事总比什么都不做得强 他直接假借情犯犯的名义提笔落字 表示只要能带他们四人出去 长明宗就会给齐家留下一个清传的位置 有时候人呐真的需要机缘 这么一封足够奇葩的传信 竟真的引起了齐家的关注 他们为了搭上武宗这条线 居然真的愿意来帮叶翘他们一把 谢初雪清楚自家的小宰子们都不是安分的主 他就一直关注着他们 得知他们的打算后 他立马向师兄汇报 秦范范觉得他们如果能下去 那就一起下去吧 反正鬼街那边提前打好招呼 如果能顺利突破 那种地方也不失为一个机缘 事实上不让金丹后妻去 主要针对的还是叶翘 这孩子太能闹腾 不把他按在棕里面 其他四宗的高层不放心 秦范范见小师弟没有离开的打算 就摸了摸胡子问他还有什么事吗 谢初雪笑咪咪道 他们打算做八大家气凶世家齐家的非洲一起去 秦范范文言思索片刻 觉得齐家是个实力不弱的世家 胡帝能结交上他们倒也挺不错的 主要是叶翘这群兔崽子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提到前 谢初雪脸上的笑意更加明显了 他告诉师兄叶翘他们打欠条了 秦范范感到眉心秃秃的直跳 他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他忙问小师弟 这群小兔崽子没什么零食的吧 如果还不上 不怕被齐家给记恨上了吗 谢初雪淡定地看了一眼自家师兄后道 那倒是不会 因为欠款人他们写的是你的名字 秦范范此时的内心在咆哮 但面上还是很倔强地维持着冷静的模样 谢初雪表示 鬼界没有什么领头人之类的东西存在 而且强者很多 把那群兔崽子丢鬼界去也算是一种历练 秦范范摸了一把胡子 他觉得好像自打叶翘来了后 他经常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给他们收拾烂摊子 虽然也心累 但他们长明中好像也越来越有知名度 对着秦范范的名义 叶翘他们坐上了齐家的非洲前往鬼界 他不解的问二师兄 坐非洲不是挺贵的吗 为什么非洲上有这么多的修真界修士 明玄懒洋洋地往后依靠 看了一眼小师妹才到 因为穷的是宗门是我们 又不是修真界的修士 叶翘突然觉得好丧啊 他的梦想只是想当条咸鱼啊 混混日子百百难 可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算了不想了 他还是先睡上一觉吧 梦里什么都会有的 就在这时 来了一对气质很好的龙凤开兄妹 他们态度很好的问 不知道几位是哪个宗门的清传 看着很眼熟呢 明玄上下打量了两人几眼 见他们衣服布料上 绣着齐这个字的标志 唇角一弯问他们是不是齐家嫡妻 少年汗手承认了 然后问他们是不是避水宗的清传 明玄见他眼神 总是若有若无地落到小师妹身上 立马警惕地看着他 站起来挡住他视线头 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的 是的没错 我们就是避水宗的清传 他觉得自家师妹还小 他这个做师兄的 有责任帮小师妹 防着那群不怀好意的八大家嫡妻 少年只是对传闻中的叶翘 有点好奇而已 被明玄左挡右挡半天 他只能开门见山道 常明宗叶翘 久仰大名 在下叫齐律 他将身后的妹妹拽了过来 说这是他的妹妹齐律 他们两人都特别喜欢 常明宗的清传们 是常明宗的铁粉 齐律没事就喜欢 跑修真戒论坛上面 和一群修士们 显得无聊谈八卦 他直接问苏卓 传闻叶青涵和宋寒生 关系很好 这是真的吗 突然被八卦的苏卓一脸的 莫名其妙 他怎么不知道 自家大师兄和叶青涵的关系好 他仔细想了一会才到 传闻是假的 齐律听后不敢置信地问 啊真的吗 论坛不是还给他们 起了个双汗组合的名字吗 苏卓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建议他可以当面 问一下宋寒生本人的看法 齐律想了下宋寒生 那刻薄的性格 缩了缩脖子 觉得还是算了吧 他可没那个胆子 他还是很好奇 青涵们之间的八卦 他转头问一旁的叶翘道 浪浪 你透露一下 他们之间的关系吧 他们关系应该很好的吧 我指的是兄弟情 叶翘一开始 还有些不明所以 对上少女八卦的目光 他恍然大悟道 兄弟情 宋寒生和叶青涵 是心爱的兄弟吗 如果难兄难弟也算的话 齐律惊讶得何不拢嘴了 他没想到 还真从叶翘嘴里 问出瓜来 原来他们两人 老师妹注意嘴下留情 有空多看看外面的风景 在叶翘游神时 齐律已经激动地打开预警 疯狂地在修真界板块的论坛上面 开始爆料 他表示他从叶翘那里得知 叶青涵和宋寒生 是睡一个被窝的心爱兄弟关系 叶翘也没想到 他无意间的一句话 能把叶青涵和宋寒生 两人的风评给同事获获 齐律很想和这群青传们套进 于是就开口问 你们四个既然不是一个宗的 那么去鬼界做什么 其他人呢 这个也不是什么机密 明璇就大大方方地回答了 其他人都去杜劫了 争取突破原因期后再回修真界 他们四人修为不够 想去跟着一起凑热闹 齐律沉默几秒 许是很久没听过这种朴实的回答 他心里就纳闷了 赶不上其他青传的进度 这群人竟然一点都不急的吗 事实上苏卓一开始还挺着急的 直到看到长明宗的两个伙 他才不着急的 反正天赋比他高的都开始摆烂了 他还努力个锤子 苗苗也是这样想的 鬼戒的机遇有很多 既然要突破 免不了要去争夺一番资源 问剑宗的柱优手里 拿着鬼戒大致的地图 他将天灵地宝 可能会出现的地方都一一指了出来 他觉得他们去抢的话 只需要小心点其他宗的清传 其他修士倒是不足为惧 但是谁也没想到 竟有队伍比他们还快上映 看到熟悉的身影 叶清涵的眉头都深深的拧了起来 怎么会是他 真的是阴魂不散了 老实说叶翘此时也有点脑壳痛 刚来鬼戒就撞上 问剑宗这群难缠的家伙 而且看样子 其他宗的并不在这 估计是各自去找机遇去了 叶清涵看着叶翘他们 语气淡淡道 离开这里 我不想动手 他其实更想问的是 你们长明宗 为什么每次都将门归当空气 他们不是被留下来了吗 结果怎么还是跟来了 叶翘估算了下眼前的局面 怎么看都不适合硬碰硬 苏卓滴滴地说了一句 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明璇紧跟着嘟囔道 最讨厌这群没脑子的剑修了 叶清涵直觉没好事 再次开口道 要么离开这里 要么别怪我不留情 明璇看向他脸上挂着笑容问 叶清涵 你心爱的兄弟宋寒生怎么没过来 你们俩是走散了吗 叶清涵一脸被恶心到的表情 神色不悦地问他在说什么胡话 谁和宋寒生是心爱的兄弟了 暴脾气的处行之志问道 为什么要污蔑他大师兄的清白 明璇你是想死吗 叶翘笑问叶清涵 他这里有这么多修饰 凭什么要他们离开 叶清涵很了解叶翘 让他说的越多 那么越没好事 对付他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干 叶翘看他实在油盐不尽 只能从戒子袋里扒拉出来了个刘颖石 他一脸无奈道 叶清涵这都是你逼我的 那你就别怪我放大招了 说完刘颖石被叶翘一把捏碎 他朝身边的修士们道 这就是我们修真界的特产 女装的清传们 画面瞬间被放大 只见一群剑修撕开裙子 一跃而上 然后从裙子底下掏出常见的樱幕 而为首的人 正是修真界清传 叶清涵 叶清涵看到刘颖石的这一幕 冷冰冰的表情瞬间崩了 他握紧拳头 请客间修愤的脸都红了 他一定要杀了那个该死的叶翘 叶翘这个不做人的玩意儿 突然来了这么一手 把问贱宗的人齐齐震惊住 他实在是有毒啊 不攻击人就开始折磨人了 叶清涵因性子的原因 平时不怎么关心外界对他的评价 但这并不代表叶翘 可以将他在人间穿过女装的流影时 展露在这么多修士的面前 他觉得对方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直接握件剑气化形 原因气威压同时落下 他今天一定要让叶翘付出点代价 叶翘时刻关注着他 一件事情不妙立马准备开溜 显然叶清涵这次不打算善罢甘休 断水剑气势磅礴 剑光幻化成十几道 恶狠狠的模样 像是要把叶翘给扎成筛子 叶翘才不和人硬碰硬呢 闪身避开他的剑影扭头道 谁还录了 快拿出来安抚安抚叶清涵 他看样子都快疯了 明璇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他好后悔当初没想到录下 多好的威胁手段了 就这么生生被他浪费了 小师妹真不愧是他们长明宗最聪明的人了 苏卓一脸匪夷所思地看向他 见他是真心在后悔就好奇地问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时穿女装也有你的一份吧 明璇手里折扇打了个转 绑下叶清涵的剑光厚道 那又怎么样 没看到那些男修士当初对他的巴结 像他那么帅的人 注定走到哪里都是被人崇拜的 苏卓真是无语问苍天了 他真心想问问明璇 男扮女装你自豪个锤子 祝优见有机敏的修士 趁两边斗得不可开交时 偷偷跑去拿机缘了 他急得直跳脚道 别打了 都快停手 浑石都快被拿走了 见双方都不听劝打得火热 祝优只能一咬牙 拎着剑先去将浑石抢过来 等成风宗一行人赶到的时候 就见长明宗和问剑宗正处于对峙中 秦怀只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就准备去抢剩余的浑石了 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浑石 结果他却被叶清涵拦住 原来叶清涵想邀请他一起去对付叶翘 秦怀顿时就觉得很烦躁 他觉得叶清涵是有病吧 你们想打就打呗 关他什么事情 还妨碍他取得机缘 叶清涵见他一副不愿加入的样子 倒是一点也不着急 他声音淡淡道 叶翘手里有一份宁女装饰的流影试 你确定不拦着他吗 秦怀动作骤然僵住 缓缓勾请我冷笑拔剑刀 叶翘实在是太过分 今天我们俩一定不能放过他 两个实力强大的宗门首席再次达成合作 他们都恶狠狠地想 去死吧 败坏他们名声的叶翘 这次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的 断横刀尝试着劝一下大师兄要冷静 他们今天是来拿浑石的呀 怎么演变成了大乱斗啊 还有叶翘 他们不是该待在宗里的吗 怎么也来鬼界了 叶翘在叶青涵和秦怀的两面夹击下 艰难地躲避着 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事 他决定和叶青涵好好地谈一下 他可以交出流影试 但叶青涵必须带着师弟师妹们离开这 叶青涵思量再三最后还是伸出手道 把流影试给他 他可以放过叶翘 叶翘觉得他的人品还是信得过的 当即将一枚空白流影试丢给了他 反正以他的性格也不可能再打开来看 拿到流影试不出意外的话 他就会直接销毁掉 叶翘靠着流影试不费吹灰之力赶走的问剑宗几人 没了武力值最高的问剑宗 那么就只剩下成风宗了 他问还在继续追杀他的秦怀 盟友都走了 怎么还不走 秦怀也想走啊 但一共就十颗浑石 问剑宗已经拿走五颗了 剩下的浑石都被明玄抢在手里 他们成风宗对浑石又是势在必得 这让他怎么走 叶翘见成风宗的剑袖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 二师兄快坚持不住 他一把扯过渺渺挂在手腕上的细软水袖 抛了过去 缠住二师兄的腰往后一转 断横刀剑状有样学样 他也拿出来了根绳子 缠住明玄的腰往成风宗这边撑 这诡异的一幕让场面安静了片刻 幸亏明玄抓住时机 眼疾手快地给自己贴了张缩小符路 待身体一缩小就跑路了 明玄一跑那么被水袖和绳子缠住的就只有浑石 也就是说一袋子浑石 谁抢到就是谁的 叶翘见众人都呆愣着 他立马让人帮忙一起拔呀 齐玉毫不犹豫地选择帮叶翘拔河 他还有情提供了一条金色锁链 帮助这边能更好地锁住浑石 断横刀大声呵斥齐玉 你们齐家人帮他们做什么 齐玉之前就觉得看清传比赛挺有意思 现在能近距离参与进去 他当然是迫不及待了 齐玉因为妹妹的关系 也只能选择帮长民宗 被迫参与了拔河的苏卓 觉得他最倒霉了 齐玉一剑砍断了锁链 叶翘见状也用不见军切断了金色绳子 齐玉现如今只想暴打叶翘一顿 这就导致他的破绽暴露出来 对战嘛 比的就是谁心态稳 叶翘和他过招间 一道剑锋划过 不带任何的杀气 齐玉刚想嘲笑他的剑锁 却看他得意地打了个响指 随后齐玉低头一砍 他的裤腰带竟然松了 齐玉的心态完完全全地崩了 他面露猙獰咬牙切齿道 找死 他跟条疯狗似的一直追着叶翘不放 被逼得实在没办法 叶翘只能打开淡绿色的领域 眼看他一副要打开领域的架势 沈紫薇急忙上前拦住了发疯的大师兄 在没摸清楚他领域的名字和体系前 和他的领域打 完全得不偿失 断横刀也在一旁劝大师兄 算了 他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魂石吧 秦怀死死地盯着叶翘看了好一会 他勉强将理智找了回来 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撤 叶翘几人拿到了魂石后 立马开始分赃 常明宗拿到了三颗魂石 齐家兄妹分到一颗 苗苗和苏卓分到了一颗 魂石可以淬炼神石 也可以用于炼起 至于能吸取多少全看个人物性 秦怀把玩着来之不易的魂石道 难怪这么多修士不怕死的要来鬼界 看来好东西还真的挺多的 明璇很是赞同他的话道 修真界的好资源基本上都快被修士们瓜分干净 鬼界虽然很危险 但还是有机会得到好东西 齐律问他们是不是准备去找其他青传们会合 叶翘遗憾地表示 他们暂时应该没办法会合 因为暂时联系不上大师兄他们 齐律告诉他们应该是双方的距离太远了的原因 鬼界很奇怪的 他们不属于三界 玉剑联络起来的话有些麻烦 除非离得比较近 闲着无聊的明璇开始和齐律打听起消息来了 既然鬼界没有阶级 那最牛逼的是谁 齐律怕他们意识不到问题严重性 特意强调倒是鬼王 很恐怖的 一旁的齐律见他们四人都是一脸的淡定 他疑惑地问他们不怕吗 那可是鬼王啊 冷不丁听说鬼王这种生物 起码也该惊讶一下的吧 明璇想到了魔尊还有邪神 他觉得作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鬼王只是小事一桩 渺渺拍了拍手表示虽然见过更大的包子 但对于鬼王的话 他们还是能不招惹就不招惹的好 一伙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丝毫没有察觉到地面在不断延伸 脚下的影子逐渐被黑暗吞噬 除了见过这种招数的叶翘 想当初他就是这样被小七拉走 叶翘来到二师兄的身旁 巧声问这场景眼熟不 明璇经小师妹提醒也发现了一样 这个地方怎么看都和小七的领域很像 只是这个鬼地方 像是怎么跑都跑不出来的迷宫 给人很危险的感觉 明璇脑洞大开 想到了一个办法 也许能打破这个地方的屏障 他把齐律和苏卓一手一个拉走了 带他们去了个安静的地方 干点男人该干的事情 苏卓原以为三人要去打架 结果明璇那坑货带着他们俩 把四周都给浇灌了下 明璇还一本正经道 你们真的没察觉到什么吗 我们被一个庞然大物给笼罩在内了 现在就是要先打破他的瓶颈 让他露出破绽来 齐律乍一听觉得好像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等了好一会 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连这么变态的行为 也没把幕后的家伙炸出来 看来浇灌法没用啊 苏卓觉得有可能不是领域 而是他们感觉错了 明璇虽停止了他的变态行为 变态一发现不对劲 便立马飞快地往后跃去 他发誓这次的事情绝对和他无关 因为他还什么都没干 突然之间就变天了 齐律先看了看天空 然后深吸一口气道 这次应该是他们忍不过 叶翘文言好奇地问他们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竟然把那个暗中的家伙给刺激出来了 他能加入吗 看着满脸期待的小师妹 明璇忍不住扶而拒绝道 这个倒不必 什么都加入只会害了你 苏苏现在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从没见过这种大规模失踪的情况 他声音颤抖地问 那个吞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齐律声音急促飞快地解释 他就是刚才所说的鬼王 专门靠这种吃同类和修饰的方式增长修为 齐律打断他们的聊天 大声喊道别说了 大家快跑 一行人开始玩命地狂奔 齐律一边跑一边时不时回头 丢给不断延伸开的黑色鬼影点法器 可惜事实证明没什么卵用 人家追得更疯狂了 叶翘也顺势朝后方抛了几颗炸弹 可惜的是物理攻击显然对鬼王也没什么做 长明宗都是群跑路高手 见其他人跑得太慢 叶翘就贴了两张浮路 带着他们加速往前跑 他一边跑路一边思索鬼屋 这种东西到底怕什么 他试了很多次 只有飞仙剑能对其造成点伤害 其他的东西效果都不明显 一把指扇展开划过一道圆围 形成一个保护阵盘后 铭玄提醒大家 别被他那鬼手拽的 不然就会被拉走 渺渺当即将手里的丹炉抛出 碧绿色的丹炉力量变大 他快速开口了 大家先躲丹炉后面 他现在是随机抓人 看到谁就抓谁 一伙人火速往丹炉后面一缩 暂时免于被卷席进战场的命运 叶翘看了看外面的场景表示 必须得想着办法去阻止他 齐律苦笑道 这个恐怕阻止不忍 因为鬼界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断吞噬毒王 不然他们很增长修为 修士和鬼修都是鬼王的痒痒 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不 齐律让妹妹别那么悲观 他觉得因为他们的作死 现在鬼王都不急于吞噬其他人 他就盯上他 齐律觉得能精准惹怒怒后的宝 也是一种本事 现在就是不知道鬼王准备 怎么惩罚他们 鬼王再强大也不可能同时吞掉他们所有人 如果只是单纯吞噬和消失 他们倒还有一线生机 怕就怕这个鬼王气疯了 想要折磨死他 齐律躲在丹炉后面 仔细地观察外面的一切 当看到不远出一个高塔形状的东西出现后 他心就凉了半截 他开口就问 朋友们 你们听没有听说过塔 四个文盲青传都齐齐摇头表示没听过 齐律见状说话的声音都不由地大上了几分道 鬼王塔分为18层 从18层往下走 历练各有不同 齐律表示如果谁想要快速突破原因期 进塔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塔只许从上往下走 至今为止还没听说有人到达过最底层 叶翘听他讲的头头是道就问 有人进去过最后18层 也就是那个最底层吗 齐律想了一会表示暂时没听说过 不过他们也不需要多好奇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见到 他的话音刚落 会移动的鬼王塔几乎一瞬间将他们全部吞噬 他们几人被摔得脑袋猛猛 一路摔到了传说中的第18层 叶翘抬头的瞬间就对上好几双眼睛 从在这群人身上 他完全捕捉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 察觉到活人的到来 他们全部齐刷刷地扑了过 整齐画一的举动像是恶狼分尸 叶翘真的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 他也没想到其他人需要一个个考核才能到18层 他们却不需要 因为他们开局就在18层 叶翘艰难地劈开他们 却发现这群鬼影几乎没什么弱点 齐玉躲在叶翘后面 捂着脸提醒了 他们已经不算人了 是鬼羞的意识 叶翘扯过一个鬼羞 一张昏睡符贴在对方身上 毫不留情地把他当棍子时 让他一头撞向另一个鬼羞的 在场难修是条件反射的家家 光看着就觉得痛 这女人是个狠 齐玉见叶翘莽撞行事 心急得不得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最底层 第18层 他让大家别乱来 先分析分析 找到对方的弱点在行动 可惜没人理会他 明璇和苏卓剑效果不错 当即有样学样起 苗苗也是拿出他的宝贝丹炉 砸向鬼羞的裤裆 齐玉勉强护住妹妹后 不解地问他们 为什么动作这么的熟练 明璇没时间回答他 而是准确无误地踹向鬼影下体 顶刻间影子 像是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一样 消散在原地 齐玉之前一直觉得 明璇和自己一样是个体面人 直到看到他 专挑敌人裤裆攻击 才知道终究是自己错误 鬼羞没什么太明显的弱点可言 叶翘经过一再的试探 发现了他们包围起来的鬼羞 大部分是分身 那就说明创造他们的鬼羞真的很强 叶翘正在思考 该怎么逼出鬼羞本体时 鬼羞也正在痛心疾首中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群羞士看着一个比一个怪 但怎么都如此心狠手了 分身散了就散了 他要是被踹倒 那就彻底断子绝孙了 他果断收起分身跃到最高处的 你们是从第一层闯上来的吗 我在这里待了半个月了 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信息 叶翘掏出飞仙剑冷笑道 之前还对他们喊打喊杀的 现在就好心地告诉他们信息了 算了吧 别挣扎了 还是去死吧 早死早了 鬼羞不敢放松警惕生怕被批 光属性零件天生客邪物 他怕一剑下去自己的头身都要分家了 叶翘见状突然笑了起来 让鬼羞别紧张 他们只是想和他聊聊这第十八层 毕竟他们也是刚上 在这种不了解情况的地方 不会轻易要他命的 放心好 鬼羞想了想也信了他的话 他打了个寒颤岛 走不出去 根本出不去 他的同伴全死 或许他们都是被鬼王选中的容器 他觉得眼前的这些人实力肯定都比他强 绝对是群员英七中七之上的高手 因为他见过经历十七层试炼的人 衣服是一个比一个破百 灵气也接近干好 但看眼前这六人的状态 明显游刃有余 掉下来的瞬间毫发无损 这肯定是群喜欢低调的大脑 鬼羞就这样挠不过头了 明显不懂这个鬼羞 为什么时不时用敬畏的眼神看着他们紧 齐玉多少看出来了点苗头 掐了一把明显示意他别吭声 看叶翘的发挥 叶翘先朝鬼羞笑了一下 然后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说他们是修真界前来历练的修士 对这个地方早有耳闻 为了争取早日突破 所以特意前来挑战 齐玉被他睁眼说瞎话的模样给惊到了 什么特意挑战 他们几个不是被无意牵扯进来的吗 鬼羞飞快打量了他们一圈后道 那想必诸位的修为已经达到原因巅峰了吧 所以才组团来鬼王塔找刺激 叶翘那句争取突破指的是突破金丹巅峰 但他说的太模糊 见鬼羞误会了他也没有否认而是问 第十八层怎么出去 你知道吗 鬼羞摇头语气低落到 他在这里待了半个月 他们是他见到的第一批人 他身上的丹药全用完了 想要继续补充能量 所以才会有眼不识泰山 对他们下手 另一边 月清宗还在找能结盟的人选 宋寒生盯上了碧水宗 结果被告知 碧水宗选择了问剑宗做同盟 宋寒生被拒绝后 就打算去找叶青涵好好的聊一聊 月清宗想要进鬼王塔 但他们只有三个清传 他不敢冒险 怕遇到危险 想进鬼王塔的不只有宋寒生 叶青涵也是这样打算的 对于月清宗找上门 他并不惊讶声音平静地问 有何贵干 宋寒生当即表示因为想见他 所以就来了 能聊聊吗 不知为何叶青涵听后 脑子里冷不丁冒出来了明眩内眷 你心爱的兄弟宋寒生没过来呢 在看着宋寒生对自己殷切的态度 他觉得一阵恶寒 他往后退了两步面无表情道 不好意思 你的爱意太沉重 我不接受 宋寒生疑惑地抬眼看了他一眼 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脑子不正常 楚行之文言不淡定了 他手握寸血剑不由分说地 朝宋寒生冲了过去怒斥道 无耻之徒 竟然敢对我大师兄有那种非分之行 宋寒生见状赶紧磨步 反手贴了张定神符 让楚行之这个傻逼冷惊想 他忙问叶青涵到底是谁告诉他 自己对他有非分之行 叶青涵沉默了下 才说出了两个字 明眩 宋寒生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好你个明眩 好你个长明宗是吧 他都记下了 他努力地平复心情 被恶心了一通 他也没心思都圈子 开门见山道 想进鬼王塔 应该也需要扶修不振吧 那我们三宗结盟吧 对于宋寒生的实力 叶青涵和寺庙岩都是认可 谁知当他们踏进鬼王塔的瞬间 等叶青涵几人回头一看 发现碧水宗和叶青宗的人 竟然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在长明宗的秦范范 见叶翘和明眩的本命灯突然灭了 顿时紧张了起来 谢初雪一开始也有点紧张 但他一想是那两个小狗 就轻描淡写地开口道 可能是这个灯质量不好吧 秦范范顿时觉得手好眼 特别想揍小师弟一顿 本命灯是在收图后留下的灯 用来观察他们的状态 灯的质量怎么可能会不好 冷不丁灭了两盏 绝对是出事了 谢初雪怕被暴躁的师兄一顿锤 他机智地先躲到一边后踩到 鬼界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的 而且不是有叶翘在了 急什么 秦范范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看了小师弟几眼后怒吼道 叶翘才多大 满打满算才17岁 你为什么对他抱有这么大的期待 谢初雪甘笑了两声道 那小鬼不是被称为咱们长明宗之光吗 我对他抱有期待也是人之常情啊 秦范范信他的鬼 左思右想后还是放心不下 准备去打听打听其他宗亲传门的情况 被师父惦念着的叶翘 此时正在向鬼修套话 他不停地收集信息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进入鬼王塔是有限制 比如弱的不许禁 鬼修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 就实话实说道 丹修和扶修会被拦在外面直接吞噬 因为那些人都太弱了 鬼王根本不稀罕要谈 鬼修所幸之无不言言无不尽道 鬼王塔前是曾修为会长得很快 他就是靠着这个谈 从原因初期到达的原因中期 到了第十层千万不要贪心 最好尽快跑出去 叶翘注意到他用的是跑字 就是贪心的问 这个地方不能折返回去 鬼修摇头表示不能 一旦进入根本就没有回头路 他觉得大佬应该是武宗的通缉犯 他随口一句话 人家都能单独抠出来 真是仅剩过头了呀 说大佬是个好人谁信呢 叶翘想到之前被八大家通缉的经历 他诚恳道真要是说他是通缉犯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鬼修文言对叶翘更加敬畏了 他小心翼翼地表示 他真不知道十八层要怎么逃出去 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活下来 想活下来 就要消灭掉那些源源不断出现的黑物 叶翘看鬼修那害怕的模样 也不想去体会黑物的杀伤力 他就和小七商量 让他们一群人先进他的领域当中避一避 小七犹豫片刻 最后还是答应了 苏卓看到小七这个小鬼 立马后退半步 他对小七印象深刻 想当初魔族少主的胸口都被挖出了的窟窿 他是心有余悸啊 苏苏戳了戳叶翘道 翘翘 你的领域也可以进入人吧 而且还是治愈系的 正好避难 叶翘打断他的话道 他的领域很危险 而且现在还有点不稳定 其他人便以为他是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领域的具体用处 才这么说 明璇虽然也蛮好奇小师妹的领域 但想到领略过一次的段长老对其颇为忌态 他也不敢做死 他立马举手表示愿意待在小七的领域当中 一群人刚被小七拉入领域里面 伟修所说的黑色雾气果然席卷而来 将塔内全部填满 格外的圣人 黑雾当中还有个怪物试图寻找食物 结果发现塔内空荡荡 别说人了 连个毛都不剩 轻易躲过一波黑雾 伟修松了口气后 忍不住问这群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领域啊 即使是在鬼界也嫌少有领域的存在 或许他可以跟着他们出去也说不定 说实话 鬼修的实力也不弱 都原因中期了 可以说能活到第十八层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只是高手也架不住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一上来就踹敏感部位 这谁他妈敢和他们呆 鬼修默默注视着外面的荧幕 然后和众人道 这里的雾气杀人没有任何的规律 雾气消失后 还会出现许多没见过的妖兽和鬼怪 他突然苦笑道 前十层的宝物 就是在引诱人一步步往下走向深渊的 结果他还在伤春悲秋 有头发现这群修士已经集体羡慕到流泪了 只因他们没见过前十层的宝物 开局就已经是这种地狱模式了 明璇突然语气悠悠道 沐仲熙他们这会儿应该在鬼界吃喝玩乐吧 不管怎么说 不进塔完全就是最优的选择 苏卓皆话道 最起码 傻子有傻子的快乐 人家不会像他们一样 因为尿了鬼王的地盘 而直接被丢到第十八层 提起这个来 一群人便给了罪魁祸首明璇一个死亡凝视 叶翘再次打量着这个传说中第十八层的鬼王谈 黑色雾气中伴随着各种妖兽出没 还只要最强的剑修 这怎么看都像是在阳目 他若有所思地拍了拍眼前小七的脑袋 微微一笑语气轻快道 小七 你想做鬼王吗 齐玉是真心服了叶翘这个老六 真的是什么都敢想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摸清楚 十八层这些雾气出现的规律 人家都已经开始想着让他儿子当鬼王了 齐玉一边翻找着衬手的武器 一边笑着和哥哥道 放心好了 他可是逆风翻盘的王者 创造过多少的奇迹 那可是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叶翘 苗苗立马举手表忠心道 队伍里面的菜鸡可以不止他一个 但被叶翘带飞的人中必须有他 这是他的底线 齐玉看着两个女孩一本正经的表态 他竟不知该说什么的好 真是一言难尽 与此同时 在鬼王塔第一层的祝优看了一圈厚道 看来他们被分开了 叶青寒一剑斩断靠近的十人鸟后 小生嘀咕宋寒生他们几个去哪了 一群没有自保能力的担休 外加被禁身就只有被动挨胆扶休 竟然在踏进来的那一刻全部不见 楚行之文言不满的大声嚷嚷道 大师兄还是别提宋寒生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 不然他一定会杀了宋寒生 捍卫他家大师兄的亲满 叶青寒直接无视了这个无脑的师弟 看向祝优道 回去的路已经消失了 现在想出去 只能继续往上走 祝优表示虽然周围都是些提升修为的天灵地宝 危险性也不大 但他总有种像被养骨的感觉 就是先将他们养大再给宰了 然后留下最强那个的意思 楚行之先将第一层的法器扫荡了一番后才问 这样做没必要吧 祝优觉得那些担休和扶休无故的消失也确实蛮奇怪的 太顺利了总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怪就怪鬼王塔多此一举 不然也不会才第一层就让他开始暗自警惕这个地方 听祝优这么一分析 问剑宗几人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楚行之表示如果真的是在养骨 那么外面进入塔内后怎么出去 达到十八层就可以出去了吗 那他们还是赶紧往上走吧 祝优来鬼界前调查过瓷塔 他不假思索地点点头道 修真界情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到达十八层后就会有出口 情报来源于修真界的高层门 应该是可信的 他此刻的想法幸亏没被叶翘一行人知道 不然他们只会嗤之以鼻 什么垃圾情报 简直就是毁他们青春了 见鬼的出口 叶翘几人被困在十八层三天了 能失的方法都是过了 就是出不去这个鬼地方 时不时还会被冒出来的东西攻击 一不留神就会丧命 不过鬼王塔确实是为数不多 适合历练的好场所 三天下来夜窍金丹后期的基础都打扎实 灵根处热热的感觉让他很不熟 所以他一直在找妖手们发现 明璇觉得小师妹这一幕很眼熟 他觉得必须想个办法赶紧出去 他怕小师妹在这里妒解 上次让小师妹这么不爽的秘境 已经遭报应了 现在要轮到鬼王塔了吗 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绝对不能让小师妹在这里妒解 明璇可不想死于小师妹的雷劫之下 齐律觉得他是在杞人忧天便开解他道 上次短时间内连破两个境界的人还是叶清涵吧 他还是强行突破的原因期 你家小师妹还早着呢 别瞎担心了 在一旁的苏卓文言小声嘀咕道 他又不是没有连破两镜的前客 想当初在院子里他连破两镜 还惹得大批长王们前去围观呢 鬼王塔里别说灵气 连鬼气都没有 只有一团会不断吞噬人体内灵气毒 叶翘猜测小七和鬼王属于同源 他让小七试着去将雾气吞噬掉 小七听话地把飘过来的灰色雾气一口气全吞进肚子里去 小七本身实力并不强 也不擅长战斗 现在吞噬了这个雾气 填饱肚子的同时 竟还把修为给提升上去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分工很明确 小七负责吞噬雾气 剩下的人负责解决掉那些妖兽 鬼修刚想提醒他们一生这群妖兽有多难产 结果发现他们的态度一个比一个漫不惊心 对于猎杀妖兽这事 叶翘他们可太熟了 毕竟在秘境里他们杀妖兽都一年多了 估计到现在大秘境里 还流传着他们进入秘境后四处霍霍妖兽的传闻 雾气中出现的妖兽 绝大部分他们都见过 动手时都不需要思考 弱点在什么位置一眼便看不 明璇现在总算是理解了为何无常大比都在秘境里举行 长老们真是良苦用心 鬼修甚至不需要出手 便看到大佬们一招便轻松解决掉那群在他眼里难缠的妖兽 他肃然起敬心想不愧是原因中期之上的大能们 实力就是牛 鬼修在一旁提醒大佬们 等所有体力耗空灵气散尽后 就是大家的死期了 被鬼王选中的那个姓月儿 可以晚死几秒 但被鬼王吞噬成为他体内的一部分 也是很恶心的 秒秒丢给鬼修一颗丹药让他放宽心 自己可是一名丹修 有的是丹药可以补充体力 说完就利落地拉开手里灵弓 给叶俏他们打掩护 鬼修顿时整个人都麻木了 这位大佬竟然还是个丹修吗 见到周围堆积的一地妖兽尸体 齐律剑暂时没什么威胁 立马动手解剖起这些妖兽 齐律剑撞也来帮忙 气修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兄妹俩当即亮出刀子 娴熟地剖开妖兽尸体 鬼修一副见鬼的模样 问他们是气修吗 齐律手上动作不停 抽空回答他答对了 鬼修嘴角狂抽 他觉得这是太不合理了 等他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就懂了 他哪里能说他们纯粹是因为太监 比谁尿得远时 标记到了鬼王的地盘 才混到如此地 鬼修听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变强他扭捏了片刻 最后还是道 大人请您务必教我这个无边的法力 凌玄见鬼修一副 诚心想学习的模样 此时的他是骑虎南下 他故作经过一番深思后才到 待以后有时间了 一定会单独教导对方的 鬼修高兴极了 他觉得一定要让大佬看到他的价值 就告诉大佬 其实前十七层都是有机会逃离的 但到了十八层就出不去了 因为鬼王就想看一群高手 为了活命斗的你死我 鬼修心有余悸地表示 本来他都以为要轮到他去送死 没想到他运到这么好 竟碰到大佬们进来 渺渺文言问鬼修 要互相残杀到只剩一个人 才能见到鬼王吗 换句话说 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待很久 那在有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他的丹药再多 也不足以支撑那么长时间了 叶翘先将黑雾团成一团 塞进自家儿子的嘴巴里 看得出来物团应该很难吃 但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哄着儿子 保证等回去后 让齐拳打不见军 脚踩肯得鸡 等搞定儿子后 他才妄想在场 唯一一个正儿八经的丹修文 渺渺有灵职吗 他们可以现场练些丹药 他们这里练气的 练丹的 画幅的 学剑的 应有尽有 配置堪称完美 渺渺当即点头表示 他的介子带里有灵职 但让他犹豫不决的是 练丹需要安静的环境 和绝对放松的心态 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 他真心不太敢尝试 在这种环境下练丹 但对上叶俏明亮的眼睛 他还是咬牙表示 他会努力的 看着渺渺视死如归的表情 叶俏没忍住手键 掐了对方脸 但两下厚道 好了好了 别紧张了 但要他来练 这种环境对他而言 还挺常见的 他好歹也是当初 掏出口大锅就能练丹的很人 他担心练丹 会被突然出现的黑雾打断 便一次性打了16个丹印 在一旁看着的渺渺 观察片刻后 张了张嘴想说话 却被鸣玄示意安静 渺渺从没见过 哪个炼丹是敢一次性放尸 几种效果不同的灵制进去 这种败家子行为 在他们避水中也是不被允许 很快他发现是自己多虑了 都忘了对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见他打丹印的过程 毫无压力 除去炼丹水平和成品模样不提 在这种乱糟糟的环境中 成功率还能达到实诚实 光是这一点 渺渺表示心悦诚服 叶翘看着那些横七竖八 躺在丹炉内的丹药 却在真心感叹丹休真有钱了 反正渺渺手里的这些灵职 连长明宗都拿不出来这么多 更别说他自己了 渺渺小心翼翼地 闻了闻新鲜出炉的丹药 分辨出丹药的效果后 迅速拿出玉瓶分装 他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惑 既然有这个本事 怎么不出去卖丹药啊 叶翘听他这样问 就觉得心一阵阵地疼 他卖过呀 可是他的丹药长得太对不起大众了 哪怕效果再好也没有人买呀 谁叫世人都肤浅呢 只看颜值不看功效呢 渺渺听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声问他 有一个丑东西 哎 就是一个丹药长得很丑 但价格很便宜 不会就是你的杰作吧 想当初让他们避水宗 停摆无故被一群修饰 抨击成黑心甘休的始作俑者 不会就是叶翘了 渺渺想了想 再看了一眼手中的丹药 更加确定了那人就是他 见他没有否认 渺渺仰头伏额 心想果然是他呀 就说谁会这么天才呢 原来是这个妖念 叶翘练丹结束后往地上一趟 发现指尖落下猛呼呼的天道祝福 他晃动了下指尖意外 发现修为长了一点 这还是他头一次在丹药上面 感受到修为的增长 按理说他练丹的次数也不少 合着是天道对他之前练制的丹药都不满意 狗天道有必要对他这么苛刻吗 要不是怕会被雷劈 他都想痛骂天道布满个锤子 叶翘练丹布局一个类型 什么补灵丹 补神丹 甚至还有个奇奇怪怪的叫虚弱丹的 据说吃完后就能装病 秦璃捏着虚弱丹打量了好久后 突然转身问叶翘 这丹药可以卖给他吗 下次家族练气考核的时候 他们兄妹俩直接一人一科 就可以直接逃课 实在是妙极啊 明璇揪着小师妹的衣服咆哮的质问 有这种丹药为何不早点拿出来 他越想越觉得痛心疾首 但凡早点拿出来 他们当初也能光明正大的摸鱼啊 淼淼不敢置信地看着明璇 长明宗真的正惊吗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逃课啊 素来不见天日的鬼王塔 竟然会落下天道祝福 让所有人都猛逼了 鬼兄们觉得可能是什么福修来鬼王塔 沐仲熙看到这个熟悉的天道祝福 吓得嘴里的鸡腿都掉地上 他结结巴巴地问师兄们 我靠小师妹他们不会真进鬼王塔 薛瑜垂眼思索片刻道 以小师妹能躺着绝不站着的性格 是什么让他现场画幅的 周行云难得立马接话道 鬼王塔里面有危险 沐仲熙将鸡腿全塞嘴里后拍了拍手道 那也要去鬼王塔 他们都在里面呢 薛瑜表示去肯定是要去的 但需要准备一下 首先要弄明白这个鬼王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自从来到鬼界 周围的信息都在提醒着他们鬼王塔里面有了不得的保护 只要进去就能获得修为 薛瑜是个谨慎的 他觉得鬼王塔有点玄乎 就一直拦着师兄弟去闯鬼王塔 鉴于师兄弟三人在想办法营救小师妹的时候 叶翘他们也在努力自救 叶翘没接其力想买虚弱丹的这个话头 而是大方的将丹药丢给其他几人后 建议大家都吃一颗虚弱丹 他觉得鬼王不是要挑选强大的容器吗 那他们肯定是表现得越弱越好 比比谁更能狗 或者说谁先按捺不住 都是杨谷 他们只需狗的时间久一点 把小七养起来就行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鬼秀盲目的看着大佬一行六人 上一秒还在忙着杀妖兽 下一秒就在那里嗑个半天 仿佛命不久矣的模样 那戏演得真是辣眼睛 秦律给了一旁的鬼秀几颗丹药刀 兄弟也来点吧 鬼秀这会儿已经被他们忽悠杀了 本能的就想学着他们 生怕因为不合群而被抛弃 于是他也加入其中了 鬼王也曾暗中观察过他们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强大的修士适合做容器 结果就看到他们都病奄奄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强大的修士 鬼王决定加快速度放武器干掉他们 等待下一批修士的到来 没成想半个月过去 却发现病奄奄的那群人依旧还活得好好的 那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在演戏了 他决定先派手底下的小鬼们 来探查这群修士的实力 如果太弱的话 干脆全部同化掉 免得夜长梦多 问剑宗的青传们进入鬼王塔内后 前十层都没遇到过太大的阻碍 戒子袋内塞满了天灵地堡 这种顺利的过程让人更加心慌了 扶修和丹修的消失 让他们不得不打起精神观察周围环境 第十一层没有半点亮光 只能凭借着神势探索 朱优试探着燃起灵 最后毫不意外地熄灭了 夜清寒一件展向靠近的东西 让那些毫无意识的黑色傀儡直接伸手分离 他冷冷问这是傀儡了 朱优语气凝重吧 不 那是活死人 走在前面开刀的处刑只表示事情有点及时 活死人的数目有点多呀 朱优神色凝重 前十层还是无害的 问题是他身后还有四个师弟师妹 一拖四无一就很困难 鬼王暗中打量着问剑宗五人 最后选中了夜清寒 如果他能顺利达到第十八层 鬼王就会考虑用他当自己的容器 全然不知道已经被鬼王盯上的夜清寒 带着师弟师妹们一路往下走到了第十六层 原以为能喘口气了 至少第十六层比其他几层看上去要温和许多 就见一旁的朱优突然捂着脑袋 发出痛苦的声音 注意到小师妹的情况不对 几人不自微顿连忙扶住他关心的问 怎么了 朱优努力的眨了眨眼 让眼里的空洞散去 他问师兄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以人情绪为实的换物 他们会抓心里最薄弱的一个人刺激 将对方逼着陷入疯狂 最后再同化掉 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夜清寒他们总算明白 那些活死人是哪里来的 朱优捂着鹅脚表示 看来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是他 师兄们先离开 这里的事情他会想办法来搞定的 朱优修的是多情道 按理说这种道不容易被困幻境 毕竟修多情道的 不便心眼多 但也正因为如此 很容易被缠上 他对此只能苦笑两声 看来师兄们的道都比他坚韧 夜清寒看向他问 换鬼是挑容易攻破的人下手对吗 故意露出点破绽 让他们转移目标就可以了吧 等下他留下 其他人趁机离开 朱优文言先是愣了愣 然后一脸感激地看向大师兄道 不用了 长老也讲过除非破解换鬼的速度够快 不然被同化只是早晚的事情 谁被缠上只能自认倒霉 修燕问心道的楚行之 看着小师妹身上已经弥漫开的黑色纹路 他深吸了口气道 都别磨蹭了 还是他来吧 他最合适 顺雪剑亮起白色点点光芒后就靠近他 他表示他留下来 其他人快走 楚行之看着手上沾染的黑色气体在蔓延 他先笑了两声 然后摸了摸小师妹的脑袋道 或许十八层就会有出口 到时候再来救他好了 祝忧身之鬼王塔不许折返 每个人只能有一次从第一层到十八层的机会 他努力的控制住不让自己哭出来 他才不需要让师兄为自己扑路 楚行之给他擦了擦泪嘟囔了一声 也没这么恐怖 他会努力不被干预的 他可是修问心道 这个都挺不过去 还修什么道吗 楚行之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打起了精神 眼睛微亮的问大师兄 这次算不算他保护了大家一次 大师兄是他以前努力想追赶的目标 楚行之现在只想告诉对方 那个经常仰望他的小师弟 现在也可以独挡一面 叶清涵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点了点头 直接带走了情绪崩溃的祝忧 让楚行之坚持下去 一定要等他们回来救他 叶清涵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面无表情地继续往下走去 第十八层 他倒要看看到底是群什么妖魔鬼怪 几乎在问剑宗往下继续走的前脚 摸清楚鬼王塔底细的牧虫 吸拉着周行云也一路忙地进去 他们这次没带薛鱼 毕竟鬼王塔内不许单羞入内 前十六层都被问剑宗清扫了个干净 他们算是捡了个便宜 师兄弟两人一路顺利地追到第十七层 看到问剑宗正在和那些不知名的生物斗智斗勇 穆仲熙直接让昭熙前去帮忙 昭熙见书 地下十七层立马亮起了明亮的光 看到光源 祝忧几人本能地抬头 差点以为是楚行之处了 结果瞥见长明宗的宗符 他们又都沉默了 祝忧见来的是长明宗的人 虽然很是失望 但还是上前一步声音尖色地问 在第十六层看到他二师兄楚行之了吗 相隔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他希望他们回答的是看到 穆仲熙闻言摇头表示 他们并没有看到楚行之 来的时候前十六层全是那些古怪东西的尸体 当然也有东西攻击他们 全被大师兄和两个剑林解决掉 朱优指尖猛的一颤 死死控制住情绪 他不信二师兄会轻易被换毁 此刻的他更想下十八层 他要想办法将人给救回 穆仲熙好心地规劝他们 第十八层从来不是什么粗口 而是把人彻底困在其中阳谷 地府劝他们不要冲动 剑问剑宗的四人不听劝 他忙叫昭熙和段臣将几人拦截在第十七层 叶青涵看两个剑林拦路烦躁极了 他让他们快让开 昭熙和段臣没有剑主的秘密 跟龙位一样 没一个肯让开 穆仲熙也不和他们兜圈子 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到自家小师妹和二师兄 叶青涵闻言先是微乐 然后语气淡淡道 他不在这 他们前十七层走了个遍 如果叶翘在这里的话 鬼王塔前十七层一定不会这么安静 目仲熙双手怀胸地问他们 那天道祝福还能是为你们落下 叶青涵听他这么说 立马不客气地反驳道 按你的意思是说叶翘也在鬼王塔里 这不可能 一路走来根本就没见过你 他现在就想去十八层 看看到底有什么妖魔鬼怪 他如今满心力气 只想毁了这个鬼地方就出了形式 于是他重复了一遍祝忧的话道 他们要去十八层 让开 周行云望了他们一眼 兰德一次性开口说了一大段话道 进去后你们有把握出去 如果没有把握 兰德说送死才是你们的乐趣 自从得知师弟师妹在鬼王塔后 他的情绪就开始有波动 现在他就格外的不爽叶青涵 楚行之被留在十六层不知生死 看到眼前这个试图俯恼自己的周行云 叶青涵毫不掩饰杀气的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然后下一谎 两个元英七修士就这样毫无征教地打了起 周行云唇角微锤的弧度变都不曾变 他也打开了领域 与叶翘生机勃勃的领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的领域是一片荒芜虚无 他的领域叫虚无领域 在他领域开启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 领域反应的不只是道 还有道心 连续两个领域的开启 让第十七层飞杀走时 陷入极大程度的暴露 楚幽惊恶的问 那是什么 目中膝头也不抬得毁 领域 他家大师兄的领域 对于大师兄这种佛系的人而言 想不想领悟出来领域 全看他的心情 想想都任性 但在修真界就是天赋说话 两个原因 七不约而同 在彼此领域当中消失不见 朱幽见状试图跑去第十八层 目中膝注意到他的动静 拦了一下无奈道 真别去 那里危险 怎么就是不听劝词 他真不懂问剑宗这群人到底是怎么行 他再次耐心的劝道 十八层危险系数比这里高 这里的东西同化人还是有尸体 据说十八层雾气只要被沾染上 就会被不断的毒化 变成我死人只是迟早的事情 朱幽抬头盯着目中膝 他也知道人家是好意 缓缓吐出一口气道 你们既然找不到叶翘塔 那为什么不去十八层看一看 目中膝被他问得迟疑了片刻 下一秒朱幽的落水剑 毫无征兆地出窍 濒临宛如刀刃将目中膝逼到墙角处 只隔一指便能割断对方的喉骨 朱幽表示他们说得对 十八层一定很危险 但那里也是唯一的出路 不然难道他们一直在十七层刚耗中 他们耗得起 但二师兄没时间 目中膝也理解他的心情 沉默着没在阻碍 他有预感叶翘和明雪 那两个不安分的也在鬼王塔 但从一层到十七层都没见到他 难道他们也像处刑之一样 被困在塔中遗失了 朝夕见是个行动派 他直接飘了下去 迈入十八层 顺道喊了一嗓子 先别打 或许鬼王塔的第十八层 和你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了 而在十八层的鬼羞都快崩溃了 闹什么呢 十七层竟然有两个领域开启 万一给整他了 惨的可是十八层 他祈祷着十七层的两个大佬 别打 至少别开着领域 叶翘也感觉到了领域的气息 他问鬼羞能和十七层交流吗 或者说 他也来开个领域 加入他们的领域大乱道 他不是来拆散他们 他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伟羞文言慌忙 制止了叶翘这个魔鬼的想法 不不不 他们已经很可怕 你就不要再加入了 鬼王一直在观察着十八层的人 还时不时拍小鬼前来 试图将他们童话 面对这群被抓的小鬼 明选给出的意见 是扒了他们的裤子 吊成一排专门侮辱他们的精神 齐玉立马举双手赞成这个主意 齐玉简直不忍 只是自家亲哥 老实说他哥之前 也勉强是个正常人吧 怎么现在精神状态被童话了 朝夕见没人动 就催促他们道 别打了 十八层真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非要说有东西的话 被吊成一排的小鬼算吗 朱优本就想上十八层 听到朝夕这么说 立马就朝十八层冲去 穆仲熙也知道 朝夕不会说谎的 他也没再继续阻拦 跟着问剑宗的人 一起去了十八层 等他们一行人赶到十八层 看到的一幕 让他们都开始怀疑人生 一群小鬼被挂成一排 裤子不知道 被哪个缺德的给拔了 明璇和齐绿 正在起劲地玩着猜拳 十七层两个原因 七为去不去十八层 打得不可开交 领域剑林轮番上阵 结果最底层的一群人 正岁月静好的在玩猜拳 穆仲熙见状 忍不住摸着胳膊感慨 有时候真觉得狗 都比他们像个人 周行云同样 被眼前的一幕 惊得说不出话来 扮上后 他才艰难地问出声 谁扒得他们的裤子 明璇拍了拍手 回答大师兄 是他和齐绿干的 话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 还隐约带着点骄傲 是怎么回事 齐绿看到这么多武宗清传 于是立马抛弃了明璇 朝他们风度翩翩的自我介绍道 别人是齐家嫡系一脉 齐绿 京当后妻 请多指教 叶清涵这些清传们 看他的眼神更复杂了 能和明璇一起扒裤子的人 这嫡系真的正经吗 叶翘眼睛亮晶晶的问周行云 之前打起来的是你们吗 大师兄那是你的领域吗 目中西见小师妹 也对大师兄的领域很感兴趣 便开始疯狂怂恿他 一起进去看看 小师妹的领域 因为是不受控的 所以就不给他们看 那看看大师兄的领域 总可以了 周行云见师弟师妹都很想看 当即开启虚无领域 带着两人消失在了原地 叶翘踏入的瞬间 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是叹性的挪动 脚下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支撑 整个人置身在一处 虚无的空间当中 他觉得这个领域很危险 就是一个暗杀的好地方 目中西从领域中被放出来后 激动坏了他不顾场合道 大师兄 你的这个领域开启后 是不是生杀与夺 对方生死权掌握在你的手里 眼看周行云还真要回答 其他人立马竖起耳朵 想听听他的领域名字 结果被叶翘出声打断了 他踢了四师兄两下试一刀 别问那么多了 现在该干活了 心想四师兄怎么说话不长脑子的 领域名字被泄露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目中西那个憨憨并没有明白小师妹的身意 他戳了戳那个被吊起来的小鬼问 干什么活 加入到你们这种变态的行为艺术当中 齐律急于挽回自己的形象 于是把推测出来的真相告知众人 虽然灵器榜上没有鬼王塔的名字 但不可否认他就是个灵气 只是现在被鬼王变成了一个阳谷的地方 明璇也在一旁附和道 他们经过半个月格外丰富的斗争经验 得出结论就是鬼王其实并不强大 他的修为靠的就是这个鬼王塔 齐律嘖嘖两声补充道 这里可是阳谷的好地方 鬼王一声令下 白鬼可都随便攻他驱使 说不定里面还有我们的同伴 鬼王的恶心之处就在于此 鬼界这种地方强者为王 鬼王哄骗修士入塔内 将大部分人弄死 再放几个修士活着出去 以便宣传鬼王塔能提升修为 导致修士即使知道危险 也会源源不断进入塔中 穆仲熙抬了抬手表示有话要说 他觉得应该没办法伤到鬼王 他的朝夕剑和小师妹的飞仙剑倒是可以 只是伤害可忽略不计 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熟悉的雾气再度飘了过来 问剑宗的助忧反应 慢慢拍差点被感染到 幸亏齐律眼疾手快 丢了几个防御法器挡住了雾气 他正色地提醒新来的清传们 小心点那东西 只要粘上就会吞掉人的部分神石 最后慢慢地就被同化了 叶翘知道法器抵挡不了多久 他几乎化为残影将小七丢了过去 示意他去吃光那雾气 看到他们诧异的表情他解释的 鬼物是可以互相吞噬的 强的可以吞噬弱的 鬼王想养骨是吧 叶翘打算让他养个够 他迅速补充道 这期间只要别让小七被抓到 等把小七养得差不多后 他们就可以找鬼王玩玩了 听他这么说 原本死气沉沉的祝忧立马抬了头 声音含了几分稀计地问 如果找到鬼王 是不是就可以将他的二师兄找回来 事实上在问剑宗内 和楚行之关系最好的不是叶青函 而是他 其实大师兄并不会教人 他是被二师兄楚行之领入门的 叶翘不清楚鬼王能不能做到 于是他就没敢接话 这种事情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目中西难得机灵了一回 他注意到了气氛不对劲 立马帮小师妹转移话题 他好奇地问 小师妹你们是怎么来的最底层 周行云也难得神色严肃地问明轩 他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才到的第十八层 作为第一批上来的人 他们难道没有遇到患鬼吗 还是说遇到了别的什么东西 叶翘见两个师兄说话语焉不详 他反问他们 代价 你们付出代价了 目中西摇了摇头 然后把声音压得很小到 他们没付出什么代价 但楚行之被留在第十六层 叶翘闻言微微恍然 然后告诉自家师兄们 他们开局就在十八层 明轩这时插话道 大家先干活吧 起码要试过才知道 这方法到底能不能对付鬼王 拖得越久越危险 叶翘抱着小七 让他吃干净自己那片区域的雾气后 就把小七抛给了叶青涵 叶青涵一把搂住小七 遇见掠到半空 指着那团雾气 眼瞼一该吐出一个子 是 小七立马乖乖地往肚子里面吞雾气 没办法 他怕叶青涵了 在一群人的配合下 现场雾气全部被小七吞噬干净 朱优有些着急了 他觉得这样的速度太慢 拖得时间越久 处形之生还的可能性越低 他从戒子袋里翻出了一块墨绿色的石头 这里面据说蕴含了几百年的修为 不管对修士 还是对鬼屋吸引力都极大 应该可以用这个和鬼王做交易 叶翘觉得鬼王本来就缺少修为 这种能白白增长修为的末世 他没道理会拒绝的 到时候拿石头做诱饵 等他出现就好了 他思索一番后表示可以 然后又问朱优打算把末世给谁 小七吗 朱优直言想把末世给叶翘 但又怕他会有危险 叶翘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鬼王的战斗力其实挺弱的 其实让人头疼的是他那些大军 但他有飞仙剑 对付起来也没那么吃力 朱优听后松了口气 将末世给了他道 谢谢 这个给你就当是报仇 叶翘本就想找那个鬼王玩一玩 就直接说了成交两个字 有末世这种灵物在 鬼王不消片刻就纹着围过来 探查到末世在叶翘的身上 他当即没了之前想养骨的心思 直接猛地发起进攻 准备夺取末世 在他靠近的一瞬间 末世就被叶翘丢领域里面了 他自然抢不到 眼看鬼王出现 叶青寒冷静开口道 用剑阵 问剑宗的弟子齐齐拔剑 凌冽的剑影幻化成了数千道冲向鬼王 叶翘抓紧时间让小七多吃点 努力把他养得能和鬼王抗好 被刺伤的鬼王抱走了 他抓住叶翘的脚腕死命地往地里面拖 叶翘见识过其他人是怎么失踪的 他搂紧怀里的小七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鬼手一把拖入地底下 长明宗几人被眼前这场变故刺激的心跳猛的变快 下意识想跟过去 一旁了解情况的鬼秀让他们别紧张 表示叶翘只是被带下去 应该会和之前塔外消失的人在一个地方 在被鬼手拖进地底下的一瞬间 叶翘立马摊开掌心打开领域 就见一道淡绿色的光芒把他紧紧包裹在内 固着他稳稳落地 鬼王乍见他身上出现的奇异光芒 先是呆愣了下 然后就杀气涌现准备吓死 叶翘当即躲闪了两下 防御服录随之碎开 他立马把吴建军叫了出来 试一齐赶紧动手 这次随便他杀 哪怕把鬼王切碎了喂小七都没问题 吴建军闻言愉快地睁大了漂亮的眼睛 大声应好 小七也会议地打开领域把周围都笼罩起来 两个大杀器就此开始了合作 吴建军用黑色丝线死死勒住鬼王 把他的部分身体勒散开 小七见状立马上前去吃掉鬼王的身体 当鬼王一意识到自己会被反吞噬 鬼将不确定地回岛 应该是在演习吧 鬼兵小声嘀咕道 不能吧 谁家鬼王没事演习一下 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 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 在鬼王开始召集小弟的时候 叶翘也在飞快地打量四周的环境 他突然发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 他慢慢地靠近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原来那里有个隐蔽的阵子 就见阵法里一群修士紧紧地挨在一起 里面全是扶修 单修 还有气修 察觉到陌生人的闯入 宋寒生直接甩出一张符路 叶翘赶紧用防御符挡住 但还是被炸得后退了两天 连忙出声道自己 熟悉的声音让宋寒生的动作微顿 当叶翘看到里面那么多单修符修和气修时 他不由感慨道 鬼王真是有眼无珠啊 竟然敢这么对待修真界的瑰宝 如果这是被长王们知道 估计他们会哭的 寺庙沿见来人竟是叶翘便不解地问 怎么也被抓进来 他不是剑修吗 按理说鬼王应该挺喜欢他这种武力直强的人 叶翘这回没时间回答他的问题 催促大家快走快走 他猜测这个地底下 应该就是鬼王的朗潮 他抓起寺庙岩几人就要跑路 寺庙岩急忙告诉他 等等叶翘 这里没有出路 他们早就找过了 但这个鬼王塔根本就没有出路 宋寒生看到他抓着人就跑 以为他已经找到出口 立马激动地问 难道你找到出路了 叶翘表示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现在他带大家先去十八层找其他青船们会 他可不想进魔尊邪神之后 再达成被鬼王追杀的成就 寺庙岩问叶翘 他们都在十八层吗 那他家小师妹是不是也跟着来 叶翘带着他们一路往上跑 一边跑还一边告诉寺庙岩 他师妹渺渺也在第十八层 鬼王怎么也没料到他们敢再次闯进来 当即大笑着将鬼王塔前十八层都给他们开启 好让他们更方便地自投罗网 前十层的宝物是真的多 叶翘也不客气全栽戒子带领 装不下就用领域装 一群人直到把一层扫当干净后 才会继续往下层走去 从第十一层开始杀鸡便显现出 因为除雀扶修外还带了碧水宗的丹修 宋寒生作为主战斗力之一 不免要分神照顾一二 结果他刚一回头 防御符还没递出去 便看到了自觉在丹炉内藏好的碧水宗青传门 宋寒生顿时觉得碧水宗已经被长明宗那群智障们给彻底占领 丹宗青传门靠着在秘境里面为数不多的几次配合 一路艰辛地走到了第十五层 等到达了第十六层后 叶翘总算看到了所谓的幻鬼 齐律和齐玉这会儿也在第十六层 看到叶翘回来后 他们立马惊喜地招了招手 叶翘我们快走 原来叶翘被抓走后 鬼王也跟着走了 这样起码安全方面 他们这群人暂时是不需要担心的 祝悠一直低头计算着时间 那着急的母亲 让齐玉几人有些困难 沐仲西大致解释了下原因 齐玉听后才恍然大悟 他看向祝悠表示可惜了 在鬼王塔内是不允许折返 最主要的是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将他师兄 从幻鬼手里拉出来 朱悠一直没有忽略 他话里的那些尖锐问题 他如今只能寄希望于小七 能将鬼王吞噬点 然后他再把师兄救出来 齐玉知道和问剑中 搭上线的机会来 他表示鬼王可怕幻鬼没办 如果大家信得过他的话 他们可以一起去一趟第十六层 朱悠不由威愣再次确认到 你们知道哥哥打着什么主意的 齐玉跟着点头 他表示他们几个没去过其他层 开局就在十八层 如果折返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齐玉又敲了敲手中的清心灵 清脆的碰撞声音扩散而来的瞬间 提被立马一扫而空 连同之前带来的心烦意乱都压了下来 他们敢这么说 其实也是有相应的法器作本着 齐家的清心灵能将迷失的灵魂拽出来 陷入幻境或者其他情况下 也能起到保命的作用 只希望处刑之争点起 朱悠没想到他们竟然是直达十八层的 一瞬间他又看到了希望 他与戴激动道 那就拜托你们 如果能把二师兄带回来 那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齐玉也不敢保证 一定能将人平安无事地带出 他表示他们兄妹会尽力的 如果能成功的话 他们就要问剑宗的一个承诺 这时叶清寒沉稳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他承诺两人没问题 齐玉与哥哥对视一眼 当即准备去十六层试试看 能不能把人救下来 兄妹俩握住清心灵来到了第十六层 他们打开了的薄杀罩子 将靠近他们的幻鬼弹开了 齐玉用夜明珠罩了一下 瞬间脸色发白 天哪那么多的幻鬼 乌鸦鸦的一片 齐玉忙指着一个快要被覆盖住的少年等 哥哥要找的人在那 齐玉当即和妹妹等 快 想办法抓住他 把他抓到第十八层 先抓住人 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除幻鬼 只要没被完全同化那就还有救 齐玉好歹有精丹后期的修为 伸出手勾住楚行之 结果被躲开了 紧跟而至的是对方毫无理智的剑光 齐玉身上的法器应声而碎 眼看对方还要继续用剑砍第二下 齐玉大声喊了对方的名字 楚行之 楚行之三个字让齐有了反应 在他动作威智的瞬间 齐玉敲响了清心灵 齐玉趁机用锁链绑住楚行之 将他拖着走 快要成功到达第十七层之际 楚行之呼得有了动作 长剑劈在齐玉的肩头上 留下了身可见过的伤口 齐玉被偷袭得猝不及防 他咬了咬牙刚准备带妹妹离开 就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动静 一看来人是叶翘 他就放心了 他告诉叶翘楚行之没救 叶翘也想拉楚行之回第十八层 谁不想要问剑宗的人情呢 如果能救下来 那么坐地起架 狠载问剑宗义 他们也只能受着 光想想就开心了 楚行之见一击失败 便想退回去藏起来 叶翘可不想再去人群里面扒了他 赶紧喊了一声 叶青喊 清心灵都不管用 谁知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竟然把人给喊住 叶翘顿时知道该怎么留住楚行之了 他笑咪咪道 楚行之就这点实力的 只会被你家大师兄嫌弃哦 寺庙言扶置心灵 紧跟着喊了一声 想想你的大师兄 叶青喊在看着你 果然 一直没动静的楚行之有反应 趁着他顿住 叶翘拿剑开始偷袭他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楚行之竟精准地躲过去 叶翘剑嘻嘻地又撩拨了两句 狗圣你可真是平不清云 不一样了 竟然敢打你爸爸 面对再次暴怒的楚行之 叶翘让其他人先走 他试试看能不能把狗圣给打到福气 但谁都没动 宋寒生问了他一句 如果这一次自己留下来 他会诚恳地感谢自己 叶翘顿了顿笑咪咪的气他道 那当然是不会了 然后在宋寒生的帮助下 叶翘叫上不见军一起去对抗楚行之 在不断和楚行之战斗中叶翘一声 其实这人的实力还真是一点也不弱 他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想着在躲避楚行之发狂情况下 到底该怎么抓住乱窜的对方 不知道是谁问了他这么一句 还不走吗 事到温温柔柔的女生 叶翘以为室内军换鬼又在逼逼赖赖 他捂着险些被割断的搏狗 一字一句道不走 今天他和狗圣杠上 他决定了等他把楚行之 从这个鬼地方救出来后 他不仅要对方的人情 还要让他叫自己爸爸 他拧眉看向腰间挂着的飞仙剑 零剑亮起点点光芒 幻化成一道温柔的白色眼 飞仙剑朝他伸出手 温柔地笑着开口 翘翘来 叶翘一把握住飞仙剑 在柔软的光照射下 一如他明亮的眼睛 叶翘朝楚行之冷冷挑起唇颈 要知道飞仙剑可是换鬼们的克星 没了那些时不时缠上来精神污染 绑人就绑得很顺利 这一刻叶翘压着许久的火气 终于发泄出来 他一见下批 毫不犹豫飞起一脚踹向楚行之 让他半跪在地上 一群人合力用束仙绳紧紧捆住楚行之 让他没办法胡赖 现如今他已经被童话 没一半也有三分之一了 当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先将他唤醒 齐玉晃了晃手里的清心灵 试图唤醒他 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叶翘直接上前打了楚行之一巴掌 道 再不醒来的话 你家大师兄要嫌弃你 从没见过这么脑残的一个人 他们说半天没个反应 只有提到叶青寒时 他才能清醒极妙 为了安全起见宋寒生提议 大家先离开这里 去十八层和其他清传们会合 碧水宗的寺庙言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鬼王塔实在太危险了 单独行动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但叶翘是个喜欢反其道而行之的人 他打算和水东尼 让十八层那群清传们 先去帮他吸引一波火力 其余问他们那楚行之怎么办 要不也把他带去十八层 到时候让叶青寒试试 能不能把他叫醒 叶翘否决了这个提议 他表示十八层会是最终战场 带楚行之过去不安全 他晃了晃看着跟木头人 一样被捆着的楚行之道 而且这人或许还有救了 他其实只是单纯的不死心 好歹也互相伤害了一年多 等真的没救 他再把人拖到十八层 其家兄妹觉得跟着叶翘浪 危险系数太高了 齐律最后也表态了 他们兄妹也要回十八层去 叶翘耸了耸肩 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 让他们带话给他二师兄快下来陪他 他觉得果然还是自家二师兄靠谱 无论多危险都不离不弃的 他往上面略微安全一点的十五层跑去 他觉得既然掌控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名为塔的灵器 就和当初的秘境还有明月剑一样 不逼他们一把 他们是不会明白什么叫绝望 他晃了晃欲剑 试着开始联系外界 鬼剑没什么信号 除非离得近才能联系得到 他们四个师兄妹都进塔 那么血雨师兄应该也在塔外后找了 联系三师兄几次都没成功后 他直接一口气走到第一层 再次尝试联系 这次终于成功了 另一边塔外的血雨因联系上了小师妹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是长明宗唯一一个没进鬼王塔 叶翘问三师兄 现在知道了多少关于塔的信息 薛雨组织了一下语言 将他调查来的信息告知塔内的小师妹 这个塔他会挪动 所以不能太靠近塔 一不小心就会被内入进去 他还听成功逃离鬼王塔的一些人说过 第十八层里有鬼王的鬼气 雾气里面还会放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妖兽 叶翘听到妖兽两字 顿时眼睛一亮想到了什么 小尖点了点地面让三师兄别进来 现在有任务要交给他 妖兽这种生物简直就是无处不在 但如果控制得当 就会是群大杀气 既然妖兽能进入塔内 他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搞点事情 叶翘就喜欢三师兄这种细致的性格 他让三师兄去捉之母妖兽来 再多练点催情单出来 把那些妖兽们都引过来丢进塔内 定要让这个塔知道谁才是爹 薛雨看着被挂断的玉剑 摸了摸下巴喃喃自语 他去捉妖兽的话 不会被妖兽给捉了吧 他打不过妖兽啊 他若无其事地将玉剑收起 不慌不忙地来到秦怀面前开始给他画 鬼王塔前十层有很多的天灵地宝 天赋高的一夜破镜也不是没可能 来不来 正摩拳擦掌准备去抢夺东西的秦怀 飞快地放弃了一开始的选择忙问他 需要他们做什么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在利益面前谁会拒绝合作这个选项 不止他需要提升修为 师弟们也需要 天灵地宝是最快提升修为的方法 到时候他们就能再次碾压长明宗 脚踹问剑宗 成为武宗第一 薛雨就喜欢和爽快的人说话 他语气轻快道 那么第一步先去捉个母妖兽来吧 秦怀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他立马带着师弟们大肆捕捉母妖兽去 于是乎鬼界附近的母妖兽被他们一扫而空 他也因此获得了个母剑仇的称号 见秦怀抓了几十只母妖兽 全部用捕兽网收紧 薛雨火速下达了第二条指令 接下来让他骑着妖兽快走 不出片刻就会有妖兽追着他跑的 只要别回头就行了 一旁的断横刀文言都无力吐槽了 什么鬼啊 为什么要他们家大师兄骑着妖兽快跑啊 薛雨倒是也想骑着妖兽进去玩呢 看上去小师妹他们玩得挺高兴的 可谁让他实力不够呢 他理直气壮回道 谁让鬼王塔不欢迎他这种弱者 身边的强者也就只有情怀了 断横刀听后竟一时无言反驳他 纠针界里的武宗长老们正在开会 武宗清传弟子们的本命灯 大多数都在晃晃悠悠着 亮着的所剩无几 尤其是夜翘那几人的 简直在灭和亮之间反复横跳 谢初雪凝视着那几盏灯百思不得其解 这几盏灯明灭灭的 难道那群孩子是准备将鬼王塔给炸掉了吗 最让人头疼的是问 剑宗处刑之内盏灯几乎是全灭 期间从没再次亮起来过 看上去情况不太妙 谢初雪喃喃自语道 这不应该啊 在他记忆当中鬼王塔确实是有一定危险 但他觉得这次任务有夜翘在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他实在想不出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示意武宗的长老们看过来 然后对常明宗的赵长老道 还是麻烦长老您去一趟鬼界吧 赵长老一脸疑惑地问 去鬼界做什么 谢初雪反问他 青传弟子们的本命灯都灭四盏了 你说去做什么 谢初雪不适合去鬼界 常明宗如今是第一宗 他们都派了长老去 相信到时候其他宗应该也会派自家长老跟过去的 问剑宗宗主闻严立马表示 既然如此 那他们也派个长老一起去 毕竟灭掉本命灯的不止常明宗的清传 其他四宗陆陆续续全灭了 很显然是一起进去 迄今为止只有成风宗的本命灯还亮着 常明宗唯一没灭灯的就是薛鱼了 但那小鬼也不见得是让人省心的 被长老们认为是不省心的薛鱼 此时的他正在练崔秦丹 一回生二回数 他现在已经能精准练制出崔秦丹来了 就等秦怀抓一只母妖兽来 再把那些公妖兽吸引过来 他将崔秦丹碾成粉末 撒在母妖兽身上 很快那些发情的公妖兽 循着气息跟野猪出龙一样 浩浩荡荡朝鬼王塔的方向奔来 秦怀冷着一张脸随意骑了一头妖兽 然后开始指挥妖兽大军往前冲 向鬼王塔发起了进攻 这下鬼王塔内彻底热闹 但不见军药裂开了 他对妖兽可是有着致命吸引力的 他的存在简直像是在崔秦药里面 又加了一剂猛的 引得妖兽们开始集体暴动 这个时候能不离不弃的 也就只能是明选了 祝优望向齐玉 见他们没有把人带回来 就艰难的开口问他家二师兄呢 齐玉有点不太敢看他 眼神躲闪片刻最后还是低声道 星星灵也不管用 齐玉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拉回来了 很抱歉 但人已经被换鬼同化后 其实把人带出来也无事于补 祝优瞬间只觉得浑身发冷 他死死握紧腰间的零件 勉强开口表示他知道了 他根本没时间悲伤 鬼王大军已经汇集于此 现在必须动手解决掉这些鬼怪 等他们把那些鬼怪切碎 就让小七去吞掉 这样小七就能成长了 人鬼双方大战 问剑宗是主战力 只能由他们开刀 扶修在一旁给他们用阵法各种增幅 帮忙打掩护 直到一只幻鬼悄无声息地缠了拐 苏卓同人请客间变黑 脑袋骤然微锤 嘴里还在不停地叫着小师妹 慕仲熙见状直接踹了苏卓一脚 把人踹到地上喝倒 冷静点 慕仲熙没想到这么久过去 这货还惦记着云雀呢 也不知道该说他喘还是可怜 苏卓被一脚踹清醒了 他捂着耳朵 可缠过来的晃鬼根本驱赶不走 齐律晃了晃手中的铃铛 把所有人的心神拉了回来 他郑重地提醒众人 都打起精神来 被童话真的会死人的 苏卓感激地朝对方汗手 人鬼两个阵营开战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十八层的地面突然传来巨大的动荡声 不得不停战的双方 就看到乌泱泱一大片的妖兽们 正飞快地朝他们冲过来 鬼秀都看傻了 卧槽 过来的那是群什么东西 叶清涵冷静地吐出两个字 妖兽 很熟悉的生物 能不熟悉吗 可妖兽相爱相杀这么久 没人比他们更熟悉了 鬼秀握紧手里的法器热血沸腾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正面打这群鬼怪一个屁滚尿流了 哪成想叶清涵踩着剑飞了起来 眼瞼一该道 浑水摸鱼 他已经明白这个动静是谁弄出来的 他们现在只需要躲避 躲得越快越好 叶翘在的话 他肯定会指挥着大家赶紧为所躲起来 做山关虎斗 现在是叶清涵指挥 就听他果断地开口下令 给你们十秒钟时间 全部找位置藏好 鬼秀都怀疑他听错了 叶清涵不是勇敢之前的剑修吗 不是应该带领他们正面刚的吗 怎么下令让他们躲起来了 这太玄化了 现在不止十八层 可以说塔内每一层都全乱了 随处可见妖兽出没 找到小师妹会合的明玄 吞了吞口水 动都不敢乱动 生怕迎面撞见一只妖兽 要将自己撕碎 明玄手里捏着防御服录 时刻保持着警惕 要知道妖兽攻击人 可都是无差别攻击的 单论战斗力 青传们不一定打得过那么多的鬼怪 请妖兽入场搅局 青传们通过大笔的试炼 已经知道该如何应对各种妖兽 那么惨的就是那些鬼王的大军们了 明玄踢了踢安静 躺在地上的楚行之 语气复杂地问他真的被通话 虽然自己很不喜欢他 当初也是他嘲讽自己最狠 但好歹相处了一年多 也不想见他真的死在鬼怪手里 叶翘无奈地表示 能不能摆脱患鬼 只能看他自己了 鬼王塔内彻底乱套了 师兄妹两人暂时也无事可做 只能安静地等待着楚行之将患鬼逼出体内 叶翘思索片刻 突然低头现场开始画起符来 画好后就利落地把符贴在楚行之身上 他问二师兄还记得能幻化成对方最渴望东西的符路吗 符路贴上的瞬间 原本毫无反应的楚行之骤然抬头 手里常见一分为二 嘴里喊着为了大师兄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效果的叶翘 看着楚行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哪里还有一开始的死气沉沉 他身体里的患鬼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大意了 本来这个小鬼就难缠 所以一开始找上的是他师妹 本以为要成功了 谁知道这个问心道得这么难缠 死活不肯加入他们 结果叶翘一张符路 竟然把人给叫清醒了 患鬼不死心 便幻化成叶清寒的模样 露出笑容道 二师弟 开什么玩笑 大师兄的脸啊 竟笑得阳光开朗 楚行之原本停顿的剑下一秒狠狠落下 他大声怒斥竟敢冒充我大师兄 活腻外不适 伴随着患鬼不甘的嘶吼声 我携着寒光的剑迸发出明亮的光芒 眼看密密麻麻的患鬼 要将自己全部淹没 楚行之避开要害抬手就给了自己一剑 在疼痛下他的眼神逐渐清明 叶翘和明璇虽然看不到 幻鬼和楚行之互相厮杀的场面 但不妨碍两人看到这一剑捅下去 他们光看着都觉得疼 楚行之挣扎着睁开眼喘了口气 就见他身上被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 很微弱已经逐渐淡了下去 明璇心想这二愣子误导速度还挺快的 都直接破镜了 问剑宗第二个原因期 叶翘瞬间觉得他是柠檬金本金了 伸出手疯狂地晃了晃楚行之 他细经上身一脸悲痛道 狗生了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最爱的爸爸呀 正回忆起丧失神志时 叶翘将自己拉回来的画面 感动还没三秒的楚行之 此时在心中请求老天把他的感动还回来 叶翘细经了三秒后 立马恢复了之前的表情道 醒了吧 醒了快来干活 鬼王塔的第十八层 现在用混战来形容最贴切 叶青涵和周行云为了保护各自的师弟师妹们 也顾不上其他人的死活了连番开启领域 两个领域同时开启 在同一个空间内叠加 造成的危险比正常情况下要大很多 塔林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再这么打下去这里可真的要他 塔林也是有规则要遵守的 在不被恶意攻击的前提下 他也不能随意将人丢出去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虽然没人恶意攻击他 但这群人在互相伤害期间 就把空间弄得摇摇欲坠 问剑宗长老紧赶慢赶来到鬼界 看着整个塔发生剧烈的抖动 他不由眉心狂跳 昔日秘境坍塌 静地被炸得阴影浮上心头 他开始疯狂打自家弟子的郁锦 但一直打不通 怀揣着最后的西记 拨打了叶翘的郁锦 等郁锦接通的一瞬间他质问道 你们在搞什么鬼 为什么他好像下一秒就要他了 叶翘顿时觉得他冤枉急了立马解释 这可不关他的事情 是他们开了两个领域在十八层打架 两个领域 谁又领悟了 对面问剑宗长老拔高的声音 差点把他吼咙了 叶翘淡定的回答 是他家大师兄和叶青汗 问剑宗长老闻言失落了几秒 竟然不是他们踪的 不过一想到周行云也是原因气修士 误出领域来也能让人接受 让叶翘把刘影师打开 让他看看里面的战况 他试图指挥这群青传们 让他们不要乱来 叶翘听话地打开刘影师 给他们现场直播 入目就是一片狼藉 单修扶修还有气修们抱团取暖 是啥呀 大型妖兽蹦迪现场 那一幕把所有赶来支援的长老们都看猛逼了 问剑宗长老声音卡壳片刻问 这些都是修真界的修士 怎么都沦落到如此地步了 叶翘意味深长道 是啊 不仅如此他们还都是裙单修 扶修和气修 可都是修真界的宝贝啊 什么 为什么他们都会在这里 问剑宗长老痛心疾首地问 叶翘有了惊艳在对方骤然拔刀的声音时 飞快将玉姐拿得离耳朵远了点 叶翘解释起经过后 表示他正在想办法救他们的 让长老们不用进来了 他准备把这个傻子加给踏平 主要是他们进来也没什么用 根源不在实力高低 而在那个塔铃身上 问剑宗长老一脸严肃道 叶翘 不许乱来 入门的门规你到底有没有看过 弟子要服从长老的命令 叶翘将玉姐反手挂断丢给了楚行之 然后就装模作样道 您说什么 没听清啊 楚行之看着再次亮起了玉姐 也反手挂断 毕竟他不是叶翘这种违反门规 跟吃饭喝水一样的人 第一次叛逆的他还是有点紧张的 见玉姐被挂断 问剑宗长老也只能干瞪眼 楚行之被换鬼占据过身体 塔的规则自然对他也没用 现在这三人组完全就是塔外狂吐 四处溜达都不用担心被判刑的那种 这会儿要被打他的是他 又不是他们 他们三人自然不着急 这种时候比的就是耐心 比起十八层的兴风血雨 鬼王老巢弥漫着一片死气沉沉 妖兽的闯入让这里更添混乱 主意是叶翘出的 他自然也要负责收尾 叶翘暗自猜测 等下不见君回来应该是会哭的吧 好不容易化形能摆脱棍子形态了 结果扭头还是被叶翘丢去溜妖兽了 另一边被妖兽们狂追的不见君 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 回头他一定去找断臣的主人 问问怎么能无痛自杀的 飞仙剑在叶翘眼前浮现 真不愧是零剑榜 第一威力确实很强 一剑便拦截住眼前的庞然大物 他觉得三师兄还挺会物色妖兽的 基本上这群妖兽实力没一个差 他也不磨叽 骤印炸下去地面就掀起一个大坑 鸣玄的俘禄轻而易举 割开了仕途飞扑而来的妖兽 他和小师妹道 看来塔林还挺沉得住气的 十八层都要被毁掉了 还能忍着不见他们 楚行之的剑光落下将周围小鬼驱散开 这对于一群在鬼王老巢等待着被吞噬 都快绝望的修士们来警 这三人无疑是天神下凡 看到那些修士们先是亮起来 又再次沉寂下去的目光 夜笑安抚他们道 大家都冷静点 一定能出去的 没得到任何回应 他却一点也不急 对射牛而言无所畏惧的 他挑了个高点的地方站上去大声问 这里可有认识他的人在 楚行之都有无脸的冲动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问出这种话来的 这时终于有人低声道 长鸣宗清传 人送外号夜浪浪 夜翘立马接话道 没错 就是他 虽然有时候觉得这个外号很羞耻 但现在不要紧 有人认识他就行 那么接下来请相信他好了 他一定会带大家出去的 爱鬼王老巢 都能搞传销 他真是走哪里都能浪起来 明轩一听小师妹的话 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立马也跟着鼓舞大家道 知道他们长鸣宗 能拿第一靠的是什么吗 靠的就是他们的自信 望着迷之自信的两人 大家竟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 毕竟他们当初那走路带风的样子 现实不敢忘了 有一个丹修小声嘀咕道 从鬼王塔里面走出去的人几乎没有 估计现在连家里面都以为他们死 夜翘自然不可能小瞧他们 要知道能存活下来的都是有本事的 他们无论放哪里都是值得真实的人才 他立马不客气的安排起任务来 练丹练丹 催情丹会吧 丹修们开始练起来 气修们有材料吗 麻烦照着这个多做几个炸弹 做好后可以去前十层炸转 那里天灵地宝很多 夜翘让大家一定要把格局打开 既然找不到出路 那就简单一点 直接把鬼王塔给炸 有修士委婉开口表示 鬼王不会放过他们的 明轩让他放宽心 鬼王都自顾不暇了 他正在十八层和那群青传们打得不可开交 充当指挥官的夜翘 开始尽责地指点所有人 和气修就说一会儿拿着炸弹四处炸着 何丹修就说弹药可以再猛一点 他忙的是脚不沾地 他也没让扶修闲着 让他们负责打掩护和防御 毕竟他们的服务能打能手很好用 夜翘见丹修 扶修和气修通过他不同形式的疯狂洗脑 都充满激情地开始了各自的创作 另一边骑着妖兽闯进来的情怀 他谨记薛鱼的嘱咐 只上前十层 顺便将周围的天灵地宝扫荡了一拳 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动静 就看到夜翘在教导一群丹修 气修和扶修们该如何分批炸了鬼王塔 在鬼王老巢竟都能搞传销 他真是走哪里都能浪起来 物理破坏最致命 夜翘要做的就是逼着塔铃忍无可忍现身出来 到了晚上 不得不现身的塔铃冷冷地看着他 威亚猛地往他们身上弄 一个塔的重量何止千斤重 在威亚落下的瞬间 明璇下意识将夜翘几人往身后一挡 他掌心结印把浮露打在塔身上 替其他人挡了威亚带来的窒息感 但他就没那么好运 他的五脏六浮仿佛被震碎了一样疼 塔的威亚完全不是他一个金丹七修士能抗下 塔铃有些意外地看向明璇 他原本打算将这群人活活压死 没想到竟然会有减轻威亚的扶修存在 他觉得这个扶修是被天道所偏爱的 塔铃无意识地将威亚减轻了 他可不想因为打死一个修士被天道记恨 夜翘领域中的剑铃全部被放了出来 他面无表情地下达命运 抓住他 看着飞过来的剑铃们 塔铃呆住片刻 对于这种群殴的场面 他没经验了 他可是被鬼王带走后 才变成现在这个恐怖存在的 夜翘瞇了瞇眼问他 真的不出来吗 塔铃沉默不语 开什么玩笑 出来 出来被他给奴役吗 他看破了 有这么多剑铃 这个女人绝对不好惹 气恼之下的塔铃做出了个愚蠢的举动 他将18层的鬼怪转移了一部分到夜翘所在的地方 准备放鬼怪咬死他们 他们坐在变尬的肯德基背上 开始了溜鬼行动 凤凰不仅跑得贼快 还时不时回头烧一下鬼怪 一个鬼将有些猛逼地问手下 他们为什么能在塔里随意乱寸 小鬼也想不明白就不确定他 可能是因为他们骚吧 明玄直接告诉鬼将 他们可是开局就在18层的神人 享受着尊贵的待遇 塔剑撞都要气疯了 真是骚操作不断了 看着这一鸟三人嚣张地跑来跑去 他也只能心中狂怒 至于拦路的鬼怪 现在鬼王塔都被妖兽占据了 普京的鬼怪 但凡不小心看他们两眼 都要被妖兽给踩两脚 塔铃发现这里面最难搞的就是夜翘 他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 就准备和这个修士好好谈谈 表示可以放对方和他的朋友出去 塔可以开启门 但不能主动踢人出去 只能让他们自觉离开 越高级的灵气 天道给的束缚就越多 说到底天道还真是格外偏爱人类 夜翘在塔铃口中听出了他的高高在省 意思就是人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扼杀 而像他这种开了灵质的生物注定是高人一等 塔铃傲慢且没有善恶之分 对于修为差或者天赋差 在他眼里都是可以轻易扼杀的存在 夜翘头一次看一个东西那么的不熟 他现在只想抓住这个塔铃 给他点颜色瞧瞧 他先收起了飞仙剑 然后勾起唇角笑道 给你看的好玩的东西 话音刚落 刹那间他的领域开启 整个鬼王塔都透着一股奇怪的淡绿色 惊丹后期的他掌握领域已经没有前几次那么吃铃 就算领域不受口 第一个遭殃的也只会是塔铃 他其实一直蛮好奇的 在四次环境变化后 被困入领域中的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不能拿人做实验 那就塔铃来吧 希望塔铃给力点撑过四季轮换 塔铃见识过领域 前两个人类的领域已经将他本体弄得地动山摇 他没料到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少女竟也有领域 他下意识地想逃跑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他瞬间被拉入领域中 但绿色的领域看上去无害又柔软 风拂过 温度适宜 塔铃的神经却崩成一条线 不受控制颤抖 他感受到了危险 塔铃声音颤抖地问叶翘这个领域是不是叫轮回 虽然他也不懂这个领域和万物生有什么关系 但他还是更正道 领域叫万物生 请尊重一下他的名字 塔铃不是人类 他一眼就能看穿这个领域的本质道 好残忍的领域 人类你修的苍生道 事实上领域当中的环境变换并没有伤害到他 他毕竟是灵 没有尸体 但让他害怕的是四次轮换之后 到那时他就会被彻彻底底地抹杀掉 从此在世间不留任何痕迹 前三次环境变化塔铃就表现得极为惊恐 叶翘飞快往嘴里塞丹药 累亏他是丹修 三师兄也给的够多 他前三次已经是极限 第四次轮回全靠丹药续命 双方情况都不乐观 塔的情况更惨 叶翘其实也快撑不住 现在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他气定神闲地问 怎么样是准备被母杀吗 最后还是塔铃甘拜下风 求生欲让他毫不犹豫地扯断了与鬼王的契约 违约的疼痛让他激进支离破碎 但他立马连滚带爬地靠近叶翘 并咬破其手指与对方契约 在契约达成的瞬间 叶翘的神石在那一刻都差点炸 塔铃和其他东西不同 这种级别的存在堪称另一个领域 眼看契约达成 万物生的领域溃散 眼前的塔摇摇欲坠 叶翘大声喊道 好 快跑 明玄只看到小师妹凭空消失了一段时间 回来就是一副七窍流血的模样 鬼王塔迅速收缩落入叶翘的枕心 接下来在外面人的眼里 就是好端端的一个塔就突然塌 在塔毁掉的瞬间 修士们陆陆续续从里面钻了出来 最惨的就是十八层的青船们 差点被埋了 问剑宗是最快跑出来的 其他宗紧跟其后 问剑宗长老忍不住问小楚 他其实更想问到底经历了什么 鬼王塔为什么会打 秦玉轻声道 很抱歉没能救下他 他现在应该消失了吧 鬼王都消散 那么鬼怪自然也都没了吧 问剑宗长老话一下子全部堵在嗓子里 突然脑子一片空白 刚想呵斥这少年在胡说八道 却见叶青涵保持坚默 随后握着剑转头往非洲的方向走 穆仲熙见状直觉不妙 忙问他去做什么 叶青涵头也不回的冷冷道 杀了那群修真界的高层 穆仲熙卧槽了一声赶紧去拦 冷静点 高层哪里是他们能杀的 而且或许只是巧合 毕竟鬼界大家都不太了解 信息出现错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千万别冲动 叶青涵将罪魁祸首直接就归于高层身上 事实上高层们给出的信息 从始至终都存在误导性 不然他们不会轻易静谈 血鱼拍了拍脑袋问大家 他家小师妹呢 刚闹出脑袋来的鸣玄 让大家快来帮忙 他家小师妹应该还在底下埋着 一起把他扒了出来 周行云怕他被憋死 立马加入寻找小师妹的队伍 叶翘艰难地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他被呛得不行 揉了揉鼻尖 控制住打喷嚏的冲动 对眼前这个悲伤的氛围 他感到有些猛逼 他疑惑地问你们到底都怎么了 朱优看着他眼泪直流哽咽道 楚行之师兄死了 让大家一起去巴拉巴拉 说不定就能把楚行之巴拉出来 原本打算去剑指修真界高层的 叶青涵文言停下了脚 这时从废墟中钻出一颗脑袋 看着悲剂的同门楚行之 不可置信地问小师妹 大师兄听说你们到处宣扬说我死 朱优猛地听到熟悉的二师兄的声音 他硬生生把眼里的泪憋了回去 飞奔到二师兄身边伸出手 狠狠掐住对方的脸 然后他发现自己竟看不透二师兄的修为了 看着好端端站在那里的二师弟 叶青涵也难得出现了一次表情管理失控 呆呆地问了句你没死 齐律见状整个人都跳起来了大声道 卧槽 诈尸了 楚行之脾气一向不好 除了对自家大师兄和小师妹他还克制点 对其他人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回队 以特娘才死 齐家嫡系的素质都这么差的 他刚说完话 宋寒生就往他脸上贴了张福禄 然后才责了一声 确实不是鬼 楚行之不敢置信地看向对方 什么时候扶修还坚持驱血了 不对啊 对着他驱血也太过分了吧 问剑宗长老先被青传门的那句楚行之死了 砸得晕头转向 有头却发现楚行之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这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让他忍不住怒问 到底是谁传的谣言 楚行之从没这么暴躁过他解释道 他真的不是鬼 之前确实是被幻鬼控制了一段时间 但最后被夜窍救了出来 那个飞仙剑难怪被誉为零剑榜 第一必要时候简直绝杀 让奇律好奇的点是 清心灵都没办法给他造成影响 他是怎么从幻境中出来的 重点是竟然还突破了 提起这个楚行之就有些滔滔不绝了 在夜窍的万象府里面 被大师兄鼓励了 没错 就是大师兄引导着他走出来的 即使大师兄不在那里 却如同光一样照耀着他 夜清涵闻言沉默了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朱优听后也不想说话了 楚行之最后真心实意地做了个总结 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 真心厉害 夜清涵只能依旧保持沉默 幸亏他一直就是高冷人设 没人发现他内心的局促和不安 朱优深吸一口气 拳头松了又握紧 反反复复 最终彻底爆发了 混蛋 去死吧你 他哭半天白哭了是吧 人家满眼的大师兄 楚行之没想到会收获小师妹 毫不留情的一拳 他莫名其妙地看向对方 仔细想了一下他没说错话 这时天边已经开始聚集雷结了 好在问剑宗装备齐全 又在鬼王塔扫荡了不少好东西 扛个原因期雷结不成问题 看在他还要杜结的份上 朱优只能憋着满肚子的火气 等他结束以后再揍一顿 众人丢下楚行之一个人杜结 其他人默契地聚在了一起 进行核对信息的任务 一边是噼里啪啦的雷结 一边是距离楚行之巴掌远的青传们 明玄对着夜清涵一顿输出 你是不知道啊 他可崇拜你了 那时候任凭他怎么喊楚行之都没反应 但一提到夜清涵的名字就立马不一样 原来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原谅他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问剑宗长老听后也觉得太戏剧性 那可是换鬼啊 哪里是这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难道夜清涵的魅力已经大到如此地步了吗 夜清涵见长老那种神情就知道误会了 他忍无可忍地解释倒是万象福的功劳 楚行之就是靠着那幅路走出来的 真和他无关 他是个正经人 此时夜清涵的拳头都硬了 他深吸了口气 决定等下还是和小师妹一起打楚行之 这个憨憨一顿吧 夜清涵讲解了一番事情的经过 长老们不约而同的沉默 除了成宗宗的长老不在场外 其他四宗的长老都来起了 赵长老拍了拍宗里的宝贝疙瘩 笑着直夸他干得好 然后就开始欣赏起其他宗长老的神情 这可是奋天大的人情啊 不管其他长老想不想 都要盛着他的情 尤其是问剑宗 再怎么说也就下了骑青船 其他宗多少也跟着沾了不少的好处 面对源源不断败入门的新弟子 宗里就需要大量的灵食维持生活 趁机敲问剑宗竹杠也正常 祖行之顺利渡劫后 就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元英七修士 这可把其他清传们给刺激很 一个个自觉的原地打坐开始了修炼 夜翘也没闲着 见小七一直黏黏的趴在他怀里 估计应该是吃撑了 再看那鼓鼓的肚皮 看来是鬼王不太好消化 他索性就让七先回领域去休息 然后他闭上眼将神石放在塔林上面 就见脑海中的小塔林围着他转了两圈 塔林语气有些黏黏的 真没想到 他这种性格竟然修的是苍生道 夜翘听后也不恼好奇地问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塔林刚切断与前契约者的联系 声音还是有些虚弱的 万物声 主声的领域只有苍生道 他就像是逍遥道 领域没有固定的名字 随心吗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塔林凑近他笑嘻嘻道 综上所述 你修的就是苍生道 苍生道和一般都是天道意志 可惜天道不认可你 夜翘听出了他话里的幸灾乐祸 轻巧弹开对方问 说人话 为什么天道不认可他 他迄今都很纳闷 天道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双方线如今也算是勉强达成了同盟 塔林也不太想频繁换契约者 见他好奇便也把知道的全盘托出 气韵不在你这边 天道也没办法认可 他若不信的话 可以问一下他身边的那只凤凰就知道 天道从始至终都不认可他们 看样子肯德基知道不少的事情 夜翘强行将肯德基揪了出来 对上他冷冷的目光 肯德基黏黏的垂着翅膀扑通了两下 他是真心不想讲的 说太多容易被天道记恨上 看夜翘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 他小声嘟囔道 天道确实是不认可你 但气韵在逐渐偏爱你 起码正到这边都是偏爱你了 现在气韵你和云确是一半一半吧 夜翘打量着他继续问 那在你眼里谁自带气韵 肯德基想了想到 或多或少每个人身上都有吧 比如你的师兄们身上都是有气韵的 还有那个夜清函 他气韵的占比最多 夜翘揪着肯德基不客气问 那么是什么时候气韵向他这边开始清醒了 肯德基略作思索好像是在云确作死之后 正到那边的气韵全朝夜翘靠拢了 他也不太确定到 第四场秘境吗 夜翘陷入了沉思 所谓气韵可以理解为角色的重要程度 向师兄们在原著中属于男配 得到他们的认可后 气韵便向他偏移了点 气韵大幅度转移是在云确作死之后 一半的分配 夜翘伸出手抓住塔琳 一边捏着玩 一边思索那么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炮灰女配吗 不 起码在他穿进来后 剧情就已经彻底乱了 塔琳被捏得难受 他声音中带着点疑惑道 听说修真界的姑娘都是温柔内敛的 怎么出了你这种暴躁的异类啊 他的话音刚落 忙着追杀楚行之的祝优一甩见风 扫飞路过的妖兽怒气冲冲道 滚开 别挡路 不消片刻 问剑宗就传来楚行之哀嚎的声音 夜翘心想楚行之又被痛变了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那就可怜他三秒了 塔琳只觉得打脸来得太快 他顿了顿强行转移话题 他是有规则的 鬼王的规则第一条就是弱者全部不许入内 第二条凡事踏入第一层的不允许再度折返 且没有回头路 夜翘一听就来了兴趣 忙问是什么规则都行吗 塔琳点头说是 夜翘觉得千万不要小看衍生出灵智的灵气 塔琳的实力不亚于领域 且没有任何成本 不消耗他任何灵气 然后他就愉快地决定 以后再制定规则 塔琳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不上钩 彻底放弃挣扎道 前十八层可以设置关卡 随便你折腾吧 做梦去吧 他是不会去从的 休想用强制的手段强迫他 设计对夜翘而言就是小菜一碟 他缺的是帮忙制作机关的气修 他决定先将设计稿画好 至于临时问题 他身上有点如果不够的话 再找是否勤犯犯要的 在他粪笔集书画设计导时 琪律无意间扫了意 他极力控制住激动的心状 若不经意的 再画东西 不如找其家合作 正好他们对他手里画出来的东西 也很感兴趣 效果好的话 说不定会免费哦 一句免费终于成功让夜翘抬起 琪律见状不由的唇角微钩 这时段横刀也凑了过来一脸真诚刀 想要什么样子呢 只要能画出来的 他就能锻造 就是有些材料成松松可能没有 他也不敢打包票一定能做出 毕竟夜翘的想法多半稀奇古怪 天马行空 夜翘听两人这么说当即停下笔 两眼发光的和两大气修天才凑一起思想碰撞寻找灵感觉 面无表情的夜清涵不客气的质问道 修真界的情报消息到底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消息 却是如果不是夜翘 这次他们绝对会折掉一个清传 问剑宗长老神色微脸道 每一条你们所掌握的信息都是无数修士用命试探出来 你们已经是被保护得很好一届 在你们之前有些出去历练 二十五位清传仅存异 他语气也冷了下来 目光沉沉地看向宗门未来的希望 你们的天赋很高 但这并不是你们自傲的人 如果你们足够坚定 也不可能被几致换给力到军前 夜清涵立马出声反驳 那只是个意外 而且高层是在故意一门吧 问剑宗长老没有反驳这一课 这是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不要永远相信修真界所给出的线索 因为再详细的消息都会出现差错 夜清涵只是单纯的气不过 认为他们被高层给骗了 现在冷静下来 他也明白了对方的古兴盲道 弟子知道 将从鬼王塔拿到的东西分配后 连续破镜的场面在鬼界接连法时 夜翘就喜欢在其他清传杜劫的时候出来溜达 试图一次性将灵根给卫补 每当这个时候 夜清涵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战意 夜翘自从发现炼丹能提升修为后 就果断地放弃了画幅 当炼丹的手被盯得开始微微颤抖 他受不了地问 做什么呀 他什么时候能和自己打一场 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对于周行云自己已经不抱任何指望了 夜清涵被誉为见到第一人 迄今为止清传内部无敌手 唯一一次的书还是拜眼前这人所词 夜翘文言战术性后仰道 做梦去吧 他是不会屈从的 真心想不明白有内空睡觉不香吗 这恐怕容不得你 夜清涵放完狠话便走了 夜翘可是一点也不怕他直接回了局 休想用强制的手段强迫他 薛鱼坐到小师妹旁边挑高眉头问 你们这对话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夜翘见识三师兄来了 忙让他别管内心 先尝尝这丹药怎么样 薛鱼练丹的水平最高级别在天品 他仔细品尝了一下小师妹的丹药 柔和进去的灵质挺杂 级别还真不好说 品质是上品 他觉得有半部天品的顺利 说起来以前小师妹都懒得练丹 身上的大多数丹药都是白嫖自己 薛鱼对他冷不丁的奋发图强感到几分意外 夜翘听到品级不低也略微放心 他准备一次性多练点杂的丹药 要知道天道对他丹药的要求激进苛刻 品级不能太低 不然也不管 在他努力练丹的时候 二师兄明选也突破了金丹巅峰期 等其他清传度节结束后 金丹期的清传基本上寥寥无几 夜翘看到这一幕直接当场自闭 这次历练结束所有清传们都累他们 鬼界是真的不好玩 没信号不说 全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 关键他们从鬼界回来后 修真界那群人就开始造谣 修真界的论坛上热闹极 有人觉得夜清函全程死死盯着夜景 清寒女装被戳穿 想杀了他 夜翘也看到了一个帖子他不手机 什么夜翘和宋寒生爱了爱 什么取个CP名 萧萧无业宋寒生 气得他暗磋磋举报了这个破论坛 但最后他竟然失败 还被修士警告了一波 劝他别多管闲事 做好自己 他气得竟不知说什么了 被人警告了一番的夜翘 愤愤不平地继续翻看论坛上面的内容 没想到只是几个月不来论坛 人家都有新玩法了 他研究了半天 最后感叹人还是不能太闲 听小师妹说修真论坛上新出了很多榜 最引人关注的三个榜分别是修为榜 实力榜和颜值榜 听到自己荣获了颜值榜第一 明璇还是很高兴的 心想还是他的粉丝有眼光 薛愚对颜值榜不感兴趣问小师妹 那个CP榜是什么鬼 CP榜里什么邪门的都有 薛愚看到竟有人将他和成风踪的凑成一对 顿时不爽极了 他知道那些人就是闲着没事在论坛上造谣的 反正造谣是无成本且无序负责的 穆仲熙对颜值榜和CP榜都没兴趣 他先打开的是修为榜 同一个境界就按照突破时间来排序 第一是叶清涵 然后第二是大师兄 再打开实力榜 第一还是叶清涵 明璇也忍不住吐槽 干嘛呀 总共也才几个榜单 叶清涵一人就占了两个 叶翘眼睛微转笑咪咪的问师兄们 女修那边的美人榜第一是谁呀 明璇挑眉问小师妹想拿第一吗 如果想的话 等下他让明家那群 闲着没事做的嫡系们去投票 反正还没评出来 叶翘忙道 不不不 他对这个没兴趣 但是他们可以把叶清涵一口气 送到美人榜的宝座上面 他已经看对方不爽许久了 叶清涵正到第一的名声太响亮了 既然如此 他觉得再给对方添点别的称号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他摸了摸下巴 蛊惑师兄们道 你们想一想 当以后有人看到叶清涵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难道说你就是传说中 修真界的第一美人叶清涵 但那画面光想想就觉得精彩 沐仲熙不得不提醒小师妹 那样的话 他们是会被问贱宗追杀的 但他又可耻的心动了 心想小师妹当初的刘影 实在捏碎前应该有人录吧 到时候再找个他穿女装的画面丢上去 明璇立马来精神了 来来来 你一票我一票 叶清涵明天就出道 他们立志要在短时间内 让叶清涵咽压群放 勇夺第一 在长明宗一群人煽风点火推波住篮下 叶清涵在美人榜的名次还真进了前十 喷了出来 什么玩意 叶清涵要去和一群女修 抢第一美人的名额 他疯了 处行之突破原因期 他喜悦的心情还没维持多久 便听到了这种让人扎实的消息 他沉思片刻决定叫叶清涵过来聊一聊 无论如何问贱宗形象不能被影响 他语气温和道 清涵啊 此去鬼界可有什么收获 叶清涵错了醋没开始了自我点评 形势还是不够谨慎 最主要还是自身实力不够强 不然也不会需要考虑那么多了 他最讨厌瞻前顾后的考虑问题 叶清涵想到了喜欢钻空子的叶桥 拥有虚无领域的周行云 还有乘风中的情怀 都是群难缠的人 他也感到了压力道 弟子会更加努力 无负宗门期许的 问贱宗宗主听后连连点头道 他现在和小楚都是原因期 争取多正道心 提升修为 万不可被外物所迷惑 他可了两声委婉提醒这个最优秀的大弟子 一些小爱好尽量克制 实在忍不住可以私下穿 心想为了问贱宗的形象着想 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穿女装 叶清涵总觉得师傅在暗示些什么 但他没听明白 只能先印象道 是 弟子明白了 明璇苏卓和淼淼三人从鬼界回来后 实力都到了金丹巅峰 离原因期只差一步 只有叶翘差两个境界才到原因期 他一脸都无所谓 反正修真界百烂第一名非他莫属 叶清涵你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就在叶翘心情愉悦地开始了炼丹 一连好几日院子内都飘荡着榴莲味的清香 榴莲那味道让明璇倍感痛苦 他大声喊道 小师妹快把你那丹药丢掉 可不能不顾师兄们的死活呀 叶翘见他们最近都破镜了 闲着也没事干 便教他们玩现代那种娱乐的小游戏 结果他们玩着玩着就玩上头 明璇拿着小人在纸上面宣布规则道 吃过小师妹那臭味丹药 快点后退三分 薛玉文言不乐意了反驳道 怎么可以这样说小师妹的丹药 幸好叶翘内心强大 进食还会奖励他到祝福 周行云见小师妹的修为在慢悠悠的增长 便问他是到瓶颈期了吗 叶翘柔了柔发胀的太阳学表示他也不知道 丹药科了 邻国也吃了 如果真到了瓶颈期 那么他也没什么继续练下去的必要 见小师妹终于不再练丹了 周行云四人也不再埋头玩游戏 五人聚在一起开始总结此次鬼界之行 他们都理解叶青涵当初想去找修真界高层要说法的举动 谁会想到鬼王塔竟然是个领域型的灵气 高层给的资料里面净题都没提一句 这次如果不是刚好有自家小师妹帮他 那么处行之真的是要凉了 叶翘晃了晃手中的飞仙剑 自打那次短暂化刑后他就黏了 毕竟不是在灵气最浓郁的时候化刑 看来强行出来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 可惜自己还没看清楚他的样子 沐仲西撇了撇嘴当即表示 他是支持叶青涵去剑指高层的 要是他的同门差点被错误消息害死 他肯定是要暴走 到底是你的宗门放出来 薛玉盲到是月清宗 明玄文言也开启了嘲讽模式 又是他们 那就说得过去 看宋寒生他们也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月清宗不至于狠到 连自己家的清传都要除掉 薛玉撑的下巴开始了合理的推测 按理说月清宗情报网是最全面的 难不成是鬼王塔消息隐藏得太好 导致连月清宗都被瞒过去 叶翘听后在石海中狠狠掐了一把塔 惹得对方嗷嗷指脚 不是我真不是我 坏蛋叶翘又敲了 叶翘仔细一想 这是和塔林还真的无关 明明只要派人进去探一探 就知道塔林不对劲 这分明就是故意隐瞒 让他们白白去送一拨人头 至于谁死 那就看命了 越想越不爽的叶翘问 月清宗负责提供情报的高层长老是哪 每个宗门的长老都不少 就长明宗而言长老就有七八个 薛玉立马告诉小师妹是七长老 目中细语快翻身跳下来 他已经get到了小师妹话里 深层一死忙道 那我们去会会他 闯越清宗对他们而言 已然是轻车熟路了 要不是明月剑在宋寒生手里 他们肯定能悄无声息地进去再出来 打探到七长老院落在何处后 就让剑林先去探路 反正他们都是灵体 一触发阵法就原地完消失 谁也别想抓到他 叶翘觉得情报大多都会选择御检传信 就准备先去偷御检试试看 有剑林们默契的配合 还真被他们找到了御检的位置 既然来都来了 索性将七长老的寝室给扫当一份 叶翘特意拍了拍夺术 让不见君从里面出来 闻一闻有没有魔族的味道 不见君摇了摇头表示没有魔族器物 看来这是大体和魔族无关了 血鱼快速翻找了七长老 按桌上的所有书信 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目中西提醒他们别磨蹭 找不到线索就撤 回去看看御检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 可能是他们过于明目张胆 雾下的隔音阵刚被彻底 开溜没跑出多雨 身后就出现了几道气息 似乎在跟踪他们 明璇声音里不见慌张道 哎呀被发现了 又得静静定 叶翘集中生智飞起一脚踹向明璇 叶青涵你太让我失望 怎么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明璇立马闻歌而知雅意 配合小师妹把锅甩到叶青涵身上道 大胆 问剑宗行事岂容你智慧 说完还不忘踹了一脚小师弟 示意他赶紧学叶青涵那样放狠话 目中西琢磨了下叶青涵的人设 八道冷酷 生怕身后那几个人听不到一般放声大喊 没错 叶闯叶青棕 偷拿长老内裤 就是我叶青涵做的 薛宇也配合到 见到第一 恐怖如斯啊 师兄妹几人一唱一鹤 把这锅愉快地甩给了隔壁宗 周行云陷入了沉思 在自家师弟师妹们的眼里 叶青涵竟然就是这种傻逼人设吗 遇见是被他们偷出来 但叶翘和明璇轮流上阵都没能破解开 唯一能求助的对象就是小师叔 可想到免不了会被追问一番 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研究吧 果不其然第二天论坛都炸了 叶青涵叶探长老房间 意图对齐不轨 叶青涵看着是武宗为数不多的正常人 但私底下竟如此不要脸 老头子在外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事情闹得太大 刀层出面一调查就找出了嫌疑人 于是沐仲熙 薛瑜和周行云也加入了打扫藏书阁的队伍 在藏书阁扫地的日子确实无聊 他们干脆自娱自乐地打起了牌 叶翘没怎么玩过牌 被贴得满脸都是白条 玉管师倒是喜闻乐见 白来一群帮忙打扫卫生的清传谁会不行 对他们集体摸鱼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段玉冲进来就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去偷隔壁宗高层长老的内裤 叶翘手里拿着扫帚有一搭没一搭的扫着 谁让没人查信息有物这事的 本来叶青涵都提出疑问了 结果被几句话搪塞过去 见鬼的历练他们 历练也不该找这种死局历练了 明璇立马出声附和党 之前也是月清宗被魔族袭击 现在情报出错也是月清宗 怎么不找别的宗门呢 太巧了 不免让人怀疑高层那群长老 段玉都要被这群小兔崽子气疯了 那也不是偷人家内裤的理由 别一天到晚想那么多 这些哪里是你们这群小鬼能操心的 一群人被训得沉默了 玉管是平日理事不理会这些的 这次也不免跟着批评的 你们闹过分了 月清宗不计较也就算了 真计较起来 你们可是大不计 清传是有特权 但不是让他们为所欲为的 段玉见状非快替心爱的弟子辩解 小翘还是很懂事的 帮咱们综拿了第一 还有小夕他们都是群好孩子 一定是谢初雪的问题 找个时间一定得打死他那个祸害 血玉认为小师叔最不至死 试图解救一下被他们连累的小师叔 这是和小师叔无关 然而段玉铁了心 要把锅甩谢初雪身上 他直接风风火火去捆人了 很快两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藏书阁里 谢初雪被捆得结结实实 一脸的身无可恋道 都说了这是与他无关 他真是人在宗里做 锅从天上来 然后五人就见抗议的小师叔 被冷笑着的段长老给一脚踩扁了 吓得谁也不敢说话了 默默在心里心疼小师叔一秒 可怜的小师叔 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路上 不过小师叔来得也正好 刚好帮他们来解开预解 许氏发现讲道理没有任何用 抗奏的谢初雪满血复活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打了个响指 直接将段玉不由分说地传送走 介遇管事也在 想也不想地顾下了隔音阵 谢初雪脸了脸 笑开始聊正事 告诉他们修真界 高层相互算计是很正常的 他倒通了两下 就把预解丢给了叶俏道 里面如果有什么私密的消息 可以拿出来狠狠敲诈月轻宗一笔 他怕这群不安分的小鬼 又按搓搓搞事情 就拖着塞笑咪咪问 想知道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 幸运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最让叶俏疑惑的 但这种问题 问小师叔也没什么 他想了想开口问 月轻宗和魔族有何关系 谢初雪表示消息会出错 是因为有人刻意抹去一部分 但可以肯定与月轻宗毫无关系 至于魔族那边 可以理解为他们被下了降头失智而已 叶俏抬眼满是疑惑的问 谁抹去的 谢初雪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道 不算是抹去 只是所有人选择忽略掉 导致到你们手里的消息出了问题 就像是画本一样 总要有点小意外出现的 并还有脸笑话人家是备胎 只因自己都入魔城少主 叶俏忍不住抱紧手里的扫帚 心想好家伙 他突然有种小师叔要放大招的感觉 果不其然 谢初雪笑咪咪的叫了他一声 小翘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名为故事 实为自传 叶俏是懂这个套路的 有一说一 其实他们五人真不太想听 最终还是明玄硬着头皮开口 那听听看 谁让他和小师叔最熟 不止被小师叔探讨过 还因为对方算是他半个师傅 谢初雪笑咪咪道 果然大家都想听故事 那好吧 他开始讲哦 有一天 宗门有四个蠢货 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 他们都死了 故事完了 沐仲熙实在是压不住吐槽的欲望问 不 不能吧 哪里有这么草率的故事 他以为小师叔会笑嘻嘻地反驳 结果小师叔反而沉默了许久 这下连一向云淡风轻的周行云 都压不住吐槽的欲望问 所以说这种故事都没有反转的吗 血雨反问人都死了还能反转什么呢 谢初雪笑咪咪的看向叶俏道 有啊 是故事当然都会有反转了 比如故事里面总会出现类似于救世主的存在 被谢初雪盯着看的叶俏有种不妙的预感 开玩笑 再听不出来他讲的是什么故事自己就是傻子了 血雨见两人一躲一闪的 一看就有问题 于是瞇了瞇眼冷不丁地问 小师叔讲的这个故事 莫非和他们四人有关 谢初雪转头望向血雨 哎 没想到哇 原来咱们长明宗还是有聪明员的 见他说话虽然阴阳怪气的 但全程没否认这个故事是在暗指长明宗 叶俏心略微沉了下 谢初雪难道是重生的 感觉也不像啊 见叶俏眼里都是怀疑 他继续开讲了 那个宗内四个青船 欧布五个 另一个是半路加入的内门 或许是天赋不过关 勉强躲过一截 死的只有那四个人 只是死了几个青船而已 对修真界造成的影响倒也不大 直到后来魔尊妖王鬼王 正到未来继承人们 为了个女人挑起动乱 甚至还想试图蔑视的 叶俏嘴角狂抽 心想能让一群大佬 为其争风吃醋的始作俑者 说的可不就是云雀吗 蔑视两个字 直接把他们干蒙了 周行云小声嘟囊 天道怎么不批死那群祸害的 宁玄疑惑地问 难道他们本来都是群纯粹的脑残 谢初雪冷笑两声道 这谁知道呢 反正除了几个宗主长老 因为老头形象逃过一劫外 其他都没能幸免于难 全部被下降头了 连叶青涵都在了呢 懒得动脑子的沐仲西 开口问小师叔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 谢初雪直言主角 就是月清宗的云雀 他将自己所理解的告诉众人 这个世界可以理解为一个话本 在话本里面有规则的制定 所有人需要按规定 走完自己的剧情 在规则之内 天道不得插手修真戒的任何事情 于是就找到了他 将世界混乱前的记忆给了他 让他阻止云雀祸害修真戒 他阻止过了很多次 但显然没有成功 比起小师叔讲的故事 血鱼更对故事里面 他们各自的结局感兴趣 他忍不住打听自己是怎么死的 为了苍生吗 那勉强还能接受 反正自打做清传起 他就做好了训道的准备 谢初雪一听他提起这个 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可是好用得很了 明确的丹药都有你无偿提供 还不求回报 默默跟在人家后面 伤心的时候全靠你来安慰 血鱼算不上是个多热心肠的人 他实在没想到会从小师叔嘴里 听到这个版本的自己 明玄立马幸灾乐祸道 哈哈 那不就是纯纯备胎吗 哇你好惨啊 谢初雪文言一脸嘲讽的看向明玄 你笑什么笑 你更吓人 直接成了魔族少主 一个正道清传做什么不好去入魔 穿着黑漆漆的衣服 每次晚上都因为你太黑而看不见你 男女主是命定在一起的人 叶清寒不能杀云雀 只有叶翘能杀他 沐仲熙和叶翘听小师叔 那么形容二师兄 两人彻底忍不住了 笑成了一团 周行云左手拎着师妹 右手拎着师弟 他也很是无奈啊 手指要一松开 这两货都得笑趴到地上 穆仲熙还不忘调侃道 狗富贵 无相忘啊 二师兄成为魔族少主后 一定要记得烧点魔族特产给大家呀 一想到魔族的打扮都是浑身黑漆漆的 再想到把那种衣服套到二师兄身上 叶翘忍不住就想笑 厉害了呀二师兄 在修真界是嫡系 在魔界还能混个少主当当 明玄整张脸都黑了 伸出手就去掐两人 试图让他们闭嘴 一时间场面被闹得鸡飞狗跳 这群人好像自打叶翘来了都成了乐天牌 硬生生因为他们气氛都破坏了大半 闹够了以后明玄问小师叔 您老人家就是因为这个 天天没事就针对他的 谢初雪当即否认道 没有挖 对他们五个清传 他向来都是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平均针对的 讲了前面两个愿种失职的人设和结局 谢初雪瞥了一眼目中西和周行云道 一个天生见误 自毁到心 另一个 选择自杀 只求云雀幸福 夜翘听后没什么代入感语气频频地问小师叔 他到底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的 他从始至终都不属于这里 现在罪魁祸首摆在眼前 他想一次性问个清楚 谢初雪笑容微宁 没想到这个孩子会直接挑明了讲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竟然这么相信周行云他们的吗 见他是真的不在乎 谢初雪就继续道 多次重启后天道明显也很虚弱了 为了防止再被云雀扰乱秩序 天道强行拉了个世外之人 至于这个世界的夜翘就被送到了你的世界 谢初雪对于天道为什么会选中夜翘也挺疑惑的 开始他只觉得这个意识来客花样挺多的 于是魔族那次就用传送阵试探了一番 结果让他很是满意 夜翘瞬间误了 原来魔族传送阵那次是人家故意的 他二话不说直接一拳裹挟着风打了过去 谢初雪见状盲道 打人不打脸了 拳头快到他脸上使夜翘微微收拾 下一秒他飞起一脚踹了过去的 你这个暗中算计人的家伙 谢初雪并没有多显然也是心虚了 被一脚踹飞后将书架撞倒 他半想才爬了起来然后诚恳地道了钱 踹了一脚消气后 夜翘也冷静了下来 他就说呢 他一个敢设计搞的设处 莫于看个小说而已 不至于穿修真戒来惩罚他吧 谢初雪长叹了一口气后表示 当时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救救那群孩子 事实上他都没有对夜翘抱有希望 他都已经绝望了 他柔声道 小翘真的很感谢你的到来 四人组听到后面脑子都乱了 勉强捋清楚两人对话后 周行云慢吞吞地开口 所以说小师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还有小师叔故事中真正的救世主 其实是小师妹 谢初雪比划了两下语气怜悯道 是啊 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们的坟头草应该有三尺高了吧 就是主啊 夜翘虽然有点猜测 但当被证实的时候 眉头还是下意识猝了下 云雀是气韵之女 不就等同于天道的亲闺女吗 天道自己选的亲闺女 结果最后将自己玩脱了 谢初雪再次解释道 气韵之女可以理解为是画本中的主角 生下来就顺水顺风 被规则所添爱 天道其实很厌恶那群气韵之子 天道某种意义上也被规则所限制 要让气韵偏向你这边才可以杀掉云雀 而想让他气韵流失 起码要将他仰仗的东西全部毁掉才行 见小师叔侃侃而谈的模样 夜翘觉得这定是对方的惊艳之谈 他脑中灵光一闪患了的思路问 夜青寒能动手杀云雀吗 反正他们之间早就没什么情面可言了 两个气韵之子对着侃也蛮有意思的 谢初雪却道 不可以哦 两人都是气韵之子 他们是命定在一起的人 夜青寒不能杀 只有你能杀 为了让这群小兔崽子消停点 自己能透露的都透露的差不多 这处是什么 社处就是常年行走在社会上的处生 还没等夜翘里清楚思绪 就被师兄们扣住脖梗压下了脑袋 明轩想起了第一次遇到小师妹 她对自己走火入魔的点评 合着人家早就知道剧情的走向 沐仲西发自内心的感慨 游逼了呀小师妹 自毁到心原来就是她的结局 难怪当初小师妹给她的建议 就是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 薛宇眯了眯眼问 小师妹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是大家不知道的 这次就连向来无欲无求的周行云 都用好奇的眼神忘了 意识来客听上去好神奇哦 夜翘觉得都这种时候了 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直言就算自己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 但对于这个世界的走向 也只知道一个大理 薛宇想到他数不胜数的奇葩手段 便好奇地问 小师妹方便透露一下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吗 夜翘惆怅叹气道 他只是个社数而已 周行云秉着不懂就问的原则 小师妹射出是什么 夜翘打了个响指后 笑眯眯地解释 常年行走在社会上的畜生 没错 说的就是他 明玄的关注点有些与众不同 他一直以为小师妹 是在月清宗偷学了几年才懂福禄的 谁知人家只是个半路出家的门外喊 要不要这么打击人 谢初雪听后也感到不可思议 小翘这孩子真是天赋异禀 虽然性格是欢脱了些 但他的道德感很强 是个根正苗红的好孩子 夜翘听到小师叔的话反驳道 他只是换了个世界 发现可以不用拼命加班和努力后 放飞自我而已 谢初雪突然想到了什么语气 沉了几分道 对了 长老们开会商议 过几日就送你们去一趟传承之地 慕仲熙下意识问 去传承之地 他们配吗 虽说传承之地本来就是为青传们准备的 但他们现在还不够资格了 谢初雪含糊不轻道 原因期修为也差不多了 传承之地是很适合悟道 只有学会了怎么悟道 才能去感悟和创造自己的专属领域 慕仲熙立马提出了他的意义 叶清涵他们不也都没摸透自己的领域吗 领域这种东西 要彻底悟透了才是杀气 被内涵道的叶翘不动声色地戳了一下似师兄 慕仲熙熬了一嗓子 毫不犹豫地戳了回去 两人一躲一闪完的不亦乐 周行云奄奄的抬眼 都不稀罕说他们俩 谢初雪惊提醒也发现了这个盲点 虽然小翘领域掌握的程度最差 但他竟然能在没摸透前就领悟出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个天才 你们四个简直太让人失望了 周行云不想再被小师叔辟腻 他懒懒澄清他也有领域 在鬼王塔里面领悟的 名字叫虚无 文言谢初雪迅速改口道 你们三个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 尤其是你 明选 被反复Q的明选顿时无语问苍天 他招谁惹谁了 等小师叔离开后 他们就开始研究月清宗七长老的那个预警 叶翘在翻看预检时 发现了对方贪污受贿的证据 最后得出结论 鬼王塔那是月清宗绝对也暗中掺和了一手 虽然小师叔说和月清宗关系不大 但就是这错误情报把所有人都坑了一把 连血雨都咽不下这口气 提议将预检丢论坛上面去 叶翘觉得这样太明目张胆了 很容易发现是他们干的 人只要不傻就都知道 问剑宗不可能干出偷人家长老东西的事情 论坛上信了他们鬼话的人 也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 血雨表示这不重要 只要一口咬钉是问剑宗闯进去 就算被查出来又能怎样 这些预检就将月清宗七长老推上了风口浪尖 问剑宗险些就少了一个清传就趁机施压 导致月清宗忙得焦头烂 根本没碰过滚水摸鱼的长明宗景 以后他就是咱们修真界的第一美人了 清传们要去传承之地 这次五宗都派了长老护送 因今年大笔荣获了第一 集合地点也就定在了长明宗 一大早全宗的弟子都跑出来看其他四宗的非洲 叶翘站在人群里面围观了半天 对于有些同门很八卦 这是他表示还能接受 但有些吹捧的话他实在是听不下去 主要是吹捧对象是其他宗 他拍了拍一个内门弟子的肩膀 或为恨铁不成钢地问 你喜欢叶清涵 对方先是愣了愣然后激动极了 叶翘拍他肩膀了够他吹嘘一阵子 他表示自己仰慕叶师兄很久了 听他这么说 叶翘告诉他只要自己说一句话 叶清涵就会不管不顾地拔劫 内门弟子不信地反驳道 不可能 叶师兄可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叶翘让对方瞪大眼睛看好了 他突然提高声音道 嗨 修真界的第一美人 他说完就飞快躲闪到另一边的石头上面 原本站的地方迅速被轰了个大坑 叶清涵眼里杀一腾腾 迅速锁定了罪魁祸首 看上去是真生气了 叶翘赶紧往没反应过来的祝优身后一藏 见叶清涵不得不将剑其硬生生地止住 他立马嘴角一脸道 太吓人了 一家大师兄竟真想来杀了他 祝优一脸猛逼地问 大师兄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去杀台 叶翘语速飞快地告知对方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被送上第一美人的宝座了 以后他就是咱们修真界的第一美人了 祝优顿时后悔自己刚刚多嘴一问 他听到了什么虎狼之词啊 难怪大师兄要暴怒 叶清涵见他还敢口无遮拦地乱说 硬生生从嗓子眼挤出去死两个字后 凛冽地见其带起一道进风 就见身后的假山石硬生轰然倒地 当血鱼看到小师妹和叶清涵上演着他淘汰追的戏码时 他瞬间就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怕小师妹玩脱了 站在旁边劝了两声 叶清涵别打了 来人就要能屈能伸 不就是第一美人吗 你看明璇 他脸都不要了吗 叶清涵文言突然扭头问血鱼 里面是不是也有他们的手笔 单凭叶翘不可能这么迅速让他咽压群方拿到第一的 血鱼几人肯定没少推不住了 毕竟比人迈谁比得过八大家呀 血鱼望着直逼面门的剑气划行 他轻松一踩 轻松跳到另一侧 他如今也是原因期了 打不过还躲不过吗 主忧剑撞挡了一下叶清涵的剑 尝试着阻止这场闹剧 声音提高劝道 大师兄冷静点 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听到解决办法叶清涵勉强缓了还脸刺 看向自家小师妹问 怎么解决 日后他们当着面叫他第一美人怎么办 一想到那个场面 他就按捺不住心底的杀意 楚行之听到立马站了出来 眼里满是认真道 大师兄别担心 如果他们敢这么叫的话 自己就帮忙劝劝他们 叶清涵不忍直视这个憨憨 心想还是早点杀了常民宗这群祸害了 苏卓见他们大早上就开打不由感叹 剑修可真是精神充沛啊 赵长老一进来就看到他们俩互相缠斗的样子大怒道 你们在群聚斗殴 叶翘果断地收剑尸口否认道 没有他们是在斗舞而已 明璇为了增加可信度 立马推了推身旁的人道 楚行之快给大家跳一个 楚行之下意识怒目而是问 你凭什么不跳啊 明璇笑盈盈地回答他 你家大师兄要因为斗殴被长老惩罚了 楚行之纠结了两秒 最后为了大师兄 还是给赵长老表演了一段张牙舞爪的舞蹈 赵长老看了那舞蹈觉得辣眼睛的狠 他表示尊重孩子的爱好 他理解清传们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薛瑜注意到泄出血忧心忡忡的神色 心想小师叔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告诉他们 楚行之怒气忡忡地回来 看到常民宗的就不爽 语气也很冲地问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薛瑜刚想下意识地回答 结果见来人是楚行之后 他便面不改色地说自己是在想 他刚才的舞步是不是没跳队 楚行之听后就想立马杀了薛瑜 等人全部到齐后 有五宗长老们带队前往传承之地 有清传因马上门看到祖师爷留下的东西而感到兴奋 有清传则忍不住泼冷水道 还是先通过试炼再说传承的事吧 非洲上因为有些宗门彼此间不对付 导致分成了两派 红色的长明宗 黄色的成风宗 绿色的碧水宗 三个宗挤在一起 叶翘觉得挺有意思的 还取了个叫红绿灯组合的名 这边三宗在一起还勉强算和谐 但问剑宗和月清宗凑一起就不见得 这两宗是出了名的一个比一个傲慢 就听楚行之不满道 月清宗连人都凑不齐 还好意思和他们在一起 宋寒生立马毫不客气地回对他 也就比狗有点用 苏卓也跟着嘲讽了巨塔 估计也就只能欺负欺负秘境里面的妖兽了吧 叶青寒看了他们一眼道 想死的话可以直说 秦泛泛担忧地在屋中走来走去 他很是怀疑这么早就让青船们进传承之地 真的能拿到里面的东西吗 要知道 传承之地里面可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 谢叔雪见状话语中略带意味不明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妖族和魔族那边可都蠢蠢欲动了 现在大家也只能指望他们了不是吗 被寄予厚望的青船们 达到传承之地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传承之地与叶翘想象中的荒芜大相径庭 竟是个灵气浓郁的激进溢出来的地方 据说踏入这里历练便开启了 古朴和神秘感扑面而来 第一个试炼据说是碧水宗的前辈们留下的 神子微望着周围鸟与花香的环境扎舌道 好温柔的地方啊 情怀与气酸溜溜的接话 毕竟碧水宗的前辈都是很温柔的女前辈 暗自展凯不像他们宗 别说女弟子了 连只母苍蝇都没见着过 叶翘跟在寺庙岩他们后面 好奇地看着脚下那些仿佛会动的小草 寺庙岩走在最前面带路 顺道给大家普及知识 有些烟雾 还有些无色无味的花草都是有毒的 可能会致命 大家小心点 还有的花草具有迷幻效果 当心别被困住 他刚说完 就见目中稀利落地爬到树上面 不一会儿怀里抱了一堆东西 血雨看到他摘的蓝色的果子 紫色的灵芝 黑漆漆的苹果 实在是压不住吐槽的欲望 提醒他不要乱摘 这种五颜六色的一看就是有毒的 不省心的明璇还在那里 窜多着小师弟咬一口试试看效果 直到被大师兄周行云砸了一拳头 他才安静了下来 明璇一脸贼兮兮道 看这种七彩的蘑菇好神奇的佩色 带回去 等改天给小师叔尝尝 良心未敏的目中稀有些犹豫道 可是给小师叔吃了的话 他会不会直接去见咱们祖师爷 明璇摆了白手 胸有成竹道 不会的 又吃不死人 叶翘一路上只挑值钱和用得到的采摘 因为是碧水宗的历练 寺庙岩他们全部都需要留下来接受考核 剩下的路他们还得自己走 就这么轻松地度过了第一个试炼 断横刀狠狠地羡慕了不由心生感叹 果然是最温柔的宗门了 后面的历练也这么简单就好 叶翘躲过藤蔓 顺势捏碎了一节树之后问 接下来是哪个宗的历练 开局这么友好 总让他有种憋大招的感觉 果不其然就听二师兄明玄道 接下来是问剑宗 大家都做好准备 那群剑修可没这么好说话 大家接着往里面走 场景从灵直遍布的森林 转换为冰冷的石柱与地面 剑里面黑漆漆的 叶翘刚点燃了张福禄 立马被赵长老制止了 说不可对前辈们无礼 在一片漆黑中 直到几道人影冷不丁出现在眼前 几乎是眨眼间的功夫 所有青传们都被踹到了墙面上 这边是狠得让人有些毫无防备 宋寒生最怕疼了 自然不可能跑去挨打 看向叶清涵不悦地催促 这是他们的试炼 赶紧自觉点过去 叶清涵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经过一番的缠斗 才明白过来对方是想知道他 叶翘经过观察得出了结论 问剑宗的历练是魔力青传们的星星 一旁的断横刀赞同道 差不多吧 他们心高气傲这么多年 狂的都快不认识爹妈了 再不磨练磨练以后 心境难免会出问题 叶翘看那驾驶 没个十天半个月的出不去 他还急着去看 自家宗门留下的历练和传承呢 就用胳膊碰了碰送寒声道 借明月剑用一用 他觉得他可以远程攻击 给叶清涵他们打打辅助 起码能让对方分分身 但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盲眉帮上还把自己搭进去 人影揪住他的衣领 拎起拳头就准备揍一顿这个后背 叶翘立马哀嚎到好疼了好疼 祖师 趁着人影猛逼 他火速从对方手里脱离开 开始捂着肚子无病呻吟半天 人影有些无语 心想哪里来的无赖清传 他捡起玄剑 想试试这个清传实力 见他摆的是问剑宗其手势 若剑使用的确是长明宗的剑室 心想这小兔崽子还挺有想法 人影知道他是长明宗弟子后 不是用剑砍就是用拳头砸 叶翘是被打一下 就在那里细精附体般的刚好 人影耐着性子将指导占给打完后 忍无可忍地吐出一个滚子 随后不正经的叶翘 被前辈无情地一脚踢了出去 与此同时 他的手腕上落下了一道白色烙印 楚行之见状心服口服地夸道 以特娘还真是个人才 叶翘没理会楚行之转头和其他人道 前辈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会问剑宗的剑法 对其他清传是完全没兴趣 应该也不会拦着他们 要不试试一口气冲过去 情怀他们都一直赞同表示可以试试 他们集体开溜了 结果没跑多久 就直接一头撞阵法上面了 这次到月清宗历练地了 他们三宗进入了杀阵 幻象与杀鸡伴随 明玄立马毒蛇上线抨击道 月清宗有毒吧 这么阴险卑鄙 倒是挺像你们一贯作风的 宋寒生出言反击 别急下一个就是你们祖师爷的历练了 恐怕常明宗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沐仲熙自信满满道 常明宗可不会像月清宗这么阴 上来就搞杀阵 常明宗可是以清风朗月 坦坦荡荡出名的 月清宗前辈那么无情的 对后辈都这么毫不留情的吗 宋寒生推开爱事的断横刀 试探了半天终于摸到了阵眼道 在阵眼位置站好 破开就行了 明玄摸着下巴一眼看破了局面 他们的阵法虽然好看 但他们少了一人 四个阵眼位置缺一个 最后一脚必须得有人顶上去 夜翘无奈地捡起掉落的罗盘 算了算阵眼的位置 落地后打起月清宗的福音 但蓝色印记轻松成形 忽略掉他身上踪幅的颜色 看他娴熟的程度 简直就是月清宗的清传 好歹相爱相杀这么久 清传之间的默契还是有的 四人同时抬手打出福音 阵法破碎前 四枚印记分别快速打入他们的眉心处 夜翘微愣下意识摸了摸眉心处的位置 这一幕把关在节节外的长老们给看笑 这下好玩了 长明宗的清传竟被问剑宗和月清宗老祖 分别打了清传印记 赵长老郁闷急了心想 老祖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那小兔崽子可是他们长明宗的 真不是你们两宗的清传了 还好下一场 就是他们宗清传们的历练地了 沐仲西可就没想那么多了 眼看节节破了 拎着小师妹急吼吼地往前冲 边跑边期待地喊道 快走快走 看看老祖留下的历练地长什么样 恩法破开后 月清宗的弟子都自觉留了下来 宋寒生见祖师爷的人影浮现当即攻身道 弟子拜见老祖 比起问剑宗祖师爷人狠话不多的性格 月清宗祖师爷的性格和善不少 他有些不解地问 刚才那个跑掉的弟子为何要离开 宋寒生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解释 他并不是咱们宗的清传 月清宗老祖听后更加疑惑了 那小鬼用的阵法不就是咱们宗的吗 虽然没你们熟练 但好在天赋不错 多家训练肯定不会差 这个问题宋寒生并不好回答 毕竟他当初哪有空关心一个内门弟子 苏卓健壮开口解释道 他以前是宗里的二师姐 与大家一同长大 后来下山去了长明宗拜师 月清宗老祖听了这个解释 更加百思不得其警 他们宗的清传为什么要去长明宗 难道是待遇不如人家 不可能啊 他们可是扶修大宗 论资源怎么可能比不上对方 因为事情有些复杂 且和他们都脱不开干系 苏卓说的就有些含糊了 他不是宗内的清传 当初他天赋并不算很好 下山后师父也没在管 以为他想明白后就会回来 月清宗老祖人老成精 哪会不懂里面的猫腻 声音冷沉了下来问 你们这一代宗祖是谁 宋寒生直觉这次自家师父要粮 顶不住祖师爷师家的威压 低声回答 顶老祖是云恒师尊 果不其然当他偷偷抬眸时 发现老祖笑了 但笑容里都是冷意 这种天才都要放走 月清宗老祖准备去云恒梦里 找这个不孝子孙好好谈谈心 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半个月清宗弟子 既然是个好苗子 那就一会儿去找他打个指导战试试看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的叶桥 现在被四师兄拎着横冲直撞 直接闯入了长明宗的试炼地 在两人踏入的瞬间 前方唯一的路只有漂浮着的基石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穆仲熙立马杀住不子睁远眼睛 不敢置信地问 这就是他们的历练吗 像是印证了他的话一般 一道声音冷不丁飘入众人耳中 看到对面了吗 用他轻风踩过去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场的试炼 叶翘只觉得这声音很耳熟 他很早之前练单抄卷轴时 从中看到过长明宗祖师爷的模样 他神色微妙了起来 摊上这么不靠谱的祖师爷 长明宗能活到现在还挺不容易的 秦淮觉得考核只是走基石的话 那也太简单了吧 这对长明宗那群擅长速度的人来讲 通关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周行云看向秦淮道 那不如你给我们探个路 秦淮微笑地退回队伍当中 不去理会他 谁要给他们探路了 而且这又不是他们的历练 沐仲熙胆子大兴自急 他直接踩在第一块石头上面 他刚踩上去石头便很快消散 要不是他反应够快迅速后撤了 他早摔下去了 他立马提醒大家 石头会动过去的时候要快 叶翘见状去踩自己脚下的那一块石头 然后他轻风一蕴踩在第二块石头 结果石头自己换了位置 他飞快往另一侧跳 他轻风快到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停顿可言 看好戏的断横刀嘖嘖两声道 你们宗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 说人家阵法阴 长明宗这部也是半斤八两了 明璇劝他别幸灾乐祸 下一个就是他们成风宗的 五人需要在石头上面跳来跳去 期间不能有任何失误 一旦失败就是同门或者自己坠入深渊了 五人配合没话说 就是苦了周行云这个大师兄了 就完这个就那个 叶翘走在最前面 直接在上面试探石头的规律 总结出来了规律 原来是按照五行八卦阵部下 只要提前算出阵法下一个落点位置 完全能预判了祖师爷的预判 见他这样 可把暗中观察的长明宗老祖给看乐了 少见的会动脑子的清传 不错不错 叶翘和明璇通过算阵法位置达到了目的地 其他三人凭实力通过考核 赵长老见状很是满意道 反应速度不错 段宇的训练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吗 秦怀也不由出声感叹 真不愧是以速度著称的长明宗啊 五人从服饰上有惊无险地到达对岸后 迎接他们的是一处屏障 需要他们破阵出去 两个扶修同时掐绝 但金色符印在掌心展开 长明宗的阵法一点不比月清宗的差 只见无数的符印宛如书卷铺开 缠绕在身上像是经文 叶翘定了定神 顺着阵法轨迹捕捉阵眼的位置 找到阵眼后 暴力地将阵法破开 秦怀知道接下来就是长明宗祖师爷的教导时间了 他拾去地带着师弟们离去 成宗宗的人要走没人阻拦 但一同消失的竟然还有叶翘 赵长老全程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 结果刚看到这群弟子通过失联 在他激动地想去见一见长明宗历代前辈的时候 发现眨眼的功夫叶翘没了 那可是他们宗的宝王 赵长老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被打上了其他两宗的印记了 自己还是赶快去解释清楚了 自家前辈们误以为他是其他宗的清传了 被自家老祖赶出来的叶翘倒是不觉得尴尬 反正跟谁历练不是历练了 他厚着脸皮跟在成风宗后面 断横道问他一个长明宗的是怎么混进来的 叶翘怎么看都和若这个字不搭边 但自家祖师爷就是不要他 他也同样很纳闷了 只能无奈地表示他哪知道了 秦怀吃了一声道 都被两个宗分别打了标记 正常人谁能要他 经他这么一提醒 叶翘这才注意到 眉心有抹淡蓝色印记 那是月清宗的烙印 手腕上有抹白色的印记 那是问剑宗的 他如今的成分确实有些复杂了 他稀奇地摸了摸两个印记虚心请教 那该怎么办啊 断横刀丢给他一块石头让他握着 能大幅度地减少他的存在感 等赵长老去找前辈解释解释估计就成了 等下安静地待在他们的试炼地就行了 叶翘爽快地同意了 他握着浴室 跟在成分钟后面踏入他们的历练场地 刚踏入飓风就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士 分别打在他们所有人的身上 秦怀淡定地擦掉血迹提醒大家 做好准备 小心应付 别被锋刃碰到 锋刃如刀 刀刀不留情面地静挑脸上招呼 叶翘也被不幸地牵扯了进去 他问秦怀你们祖师爷 是想把所有人的头发都给削光吗 他心有余悸地摸了摸头发 心想成分钟祖师爷也是个恶劣点 见叶翘被逼到东躲西藏 秦怀下意识拿出留影时 对准他就是一顿狂怒 估计上次被他拿穿女装留影时威胁 那是一直记载心中 这次找着机会显然是想报复他 叶翘注意到了他的动作 利马贼嗖嗖地往他旁边一蹭 下一秒封刃 以一种必无可避的速度朝他掠去 削掉了他一大截头发 秦怀知道他就是故意的 咆哮地喊出叶翘两个字 他欠揍地表示 是对方太碍事了 都影响到他挨打了 在外面隔着屏障观战的 成峰宗长老福娥 叶翘竟然完美融入进成峰宗了吗 看来他不得不重新评估一下 这个清传了 反应速度和学习能力都过于恐怖了些 叶翘发现锋刃追人时 会下意识掠过他 发现这点后当即开始贴着 强光明正大的摆烂 成峰宗老祖也注意到了 角落当中浑水摸鱼的剑修 成峰宗老祖见 唯独这个小姑娘剑法最生涩 72道剑法他都能用出来 只是像是初学者 修为也才是金丹后期 他觉得很有必要 亲自教导一下 这个新入门的弟子 愉快摸鱼的叶翘 并不知道他被脑补成了小可怜 他察觉到威胁 抬头就看到一把长剑 直直朝他的批拐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用他金锋躲开 握紧手里的不见军 情怀感到莫名其妙 老祖不给他们这些清传打指导战 反而去教叶翘一个外人指导战 但找谁打指导战 但是老祖个人意愿 他再不满也只能往肚子一眼 在长明宗试炼地里 叶翘被丢出去后 挨打得只剩四人了 薛鱼还算好的 他属于并非战斗人员 就被前辈们赶去炼丹了 明玄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他此时正与老祖部下的阵法做斗争 再一炷香时间破不开的话 老祖是真的会打人的 四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训练 天生老祖还对他们哀声叹气抱怨 现在的弟子一个比一个不行 就连两道双修都嫌少有了 明玄暗暗赋斐 又不是谁都像您当年那样的 目中西文言立马在一旁狗腿的恭维 所以您才是开宗立派的祖师爷吗 他试图通过这个法子 让大家免于被奏 可惜老祖并不吃这一套 在他眼里这四人也就周行云还算可以 其他三人都太让他失望了 周行云被夸得想死 他试图提醒老祖不要那么的暴力 这并不是您一言不合就垂人的理由 急忙赶来解释的赵长老 拯救了被痛点的四人 老祖 前辈们 咱们宗还有个清传没来呢 还少了一个叶俏 其中一个前辈文言现身好奇地问 哪个没来啊 赵长老顶着前辈们齐刷刷的注目里开口道 就是之前被你们赶走的那个小姑娘 她天赋极高 入门勘勘两年就精当后期了 她已经有领域了 祖师爷听后愣了愣 合着放走的还是个天纵奇才 那还不赶紧把她传过来 去乘风宗做什么呀 还有一会儿赶紧把月清宗和问剑宗的印记擦干净 万一有什么脏东西怎么办 赵长老看了一眼四人被鞭策的惨殃后 他就知道等叶俏回来只会比他们更惨 就默默将她是三兄那是给咽了下去 这时候还是别坑弟子的好 和乘风宗人影打得有来有回的叶俏正沉浸在其中 下一秒脚下毫无征兆地亮起了阵法 见福音是长明宗的后 他便硬生生止住跳开的动作 随阵法转移到了自家宗门的试炼地 他刚感慨的一句终于想起他来了 就被四只手齐刷刷地指着 四个师兄试图通过甩锅小师妹来完成历练一口同声道 老祖不是说长明宗双修都很少见了吗 他是三兄 穆仲熙立马真情实义地吹捧道 老祖这里只有小师妹才配得上您的亲自教导 刚来的夜翘一见师兄们的反常 心生不好的欲赶忙问他们 搞什么呀 下一秒就见一道灵气凝聚而成的大掌狠狠从他头顶拍下 他下意识他轻风一韵 指尖掐绝防御服环绕 伴随着浮路燃烧 整个人被狠狠地甩了出去 在摔下前他立马膝盖微曲 翻身站稳 动作娴熟地让人心疼 一上来就是这么刺激地见面礼貌 他抬头问师兄们 咱们的指导站就是这样被反复地吊打 明璇纠正他错误的措辞 不 接下来是他要先被反复地吊打 然后再和薛瑜一起拼命地练单 最后再和自己一起研究破阵 夜翘沉默了一阵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表示那他还是去成风宗的历练场地吧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今天他要是赶走 下一秒祖师爷就能让他明白花为什么这么糊 三修啊 让已经近百年没看到过双修的前辈们都很激动 他恍如误入狼群般 看到他身上的印记 长明宗老祖直接炸了 该死的问剑宗 该死的月清宗 印记是乱打的吗 有了小师妹吸引火力 师兄们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夜翘不拘于谁的剑法 只要好用就行 不反抗是真的会被剑修前辈们教做人的 他经过成风宗与问剑宗老祖轮流指点剑法 让他能更好地掌握不剑军 尤其是七十二道剑法 配合多变的不剑军 简直是个大杀气 越打越让长明宗的剑修前辈们感到惊喜 明玄见小师妹过来随口问他 怎么样 在前辈们的围殴下 学到什么了没 小师妹没来之前 他们可承受了足足半天时间的殴打 夜翘沉痛地回答 学到了 而且在挨打当中 总结出了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 他们打起来了 坏消息是 他们要打的人是他 长明宗剑法又轻又快 大师兄六师全部融会贯通 四师兄和他一样卡在第四师 前辈们反复在他们面前 演练第五师与第六师 沐仲熙见他看一遍 就能学会表示羡慕极了 不知道是谁家的前辈 与其温和地对所有的清传道 接下来就去找各自的传承吧 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属于你们自己的传承 寻找传承的分组格外简单 丹修和丹修一组 剑修与剑修一组 扶修一组 气修一组 刘云顾不上大逆不道了 他急得直嗷嗷 一群丹修凑一起 遇到危险怎么办 碧水中长老文言不耐烦的催促 不会让你们遇到危险的 快去 老祖们这么做自然是有他们的道理 听到是祖师爷的安排 柳云只能压下抗议的情绪 退回队伍当中 血雨冷不丁被一群女弟子包围 羞涩的本能让他去找柳云抱团取暖 各自找好队伍后 明选表示他必须和月经宗那群讨人厌的家伙一起 还有讨人厌的宋寒生不会趁机报复他吧 宋寒生听他这么说脸上难眼嫌悟道 说得像谁想和他一组一样 哪怕叶修过来都比他过来好 起码人家还是靠得住的 说话也不像他那么气人 到底是谁带坏了清传 只因柔弱不能自理的丹修都敢嚣张了 叶修和大师兄还有四师兄分到了一组 细经为止见修组人数最多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难度最高 叶修函几人率先抵达目的地 周行云三人稍后一步 双方都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叶修函看了一眼叶俏 直接就挥了一剑 只见对方身后的树木被拦腰斩断 两人互相瞪了彼此几眼 眼中满满的都是恩怨 叶修暗戳戳走到祝优旁边问 这是哪里啊 怎么看着有点像是远古时代的森林 祝优环顾一遍四周后才到 确实是有点像远古时代的森林 据说传承之地什么都有 路上大家还算相安无事 叶修函独自在前面用剑开路 但凡有妖兽不小心路过 都会被他的剑气所镇碎 霸道又不讲道理 这样也好都不需要其他人动手了 长明宗老祖见叶修函眼底满是默然 丝毫没有一点波动 他摸了摸下巴觉得有点意思 看来修的是无情道 另一个叫楚行之的孩子 如果没看错的话修的是问心道 问剑宗这届的清传真是一个比一个有意思 问心道很少见 无情道更是难得一吻 剑修祖并不知道 他们正在被祖师们观察和分析 伴随着往内部走去 妖兽数目逐渐变多 周行云一见拦截住狂奔而来的妖兽 天生剑骨的目中蜥蜴横扫之事 将眼前的妖兽尽数斩尽 问剑宗老祖也赞了两人一句 夸他们秉承了长明宗祖师的意志 然后语气不佳道 问题是那个叫叶俏的小鬼 提起叶俏他就痛心疾首 原以为那是他们宗的好瞄瞄来着 结果竟然便宜了长明宗 真心不能再想了 光想想就心痛得紧 成宗宗老祖也冷哼一声道 他用的是青宗诀 也是青宗朗月的剑气 但他秉承的却不是长明宗开山祖师的意志 月青宗老祖文言语气带了几分兴致道 那个不正经的小鬼 竟然没有秉承长明宗祖师的意志 问剑宗老祖点头肯定道 他秉承的确实不是长明宗祖师的意志 当即其他老祖都不约而同地望向长明宗老祖 成宗宗祖师还特意怪叫了一声 快看 他被掠了 然后他又哈哈大笑道 说起来这个地方的传承 已经很久没有青传能拿到 话分两头 比起剑修危机四伏的场地 丹修们因战斗力普遍偏弱 所以他们送去的传承之地的攻击性也相对最小 他们往往都是受到具有毒性的灵质威胁 渺渺都被搞得有些抓狂了 他问大师姐传承到底在哪 他的话音刚落 就再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青传倒地不起 他下得赶紧扑了过去 仔细查看同伴的情况 四妙岩也跟着查看了一番厚道 还好只是昏迷 但不早点将丹药练出来的话 可能会致命 薛鱼却觉得对方昏迷得有些蹊跷 难道这也是试炼的一部分吗 是不是接下来还会有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还没走几步 便出现了个症状与昏迷的青传一样 四妙岩伸出手摸了摸对方滚烫的身体道 没时间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炼丹的灵指 碧水宗祖师饶有兴致地等他们做选择 一个是自己人 另一个只是陌生人 就看他们怎么选 薛鱼几人也没纠结多久 很快一个前辈拿着一小瓶子丹药出现了 面带笑容道 想救他们吗 但只能救一个人哦 你们要救哪个吗 果然是在考验他们的选择呀 四妙岩脸色几经变幻 压下纷乱的思绪 他当想说救自己的同门 结果被薛鱼反手拦下 炫鱼怜悯地看了对方一眼反问道 他们身为高贵的清传为什么要做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 而他们全都要救 历练 那不就是让他们随心所欲的吗 反正老祖不可能真的打死他们 他可不信只有一份解药这种鬼话 只要格局打开 他们六个人群殴一个人抢走解药不就行了吗 柳韵觉得他说得非常对 一拍大腿激动道 有道理啊 那人要是不听劝就砸他 虽然现在昏迷了一个 但他们也还有五个人了 四妙岩先是愣了愣 随后立马想通了 唇角挂上同款笑容道 您是在叫至高无上的丹修做事情吗 但可惜 他们不接受 碧水宗的前辈原本看戏的笑容将注 说好的柔弱不能自理的丹修呢 怎么态度一个比一个嚣张 见他们有手拿法器的 有拎着丹炉的 脸上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 血雨手里拿着丹炉上前一步道 告诉您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人多就是用来欺负人少的 看到事情不受控制的发展 碧水宗老祖开始细细回忆着 到底是谁戴坏了他们的清传 丹修祖采用群殴的方法 将碧水宗的前辈给打了一顿 强行得到了两份解药 老实说这种暴力手段是不可取的 但倒不是为一种破局的方式 碧水宗老祖指着薛雨问 那个穿红衣服的弟子是常明宗的 叫什么名字 别以为他没看到 全程都是靠那个少年来控场的 得知他叫薛雨后 碧水宗老祖让人去警告他 虽然想法不错 但下次不许再动手了 如果不是时机不对 老祖恨不得大吼质问 为什么要带坏他们宗的清传 好在不正常的似乎只有丹修祖 见修祖聚在一起配合得很默契 白天赶了一天的路 晚上围在一个篝火旁聊天 目中嘻哈气道 这个鬼地方的环境为什么阴晴不定 朱幽皆话道 是啊 白天热得要命 晚上冷得要死 而且越往内围走 腰瘦越少 内围应该更危险 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吗 他们只是塑料合作 遇到传承肯定是互不相让的 秦淮没他想的那么多道 赶路吧 早晚都要进去 往里面看看有什么就知道了 现在是手握传承的前辈们挑选继承人 而不是他们挑选传承 只能进去碰碰运气 叶翘伸了个懒腰 啃着苹果往里面走 嘴里含糊道 不想去 他挺讨厌打架的 目中西抓了一把戒子带里的瓜子 分给大师兄无所谓的 早点打完早点结束 见他们三人像是在旅游 惹得走在前面的秦淮和叶青涵 额角疯狂地跳动 两人毫不犹豫地痛斥了他们一顿 你们三个还有没有一点 作为清传的局务 周行云却会错意了 以为两人是在羡慕他们 伸出手把瓜子递给了他们问 要不你们也来点 最后 为了他们的塑料合作着想 秦淮和叶青涵相继沉默 只能将着脸 捧着对方分出来的瓜子 动作木讷地往前走 终于不再将目光落到长明宗身上了 等到队伍抵达目的地 看清楚眼前一幕后 所有人呼吸不由放轻 最终还是叶翘看着不远处 盘踞着的一条黑龙 问试炼就是这个吗 周行云察觉到黑龙的暴命 好在不是真龙 只是一道残魂 不然就算是单单龙族的威压 他们哪里逃得过人家的一道吐息 他建议在人家吐息前 大家快离开 一直缩在领域当中的肯德基 像是闻到了什么气息 激动的羽毛都炸开 他奶里奶气的声音 从叶翘脑海中响起 是蛟龙 杀了他就能拿到船程 都是上古一族得天独厚的生物 停杀凤凰就要经历一次次的磨练云涅槃 而龙族生来就是强大的 光想到这一点 就让肯德基心里极度不平衡了 叶翘本来对龙还是很敬畏的 现在是龙族藏魂在考验他们 最主要想拿到船程必须打败他 将苹果和精准地砸在黑龙的脑门上 随手抄起夺损道 大家动手 叶青涵也将瓜子精准地丢到黑龙的身上 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一趟瓜子 机会不就来了吗 然后拔出剑紧随其后 秦怀额头不由冒出冷汗声音冷沉温 现在是要涂了这条黑龙吗 黑龙攻击起人来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叶翘火速给大家做了安排 他们师兄妹三人去吸引黑龙注意力 其他人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攻击到他的弱点 问剑宗前辈看到常明宗三个跑路高手 宛如兔子般灵活语气酸酸道 常明宗心法也就在这方面好用了 常明宗被问剑宗歧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恩怨都可以追溯到老祖那 常明宗前辈笑得很是得意 紧接着抛出了个惊天大消息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今年的大笔第一可是常明宗 以后记得对修真界第一宗客气一点 秦怀用剑砍在黑龙身上 只听到清脆的碰撞声 他无奈地表示龙林太坚硬了 破不开 祝游出声提醒大家 黑龙的弱点是眼睛和鸡脚 往他脆弱的地方刺过去 许是叶清涵那一把瓜子全丢在黑龙脸上 带来的侮辱性太强 导致人家集中火力在对付叶清涵 叶翘忍不住摸了摸鼻尖 他可是第一个丢苹果盒的 怎么还对他不屑一顾了 趁着这会儿黑龙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 叶翘便想靠近他 试试能不能打伤他 周行云按住跃跃欲试的小师妹 正色提醒道 别过去会被一巴掌扇飞的 叶翘从戒子带翻找了下 找了个可以收缩的绳索扣在腰上 要是他刺完就回来 到时候记得要及时把他拽回来 速度一定要快 周行云听后不再拦他 就见他贴了张隐蔽气息的服录 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黑龙 不见军变化形态 骤然变成了长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了下去 剑小师妹一击成功后 在他要被拍成肉泥的前一秒 被周行云及时地拽了回来 一直在暗中观察着 他们的武宗老祖和前辈们 也不得不感叹他们这种配合还挺少见 需要足够信任彼此才能做到 除却长明宗幸免于难 其他人多少都被龙系喷到了 叶翘先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当看到脸色苍白的剑修们 剑突然朝着他们挥了下去 落下一道温暖且带着生机的剑锋 吓得其他人都以为他要手起刀落 哄击同门了 朱优惊讶地抬眼望去 他堵在喉咙里的血全部消失了 精神也得到了极大舒缓 还真是治愈戏吗 楚行之伸出手下意识握了两下 刚才那星星点点的剑光 只觉得眼前一幕很神奇 这个剑法叫什么 不对 不能说是剑法 应该称为剑义 叶翘瞥了他一眼道 万物声 听到领域名字叫万物声 第一反应就是治愈戏 这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明白了 叶青涵听后面上没什么情绪 拳头却悄然钻戛 心想那么找机会打他一顿没问题 实在是想打他一顿很久了 叶翘敏锐察觉到对方眼神里的威胁 他回望了过去 下定决心等突破原因后 一定要找个机会打对方一顿 双方都想打彼此一顿 导致气氛就显得有一丝丝微妙 一直在看戏的乘风宗老祖问 那条龙是选了问心道的穆仲熙吗 问剑宗老祖道 不止呢他选了两个 还有一个是楚行之 青传们修为低看不出来什么 他们却能窥见那条龙已经找好继承人了 长明宗老祖偏见那抹丹绿色的光后 了然的笑了 原来是苍生道啊 小家伙秉承的可是天道一指 那真是绿的好绿的妙啊 而且被天道绿怎么能算绿呢 这一场战斗中 不止那条龙在选继承人 他们也在物色人选 问剑宗老祖言简一该道 继承问剑宗一波的 就是那个修无情道的小子叶青汗了 长明宗老祖也没什么好纠结的 龙族传承自动选了穆仲熙 那么他的传承肯定留给周行云了 至于叶翘那丫头 他可不敢乱给传承用 人家那可是秉承了天道一指 慕忧一直在观察着那条黑龙提醒大家 如果再一起合力动手一次 他应该就顶不住了 肯德基看到叶翘拿起夺损 就要去捅的动作差点被吓死 他急忙跑出来阻止 等等啊大姐那么虎干啥 那可是真龙啊 肯德基着急地飞到半空提醒 现在黑龙的目标是 慕仲熙和楚行之那两个大傻子 在刚才的打斗过程中 他已经选好继承人了 长明宗老祖见到肯德基后有些意外 虽然凤凰血脉还未觉醒 但对现在修真剑而言已经很难得了 转念一想 他的契约者又觉得一切都情有可原了 黑龙选中的传承者都是修问心道的 他选好人后就专心对付起 慕仲熙和楚行之来 慕仲熙不得不让朝夕剑林现身帮忙 光芒骤然缠绕在他身上 与剑气融为一体 刚才被小师妹的剑气治疗了一下 满血复活的他朝黑龙的方向逼近 楚行之也在差不多时间做出来了相同的选择 有时候问心道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确实蛮让人佩服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在一遍遍被打飞烧伤的过程中 慕仲熙和楚行之合力斩下了黑龙的头颅 待黑龙蓄影消散后 两道光同时围绕在他们两个身上 修得到相同的话 很容易一起获得传承 但这种感觉很恶心人了 就像是两人一起互相被喂饭一样 慕仲熙和楚行之对视一眼都妥 都觉得为什么是和他要好恶心 情怀不爽地看了两人一眼吃笑 可真会得了便宜还卖乖 传承不想要可以给别人了 大家累死累活忙半天 结果传承选了这两个憨憨 他心底正不爽了 楚行之听后忙拒绝 那可不行凭啥便宜你 接受完传承后 两人浑身是血的齐齐趴在地上 黑龙留下了不少好东西奖励他们 看着眼前落下的法器五花八门 连一些只在书上见到过的法器这里都有 叶翘一点也不客气地拿走了聚魂灯 还拿了能提升人体质的丹药准备给二师兄吃 叶清涵看他那样子 眉头下意识地猝了起来问 他们可以拿吗 都拿走的话那后辈怎么办 叶翘对着传承之地的宝物就是一顿扫荡 给了后辈们一通鸡 他还说得阵阵有词 拿呀为什么不拿 不错不错竟然还有不死版的清传少见那少见 叶清涵他们一开始还挺矜持的 当发现长明宗土匪三人组太会得寸进尺后 他们也开始加入了扫荡的队伍 后辈什么的他们已经没时间考虑了 大战完黑龙后除了两个接受传承的泪滩了外 其他人都有点亢奋其中以情怀为罪 他竟提议大家趁着天还没亮接着去找传承 看得出来他是个干地 随着众人不断徒步往里面深入 突然一道黑影冷不丁的掠物 发出的动静让他们警惕 那可是连他们都感到棘手的存在 他可是能遇见未来的画面最长可达几十秒了 画神七都遭不住这种天生自带预知属性的家伙 接下来裹不出老祖们所料 除祝优和叶翘没被打外 剩下的清传们被那男人羞辱了个遍 下手也专挑命脉 看得出他是一点没打算留守 祝优发现了个规律 那前辈听到哪里有男人的声音他就杀谁 换句话说谁是男人他就杀谁 一个劲盯着那些男修士们杀 活像是人家刨了他家祖坟一样 以叶青寒为首的男修士们都被气疯了 这个男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想杀就杀偏生还挑断他们的衣服 他们的衣服被撕得只剩下不挑了 但他们的攻击又都能被对方提前躲掉 周行云也不喜欢被人挑断衣服的感觉 开口提醒大家 他可以预知未来画面 看着因为羞耻心而停住进攻的剑修们 叶翘拿出夺损试探了七几招 对方不仅躲过了他的攻击 还抢夺走他身上的东西 看着他变脸对方满是嘲讽 这届清传的本事就这样吗 当妖剑的戒子带给顺走后 领域中原本躺平的剑灵们明显察觉到剑主的怒气 他们都开始激动起来 毕竟剑主情绪波动越大 他们就越有机会化行 以叶青寒对叶翘的了解 他很少会真的生气或者被激怒 但真把他逼急了后果 可以参照被诈评的比赛台 以及劈开的秘境 目中吸一件小师妹的表情 就冲着那男人比了个你完蛋了的口气 那人只觉得后几一凉 立马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 叶翘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翻转着皱印 转头问叶青寒的领域呢 叶青寒勉强裹着被撕成布条的衣服 语气阴沉地开口 领域开了 但他猜到了领域的属性和体系 没能做到一击毙命被他逃了出去 他呕了一声明白对方应该有预知能力 他低声反问那人真的什么都能预判吗 男人听到叶翘的问题得意地笑道 当然了连你下一秒的剑法和行动都能预判 所以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叶翘手握着夺损对剑林不剑军下令 杀了他 男人看到不剑军后一点也不怕还调侃到 原来是杀戮型的剑了 可真凶啊 不剑军听着他的声音就觉得烦躁得很 黑色剑影翻飞形成四方割裂的空间进行围剿 叶翘手握飞仙剑 同时还把另外三把闲置的零剑一起召唤了出来 男人确实有预知能力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人能将五把零剑随时换着用 他预判的速度根本都赶不上人家换剑的速度 因为是不同属性的剑 他应对的法子也需要不断调整 这正常人的脑子哪里能调整得过来 他是有预知能力又不代表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戒子袋被拿走后叶翘是真的被激怒了 他眼中流转着几分冷意吐出一个死字 当寒霜剑冰蓝色剑影化成尖锐的冰刀 扎入那男人的血肉当中后 他的表情已经彻彻底底凝固了 不能吧至少不应该啊 哪有人有那么多剑林的 陆仲西剑那人终于受伤了 他真心的感谢小师妹帮大家出了口气 他们刚刚实在是太憋屈了 婆妥是被人家在吊打呀 他语气中充满着信贷乐祸笑着说 节哀哑前辈 叶翘觉得何会预知的人打架 虚晃一招之类的完全就是浪费 只有以暴制暴最合适 被灵剑们前后围剿 那人的动作出现了很明显的失忆 叶翘抓住了这个机会 脚下聚集灵气速度快如闪电 一脚将他脑袋踩住 问古奶奶的戒子袋在哪里 见他嘴硬不说话 叶翘不客气的一拳头对准他的脸 狠狠地砸了下去 肯德基见他还想砸人 不得不弱弱开口提醒 再砸的话人要被砸死 他收好了心心念念的戒子袋 见他前辈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后 竟朝他点头夸赞他很不错 是头一个不靠修为压制 靠拼手速和剑诀变换将其打败的 在传承之地被前辈认可 也就意味着其找到了传承者 长明宗老祖闻言那叫一个激动 谁说叶翘拿不到传承的 这不是传承了预知戏吗 月清宗老祖意味不明的开口 预知传承是很考验修饰反应能力的 对于脑子转得慢的剑修而言 拿到这种传承未必是好事 向来沉默寡言地问剑宗老祖缓缓出声 那个弟子手里四把零剑是从哪里来的 他是怎么弄来那么多剑的 请客见长明宗老祖不说话了 反正不可能是来自长明宗的 他们宗可是以贫穷出名的 哪来的那么多零件 管他怎么来的 反正现在是叶翘的就行了 寒霜剑画形的时机挑得很合适 借助叶翘跟着那个前辈传承下来的力量 稳定了剑林本身的形态 叶翘接受完传承后 看到站在那里的小萝莉 对其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 很高兴看到你 不管画形的是哪个剑林 能看到他们的形态他就挺高兴的 寒霜剑林大概是不太习惯说话 声音有些声色的自我介绍 他叫寒霜 小萝莉一本正经的模样 看上去冷蒙冷蒙的实在是太可爱 朱优忍不住想上手去捏捏 结果还没上手就触及到剑林冰冷的目光 他不得不转移话题问叶翘 刚才那前辈的传承真是预知戏吗 见叶翘点头承认他真心羡慕极了 要知道预知戏光是听着就很厉害 毕竟看在场剑修全部被吊打就知道 有时候哪怕是一两秒的提前预知 就足够影响战局 在场的剑修们已经有三个都拿到了传承 进度可谓是遥遥领先 叶翘问自家的两个剑林都会做些什么 他如今要养的东西有点多 希望他们能帮他分担点养家糊口的压力 寒霜表示他只会打架 吴建军一脸乖巧地表示他会杀人 叶翘瞄懂了他们都是暴力分子 他不明白寒霜为什么长得那么矮 下意识揉了揉眼前小萝莉的脑袋 也不知道多给寒霜喂点零食管不管用 要知道寒霜的本体并不矮 他还在纠结寒霜剑矮的问题时 秦怀这个甘地已经出手四处扫荡了 在妖兽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便被他一见了结了 叶翘抬眼试探性地将得来的传承 用在秦怀身上 很快对方下一步出招的画面 在他脑海中一闪过 看来如果运用得当的话 洪水平下他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秦怀嘴上虽说着恶心 但手速极快地将妖兽内端挖了出来 准备带回去给师弟们练起 不仅如此 他还顺着刚才妖兽来时的路 杀了过去把人家妖兽满门屠路了个干净 楚行之自诩算不上什么善良之辈 但也不至于看到个妖兽就图人家满门吧 他抱着胳膊好奇地问 秦怀修的什么道啊 以后他要逼着点修这种道的人 周行云直接好心地告诉他 和他大师兄夜清寒修的是同一个道 楚行之憋了半天将欲要说出的话咽了回去 表示同样是修无情道 他大师兄如果那么做的话 肯定是有他道理的 秦怀被暗讽的同时还被莫名其妙地拉踩 他手腕一转打了道剑气 风刀擦过脸颊 楚行之不躲不闪就那么站着 一剑下来他毫发无损 他裂唇得意地问龙族传承怎么样 秦怀看着他那副得瑟的嘴脸道 等着把早晚打死你 乘风宗老祖看到秦怀拎着剑剿剿灭妖兽的全过程后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大家再考察考察吧 那两个孩子的性子都太过偏激了 如果有合适的继承人 乘风宗老祖也想将传承送出去 他最看重就是修为已经到达原因期的秦怀 只是那孩子心性太冷 只有在与青传们互怼时 才会出现正常的情绪波动 到底发生什么了 竟让向来高冷的扶修变得如此无耻 扶修组气氛比较萧条 扶修总共只有四人 长明宗的明玄又和其他三个月青宗的青传们不对付 他们处于一种谁都不搭理谁的状态 月青宗老祖看到这少的可怜的人数 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他们修真借扶修怎么能少到这种程度 一位擅长换阵的前辈表示那就不够换阵吧 谁先破局就把传承给谁 不等老祖们细思 那位前辈就打了个响指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 阵法悄无声息地落下延伸开 真正的幻阵是从来不会让人意识到 自己已经处于阵法当中的 四人在阵法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很容易带入到幻阵给他们捏造的身份当中 然后被幻阵的主人所操控 明玄睁开眼 就看到一张和他亲爹一模一样的脸 明玄看着眼前的亲爹半想没说话 最后还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老头你身上的衣服好丑啊 幻象愣了愣没料到他会这么说话 板起脸肃声斥责 明玄说什么呢 现在连骑马的规矩都忘了 顿了顿后又接着开始数落 自己怎么会有他这种不上镜的儿子 想当初他也是年少成明 十五岁就住击了 结果入了长明宗后就默默无闻了 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说明家的吗 明玄听到这番话后 情绪终于有了些许的波动 眼前父亲的话不可谓不刺耳 但总让他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他抬起头道 那太抱歉了没达到您的预期 但他就这样了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快速出手 把一张符露贴在眼前的人身上 话音刚落就见符露燃起火焰幻影消失 他已经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失恋了 对他根本没什么难度可言 明玄出来的最迅速 看着眼前幻阵捏造的场景 别说还挺真实的 他不能立马破阵 得把其他几人叫醒才行 他百无聊赖地逛着 很快在幻阵中找到了宋寒生的身影 看来天才的梦魇都差不多 都来自家族或是宗门的期许 宋寒生面对的是一个月清宗的长老 那老头正喋喋不休道 未来继承人就这副模样 实力如此差劲 真是宗门不幸啊 明玄见宋寒生肩默不语 就猛地一拍桌子 吓得两人都一机灵齐齐 看向这个闯入者 明玄大咧咧地问 在干嘛呢 完了 老头被噎了噎 他从没见过这样没素质的清传 就冷声问 为何不让人禀报 像你们这样的弟子 古往今来那么多清传 你们绝对是天赋最低的一届 明玄挥了挥手笑道 清传不当也罢 反正他家有的事钱 长老要不这样吧 还是认他做干爹吧 死后还能让他爹 给买块好点的目的 毕竟也算是他爹的干孙子 长老意识到了这个人的不正常 觉得还是少惹为妙 于是他决定无视明玄 扭头继续对宋寒生进行心理暗示 他家儿子在对方正年纪 就轻而易举到达原因期了 明玄闻言声音猛地拔高 什么 你家儿子这么厉害 那你看他长得也不错 要不让他俩去乡得亲吧 他真的不想努力了 就想当条闲鱼白白了 他那几句话就让长老彻底破防了 指着门口就对他怒吼 笑眯眯的明玄不死心地问 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回复他的还是长老 一个夹杂着怒意的滚子 两人一高一低扯皮的声音 将原本陷入幻阵里的宋寒生 给下清醒 宋寒生看着眼前这一幕 感慨真不愧是长明宗的魔鬼 暗处考察他们的老祖集体安静了 先是一个薛鱼 现在又来了一个明玄 暴力的丹修加上无耻的扶修 今年的长明宗到底怎么了 剑修祖这边情怀 周行云和叶清涵三人只要过关 就是继承老祖一波的人了 剑三人突然晕倒在地 众人就知道他们要开始失恋了 其他人就自觉地给他们护法 感应到陌生的气息后 叶翘就叫出三个剑铃来帮忙 让他们留在原地守着这三人 老实说这次来的人数有点多 至少有十几个人 他会守好这里的 他一边说着话 还不忘一边用剑爵挑断来人腰间的戒子袋 在戒子袋落下的那一秒 穆仲熙和祝优齐齐动手 抢了戒子袋就跑 双方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 一看这种事情就没少干 一行人剑戒子袋被偷大怒 开始疯狂地追着穆仲熙和祝优不放 剑人少了一大半 处行之立马上前拦住剩下的人 表示他们的对手可是他 剑宗老祖剑青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他知道那种默契非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 他就觉得青传们在大笔里面 一定相处得很浓洽 叶翘剑只剩下一个前辈没被引走 便不动声色地握住飞仙剑 他也明白自己完全不是前辈的对手 但遇上了他也不能耸了 他开启了预知的能力 靠着细微的剑法动作挑出四个不同的剑士 没想到竟将那前辈稳稳压制在了手底下 那前辈愣正住了 他竟被一个小辈压着打了 虽然这小女娃的初见太猝不及防了 而且见招变化多端 但也不是他被压制的理由 他真心乐乐就问小女娃叫什么名字 叶翘笑而不达而是让那前辈猜 他手里压见压的力道更重了 就见那前辈被他一剑撂倒在地 在其落地的瞬间 他毫不留情地一脚踹在对方的屁股上 把人踹飞数米远 打架嘛用什么手段都不丢人 他今天的任务就是不让任何人去打扰试炼中的三人 这可是他硬承下来的事情 里面可还有他亲爱的大师兄呢 真没想到一个小辈居然敢不要脸的踹他 真是七尺大辱啊 他准备娇叫小女娃做人 手上凝聚出灵气 澎湃的灵气一出 几团光球狠狠砸在对方的脸上 叶翘靠着预知能力 左躲右闪提前规避来自前辈的攻击 不断靠近男人 随后猛地抬脚准备动手 那前辈注意到小女娃的目光一直瞄准他的裤裆 瞬间呼吸微顿下意识加紧 他才意识到这个青传是不要脸的 正惊人谁往人家的裤裆位置盯啊 简直是无耻至极 他冷哼一声语气中夹杂着咬牙切齿道 原来是拿到了玉知传承 难怪敢这么嚣张 惊当后期也敢来拦他 今天他就让这小鬼明白什么叫天刀地后 叶翘感受到了对方的怒意 他立马开口商量 知道前辈想打他一顿出气 但起码也要等那三人传承拿完后吧 实在不行他可以当场跪下认错 那前辈简直没眼看了 心想这人怎么不仅骚动作不断 而且骚话也是连篇的 剑修的骨气和傲气呢 百折不挠和勇往直前 这两个剑修的基本品质去哪里了 叶翘趁着他愣神的片刻功夫 火速把手里的防御符 与防御法器尽数丢出来保密 打不过他还不能恶心一下他吗 成风中的疯刀在配合清风绝 把人衣服给撕得破破烂烂 他觉得这些还不够就再次掐绝 雷灵根化成一条小银龙 直奔对方头顶 将他炸成了爆炸头 他成功激怒了前辈 让对方忘了还有人在试炼 满脑子都是给老子死去 由于双方实力的差距 叶翘最终还是被抓了的正着 整个人被甩在地上 他习惯性的就地一滚笑道 前辈找谁历练不是历练 他也是有领域的人 要不就找他试炼吧 他摊开双手显现出淡绿色的光 给他展示自己的领域 前辈听到领域两个字立马精神一震 在其凑过来想一探究竟时 他直接用尽全力把对方打飞 被打飞的前辈捂着鼓鼓冒血的鼻子 脑瓜子嗡嗡的半天没反应过来 随后就笑了是被活生生气笑的 无耻啊无耻 那小小兔崽子真是什么都敢做呀 成风宗老祖见状不由感叹 这简直是见到他心坎里去 他忙问这是哪宗的弟子竟如此的勇猛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耍手段 次次还都能成功 是个少有的人才 听他来自常明宗的名叫叶翘 碧水宗老祖发现了个问题疑惑地问 常明宗最近怎么个个都是人才 叶翘宗老祖冷哼一声点评 问剑宗的叶青涵轻正且傲慢 成风宗的情怀恶毒且残忍 常明宗的叶翘 他沉默半想硬生生憋出一句话 没有素质且无耻 那前辈深知欲知传承的变态 即使两人修为相差很大 他也拿对方没办 小兔崽子不仅过目不忘还有领域 人还不讲武德手段又多 他声音冷淡地问 这么早就突破领域也不怕失控吗 叶翘握住剑时刻警惕着对方 生怕其下一秒就会动手 嘴上漫不经心地笑道 与其说失控 实际上他从头到尾都不受控 您的担心多虑了 当听到叶翘说他的领域不受控后 原本老神在在瞇着眼的 常明宗老祖骤然睁开眼睛 他才想起之前赵长老提过 小女娃早早有了领域 却没办法掌握的那件事 碧水宗老祖看到那抹单绿色光芒后 就激动地率先站了起来 那抹光应该是属于治愈系的 很像他们碧水宗衍生出来的领域 其次是周行云 最后才是叶翘 正如他所说 他的领域还处于不受控的状态 成风宗老祖对那鬼丫头 一直蛮感兴趣的 那小鬼没少白嫖成风宗的招式 他建议把三人 丢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历练 这可不是什么戳谋 而是祖师爷们对小辈们的训练 月轻宗老祖好奇地问他 想好怎么试炼他们了 成风宗老祖大手一挥 眼前凭空出现一面硕大的黄铜镜 他意味不明地介绍这个叫森罗镜 调多少还原度才合适呢 还原度越高 危险系数也就越高 他不希望有青船在里面受伤 成风宗老祖示意他安心 表示调一半的还原度就够了 又不是奔着杀他们去的 成风宗老祖觉得这一届青船 都是人中龙凤 不像之前那几届蠢货 他在三思虑后 还是不动声色地将难度给加大 叶青涵还原度调到了70% 周行云也是70% 他目光转了转后落到了叶翘身上 这可是个不定因素 他把还原度调成了百分百 他从没对任何一个青船 做出过这样的调整 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出意外的 问剑宗老祖传音给那个剑修前辈 让他提醒青船们 森罗镜即将打开 让他们做好准备 长明宗老祖没注意到 试炼难度又被加大 在他看来武士还原度已经很高了 他笑眯眯地摸了摸胡子 为那几个浑然不知 接下来要面对什么的青船们诺哀 在场内惨遭叶翘偷袭的剑修 接到老祖的传音后 他决定不再和小丫头纠缠下去 于是干脆利落地问 武宗有几个开了领域的青船 叶翘见那前辈没有再攻击的意思 很乐意地和他扯皮几句 满打满算就三个 长明宗两个还有问剑宗一个 看着还在不动声色和自己拉开距离的小丫头 那前辈不解地问他 自己都不准备为难他了 躲那么远作甚 叶翘笑着实话实说 这不是怕您搞偷袭吗 那前辈直接白了他一眼 真是的当谁都会想他那么无耻没底线的 剑那前辈真的不打算为难自己 叶翘火速就去找剑灵们会合 那前辈也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正巧他也想看待选中的继承人们 接受传承的进度怎么样 一到目的地 现场的画面让他脸上的表情僵着 三个剑灵站在不同的位置 将接受传承的三人护得死死 其中那个白发小萝莉 不是他们问剑宗的寒霜剑吗 谁知眼前这个小萝莉对他出手 那叫一个毫不客气 一拳下去差点把他打吐息 真不愧是出了名的暴力罗莉 他对着寒霜剑就是一顿抱怨 太让他失望了 有了媳妇忘了娘了 祝忧看向醒来后神色 还有些迷惘的三人 只觉得他们给人一种 深不可测的感觉 叶青涵三人都是各宗的首席弟子 契合的又都是各宗祖师爷的道与意志 接受传承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迅速 稍作调整便可以迅速融会贯通 穆仲熙最心急立马问大师兄 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宗的传承什么样啊 周行云推开他凑近的脑袋道 回去再给你们看 穆仲熙连忙点头 这里确实不适合展示 各宗火速找好自己的队伍 积极喳喳议论起 关于这次传承之地各自拿到的传承 将问剑宗前辈无视的很彻底 叶翘倒是注意到了对方 他处在那里跟杆子一样 想让人不注意都难 他一脸奇怪的看着对方问 您还不走吗 那前辈欣赏了一番 他们其乐融融的画面后开口 试炼还没结束吗 不会以为他真来这里陪他们玩的吧 之前是在和他们玩 但现在不是了 他的目标本是叶青寒和周行云两人 然而刚才问剑宗老祖传音 让他也带上叶翘 他瞥了一眼毫不知情的臭丫头 笑得逐渐缺德 心想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试炼吧 小兔崽 祝优同仁动了动不解的问 试炼还没结束吗 还有什么 难道不是拿到传承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吗 那前辈似笑非笑的反问 到现在只有三个清传领悟出来领域 来传承之地 可不是单纯让拿个传承就走 都原因期了呀 再不误出来个领域 黄花菜都要凉了 猪油文言嘴角抽了抽到 可是这个也要看悟性和缘分的吧 真当领域是大白菜了 难道还想人手一个 这话说得太轻巧了吧 那前辈笑而不答 手一挥就见森罗靖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让大家排好队进去 里面会有三人随机一个人的秘境 被复刻出来 多经历几次说不定就有感悟了呢 处刑之盲问有危险吗 他最关心这个问题 长明宗老祖传音安抚他们躁动的情绪 放心吧 只有50%的还原度 危险是有的 但不至于危及生命 叶翘表示了抗议 他问祖师爷 自己的领域为什么要给外人展示 他还是不太习惯给人看到自己的领域 有种被人看透的感觉 长明宗老祖认出了是自家那个最不省心 最喜欢搞事的清传在质疑 他不得不提醒众人道 他们是同门不是敌人 除开比赛外 其他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配偶 处刑之文言大声反驳 谁要和他们讲配合呀 叶青涵直接一拳砸在他头顶让他安静 处刑之捂着脑袋 伤心的头也不回地走进森罗境 祝优几人陆陆续续也跟着进去了 等到叶翘时那前辈突然拦住他 让他把划行的剑灵都留下 他提了个主要是针对叶翘专门制定的规则 主要是他的灵剑实在是多得吓人 他说完规则后叶翘还没来得及交剑 周行云已经果断将剑丢了过去 头也不回准备进入森罗境 他也被那前辈硬生生给拽了回来 见周行云满是疑惑一脸不解地看向他 那前辈更加不高兴了 质问他怎么能那样对待他的剑呢 对剑修来讲剑可都是他们的孩子 怎么能这样轻易丢掉呢 没看到他师妹都不肯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吗 周行云神色艳烦且冷淡地吐出 明白了三个字 孩子 他只是个恶毒的后妈而已 断尘剑自打划行就被他关剑里面许久没出来 他不情不愿地将剑捡了回去 叶翘才不肯交出剑呢 趁着前辈注意力不在他身上 飞快挣脱禁锢一脚迈入森罗境 只要他跑得够快 规则什么的全当聋了没听到 等到众人齐齐步入森罗境当中 或许是灵气还在构造场景 导致眼前一片漆黑 不安涌上祝优的心头 他问大家要不猜猜碰到的第一个领域会是谁的 是大师兄的 还是叶翘的 祿优在心里默默许愿希望等下进去的是周行云的领域 毕竟大师兄去过他的领域 对他们而言他的的领域最起码算是知根知底 叶青涵冷静地分析着眼前的困境 他觉得叶翘的领域虽最让人摸不透 但从领域名字就可以知道是主治愈系的 便断定他的领域是无害的根本不足为惧 叶翘在晚上闲聊时透露过 他的领域需要经历四种颜色变化后才具备杀伤力 那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都是无害的 叶青涵有信心在失控前控制住局势 森罗境很快构造好了画面 入目的是白茫茫的一片 冰天雪地的领域在脚下漫开 叶翘接触地面的瞬间只觉得人都被冻麻木了 他看着叶青涵道原来是你的领域啊 楚行之冷的牙关碰撞了两下 话都说不利索了 普曹了一句卧曹好冷啊 叶翘也有同感 在他看来叶青涵这个领域简直不讲道理 在人踏入的那一刻 血液仿佛就被凝固住 他打了的冷战 将死活不愿意出来的肯德基给拖拽了出来 肯德基喷了两下火后也粘了 勉强将迅速凝结的冰块融化掉 他表示自己没办法维持太久 如果他们不想办法出去 被领域困死是迟早的事情 叶青涵尝试着和自己的领域建立起神识 想将领域的出口打开 毕竟是他的领域 他作为主人是可以控制的 少年闭上眼在飞快尝试打开领域的方法 情怀低咒了一声道 叶青涵你的领域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领域内的温度简直低到难以想象 楚行之疯狂哈气试图点燃玉火符取暖 他文言立马反驳 骄傲地表示他家大师兄的领域就是强 但不得不说一句真的好冷啊 叶翘为数不多的玉火符全分了出去 但起到的作用也甚微 他冷的大脑都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般 神色变得都有些呆呆的 俗称被冻傻了 寒霜剑林看着自家剑主呆呆的模样 想上来帮他 小萝莉指尖慢开冰霜 试图以毒攻毒来帮助剑主取暖 他仰头望着朝夕剑乖巧地询问 他可以动一下翘翘吗 朝夕剑林按住他毛茸茸的脑袋道 如果想让他快点死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寒霜认真的沉思片刻 因思考半想都得不出结论 最终还是听劝地将指尖已经慢开的雪花收了回去 现在能指望的只有火系林根的修饰了 目中息让指尖本命火亮了起来 一群人围在他指尖那一撮火焰旁边疯狂取暖 在这一刻他简直就是所有人的希望 被冻傻的夜窍冷地哈了一口气 温度的失衡让他产生一种很热的幻觉 目中息比其他人稍微抗动一点 这可能和龙族的传承 还有他本身的极品火系林根有关 看着几个快被冻傻的同门 他急得开始疯狂摇晃叶清寒 然而事实上 叶清寒那边也并不比他们好过 为了阻止自己的领域做出危险举动 他不得不全程神识与之紧密相连 他表示已经在尽量控制 目中息听到他在怀疑领域的威力应该不止50% 就忙让他别琢磨那些了 他提议实在打不开领域 要不就打穿他好了 叶清寒的神识牵制着领域 试图让他停下攻击 文言扭头面无表情地问 谁来打穿 你有这个本事 那是要多弱的领域才会被人给打穿了 对此他嗤之以鼻 目中息耸了耸肩 表示那可是对方的领域 他肯定知道薄弱点是在什么位置 叶清寒确实知道 但光凭目中息一个人想打碎领域 显然是异想天开 见他还在犹豫 目中息抓住他一领道 别磨叽了呀 真的会死人的 那群老祖是铁了心的要历练他们 不到最后一刻是不可能出手救人的 叶清寒忍不住拧围 他还想再试一下 就让目中息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觉得一定可以打开领域的 话音刚落就见他耳间低落血迹 他不得不咬了咬牙道 还是打穿吧 听到他们这个打穿领域的想法 问剑宗老祖也点头表示赞成 觉得倒也是个不错的法子 想让领域服帖听话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更别说还是在失控的情况下 叶清寒擦了擦 因为透支神石而溢出来的血 他想到了宗里的一套剑法 但那剑法对灵气和神石都要求很高 他看了一眼神志不清的众人 深吸了口气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他拔剑出窍的那一刻 不管是寒霜剑还是不剑军 都全部回到了剑中 这就是来自天生剑骨的碾压 全场除去目中息的剑未动 其他的剑都不受控地以他为中心靠拢 顷刻间数以万计的剑影 虚虚实实凝困 下一秒仿佛就会落下 叶清寒脸色苍白钻紧剑柄 断水剑发出嗡鸣 强大的压力之下 让人怀疑纤细的长剑随时都会折断 目中西仰头凝视着眼前的盛况 不由发出真心的感叹 原来是万剑归宗了 问剑宗的剑法还真是朴实无华 周行云也难得的发表了意见 他撑不住的 这个剑爵还不是他这个境界能碰的 问剑宗其他人或许能配合着将剑爵补充完整 楚行之已经动手去帮忙了 显然他也是冷的不行了 瞎剑爵的手都控制不住的僵硬 两人续一个剑爵才勉强撑住 长鸣宗老祖剑状拉长声音点评 还挺疯的呀 连画神七都没破 一个原因七小鬼竟想用万剑归宗了 问剑宗老祖塑向来淡漠的眼底带了几分笑意 但他成功了不是吗 问剑宗清传合作帮忙续剑爵 叶清寒被自己的领域一通攻击 衣服上滴滴答答沾上血迹 耳畔传来师弟师妹们担忧的声音 他淡淡开口让他们继续 叶翘甩了甩冻僵的手腕 赶在他再次被领域反噬前 伸出手握住他的剑底 刚才寄剑绝技的他脑子差点爆炸 他晃了下脑袋摆了白手让他可以下去 在叶清寒将信将疑的目光下 他顺利代替了对方的位置 替其补充完整最后一事 他掐绝飞仙剑翻转 凝成偌大的剑影 整个试炼场都被这股明亮的光所笼罩 在他打穿领域的那一刻 隐约察觉到剑似乎还撞在一处不知名的地方 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音 他动作微僵 心想不会又把什么给弄坏了吧 眼看自己的领域真被他给一剑打穿了 叶清寒深吸了口气咬了咬牙道 走 原本看戏看得激动的祖师爷们 看到森罗竟像宛如蜘蛛结枉般一点点破碎 最后在他们眼前裂开 笑容都凝固住 叶清宗老祖嘴角抽了抽问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连镜子都竟然被他们硬生生打穿了 成宗宗老祖站了起来紧紧攥着手里的镜面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这可是灵气 他心情起起伏伏的 一会儿生气于叶翘打破了他的一面镜子 一会儿又为他的实力感到惊喜 问剑宗老祖声音冷冷淡淡的 捕上最后仪式的那小鬼 手里拿着的是飞仙剑 以金丹后期的实力能毫发无损地记下剑决 顺道打穿领域 飞仙剑倒是找了个好建筑 竟会信了他的鬼话 看着差点被贯穿的左肩 只怪自己太傻太天真 从叶清涵的领域中逃出来后 青传们差点被巨大的温差给弄得当场去世 眼前的场景是一片鸟语花香 看上去至少比叶清涵的领域正常多了 叶清涵的神识差点被榨干 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声音冷淡地问 这是哪 情怀砍断密密麻麻缠绕上来的折扭 情绪显而易见又开始暴躁 他语气不悦道 这又是谁的领域 赶紧控制好 叶清涵默默举手小声表示 这领域应该是他的 叶清涵神色清冷死死扣着腰间的剑 对危险格外敏感了他 此时神经都悄然崩了起来 眼前这个领域绝对不是擅长 他不悦地质问叶俏 你的领域不是治愈系的吗 叶俏文言也惊讶地扭头反问 他什么时候说过他的领域是治愈系了 楚行之立马上前化身成了 他大师兄的嘴屁道 不是说你的领域名字叫万物生吗 一听就是治愈系啊 叶俏迅速踩到高点的位置道 别管他叫什么名字了 大家往高一点的地方落脚 别被藤蔓抓住或者被花碰到 他在没人的情况下确实是无害的 在关键时刻也能治愈救人的 叶清涵也就听他讲话的时候分神几秒 左肩就差点被贯穿了 这叫无害 这是治愈系 他竟然会信了叶俏的鬼话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能信叶俏那张嘴 他现在只怪自己太神太天真 叶俏见状摆了摆手道 放心好了前四个场景是不致命的 现在就是谁抢他就会来攻击谁 没看见领域就连他都不放过吗 叶清涵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还能如鱼得水 知道他不会被冻伤或者攻击 但现在叶俏的领域是无差别杀人 谁的威胁大他就先杀谁 叶清涵努力维持着面上的平静心 却跳个不停 一半是紧张 另一半是说不出来的不安 祖师爷到底给你的领域调到多少还原度 叶俏不解的问他 祖师们不是说了吗 百分之五十的还原度 叶清涵反问难道他信祖师们的鬼话 百分之五十能这么吓人 说实话叶俏也不太信 他思绪飞快运转 得想办法让领域停下来 不然等四个颜色变换结束 他们这群人怕是都要凉凉了 祝优望着围绕的花瓣片片如刀指指咽喉 他额头冒出冷汗盲问 有办法控制住领域让他冷静下来吗 目中细闻言觉得他说得很对 确实得让小师妹尽量控制住领域了 这领域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弱于叶清涵的领域 怎么感觉这个更阴险更不好对付呢 叶俏看着眼前已经完全发疯不受控的领域 他感觉这不像是被镜面复刻出来的领域 更趋近于像是真实的领域 眼前这个领域的真实感让他格外不适 祝优深吸了口气问前面的大师兄 如果和叶俏的领域对手 能有几成的胜算 叶清涵并非是个不服输的人 看着眼前这个诡异的领域如实道 叶俏的领域或许比他的强一点 但解决人的速度有些太慢 要变换四次颜色才能解决掉人 真的很能浪费时间 突然祝优的声音里都有了颤抖 大师兄快看 他好像真的会变色呀 只见原本淡绿色的领域 已经转变成热烈的火红色 无数枝叶像是回旋标 无差别地朝他们飞旋而来 见枝叶宛如刀子 楚行之就提见一倒 枝叶被砍碎的瞬间在空中爆破 强烈的冲击波浪之下 他被炸得灰头土裂 心情从没这么糟糕过 楚行之愤怒地嘶吼道 叶俏 叶俏转头同样不耐烦地喊回去 吼他做什么 又不是他想杀人的 楚行之一字一句道 你这叫名字诈骗 不然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这么快 砸破大师兄领域的 大师兄的领域只是冷一点 叶俏这领域让人感到恐惧 叶俏不服气的杨高声音反问 怎么不说是他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 是不是都从地面生长出来打他的 谁规定万物生一定就必须是治愈了 祝优福额看向在领域中 都能吵起来的两人 他打断他们开口道 领域里好像确实什么都有 万物生该不会是直接涵盖四季吧 他隐约摸索到了领域变化的规律 叶俏给了他一个真聪明的眼神道 恭喜你答对了 楚行之抓着他疯狂摇晃 答对你奶奶个腿啊 快想办法 能不能像打穿我大师兄的领域那样 一口气再打穿一次 一旁叶青寒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他的领域被金丹后期的给干穿 这可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情 这个棒锤师弟没事总提那是干嘛 成宗宗老祖神色不明的开口 表示叶俏是打不破领域的 他领域的还原度可是被调到了百分之百 森罗镜已经完美复刻了 他全部的领域功能和体系 长明宗老祖忍不住也遇到 你这个破镜子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 成宗宗老祖当即白了他也没好气到 那还不是拜你长明宗弟子所赐 第一次被他打穿 第二次被他领域直接给覆盖的镜面 叶俏一直尝试着和领域沟通 但那个逆子却一直不理他 找不到领域的薄弱点也就没办法打穿他 此时的他也烦躁了起来 等四个颜色演变结束后 他们会被全部抹杀掉 冷不丁听到彻底消失这四个字 朱优想起来了大师兄曾信誓旦旦的说过 治愈系不足为据 他忍不住声音颤抖地问 所以你们都管抹杀 叫做治愈系的 穆仲熙也嘖嘖了两声 他总算明白了段长老的良苦用心 为啥当初不让他们进去 看待小师妹的领域 这领域简直是恐怖如斯啊 叶俏决定不听话就打到听话为止 他说干就干 一拳头狠狠撞上淡绿色团子身上 他冷笑两声决定不把他打哭跪地求饶叫罢了 都对不住他对自己的特殊关照 楚行之看着领域和他的主人 不像是彼此的伙伴 更像是恨不得掐死对方那荫幕直扎舌 穆仲熙诚实开口道 小师妹的领域不受扣 他的领域本身就危险 掌控起来的难度肯定也高 叶俏下手也狠 堪称是对自己领域重拳出击第一人 他看着发狂的领域活动了下拳头 欲知系传承在对峙过程中好用极了 趁着他动弹不得 狠狠一脚落下似要将他给踩爆 祝优见他将一个不明物体利落地踩翻在地上 盲问他那是什么 叶俏往下再次重重一踩后才告诉他 脚下就是他那个叛逆的领域 他控制住将万物生踩爆的想法下令道 立马将领域打开 领域也是倔 任由叶俏将他踩得稀碎就是一动不动 领域内部颜色已经到了最后的蓝色了 死亡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极弹的金光掠过 大不了他就选择在此刻突破 他最后一次和领域道 把领域打开放大家出去 领域被跨境界的神石碾压后也不得不认错 在他的强势镇压之下 颠狂的领域逐渐趋向于平静 所有攻击性强的物体都消散 劫后余生的助忧控制住身体摇晃 茫然抬眼问大师兄 领域控制住了 想他家大师兄的领域 都是靠着坚决强行打破的 这种不受控的领域 竟然被轻而易举镇压了 躺平睡觉摆烂镜也能通关 想之前一个要靠合力才能通关 一个要靠着他强势镇压才能通关 叶翘恶狠狠地掐住但绿色的领域 然后得意地大声告诉众人 他把逆子控制住 得意于这次的试炼 他大概明白怎么掌控领域了 那就是打一顿 再用神石碾压就好了 他特想知道之前用剑到底撞碎了什么东西 趁着领域还没完全消失 他当即控制着领域内的藤外 就朝着之前打破叶青寒领域时的位置砸了过去 领域察觉到主人的意图后 立马毫不客气地狠狠撞上森罗颈 简直狗腿的不要不要的 场外伴随着清脆的破碎声音响起 森罗颈再次被打穿一个窟窿 老祖们看着这个冷布丁贯穿镜面生长出来的藤外 眉心狠狠跳动都被害了一跳 心想哪里来的藤外 乘风中老祖谋色深了深 为了看清楚他们在领域中经历了什么 让森罗颈迅速修补镜面 镜面修补好后 场内画面依旧是被密密麻麻的绿色植物所覆盖 先解释领域不是跑出来了而是实体化 然后质问乘风中老祖还原度不是五十吗 为什么藤外会钻出来 长明宗老祖神色渐冷差点一拳头抡上去了 藤外竟然能直接探出镜面 这是五十还原度能做到的 让乘风中老祖老实说 到底调了多少还原度 乘风中老祖被众人盯着看终于也气虚了起来 他耿着脖子面不改色的开口 还原度确实是不止五十 但不是说他控制不好吗 那就利用这次的机会一次性让他掌握了 长明宗老祖文言都气笑了 在明知道叶翘领域不受控的情况下 这个老匹夫还真敢调 他气得双手卡住老匹夫的脖子 开始疯狂晃动 说到底给调到多少还原度了 成宗宗老祖这会儿哪里敢说 那可是百分百还原度 能成功活着跑出来还好说 万一把人家的青船们折腾坏 被事后算账的可是他 叶翘让藤外又撞碎一面森罗镜后 满意地跟着剑修们离开了自己那个危险的领域 接下来他们就来到了周行云的领域中 叶青涵即便已经进来过一次 知道虚无领域只是会让人迷失 还是不受控制地躲闪了几下 生怕和万物生一样 突然冒出不知名的东西杀出来 虚无领域的确名副其实 只会让人从中迷失 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杀伤力 但它是个暗杀的好地方 敌人一旦被笼罩 其中便会迷失在虚无当中 任人宰割 叶翘知道这领域需要靠他们自己清醒过来 不像前两个领域 一个靠着暴力通关 一个靠着他强势镇压 他感受着身体的下坠 干脆直接躺下准备睡一觉 目中西剑装立马学着小师妹的样子也躺下了 周行云正尝试着用神识掌控领域 结果扭头发现师弟师妹们齐刷刷躺下了 他捂着刺瞳的太阳穴 想了想后静也跟着躺下了 叶青涵剑都拔出来了 见周行云都不做挣扎了 他也闭了闭眼跟着躺下了 其他人都有样学样的跟着躺下 摩拳擦掌准备考察他们的祖师爷们 这会儿麻木看着一群躺平睡觉的剑修们 这群剑修齐齐睡觉摆大烂 难道都不挣扎挣扎的吗 面对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清传 几个老祖们面面相去片刻后 乘风宗老祖第一个开口打破沉默 把他们放出来吧 不然难道还想看他们排排躺睡觉吗 叶青涵睁开眼就看到了 自家祖师爷那张笑眯眯的脸 他精神有些疲惫 说是睡了一觉 但其实更像是闭上眼维持着冷静 长久下来人很容易疯掉 长明宗老祖满意地看了看 自家的三个剑修 两个开了领域 另一个是天生剑武 都是天才啊 他猜测这次领域还原度比前几节高 关心地问他们很累吗 叶翘诚实地回答很累 像和自己的领域打了一架那么累 叶青涵抬眼对上 乘风宗老祖笑眯眯的目光问 祖师 这次领域的还原度应该不止50吧 还表明他的领域 如果只有50的相似度的话 远远达不到将人冻死的程度 叶青涵是个铁头娃连掩饰都不懂 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对方的问题所在 成风宗老祖闻眼脸上的笑立马挂不住 他质疑的话惹得其他老祖们都收敛了情绪 问剑宗老祖沉声问他是什么意思 叶青涵一点也不畏惧地继续道 他怀疑成风宗老祖针对他们加大了难度 叶翘无脸心想就算是怀疑也该说得委婉一点 太诚实了这个娃 好在问剑宗老祖是比较看重这个首席弟子的 仔细想想他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 就立马当面质问起成风宗老祖 老实交代到底是多少的还原度 被其他老祖联合起来一顿审问 成风宗老祖摸了摸鼻尖如实回答 叶青涵和周行云都是70% 青传们闻言不约而同地想到 被虚无和冰封轮流折磨的场景 下意识地抱紧胳膊感叹还好还活着 楚行之狗胆包天地呛了一声 不是说好50的吗 怎么还带忽悠人的 叶翘懒洋洋地举了举手问 老祖他们俩是70 那么他的领域还原度是多少 成风宗老祖瞥了一眼他微笑反问 你觉得那小姑娘 秦怀见自家老祖不肯透露 他平静地揣测 50吗 不怪他这么想 全程叶翘冷静且游刃有余的模样 让所有人下意识以为他掌控起来难度最低 叶翘不满秦怀看不起自己强化问 80吗 成风宗老祖收敛了嬉皮笑脸的神色道 区区80的还原度哪里能戳破森罗境 自信点 你可是唯一百分之百的还原度 长冰宗老祖听后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最后一拳头狠狠沦了上去 就知道你这个老皮肤没啊好心 可这不是你宗的清传你不心疼啊 成风宗老祖的虚影差点给打散开 他赶紧逃窜到一个安全距离 表示着不怪他呀 谁让小丫头的到忽悠人 认为苍生道比无情道和太上忘情道弱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叶青涵听到百分百还原度时 静止看着叶翘好几秒 在他被盯了险些脱口而出一句 你这是爱上我了吗 才忙开口问 你相信天道酬勤这话吗 叶翘愣了几秒才到 这种话或许有几分道理 但并不适用于任何人 他就是一只纯种的天赋狗 没资格说那些努力的修饰 他时不时投机取巧的行为 让叶青涵的世界观一而再再而三地打 一直很期待以后能和他打上一场 让他明白到底是天赋重要 还是努力重要 在两个天才针尖对麦芒时 问剑宗老祖暗含了几分期待的问他们 经此一遭大家都有什么感悟吗 楚行之第一个发言 他们的领域都好强啊 慕强祖加一 慕仲熙回忆着师妹和师兄的领域 认真的表态他今后会更加努力的 发奋图强祖加一 叶青涵面无表情道 原来领域的名字是用来骗人的 恍然大物祖加一 叶翘拳头垂在首星道 以后他的领域再不听话打一顿就好 打一顿不行就打两顿 直到打听话为止 青船们总结起来一个比一个不正经 完全不想再听这群人糟糕的发言了 问剑宗老祖不耐烦的挥挥手道 好了都滚吧 拉近首次妖王 只因对方在他面前装逼过头了 老祖们见青船都出去了 便开始对他们点评了起来 成风宗老祖率先开口 秦怀手段过于很辣但天赋属是不错 只要他的剑不对准自己人 那倒也无从指责 碧水宗老祖接着道 练丹方面这群丹修们也都很不错 他们的心性和天赋都属上加 除了手段有些暴力其他都挺好 长明宗老祖忧心冲冲道 叶俏那丫头现如今是金丹巅峰 他的实力倒像是欲强则强的那种 完全摸不透那小鬼的极限在哪里 问剑宗老祖淡淡看了他一眼不令夸赞 金丹后期的时候就能对战原因后期的修饰 还续上了化神七剑决的最后一试 看来被五个剑林认主也是有道理的 听到自家弟子被认可长明宗老祖与有荣焉 他决定立马安排几个能打的 陪小丫头打击场戏 不然走火入魔可就糟了 没过多久老祖们七七现身 长明宗老祖叫叶俏五人跟他去训练场 让他们配合着杀掉五头元英七的妖兽 血鱼神石散开被剑修三人组护在中间 随时给他们包围着 鸣玄虽嘴里嘀嘀嘀嘀嘀嘀嘀的说着好烦杀妖兽 但手上掐绝的动作流畅 在他们横冲直撞试图挣扎的跑出来时已经晚了 见光已至 不过半个时辰就被他们轻松搞定 长明宗老祖对他们的表示很是满意 看来这群清传的团队配合很完美 他让周行云薛鱼和穆仲熙三人都跟着 准备亲自指导 然后安排明璇去找扶修高前辈 只有叶俏被留下来打妖兽谢武 老祖觉得既然原因七妖兽不行的话 那就试试华神七够不够用 在叶俏眨眼间脚下就出现了只妖兽 他实在没想到这只妖兽竟还会说话 且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称呼他为卑贱的人类 要知道化神七的妖兽才能通人语 在妖兽界内相当于妖王级别了 老祖竟拿妖王给他来练手也是真实的了 他手里坚决催动了不下五次 才轰开了对方一道伤口 一人一兽打得有来有回 见小师妹躲在树上调整蓄力的灵气 穆仲熙在旁边大声喊道 小师妹加把尽快点打 打赢了师兄奖励给你零食 明璇也觉得他们在这里耗费太长时间了 空头支票开得飞起 反应堪称真实 灵灯疯狂吸入四周的灵气 当平静下来的灵气又躁动了 看来他还得再和那个妖王打一架 妖王不管不顾地嘶吼道 卑贱的人族 没有天赋地吓等人类去死吧 看来妖兽对人类的恶意真的很强 还给骑士奋出阶级来了 叶翘抬眼望着他直接无视了他的威压 手里拿着不见军朝他冲去 闪身的瞬间落至他身后 化为数道剑影很快避开他的甩尾借力回船 妖兽的身体将树木拦腰撞断 叶翘完美地奉行了 趁他并要他命的一贯方针 横派的灵气晦及掌心处 猛地贯穿他腹部 伴随着激烈的惨叫声落下 他竟将妖王撕了 妖王被活撕成两半罪魁祸首却道 罪凡有人在他面前装逼了 反派死于话多 暴死亡于装逼 显然眼前的妖王犯了装逼罪 接下来 不管长明宗老祖派出几只妖王 无一例外结局全是被手撕 见他这么凶残 连老祖都忍不住抽了口冷气 但谁家好人会去手撕妖王呢 慕仲熙见状连连扎舌 他问一旁的师兄们 他上去和这种状态的小师妹 过两招会怎么样 周行云观察着小师妹 打斗时的场景 闻言开始怂恿他 不如现在就去试试 慕仲熙连忙拒绝 他学的都是些 简单杀伤力大的剑决 和小师妹那种一晃 可以变换数十种的剑法 不是一个派系的 薛瑜觉得在这种状态下的小师妹 也就大师兄和慕仲熙敢靠近 前者不怕死后者是抗揍 他好奇地问 为什么让慕仲熙去世 大师兄你怎么不去呢 周行云顿了顿 也朝眼前的师弟露出一抹笑道 因为如果慕仲熙死了 他就不用去了 明玄爱了一声立马表示 大师兄的这个想法不错 他举双手支持 慕仲熙文言直接一人 送了一个大白言给他们 语气不善道那就谢谢你们了 老祖见他们一边聊着天 还能一边分神留意着周围的情况 暗叹天才倒真的都是 群货真价实的天才 只是这届青传为何都如此叛逆呢 接下来的时间 叶翘都在和那群妖王斗智斗勇 不知道首次了多少次妖手 他衣服上的颜色都快看不清了 才不止虚浮跟游魂一样 从练习场挑了出来 他见叶青涵和情怀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 刚想放声嘲笑他们 低头看了看自己满身是洗 仿佛杀住50年的衣服后 他就沉默了 还是算了吧 何必互相伤害呢 周行云甩了甩预检 表示长老们发了信息 似乎有什么急事 但现在在联系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听他这么一讲 斯妙言也反应过来忙问 带他们来的长老们呢 按说虽然传承之地 长老们就算进不来 也该在外面守着的吧 这会儿竟全部见人影了 秦淮随手擦了擦预检 提议众人 应该是有事情 大家也回踪吧 反正大家基本上 训练的差不多了 该拿的传承也全拿完了 祝优平没道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听到青传们的对话 承冲宗老祖略带深意的 挑了挑没问 在试炼之地 才待了一个月就准备离开了 反正他们还小 去不去都可以的 都还是群没长大的幼苗呢 听承冲宗老祖那么讲 叶翘就肯定外界出事了 楚行之毫不客气的 呛了老祖一声道 开什么玩笑 他们怎么可能不管外面 承冲宗老祖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心想这小兔崽子 说话太冲了 还是说问剑宗都一个臭脾气 祝优赶紧死死捂住楚行之的嘴 挂上笑容道 抱歉师祖他脑子坏了很久了 老祖们指了条路 示意他们可以离开 临走之前 还送了他们每人一件 能用到的法器 回去的路上 因为没了长老们 附成非洲的零食 只能靠青传们自己凑路费了 轮到夜窍时 他伸出手掏了掏戒子带到 他只有十几个上品零食药吗 宋寒生文言嘴角抽了抽 心想这人脸皮真够厚的 就这点零食怎么好意思说的出口 拿得出手 只能无奈地让他自己收着吧 一旁的明璇却不要脸的接话 看在宋寒生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 小师妹就把零食收起来了 夜窍立马配合得从善如流道 既然都这么诚心诚意求他了 那他就大发慈悲地把零食收起来了 宋寒生冷冷垂眼抱着零食就走 心想他果然和长明宗的人合不来 凑够了让非洲起航的零食后 青传们在非洲上就消化整理起 各自得到的传承 等看到昔日热闹的街道变得一片寂寥 主要担忧地建议大家 先各自回宗门找长老 段横道文言举了举手表示他这有个傀儡 可以用他先进宗门探探情况 说完他就分给其他四宗的首席一人一个傀儡 建成风宗的气休难得大放一次 大家也没跟他们客气 夜窍他们一回到长明宗 就让傀儡跑去探一探宗内的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宗内很安全 五人跑进长明宗后 才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夜窍随手扯住一个外门弟子问出什么事了 对方也很猛逼表示不知道 只知道那门弟子全部被叫走了 五人对视一眼后当机立断决定 他们分别去主峰找师傅看看人在不在 还有要去看看长老阁的长老们在不在 打探完消息就来这里会合 沐仲西粗鲁地踹开长老阁的门 发现里面空荡荡的 好几个长老都不在 最后大家得出结论 除了藏书阁的御管室 其他长老和师傅全都下山了 他们从御管室那里得知 魔族来饭全去支援了 明玄戳了戳 血鱼纳闷地问 之前他们不也来过吗 那时候并没有要开战的意思 魔族和修士打野尾是不自量力了些 不至于让这么多长老带弟子去支援吧 血鱼深吸了口气反问 如果加上妖族呢 大概是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虽然妖魔三族从没和谐过一天 但还是头一次看到魔族会和妖族联合起来对付修士 沐仲西脑回路转的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他与戴兴奋地问大家 在秘境杀了那么久的妖兽 现在终于能出去杀妖兽了吗 周行云想不通的是 妖族无缘无故和魔族联手做什么 血鱼猛然想起来了他们去试炼之地时 解出血内是不识忧心忡忡的目光 他捏了捏手指冷静道 小师叔或许一早就知道什么了 但他是不可能告诉他们的 谁也没想到一群去传承之地的青传们提前回来了 这对修真剑来讲绝对是个好消息 现在的问题是青传们该去哪里救人 叶翘提议大家来长明宗会合 你问他谁给他的自信 来第一宗集合不是常识吗 等所有人聚起后 叶翘便到那大家现在出发一起去救人吧 叶青寒一脸怀疑地问他 已经把握能救到人了 叶翘双手一摊反问 他哪里来的把握 但在他看来最坏的结果也就那样 剑修们带好剑 扶修画好符 丹修揣好丹炉 气修带好法器 大家麻溜地下山 同样敢去支援的谢出血 强行用咒术让祖师爷入梦 询问青传们历练的如何了 他担忧地告诉老祖妖族和魔族联手了 妖族出动的都是妖王 为首的是妖族少主 常明宗祖师爷一听是妖王级别 提着的心顿时就放下来了 他看着谢出血眉眼间化不开的音域 干巴巴地安慰了一句 放心吧 武宗有小翘他们在 出不了事的 得知这群青传要下山时 玉管师第一反应是劝住这群人 毕竟他们哪个出点什么意外 对哪个宗门来讲都是不小的损失 叶翘被长老们批斗惯了 根本不怕对方冷下来的脸 他拨弄了下腰间的夺损反问 既然总要有人站出来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他们 玉管师眸光一瞬间宛如刀刃般锋利 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威严与肃然 既然这样常明宗清传听令 你们和月清宗一组 去营救灵兆城内所有的修士 玉管师继续下令道 成宗宗避水宗和问剑宗三组一起行动 听到要和这两个宗门合作 淼淼预言又只张了张嘴又闭住 最终嘟囔了一声好吧 以前这些清传总被批斗说是群温式的娇花 结果现在却轮到他们扛起担子 玉管师心里很不适滋味 叶翘摆了摆手道 那他们走了可别太想他们了 冷不丁听到他插颗打混的话 玉管师哭笑不得的让他们赶紧走 宋寒生自立行间是对散修的不屑 他发表意见道 如果想找修士帮忙的话 散修实力太弱 还是找巴达家的嫡系吧 他们私底下养的高手也多 明璇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向他 只要巴达家肯借人 那么问题确实不大 可问题就在于他们肯借人吗 在这种封建又古老的世家中 想法正常的人实在是不多的 宋寒生所在的宋家准则就是利益为少 再没损害到他们利益前先装死 让武宗多出典力没什么不对的 叶翘在修真界待了一年多 对巴达家的尿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狠狠地拍了拍叶清寒 明璇宋寒生几人的肩膀道 你们可是巴达家的人啊 他伸出手摸了一下断辰剑道 大师兄你是周家未来的家主是吧 断辰剑可是你的呢 四手五入一下你就是未来的家主 周行云没听懂小师妹的意思 茫然地看着他 叶翘一脸怒气不争地指点他 用拳压人会吗 他可是正儿八经的未来家主 谁敢反对他 就直接让断辰和他们说话 断辰剑可是划行了的 虽被大师兄这恶毒后妈 按在剑桥当中不能出来 但如果大师兄真的智冷起来 周家那群老东西还真屁都不敢放一个 周行云支持小师妹的安排 叶翘转头继续笑眯眯地给其他人洗脑 为什么不能找巴达家借人 不管是巴达家的高手和嫡系 自信点朋友们 大家可以全都要的 全都要 这人可还真敢想 没想到叶青涵却表示可以试试看 断横刀弱弱地开口 可是成风宗没有来自巴达家的气修啊 他和沈子薇以及另一个师兄 都不是出自巴达家的气修 说起气修来 叶翘倒是认识两个 想到齐绿和齐鱼俩兄妹 也就是气修世家的人 到时候可以去找齐家的嫡系聊聊 叶青涵汉手表示赞同道 那么扶修世家就交给宋涵生和明选了 宋涵生促了促眉表示 他也根本调不走太多人 话语权在宋家家主 也就是他爹的身上 叶翘立马瞒得鼓励道 他可是宋家的希望 随便发挥下魅力 让他们为他卖力很难吗 宋涵生听后气急反问 以为他是搞传销的吗 两人正争论时 叶青涵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直接拿预检给叶家传的消息 让他们带一百个 金丹七以上的剑修过来支援 作为叶家唯一的天生剑骨 他有着极大的话语权 叶翘剑状当即来了精神 无客气地按住宋涵生伯格 示意他看看人家叶青涵的 魄力能力和实力 都是首席 都是少家主 都是人 怎么差距那么大 看看人家叶青涵 紧紧一声令下 请客见那群剑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和传销也没什么两样 看来叶青涵的人格魅力还是有的 毕竟那可是见到第一啊 并喜欢叶探房间享受做贼的刺激 这就是清传们的传统嘛 因为急于用人 当天夜里叶翘带着几个师兄 鬼鬼祟祟翻身进入了棋架 他们提前踩好点后 直接在房间里面堵住了齐绿 老实说见自己屋子里面 冷不丁冒出来几个人 齐绿差点被吓个半死 等看清楚来人是谁后 他才放下心来 心中富匪这些人不是有毛病吗 大半夜不睡觉搁这来吓他 叶翘开门见山道 他们有个事情想找他帮忙 齐绿倒也猜到了他们前来定是有事 陈思片刻问为什么不递个败帖 然后光明正大的进来 或者在御检上找他 难道说他们这样叶探齐家 是在享受做贼的刺激 叶翘朝他露出笑容 一副没想到被他看穿的表情开口 他们就喜欢这种违背道德的刺激 齐绿突然想起了叶青宗一位长老 也惨遭问剑宗清传叶探的事情 他深深吸了口气大彻大悟 所以说叶探别人房间 竟然是青传们的传统了 明璇弯了弯唇脚不动声色的怂恿 现在外面很乱 武宗急缺人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他也来参与到这种刺激的事情当中 齐绿明显犹豫不决 都才十几岁的少年 谁还没个热血的拯救人的梦呢 可惜齐家不让插手这种事 这是足规 可恶 把大家误他呀 叶翘踩在窗户边时刻准备不对劲就跑 他扣紧边框一脸深沉道 齐绿现在拯救世界的人员就缺你了 要一起吗 他们现在缺人手 能忽悠几个嫡妻是几个 齐绿沉默了几秒后问 是缺气修吧 有气修在等同于行走的法器供给机 他理性客观地分析道 常明宗因为没有气修 所以才想着拉他入伙 叶翘说话像是恶魔的低语继续捕惑他 齐家刚看着外界乱起来 等事情停息后 齐家不会记着他的听话和乖巧 但修真戒会记住他在危难时的挺身而出 干不干 齐绿一瞬间被怂恿地上了头 他对上叶翘冷静的眼睛 坚定地吐出一个干子 成功策反一位嫡系后 叶翘把目标立马转移到了齐绿身上 齐绿一听要找他合作去拯救世人 立马兴奋地表示他愿意 他当即表示要借多少法器 如果缺人的话 他们兄妹可以先留下来 帮大家多策反几个 相信他好吗 他们兄妹在齐家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齐绿看着自家妹妹那幅不值钱的样子 忍不住无脸 叶翘不客气地先收好 齐家兄妹赠予的法器 表示等先去解决完妖族那边的事情 再用预检联系找他们集合 现在还用不到气修 和魔族对上使法器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策反了齐家人后 明璇get到了新的洗脑方式 也有模有样地学着去穿多其他家的嫡系们 但他这个人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他准备直接去偷自家宝库里面的服务 他找到明家为数不多的正常人寒暄 拜托这位性格挺好的 哥哥帮他将他爹宝库钥匙给偷过来 等事成之后 他是不会忘记哥哥的付出的 叶翘和月轻宗的人会合后 一前一后赶去各自宗门进行支援 顶着先就近的人 在商量之下 他们一同先去了长明宗的位置 宋寒生看着地面上干涸的血迹道 大家得找到长老们的位置才行 因为玉检联系不上 他表示可以动用咒术找他们的位置 叶翘见他还真画出来了的静咒 用来指引位置 他不由嘖嘖称其道 没想到你还真的有点本事啊 宋寒生 宋寒生满脸傲娇道 不要说的他像云雀那个废物一样无能 段长老看着眼前几乎沦陷的城池 挥剑的动作并未停住 他生怕因为动作太慢而导致有人再次丧命 他抽空问一旁的人 八达家那边怎么说的 另一个长老神色冷凝 掐着剑诀给段长老开路道 八达家死活不肯借人 后来碍于面子 就借了些金丹初七 甚至是助击七的人过来 段长老一早便知道妖族跃跃欲试 似乎在和魔族那边搞事情 但这群横空出世的妖王太让他愕然了 数量之多打了所有人措手不及 段玉冷笑了一声 挥动轻风绝 转瞬出现在其中一个妖王身后 以剑式为中心掀起飓风 砍断妖王之体 他迅速一扑将一个弟子救了下来 然后立马后撤 问剑宗长老让段玉先护着内门弟子撤 他来段后 望着身后那群弟子 段玉没动他苦笑道 带不走啊人数太多了 起码没办法一次性带走 看来只能杀出去 妖族与修士们沉浸在对峙中 谁也没注意到不动声色靠近的两人 看到被抓的两个是他们越青宗的内门弟子 宋寒生第一个坐不住了 他不再犹豫急速飞了上去 手里的符路狠狠捏紧 一张符路精准地打在妖王尾巴上 他冷冷地开口让妖王把人放下 段玉长老剑来人是他愣正片刻 眼里闪过喜色问大家都从传承之地回来 妖王见是青传来了兴奋的哇哇直叫 传承之地他们也不敢靠近 谁知道竟然会有青传选择自投罗网 明明只是个原因欺服修 竟能凭一己之力拖住三位妖王且不落下风 妖王见他难缠 立马便冲那群丧尸战斗力的内门弟子下手 见他果然乱了阵脚便得意挤了 宋寒生下意识甩服防御 谁知他刚捏起防御服 妖王迅速换了动作 虚晃一招瞄准他的驳稿 速度之快让人避无可避 就在这时裹挟着破军之势的一剑 朝妖王劈去 瞬间血腥味慢开 这一剑比宋寒生的服录还让妖兽们猛逼 藏在暗处的妖兽全部被活生生踢成两半 妖王迅速扭头同人危险地竖起呵斥道 谁 青松绝催动 剑出 巨风起 雪白的剑光折射下 一少女高声回道 是你爹 长明宗夜翘 妖王劈了竟还是给人家留面子 只应在传承之地都是首撕妖王的 段宇还以为自己是幻听了 怎么听到他们宗的宝贝疙瘩叶翘的声音了 叶翘目光冷冷地打量着那几只妖王 估算着双方的战斗力 最后得出结论完全不足为惧 紧接着三道飓风席卷 以他为中心凡事靠近的妖兽尽数被绞碎 问剑宗长老眼睛骤然亮了 他没见过叶翘使过这招就问道 那孩子用的这一招叫什么 段宇也没见过他用这招 只知道他会前四世了 俗路与剑影交错 叶翘一剑斩断妖王之体 宋寒生就负责救下内门弟子 两人配合得默契极了 把妖王们都气疯了 一个妖王剑撞咆哮着下令 杀了他们俩 挖了他们的灵根 叶翘手腕一动使出了一剑轻锋锁 欲知戏传承让他轻易捕捉到了妖王的弱点 他把灵器汇入剑决当中 从正中间将妖王生生劈开 伴随着一只妖王的轰然倒地 宋寒生不敢置信地问他 竟把妖王劈了 叶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够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一剑把妖王劈了吗 在传承之地他还手撕过妖王呢 他一剑劈开这只妖王 已经算狠给对方面走 两人旁若无人地聊着天 动作毫不含糊 叶翘一个人和妖王正面刚 能打能手的宋寒生负责掩护 这一刻两个长老才意识到 清传们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叶翘抽空和断育道 妖兽就交给你们了长老 七个妖王放心交给他们吧 他一脚踢中蝎子妖王的弱点 用力把他踹进宋寒生部下的杀阵里 阵法外只听到惨叫的声音 宋寒生也变得到了新的猎杀方式 月清宗老祖教的也是主攻杀阵 叶翘踹妖王毫不含糊 但凡没能一击打中他 下一秒就会被他找到弱点踹飞出去 剑进入杀阵的妖王就没一个能走出来的 为他们揪心的内门们发现白担心了 那两人都凶残得很 根本不知道害怕为何物 妖王不是被剑砍就是被俘虏轰炸 当叶翘和宋寒生一人持剑 一人捏斧挡在他们面前时 内门们发现之前对清传们的怨言瞬间化为乌有 他们只觉得清传们真是帅诈 清传们坐清传自有他们的道理 尘埃落定后 配合打爽了的二人组被内门弟子团团包围住 感性的人说叶翘和宋寒生快把他哭死了 激动的人说叶翘你太帅了 叶翘下意识谦虚了两句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了 衣服为何都破成那样子 宋寒生心想糟了 着急救人都忘了换衣服了 叶翘的笑容将住片刻后 很快他就冷静地表示这是最新的潮流 师弟还是太小了不懂时尚 他把那那门师弟忽悠的当场就申请加入潮流当中去 宋寒生和叶翘在人前努力维持着面不改色的模样 在背对众人的瞬间 二人对视一眼齐齐面容扭曲了 靠他们的仪式英明啊 段宇有些一言难尽地看向宋寒生 心想这些清传终于又封一个了 看着沐仲熙一拳头就解决掉一个妖兽 苏卓望着脑浆都差点被打出来的妖兽 沉默许久后还是忍不住问 沐仲熙你在传承之地拿的是什么传承 沐仲熙疑惑地反问 得到的是龙族传承不是都知道了吗 怎么了 苏卓不动声色远离沐仲熙 生怕惹这个人一不开心 就会一拳头把自己脑袋给开掉 一群清传辗转转各地救人 忙碌了整整半个月时间 勉强平定下了武宗附近地界妖族带来的混乱 而八大家打算将装死进行到底 齐齐装死的举动也真够恶心的 段宇心疼地看了一眼泪的 全部趴地上的清传们等 目前的情况就是八大家不肯出人 他们现在人手不够了 楚行之撇了撇嘴问 当初武宗怎么不多招点修饰 这半个月差点累死他们 还当什么清传当狗的 问剑宗长老踢了他一脚呵斥 站好 躺着像什么话 自打和常明宗的清传们待久后 连他们宗宿来站得轻轻正正 像是小白羊的清传们 竟然也全趴地上 赵长老挟了他一眼语气淡淡道 收多了资源不够分 明玄若有所思地问 魔族那边师父他们还没回来吗 听长老们说了那边半天的去情况 叶翘只总结出来一点 那就是说实话宗主和长老们不太行 段宇文言直接无情铁锤砸下去道 小兔崽子怎么跟长老说话的 叶翘熬呜一声捂着额头不服气的开口 只要给他足够的修饰和清传或者嫡系 他就能带他们打回去 说到底还是宗主们不太懂怎么用人 只知道凭武力镇压 正困得迷迷糊糊的渺渺 文言当即条件反射地喊了一嗓子 叶翘英明 段宇也想起来大笔师也是他带着丹修们打回去的 但如今最主要的问题是八大家不接人 他们人手不够了 叶翘听后自信地表示 没关系的长老们放心好了 他们清传能从八大家接到人 没素质的事情尽可以让他们去做 大不了事情结束后他们就去蹲大牢 段宇没想到他都已经做好蹲大牢的准备了 那他这次又准备搞出多大的事情出来 怎么感觉自己那颗老心脏砰砰狂跳呢 自知知名叶翘还是有点的 他就没打算让八大家那群老古董松口 他准备依靠的是八大家的嫡系 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正式犯重二病的年纪 没过多久论坛上修士们开始议论纷纷起来三件大事 都在猜测到底是何人所为 分别是宋家的嫡系之走将近一多半 宁家的宝库神秘被盗 叶家掉走几乎一半嫡系 愿与长老看着院子内过来集合的八大家嫡系们 他沉默片刻后 朝青传们竖起大拇指到了一声里面牛 这些嫡系实力都不弱 那可是八大家举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天才 叶家的嫡系们是靠叶清涵的人格魅力鼓舞而来的 周家的嫡系们是靠周行云强行用家主令威逼过来的 其家的嫡系们是靠叶翘忽悠和洗脑过来的 另外其他几家的嫡系们 都是靠清传们口才好的发挥口才 口才不行的直接套用叶翘的说辞窜度过来 赵长老看着面前那么多的八大家嫡系们 他发现他们这些老家伙还是低估了这群清传的本事 一共八个世家嫡系被他们几乎带走了一半 段宇神色复杂到 不是清传的本事大 而是叶翘的洗脑力量太强大可怕 周家有位叫周一泽的少年 静止来到长明宗清传们的面前 他与带挑衅道 叶翘不过如此吗 长明宗也不过如此 叶翘心中盘算了一下 他痛揍对方一顿会被关几天禁地 现在正是武宗用人之计 相信长老们多半会选择装瞎 顶天了等所有的事情了结后再罚他 沐仲熙突然扯住了正准备动手的他道 小师妹快看他的剑 是不是在发光 他应该没看错 对方走过十一闪而过的流光 这种状态很像是剑岭 叶翘闻言先将拳头放下 和四师兄一起打量起周一泽 最后两人得出结论 确实是剑岭化形 看来周家还挺藏龙卧虎的嘛 血鱼望着对方的身影和师弟师妹道 说起来 如果不是当初断臣认主大师兄 周一泽将会是下一任家主 两小只听后瞬间就明白 对方莫名其妙的恶意从何而来了 被血鱼三人组盯着的周一泽 顿绝后背发凉 他心想长明宗的青传们看着不太正常 在边界城池里的泄出血 看着眼前苦苦挣扎不愿意离开的修士们道 大家还要继续留下来吗 其实可以选择放弃部分城池的 秦范范无奈叹息道 起码要等到八大家派人来商量后再做决定 其实修士人数也不少 现在缺的是那些擅长不同职业的八大家嫡系们 谢出血是长明宗唯一造诣高的扶修 没有他那群内门早死八百次 他看向一脸郑重的师兄道 虽然知道你在白日做梦 但人还总是要有梦想 秦范范咬牙切齿道 如果夜翘他们在 这回也轮不到八大家拿巧了 谢出血摸了摸下巴 开启了老妈子式的担忧 他们应该还在传承之地 他们还那么小 万一不顺利怎么办 万一有人死了怎么办 秦范范听他嘴里就没说出一句好话 直接一脚把人踢到外面示意他去守夜 让他滚出去用神识看看周围的情况 别没事在这里诅咒侵传了 彼时正在赶去魔族支援路上的众人 对乘坐什么飞行工具犯起了呢 非洲目标太大 玉剑同样惹眼 走着又是拒绝 最后夜翘提议射下飞行类妖王 看能不能骑 宋寒生也没墨迹 他拉弓对准妖王的位置 三只明月剑使同时射出 明月剑虽威力大 但却不足以把妖王给射下来 单单激怒对方还是绰绰有余的 顷刻间三只妖王俯冲而下 对准他们尖锐的会狠狠刺了下来 闪烁着冰冷的光 他们嘴里还不屑道 不知死活的修饰 众人闻言心里一乐 会说话那是妖王无疑了 楚行之用力一跺脚 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坑 连续三下地面上就出现了三个大坑 他自带了龙族传承 天生血脉的压制 让妖王第一时间不是反抗 而是发抖 考虑到其妖王的不可控性 比妖兽要强 叶翘思索片刻决定 让肯德基出来拉车 在百鸟之王凤凰的血脉压制下 亮妖王也没胆子 在路上反咬一口 肯德基长得越大越像 传说中的凤凰 放出来的那一刹 周易泽当即跳出来道 你们长明宗果真私藏了凤凰 明权懒得理他直接回怼 私藏什么私藏 这是鸡 他们有说过肯德基是凤凰吗 还是小师妹厉害 但凡质疑他们长明宗私藏凤凰的 全都被他们一具鸡给堵了回去 周易泽不服气地继续道 你们竟还让凤凰拉车 周行云一巴掌将他按地上声音咽咽道 都说了是鸡 不是凤凰了 蠢货快闭嘴吧 谢初雪感受到来自半空强大的威压 心想遭了妖皇来了 手里的福禄不由一点点收紧 他控制住狂跳的心脏 死死凝视着半空 是云雀 还是魔族在搞事情 半空中出现了个不明物体 惊得所有修士都准备要背水一占了 慕仲熙本来睡得正香 忽然被法器和俘虏无情地轰炸了一坨 他大喝一声 谁 是谁在偷袭 夜翘示意他往底下看 只见一群修士全部站成一排严阵一带 粘服的粘服 持剑的持剑 那架势似乎准备等他们一下来就杀了他们 慕仲熙顿时觉得委屈死了 不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也就算了 竟然还有一群修士朝他们动手 周行云指了指身后被妖王们拖着 声拉硬拽差点晃吐的八大家嫡系们道 应该是他们强大豪华的阵容 把人家吓到 想想也是肯德基拽着三个妖王疯狂地往前跑 这场面谁看了不害怕 这波反应也属于人之常情 秦怀抓着夜翘的肩膀用力摇晃道 都说了不要搞这种奇葩的东西 夜清涵看着他很是疑惑地问 搞崩他们的心态 真能让他那么快乐吗 这熟悉的味道 简直是没开二度 夜翘被晃得头晕眼花 他承认第一次吓唬青船们是故意的 但这次他真的没有那么想 毕竟这次他可是带来了一群帮手的 怎么说都不能是这种待遇 楚行之看清楚下面亮起的一抹剑光大声道 先别说话了 他师父要用剑砍他们了 问剑宗宗主利落地握住长剑 他心想就算是妖皇来了他们也无所畏惧 他当即下令道 动手 卸出血的神识是在场最强的 大鸟下坠的瞬间飞快扫了那么一下 随后他不敢置信道 那个鸟背上坐了人 啊等等 不要动手是自己人 秦泛泛在一旁呵斥不着调的师弟 住口 谢出血 不要再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了 等等来人是小翘他们 快 大家快住手 那是自己人了 正常与不正常之间静止隔了一个夜翘 青船们先是忽悠来大批的嫡系 后又偷自家宝库中的福禄 在问剑宗宗主剑招逼近夜翘几人的瞬间 秦泛泛一剑生剿散了他的剑招 同时谢出血用防御符牢牢护住他们 保证他们能平安落地 在肯德基落地的那一刻 被迫当做齐的妖王们齐齐匍匐在地 坐在妖王身上的八大家嫡系们 全部吐得昏天黑地 齐玉趁不吐的空隙表示 以前在家都是从留影时尚反复观看 现在终于能参与进来了 感觉好刺激啊 齐玉同意妹妹的说法 但就是有点费人啊 兄妹俩交流完后又继续去吐 刑犯犯放眼一扫 肯德基拖着三个妖王跑 每只鸟背上都在满了人 他粗略估计骑马要有四百人左右 他无奈地看向爱徒问 小翘啊 你们骑的这是什么呀 差点被自家师父一剑给制裁的楚行之 他从鸟背上翻身下来后立马大声喊道 师父啊 见下留情啊 宁可不能灭了问剑宗的希望啊 修士们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看到清传们前来支援肯定是开心的 只是对方的操作也过于奇葩了 导致他们的心情起起伏伏的都不知该说什么 问剑宗宗主收起了剑 他也被眼前的一幕弄猛了忙问 等等你们怎么回来了 传承之地不是都应该待够三个月的吗 你们怎么只待了半个月就出来了 薛宇耸了耸肩解释道 训练结束的时候 发现武宗的预检都联系不上 他们出来的时候也不见长老们的踪迹 便从传承之地出来了 问剑宗宗主指着他们身后 半死不活的八大家嫡系们颤抖着嘴唇问 那他们又是什么人 他觉得那些孩子都有些面熟 但又说不上来是谁 叶翘指了指那些毫无形象的人介绍道 他们是来拯救修真界的 全都来自八大家嫡系 至于分别是哪几个世家的 暂时还没问清楚 谢出雪文言粗略扫了一眼 目测八大家得有一半嫡系都在这里激起了 他不敢置信地低语道 是嫡系啊 好多好多的嫡系啊 问剑宗宗主的第一反应便是问他们 从哪里劫持来的这么多嫡系 不怪他要这么想 实在是他们有前科呀 连劫狱都做得出来 劫持嫡系对他们而言又算什么 祝幽语带幽怨的问 师父在你眼里 吾尔门就是那种喜欢绑架人的劫匪吗 问剑宗宗主欲言又止 换作以前他肯定不会这样想 但有长明宗的清传在 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被误解的祝幽沉默一会后才开口解释 那些嫡系们不是绑架来的 他们是自愿跟来的 齐律文言也急忙解释道 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秦范范听到自愿两个自便试探的问 难道是八大家派他们赶来支援的 齐玉恭敬的回话 八大家不许他们前来帮忙 他们都是偷溜出来的 泄出血厅后一边大笑一边鼓掌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清传们不仅从传承之地提前出来 竟然还策反走了八大家近一半的嫡系 逆行人怀着复杂的心情 回到了城池中的府邸内 宗主们意识时把清传们也留了下 问剑宗宗主告诉了他们魔族的打算 然后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是守还是退 朱优点了点桌子道 手是守不过来的 他们数量实在太多了 如果选择应手的话 到时候会是一场血战 坐在椅子上晃来晃去的夜窍接化道 那就直接放弃掉周围的小城池好了 他们如果想继续占领修士的地盘 最终的目标那就是主城 大家可以在主城埋伏 明玄顺着小师妹的思路继续道 至于被放弃的那些城池 可以提前组织修士们撤退 将值钱的东西带好 扶修们在城池周围和内部都不想杀阵 等他们来踩 血鱼继续补充道 另外在组织一波会弓箭的修士 在他们进小城池后远距离射击 带走一个血传 带步走骚扰他们一波也不亏 最后由夜窍总结道 这次主动进攻的是魔族和妖族 大家要做的就是消耗妖族和魔修 如果信得过他的话 他可以亲自教大家怎么因那群魔族和妖族 谢初雪意外地看了清传们一眼 他们成长的速度真是惊人 现在哪个出去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见没人反驳情散散点点头拍板道 那大家就都听夜窍的安排 他们是不太懂什么战略的 毕竟修真借靠拳头天赋狡猾 谁会没事研究怎么因人呢 月清宗宗主云恒开口表示 现在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俯禄不太够 和魔族交手的这一个月 俯禄消耗的速度太快了 接下来需要俯禄不振因人 那么就明显不够用了 明玄文言立马拍了拍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后他大方地表示俯禄有的是 他带了他家不少的俯禄 有阵法服和攻击服 只要他们赶来就能炸死他们 血雨没想到二师兄那么勇 怎么能叫偷呢 他是光明正大拿的 叶翘默默竖起大拇指夸赞 他是好样的 有好东西他是真敢偷啊 真是千房万房家贼男房啊 谢叔学也被他的大手比 惊到宁爷片刻 半赏才悠悠问 还有什么惊喜是师叔不知道的呀 一起说了吧 沐仲西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 那就是妖魔两族联手到底所图为何 魔族尚且还能说是他们野心作祟 妖族图什么呢 秦范范也早就想到了这点 他提醒清传的魔族实力比之前强了一些 虽然不至于到棘手的程度 但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 真的很怪异 接下来就只剩下进行部署分组配合了 问剑宗宗主让楚行之和沐仲西两人 去拦魔族少主和他身后的那群魔族 一个傻白甜 一个铁头娃 这组合也不错 他倾格两声后继续道 周行云和叶清涵一起留在主城 到时候别忘了带领其他师兄师妹们 保护好丹修们 在战场上他们可是能给人续命的存在 宁玄和宋寒生 苏卓 宅臣四人去守着主城附近的阵法 阵法刚好有四个 派他们一人守一个再合适不过 叶翘 秦淮 祝忧 三人负责拦战魔族的高手 他忍不住提醒他们 打不过就撤 没必要硬撑 魔族那边本该叫叶清涵和周行云去的 但他们还是更合适留下守主城 最后秦范范清了清嗓子 难得大方地告诉在场所有的清传们 距离下次魔族动手攻城的时间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次若能大神回宗后给所有人放假 这个大饼画得好啊 叶翘一听立马来的精神 他眼睛亮晶晶问 一言为定 听到师父肯定的回答后 他决定说什么也要在这次 彻底解决掉魔族和妖族这两大隐患 竟然说戒原因期雷杰就戒 有考虑过雷杰的感受吗 见八大家嫡系们开始勤勤恳恳地干活了 叶翘找了个没人的小院子 往自己的领域里随便看了一眼 他顿时傻眼了 小气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正被寒霜追着看 这场面就很稀奇了 寒霜是个性格较为冷漠的小萝莉 一般的是他都懒得生气 在一鬼一剑准备动真格前 叶翘赶紧一把抓住小气问 他们俩在搞什么鬼 他应该还没吸收完鬼王吧 怎么提前醒来了 提起这个小气也感到很委屈 他声音软绵绵道 有人在不停地召唤他 就把他给吵醒了 谁知他醒过来后就看到那个白毛了 白毛 难道是指寒霜剑 就冲这个称呼也不怪寒霜剑会砍他了 他真是够嘴欠的 叶翘觉得与其说有人在召唤他 还不如说是在召唤原来的鬼王 小七还表示他能感觉到召唤人的大体位置 叶翘一看他指的方向 那不是魔族大本营吗 叶翘眸光微微闪了闪 好嘛又是魔族 虽然依旧有些想不通是谁在叫小七 又为什么要召唤鬼王 但可以肯定这是和魔族有关 也绝不是什么好事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魔族和妖族都发现一件古怪的事情 原本死守的人族修士突然之间集体消失了 他们担心有诈特意派魔兵前去探查 而事实证明果然有诈 魔族少主见前去探查的魔兵都有去无回 在他命令术队魔兵冲上去当肉盾后 他们终于成功攻下了那座小城池 他们还来不及庆祝 就惨遭各种埋在地下的法器暗算 叶翘记研究出来炸弹后 又研究出了实用的修真版地雷 把气修们看得嘖嘖称奇 他的原话是把地雷买好了 看看会被哪些幸运儿踩中 没想到魔族少主就是那幸运儿之一 一个堪比金丹七一击的爆炸 把他炸得灰头土脸 他从地面上爬起来后就愤怒地问 到底是谁改变了修士们的打法 说好的正面刚呢 魔族少主见修士们有组织有纪律 打完就跑头也不回毫无眷恋 这种剑兮兮的打法 不仅恶心人还消耗了他不少的手下 在拿下第二座城池后 魔族少主非但高兴不起来 甚至有种吐血的冲动 他提心吊胆地准备血战 结果对方竟全都不守了 那还玩什么 这不是搞他们心态吗 魔族损失惨重才拿下五座空城 负责带队的魔族少主险些被弃封 他思来想去觉得这种风格 实在不像是武宗宗主们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他便命人去调查 在看到武宗清传这次的字后 他敢肯定绝对是叶俏干的 他恶狠狠地下令 晚上进攻时都给他针对叶俏去 魔族这次分工很明确 绝大部分进攻主城 而和叶俏一组的秦怀 两人先后被五个元英七齐齐围住 准确来讲是叶俏一个人被围住盯着他 秦怀实在是没忍住问他 又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五个元英七这么针对他 叶俏手里灵剑泛着明亮的光 漫不经心跟他平嘴道 怪他怪他都怪他 谁让他太有魅力了 和他被迫成一组的秦怀发现了个弃人的事 只要和他在一起 自己这个元英七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秦怀让他去守阵法 自己来拦住他们 叶俏也没有墨迹立马他轻风一载 跑去明权他们身边帮忙了 他也意识到了魔族是冲着自己来的 目的就是拖住他 那么其他人的情况一定不乐观 眼看其中一位魔修的长刀 快碰到叶俏的后背了 秦怀的轻风剑冷冷削了下去 顷刻间魔族脚下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 一剑就把五个元英七全部拦截在外 明权手势飞快变换 最后一击落下 连续十几道爆破阵法 激进将眼前场地诈平 这一击短暂震慑住了 一眼身后的魔族大军 只一眼就连说话都有些艰难道 已经尽力了看来是守不住这道阵法 赶过来一起守阵的叶俏 见状低咒了一声 入目全是密密麻麻的妖族与魔族 他伸出手让淡绿色光漫开 他在犹豫要不要打开 领域倒是可以一次性带走许多魔族 宋寒生神色威宁地提醒他 领域一对一打架时确实很管用 但在这种数量的战争下 产生的作用并不大 再说领域一旦开启 他也会被拉进去 叶俏不是一个听不尽劝的人 他非快收拢掌心 其实他还有一个法子 可以杀掉大批的敌人 他扭头看向苏卓和明璇问 你们两个现在可以强行突破吗 明璇眼睛微睁收起拿服录的动作 不敢置信地问小师妹 你是想借他们两人的天雷 然后去炸魔族和妖族 真不愧是他家小师妹啊 没啥是他不敢想的 叶俏看着密密麻麻的魔族 露出抹不怀好意的笑容道 没错 就是突破原因 要一起来试试看吗 被Q的苏卓听到他竟想要他们强行破原鹰 就试图和他解释 原鹰气雷姐少则两天多则三天 到时候扶修肯定缺人手 没有他们俩剩下的阵爪谁来说 叶孝文言笑他太起人忧天了 说他也太瞧不起八大家的嫡系吗 放心好了就算没有他们 明颂两家的嫡系也能顶上来的 明璇打量苏卓一番后声音扬了扬问 难道说你做不到强行突破 不会吧不会吧 已经连突破原因气都不行 男人怎能被说不行 为了男人的尊严 苏卓深吸了口气咬牙表示 谁说他不行的 不就是强行破原因吗 他知道了 他能突破的 他嘴上虽说的硬气 但心里还是很慌 他从没干过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 谁家杜杰会选在魔族压城的时候 叶翘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让他赶紧地别在墨镜 四个扶修骤然少了两个清传 对宋涵生和翟臣两人来讲压力不可谓不大 明璇还算有点良心 临走时救了两个擅长阵法的明家嫡系过来 让两人来替他们守阵 宋涵生心想长明宗这伙人 做事情从来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说借原音七雷杰就借 有考虑过雷杰的感受吗 一行三人来到主城一处安静的后山渡劫 叶翘先帮他们布下一个聚灵镇 然后就见灵气顺着阵法 往两人丹田内汇入 两人冲破原音七境界 花了整整两天时间 叶翘准备把魔族聚在一起 等天雷落下的时候一锅端 说一次性解决这件事 就一次性解决掉 谁也别想拦着他回宗放假 把两人安顿好后 他遇见飞到半空当中 示意不见军将妖兽 引到主城的方向来 两族不是喜欢联手吗 既然是好兄弟 那就聚在一起挨雷劈吧 化形后的不见军 自带猫布和属性 迷得妖兽们差点找不着北 短短半天时间 妖兽与魔族齐聚主城 宗主们面面相去 不清楚青传们又在搞什么了 勤范范指了指半空 示意他们看天色 雷云不知何时开始密布 这种雷劫一般只有圆阴气才有 而且这次雷劫与往日有所不同 这次是两片雷云 问剑宗宗主下意识训斥了一声 这是哪两个孩子的雷劫 他们就这么急吗 要在这种时候突破 这时候损失任何一个清传 可能都是要命的事情 刑犯犯若有所思到 看着倒不像是自然突破的 灵气再往一个地方聚集 这种情况只能是疯狂 往丹田内灌入灵气所导致的 摆明是强行突破的 问剑宗宗主更想不通了 在这种时候强行突破 他们图什么呢 不仅浪费时间 万一魔族破城的话 他们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难道那两个清传的脑子都坏了 云恒发现叶翘丹田内的灵气 想突破圆阴气绰绰有余 但他却一直在压境界 原来对他而言圆阴气是个大坎 没有足够的雷劫帮助他根本无法突破 他想明白缘由后开口道 那两人是在送叶翘突破原因 看来叶翘准备借雷杰 把聚在一起的妖族魔族全部解决掉 云恒紧接着分析 渺渺是个担休 这种风险大的事情 应该不会让他掺和进来 这么看来 那应该是明玄和苏卓两人的雷杰无疑了 他的心情顿时五味杂陈 他记得在月清宗时 苏卓还一直有些看不起 当时身为那门弟子的叶翘 如今却能如此的信任对方 怎么想都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当主城阵法破碎时 叶翘函和周行云带领着剑修齐齐动手 拦截住那群闯路的模组 他们也早就注意到了天色的不对劲 那明显是原因期的雷杰 叶翘函忍不住猝眉冷声道 叶翘那群人又在搞什么 这可不是能让他乱来的时候啊 魔族少主见现场的魔族们 全都被雷杰吓得爆头蹲在地上 他冷静且自信地开口安抚道 大家别怕雷杰方向是固定的 不会殃及到大家的 然后他紧接着下令道 等下杀入主城后 首先要找到那两个杜杰的青船 无论用什么法子都要打断他们杜杰 杜杰一旦被干预 结果不是走火入魔 就是暴体而亡 在两边战争一触即发时 一道轻软的声音突兀地出现了 与冷记肃杀的画面格格不入 云雀唇角微弯露出那张熟悉的面容娇笑道 好久不见了 各位 老实说青船们谁都不想在这个时候接他的话茬 但为了把他稳住顺便打探点消息 叶青涵不得不冷着脸站出去和他打招呼 冷冰冰的声音不像要酗酒 更像是要杀人的 云雀下意识地开始抱怨了起来 好久不见了 叶师兄自从离开了武宗后 他的日子就过得特别惨 魔族那里的环境比不上他在月清宗住的一半 叶青涵神色淡淡地问他 当初为什么要背叛宗们 一个正道弟子竟然转头投奔魔族 自己从没见过如此无耻的操作 云雀当时怕换取林根的事情败露 因此一直惶惶度日 他眼带殷切地看向叶青涵道 他当初是逼不得已 虽然他背叛了武宗 可从没说过要背叛叶师兄 叶青涵听后面无表情淡淡吐出一句话 要这样的话那还不如背叛他呢 云雀文言脸上表情将了片刻 然后他表示如果叶师兄愿意原谅他的话 他可以考虑先休战 毕竟他们也曾有过愉快美好的过往 何必一定要落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叶青涵手腕一动 剑锋顺势划过凛冽的流光 他实在忍不住了 他的脸皮还是不够厚了 没法再与他虚一尾一下去 他直言道还是打一场吧 别废话了 云雀见他在魔族面前 静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 便冷笑一声道 那就如你所愿 说完他就回魔族大本营去了 叶青涵神色冷峻的下令不振 剑阵部下的岔麦间万千剑影掠空 连续几道剑阵落下 才看看没让主城被第一时间攻破 他实在想不通那两人为何要选择现在渡戒 不用想都知道这主意是叶翘出的 他只希望这次千万别翻车 魔药两族可都兵临城下了 主城内还有修是没能安全撤离呢 来帮忙的剑修可不止叶家嫡系 还有周家的剑修 周一则听到叶青涵的命连 他立马听话的拔剑 长剑出窍后就见剑灵显现在所有人前面 叶青涵诧异的看了一眼这个周家嫡系 没想到对方竟有这种本事 他也不在墨迹 在他拔剑的刹内间 断水剑也划行了 周一则一直暗磋磋崇拜和周行云齐名的叶青涵 他看到断水剑划行 更是毫不掩饰眼里的崇拜道 真不愧是叶师兄 剑灵划行的速度如此之快 果然是剑到第一眼 这种熟悉的吹嘘话 让周行云不免想到楚行之 淡淡瞥了一眼 他道 等战斗结束后 你可以和楚行之好好聊聊 如果说楚行之是叶青涵的真爱粉 那周一则就是脑残粉 周一则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表示 他知道楚行之 要不是当初周家不允许他加入问剑宗 现在能和叶师兄并肩作战的一定是他 区区楚行之 可笑可笑 叶青涵心想一个楚行之就已经很可怕了 大可不必再多一个 如果是因为剑灵化形的缘故 那么叶翘还有两个剑灵呢 真的都别再来崇拜他了 被人提到的楚行之 此时正捂着被打伤的胸口 骂骂咧咧道 魔族吃屎长大的吗 元英七净那么多 一个少主身边竟有七个元英七保护 目中心拎着他 手里朝夕剑翻飞 猛地转身划出耀眼的光 先飞追上来的两个元英七 身后的魔族少主下令一定要拦住他们俩 听到元英七高手表示拦不住他们 然后他就让他们去杀主城里的修饰 谁知竟听到他们说竟不去主城 魔族少主只能心中暗骂他们一声废物 魔族少主宁愿损失两个元英七高手 也要把两人的灵气消耗光 果然魔族都是群变态 直至两人灵气被耗空 朝夕剑剑剑灵出来替他们挡了下 他们才得以喘息 等灵气耗光后 楚行之捏了捏手道 咱们至少还有龙族的传承吗 无论是剑修还是龙族都是好战分子 就算没有灵气 只靠体术也能拦上一拦 苏卓和明玄两人的元英七雷杰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是叶翘让他们强行度的 他就必须接住绝大部分的雷 免得毫无准备的两人被劈死 苏卓牙齿都在打战 元英七的雷杰根本不是金丹七能比的 他哆哆嗦嗦地问 现在可以突破了吗 时间已经过半了 他担心主城都快被攻破了 叶翘被劈的也是五官扭曲 雷杰一遍遍洗刷着经脉 让他恨不得蜷缩在地打滚 吐了口黑烟有气无力道 他如果走了的话 剩下的雷就要他们自己抗 只要雷杰给力 他随时都能突破 苏卓和明玄双管旗下的雷杰 比其他清传度结实的都要猛 他能感觉到零根在飞快长大 迅速吸收着体内的雷杰流入体内 明玄颤抖着身体催促道 快去小师妹快去 再不去的话主城可都要没了 他们俩可是堂堂的清传弟子 一点雷杰而已肯定没问题 苏卓也在一旁催他快走 两人看上去状态都没什么大问题 叶翘也不想主动挨劈了 把腿就往主城的方向跑去救人 他看到剑影纷飞打斗的动静 很快就锁定了沐仲熙等人的位置 他脚下踩着飞剑 迅速赶到战场 入目便是一片狼藉 各种残骸 刺师兄和楚行之手里的剑 全部被收了起来 两人手上血淋淋的 全靠毅力撑着一口气 魔族少主看到他来后变道 就冰来了 没想到五个元英七都没拦住你 叶翘闻言笑眯眯的和对方打着招呼 好久不见那魔族少主 五个元英七当然拦不住他了 那五个废物啊被情怀拦住了呀 慕仲熙张了张嘴有气无力道 小师妹这里交给你了 楚行之扯出某弧度咬牙切齿道 叶翘打死他 至于为何敢让金丹巅峰的他去打死元英七 别问 问就是对他盲目的信任 他看着两人快虚脱了的样子 七个元英七全部被斩杀 知道两人已经很努力的在拦截了 就算那七个元英七高手活着也没事 反正天雷之下众生平等 叶翘先将丹药丢给两人 然后手握寒霜剑 浅蓝色剑灵画形挡在他面前 他淡淡开口道 你的命姑奶奶要了 魔族少主也勾纯笑了 掌握清传生死的滋味让他感到很是愉快 刚才两个元英七的生死都是由他掌控的 更不要说一个金丹七了 恩归玩闹归闹 浪浪从不跟人开玩笑 雷杰没来前叫他小甜甜 雷杰要来之后他就冲病毒了 叶翘没想到他还挺自信的 他笑着任由丹田那块被撑爆的灵气疯狂涌入体内 然后神奇的一幕来了 他体内的金丹竟逐渐变成人的形态 最后还成为了一个小婴孩 他曾在藏书阁记载中了解过 在金丹过后都会有个小元英取代金丹睡在体内 也就是所谓的元英殿 换句话说 这就是他的本相婴儿了 魔族少主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天色变化 不知为何他的汉毛本能地竖了起来 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开口问他 想要做什么 叶翘他轻风一踩笑着问 看上去你好像也很喜欢玩雷的样子 既然如此 今天姑奶奶就成全你 让你一次玩个够 他说完就紧握寒霜剑招招逼对方搏狗 魔族少主吃痛之际雷电慢开 打散眼前浅蓝色的剑链 在寒霜剑冰层被打破的那一刻 叶翘就召唤出了不剑军 魔族少主见黑色剑影化形后 毁天灭地的压迫感袭来 霸道的魔器落在剑链身上 最后竟然削米于无形了 他不敢置信地问不剑军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剑军露出灿烂的笑容声音拉长道 不孝子孙怎么和你太爷爷讲话的 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他当初可是魔尊的剑 区区一个魔族少主也配合他打 魔族少主发现 比起刚刚那个暴力罗利 这个剑链更不好惹 既然知道打不过对方了 他便想也不想就往主城的方向跑去 叶翘望着他仓皇而逃的背影 不慌不忙地打开御解 通知叶青寒等 主城里的每一个清传 都必须应付两个圆英七高手 朱优谋光一鸣 落水间利落地斩断对方头颅 他紧接着立马吞下 丹药飞快止住身上流的血 宋寒生一个扶休 在没人保护的情况下只能自保 不仅如此他还要负责救人 他咽下口中的血腥气 紧紧盯着四散的福祉 他需要引然俘禄将之前布下的阵法开启 一旁的断横刀眼疾手快扑过去 自爆法器帮他抵住 来自圆英七的一击后 闪开手中的攻击法器 合拢的花包迅速变成莲花瓣 成功击退了围攻上来的魔祖 太吓人了 他一个气修 为什么要上来和剑修打呀 暗暗抓住四散的福祿 准备点燃阵法的宋寒生 听到他不绝于耳的哀嚎声脑袋都大 用尽力气一把推开他 飞快掐绝脚下淡蓝色浮印慢开 断横刀剑他引爆之前布下的阵法后 掀起了数十米远的爆炸 凡是靠近的魔祖无疑性 均被各种杀阵所绞杀 不由心生感探阅清宗的杀阵 果然名不虚传 叶清涵看着身边 全部使劲浑身解数抵抗的清传们 再看了眼自己腹部那深可见骨的伤口 听对面的人问主成怎么样了 他选择据实已告 承虽没破但真拦不住 叶翘听后便果断地让他们别手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来完成了 他提醒叶清涵看天色 直言他的原因气雷杰来了 叶清涵反手挂断御剑 握紧断水展开一道白色弧度刀刃 打退眼前的魔族后 立马大声下令 走 大家都别手了 所有人都退到后面 这次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周一则已经杀红眼了 他越战越勇 恨不得燃烧自己来得到偶像的认可 冷不丁被周行云一把揪住 他扭头神色茫然地问 你干嘛 周行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倒 逃命去 见修士们忙着撤离 魔族当机立断 准备一股做气大军压城 魔族少主高声下令道 进攻 进主城后直接屠城 云雀下意识觉得不太对 他试着阻拦了下 这天色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和恐惧感 他不安地问魔族少主 那是谁的雷杰 当听到是叶翘的雷杰后 云雀整个人都被吓傻 他控制不住声音颤抖道 你说什么 那竟是叶翘的雷杰 他的金丹雷杰 就能将幽灵秘境给劈成两半了 他有心跟对方科普 让其不要去找死 可惜魔族少主哪里听得进去他的劝 他见魔族像打了鸡血一样准备攻城 难道看不出人家是在请军入瓮 而非是溃败撤退呢 站在主城高处的楚行之 看着乌泱泱前进的魔族有感而发道 以为他当初已经很傻逼了 没想到竟有人比他还傻逼 天边雷云翻勇 势必要将整个碧波城所笼罩 暗无天日的气氛 让几个宗主们不约而同分神 看向不远处的天边 秦范范摒摒弃名神道 那就是小翘的雷姐吗 问剑宗宗主声音淡淡地回 除了他恐怕没别人呢 那骇人的气势 仿佛下一秒就有银龙从雷云中 腾空直劈落下一半 谢初雪仰头望着天色笑眯眯的开口 快让大家见识一下天灵根的原因 七雷姐吧 小翘加油 代表天道 劈死他们吧 哇 好期待啊 秦范范被小师弟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一个机灵 狠狠地捶了他脑袋一拳后喝赤道 安静点谢初雪 别再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了 等所有人撤退到了安全的位置 不怕死的沐仲熙 还直接拿流影师开路 嘴上还念念有词道 这里是避水城边界的主城池 看那人就是叶翘 没错他就是传闻中的叶浪了 叶翘热情地和站在主城高台上的青船们打招呼 结果他们却齐齐后退和他保持距离 他故作伤心道 雷姐没来前叫人家小甜甜 难道雷姐要来之后他就成病毒了 叶青寒不想听这些 就直截了当地问他 雷姐还需要酝酿多久 他雷姐酝酿的速度次次都比其他青船要快 可见天道是多么迫不及待想替他 他算计了一下大概的时间 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后盲问 如果他不小心把主城附近的建筑全部轰停了 那不需要他赔钱的吧 叶青寒淡淡地恩了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关心钱的问题 长明宗是虐待他了吗 听到满意的答案后 叶翘头也不回地迅速往魔族群里扎了下去 瞬间七黑地雷云间似乎有银龙一跃而起 没入云层消失不见 他声音轻快到他来了 他也来了 与此同时 魔族少主看到主动送上门的他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激动的大喊 他来了他来了 这介意是偏爱的女主 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天道的雷姐 头可断 血可流 闭格不能丢 他咬牙也得忍着呀 在夜窍俯冲下来的那一刻 空中雷电翻腾 但紫色雷电对准中央飞扑而下的他 快狠准地重重落下 被雷云笼罩之下的黑夜瞬间亮如白昼 魔族少主本身就是雷灵根 他对雷电没有畏惧心理 也觉得天雷不会误批 也就是这种失误的判断 造成了接下来让他意想不到的局面 见小师妹猝不及防地朝魔族冲去 目中西下意识就想去捞他 血于见状也傻了 这么仓促的吗 小师妹都不交代几句 安排安排的吗 就这么下去了 魔族见夜窍跳下来后 立马默契地围了上来 就见半空中的雷姐紧随他而至 雷姐所到之处几乎被炸开了一个巨坑 但凡近距离内的魔族全部无一信任 除却夜窍本人 还有雷灵根的魔族少主 在这一击毁灭性的天雷下 凡是靠他进的魔族全部消失了 在死亡的笼罩下 魔族瞬间溃不成军 魔族少主不得不下令撤退 这种混乱逃窜的情况 更容易被夜窍找到机会 他就像是那地雷一样 所到之处满是焦土 谢出雪一边看戏一边战斗 还不忘点评几句道 第二道雷姐怎么还不下来 小翘杜杰的速度还真是慢 尤其是看到四散逃窜的魔族 他心里就有种难以言说的手 秦泛泛预言又指道 杜杰恐怕是魔族在杜杰吧 魔族少主阴沉沉望着眼前 堪称天灾的场面 脸色铁金的怒吼 唇货快撤退啊 还有那个该死的夜窍 他定要亲手杀了对方 守好四边阵法的扶修们 不约而同有了动作 翟臣打出扶印平静开口问 想退 现在还退得了吗 可爽死他了 两极反转的局面 让他莫名有种小人得知的快感 魔族不懂修真界修士的扶阵 云雀看出来后他声音急迫道 那是四大扶阵之一的四方阵 想冲破这种困顿阵法 每个一盏茶时间破不开 宋寒生冷声下令 拦住他们 今天来此的魔族妖族一个都别想离开 沐仲西好奇地问宋寒生 是什么时候布下的四方阵 听到在明选两人去突破原因期时 宋寒生就带领扶修们提前布下了四方阵 他不得不佩服这群扶修们的脑子 他宁愿拎着剑直接上去干 四方阵开启后不止避水城 所有金光锁处之人都被笼罩其中 等夜翘的第二道天雷落下 被雷电波及到的魔族惨叫一声后 直接消散在天地间 断横刀剑撞咽了咽口水道 要不要这么夸张 他也是度过原因期雷姐的 可没有这么夸张的 四妙言喃喃自语道 还有更夸张的呢 要知道雷姐是一下比一下强的 现在毕竟才第二下呀 无数魔族你推我几的疯狂逃命 原本被众心拱跃的雲雀 一下子变得孤立无缘起来 他恨这群不动脑子的魔族 更恨闹出幺蛾子来的夜翘 夜翘想到这种名场面 雲雀必定会在 既然如此 他想要试试 传说中的世界意识偏爱的女主 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天道的雷姐 雲雀见他朝着自己而来 嘴里大叫着别过来 立马启动防御刑法器围绕在身边 他想冲向能庇护自己的男人 结果魔族少主跑得逼狗还快 谁都没料到 夜翘会直接拉着雲雀去挨着第三道雷姐 伴随着众人的惊呼声 雲雀凄烈的惨叫 差点将人耳膜贯穿 夜翘现如今 就是看谁不爽就拉谁一起挨披 目中兮的天赋仅次于夜翘 雷姐硬生生劈了他整整三天 每一下都疼得他打滚 他见小师妹全程脸上不见痛苦的表情 便疑惑地问大师兄 难道小师妹不疼吗 周行云拎着剑帮小师妹挡下魔族的攻击 很有经验地告诉小师弟道 别看小师妹表面上毫无波澜 实际上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 现在的夜翘全身都疼 但这会儿主城那么多修士看着 各种留影师掏出来对准他 头可断 血可流 逼格不能丢 他咬牙也得忍着呀 夜青寒拔剑冷声下令 走吧 下去帮他拦住魔族 修真界培养他们这么多年 不是让他们刚看着夜翘一个人应付这种场面的 云雀连滚带爬地躲在魔族少主身后 声音尖锐道 快拦住夜翘啊 他从没被天雷劈过 第一次被劈进是在夜翘的原因期雷杰上 他明显能感觉到境界出现下跌的情况 魔族少主也被劈掉半条小命 同是雷灵根 他的修为比夜翘高一个境界 结果他被劈得半死不活 人家还能活蹦乱跳 他咬牙切齿地回怼云雀 有本事自己拦去 接下来夜翘专门逮着云雀一起挨劈 事实证明气韵之女也怕雷杰 云雀一连被击中好几下后 修为立马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楚行之注意到 在第六道天雷落下后 第七道天雷紧接着下来了 他也忍不住担心道 这夜翘还能活吗 夜翘的雷杰恐怕没个三天结束不了 如果魔族想不出来相应的对策 接下来 等待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团灭 魔族的魔尊 还有妖族的妖皇被武宗的宗主给拖延住了 云雀怕再被抓去挨劈 也不想被魔族舍弃 他只能请鬼王前来帮忙 魔族少主听后也激动了 死死抓住他的胳膊道 有办法召唤他过来吗 那快召唤吧 云雀颤抖着指尖动用上了献祭的法子 他必须敢在第七道天雷落下前召唤出鬼王 不然别说魔族 他自己能不能活命都是问题 夜翘的注意力本来还在集结的雷电上 直到领域当中的小七再次迷迷糊糊地醒来 待他看到魔族那边云雀结印的动作后 他顿时明白原来云雀还和鬼王勾搭上 他突然觉得这件事有意思极了 既然不能一口气劈死女主 那就不停地给对方添堵吧 他要给对方一个专属惊喜 夜翘放开了一直压制着小七的束缚 既然人家这么虔诚地想召唤鬼王 他当然不会拦着 他就是如此人美心善的一个人 云雀瞥了一眼半空中即将到来的第七道雷结 愈发急切地召唤鬼王 许是他的信念感太强烈了 小七在领域当中哼哼了两声后 被强制性地召唤了出来 任谁被接二连三叫醒都会不高兴 更不要说性格本就阴晴不定的鬼物了 魔族少主见黑色浓雾漫开 眼里带着几分狂喜 看来这次召唤是成功的 那也就意味着眼前受制于人的局面会发生改变 黑色浓雾聚集 还不得对方现身 云雀便迫不及待地开口下令 杀了他 只要杀了夜翘 雷结就会消失 这场单方面的IP他是一点都不想忍受 魔族少主看着眼前的黑雾 莫名有种不安 他组织了下语言疑惑地问 是不是哪里不太对 鬼王的身材有这么矮小的吗 看黑雾化型的模样像是个小孩子 从领域当中出来的小七脸色极其阴郁 连续被吵醒好几次 罪魁祸首就在眼前 现在静还敢命令他去杀了主人 他从没听过如此不知死活的发言 夜翘靠近他们勾了勾唇脚笑问 悠悠 没想到吧 召唤出来的鬼王竟换人了 云雀死死看着那个小鬼 声音猛地尖锐问 怎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 这不是夜翘的那个小孩吗 自己召唤的可是鬼王啊 他出来干嘛 好不容易清醒的小七 终于想起来了他们是谁 眸光直勾勾地看着魔族少主 魔族少主想起昔日 被这小鬼穿透胸膛那一幕 直接一把狠狠抓住云雀的衣领 不可置信的大吼 召唤半天的鬼王 结果给大家召唤出来了夜翘的小鬼 小七本来就是杀起没有善恶观念 看夜翘没有阻挠自己的意思 毫不犹豫地就对着魔族少主出手了 毕竟魔族里面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少主 这一幕把清传们也看得瞠目结舌 目仲西芒问道这是什么情况 召唤半天竟召唤出来了小七 害他们严阵以待 亏他们还以为 魔族要动用什么底牌呢 结果搞半天 放的大招就是把小七召唤出来 然后手起刀落杀了自己人 血鱼低声感慨一句道 还得是魔族会玩啊 对说墙中自有墙中手 但同等境界下他无敌 牛逼了他的翘 真不愧是他家带人飞起的浪浪 叶翘的第七道雷杰 无差别地击中了四方阵内所有的生命 确切地讲出了魔族和妖族 也包括清传们 断横道暗骂了一声 几乎将所有压箱底防御型的法器 抛了出来保密 果然是众生平等啊 即便他们的位置靠得远 也不影响杀疯了的雷杰四处劈啊 叶翘操控把剑换成了金红剑 他是一把雷属性零剑 用他肚截起码不会被天雷劈得嗷嗷直叫 他趁着空隙直接扑到云雀身上 来要互相伤害啊 他不好过女主也别想好过 这一记下来 起码要把对方劈回金丹初七 云雀再次被压制的动弹不得 惨叫着陪叶翘一起挨劈 他都要疯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这又不是他的雷姐 天雷凭什么劈态 魔族这边心态全部崩没了 别说去就云雀了 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 说好的帮手变成了叶翘契约的小鬼 现在少主还不知道被那小鬼拽到什么地方去了 魔尊建在叶翘的天雷之下 数以万计的魔族和妖族倒地不起 更有甚者被劈的连渣都没剩下 他就提议妖黄用分身下去杀了叶翘 只有杀了他所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妖黄看着底下一种恐怖速度快速消失的妖族 他狠下心来割开了一道神石 利用分身去解决叶翘那个大麻烦 谢初雪也没想到这群孩子竟然能将妖黄逼到这种地步 分身相当于分走了本尊十分之一的实力 如果分身死亡 对本体造成的影响可是很大的 谢初雪也不敢打包票 再怎么说人家实力摆在那里 毕竟是妖黄的分身了 叶翘察觉到了有东西在靠近 虽并不知道来的是什么 但给人的感觉很不小 薛鱼听到有人在靠近 立马将戒子带内的山河图抛了出去 山河图杀伤力虽然不强 但却是个拦截对手的好东西 提前用来探查对方在合适不过 山河图展开的那一刻 薛鱼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拦截目标的模样 他认真观察山河图中的画面 然后默默地合上了他 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楚行之着急地问 到底怎么了 难道对方很强 薛鱼想了半想才到 对方确实很强 已经具有人的形态 是妖黄级别的 而且模样很丑 他一般不会贬低人的长相 除非实在忍不住 叶翘被劈得浑身疼 听到这番话后 他立马来了精神 利落地站起身 义正言辞地指责薛鱼 三师兄怎么能歧视别人的样貌 常明宗绝对没有样貌歧视的 薛鱼见小师妹 说着冠冕堂皇的话 便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亲自去挥挥对方 叶翘一点不带犹豫地 接过山河图 神师往里面探了进去 他才发现妖黄和魔尊 那次一样只是道分身降临 不用想都知道是冲他来的 待看清对方模样后 他也沉默了 薛鱼关心地问他怎么样了 叶翘这才彻底惊醒 班将山河图和尚 他连声大喊了好几次好丑 等三师兄把山河图和尚 叶翘才真正意义上松了口气 他其实并不是严控 可能是清传们普遍颜值高 导致他第一时间 没能控制住这种堪称人间真实的匪 他告诉其他人 薛鱼真的没有半点夸大 据说修为越高的妖族 长得越不堪入目 只是看一眼就让人感到了 强烈的不适感 这种恶心感隔着山河图 都能透出来 听得一清二楚的妖黄冷笑道 你真的很敢说呀 长明宗的叶翘 本黄记住你了 听到妖黄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没什么其他优点 就是很诚实呢 牧中西注视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妖黄 觉得这会有点装得过头了 估计很快会被打脸 果不其然 没意会半空中一道雷狠狠落下 将装逼未遂的妖黄从半空中劈了下来 叶翘传音给一旁的清传们 等会动手的时候 他可以带走妖黄 其他的就要靠他们自己解决了 听到他的话 叶青涵偏头冷静建议他 妖黄实力太强了 还是等宗主们来了再说吧 叶翘笑着道 大家别担心了 他还有底牌没拿出来 塔铃和领域 这两个东西他一个都还没用呢 牧中西一听小师妹要独自面对妖黄 还决定要带走妖黄 他立马炸毛道 那样实在太危险了 而且雷杰还没结束了 万一打到一半雷杰劈下来了呢 叶翘一脸无所谓道 那就让他劈 只要妖黄敢靠近 他不介意让对方也跟着一起体验下 被雷杰劈的酸手 叶青涵倒是觉得叶翘不一定会输 那毕竟只是妖黄的一道分身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叶翘那个奇葩领域还没开呢 妖黄的气势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上涨 在他的咆哮声中 连元英七十里的青船们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朝碧波城俯冲而去 妖黄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 叶翘可是有凤凰的主 赶在他冲到碧波城前 叶翘反手往上一抛 但金色塔便大后稳稳地压了下来 把战场上绝大部分的妖兽都给笼罩在内 祝忧见到那熟悉的鬼王塔 突然就想明白了 为什么二师兄会被叶翘带出来 原来神秘失踪的鬼王塔竟是被他拿走了 时刻分神观察着战况的长老们 也被这突然浮现出来的塔惊到了 月清宗宗主云恒不确定地问 那是传说中的鬼王塔呢 赵长老这会儿想咆哮都找不到人 只能干看着半空中这一幕急得跳脚道 这群小兔崽子们 他们可真能藏啊 神秘失踪的鬼王塔在必拨持现行 指定和青船们脱不开关系 在塔被丢出来的瞬间 塔玲感应到什么后 吓得尖叫一声问 叶翘 你把什么东西关进来了 叶翘找了个安全的位置躲好后 深吸了口气回答道 妖皇本体实力暂且不详 但至少两个宗主才能把他拦住 你别急丢进来的只是到妖皇分身而已 叶翘不等塔玲说话继续道 还记得规则吗 他还没定呢 那么现在他要制定规则了 第一条规则 所有进入塔妹的修为都压制到原因期 塔玲听他这么说后 也稍稍冷静了点下来 然后又开始担心道 就算这样的话 在塔妹他还是会被压制 叶翘起身闪躲开妖皇的攻击 准备利用熟知的地形拖延住妖皇的时间 他一边跑一边回答道 压制什么 他现在也是原因休士了 虽说墙中自有墙中手 但同等境界下他是无敌的存在 塔玲也别无选择只能认命道 如你所愿 但你得速度快一点 妖皇如果要冲破禁止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一人一妖皇消失的那一瞬间 谢初雪被秦范范踹下来帮忙 他显然来晚了一步 战场几乎被青船们所清空 唯独不见妖皇分身的身影 他忙问青船们妖皇呢 紧张的手心里直冒冷汗的薛鱼 结结巴巴道 妖皇被小师妹甩出的金色塔 给强行带走了 谢初雪发现他还是低估了叶翘 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 这些青船中叶青寒才是最强的 结果好家伙 叶翘现在都能直接和妖皇一换一了吗 此时的叶翘和妖皇 已经转战到他的万物生领域当中 妖皇正被接连不断冒出来的 流火与藤万岗抓狂 这到底是个什么鬼领域 叶翘试探性的捅了他意见 发现他全然不被影响后 立马失去的收剑头 不好意思 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大家都是好朋友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妖皇毫不客气的一爪子 冲他腹部袭去 谁你马和他是朋友 他冰冷的瞳孔当中杀意昭然若揭 有塔林帮忙压制妖皇的修为 还有领域的辅助 妖皇没办法靠近叶翘 反而被他压着打 对于妖皇嘲讽领域杀伤利弱 他表示无所谓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 第四个颜色结束的领域 对于妖皇说 他的领域是适合长眠的好地方 他表示万分赞同 他也没看过领域 最后一个颜色结束后的变化 他一直很想看看 所谓的抹杀到底长什么样 他兴奋地说道 尊敬的妖皇 请让他看看领域 第四个颜色后的威力吧 说完他就一眼不眨地 盯着领域的变化 妖皇惊恐地争大意 他发现自己在消散 化成一点点光芒 散在领域当中 植物们开始疯狂地 吞噬着他消散后的光 那道分身被抹杀掉后 原本和宗主们对峙的妖皇 立马受到了反噬 整个人吐出一口血 谢初雪捕捉到妖皇神石的动荡 他骤然站直身子道 结束了 大家都闪开 谢初雪在确保叶翘 没什么意外后才收回神石 旋即勾纯兴高采烈地宣布 和妖皇一换一后还是赢了 牛逼了他的翘 真不愧是他家带人飞起的浪漫 英雄使人进步 果然是有道理的 叶翘抱着小塔从领域中出来 就冷不丁听到小师叔说的那句 牛逼了我的翘 他面不改色地收下了小师叔 发自内心的夸赞 然后才淡定地问 师父他们那边解决了吗 细心的薛鱼一眼就看出了小师妹的不是 他贴心地塞给了小师妹 一颗上瓶补神的丹药 谢出雪摸了摸下巴开心道 本来是要僵持很久的 但现在不太一样了 妖皇分身被毁本尊 必会受到反噬 五宗宗主们肯定会抓住这个破绽 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 没过多久 一道强大的灵气 毫无征兆的对准夜窍等人袭来 谢出雪兔的笑容一脸 手中的福禄射出化成无形的墙壁 挡住了这次的攻击 待危机解除后他挥了挥手 像是迫不及待 想甩掉这群青传一样的 既然事情都处理完了 那么就打到回府哥找个踪吧 魔族和妖族就是不讲究 临走还要来炸上一波 慕仲熙好奇地问小师叔 妖皇怎么跑了 他不管云雀了 谢出雪男的好心情就给他解释了 分身被毁神识相当于也缺失了一小块 长时间不补全神识的话 他可能会变成傻子 这会儿哪有时间关心儿女情长那点事 化身为好奇宝宝的慕仲熙 又开始问小师妹了 你怎么做到毁掉妖皇分身的 即使是分身那毕竟也是妖皇啊 小师妹怎么越来越牛了 让他们都望尘莫及了 叶翘表示确切讲的话 妖皇不是他杀的 他的领域略微有些特殊 并不是一击毙命 但如果拖延时间够久的话 可以达到抹杀的结果 楚行之听后也乐了 妖皇一开始装得跟什么似的 阵仗搞那么吓人 结果到头来竟被叶翘的领域给抹杀掉 临走之前还恼羞成怒对他们出手 也真够丢脸的 叶翘觉得可能反派 都掌握了一套特殊的装逼技巧 杀人不留恒 爆炸不回头 能不能引领说 重点是要帅 血鱼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他不得不提醒小师妹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的雷结可还没结束呢 元英七雷结天赋高的 基本都是三天三夜 三人度元英七雷结 宁玄和苏卓的雷结倒是落个不停 看着半天迟迟不落下的天雷 叶翘凝视着天空 忍不住出言挑衅 还不落吗 再不落 猴子都快进化成人类了 天雷成的是天道意志 但在小七杀了魔族少主后 雷结酝酿的速度就变慢 望着半空中隐隐约约半路不路的金光 他心想天道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司妙言拿到过一次天道祝福 对这种意向有几分了解 他看了一眼叶翘然后问 这东西不是你最熟悉的吗 叶翘文言大胆猜测到 天道祝福吗 这是要给谁啊 肯定不是给他的 他的雷结都还没结束吗 现场杜结的只有苏卓和明玄两人 天道现在这么大方的吗 不可能吧 沐仲熙遥望着那两道欲落不落的天道祝福 他觉得那两个应该是顺带的 所以天道还在纠结要不要给 但他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为什么明玄每次都能精准蹭到 周行云开口安慰他 明玄破镜速度最慢 和小师妹境界同等 虽然这次他蹭不到 但下次还是有机会的 周行云不明白他都好言安慰小师弟 怎么他看上去更郁闷了 薛瑜倒是能理解小师弟的心情 他扬了扬眉道 明玄蹭就蹭了毕竟是自家人 月轻松的苏卓凭什么来蹭 谢初雪打断这群小鬼们 喋喋不休地抱怨道 他们俩可也是功臣了 明玄那小兔崽子的运气 看样子是真挺不错的 两次天道祝福都被他给蹭到 天道把两道祝福给了苏卓和明玄后 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夜桥身上 四周一阵电闪雷鸣 碧波城彻底沦为杜结场了 城墙地面被批得七零八落 谢初雪建议他们去找找 有没有落网之余 找到的话清理掉 虽然需要浪费点时间 但交给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他试图用人格魅力 鼓励这群小崽子们抛头颅撒热血 可惜周行鱼面无表情的低头 在那里装聋 记忆中最勤奋的 叶清涵说太开心了 所以低下了头 宋寒生表示他通过低头 来掩饰内心的自卑 谢初雪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明玄和苏卓一瘸一管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血鱼后眼睛都亮了 上来就扒了戒子带问有丹药吗 最好是那种吃了能止疼的 这么疼死他了 整整三天的雷杰 血鱼扒了两下翻出来了的瓷瓶 一整瓶丢给他道 天品疗伤的丹药 只能稳定境界 止疼的没有 雷杰披下来的疼痛渗入骨髓和体内 哪里是丹药能止住的 明玄接过瓷瓶真情实义地夸赞了对方一声牛逼 这么多天品丹药啊 他神神秘秘地问 难道你也去打劫薛家宝库了 竟然比他还勇猛 他就算哪也只敢挑上品啊 血鱼摆了摆手神色很自然道 这么多丹药都在传承之地放着 本来是用来考验青传们星星的 他倒好把上面摆着的丹药 全给顺手牵羊拿走了 被捆着的云雀 想趁着叶翘在杜杰利用法器逃跑 结果被几个剑铃看得死死 跑都没机会跑 他只能厚着脸皮去求那些认识的青传们 他猛地朝叶青涵扑了过去道 叶师兄救救他吧 他愿意被问剑宗处置 带他离开吧 他觉得落在问剑宗手里 总比落在长明宗手里要强 叶青涵语气淡淡倒 那是宗主们的事情 言下之意便是他无权插手 苏卓面对云雀恳求的目光 垂下了眼不作声 他想到了那道天道祝福 他也不傻知道这次天道奖励的到底是谁 可以说他是白占了长明宗的便宜 心如死灰的云雀崩溃的大声叫喊 在这个天赋至上的修真界 他想变强有什么错 在武宗天赋不够 就像是不配活下来一样 他这样做有什么错 苗苗被他发疯的样子吓了一跳 劝他不如先冷静点 叶翘当初灵根比他还差吧 平平无奇的中品灵根 现在不也靠努力成功了吗 云雀听后情绪更激动了 被叶翘拉着IP的阴影再度蒙上心头 他怒吼道 人家是天灵根 当然不需要担心会不会被赶出去 明玄直接一张符录贴他身上道 别听他废话 这个叛徒要交给月清宗处置吗 处刑之手里的剑一兽嘟囔了起来 交给月清宗 那不行 月清宗的处理能力 让人很担忧啊 问剑宗宗主一回来 就见青传们在那里嘀嘀咕咕的 就让他们去清理漏网之鱼 沐仲西文言摆了白手道 不是还有剑林吗 反正只是清理谁去不一样 剑林还不会感到疲惫呢 情犯犯来的时候 刚好听到他这番言论没好气道 剑林不是来帮你们善后的 不要把什么事都丢给剑林 沐仲西立马反驳道 不是吧师父 他们刚救了这里的人类 现在又要去打扫战场 那群修是吃白饭的吗 不想打扫战场的清传们 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 灵剑们之间也是有鄙视链的 在相性不合的情况下 也特容易打架 不见军就和飞仙剑对上了 一白一黑打得不可开交 段辰觉得不可以这么对女孩子 便想过去帮飞仙 他不插手还好 一插手朝夕顿时兴奋地问 段辰你很强吗 那不如来打一场吧 随后腾空拦截住段辰的去路 段水和寒霜不知为何也堆上了 血鱼被眼前的发展给惊呆了 他忙问小师叔 都打起来了 要拦吗 谢出雪一向看热闹不全是大 他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道 打呗 正好看看这群剑林各自的本事 楚行之阴阳怪气道 长明宗放这么多剑林出来 倒是嚎愧得很 沐仲西不客气地回对 毕竟长明宗有四个剑林 问剑宗嘛懂得自然懂 问剑宗迄今为止 也就叶清寒的剑能做到划行 楚行之直接被捅心窝了 想嘲讽回去 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嘲讽 周一则眼睛睁大了一圈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 说话都有些磕半了 打起来了 原来清传们私底下都是这样相处的 一言不合就让彼此剑林互相打一架 明宣大声吆喝了起来 来来来 吓住了吓住了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六个剑林乱斗 大家准备压谁 一块零石起步 吓住了吓住了 他压断尘和不剑军 思妙言语带微笑问 你们戒子带除了正经东西不带 其他什么都装饰吗 他压寒霜剑营 毕竟是在场唯一的女剑林 楚行之毫不犹豫地丢了两块零石 压断水营 他表示不瞎的都能看出来 断水才是最强的 明宣挑了挑没道 让他等着 看断尘接下来削不削他 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叶翘只觉得他们好吵 他顺势将金红剑抛至半空 他是所有灵剑当中唯一的雷系 他顺手借天雷淬炼金红剑的剑身 成风宗剑状低声感叹 叶翘可真是什么资源都想利用一下 这孩子抠抠嗦嗦嗦的精神还真挺值得敬佩 秦范范弯了他两眼 心想财大气粗的成风宗 当然不懂他们长明宗的苦 能够将资源都利用上 他们修真界就缺这种人才 贫穷使人进步 果然是有道理的 碧水宗宗主开始反思了起来 他觉得是不是对清传们太大方 导致其他清传没有夜窍的脑子赚得快 秦范范想了想后建议到 以后谁敢违反门规 就扣他们的灵石 反正常明宗没有灵石 清传们也将门规当空气 这个建议他提的纯属 站着说话不要疼 问剑宗宗主觉得言之有理 点头表示赞成 堪称一举两得 并不知道灵石已经被私自扣下的清传们 正在热火朝天的下注 其中断尘和断水的呼声最高 血雨同情地看了一眼 还在努力挨批的小师妹 最终不见均以他的形态多变 偷袭手段层出不穷 阴险下注且不要脸祸上 听他说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都是跟历代魔尊们学的 几个宗主都面面相去 秦范范转头望向弟子问 那个黑色棍子还有这种癌厉 血雨心虚地低头道 大家都以为您是早就知道的 秦范范心想他知道的毛线了 这也没人告诉过他呀 夜窍那个黑棍子 竟然是历代魔尊的配件了 天须是人家的事情 自信是他们应得的 成宗宗宗主开口提出了疑问 魔尊的剑为什么会到夜窍的手里 他倒不是怀疑什么 而是纯粹的好奇 血雨耸了耸肩 表示关于这个他也不清楚 一旁的穆仲熙激动了 他知道经过呀 立马把当初和小师妹宋寒生 还有断横刀四人 一起困在妖兽肚子里 最后小师妹得到了夺损的事情 巴拉巴拉的全都说了出来 秦范范觉得脑子有点不太够用了 他们四个在一个妖兽肚子里待过 难怪大笔石小翘时不时提起这事 他还以为他们有什么不得了的情谊 合着特么是真在一起呆过呀 听人问起宋寒生是怎么回事 穆仲熙就得意道 他当时见北 非要招惹妖兽来攻击他们 后面自食欺果呗 其实那时候他们蛮像四胞胎的 说完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老实说 他现在特别像是个傻子 周行云嫌他太丢人了 一只手死死捂住他的嘴 强制性让他闭嘴 四个青船被妖兽吞进肚子里面 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 明玄意味深长道 原来是四胞胎啊 宋寒生断横刀 这么多年在月清宗和成峰宗卧底 委屈你们了 要不考虑一下回归长明宗呗 对于他这阴阳怪气的调侃 宋寒生和断横刀两人都懒得理会 断横刀表示如果早知道那是魔尊的剑 他也会去拿的 但那时候 这个棍子实在是有点诡异 夜翘三天的雷劫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他一直警惕着空中的雷劫 直到冷布丁被飞仙剑撞得满怀 才注意到他的不对劲 他想丢开飞仙剑 怕飞仙剑扛不住雷劫 问剑宗宗主却给他传音 让他握紧飞仙剑 虽不理解 但他下意识一言照做 在最后一道雷劫降下的瞬间 他赶紧将飞仙剑揽在怀里 免得这个剑铃直接被雷劫劫散 一旁观看的沐仲熙兴奋地大喊起来 快看快看 小师妹在发光 这会儿半跪在地上的夜窍 清晰沉稳的话 飞仙剑有着欲强则强之称 剑主突破境界后 他也会随之变强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的状态很不稳定 宋寒生眸光落到那团光运上 猜测他状态不稳定 或许是强行划行的后 楚行之忍不住低咒了声 喃喃自语道 得想个办法 刺激一下这个剑铃 他比谁都希望飞仙剑能划行 不管怎么说 当时是因为要救他 飞仙剑才强行划行的 连其他人听了 都有种分分钟 抱起给他一拳的冲动 更别提当事人飞仙剑 他的温度变得更加灼热起来 看来这激励的效果很好 叶翘等到了天道祝福落下 还是没等到飞仙剑化行走 还差一点 他沐浴在祝福当中 这次的祝福是剑法 睁开眼后就见祝福的光芒 与怀里飞仙剑的光 纠缠成一起 周一泽满脸疑惑地问 那是什么剑铃 像是一团灼热的光 楚行之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开始跟着瞎激动 抓着旁边的周一泽安利道 快看快看 那是飞仙剑了 叶翘的第三个剑铃 当初灵剑榜第一剑 可是光属性灵剑了 周一泽差点被晃晕 他情不自禁地发出灵魂疑问 所以在大笔结束后 问剑宗剑窟就被叶翘一个人给打劫了 连着三把剑 他很难不怀疑问剑宗剑窟到底遭遇了什么 秦范范狠狠拍了拍额头 差点忘了天道祝福那一茬了 天道祝福如果能把握住的话 不视为一次大机遇 一道祝福就足够飞仙剑化形了 渺渺看着化形后的飞仙剑 整个人都惊呆了 比起其他剑铃的实体 它更像是一抹团摸不到的光影 还是一碰即散 毫无杀伤力的那种 真是好温柔的剑铃啊 谢初雪唇角扬起初起搜竹一岛 飞仙 要和他们再打一场吗 秦范范文言就准备 撸起袖子垂不靠谱的小师弟一顿 让他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了 教坏小孩子 叶范文言也从地上站起来 拍了拍几乎破败的衣服 指责其小师叔的不靠谱来 说他只是想看热闹而已 谢初雪笑盈盈地回望他 表示这只是他身为长辈的诚恳建议 楚行之情不自禁地露出个灿烂笑容 觉得剑铃应该打不起来 飞仙剑的性格看着就很温柔 单凭之前他强行化形帮叶范就看得出来 这个剑铃性格极好 祝优看了他一眼淡淡出声道 开始搞起事情来 他笑着道飞仙剑打爆他们 见飞仙单挑两个剑铃后还能全身而退 问剑宗宗主微微站直精神抖擞的剑银 要打的话还是分组吧 这么多剑铃总要分出个大小往来 最后寒霜和断水被分到一组 不剑军和朝夕一组 飞仙剑和好脾气的断臣一组 这个分组就很有意思 生怕这群剑铃们打不起来吗 银还是不剑军最阴 他提议先干掉飞仙这个难缠的 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四个打两个的那一幕 两个牵制一个 一前一后的围攻 飞仙和断臣的行动完全被限制 一旁看戏的叶清涵也不能确定这次谁能赢了 毕竟每个剑铃拎出来都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应该是一场很长的拉锯战 沐仲熙发现了重要的一点和大家分享 小师妹的剑铃都是群好战分子 即使是看起来最温柔的飞仙剑也不例外 都说物似主人行 看来这话有道理啊 没多久各色剑铃爆发的剑气 混杂在强烈的白光下 这是直接开始混战了 叶翘张望了两眼一声感叹 好乱啊 在强烈的白光之下 根本看不到内部情况 祝优碰了碰二师兄道 看看吧 就说你对女孩一无所知吧 楚行之思索片刻后才开口 飞仙确实不计仇啊 毕竟他有仇当场就爆了 祝优欲言又止 二师兄这是又准备粉一个了 二师兄粉人的时候是真的挺可怕的 他想了半天觉得还是随便吧 只要二师兄开心就好 不就粉个剑吗 多大点事 一场乱斗以所有剑灵不分 敌我的同归于境结束 不见军立马来到叶翘身边 委屈巴巴道 好疼啊 翘翘 刚才那一团光里面 他们都欺负弱小的他 实在太过分了 在他说完后 飞仙的影子突然就变得愈发透明了 比起他这个嘴上所谓的疼 老实说飞仙的状态显得更虚弱 不见军就知道 那个该死的白连剑又在搞事情 飞仙无声地嘲讽了回去 丑东西 叶翘是真看不懂两剑的眼神交流 就选择一个都不搭理 飞仙剑弯着眼睛凑近叶翘 声音柔和道 很高兴认识你啊翘翘 不见军和寒霜文言对视一眼 都开始找剑准备砍死这个壁尺了 叶翘看看这个 再瞅瞅那个 摸了摸下巴思索 或许他该去万能的论坛求助一下 回宗后 被吵得睡不着的他 连夜上论坛虚心求叫 家庭不和谐该怎么办 显然现在没人理会他这种无聊的问题 大家讨论的焦点都在魔族里面 竟有个月清宗清传 八大家嫡系都听令与叶翘 庆功宴将盛大举办 庆功宴的事情 秦范范一早就通知了他们 让他们到时候准时参加就行 据说邀请了不少世家嫡系和高层 除了叶翘是第一次参加 其他人倒是司空见惯 都兴致缺缺的 明选表示庆功宴什么的 都是必备流程没什么意思 因这次事件圆满的解决 想败入宗门的人数翻了一倍 导致长老们很重视 让他们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的发言 叶翘不敢置信地问 还要演讲吗 干嘛 难道还要给他们颁个讲什么呢 周行云看向小师妹倾咳了两声 不知道想到什么人笑道 毕波城的城主为了表示谢意 准备送给你一个牌匾 叶翘想象了一下那场面 可以预料到其他几宗到时候 笑得得有多大声了 幸亏他没什么羞耻心 他请教大师兄需要说 得此殊荣不胜荣幸之类的场面话吗 周行云立马纠正道 不对 是殊荣不负你 连向来稳妥的薛鱼都赞同地点头道 谦虚是人家的事情 自信是他们应得的 朋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没文化不可怕 就怕没文化还出来瞎显办 明轩一想小师妹是头一次参加这种 五宗正儿八经的庆功宴 他就开始传授经验道 到那里就是全程吃吃喝喝 然后回对几句看不顺眼的清传和嫡系就好 薛鱼这次也点头肯定了对方的话 以前每每宴会都是互相攀比与嘲讽 他对小师妹道 也可以理解为八大家和五宗之间 一年一度的吹牛大会 秦泛泛说到做到 对这次的事情做了总结后 就给他们五人放了假 虽说是给放了假 但他们真想摆烂也是不可能的 长老们轮流上阵指点他们的不足之处 叶翘和穆仲熙这两小只最惨 真是天赋越高 承受的也越多呀 他们都想呐喊了 这份沉重的爱他们不需要了 段宇长老见他们竟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的 他表示很满意 特别是叶翘的躲闪能力和穆仲熙的抗奏能力 都得到了直线上升 在两人的盼望中终于到了庆功宴那天 素来安静的长明宗也热闹起来 青传们被安排去当了吉祥物 连试图出去躲清静的周行云都被抓了过去 见问见宗叶清函几人来了 五人立马上去和他们热情地握手 把他们吓了一大跳 以为五人又吃错药了 处行之无比诚恳地建议五人正常点 这个样子他们有点害怕 明轩文言就不开心了 立马嫌弃地甩开手 他表示要不是长老们 让他们对大家态度友善一点 当他们愿意这样 穆仲熙也在那里咬文嚼字道 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朋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没文化不可怕 就怕没文化不自知还出来瞎显摆 祝悠笑看了他一眼后回怼 那真是谢谢你 一大早上就要来诛了他们 他觉得跟抽风的人没什么好聊的 就不再多言直接进场 等到所有世家全部入场后 叶翘等人才得以解放进入宴会 找到了个偏僻的位置 五人借此往后一躲 观察着这次前来庆功宴的 世家嫡系和清传们 楚行之找了半天 都没看到叶翘他们的人影盲问 常明宗的人呢 朱优指了指最后面的位置道 他们在哪呢 叶青涵也是一脸压一刀 还以为他们会去前面出风头 真没想到他们这次竟会如此的低调 朱优一副了然的样子道 他们窜多走那么多嫡系本就不占领 这个时候出去当出头鸟 是生怕那群老东西不记恨他们吗 他们可精明得很呢 庆功宴上 摆在暗机上的除了灵果就是灵酒 五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穆仲熙提出了他的疑问 他一直想不通妖族到底在搞什么鬼 叶翘精准地将筷子戳进灵果后才开口的 如果想知道答案那只能去找云雀了 但他又被小师叔带走了 明玄接话道 小师叔但凡靠得住 母猪都能上述 就他那神神秘秘的作风 谁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 周行云表示事情没那么简单 妖族绝对不可能因为所谓的儿女情长 而选择和修士开展 除非妖皇是兴风 但看他那状态明显是正常的 血雨垂眸低声问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哪里 修士地界到底有什么值得他们觊觎的呢 叶翘开始回忆起所谓的小说剧情 小说讲得太笼统了没提过这事 妖族或许想找什么东西 他们之前对修士的地盘可从来没有任何兴趣的 穆仲熙做了最后的总结 妖族不是要找什么东西 就是想搞点什么事情 明玄表示他们分析了半天 不是分析了个寂寞吗 说完他就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 开始叹气了 庆功宴上没人知道 长老们在和八大家家主争执些什么 直至躲在角落里的叶翘突然被叶家主点灵 当他被质问八大家嫡系同时失踪一半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的时 他便笑盈盈地站直身子道 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好 但还真不是他做的 叶家主明显不相信他的话激动地反问 不是他还能是谁 难道还能是叶家自己人做的吗 长明宗今年拿了大笔第一后 真是愈发的无法无天了 见他还想继续长篇大论地指责下去 叶清涵就站起来承认那是自己做的 场面顿时一静 叶家主愕然地看着这 叶家一直引以为傲的麒麟子 不敢相信这会是正道第一 坚守规矩的他做出来的事情 叶家主声音里透着威压道 清涵 有些话不能胡说 这次事情和你无关就不要掺和 叶清涵明显没听懂他的暗示 他一脸正直地表示就是因为和他有关 他才实话实说的 不然他也懒得掺和这事情 他的回话把叶家主噎个半死 叶家主不想和自家嫡系争论这种事 他只能转移话题道 就算叶家人是你带走的 那么其他几个世家总归和常明宗脱不开关系 宋寒生看了叶清涵一眼后 他也站起来大方地承认 宋家人是他带走的 请客间两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叶翘挑了挑眉心想 卧槽 没想到都是牛人了 敢正面和八大家这么刚地说话 真是厉害 明玄举手表示明家的人是他带出来的 周行云低头抽掉了剑鞘 断成两个撰刻的小字便录了出来 他语气平淡地问 周家的人是他调走了 还有问题吗 薛瑜就顺势提出了解决办法 要不把他们全部关起来以示成见 正好大家在地牢里团聚 这时月清宗宗主站了出来提议道 要不就把他们都关禁地如何 关个半年 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在里面反思毁 问剑宗宗主竟第一个出声反对 不行 还是少让他们进禁地 这样对大家和禁地都好 别再霍霍禁地了 再好的禁地 都架不住他们时不时进去溜一圈 赵长老想到什么后当即改口道 既然如此可以把他们关进八大家的地牢里 叶家主既然要惩罚他们 那就没必要关在武宗的禁地里 周家主听后立马跳出来表示 不行 他不同意把他们关进八大家的地牢里 这一次 八大家和武宗难得统一了战线 绝对不能再让他们把禁地和地牢给霍霍没了 暴脾气的段玉长老冷笑一声问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们想要怎么样 他心知这事的最后结果只能是轻拿轻放 周家主耿着脖子辩驳道 只是妖族和魔族前来进犯而已 武宗都处理不好 最后还是这群清传嫡系们解决的 那是不是可以怀疑一下 武宗的处理能力了 楚行之忍无可忍地回嘴 你瞎了呀 那天碧波城的雷劫没看到吗 光光地往下砸 别说魔族妖族了 就算你们过去也一样 也得被批得连爹妈都不认识 问剑宗宗主冷冷提醒了他一句 楚行之闭嘴 周家主不音不扬地来了句 问剑宗的吗 剑宗向来以门规言苛为准 现在看来传闻有待证实 穆仲西插了句嘴道 传闻听听就得了 你不会还真信了吧 这玩意又不可信 他们还说常明宗都是群老实人呢 周家主心想叶翘没来之前 你们不就是一群被人欺负的老实人吗 他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 别仗着天赋就变目中无人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 武宗的长老们都是互独子的 看着长老们一个骂八个的名场面 明玄突然感慨道 合着赵长老以前没骂他们 对他们已经是真爱了呀 见小师叔过来了 叶翘便好奇地问 云雀那边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杀应该是没杀 不然不会这么风平忘静的 云雀的身份也有些特殊 落水手里都棘手得很 谢初雪笑眯眯地走到他们下手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 他恬不知耻地混入了清传队伍中 他表示已经把人关起了 血雨疑惑地问小师叔 不能直接杀掉吗 留着他像是个变数 还是很危险的那种 谢初雪先布了个隔音阵 隔绝了那些人想偷听的机会 然后才无奈地开口 现在还不可以 他毕竟是气韵之女 等他的气韵逐渐流失后 捏死他就简单了 血雨只能压下失望继续打探 妖族是想找什么东西吗 他们已经几百年 都没踏足过修士的地界了 没道理会突然脑抽和魔族合作的 听谢初雪说 或许可能这种不确定的话 真让人有些抓狂 叶翘就当他老人家是默认了 那么他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能透露一下吗 谢初雪本来不想告诉这群人的 想了下后还是决定给他们点暗示 并敢用留影实录他去卖钱 他同意了吗 分成和他商量了吗 谢初雪觉得眼前这五个祸 时而聪明的警时而又笨得过分 现在又莫名的自信过头了 他只能透露的更多一点 明示他们今天还会有别的客人到场 听小师叔说 还有其他的客人 身为世家子的名权立马坐直了身子 心想能被这么多高层接待 那位客人的身份想必是极高的 忙问客人是哪一族的 谢初雪知道就算他现在不说 等会师兄也会过来通知他们的 所以他不介意的提前告诉他们 是龙族凤凰一族都快绝后了 龙族依然还是一方霸主 周行云威亚的问 难道是传说中傲慢的龙族 叶翘坐了的类比问师兄们 龙族比宋寒生还看不起人吗 薛鱼沉思了下才道 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他们虽没和龙族打过交道 但龙族傲慢的传说已深入人心 毕竟无风不起浪漫 谢初雪总结了一下道 没错就是龙 他们有来自上古灵兽一族神秘的味道 秦范范在庆功宴上没见到小师弟的人影 结果这次竟然和小孩们挤一桌了 他将人给拎起来粗鲁地说道 神秘奶奶的腿快滚去和八大家交涉 他深知只有五尺才能打败五尺 赵长老几人虽然不落下风 但只有谢初雪这种脸皮厚的 才能打败八大家那群无底线的老东西 秦范范扫了一眼叶翘五人 给他们布置了个任务 等龙族小太子来了后 让他们前去谈判 也正好顺便练一练他们那脆弱的小身板 叶翘明白事情记忆定下 便在无更改的余地 就问师父万一遇到危险他们该怎么办 秦范范让他们带好预解 时刻保持联络 明轩不满的撇撇嘴 心想师父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小气 怎么不别点实际的东西 他直接反问道 真遇到了危险 难道你老人家还能从宗门飞到龙族 秦范范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虽然身体失去不了 但灵魂永远与他们同在 他干咳了两身后又倒 到时候会给他们提供指点的 叶翘从巨大的打击当中略略回神 言辞无比诚恳地告知秦范范 发现他很像是封建社会剥削农民的地主 恨不得将他们往死里压榨 秦范范总觉得听着不是什么好话 一脸迷茫地问他那话是什么意思 明轩立马很上道地表示 小师妹那话是在夸他们 秦范范点了点头就往上手的位置走去 他还没坐到位子上就听到小师弟在开队 是对清传没有什么不满了 他们能赢就是本事 你们的无耻已经没法掩饰了 叶家主立马提出了质疑 所以是怎么赢的 那日的雷杰到底怎么回事 段宇长老早已经不耐烦了 他本来就不擅长打嘴仗 冷冷地拔剑道 雷杰还能是怎么回事 废话怎么这么多 再避避信不信直接削你们 叶家主也是个实打实的剑修 当即也冷笑道 起码他们有权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据说当时还出现了消失不见的鬼王塔 这就有意思极了 碧水宗宗主也不耐烦道 这么想知道 当时起到作用的除了清传们 功劳最大的就是叶翘了 把大家非要揽这个功劳的话 那可真是老脸都不要了 谢叔雪看他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便抬手示意双方都别吵 他让他们去修真戒论坛看看 有人在卖那天的刘颖石 原本正看戏的叶翘 文言打了个机灵跟弹簧式的站直了身体 这踏马谁录的 刘颖石这玩意儿 录谁谁射死 竟敢录他去卖钱 他同意了吗 分成和他商量了吗 见刘颖石中的画面 被清晰地投影了出来 楚行之撇了撇嘴道 早就说过了 那天的雷杰很吓人的 碧波成那碗亮如白昼 每次的雷云都让人怀疑会死在雷杰当中 见那天的女兄们大声叫嚷着 叶翘叶翘你最帅 大汉们不甘示弱地大喊着 爱你爱你宋寒生 宋寒生万万没想到射死的还有自己 差点被一口清酒呛死 楚行之站起来拍桌子大声问 凭什么宋寒生有这么多难修表白呀 难道他们不好看吗 叶翘凭的是实力 宋寒生凭什么呀 宋寒生闻言也挠了紧跟着拍案道 要是想要这表白 那就拿去送你了 楚行之想到那疯狂的场面 若无其事地坐了回去 表示那倒也不必 他并不想要那么多难修 在那里大喊他的名字 女修们来喊他的名字 还能考虑考虑 叶家主的注意力 都在投影中的鬼王塔上 他不可思议地问五宗长老们 那一日鬼王塔消失 就是叶翘的手柄 别说他们猛了 连赵长老也不知道 小丫头是什么时候拿到的鬼王塔 但他反应极快道 小翘啊 原来那个大好人就是你啊 真是做好事不留名啊 叶翘听后想了想回应了句 还行吧还行吧 也就一般一般 赵长老也被他谦虚地画整了一言 怎么从这兔崽子嘴里吐露出来的话 听着更像是挑衅了 谢初雪突然大声道 哇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 拿走鬼王塔的叶翘啊 明璇也立马附和小师叔道 没错没错 他就是传说中的叶翘 两人默契地一唱一和 见小师叔冲他眨眼 叶翘瞬间领悟到对方的用意 忍不住感慨 没想到看上去不正经的小师叔 还挺会算计的 原来人情还有这样的用处啊 碧水宗宗主发出意味不明的感叹 能在历练当中 让这么多世家欠下人情 也是挺厉害的 不过这小崽子的嘴也是真言实啊 叶翘在一片道谢声中 艰难地走了出来 怀里被那些热情的世家们 塞了不少的领 法器和丹药都有 都还挺实用的 带到他从人群里面出来后 沐仲熹朝他招招手 示意他快过来听课 血鱼正在给他们普及常识 龙族通常来讲居于水域当中 里面危险地方有深渊之地龙侠等 既然是去谈合作成衣要给族 对龙族的小太子要尊敬一点 秦范范等庆功宴结束后 无比诚恳地对他们道 这次真不是要压榨他们 到时候会有一场宗门的团队比赛 哪宗实力最强 哪宗就负责保护龙族小太子 谢初雪马上接话道 月清宗那群扶修不足为据 碧水宗更没希望 成峰宗就两个剑修也同样排除 他们的对手就只有问剑宗 加油吧孩子们 看好你们 昏昏欲睡的叶翘反问道 人家五个剑修呢 他们怎么打呀 谢初雪坍坍手表示 那就是他们要思考的事情 他们不是都挺能搞骚操作的吗 加油 小师叔相信你们可以的 这心灵鸡汤是不要钱的给他们灌输啊 叶翘懒懒散散地晃晃手 示意他知道 第三日清晨 所有清传们都被叫了出来迎接龙族太子 在他们以为会见到一条从天而降的巨龙时 却看到了一个年纪大概在十二三岁的小孩 剑只是个小孩 楚行之刻薄地吐槽了一句就这 他还想再说点什么 被长老们一眼刀子给邓老师了 明璇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小太子 偏头问旁边的薛宇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族吗 沐仲熹同样诧异地问 原来他是个人啊 还以为他和肯德基一样是兽类呢 叶翘表示很难想象 他竟然真是个人 龙族小太子耳力敏感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那两个说话最难听的清传问 他们是谁 听到两人都来自长明宗 他便第一时间将长明宗从合作对象里给剔除掉 见清传们对龙族太子都不以为意 周行云冷不丁出声提醒众人 人家的修为是原音后期 楚行之文言目光一转问 真的吗 苏卓也插了句嘴道 就他吗 叶青涵肯定地点头道 是的 他的实力很强 叶翘听后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问 确定是他需要他们的保护 血液用力地晃了晃小师妹 示意他打起精神来 告诉他重点不是这样 谁不想要和龙族交好呢 现在是关面子问题 在自家场地绝不能输给其他宗 赵长老在后山练剑场等清传们全到其后道 所有场地一旦损坏 十倍赔偿 应该没有哪个清传想留下来赔钱 对吧 龙族太子也留下来准备观看他们的比赛 目光落到问剑宗清传们的身上 他更看好这个宗门 比起之前那个奇奇怪怪的宗门 这个显得正常许多 秉着不懂就问 小太子看向正经人叶清涵问 他们是修真界最厉害的修士吗 叶清涵语气淡淡地回道 不是的 不排除有些天赋异禀的散修 但是年纪小的 实力较强的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小太子误了 表示希望他们宗能赢 毕竟不管怎么看 问剑宗都比常明宗的靠谱 叶清涵点点头表示感谢 他已经开始分析起彼此的实力了 最后发现能和他们宗争一下护送任务 也就只有常明宗了 叶翘示意师兄们将脑袋凑过来 他随后低声说了几句 最后表示叶清涵交给他来保定 穆仲熙想了想到 他来牵扯助楚行之 除了祝优外 还有那两个剑修 配合起来很难搞的 都交给大师兄没问题吧 周行云疑惑地问 不是说他们的实力一般般吗 穆仲熙表示单打独斗确实挺一般的 但他们俩配合得极好 两人联手情况下能完成越境反杀 之前看过他们联手对肥妖兽的场面 见他们神神秘密地在商量着什么 叶清涵错了促没道 大家都小心点叶翘 尽量先解决掉他 祝优疑惑地看向大师兄问 就这么讨厌他们 叶清涵表示自己只是从客观角度分析 他很麻烦 不过常明宗有个单修 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占优势了 一想到单修确实是修真界的规保 但在打斗当中可完全不占优势 楚行之不免又扬起脑袋大声道 这次问剑宗碧莹 双方的对话都被在场修为高地听得一清二楚 段玉笑道 这几个兔崽子 商量半天合着这么不将单修放眼里 看来这次比赛有意思了 这次比试的规则是 剑林不得出 领域不许开 公平对局 叶清涵看了叶翘一眼后冷冷开口 他一般是不会输的 叶翘勾勾唇漫不经心道 他一般也不吹牛 在他说出去的时候 一般就已经赢了 莫了还用恶心巴拉的语气来了一句 叶清涵加油压 叶翘发现小太子很喜欢观察修士们的相处模式 便扭头和二师兄道了句 说起来说话时带上一句鸭 会显得很友好 小太子愣了愣 默默记了下来 欺骗老实人他就这么快乐吗 小师妹突然转头说 加上的鸭会显得友好 明璇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心想他这句话是认真的吗 还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算了想不通就不想了 到最后由于其他三宗选择弃权 龙太子也没想到长明宗 竟有实力能和问剑宗一较高下 他神色复杂地对叶翘五人道 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等实力 沐仲西听后不悦地扭头纠正他 别一口一个你 他们是长明宗的 他们可是这次的大比第一呢 小太子想起了父王平日的教诲 让他不能与强者为敌 他又想起了刚刚叶翘说的话 为了表达友好 他点头表示他知道呀 明璇文言先是一愣 玄机差点笑趴在地上 他现在可算是明白 小师妹说那句话的用意了 真是想不明白 欺骗老实人他就那么快乐吗 不过说真的仔细品品 确实蛮快乐的 底下的交流 自然逃不过上手宗主们的耳朵 秦范范欲言又指道 这小太子说话怎么这么蠢 当然最后那个蠢字 肯定是不会发出声音来的 问剑宗宗主看了看底下的那群弟子 物质推理了片刻后得出结论 那一定是跟叶翘学的 反正遇到不对劲的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叶翘 他忙嘱咐旁边的修饰 这几日让小太子少和叶翘玩 上了比赛台后两宗各自站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杭明宗竟然将血鱼丢给了明璇保护 常明宗的做法 还真是永远出乎人们的预料 秦怀理性地分析道 常明宗这次不占优势 周行云需要一打二 叶翘对上叶青函 明璇还要拖着个单修 也只有沐仲熙的处境稍微好点 但他和楚行之也就是打个平数 谁都奈何不了谁 断横刀立马反驳他家大师兄 那可不一定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气修和单修的作用差不多 否认了单修的作用 那不就等同于否认他们气修吗 沈紫薇摸了摸下巴表示 也不知道常明宗这次的策略是什么 反正他们挺会玩的 希望他们这次还能赢吧 最起码这个机会 不能平白让给问剑宗 宋涵生眉眼垂落思索了起来 把单修丢给一个扶修保护 难道是在故意挑衅 这是他能想到的常明宗唯一的用影 就知道他们不恶心一下 对手便浑身难受 叶青函手握断水剑 常见一落拦住了叶翘声音冷淡道 他的对手是自己 问剑宗剩下的两人组也是很难对付 单论各自实力确实是很平平无奇 但在联手的情况下却能越解答 周行云一打二 也没法做到迅速决出胜负来 明璇一脸苦不堪言地走上台 看到对手是祝优他脸色就更不好 人家不仅实力不弱还冷漠果断 一上来就直接提剑打他要害 随着手里的防御符被落水剑接连砍落 明璇便抽空和薛宇短暂地交流了一番 他诚恳地开口道 你去死吧三师弟 放心吧二师兄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血鱼飞快地回了剧 真的谢谢你 刚开局就让他去死 但他还想挣扎一下 叶清涵真心很想赢 所以上来就没有留守 叶翘一开始就运用了预知系的传承 率先进行防御 剑气灌满手中的不剑军 黑色细丝将剑来的剑气格挡住了 剑决方面两宗队有特点 周行云用的才是最贴合长明宗祖师的剑仪 他的一剑清风明月 轻盈凛冽的剑气将两个剑修打至边缘位置 成风宗宗主难得好奇地问 有点奇怪呀 长明宗祖师竟没有选择叶翘 这种情况也不知该说叶翘幸运还是不幸 连自家祖师爷的传承都拿不到 祝优并不将血鱼放在眼里 只要最麻烦的明玄出局 叶翘这个被划分到剑修阵营的 并不被允许使用俘虏和阵法 那接下来的比赛就会好打许多 血鱼左躲右闪规避着戳过来的长剑 明玄折扇一盏在指尖微晃 转刻的咒印分别射了出去 攻击力强大的咒印四散将祝优打伤 祝优神色威宁静忘了还有咒印这事 这就是他厌恶复休的点 手段简直是层出不穷 他恰好剑绝白色剑影成形 做好一次性送两人一起上路的准备 目光四处乱飘的明玄突然大喊了一声 血鱼动手 一个单休动什么手 难道是砸他们吗 祝优立马警惕起周围的动静 以免血鱼会猝不及防冲上来砸自己脑袋几下 直到一直平静的神识传来尖锐的刺疼 他才意识到不对 但已经被俘虏劈头盖脸的砸了一脸 锐利的俘虏化为几道疼万猛的收紧缠住他的手 祝优手里的剑断的死死了 爆发出剧烈的光想要挣脱俘虏 等的就是他用剑绝长剑脱手的那一刻 待他意识到情况不对时 明玄已经愉快地抱住落水剑了 祝优立马明白了长明宗这次分组的用意了 降低他们的警惕性 再抢走他们的短命剑 他从戒子袋掏出久违的玄剑冷声道 你们死定了 段宇长老亚然道 刚刚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识攻击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了 谢朱雪笑了一声道 所以说千万别小瞧丹修嘛 无害的丹修 特别是元英七后的丹修们 神识可是具备极强攻击性的 叶翘一直处在被动防御的状态 叶青涵不准备给他太多操作的空间 将人逼至比赛台边缘 杀起四野 就在此时 鄙视台上冷不丁发生神识动荡 在问剑宗五人动作 齐齐被干扰的那一刻 叶翘当即一击打中叶青涵的腹 灵气灌入下压 清风觉第五式的速度太快 这道剑爵威力过猛带动断水剑脱手 正和楚行之缠斗的穆仲熙 就见他踏清风一踩借力踢中楚行之的胸口 一个侧扑就往断水剑的方向去 接着又是一个利落的踢腿后倒 小师妹快接住 叶翘抢到断水剑后就顺势往低上一堵 一道剑光宛如雷霆霹雳落下掀起刺眼的寒毛 他手腕一动 断水剑截停住那八道的剑起 失笑一声道 怎么 恼羞成怒了 见断水剑在叶翘的手中格外老实 楚行之的脸都黑了 可恶啊 区区断水剑竟然也敢背叛大师兄 那几个人商量了半天 竟然是打算抢他们的本命剑 龙族小太子表示学到了学到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 他赶紧将这个知识点记在脑子里 团战时要先抢敌人的剑 让敌人无剑可用 唯恐武宗名声在无端被害 问剑宗宗主淡淡解释 事实上武宗也只有长明宗是这样做 听楚行之骂他们无耻 慕重西朝他挑衅的一勾手道 哎呀 本命剑就在小爷手里 抢到就算你赢 他可得牵制住跟个疯狗一样 不管不顾的楚行之 两个传承相同境界 也一样的清传 他们的正面较量 引起了不少长老的注意 两人全权不留情 听着都让人牙酸 小太子诧异 他们竟都得了龙族的传承 叶清寒一直防着叶翘 会对自己下狠手 谁知人家这次选择 和慕重西一起联手抢剑 看着腰间不知所踪的本命剑 他平生第一次生出 想骂人的冲动 看着两人纷纷得手后 赶在珠悠的剑光抵达之前 血雨火速地举手翻身下台道 认输了 走得内叫一个干脆利用 没了血雨拖后腿 明选脸唇笑道 来来来真当爷爷怕你不成吗 只见他踏青锋一蕴 手握四张符路 丢下一道阵法符 带到祝优刚迈开一步 脚下又升起了杀阵 现在不止祝优在抓狂 叶清寒也同样身在 被长明宗反复荼毒的边缘 断水剑不仅被收走了 还被人收服了 这可把他刺激得不轻 他妈的叶翘给他死去 要不是叶翘躲避的 即使险些就被一剑穿心 他立马用断水剑 加上问剑宗的剑诀 开始反击 还一脸无所谓的表示 只是觉得好用就顺手用了 看得底下人议论纷纷 都觉得他俩之间 打的这一场全是恩怨 叶翘先抢叶清寒的剑 后拿他的剑打他 最后剑兮兮的给他演绎了 一遍问剑宗的剑诀 段宇长老赞赏道 演绎的还不错 连剑气都一分不差 他心想就是有点搞人心态 用人家的剑不仅打人家 还挑衅人家 估计也就他家小翘干得出来了 谢初雪观察着叶清寒的反应 知道小翘已经把人彻底惹毛了 其实和人对战时 最好还是要低调些的好 可小翘那家伙实在是太监了 但却深得他意 朱优想去帮大师兄 但被明玄困到了 杀阵里面出不去 他冷声下令道 左翼 夏青 你们俩去帮大师兄 听到他的发话 正与周行云缠斗的 两个剑修果断收剑 听到夏青问大师兄的剑去哪里了 楚行之愤愤地回道 被常明宗的土匪抢走了 目中细闻言立马反驳道 这只是战术而已 叶翘的剑就在他手里 有本事也去抢 他的话给予了问剑宗两人足够的灵感 他们对视一眼后 立马飞身去抢夺叶翘手里的剑 叶翘总算明白 两人为什么敢和大师兄打了 原来是有底气的 赵长老也没见过两个剑 去已经能一起用的这种情况 他很好奇 这两个小家伙用的到底是什么剑 地旁的段宇长老给他解惑道 他们的零剑是一对的 一律一黄应该是碧落剑和黄泉剑 怎么样 听上去牛逼吧 配合起来也是无解一样的存在 在双剑配合之下 叶翘都有些应接不暇了 难怪说两人单独拎出来实力平平 联手情况下却很是难产 哪怕叶翘会不止一种的剑法 也应对得十分吃力 问剑宗双人组 好不容易从叶翘那里抢下了不剑军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见他从戒子袋 拿出了掠影剑欠扁的问 还有四把剑呢 需要一把把的抢吗 真没想到他竟能和叶青涵正面刚 之前只知道他又骚又忙 向来配合默契的问剑宗二人组 就因叶翘的一句话 开始争吵了起来 众人都不敢置信地看向他们 要知道他们俩一直都好得跟连体应而逝了 下卿看着手里变成了 平平无奇棍子状的不剑军问 大师兄要用吗 叶青涵心想如果是个普通零剑 他也就顺手用 但那可是历代摩尊的剑 一般人还真不敢轻易去接触 他表示不需要 周行云突然开口道 先一起拿下在那里掐剑决的叶青涵 他当才也尝试着直接做掉对方 但人家用的那几个剑决套闻所未闻 应该是问剑宗祖师爷留下的传承 在台下看到这一幕的薛鱼 顿时感到脑壳痛 他顿时恨铁不成刚道 准确来讲都怪他们四个平时不听课 多听听课也就知道 该怎么快速将传承运用到实战当中了 沐仲熙心想小师妹和他的传承 是拿到就能用的 但大师兄和二师兄的传承 则是需要时间去参悟的 大家回来三天时间不到就参悟了 他暗骂叶青涵真是变态 叶青涵顺手接过师弟递过来的碧落剑 剑林对天生剑骨服从性极高 剑光猛地往长明宗的方向一批 就见他稳稳站在那里 四周剑影围绕着他 成一种保护趋势 沐仲熙和楚行之当即不再纠缠 互相踹了对方一脚后 他一脸受伤地看向自家小师妹 祝忧先是和二师兄说了一声抱歉 然后恨恨地去寻找明玄 该死的扶休给姑奶奶等着 谁知明玄早有准备 隐身符一贴整个人消失在众人面前 聪明的他自然去寻自家小师妹庇佑了 明玄一过来就见叶青涵整个人 被层层剑影所靠落 气势格外骇人 他目测这一剑起码有化神器的威力 他想到了个可以让他们死得有尊严些的阵法 沐仲熙弱弱地开口道 其实能感觉得出来 叶青涵主要想打的人不是他们三个 而是他家的宝贝小师妹 他们只是顺带的 明玄赞同他的观点道 看出来了 人家主要是想杀了小师妹 人家急眼的原因 也和小师妹那件嗖嗖的招惹脱不开关系 周行云突然出声问 小师妹的咒印能炸他吗 能用的话还是快点炸死他吧 炸不死他的话 自己就只能想办法先将师弟师妹们丢下台去 叶翘呼出一口气 注视着眼前的场景 遗憾地摊手道 长老们不让用啊 而且就算是用了估计也炸不死 台上精神紧绷 台下同样气氛冷凝 段玉长老责怪 赵长老平日里没有多给青传们多步补课 他对自家青传有着迷之自信 他们肯定不会比叶青涵差 赵长老听他这么说 整个人脸色都阴了下来回怼 叶翘和沐仲熙就跟两个野人一样早出晚归 课堂永远来不齐人 让他怎么教 勤犯犯忙打员场道 先别抄抄不一定打不过 小翘的潜力有多少 在于对手的强弱 还没死到临头呢 没看到台上四个一个比一个淡定吗 叶青涵周围形成的剑气带着浓烈的杀意 打出来的气流能将人割伤 鸣玄嘟囔道 杀心这么重 怎么不去修杀路道 周行云语气平静地提醒他 先别唠嗑了 结证吧 还有他本来就是那种六亲不认的姓名 沐仲熙看的四周叙事待发的剑影忍不住扎舌 他是想一步登天 和祖事业肩并肩吗 叶翘选择和他正面刚 掠影剑顺着掌心一转 体内的小颜鹰将人暂时保护住 那瞬间几乎把人呼吸全部拨斗 叶翘调整了下呼吸 掠影剑一侧 哪怕到这个时候还不忘口嗨两句 找死的人不是你吗 他们一人踩在比赛台一边 说好的团队战争成了恩怨局 叶翘掐绝手势很快 几乎是与叶青涵的剑影同时成型 他选择先下手为强 不是想杀他吗 那就来啊对着一起砸剑卷 看看到时候谁先量 谢朱雪就喜欢看问剑宗吃饼 他语气很是欢快道 快看快看 小翘使出来的剑影比叶青涵的大 龙祖小太子也开口道 他感觉那气息有点熟悉 但肯定不是龙祖的 他绝对在哪里感觉到 他有些看不懂这个比赛情况了 就问叶青涵能赢吗 叶翘掌心一转形成圆弧炸开 脚下比赛台尽数裂开消失 成踪踪踪踪瞩了瞇眼 他还是看走眼了呀 他一直知道叶翘这个青船实力是很强的 但现在看来人家水平还在他的判断之上 明璇连忙甩了一道保护罩下去 将叶翘笼罩其中 凡是在比赛台上的青船们全被活满了 叶翘跃起时顺势给了叶青涵一剑 他的灵气被抽离了大板 想躲都躲不开 只能受了那一剑后 再次摔入废墟当中 朱优立马赶去他家大师兄身旁 见他都可出血了 慌乱将戒子袋中的丹药都倒出来 递给对方 叶翘从废墟当中艰难地爬出来 灰头土脸的他被呛地连咳了好几身后 悠悠地问了句 好玩吗 叶青涵不想理他 他现在浑身疼得要命 他一直绷着脸忍着 怕一开口就露现了 问剑宗宗主对他俩是一视同仁的呵斥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种剑爵是能随意用的吗 叶翘耸了耸肩表示 他们只是切磋着玩而已 只是他们的切磋中带了点个人恩怨 全程都在互相伤害 宋涵深望着被打崩他的比赛台感慨道 你们这些剑修啊 可真有意思 切磋一次就毁一次比赛台 这比赛台也是命运多舛 赵长老迫不及待冲出来指着青传们道 留下来 都留下来赔钱 尤其是你叶青涵 叶青涵脸色很不好看 但该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推行 他规规矩矩心里点头到了一声势 叶青涵的时序让赵长老的脸色缓了两分 他表示两个话神七剑局威力确实是大 但使用后灵气神石全部清空 他们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台下的断横刀扎舌平价道 我知道他不仅骚还很忙 但没想到他竟还能和叶青涵正面刚 秦淮看着比赛台上的惨状 也无比庆幸上台鄙视的不是他们 他暗自提醒自己以后少惹叶青涵 不然下场就和叶青涵一样了 陪了夫人又折兵 叶青涵火速将身上沾染的灰土全部派干净 走到自己的队伍当中 天头笑眯眯问了一声 爽哦吗师兄们 沐仲西看着小师妹真情实义道 爽了 尤其是看到叶青涵痴别的样子 他爽翻天了 赵长老把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两人打斗 叶翘的伤势这么轻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吗 他不是剑修 毕竟隔行如隔山吗 一旁的段玉长老给他解了货 小翘那道剑诀打下来的那可 将叶青涵的剑诀一并吞噬掉 所以他所受的只是余波 况且明玄还给他套了个防御符 谢初雪表示他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自负 他看得清清楚楚 叶青涵是由于衡量过才出手的 小翘却是连考虑都没考虑 拎着掠影剑踩着踏轻风便动手了 秦范范先瞪了不会说话的小师弟一眼后才到 确切来讲他们是自信 事实证明他们都把握得很好 这场比试结果他很是满意 不仅赢了问剑宗 还赢了叶青涵 谢初雪还在纠结另一件事 他在小翘那个剑诀之下 感觉到了大道的气息 他一开始也不敢确定那个剑诀是谁传的 但龙太子的表现却让他有了几分猜想 问剑宗宗主觉得叶翘能将自家祖师爷的剑诀抵消掉 他恐怕合得真的是天道意志 他不禁暗恨道 秦范范那老贼到底从哪捡来的弟子 叶青涵被留下来打扫战场 作为他的迷地 楚行之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来帮忙 他拿着扫帚抱怨个没完 搞什么 竟让尊贵的亲传扫地 明璇拄着扫帚身子威胁懒懒散散道 凭什么不扫地 他们五个每次搞完事情都要自己收拾烂摊子 穆仲熙藏不住是扫地扫得心不在焉 他扭头问出了心中疑惑 小师妹那件绝传承于谁啊 他太好奇了 在传承之地时 好像也没有别的传承给到过小师妹 明璇趁机踹了他一脚 大仇德报后才大发善心 告知这个傻白天道 真笨 就是天道祝福那一次 晋级后白送的祝福 苏卓都跟着蹭过一次 他已经蹭了两次了 叶翘拿着扫帚走到血鱼面前 有一搭没一搭扫着地面 顺道请教道 三师兄 要怎么做才能神识攻击呢 血鱼扫得很认真 一边扫地一边回答小师弟 先感受一下石海的宽度 神识攻击起来是全范围的 为了不伤害自己的同门 这就考验人对神识的控制力了 叶青涵正在认真地扫着地 他是第一次扫 这种体验前所未有 别说他了 周行云也是如此 两人看着一群人在唠嗑 钻井扫帚 对视一眼 他们同时一扬 刹那间尘土飞扬 唠嗑的众人纷纷跳了起来 叶翘打了个喷嚏 耳边就听到了大师兄 古板无波的声音 快过来扫地 聊天被阔中止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 藏在甲山后面的小太子 他虽有些意外 但还是伸出手对其打了个招呼 小太子见被发现了 干脆光明正大走了出来 他忽略掉其他人 静止朝着他走过来道 你叫叶翘是吗 叶翘点了点头 想看看他要做什么 小太子盯着他片刻后才道 你刚才的那道剑诀 让他有种很熟悉的味道 竟然还有他的份吗 打木中吸一个还不够吗 叶翘被龙太子 突如其来的话说的一愣 他很是好奇地问 是什么气息啊 龙太子看着他隐晦的提示 就是那个散发着 淡金色光的气息 听对方那么说 叶翘就明白什么意思 便如是回答道 他传承的是天道意志 这大概是天道奖励的祝福吧 龙太子一会看看叶翘 一会看看叶青涵 此时的他内心无比的纠结 父皇让他来找大气运者合作 他本来都选好叶青涵了 哪成想半路上 突然冒出来了个叶翘 听到龙太子最终决定 让叶翘他们护送回南海 长明宗五人都有些不情愿 但不管是从宗门角度出发 还是从自己利益出发 他们这趟南海还是飞去不可的 楚行之对龙太子的决定 很是不理解 叶翘是赢了没错 可一开始小太子 明显就只对他家大师兄有好感 结果彼氏一结束 立马扭头找叶翘去 祝优听到二师兄的抱怨 忍不住翻白眼 他表示很显然 现在龙太子更喜欢叶翘 没有什么是比合了天道意志的清传 更能博得龙族好感的 确定了去南海谈判的人选 赵长老就给他们提供了地图和丹药 还有服录 以及一些能用得上的法器 血雨检查了一遍他们带的东西 发现就缺避水珠了 因为一般人用不到它 导致修真戒如今很少看到 那东西恐怕得去拍卖会 或是黑市上寻一寻 原本在打瞌睡的明显冷不丁来了 那玩意他加油 不过他想拿到避水珠 估计需要付出点代价 果不其然回家挨了一顿竹笋炒肉后 他带回了五颗避水珠 穆仲熙表示就算是有了避水珠 能在水下自由呼吸 但他还是真心讨厌下水 血雨整个人都是黏黏的 要知道即使是灵活 也无法在南海当中燃起 天巧他们终有三个火灵根修饰 听说他们拿到避水珠了 小太子就屁颠屁颠跑来确认 他直接问五人 他们终有谁是雷灵根的吗 他见没人回答 就自我介绍到他叫熬力 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叶俏点了点头笑着接话道 大家合作愉快 愉不愉快的他不知道 只知道去南海 估计不会太平就对了 谢初雪找到五人 表示在刚刚那场比试当中 他们都表现得很不错 但他认为五人的实力 还能再提一提 段宇长老背着手接话道 如果和其他修士比 毫无疑问他们是最出色的 这次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宗门的信任 穆仲熙听出来了他们的弦外之音 他苦着脸问 所以接下来又要来打他们了吗 谢初雪让他别紧张 只是想提升一下他们的体数而已 问他们在没有修为和剑的情况下 打算怎么和人过招呢 穆仲熙满不在乎的接话道 赤手空拳的打呗 还能怎么样 段长老听他这么说便笑道 看来他很有自信嘛 好了 修为封住少废话 叶翘穆仲熙两人先来 被突然点名的叶翘 笑容一鸣不解的问 为什么还有他 他全程可一句话都没说呀 打穆仲熙不就够了 竟然还有他的份吗 比起两人的不情愿 小太子倒是气定神闲的 他学着叶翘之前挑衅人的动作 微微一勾手道 来吧 没想到这种剑兮兮的动作 被他做起来还挺可爱的 修为封住后 杀伤力直线下降 连剑也不能用单靠体术 穆仲熙心里就没底了 他想来个先发之人 然而速度还是慢了 被敖利一个过肩摔撂倒在地 两人是一个一个上的 看到穆仲熙十招内就被撂倒 叶翘当机后撤 他躲过龙太子的拳头后 就分外诚恳地要求道 不要打脸好不好 他恬不知耻地表示 他能在修真界有如今的地位 全靠一张脸吃饭 他觉得既然挨打已成定局 那还不如为自己争取点福利 敖利可不理会他 毫不犹豫地给了他眼眶一拳 他力道还是收了的 不然一拳就能把人打飞 叶翘被一拳砸在地上 比了个OK的手势 捂着差点流鼻血的鼻子 躺尸几秒后利落地跳起来 他这下确信敖利是龙足的 他可并不喜欢一味地挨打 他已经试探出来 敖利的神识等级并没有他的高 两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 等下还是让四师兄再次出战 叶翘主要负责提醒他 他的神识轻易就能捕捉到小太子的动作 再加上他的预知戏传承 他指挥着慕仲熙对战 见自己的攻击 每次都被拦截得恰到好处 这让小太子很是抓狂 叶翘见此机会脚下划过凛冽的进风 踹在小太子的心窝处 这毫不收力地一下把人砸飞入墙上 他看了看那个被砸出来的大窟窿惊呼道 哦吼 这么大的窟窿 补完得多少钱了 沐仲熙拍了拍他劝慰道 没事没事 一个墙而已 不用小师妹你掏钱 叶翘挑眉不解地问 为什么呀 周行云悠悠地声音传来 因为砸的是他的墙 而且那个窟窿的形状并不是整整齐齐的 沐仲熙见大师兄的脸黑了下来 他艰难地吞了吞口水 拉上小师妹踏轻风一踩飞快地开溜 周行云追了上去 请客间三人不见踪影 只留下明璇和薛云面面相识 谢叔学手放在额头上 剑眨眼的功夫三人便消失在了视野当中 他笑着感叹道 这群剑修可真能闹头 段宇长老看着气呼呼从窟窿里面钻出来的小太子 他象征性地安抚了对方两句 赵长老也暗戳戳地下决定 一定得让他们尽快离走 再待下去长明宗迟早被拆的什么都不剩下了 他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 他会做不靠谱的事吗 他只是在研究五雷轰顶服而已 赵长老为了避免他们五个 因为不懂规矩而惹怒龙族那边的人 霍天荒给他们一连上了好几节课 全程围绕着这个上古神兽一族展开叙述 听得他们都是昏昏欲睡 叶翘没敢去打扰长老的兴致 拿了几张纸在上面勾勾画画 开始研究起服录来 血鱼瞧见这一幕后 轻声问一旁的小师妹 真不怕被逮到吗 竟敢在赵长老的课上练习画服 胆子是真够肥的呀 叶翘示意他往别处看 原来明璇和穆仲熙正拿指飞机在半空飞来飞去 每次都趁着赵长老转身的时候精准发射 有时候飞机还会不幸落到周行云脑袋上 然后大师兄就会奖励他们一人两拳 总的来说 叶翘在课上的表现还算是正常的 他只是在研究画服 研究的是五雷轰顶服而已 他认为这种服录很好玩 血鱼不懂服 看他勾勾画画了半天便好奇地问 小师妹你画的那是什么东西 他吹了下手里淡黄色成型的服录 在手里晃了晃后道 五雷轰顶服 小太子的画给了他一番灵感 他小心翼翼地问 小师妹你难道是想轰了血糖吗 叶翘不满地瞥了三师兄一眼 真是的他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 他只是在防患于未然而已 毕竟他们对南海都不是很了解 赵长老最后总结道 祖师爷们倒是曾去过南海 和龙族那边的关系还算不错 水族关系盘根错节 之间的争斗也有很多 去了那里切记要省心 明玄放下手里的纸飞机 挺直腰板开口道 长老 灵火在水中是无论如何都亮不起来的 对吗 赵长老看到他们难得 一个个都做得笔直 他一脸感动地传授他们经验 也不绝对是 比如凤凰之火 或是一些千年火种 都能在水中燃起 牧重熙冲小师妹几枚弄眼道 那肯德基不就可以 在南海里放火了吗 牧重熙的话 让赵长老瞬间沉下脸道 叶青涵和周行云是元英后期 秦淮寺庙言和宋寒生三人 是元英中期 剩下的青船全是元英初期 他暴跳如雷的质问 除了周行云以外 其他四个人是怎么有脸 在课上开小拆的 他说了半天后 发现有三人垂下了脑袋 走近一看竟是睡着了 叶翘是左耳朵 近右耳朵出 他的座右鸣便是 凡是开心就好 反正谁也别想活着 离开这个世界上 赵长老嘴角一抽 语气不善地看着他们问 何这是他在这影响 他们几个睡觉 周行云很自然地以为 赵长老是真心实意 觉得自己打扰到他们 他就提议道 您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要不先别讲了 让他们再睡会儿 赵长老听后被气得个倒影 直接怒吼着 让他们滚出去罚站 血鱼钻进了藏书阁 去恶不关于南海的知识 明璇和叶翘 开始研究符禄的多样性 他们还想画些极品符禄防身 有了二师兄的友情赞助 叶翘最先成功地画出 极品五雷轰顶符 明璇不怀好意地 想找慕仲熙试试笑话 他就怂恿小师妹道 要找个原因期的试试看吗 叶翘表示小师而已 就直接将符禄往半空一丢 这符禄并不需要贴 真的是从头顶上轰人 符禄在空中燃起 伴随着雷电炸开 他的头发全部被炸了起来 明璇看着眼前 顶着跟海胆一样发型的小师妹 他很是担忧地问 小师妹你还好吗 叶翘压了压头顶的发型 表示这个符禄的效果不错 被轰下来的那一刻 他有种电油走在浑身的麻木感 并不致命 却能让人短暂地失去反抗能力 沐仲熙探头探脑地问 画好符了吗 当他看到小师妹的发型后 王不敢置信地问 我靠 小师妹你是画幅画风了吗 薛玉正练着丹呢 被这猝不及防的南高音 吓得险些手艺都毁掉灵直 他忍不住呵斥的 沐仲熙 也没事在这大呼小叫的 等他注意到小师妹的发型时 他也整个人不淡定 小师妹什么时候 整了个这么叛逆的造型 简直像是海胆成了惊 叶翘对自己的形象倒是不以为意 但他特别怕大师兄一个不冷静 给他的头发来上一剪 就特意给头发加了个防御户斗 明天一早他们就要离开宗门了 但他们五人都没有睡意 沐仲熙提出了困扰他多时的问题 妖族和魔族为何要无缘无故地进攻 龙族又为何提出结盟 薛玉冷静地分析道 龙族暂且就当他们是来诚心帮忙的 但他觉得妖族和魔族 其实并不怎么在意云雀的死活 明璇也揭话道 云雀对所有人而言 更像是无关紧要的蝼蚁 但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杀又不能杀 还要随时盯着 真是麻烦极了 叶翘表示云雀毕竟是气韵之女 总要有人拥护他的 就当他们是被下降头了吧 妖族应该是因他的关系 才和魔族合作的 妖王和魔尊 这可都是他的群下沉了 金小师妹这么一提醒 血雨自然而然就想通了 估计魔族在与妖族搭上线后 发现云雀也不是那么重要 利用完了就丢 倒也符合魔族一贯的作风 周行云还是有一点不太理解 那就是当初云雀是怎么从月清宗逃离的 水牢可是在月清宗的最内部 对阵法一窍不通的魔族 到底是怎么进去救人呢 这些年月清宗还真挺倒霉的 如果不是当初他们缺德的 先一步拿走明月界 月清宗可能还会被云雀里应外合 将阵宗之宝洗劫一空 血雨表示他们能想到的事情 长老们应该也想到了 先别管这些了 月清宗内部的问题 就让他们自己去他调整吧 大家早点睡 明天还要下山吗 一个是能打的男女老少祖 一个是逃命的老弱病残祖 第二天夜翘顶着炸开的头发 和在后山集合的众人笑着打招呼 赵长老显然是最高兴的那一个 看那样子估计在他们走后 还会狠狠地庆祝一番 段宇长老对夜翘的新发型点评道 很炸裂 很带感 一看就是与众不同 要不是他们临行前 收到了小师叔送的不下几百张的符录 他们都差点忘了常明宗 还有个厉害的复修了 夜翘立马问小师叔 这次比之前的历练还要危险吗 谢初雪笑着摇头道 他可没有这么说 倒是可以理解为这是小师叔的一些心意 明玄也带了许多符录 他回家一趟也不是去白挨打的 除了五颗碧水珠 明家主还给他备了不少符录防患于未然 段宇长老看着这几个没心没肺的清传嘱咐道 离开修饰地界后 一定要记得保持联系 夜翘胡乱地点着头 他的注意力全被谢初雪送的符录吸引 里面装着的符录全都是极品 竟然还夹杂了几张天品符录 小师叔这次是真大方案 然后一行人就坐着非洲前往南海 府中夜翘问敖利 坐非洲从长明宗到南海要多久 听到一趟要半个月时间 大家还有半个多时辰就到南海 随后他不动声色地与几个师兄对视一眼 紧接着他们就默契地聚在了个角落 布下隔音阵后立马低声地讨论了起来 明玄激动到 他之前就觉得龙族另有所同 不然好端端地为什么和修士牵扯起来 穆仲熙赞同地表示 太子这个身份在龙族只会更高贵吧 于尊将贵来挑选合适的清传前往南海 怎么想都不太对 夜翘看了他一眼惊叹道 哦四师兄 你的智商终于上线了 穆仲熙听后立马炸毛了 他又不是楚行之那个傻鸟 怎么可能事情都这么明显了 还看不出来点猫腻 周行云郑重地提醒师弟师妹们 不管龙族想做什么 进入南海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保护好自己 难怪这次小师叔会提前塞给他们服录了 敖利鼓着脸冷冷地看着五人问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都在那里聊了半天了 夜翘面对敖利质疑的目光 面不改色地站了起来 捋了下炸裂的新发型 仿佛沉醉其中一般 一言不发地走下了非洲 敖利见状都愣住了 实在是不理解他了 就这么满意那个海胆头吗 敖利取下形状特殊的一块鳞片 手里打着让人看不懂的手势 很快海底就出现了一条特殊的通道 周行云见三个火灵根湿地 虽然脖子上都挂上了碧水珠 但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死活不想下水 最后他只能一人一脚把他们踹下去 强大的犀利将人拖拽进去 等夜翘睁开眼时 场景完全变了 四个师兄失踪了三个 他身边只剩下大师兄 小太子 以及太子的一个侍卫 敖利告诉他们水下妖兽很多 有些妖兽身上有剧毒 或者各种奇怪的功效 中招后会很麻烦 甚至致命 周行云点点头 海底什么妖兽都有 夜翘表示他们几个身边 有三师兄这个丹修在 暂时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长明宗有两个丹修的好处 这不就来了 分开后也能各自为战 夜翘指着大师兄到一个男子 再指指自己说了一个女子 看了看侍卫吐了个老字 还有小太子占了个哨子 男女老少组合一下子 全给他挤起了 话分两头 明玄醒来看到 朝自己靠近的一张鱼脸 他瞬间一阵恶寒 直接毫不犹豫地一脚踹过去 他这一踹便把鱼群激怒了 他们还具备攻击性 群居类的妖兽最难缠了 目中西一剑挥下去 血雾以一种很快的速度慢开 鱼群再次围了上来 他发现这血雾有置换的效果 只一会儿功夫 他的脑子便不清楚 明玄尝试着将目中西给揪下来 谁知一时不察 竟被鱼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血鱼在南海的作用 立马体现出来了 面对各种乱七八糟的妖兽 都需要他调配合适的丹药 他就担任起了指挥 其他人全程只需要配合他就够 他看准时机将丹药捏碎洒开 调配的丹药效果还算不错 洒下的瞬间鱼群惊慌失措地游走 见状他才略略松了口气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先找大师兄他们会合了 他们这边的情况很糟糕 就是个老弱病残的组合 一个老侍卫 一个弱丹修 还有一个病重失智的和被鱼咬残的扶修 堂堂剑修竟沦落到要靠丹修和扶修保护了 让开快让开 他要为剑修之名而战 小太子泰然自若地带着他们往下走 他突然脚步一端 发现来的地方有些不对劲 龙宫内部是没有水流的 但现在这地方四周全是水 叶俏本以为他会是个合格的岛 见他一脸黄黄然的样子 看来他也不知道眼前这地方是哪了 此时的小太子懊恼急了 父皇为了历练他 就连他去人族时 也只让他带了两个侍卫 现在还走散了一个 周行云看向旁边的侍卫问 知道这里是哪了 这就是出门不做功课的后务 因权宗唯一做了功课的薛鱼 现在不知所踪 他和小师妹两人完全处于摸虾状态 侍卫环顾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他很快判断出他们的所在地 是龙族危险地之一的龙侠 有对人类修饰敌意很大的龙族聚集于此 小太子声音严肃地提醒他们 快把剑收一收 这里的龙族真的很排外 他们对人族修饰怀有敌意 每次发现直接就绞杀殆尽 叶俏文言立马将不见军换了个形态 黑色棍子利落往腰间一挂 小太子没想到这次会这么倒霉 像是龙侠深渊之地等危险的地方 其实并不在龙族的管理范围之内 这里的水族自立为王 叶俏突然双手颤抖地捂着眼睛 他以为秘境里的妖兽已经够丑了 没想到有妖兽禁比他们还要勇猛 真是太他妈丑了 妖兽是能听懂人语的 他的一番歧视言论让四周的妖兽全部暴露 他一边用不见军对付妖兽 一边对小太子道 南海内部还真是有意思啊 小太子抬着脑袋 眼睛发亮地看着他道 水族之间的争斗向来如此 他现在很是喜欢人族的战斗方式 尤其是剑修 提着一把剑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样子 周行云神色冷冽地问敖丽 南海到底隐瞒了什么 既然是合作 那么首先就需要拿出诚意来 而不是对他们有所隐瞒 敖丽心里明白 其实这次就是父皇让他挑选合适的清传 他看了一眼叶翘 希望对方不会让他赌输 因为在叶清涵和对方之间 他选了叶翘 他紧接着表示可以先借人给他们 去解决和妖族还有魔族的纷争 等他们的事情结束后 他需要人族修饰前来帮忙 肃清这些占地为王的水族们 叶翘心想合着试来找打手 没想到这个龙族还挺迷信的 挑人不挑强大的 挑被气韵偏爱的 周行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反正这都是长老们该思考的事情 再说小太子说的也没什么不对 合作本该是互利互惠的 叶翘一想到那火灵跟三人组就胃疼 里面能打的也只有沐仲熙一人而已 他建议大家还是先找人吧 也不知道那三人现在怎么样了 就在这时他的御检上传来了消息 只听到秦范范交集地问 小翘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他上下瞥了两眼四周环境 组织了下语言 回了御检那边的消息 师父 小师叔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行 他现在和大师兄在一起 另外三个师兄失踪了 秦范范听完顿感头疼 两个剑修待在一起 沐仲熙那边一带二 那三个兔崽子的御检全都联系不上 这会儿也只能与小翘保持联络 希望他能早日找到那三人了 明璇正在给他们的队伍打气道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他认为他们一定能行的 话说的敞亮硬气 但姻缘太若积了 他们只敢贴了隐身符找了个地方待着 薛宇什么都没说 只是将丹药塞到了沐仲熙嘴里 这会儿他们要做的就是等他清醒过来 明璇晃了晃手里颜色暗淡 毫无反应地预解道 等沐仲熙清醒过来 他们立马去龙宫集合 就是不知道小师妹他们被带到哪里去 南海的危险系数比秘境大多了 虽然明璇这次画了不少的隐蔽服 但到了第二天 阵法外已经围满妖兽了 看样子是发现他们了 薛宇第一时间用神识探查到了靠近的妖兽 他眉头拧了起来提醒他 大家小心妖兽来了 明璇钻了钻手心 他也能感觉到四周无处不在的妖兽 突然他有些紧张了 他吐了口气 几枚皱印无声散开 形成小型灵气轰炸 血余的神识能覆盖在场所有的妖兽范围 他低声飞快地给明璇暴点 丹羞和扶羞配合在一起并非不能打 要论默契而言 他们才是最有默契的 终于醒来的沐仲熙 看到被妖兽围剿的这一幕 他条件反射的摸剑道 都让开 让开来 他堂堂一个剑修竟沦落岛 靠单修和扶修保护了 领员的剑气直接让妖兽们伸手分离 这就是杀人于无形的轻锋绝剑法 穆仲熙很满意这一剑下去的效果 他转头问两个师兄他帅不帅 明璇真心不想理会这个傻子 但想到长明宗能打他 另外两个清传全失踪了 他立马违心地攻为了举 太帅了太帅了 快灭了他们把小师弟 血雨捂着流血的鼻子 略略松了口气 小师弟醒来局面就大为不同了 就见他手持朝夕剑越战越勇 现场都快变成他的屠杀场了 明璇打了个响指 用阵法换位 束缚 避免那些水族的妖兽逃脱掉 听到侍卫让他们低调点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大妖不会放过他们的 明璇直接回怼 说的就跟他们不杀妖兽 妖族就能放过他们一样 不杀干净等着回头被反杀吗 一龙一凤敌意这么大 竟不是同性相斥导致的 只因肯德基是女孩 看着龙侠当中 树木惊人的幻化成人形的妖泪 小太子轻声提议道 他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叶翘看着四周 被斩于剑下的妖兽吗 他摊了摊手无奈反问 难道他们现在还能离开吗 人都死了一地了 谢叔雪听到对面 遇检里传来的最新消息 他忍不住喃喃低语 小翘这次怎么又是地狱开局 他看到这次的分组 还以为那丫头终于走运了一回呢 秦范范思索了一回才到 小翘对这种情况 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吧 他可是头一个 被八大家通缉的清传啊 想必他应该有 非常丰富的躲避经验了吧 段宇长老抬了抬下巴 一脸骄傲道 那是自然也不看看 是谁交出来的弟子 踏青风他运用的可娴熟了 一般修士根本追不上 就看他打算怎么破局了 以沙破局 谢叔雪叹了一口气道 那可是水族的地盘 沙是沙不完的 他猜过小翘可能会中大甲 没想到落地位置 竟然是水族危险地之一的龙侠 叶翘见周围的水族 妖兽倾巢而出 知道他们走不了后 他就准备给妖兽们 送个好玩的东西 他决定用捆腰绳做个陷阱 小太子从没见过 胆子这么大的主 他再次提议他们 还是早点跑出去 赶紧去龙宫的好 他一点都不想被追杀 外面的世界 对他来讲还是太可怕 叶翘没去理会他 自顾自地掐绝不正法 相信月轻宗的困顿阵 足够关来人几个时辰 做好这些 他立马贴上隐蔽符 绳子骤然收紧 将他整个人倒掉 大妖都快被气疯了 眼前三人不仅设了陷阱 还用一根绳子捆住他 把他倒掉在礁石上 这也就算了 他们竟还嘲笑他的红裤衩 对此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他咬牙切齿地下令道 所有人足修士 凡是入境者 格杀勿论 被连累到逃亡的小太子 哼哼唧唧道 他现在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找错人了 叶翘对着身后 追着不放的妖兽们 扔出十几张符露 被符露贴到的妖兽 要么浑身抽搐 要么四肢不受控制 妖兽们一瞬间都惊恐万分 心想那是什么邪恶 紧接着他召唤出不剑军 寒霜和飞仙三道剑铃 三个剑铃配合得格外默契 寒霜剑飞身开路 不剑军这种杀戮剑就负责收割 飞仙属于哪边需要就去哪里 小太子直勾勾地看着三道剑铃 验线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他不敢置信地问 竟然有这么多老婆的吗 可怜他一个都没有 叶俏劝为他别急 以后肯定会有老婆的 对现在的他而言 长高才是最重要的 他毕竟还是条小龙仔 周行云目测了下 这些水族士兵们的修为 普遍都在金丹期 但实力比魔族的金丹期要强一些 叶俏则舌问 怎么这么多划行的妖兽 还以为只有大妖才会划行 周行云给小师妹解惑 他们是水下的水族 所以人形的妖兽有很多 水族与妖族唯一的共同点 大概就是对人族修饰的不友善 看着一个个巡查的水族士兵 小太子后背汗毛都快竖起来 就紧张地问他行不行呀 这女人的胆子 是他见过最大的一个 叶俏先一把 按住小太子的脑袋 示意其闭嘴 然后就见他不慌不忙地 冲水族士兵点了点头 然后冲着他们淡定一笑 水族士兵立马礼貌地 回了个弯腰动作 小太子见状整个人都傻掉了 我靠 这他妈也行 他紧张地冷汗都冒出来了 腿都有些软了 赶紧抓住叶俏的胳膊 跟着他亮亮呛呛地往前走 再靠着一招先发制人 把几个水族士兵整猛逼后 叶俏知道他们很快就能反应过来 立马带人一颗不敢停息地跑了 出来历练的周秀 听到前辈们提点 他行事一定要低调些 他立马点头硬士 但不知为何 他听着声势浩大的追杀动静 只觉得这个操作有些莫名的眼熟 他在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时候 看到了长明宗的三个青船 瞬间他的心思就活络了起来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次的骚乱和长明宗的青船们 绝对脱不了关系 现在水族正疯狂地四处抓人 他一路逆着人流追赶 直到躲在了沐仲溪的后面 他才略略松了口气感到了点安全 对于他蹭队伍的这种做法 血雨挑了挑眉道也没去驱赶 周秀心想果然只要不要脸 一切都不是难事 想到那被骗的经历 他恨恨地想自己 好歹也给叶翘当过孙子不是吗 他也算和眼前三人有点关系 在水下别说跑路了 行动都有些困难 想快速跑路只有骑龙 但小太子说什么都不肯献出原形 叶翘只能无奈地放出肯德基来在他们 小太子皱了皱鼻子 立马闻出了那熟悉又讨人厌的味道 是来自于凤凰 他惊呼一声后问 凤凰一族不是已经没有后人了吗 怎么还能把凤凰带进来的 就这样一龙一奉在叶翘身边集齐 开始了他们的护队生涯 周行云听着龙仔和凤仔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对 心想何必这样互相伤害 叶翘没想到这两只神兽对彼此的敌意这么强 他看看这个 瞅瞅那个 肯德基能和龙族太子杠上实在有些出乎意料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同性相斥 周行云对小师妹时不时冒出的莫名其妙的话言免应 他尝试着理解了一下意思后才淡淡的 可是肯德基是女孩啊 叶翘惊一地看向大师兄问他怎么知道的 结果大师兄的神色也逐渐古怪了起来反问他 竟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叶翘上下打量了遍肯德基后 才颇为不可思议地问 你竟然是个女孩 听到肯德基的承认 他神色恍惚了下 他一直以为肯德基是个男孩 想到自己平日里抠抠嗖嗖的 很少会去投喂肯德基 他能长大全靠自己境界速度破得快 将他硬生生地带上了原因期 这么想想也确实是委屈他了 肯德基一直都知道 他遇到了史上最穷的一位凤凰主子 但人家破镜速度快 能缩短他的生长期啊 这么想来就是你夫人你夫 但他家翘翘最牛逼啊 并窜多他和化神七正面刚 开玩笑他只是浪又不是想做死 肯德基愤愤地带着三人一起 飞到了龙侠屏障前 而在他们赶到时 之前被算计了一把的首领 已经守在那里 说实话那也只能怪他自己蠢 踩到了他们的陷阱 叶翘见对方的视线 像是变态一样 直勾勾地盯着小太子 就知道这货绝对是另有图谋 周行云轻声提醒道 都警醒些对方可是化神七高手 龙侠首领眼神狂热地下令道 活捉这只龙 其他两人一鸟就地绞杀 尤其是那个女的定要让他不得好死 叶翘眉头微挑 心想这么急着要杀他 那就来被谁怕谁啊 得益于问剑宗双子配合默契的灵感 他这次召唤出了掠影和惊恐 周行云见小师妹做好了战斗准备后 他的身影骤然如鬼魅般靠近 断成化形巧声无息地跟着 只见银色剑光闪过斩断了蛟龙翼尾 小太子直接被两人简单粗暴地操作吓傻 他咽了咽口水问 长明宗出来的人都这么凶残的吗 他暗自感慨真不愧是同门啊 和这长明宗的青传们都挺刚的呀 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 叶翘将一大把符露塞给小太子 让他别客气直接甩妖兽们脸上好 小太子文言立马开始封甩符露起来 干脆看到谁来就砸谁 还别说他砸符露还砸出感觉来 首领见状眸光愈发冰冷 在他准备出手时 小太子突然动了 叶翘就在心里盘算着领域到底要不要开 还有塔要不要放出来 周行云忍不住低声喃喃道 好胖的一条龙啊 肯德基的原形还是挺漂亮的 没想到小太子竟然是一条雪白的大胖龙 敖利听到他说的话后 气得直跺脚表示 自己是会长大长高的 他那一跺脚直接让水族死了一片 叶翘咽了咽口水连忙安抚道 好了他们知道了 别再跺脚了 他真怕这小胖龙一生气 把他们俩给踩死了 那他们得多冤啊 肯德基现在不敢吐火球喷那个首领 因为能在南海当中燃起的火焰 只有凤凰之火 他可不想暴露身份被盯上 不然到时候被追着砍的绝对有他一份 叶翘和大师兄对视一眼后 知道眼前这个首领只能由他们俩来解决了 肯德基劝他们冷静一点 他们肯定是打不过对方的 叶翘没有回话直接打开领域 为了保险起见 这一回他将大师兄和肯德基一起拉了进去 对付那个化神七首领 他领域的弊端就是解决人的速度太慢了 在同等实力下他的领域堪称无解 但现在他的对手是化神七 果然不出两分钟时间 他的领域就被男人击碎 周行云的领域紧跟而上 虚无虽杀伤力为灵但适合猎杀 一旦入内对方就有可能迷失在那无边领域中 叶翘还是一心想干掉这个首领 他就趁着剑系问大师兄 舍打七寸 那么蛟龙呢 肯德基晃了晃锤下的凤尾提醒道 蛟龙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 即使是打碎他的心脏都不一定会死亡 透支神石的薛鱼 鼻尖不住的在滴血 明玄表示他还是头一次看到 三师弟神石透支的样子 一般出现这种蹊跷流血状态 最多的就是他和小师妹了 三师弟向来很会拿捏分寸 不像他和小师妹一样吗 薛鱼有气无力的回道 但凡走散的不是小师妹和大师兄 他都不需要这样 他那靠谱 又不那么靠谱的小师妹 不知道跑满去了 得亏他是个单修能自己自足 捕神单不停的往嘴里倒着 要说神石透支的唯一好处 那就是可以锻炼石海 还有他的领域也出现了 穆仲熙和明玄不约而同的愣了愣 没人会不对领域好奇 迄今为止 长明宗也只有小师妹和大师兄 两人有领域 穆仲熙当即兴高采烈道 三师兄你的领域是怎么弄出来的 你的领域和小师妹一样吗 会抹杀掉人吗 薛鱼就告诉他们自己的领域 叫化中卷 听名字便知道不是杀伤力太强的那种 但名字有时候也不准的 像小师妹那领域名就是标准的诈骗 身在世家里面的明玄见识多 他欢欢喜喜的道 厉害了呀三师弟 你的领域应该是和神石有关的吧 是幻象形领域吗 这可是长明宗的第三个领域啊 明玄忍不住小声嘀咕 他都透支过那么多次神石了 怎么就是没摸到领域的尾味 穆仲熙不客气的白了二师兄一眼道 也就才突破元英七两个月了 他都还没有领域呢 剑两人都发出了渴望领域的声音 血雨美好气的白了他们俩人一眼 剑被关进去的首领全须全已的走了出来 小太子就建议要不到时候让他们搞个三人监狱 他们一起住 叶翘和周行云立马婉拒了他的入狱邀请 惊鸿和略银两个零剑倒是欲战欲勇 叶翘都能感受到这两活 一直在催促着他赶紧去和首领打 原因打化神 他又没封 进去和化神钢 他只是浪又不是想死 在首领的攻击感到时 叶翘反手将弹金色塔狠狠扣下 塔铃当即想将他关进去 但化神七反应能力太迅速 最终也只是将周围聚集的攻击吞噬 见自己的攻击猝不及防备瓦解了 首领愕然地望着那个古怪的他 他眼神变了变后再次下令 杀了那个女修 他要对方的灵器和那两把剑 看着这些像是蚂蚁一样杀都杀不完的妖兽 小太子烦躁不安地剁了剁脚 他恨恨到等他出去以后 定要去找父皇来打死他 叶翘安抚他没关系的 自己这还有便宜的符禄 就见他指尖一晃 但黄色符指精准无误甩到首领头顶上 首领见符禄没落到他身上 反而落到了头顶上 他觉得这个清传准头似乎有点问题 他便不屑道 这就是你们人族清传的本事 叶翘古怪一笑然后飞快后撤 普字清晰道 五雷轰顶送你了 不用谢 电灵的剑兮兮竟真的是遗传于他吗 鹰雾似主人行吗 符禄上的雷电劈了下来 触碰到水面造成了连锁反应 龙霞首领怎么也想不到 就连两个领域都没能伤到他分毫 最后他竟栽在了一张小小的符禄上 周行云眼疾手快的一把揪住肯德基 带着他远离危险区域 免得他被电弧了 小太子见状下意识地飞快后撤 他声音中带着惊恐地问那是什么 竟然还会在半空放电 叶翘云淡风轻地告诉他那是雷啊 心想小太子也太少见多怪了 竟连雷都不知道 小太子听后再次惊呼出声 雷 这人竟然带了雷进南海 怎么都没有提前告诉他 叶翘文言立马出声纠正 他带进来的可是俘虏而不是雷 他可不是雷公 可没办法带雷进场 小太子着急地跺了跺脚 要知道妖兽和龙都是没有雷姐的 所以面对雷都会条件反射的惧怕 这也是为何南海排斥人类修饰境 叶翘一边听着小太子的磕 一边继续甩出五雷轰顶服 就见雷再次从龙侠首领头顶上劈下来 电击疗法让他给所有人跳了一段劈律 周行云这时才恍然发现 叶青涵并不是被小师妹迫害最惨的那一 最起码人家没有被迫跳过劈律 他当即拿出流影时 开始记录下来这惊天动地的一幕 龙侠首领是真的怒了 突然咆哮一声 就见一道龙影窜到叶翘面前 试图咬断他的脖子 这时有一道淡蓝色剑影线形筑起了冰墙 被一口咬碎后 寒霜就飞快散开藏入剑中 这就是剑铃剑兮兮的地方 只要本体不受损 就算被打散也不会受伤 紧接着白色剑铃现形 飞仙声音温柔道 蠢兮兮的蛟龙 真是没眼看了 不见君笑兮兮的接话道 真是一条脏兮兮的小泥丘 叶翘点了点下巴 心想难道这两个剑铃的剑兮兮 竟然真的是遗传于他吗 看把那龙侠首领气得都快精神失常了 看看人家断臣多稳重 从不打嘴炮 化形后就不动声色想去砍死那个首领 他是速度为主的剑铃 打不过也能跑 一看就是那种敲咪咪去干大事的主 堂堂化神七竟然被三个神出鬼没的剑铃缠住了 龙侠首领活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这么能跑的剑铃 这次一遇到还是三个 他决定转移目标 先去解决源头 叶翘猛地回头 原因七剑气化形宛如蛟龙出水俯冲而下 紫色雷电再次劈下 他一脸甩出去三道后 才壮丝无意地问好玩吗 龙侠首领都被电麻了 哆哆嗦嗦地他终于明白了 眼前的女孩竟然是雷铃跟修士 难怪有恃无恐 但毕竟两人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他倒也不惧 眼睁睁地看着天品防御服接连破碎 叶翘还挺心疼的 小师叔多抠门的一个人了 好不容易给了他点服录 结果被一个化神的全部捏碎了 他的对手普遍都是同境界 这种高了三个境界的很适合拿来历练影剑和金红剑 在他手里不断变换 一个主速度一个主雷电 吴建军剑状不满的嘀咕道 倒是让略影和金红那两家伙装到 他有些烦躁出手就更狠利了 将试图靠近夜窍搞袭击的水族们 狠狠定在地面搅碎 就听飞仙温柔的声音传来 真不愧是魔尊的剑 不像他连人都不敢杀 吴建军在剑窟就看这个飞仙剑不爽了 听了奇阴阳的话就更暴躁了 他冷哼了一声回怼道 堂堂蝉联几届正道第一的飞仙剑 竟说不敢杀人 说出去谁信 龙侠首领都快被那些剑灵折磨疯了 他嘶吼着质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灵剑 从没想过两个原因剑修 几个剑灵和几把灵剑 竟能把他逼到这种份上 夜窍突然来了灵感 清风觉第五是以剑锋自身汇集 水波被狂风卷起 再次逆转水流 顷刻间形成大范围攻击打散为上来的水族 龙侠首领用脆了毒的眼神看着他们道 是你们非要来找死 话音刚落 就见一个小型宫殿出现在他的枕心上 小太子看到那小型宫殿 盲惊扑了一声水系灵气 夜窍对灵气是又爱又恨 因为每个灵气作用都千奇百怪 且都是能化灵的难倒的 小太子也凡这些连他父皇都搞不定的水族 对这些危险之地 他向来都是躲着走的 鬼知道跟夜窍一起会这么刺激 难道这就是跟着气韵之子的历练 夜窍仔细观察那小型宫殿灵气 狱敢自己快要死了 交代他们记得一定要让他父皇给他报仇 一想到他还没娶媳妇就要早邀了 他更觉得难过了 肯德基没想到这个小胖龙说哭就哭 他哭就算了 一哭地面晃得更剧烈了 没好气地反问他 连他都死了为什么还会觉得他们能火呢 夜窍江担药不住地往嘴里倒 他浪了这么久 也不是特意来这里找死 他的零食都还没花完呢 再说他什么风浪没见过 肯德基决定出马前去抢下那灵气 他毫无征兆地吐出一团火焰 瞬间四周燃起雄雄六 见到腾起的火焰在南海当中骤然亮起光芒 无论如何都扑不灭 龙侠首领的声音再次变得尖锐 凤凰 这他妈哪里是一只没用的鸟啊 那是凤凰啊 对灵气而言明哲宝身永远是最佳选项 在他受不了那灼热的温度后 直接果断地抛下龙侠首领那个主人飞了出去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首领情绪陷入癫狂 他掌心一握就抓住了那只凤凰幼崽 肯德基疯狂地挣扎了起来 尖锐的爪子刺穿他的掌心 火焰再次不受控制地慢开 小太子一龙尾拍下将那首领狠狠抽飞 打中的那一刻差点将首领碾成肉腻 这种简单粗暴的攻击也是杀不死蛟龙的 周行云见小师妹的速度 快到连他第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就不合时宜地想着 只怕段长老看到这一幕得落泪 竟有人能将踏青风运用到极致 叶翘将肯德基报警 看着来修真界遇到的第一只小兽 翅膀都垂落了下来 陷入了冰死状态 他赶紧将浑身都在发烫的肯德基递给大师兄 龙侠首领还是那副让人恶心的嘴脸 嘴上还说着嘲弄的话语 看样子还是高估他们俩 难道两个人族宗门的清传 也就这点实力 叶翘暴躁的情绪达到顶峰 周身灵气在这一刻暴动 化神器剑决骤决骤然变大 两个剑灵难得达成共识 叶翘知道一个剑爵想杀人有些过于不切实际 既然一个不行那就多砸几次呗 他砸了三道剑爵 发现还真的杀不死对方 小太子剑状挠了挠头 声音都小了几分道 蛟龙真的很难杀死的 不等他把话说完 叶翘手里突然翻转着咒印 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冷不丁反问了举 高估他了 伴随着咒印翻转变大 请客间龙侠首领被炸得四分五裂 一击咒印下去让他扎都不剩下 叶翘迅速收剑入鞘 一副深藏宫语明的样子道 很显然还是低估他了吧 旁边目睹这一切的小太子 害怕得咽了咽口水 蛟龙这种存在几乎没有弱点 除非境界比他高 这叫什么 找不到弱点就炸了他 很硬核的方式 但也没毛病不是吗 因此的肯德基涅盘竟是变回成一颗蛋吗 快还他的神兽来 刚刚叶翘一个咒印 把龙侠首领炸得四分五裂 待解决掉那话神奇蛟龙首领 脱离的叶翘便选择如咸鱼一样躺在地上 他现在是连剑都握不住了 那还不如直接躺平缓缓 周行云低头看着捧在手里的小凤凰道 感觉他应该没什么事 这种奇怪的冰死状态更像是传说中的涅槃 为了印证心中猜测 他当即拿预检去问赵长老 预检消息传递得很快 赵长老眯着眼想了想后表示 这情况确实是涅槃 其实他早就想说了 肯德基之前过得实在太安逸了 体验不到这种冰死的 叶翘文言有气无力地吐槽 他总不可能真的去杀肯德基一次了 凤凰涅槃还挺残忍的 要在冰死状态中重生 这种方式还蛮挑战人心理极限的 肯德基大概也明白 那也算是个契机 想成长就必须要站出来 秦散范忙着急地问他们那边到底怎样了 为什么会造成凤凰冰死的情况 周行云用最简洁的话 把发生的事情都讲了一遍 谢出雪听完后便到 小翘那块混沌石呢 拿出来给肯德基 叶翘忙问是很早之前得到的那块石头吗 那石头不是只能复活一些植物吗 还有什么作用吗 秦散范听后有些匪夷所思地问 从没有人试过把混沌石吞下去 确定可以吗 他身为一个剑修虽不懂这些东西 但更怀疑一项不靠谱的小师弟 还不等谢出雪回答 赵长老便插话 那是因为混沌石一般人吞了会死 凤凰的火可以融化 就算是落入腹部也能被他消化掉 听到小兔崽子竟拿珍贵的混沌石去复活灵职 情犯犯气地连连指责其暴体天物 得知是用混沌石耗了碧水中一天药田 他当即夸奖这才是长明宗人该有的品质 怀揣着对小师叔和长老的信任 叶翘将混沌石拿了出来 放到肯德基面前 周行云低声开口道 在他当初能将混沌石融化时 他们就该想到这一点了 只可惜当时五人神经一个比一个大条 叶翘看着被吸收干净的混沌石 黄色的光将眼前的肯德基层层包裹 最后变成了一颗蛋 这涅槃一次还直接回炉重造了 周行云先是愣了愣 随后安慰小师妹道 这只是涅槃的基本过程而已 见肯德基看上去挺圆的便开玩笑道 或许还可以主持呢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金色的蛋竟然蹦蹦跳跳地逃走了 小太子见他们全一六烟跑去追那颗金色的蛋 他将那无主的灵器抓在手后 赶紧也跟了过去 长明宗火系三人组在附近找了一圈 都寻不见小师妹的影子 穆仲熙得出结论 水族士兵的实力比陆地修饰要强许多 他们正在漫无目的胡乱闲逛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明宣迅速转身捏紧了手里的防御符问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血雨看了一下爆炸的大概位置 辉断出是水族危险地之一的龙峡变岛 那可是龙峡大家都离远点 明宣看着那边漆黑的海域就觉得甚得慌 当然不可能主动往前凑 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他点头小声道 求他去他都不会去的 穆仲熙挠了挠头表示 他总觉得刚才那个周秀有点眼熟 他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血雨让他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反正和他们又不熟 人家明显只是想借他们的队伍躲一躲 躲过之后立马分到扬镳了 一看目的性就很强 叶翘和大师兄两人一前一后将那颗弹拦截住后 他有些期待地问 肯德基破壳后会化形吗 周行云无奈地表示 这种事该去问三师弟 不见军舰肯德基变成大了 就好奇他什么时候才能破壳而出 向来说话慢吞吞的断尘也提出了疑惑 破壳后会变成大鸡吗 飞仙温生细语道 不一定会变大 但可能会化形哦 凤凰应该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寒霜当即凑过来面无表情地表示 真的很可爱吗 好想冻上他怎么办 叶翘没有将肯德基丢领域里面去 免得那群闲得无聊找乐子的剑林会把他当球踢 小太子好奇地看了两眼他手里的蛋 他一点也不好奇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只是单纯地想看看化形后的凤凰而已 叶翘一只手拿着蛋 另一只手拿着刚得到的灵气开始研究 他很是好奇这个图案是怎么进去的 小太子比较懂这个变科普道 可以选择将一个地方给构造进去 让灵气和那个地方磨合 然后用这个灵气就能掌控一个地方了 他拍了拍小太子的脑袋 既然这个灵气都到手了 那么龙侠就是他们的天下 他决定重回一趟龙侠 龙侠附近有人正犹豫着要不要踏进去 周秀便是其中一员 他跟着的队伍实力确实挺强 在得知龙侠有水系灵气后 一行人竟商量着要去夺宝 周秀没胆子单独留下来 只能冷着脸跟这群人一起进入龙侠 稀奇的是这个被称为危险区的龙侠 安静地可怕 他们像是步入什么无人的禁地一般 与此同时 叶翘正在摆弄这个心得的灵气 和他契约后 龙侠内所有场景直接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可以随意拨动换位 竟有种指点江山的快乐 突然剑图上面出现了几个人影 他玩心大气 想将这批闯进来的不知名修士们 拿来练练手 伴随着指尖波动 在那一片区域称之为排山倒海都不为过 周行云剑小师妹玩得不亦乐乎 便让他去问问来人有没有看到薛鱼三人 叶翘没什么意见 应了一声好就去了 周秀一只手死死钻井剑 剑将他堵住的礁石骤然被拉开 手里的剑立马狠狠地劈了过去 剑锋带着杀气和孤注一致般的凛冽 冷不丁对上他笑盈盈的眼睛 周秀硬生生将喉咙中的尖叫压了回去 他妈的为什么又是叶翘 他是不是有毒啊 怎么走到哪里都要占领一下对方的老巢呢 拜叶翘的荼毒所致 周秀一看到他就条件反射的胃头 见他正笑着和自己打招呼 先努力平复好心情后才问 他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这里的首领在哪 师兄妹两人对视一眼 周行云对他挑了挑眉 用眼神示意他去解释 周秀看着他怡然自得的模样 又心知这人太能眼 再联想到失踪的同伴盲问 他这次扮演的又是什么 水族士兵还是首领的走狗 叶翘对于这个便宜孙子的话感到莫名其妙 他不打反问道 你们来龙侠做什么 提到这个周秀脸就垮了下来 他坦言他们是冲着水系灵起来 他见叶翘会时不时拨弄一下手上的小型箭主 他心里有了个不太妙的猜测就问 这里的首领呢 看着他那副可怜又茫然的表情 周行云大发善心地回答 首领已经死了 他如果早点来的话 还能看到对方被炸飞的样子 现在的话估计连扎都不剩下 周秀死死盯着叶翘几秒 真想大声质问他是不是有不忘 怎么走到哪里都要占领一下对方的老巢呢 叶翘就当作没看到他那想质问 又不敢质问的眼神 直接问他看到沐仲熙他们三个了没 按理说火灵跟三人组阵容挺完美 扶修剑修丹修都齐备了 周秀实话实说道 看到他们在龙宫附近打转了 他并不想和这群青船呆一块 他们简直就是麻烦制造机 薛鱼三人组还在龙宫闲逛 叶翘三人组已经称霸龙侠了 这几日也不知道水族那边抽什么疯 突然指明道姓要抓住他们 明璇三人哪能束手就擒 当即拔腿就跑 薛鱼将手里的山河图一抛 把那群傻子困在幻境当中后 三人就趁机跑没影了 明璇忍不住吐槽龙族首领有毛病 说好的来者是客呢 怎么没做客几天就派人来抓他们 沐仲熙突发奇想到 以后他可以出本书 名字就叫 邪魅修真知 我的禁欲细轻传 真是的天天把他们往地牢里面关 他们是正道弟子 可不是犯罪分子啊 明璇翻身坐起来跃跃欲势道 不如他们去龙宫报复那几只龙翼下 说关监狱就关监狱 真当他们没脾气吗 薛鱼对于一个容易冲动的问心道 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逍遥道 连白眼都懒翻了 他环顾四周猛地拉住两人问 注意到没这几天水族的数量在减少 明璇闻言不止一顿 神识简单一扫就会发现四周不见一只妖兽 这就很奇怪了 穆仲熙看到两人的反应 手已经放在箭上了 他忙问那他们还去龙宫吗 明璇表示他一直想知道 妖族和魔族在搞什么鬼 接二连三进宫修士地界 长老们也疯狂让他们出去历练 总觉得他们都太急了 薛鱼也觉得他说得很对 他们确实得弄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 三人意见达成一致后 贴了几张隐身符直奔龙宫而去 他们好不容易赶到目的地 薛鱼就是一两人噤声 有动静从龙宫传来 里面噼里啪啦的 明璇抬起手就见一张符路燃起 龙宫的店内画面映入眼帘 目中西剑桩立马发出没见识的声音道 厉害了呀二师兄 什么时候留下的留影符啊 效果虽然比留影时差 但也可以看到三四秒钟的画面 明璇得意地挟了三师弟一眼 他在龙宫做客那几日 就不动声色地撒上了符路 三师弟当时还吐槽他跟变态一样 现在发现做变态的好处了吧 紧接着符路里面传来的画面 就让他们忍不住地爆粗口 什么鬼运气 一出来就碰到杀人抛尸现场 吓得明璇赶紧给三人身上再贴几张隐蔽符 生怕被注意到 薛鱼有种不妙的预感 见对方又是搜神又是屠杀的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三人匆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谁知他们还没跑多久 就被那个画面中的疯女人发现了 他语气轻快道 竟主动送上门来了 别急别急很快就轮到他们武宗了 沐仲熙一拳挥散 眼前攻击性极强的灵气 声音格外清脆地问 什么东西在那里装神弄鬼呢 女人见她竟能正面接灵气球 便多看了她两眼 等贴见她腰间挂着的剑眼睛就亮了 忽然画风一转问 她的这把灵剑是不是长明宗的镇宗之宝 沐仲熙觉得这女人莫名其妙 这是师父送她的拜师礼 怎么可能是什么镇宗之宝 见她沉默女人心底愈发笃定 一眼不眨地盯着她手里的朝夕剑 准备先抢了再说 修真界现如今这么多灵气 谁知道哪个是天生灵气 明宣指尖飞快掐绝带散去她的威压后 薛宇立马将山河图展开 画卷极快扑着 把女人困住的刹那间 她再度打开领域 三人直接跑领域内避难去了 目中戏摸了摸下巴羡慕道 领域用处就是多哈 薛宇可没她这么乐观 觉得顶多撑一柱相时间 等领域散开那女人 只要来个守株待徒 她就等着痛失本命剑吧 明宣咬了咬牙不甘地抱怨道 怎么的 她们是触犯天条了呀 静若的画神妻修是来对付她们的下场 要知道她们宗的长老们 都不够画神后期或者巅峰左右的修为 与她们境遇相似的 还有周秀一小队的人 刚从龙霞出来 还没庆幸几秒就被按住 动手的是一个男的 身上有很重的摸弃 那男人听他们刚从龙霞出来 便若有所思的问 听说那个地方有水系的灵气 听到她那冷冰冰询问的话 周秀心想 既然在画神妻手里字就是不可能的 那她就选择靠叶俏酒 毕竟奶奶就孙子天经地义 魔族男人略一思索后 便让她在前面带路 周秀松了口气的同时 又默默给对方点了一根蜡烛 按道一声走好 她竟还想吞龙珠 真不知她怎么有这么多奇思妙想的 咋不上天呢 原来藏在血雨领域里面的火灵根三人组 正在讨论外面那个疯女人的身份 目中西斩钉截铁道 那女人肯定来自妖族 她对妖兽不要太熟悉 但她实在想不明白妖族的人 为啥要来龙宫搞屠杀 血雨根据之前女人说的话得出结论 她们应该不止一两个化神 妖族那边这次派出了不少的人 说不定还会有魔族的大脑 明玄也满是不解的问 这两族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先天灵气 信不惜与龙族为敌 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血雨继续分析道 还记得之前小师叔说过什么吗 她说两族要找的东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明玄盲接话道 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武宗的镇宗之宝 这样看来要不是他们 月清宗的镇宗之宝早被魔族给偷了 可恶 月清宗竟还找他们来赔钱 两人一顿分析猛如虎 很快屡明白了思绪 全程就目中西像个傻子一样没听明白 她等了好久才插上话问 武宗的镇宗之宝都是先天灵气 那长什么样啊 明玄和血雨也被她问住 他们现在除了确定明月剑是先天灵气 其他都不确定 剑他们又开始分析起来 穆仲西提醒他们 现在最重要是保住她的朝夕剑 还没等他们想出什么好办法 领域已经溃散了 早在外面守住待兔的女人 看到三人的身影后 扬了扬唇脚问 终于舍得出来了 明玄漂亮的桃花眼中泛着冷意 直接一拳头朝那女人挥了过去 穆仲西觉得二师兄过分了 现在的扶修竟也这么生猛了吗 正面刚的活镜被抢走了 这让她堂堂剑修地连往哪里放 她大声对那女人呵斥 离小爷们原点 女人从没将她们放在眼里 一个剑修一个扶修 还有一个单修 难道还能翻天不成 妖皇大人只叮嘱过她们要小心夜桥 其他人肯定不足为惧 穆仲西的剑法格外出色 女人将她的强大归功在朝夕剑身上 暗叹先天灵气果然不同 因穆仲西实在太难产了 她只能更换目标 对准明玄下手 结果这个扶修手段层出不穷 于是她脸色阴沉 扭头又冲向了薛宇 薛宇见状叹了口气后撤了一步 再次打开了领域 画中卷铺开 四人消失在原地 领域内幻境格外阴森 女人下意识后退两步 领域外加俘虏 以及目中西彪悍的剑法 她堂堂一个化神器 竟被三个原因器压制得动弹不得 见女人一爪子打碎领域后 就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明玄忙道 先解决龙族的问题吧 他们现在需要龙族的支援 周秀一路上战战兢兢地 将人往龙峡里面带 生怕对方一个不高兴 拧断自己的脖子 他只能祈祷叶俏给点力 能救自己一条狗命 此时的叶俏正在研究手里的灵气 他突然注意到地图上面 出现了两道一前一后的人影 其中一个还是离开了没多久 周秀 小太子不解地问 那人怎么又回来了 叶俏对这个便宜孙子 还算是了解的 此人前来要么是闲得慌 要么就是被挟持威胁 指望着自己能救他 来得正好自己刚想再玩玩这个灵气 魔族男人猛地看到头顶一黑 下意识对准石头将其击碎 谁知这时脚下地面突然开裂 水流大幅度席卷 拼命再将它往下转 叶俏不想再浪费时间 一口气点了四个剑铃 毫无道德地开口道 一起去群殴他 心想四个剑铃一起上 好也能好死他 魔族男人被剑铃们折磨得不堪重负 他只觉得这个龙侠在闹尾 他一件狠狠斩断被冰冻的腿 连滚带爬地跑了 他要回去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 确保对方不会返回后 叶俏看了一眼便宜 孙子后问 你在搞什么呀 周秀在魔族男人跑开后 连滚带爬地凑到叶俏旁边道 真不愧是我奶 就是厉害 他这话说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此次以后叶俏就是他青奶了 周行云文言不免多看了这个少年几眼 显然这么能屈能伸的修饰不多见了 叶俏注意到他的情绪不太对 想了想后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周秀声音中带着苦涩道 他的同伴都死了 他也看不懂现在外面的情况 他虽然也想跟在叶俏身边 但显然他就是个累赘 他准备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在听说外面可能有问题后 小太子急不可耐地跑了出去 想看看自己的族人怎么样了 周行云决定去找明玄他们会合 师兄妹两人约定预检联系 叶俏将蛋给了大师兄 理由是让火灵跟三人组想办法加加热 看能不能将蛋给提前孵化出来 他选择了单独行动后 内心雀跃不已 因为他终于可以出去浪了 飞仙剑飘到他的头顶 给他披上一层柔和的光问 翘翘 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他觉得身上镀了一层光厚 就像是个会发光的大灯泡 实在太辣眼睛了 变火速将飞仙塞回剑桥 他觉得反正现在乱都乱了 不如及时行乐 先去抢点东西吃 等他来到距离宝库十几米的距离时 见四个化神七的魔族 那一刻迅速抓住那水蓝色的龙珠 还不忘朝魔族口嗨到 得不到就毁掉 挺恶毒的呀 突然窜了出来个人 实在是打了魔族男人一个猝不及访 他愤怒地问 你是哪个宗的清传 叶翘又不傻 怎么可能会理对方 他把龙珠往领域里面一丢 就准备溜走 谁知逃跑失败 化神七全来这里围剿他了 魔族男人见他那黑色棍子 能幻化成剑的形状 立马准确无误地叫出 他的名字皮笑肉不笑道 叶翘 长明宗有名的第一 可以这么称呼你吧 叶翘突然觉得魔族也是一群老阴阳人了 他微笑地表示 第一第二无所谓的 如果愿意的话喊他爹 他也是不介意的 他挑衅完魔族人 立马通过预检问谢出雪 他可以把龙珠吞了吗 只要他吞了 谁也别想拿到龙珠 简直是完美啊 谢出雪文言 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语气道 小翘 师叔今天就告诉你个深沉的道理 人乱吃就会死 师叔希望你别一天到晚 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亲传们竟都不要脸了 只是动了动嘴皮子就想做他师傅 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只要他叫声爹就好了 就在刚刚 谢出雪通过预检发现 小翘牵制化神没问题后 深知这家伙需要有好处 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立马大放许诺道 小翘只要能打赢他 等你回宗小师叔就给你奖励 长明宗店内百无聊赖的 楚行之文言小声开口 叶翘这个师叔真的好奇怪 没有半点做长辈的样子 叶青涵低声警告他不许议论前辈 楚行之听后只能乖乖地闭嘴 他见长明宗长老们甚至是宗主 都在通过预检指挥叶翘下一步该怎么打 他一时没忍住也大喊一句 叶翘挥得太轻了 别那么快 臂旁的祝优也忍不住探头催促的 快 挥出去 看准时机啊叶翘 突然在预检里听到问剑宗两清传的声音 叶翘愣了一愣忙问 什么情况啊 他们俩怎么会出现在长明宗 楚行之很是无所谓的达到 他们四宗的任务全失败了 正集体被批斗了 叶翘听得整个人云里雾里 失败就失败呗 至于要来长明宗集合被批斗了 谢叔雪毒蛇的点评道 因为他们废物呗 四个宗任务全部失败不是废物是什么 现在也只剩下龙宫的龙珠没被拿走了 小翘你们的责任重大呀 问剑宗宗主不得不为自家弟子出声 那是因为四个宗的清传全部被拆开了 当初为了阵容的合理性 只能把清传们拆开重组 事实证明他们的决策是错误 成宗宗宗主亲和了两声道 其实也不是不能配合 之前和长明宗配合的就挺成功的 楚行之听后仿佛找到宣泄点一样 滔滔不绝的痛痴 对啊 之前他们和叶翘配合的就很好 由此可见他们绝对没问题 那就是其他清传不行 叶青涵和祝优也觉得他这话没毛病 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断横刀听后就不干了立马回怼 难道人不行还怪路不平吗 他们也曾和叶翘合作的挺愉快的 怎么和问剑宗合作就不行了呢 他对他们还一肚子怨气呢 苏卓也不满地抱怨道 为什么要让他们和丹修一组呢 好歹也给他们几个剑修啊 柳云立马出声反讽道 路上吃了他们那么多丹药都给狗吃了 叶青涵看着他们吵吵嚷嚷的 进行一番总结道 这次失败概括下来只有一句话 不等他把话说完 清传们都掏出各自的武器指向对方道 都是他们的错 反正错的都是其他宗 自己宗绝对是没有错的 赵长老冷冷弯了他们几眼问 谁让他们拿武器对准同门的 事已至此全部留下来磨合吧 什么时候能配合好 什么时候再出去 再遇见另一头的叶翘被他们吵得头大 大声问他们能不能等没事了再吵 现在先想个办法呀各位 这可是叶翘头一次向他们求助 头一次能在他面前充当指导老师 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清传们 莫名还有点小兴奋 问剑宗双子剑他换了双剑当即提醒道 注意力不要太集中在剑上面 别试图掌控他们 他们是情侣剑心意识相通的 两道剑气可以一起甩 叶翘文言照做后 发现两道剑气真的纠缠在了一起 趁着魔族男人动作滞留 他举起一个宝库内放着的法器 准备砸过去充当武器 沈子薇剑状语气焦急地告诉他 等等莲花灯可不是让你砸的 你转动一下边缘 就能当做暗器用了 叶翘立马将手里的莲花灯一转 就见里面储存的灵气像天女散花一样 打到三个魔族身上 猛地听到玉剑那叶青寒的声音响起 剑下压屁他 就现在 若 只见叶翘手腕一转狠狠一整 完美砍断对方长刀 叶青寒觉得真刺激 比自己对战还紧张 这时宋寒生通过玉剑问他 隔空画符会吗 虚空画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当做扶修自保的一种手段 不过在符路足够的情况下 用不到隔空画符 他听后立马抓住笔 淡蓝色符印在空中结成 点下去那一颗符印成形 像是莲花出战 收尾的瞬间 花瓣尖锐纹纹打进魔族的身体内 最后叶翘选择用青封诀 第二世了结那男人 无形的锋刃直接将人头颅斩断 他反手又是三张极品符路轰下去 确保他死得透透了 楚行之得意洋洋的大喊道 叶翘叶翘 现在大家都是你师父 虽然他们刚刚只是动了动嘴皮子 但不妨碍他拿出来要挟叶翘 听到玉剑内传来的虎狼之词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不占他便宜 只要他叫声爹就好 叶翘文言泽了声 现在青传们竟都不要脸了 还想来占他的便宜 见四宗青传们之间 剑把弩张的气氛没了 宗主们都略敢不可思议 合着让这群青传团结的 最终逆绝是叶翘 火灵灯三人组 生无可恋的对视意 来南海一趟竟当上奶爸了 话说这边龙太子跟着周行云 一起将那金色的蛋 带给薛鱼三人 长明宗四人组终于得以会合 只是场面略有怪异 五人都围着一颗蛋在打转 薛鱼左看看又看看 不可思议地问 这是小师妹的肯德基 龙太子盲点头道 是哦 他正在涅槃 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 竟然变成一颗蛋了 或许是在南海的缘故 所以说在里面了 沐仲西小心地试探问 那怎么办 要不烧他一下 试试看 总不能他们天天抱着个蛋走 就是不知道将灵火度进去 有没有效果 明确摸着下巴不确定的 极品灵灯的灵火是珍贵 那也只是针对修士而言 肯德基可是凤凰啊 应该看不上他们的撒瓜俩枣吧 薛鱼思索片刻却道 他们可以试试 涅槃不就是只在浴火中挣扎破壳吗 不然小师妹将蛋交给他们干嘛 沐仲西最积极第一个响应 可是下一秒他就嘴角一戳抱怨道 肯德基真是不客气 差点将他灵根内的灵火一扫而空 接下来火灵根三人阻挨个喂养 但那个蛋就跟吃不饱一样 明确立马想到了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这蛋这么能吃 小师妹又那么穷 养得起他吗 血鱼将蛋药分给他们补充了一下灵气 三人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喂养 龙太子一开始还能盯着看 后面直接将眼神撇了过去 不敢继续观望 他觉得凤凰涅槃还是太残忍了 火焰不断地烤在蛋上面 伴随着温度的不断攀升 目中西呼地大叫道 快看快看 或可啊 三个奶爸排排坐手的这颗蛋 从壳内孵化出来的是一只毛茸茸的小鸡仔 明确伸出手就去将它抓在手心 扬了扬声音疑惑地问 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凰 龙太子摇了摇脑袋瓜表示 这个状态不对 他记得凤凰的形态不该是这样的 按理说涅槃后的最终效果 就是变成火红色的凤凰 血鱼没想到小太子的反应这么大 他就出声反问 那你认为凤凰该是什么样的吗 目中西见小太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善善地提议道 难道是他们烧得还不够旺盛吗 听说涅槃就是经历一次次的死亡 于烈火中重生 要不再多来几次 果然肯德基每一次变化都不同 看来混沌时没有白味 重点是需要灵火的喂养 火灵跟三人组生无可恋的对视一眼 万万没想到来南海一趟竟当上奶爸 再次孵化出肯德基后 他们一行人需要赶路了 最后他们决定让不怕火的小太子接手肯德基 等他们赶到目的地时 明玄就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这个预感在下一秒得到证实 三个化神正在围剿一只化神七的龙 隔着老远都能听到那条龙的悲鸣 别说小太子受不了 他们都有些难以接受 穆仲熙忍不住低咒一声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化神 他只是随意地抱怨一句 没想到破天荒得到了大师兄的回答 大师兄表示这次妖魔两族简直是无往不利 而且其他四个宗的任务已经全部失败 穆仲熙默默拿出来了一盏青灯 问这个有作用吗 据说这个能留住人的神魂 这是他从传承之地带出来的 师傅说只要神魂还在就能养在里面 薛玉无奈道 可是龙是没有神魂的 从某种角度而言天道也是公平的 凤凰与龙这等受偏爱的天生灵兽 死了也就消散了 没有任何挽救的措施可言 龙太子此时已经是被刺激狠了 灿金色童人散不去的杀意 当看着童族死在这群妖魔手中时 瞬间力气到达顶峰 他将手里的小鸡放到地上后 立马冲了上去 薛玉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能理解小太子的悲愤 但不得不说小太子还是太冲动 看这不就被对方打回龙形了吗 明玄见上次针对他们的那个疯女人 竟对小太子下了死手 忙扔出手中的折扇 替小太子去挡一挡 扇子虽瞬间被击碎 但小太子也借此机会飞快正开了进骨 他一搅局 就让那些化神器高手 注意到了他们师兄弟四人 只见几张符露飘下来 打在不同方位形成转移阵法 反正他别的不多就是极品符露多 他们四人的组合就是完美的攻防兼备 薛玉看着上方突然泛起波纹的水流道 看样子已经有人拿到龙珠了 魔族女人还没来得及大笑三声 一个预检消息就让他立马变了脸 他转身对同伴道 走 龙珠被抢走了 一行人见魔族都走了 小太子建议就在原地等他的同族 他们莫约等了半天 终于等来了第一只龙 明玄忍不住嘀咕 想见龙族一面 比见祖事业都难 哪成想那个龙族耳利极佳 扫了一眼他们道 当初只要他们安心待在牢房中 战斗就波及不到他们 鬼知道他们那么叛逆 跑得那么快 穆仲熙听到对方的解释 心想合着人家把他们关监狱里 是想要帮他们躲过这场纷乱 但有没有人考虑过 他们这次不打算走纯玉峰呢 小太子见到了同族精神也提了起来 他表示自己这次找了长明宗的夜窍来帮忙 虽然还有一个气韵之子 不过自己更倾向于他 毕竟比赛他赢了吗 定要拆龙珠 还要融合水族两大质宝 他这搞事情的能力也是没谁了 就在刚刚手握龙珠和水系灵器 两大质宝的夜窍 哪怕一路上小心的四处躲藏着 还是被杀红眼的妖魔两足 误以为是不怕死的水 从而对他大开杀戒 被追杀的他格外烦躁 只能通过御检场外求助祝优 他想找个地方躲躲 想知道南海有能跳下去的地方吗 祝优从没听过如此怪异的要求 忙让夜窍拿御检对准四周 给他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他定定打量过周围后 冷静地给他指路 夜窍脚下踏轻风运到极致 静止朝断崖跑去 看着深不见底让人捉摸不透的水域 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只因他必须得找个脱身的机会 看到这一幕 围在御检旁的青船们齐齐打了个机灵 祝优更是深受感触 即使是有足够的把握 他估计也不敢跳下去 夜窍任由自己坠落 在不知道过了多久后 才到达七飞的断崖底 领域确保他安全落地后很快就消散 瞬间就见碧水珠被压碎 他当场被压趴下 他立马拿出龙珠和水系灵气 他发现两者之间像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 水系灵气全程就围着龙珠转移 他观察着两者之间的互动 逐渐陷入了沉思 宋寒生愈发搞不懂他想做什么了就问 他不去找龙族吗 找到龙族的话 就能轻易摆脱妖魔两族了 夜窍表示等会儿再去 如果现在能去找龙族 他早就去找了 跟不上他脑回路的处刑之盲问 他又准备做什么 自己有种预感他又要搞事情 夜窍通过预检给青传们展示了一下手中的龙珠 好不容易挤到前面的苗苗 刚想夸赞两声他的牛逼 结果就听到他说准备要拆了龙珠 他说出的话将在场的气羞们吓得虎去一阵 断横刀想劝 又觉得劝了也是白拳 他最后艰难地开口道 那就助你成功 夜窍坦然地接受了祝福病道 等他成功了一定会好好感激他们的 断横刀一脸的迷茫 感激他们做什么 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又不打算拆了灵器 怎么听着他的话 就让自己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夜窍兴致勃勃地说出了他的想法 地图可以掌控一小块地方 龙珠则能平定整个南海的风波 他想把他们俩结合在一起 做成可拆分的两个灵器 断横刀听后选择沉默 他想继续听听看夜窍还有什么逆天的想法 见他不应声 夜窍便点了沈紫薇的名道 看在自己曾经救过他们的份上 邦的忙并不算过分吧 突然被委以重任的沈紫薇猛地睁大眼 帮的忙确实不过分 但现在是要他们改造两个灵器 这就离谱了吧 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考虑道歉夜窍的人情 断横刀谨慎反问 要是成功的话 他们会得到什么呢 要知道成风中修士是从不吃亏的 看他们的样子是心动了 夜窍便一脸恳切道 成功的话就会得到他最真挚的感激 沈紫薇想试着阻止他那害人的想法变道 首先他不是火灵根修士 没有火怎么练起 还有就是提醒他看看龙珠和灵器乐不乐意 谁知他听后让沈紫薇不用考虑那么多 那些都是他的事情 现在他们只需告诉他该怎么做就行了 他和太多手艺人打过交道 深知对方对什么感兴趣 一直偷听的龙珠 见夜窍成功窜多了气修精传门 他想逃又逃不掉 然而不跑就是被拆掉的命运 他按捺不住地画了行间教导 不可以拆掉它 夜窍凝视着眼前画形的龙珠问 终于舍得出来了 天生灵器从不主动现身 不管是明月剑还是塔灵 简直一个比一个难搞 龙珠恨恨瞪了他两眼 要求他快把自己放回南海 生怕晚上几刻钟 外面会被水流淹没 到那时候整个修真界都会被殃及 夜窍对他实话实说道 现在就算放他回去 也是会被妖魔两足抢走的 龙珠可能是水系灵器的原因 天生就脾气好 他纠结了一会最后还是问 你是气修吗 夜窍一听这话就觉得有戏 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上去诚恳一些的 他虽不是气修 但他有丰富的炼丹经验 肯定不会毁掉对方的 龙珠一听更慌了 尼玛你一个炼丹的大言不惭说要搞这 见龙珠相当于默认后 夜窍他们就进入了激烈的讨论阶段 最终他们决定构造个像是电线一样的存在 把两大质宝链接到一起 见他们终于讨论结束 秦怀忍不住问了句 重点是他有材料吗 据他所知夜窍不仅对自己抠 对自己的契约寿也抠 夜窍不打反问道 鬼王塔在谁手里 他嘚瑟地表示 这叫抠到最后应有尽有 见材料都准备齐了 两个灵器对彼此也都不排斥 那么接下来他需要去找肯德基接个火 难道他当初炼丹和画符 就是在为转行器修打基础吗 夜窍刚准备出去找肯德基接我 就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似乎有人 他立马紧握不见军 直到熟悉的气息传来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他的便宜而自行 他激动地一把将小七搂到怀里 刚想问便宜儿子什么静静 视线突然被上方的红光给吸引住 他微微一愣后 立马想到那是凤凰之火 他决定先将肯德基抛之脑后 现在了解小七的修为更为重要 得知小七已经是化神中期了 哪怕修炼速度极快的他 也不得不夸其一声厉害 凤凰涅槃的声势实在是浩大 小七作为一只鬼根本不敢靠近半步 见他挣扎着不肯去 夜窍也担心出问题 便继续待在牙底下 琢磨着手里刻出来的咒印 断横刀一眼不眨的 盯着他手里的咒印 即使有心挑刺 也挑不出来什么失误来 难道他当初练单和画幅 就是在为转行器修打基础吗 沈紫薇不放心 他那想一出事一出的作法 急忙提醒他到 双剑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 他们用的练起材料相同 锻造前都提前赚课的咒印 千万别乱改 瑟瑟发抖的龙珠 见他经过整整一天时间的练习 做到百分百成功率后 才松了一口气 周行云联系上小师妹的时候 隐约还能听到玄铁碰撞的声音 这奇怪的动静让他满是疑惑 问小师妹你在做什么呀 听到小师妹在为拆龙珠做准备 瞬间他觉得小师妹 已经顾满足与四宗为敌了 还准备要和龙族为敌 这种和全世界为敌的精神 真是值得他敬佩 沐仲熙听后激动的大笑道 牛逼牛逼啊 小师妹想怎么拆 他们现在就在龙族大本营 快拆 到时候让那群龙知道 修真界到底是在谁做主 原本百无聊赖的鸣选 也瞬间兴奋了起来道 拆拆拆 拆了他 师兄支持你小师妹 干嘛呢 他拆龙珠他们竟这么高兴的 他思索片刻就得出结论 想来几个师兄在龙族待得不太如意 叶翘将龙珠和水系灵器 装到了戒子袋内 准备先把肯德基偷走 然后等练完气候再还回来 刚来就听到薛鱼师兄的打算 既然这群龙和传闻中一样的傲慢 那就不能白帮忙 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好处 真不愧是自己的师兄啊 绝不吃半点亏 西约兽对主人的气息还是挺敏感 原本懒洋洋的肯德基突然振奋了起来 声音清脆地喊着翘翘 就见一大团火焰直直朝他怀里冲来 叶翘猛逼的同时 火速制止对方想给他拥抱的举动 不然这一团扑过来怕不是得撞死他 听到动静几人立马从结界内探头 目重膝见他身上脏兮兮的 不知道他又从哪里浪了一圈回来了忙问 这几天去哪了 听到他这些天都在研究拆龙珠了 须好奇地问小师妹到底是怎么拆的 指引小师妹现在做出什么 他都不会太惊讶 叶翘将水系地图在师兄们面前晃一下后倒 他就是在原本基础上做了点修改 准备用龙珠和这个水系灵气结合一下试试看效果 他们属性相同排斥会小一些 听小师妹说的轻描淡写 明轩只能点了点头表示听到 毕竟隔行如隔山 他一个扶修对这方面也不了解 重点是灵气能修改吗 听到小师妹满脸期待地问 肯德基的人形长什么样 穆仲西小声回道 他们也不知道了 肯德基大概是习惯了当鸟 不管他们怎么说都不肯给他们看 这时明轩拽起他就往结界里面塞 让他快藏起来 到时候龙珠人问他龙珠呢 他要怎么回答 难道说已经被他拆了吗 到时候龙珠不得杀了他 叶翘手里有龙珠 锁到之地风波能迅速平定下来 这种怪异的景象 不免引来龙珠之人想来一探究竟 龙珠动作很快 上来就是一拳头砸向他的后脑勺 叶翘靠着预知戏传承提前躲掉攻击 反手一拳击中来人的上路 猛地拉开两人的距离 龙珠真的是皮糙肉厚 但凡刚刚换个人都会被他打得倒飞出去 为避免引起误会 叶翘主动坦白身份 说他是长明宗清传 刚到这里 之前一直在龙宫之外的地方流浪 听他这么解释 来人看了他两眼淡淡的 原来是来自修真界最厉害的宗门 长明宗的清传了 那就预祝大家一起成功了 叶翘猛地想起三师兄说要讨去好处这事来 就立马顺势问 如果真的成功了呢 对方先是一愣 没想到这人连谦虚都不带谦虚一下的 上下打量他一番后才意味不明道 那么龙族自愿献上百年忠诚 这是龙族能给出最重的承诺 打发走了龙族来人 叶翘进了结界晃了晃手里的龙珠 示意他将气息脸一脸 不然等会儿找上门的龙族绝对不会只有这只 众人一进结界 确保不会再有外人找上门来后 明璇立马吐槽起那些龙族 知道他们排外 但没想到他们还倒骑士 尤其骑士人族 叶翘只是静静地听二师兄说没去接话 他滚动着手里的龙珠表示一个灵气 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 那就是不断被抢夺的秘密 合格的灵气要学会保护自己 明璇没想到他这硬核做法竟然还是有依据 只能问他需要炼制多久 听到小师妹说需要三天时间 目中西忙道 这几日两边打得还挺激烈的 不过龙族大概担心他们一过去就被拍死 一直没让他们帮忙 薛鱼先倾核了一声才道 他们这次必须得护住龙珠 在他们之前其他四宗全部以失败告终 他们现在就是整个修真界的希望 明璇不解地问为什么会失败 其他清传的实力也不差 叶翘幸灾乐祸道 谁让他们配合差呢 都能想象到他们走到半路上互骂起来的场景 因为叶翘只有炼丹的经验 还时常把丹药炼成不明物体 所以在他炼东西的时候 气修们全死死盯着他 生怕他把龙珠弄成一坨不知名生物 断横刀不停地提醒他 千万要小心一点 万一失败就惨了 炼气失败也会炸的 沈紫薇看到他那标准的炼丹手法 心想这都能成功那就见鬼了 他戏弄过摩尊 回过禁地 当过妖皇 叶翘真可谓是战绩斐然 能用凤凰真火炼气的 整个修真界估计也就叶翘一人了 且没人比他更懂画符和炼丹了 所以他用这两者的手法来炼气 也完全没毛病 暂且不说他锻造的如何 就这个手法来说还是挺专业的 本来一直提醒他要小心地断横刀 也慢慢地闭上了阻 柳云健壮也来了兴致 他忙对一旁的苏卓提议道 他等会也试着用炼丹的手法来炼气 然后苏卓来课骤印 反正叶翘都能行 那他们搞个组合也没问题的吧 被Q的苏卓忙摇头拒绝 开玩笑他们又不是叶翘 特么想学会炼气先去学炼丹画符 谢初雪暗自感叹天道真会挑人 他骄傲地表示 却被告知人家 有灵气和领域很难抓到 这时妖族的领头人 那个风雨人出面了 他表示他们的目的只是龙珠 无翼和龙珠还有长明宗为敌 只要交出龙珠 他们立马离开南海 通过预检那边传达来的信息 得知血域也有了领域 让几个没有领域的都羡慕风了 柱云猜测他的领域或许是幻象形领域 毕竟诡诀多变更适合多情道的领域 这时楚行之发表了他的高解 他觉得修其他道的修士都不好找道旅 只有他们问星道的修士 内心都干干净净的 断横刀罕见地赞成了楚行之的观点 但他却觉得找道旅还是要找修苍生道 毕竟修苍生道的温柔 神紫薇听小师弟这么说不得不提醒他 虽不知道苍生道历代出过哪些修士 但找道旅找叶翘那种 两人之间一有什么冲突的话 绝对会被他帮帮两拳给打死 新传们聊找伴侣的事情聊得有些忘买 直到听到预检李 叶翘问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们才停了下来 断横刀第一个回过神 立马热情地指导他该怎么做 建议他用妖王精做链接 水系的最好 如果没有水系的就考验锻造技术 容易出现相吃的反应 叶翘让灵火包裹着两个灵气 进行不断地淬炼 神是接触到灵火那一刻 剧烈的疼痛让他差点尖叫出声 待他适应疼痛之时 玄铁和筋骨已经完美融合 炼器比画幅还费人了 画幅是让他流鼻血 炼器直接让他感受到 脑袋里被浇灌热油的滋味 叶翘赶时间生怕去晚一步 自己就要吃师兄们的喜了 在催炼好后便开始上手课骤音 把原定的三天时间 硬生生缩短至两天 天生剑骨的沐仲熙 坐在小太子身上 负责对付画神七的魔修和妖族 他将长明宗身法发挥到极致 朝朝不落空 妖族那个风女人 看到这一幕脸色都变了 直接对魔族手里怒吼 再不杀了他 派了五个画神去围追堵截他 龙族的人见五个画神 联合起来打一个原因 心想难道这个清传触犯天条了吗 叶翘先让小七打开领域 带走两个画神七魔族 然后又让三个剑灵画形 对付另外三个画神七 他自己手握金红剑开始狩猎去了 没有鬼怪为小七 现杀就可以了 倒下了一个鬼王 有千千万万个魔族和妖族站起来 叶翘当即骑着肯德基往下冲 他决定快点干 早点散 明玄见到他瞬间眼睛一亮 立马大声喊道 小师妹打抱他们 血雨一边将手中的丹药分出去 一边不忘给小师妹加油 小师妹现在就是他们唯一的光 慕仲熙觉得他家小师妹就是最亮的子 因为他来了他们就可以摆烂了 魔族风女人咬牙道 叶翘只要把龙珠交出来 他们立马离开 叶翘笑眯眯转了转手里水蓝色珠子 他表示想要龙珠没问题 但是不能伤害他的师兄们 至少不能把他的师兄们打死 在他拖延时间的时候 周行云正带着断臣单挑一个画神妖族 他一箭捣碎妖族画神内丹的代价 就是胸口几乎被贯穿 整个人坠落海中 向来嫌弃他的断臣 这次没有犹豫 选择跟着他一同坠落下去 剑主和剑灵从来都是生死勇相随的 断臣坠入黑暗前响 看来他确实没选错剑主 血雨一发现不对 立马拿出法器试图把大师兄拉住 但这一次法器却拉了得空 叶翘看到那一幕后 立马让肯德基往下飞 他见魔妖两族蜂拥而至 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龙珠朝半空抛去 他需要清场 两族都围着他转的话 这让他无从下手 叶翘忽然想起了小师叔 对其他四宗清传的评价 他当即有学有样地嘲讽道 废物 浪浪领域的名字竟也会骗人了 果然和他主人一样不做人 区区一个原因妻 竟敢叫他们废物 魔族和妖族的画神妻 强者顿时脸色变得阴沉 各个掌心中凝聚着杀招 妖族风女人反问叶翘 他又是什么呢 废物不如吗 通过预检朱优见叶翘 被那么多话神奇高手围堵着 却不见他有任何的慌张 心想他又要搞什么事情 还有周星云他又打算怎么救 就在这时被人四处抢夺的龙珠突然动了 他将灵气全部汇集在叶翘一个人身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妖魔两族对他的警惕再次达到顶峰 妖族风女人立马声音尖锐地问 叶翘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叶翘将掌心摊开笑着问 领域见过没 还要他说多少遍 他们就是一群货真价实的废物 下一秒 以他为中心全部被他的领域万物声所覆盖 就见整个区域被笼罩 无害的植物在此刻轻轻摇曳 将周星云拖住的那个藤蔓兴奋地晃了晃 努力给周星云比了个心 看着还挺原性化的 龙太子从没见过修士的领域 一下子便看呆了 看着眼前这段绿色的领域 名字又叫万物声 他觉得这一定是无害且生机勃勃的领域 明璇是第一次进入小师妹的领域中 他猜测小师妹这次是用化神器的神石进行的领域化系 同样也是第一次进来的薛宇 好奇地打量着小师妹的领域 在心中和自己的领域默默地做着比较 穆仲熙对这个领域的难缠性深有体会 他提醒他们快跑 领域颜色变化结束前跑不掉的话 就等着被抹杀吧 是整个人都消散 连神魂都不复存在的那种 妖族风女人听后嗤之以鼻 开什么玩笑 说抹杀就抹杀 当他是什么 天道吗 就连天道都没资格抹杀他们 目中蜥蜴拳头将敌人抡开后 立马将朝夕剑抛制下去 一剑贯穿三个魔族 他那一剑的威力本没那么强 水流加大了剑士的冲击力 还是龙珠给力啊 明璇见状忍不住朝小太子抱怨 龙珠既然这么好用 他们为何不早拿他出来对斐妖魔两族 龙太子也清晰地察觉到水锅的变换 他不记得龙珠有这种效果 难道说龙珠进化了 可是灵气也能进化的吗 妖族风女人看着他们带来的人越来越少 恨不得一把火烧了这个该死的领域 是谁说这个领域是治愈系的 去你妈的治愈系 清传们谁都没见过这种流火与藤蔓交织的大场面 叶清涵适时提出了疑问 他见过的领域都是单独空间 虽然他总共也就见过两个 但不影响他发出不解的声音 谢朱雪的心情很是不错 笑盈盈地解释道 那是要神是化神以上才能掌握的 反问他的神是有化神期了吗 叶清涵立马不说话了 显而意见是没有 喵喵忍不住摸了摸胳膊道 这还只是领域的前两个变换 实体化领域真是恐怖如斯啊 只是隔着欲剪远远看着都头皮发麻 他忙好奇地问 还有其他颜色吗 段宇长老告诉他们领域一共有四种颜色 还有黄色和最后一个蓝色 不知道他能否称到其他两个颜色轮换 他操纵的傀儡树向来百无一失 就决定杀掉叶桥用以破绝 他还没开始动手 领域的颜色又有变化 他见龙珠没拿到 还被困在了领域里 他决定拿不下龙珠 就先拿下其他的灵器吧 于是他转身朝沐仲西攻去 沐仲西见他又要来抢他的老婆 吓得哇哇乱叫道 都说了长明宗的镇宗之宝不是剑 别想打他剑的主意 叶桥这几日不止一次听他们提到了灵器 不免好奇地问师兄们 到底什么灵器这么重要 都能让他们不自量力地来屠龙吗 半点也不怕天道的清算 血鱼正欣赏着领域内变换的颜色 他无所未到 估计他们又在搞什么阴损的事情 不用管那么多 反正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明璇也凑过来接话道 这些人看来已经抢了不少灵器了 他们一开始是不是就想偷武宗的呀 叶桥忍不住吐槽了两句 他们要那么多灵器干嘛 准备集齐什么东西去召唤神龙吗 伤势已经恢复大半的周行云 关心的重点则在另一边 如果他们这次行动失败 会去抢武宗的镇宗之宝吗 明璇觉得难说 南海没抢成功 只不定会发疯的随机找个宗门抢一下 他觉得最有可能抢的宗门就是避水宗 因为其防御系数最差 满宗门上下都是丹修 思妙言听到他们的讨论 表示如果他是魔族的话 就会直接冲青传下手 毕竟明月剑在宋寒生手上 新封剑在秦怀手里 等他们落单直接抢了就可以了 楚行之一想到要关在宗门里就觉得憋屈 他忍不住叨叨了两句 那一天到晚在宗门躲躲藏藏的 不得无聊死 再说历练本身就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 叶清寒看着四色交汇 领域内是不断逃跑的敌人 一个领域控场效果绝了 他喃喃出声道 原来这就是领域全胜时呈现出来的效果 赵长老给他解惑道 领域会随着修为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效果 不过领域越强限制也越多 比如那个化神七小鬼的时间系领域 也只能滞留一秒钟时间 楚行之听后立马反驳道 那叶翘的领域为什么没有任何限制 他的领域很弱吗 万物生虽不是那种一击必杀的领域 但杀伤力不要太强啊 暗暗的领域不仅会骗人 竟还没有任何限制直接抹杀敌人 不是都说杀伤力越高的领域限制越多吗 就在刚刚楚行之 他们对于叶翘那领域的感情是很复杂 毕竟他们当初都被他的领域名字欺诏 他们都以为是一个温和无害的治愈系领域 谁知竟如此的凶残 秦范范可算是明白 为何他们都对小翘的领域意见这么大 他先倾壳了两声才道 领域名字都是自带的 这也不能怪小翘没有提前说明 祝优这次也难得的赞同二师兄的观点道 领域名字好歹也要和领域体系搭边了 叶翘那领域四个颜色转换 哪个颜色都不好惹 被他们说到着的某人 正手拿着不见军对同伴们大喊道 都别浪费时间了 立马冲向魔族头领 悬身砍碎对方手里的双刀 稳稳地把其压制在剑下 身子威旋猛地踩在对方的腰间 顺发的冲击力将其打进了珊瑚胶中 断横刀对剑修是有心理阴影的 这些人踹人是真的疼啊 还对着腰踹着谁受得住 他忙大喊道我靠我靠 常明宗的弟子怎么这么凶啊 朱优表示他记得夜翘以前打人不这样 便好奇地问一旁的楚行之 二师兄你和他打的话会怎么样 楚行之想了一下才不确定道 估计是三七开吧 一纸九关未雨的宋寒生突然出声反问 他三招一头七 楚行之就知道这个阴险小人嘴里没好话 词汇都还挺高级 但别以为他听不出来是在骂自己 魔族头领神色一冷道 夜翘你该庆幸少主没来 他们少主可是修真剑罕见的天才 因为路上嫌弃犯难吃 半路摸鱼溜了而已 夜翘闻言出声感叹道 又换少主了 那还真是铁打的魔尊 流水的少主了 魔界也是人才济济 都已经到了金丹元英多如狗的地理 说换就换 沐仲熙见他还这么能废话 就让昭熙见话形对着他看 见一见没偷袭成功 立马紧跟一脚 砰的一声将其踹入地面中 魔族头领暗骂他们变态 怎么力气都这么大 他手上聚集魔器威胁他们道 是想早点死吗 夜翘似笑非笑地嘲讽道 怎么死 是在指望那豆子大点的魔器砸死他们吗 说完就将手里的灵气团成球拍了下去 然后就见以魔族头领为中心点灵气爆开 魔族头领觉得是时候亮出最后的底盘 本来是为了万物一师 想拿来对付龙祖的 但没想到最大的变数竟是夜翘 夜翘第一个感受到了领域内部灵气的挤压 他总感觉下一秒领域就要爆炸 他也觉得事情有点难搞 他也不知道两个领域重叠会发生些什么 趁着魔族头领的领域还没有成形 夜翘让万物生内的藤蔓卷住他们 顺势把他们甩了出去 他觉得魔族头领的领域要比小七的领域强 魔族头领胸有成竹地笑着问 把他送到魔渊那里怎么样 以前凡是对他有威胁 都被他用领域丢到魔渊去了 因为他的领域能随意传送位置 领域完全成形后 就是魔器和灵气的对碰 周边所有生物顷刻间倒他催火 几个剑灵都想冲他下手 全部被他传送离开 夜翘择了两声后提醒他 确定要和自己这样浪费时间吗 自己的领域一旦到时间 可是会自动开始抹杀周边一切 除却主人以外的存在 魔族头领脸色阴了阴 他就算是把夜翘传送走 也不代表领域会消失 除非领域主人主动收了领域 但他不信哪里有这么不讲道理的领域 说抹杀就把人抹杀了 夜翘看到那一抹刺眼的淡蓝色终于消散了 两个领域同时开始清理对方 夜翘再次被传送离开 他一把搂住肯德基 在被送走的那一刻 朝魔族头领竖起了终止 万物声也在转换 魔族头领还没得意多久 在一声惨叫当中 被夜翘的领域所碾碎散开 不是都说杀伤力越高领域的限制越多吗 他妈的为什么 为什么夜翘的领域没有限制 有人只是多看了他一眼镜就被他扒了衣服 浪浪直接荣获了八一狂魔的称号 就在刚刚被迫来到有着修饰买谷地支撑的魔渊 夜翘感受到了魔族头领对他那份深沉的爱 直接把他丢进这个鬼地方 看来是不打算给他活命的机会 肯德基牢牢和他靠在一起 他缩小后翅膀也搭了的下 不同于某人的等大 他是真的很慌啊 一夜翘在魔族的知名度 万一被认出来肯定会被追杀的 有魔族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就被他扒了衣服 就这样他在抵达魔渊的第一天 就荣获了八一狂魔的称号 事实证明只要人足够变态 谁都不会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穿好一身黑衣服后 夜翘成功混入魔族的内城 路上肯德基问他怎么还不回踪啊 魔族和妖族跟风了一样四处追杀他 他怎么还不回去 他淡定地表示反正回去也突破不了 还不如在这里多逛过 说不定还能找到突破的机缘呢 再说来都来了 他还准备去找魔修们好好地玩一玩呢 见他看上去兴致勃勃的 肯德基打了个冷战 吓得差点化人形抱着他大腿 让他冷静 只能一再地劝解他别乱来 夜翘敷衍地表示他知道了 不就是低调做人吗 放心吧 他向来低调 但他身上的所有东西 在两道化神领域叠加时都被拧碎了 他只能靠打劫维持生活了 肯德基突然想起来了修真界的一句话 夜翘夜翘 反复猖狂 他在哪里都有把那个地方 搅得天翻地覆的本事 说好的低调形式呢 靠着打劫度日的夜翘 成功在魔族有了短暂的栖身之地 竟还没人怀疑他就是长明宗的夜翘 因为多看他一眼的 就会被扒了衣服 他最近也不是没有所获 他得知魔修向来不被天道所待见 天雷降下之时 甚至会将人直接抹杀掉 他一听瞬间就激动了 这不就是他的机缘吗 听他在打听 哪里有原因巅峰的魔修 以为他是想发家致富 路人就建议他可以去找通缉令上的人 抓到他们或者拿到他们的巷上人头 就可以找魔族要临死了 夜翘发现武宗的每个清传 都荣幸地上了魔族的通缉令 而且各个价格不费 他是真想把认识的人全抓进去 但现在都联系不上了 他还准备把自己抓进去 然后再跑出来 到时候和拿到临时的魔修二八分 可就在刚才他被告知夜翘已经死了 他的悬赏作废 要不他表演个当场父母 肯德基被他接连做死的行为都弄麻了 在看到他想去招惹那些原因巅峰的魔修时 他直接挂在夜翘的身上哀号 不许去不许去 就在这时夜翘见到一个青年身后跟了一堆的追兵 他发现追兵大多是原因高手 其中竟还有一个化神高手 这得是犯了多大的罪才能让化神出手 青年见他紧追着自己不放 也知道他就是那个四处八人衣服的变态 眼看甩不掉他 青年只能出声剑影 要不两人一起跑 夜翘在追着青年不放时 注意到了他的特殊 他的速度竟可以和自己视频 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 身份看样子也挺高的 青年也注意到了他的不一般 身上有种类似于魔尊的气息 但又不太一样 他想试探看看这个少女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两个个怀鬼胎的人 都没有尽心去对付身后的追兵 一个拿出铃铛靠阴弓 一个放出肯德基靠神兽 肯德基被揪出来时 幻化成了一个美丽少女 他鼓了鼓脸蛋生气地表示 知道了知道了 就知道欺负他 夜翘一时没忍住 掐了一把他软乎乎的脸蛋 心想肯德基真是太可爱了 就在这时他发现 这个实力沉迷疑似很强的青年 竟还是个萝莉孔 他当即不动声色地示意肯德基 去朝青年卖个萌 肯德基也明白要甩掉身后那些摩修并不容易 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更加无辜意 不要乖巧地请求青年 身后那些人在追他们 帮帮忙可以吗 青年呼吸微微一致 他一把捂住鼻子 反复确认没有被蒙出鼻血后 神色似笑非笑地反问 把他当什么 免费地打手吗 他们根本没熟悉到这种程度好吗 见一只萝莉的杀伤力不够 夜翘果断将寒霜剑拎了出来 寒霜眨巴着水汪汪的眼睛望着青年哀求 拜托了 帮帮他们吧